滴滴滴滴 患者肖露 车祸后脑出血死亡 死亡时间2023年8月23日下午6点05分 肖露今早上和爸妈为了结婚的事吵了一架 爸妈都是公务员 想让肖露和爸爸的上级李叔叔的女儿相亲 那李叔叔的女儿肖露以前见过 长得不好看不说 心气还高得不得了 对肖露那叫一个看不上 平时都是遗旨气势 要是真结婚了 那以后还了得呀 肖露不想去 爸妈就连从小养大到大的恩情都拿出来说了一遍 肖露气急和爸妈吵了一架 老妈有心脏病 肖露也不敢过分 爸妈上班之前让肖露今天必须去相亲 不然就不要回这个家 想着老妈的身体 肖露决定还是去看看 糊弄下就走 肖露开车出去到了半路上 正在等红绿灯 忽然一辆大货车从对面直直地撞过来 肖露眼急手快 猛打方向 躲过了车头 没想到那大货车侧翻过来 还是压到了自己的半个车上 肖露猛然惊醒 脑袋上传来一阵剧痛 心里埋怨爸妈也怪自己不坚定 真不应该听他们的话 不去相亲 什么事都没有了 现在脑袋痛得很 也不知道伤得严重度 肖露 肖露 你是不是醒了 肖露耳边传来一声叫声 这声音是个女孩子 听起来挺清脆的 就是有些颤抖 肖露想不起来 这是谁 难道是李叔叔的女儿 良心发作来看她了 肖露 肖露 肖露被叫得脑袋更痛了 迷迷蒙蒙地睁开眼 眼前不是李叔叔的女儿 是一个长相清秀的女孩 不过看着打扮有些吐气 肖露想着 难道是她送自己来医院的 肖露睁开眼睛又闭上 隔了许久 缓了一阵才慢慢睁开 眼前的女孩还在 肖露仔细看她 长得挺好看 眉清目秀的 一双大眼睛 就是太瘦了 看着营养不良一样 打扮也吐气 扎两个麻花辫 穿着一身碎花 这年头 谁还穿这种 仔细一看 衣服上面还有几个补丁 脚下穿着一双黄布鞋 也是打了补丁 肖露觉得有些不对 又转头看了看四周 我去 四周都是土皮墙 房子里空荡荡的 就摆了张桌子 和四个椅子 自己躺的这个床也是 看着很烂 松垮垮的 像是随时都要她掉样 肖露看着这场景 心想 这是不是自己的幻觉 怎么车祸之后 来了这种地方 难道这是哪个货车司机的家 她撞了自己没钱一致 把自己抬到她家了 肖露看着床边的女孩 愤怒地说道 你们这是犯法的 快送我去医院 要是我受伤严重 你们就等着被判刑吧 那女孩见她开口说话 仿佛听不懂她说的什么 看起来有些怕她 只是轻声回道 我们没钱去医院 而且医院在县城 太远 我一个人也抬不动你 肖露听见这解释 气得没边了 撞了自己还说没钱上医院 2023年了 自己竟然还能遇到这事 当即想到那货车 说不定没买保险 你哪儿呢 她车子是不是没买保险 你们这样是不对的 就算你们没钱 也要送我去医院啊 万一我有个好歹 你们都跑不了 再说了 你们没钱 我有啊 快叫你男人来 先送我去医院治好再说 那女孩看着她 表情带着疑惑 看起来呆呆傻傻的 肖露感觉不妙 这女孩子 不会是个傻子吧 那人撞了自己 还找个傻子来照顾自己 看来自己这次 真的是要受苦了 肖露 你在说什么啊 什么男人 你不就是 我男人吗 肖露这下是彻底梦了 不知道这个女孩 是不是真的是傻子 缓了缓 慢慢坐起来 走下床去 想着趁他男人没回来 快点离开这里 他起来的猛 头有些晕 站了一会儿 才慢慢恢复 他缓缓走出这间屋子 看着外面 然后绝望了 这里不知道是什么小村子 外面全是山 对面还有一条河 旁边稀稀落落地 立着几栋土房子 看着这简陋的条件 肖露深感绝望 自己眼下受了重伤 需要去大医院治疗 那肇事者却把自己 倒到这大山里来了 看着外面的土房子 肖露有些无力 没想到 现在还有条件 这么差的地方 国家不是已经 精准扶贫了吗 肖露 你到底怎么了 不会是傻了吧 那女孩小声地问道 肖露更气了 傻子竟然觉得 自己是傻子 这里是什么地方 怎么去城里 在哪里坐车 我的手机呢 肖露问了一大串 那女孩有心猛 想了想 小心翼翼地回答道 这里是陈家村啊 你要进城得走路 要两个小时呢 车 只有村长家有台自行车 要去借肖露 你到底怎么了 这些你都忘了吗 肖露越见暴躁 问他进城的方向 那女孩给他指了一下 肖露沿着那边一直走 路边很多人在田里 看见他了 都给他打招呼 肖露 没事吧 以后别出去晃了 在家好好过日子吧 你看吱吱都担心你啊 众人七嘴八舌地劝他 肖露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仿佛有些魔幻一样 这里的人都认识他 走了许久到了村口 这里已经没什么房子了 肖露举目望去 四周全是高山 也没有什么大路 肖露有些绝望 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刚才那些人都认识自己 难道自己来到平行世界了 肖露有些不可思议 蹲在地上 那女孩子又跟上来了 一直在喊他 肖露 肖露 刘医生回来了 我带你再去看看吧 那女孩过来 有些害怕地拉起肖露的袖子 肖露跟着他走到一个小院 里面有个白胡子老头 看着六七十岁了 那老头给他把了脉 又问了许多问题 最后下结论 说他可能是撞了脑子 失忆了 肖露看着这白胡子老头 睁眼说瞎话 心里直骂娘 他也不再听他们说什么 转头去看这间屋子的装饰 忽然瞄到墙上的挂厉 1982年8月23日 肖露这一下是彻底蒙圈了 跑到两人面前 大声问道 现在是几几年 那两人一口同声说道 1982年啊 第二章 搞钱吃饭 肖露没想到 自己竟然回到了80年代 花了好久 才接受了这个事实 这个地方叫陈家村 应该是 靠近北京城附近的一个村子 因为这里的老人 闲暇时候聊天 都是说着四九城里的事呢 那个看起来像傻子的女孩 竟然是他老婆 看起来才十八九岁 名字叫陈芝 父母都死 家也没了 据说被他大伯一家霸占了 原来的肖露 就是村里的一个二流子 也不种的 爹妈在的时候 还能管着他种几分地 爹妈不在以后 就整日游手好闲的 这些年 吃喝拉撒 都靠他哥哥一家帮衬 他一直不干正事 哥哥帮他娶了个媳妇后 就分家了 再也不管他 那日他跟隔壁村的王铁柱 不知因为什么打架了 王铁柱魂起来了 推了他一把 原来的肖露 从路上被他推下去 掉到了下面的田梗上 刚好有几块石头 肖露撞上去当时 就流血不停 那王铁柱 当时就吓跑了 据说现在还没回家 估计以为自己杀人了 肖露想 他也确实杀人了 要不是他 把原来的肖露搞死了 自己能来这里吗 虽然现实难以接受 但是肖露也想振作起来了 因为这个家太穷了 他已经连着两日没见婚姓了 每日都是一碗菜汤 里面不知放了什么面粉在里面 吃起来粗糙得很 像是嚼猪食一样 肖露举目望去 这个家简直是一贫如洗 可以说是要啥没啥了 家里米缸都是空的 一粒米都没有 今天头也不怎么痛了 肖露端来个小板凳 坐在自己院子里 看着下面的水田 想着怎么赚点钱 买点米来吃 这时候肖露媳妇陈芝出来了 手里拿着一把锄头 提了的篮子 肖露一看 怕又是去挖野菜 再吃这个 人都要打蔫了 陈芝 你干什么去 陈芝没想到他忽然问他 有些惊吓 战战兢兢地回道 我下地去 肖露看他害怕的样子 有些意外 斟酌了许久 慢慢说道 你这么怕我干嘛 我以前打过你 陈芝有些意外地摇摇头 他从小莫了爹妈 胆小的毛病 早就养成了 嫁给肖露后 他又是个不着调的 经常在外面跟别人干假 所以陈芝一直有些怕他 怕他一怒之下 连自己也打 地里都有什么 肖露又问他 陈芝小心翼翼地回道 就是些土豆 还有番薯 肖露听到 还有这些 忙让他去挖点回来 陈芝却有些心疼 摇摇头 不肯去 肖露还想再劝他两句 陈芝却哭了起来 肖露 那土豆番薯 还没长大呢 现在吃了可惜了 这次 你受伤忘了以前的事 咱们以后 好好过日子吧 你也别再想那些 有的没的了 好吗 肖露看着哭泣的陈芝 有些郁闷 伸出手去想要 给他擦擦眼泪 但他躲开了 肖露没办法 眼下才吃了早饭 附近都是大山 肖露想去看看 能不能搞点什么 赚点钱用 陈芝 你上次说我们这里 离城里有多远 走得快的话 一个半小时 走得慢的话 要两个小时呢 肖露想着 这里离城里也不远 且村里人说的城里 是四九城 这里说不定 是北京城的边边上 若是搞点什么东西去卖 肯定很吃香 他拉着陈芝 也不让他下地了 在屋里 背了两个背楼 又拿了个篮子 拉着他往山上走 陈芝不知道他又要干嘛 心里还有些担心 但是也只好跟着他去 二人 在路上手拉着手 村里人都在看热闹 肖露不觉得 有什么 陈芝 却是脸都羞红了 肖露 拉着你媳妇去哪啊 你小子 别整天不干正经事 在家 好好种田不行吗 肖露催了一声 梅里那人 走到山上 现在应该是八九月份 天不冷不热的 到了林子里 走了一阵 肖露看到地上有蘑菇 这种蘑菇他以前吃过 放点肥肉一起炒 好吃得很 要是拿来炖鸡 也是香的 陈芝 快剪 就是这种 别剪错了啊 肖露给陈芝看了看 自己手里的蘑菇 就加快手上 动作剪蘑菇 陈芝不明所以 也跟着他一起剪 这大山里蘑菇多 村里人都在 芒田里的活 基本没人进山来捡 地上遍地都是 肖露很快 就捡满两个贝楼 一个篮子 拉着陈芝下山 陈芝 进城往哪个方向 陈芝也背着一辈蘑菇 指了指路 肖露就往那边走了 陈芝赶紧跟了上去 都是山路 不太好走 为了防止蘑菇 被太阳晒 肖露在贝楼上面 铺了一层草皮 二人走得很快 一个多小时 就到城边了 肖露 我没干过 再说这魔果 只是占地方 实际不重 背着也不累 肖露没再多说 拉着他进了城 果然这城里 看着就是不一样 还是以前的老建筑 只不过 肖露判断错了 这里不是北京 应该是河北 那城墙上 写着保定府三个字呢 就是不知道 是不是河北的保定了 肖露看了看 没再多说 在一个场子边上 把贝楼放了下来 让陈芝在这里看着 他自己去城里转转 陈芝不知道怎么回事 拉住他不让走 陈芝 你就在这里卖蘑菇 等下这个场子下班了 人肯定多 你就卖六毛一斤 肯定有人买 肖露不知什么时候 把家里的称也拿来了 陈芝看着蘑菇和称 有些害怕自己干不好 肖露也没管那么多 自己走了 肖露在城里转了一圈 前面有个国营饭店 他走了进去 那服务员看了他一眼 不嫌不淡地 问他吃些什么 肖露只说 自己不吃饭 想要见见经理 那服务员白了他一眼 说了句经理 不再就走了 肖露没管他 悄悄跑去后厨 几个厨子正在炒菜呢 忽然进来一个人 喂 你干嘛的 后厨不让人进 你走错了 厕所在那边 一个厨师给他指了个方向 师傅 我不上厕所 我是想问问 你们收蘑菇吗 那厨子眼睛一亮 什么蘑菇 新鲜布 肖露一听有戏 立马接话到 就是山里的野生蘑菇 新鲜现材的 你要的话 我马上背过来 那厨子去给另外一个厨子说了声 然后就让他去背来 有多少背多少 肖露听完立马就走了 到了这边 陈芝这里长子下班了 还真卖出去了七八斤 赚了几块钱 从他爹妈死了这么久 他还没见过这么多钱 这下子 也不管什么害羞不害羞了 干劲十足 还吆喝起来了 陈芝 快收拾东西 我找到买家了 这还有两贝楼呢 肖露竟然找到 买下这么多的人了 陈芝有些担心 万一走了 这里的人上班了 可就卖不出去了 肖露拿起其中 一个大贝楼 陈芝没办法 也跟着一起去 二人来到国营饭店门口 陈芝才相信 他们能吃下这么大量 肖露把蘑菇交给他们 只要好的 压烂地挑出来 放到自己家篮子里 两筐蘑菇一共是23斤 算的5毛1斤 一共11块5毛 加上刚才陈芝卖了8斤 6毛1斤 一起4块8 今天这点蘑菇一下 赚了16块3 看着手中的一叠钱 陈芝有些不敢相信 自己手里 所有的钱加起来 才6块多 今天跟着肖露 一起出来卖点蘑菇 就赚了16块 陈芝激动不已 握着那钱 久久不松手 肖露这才让他放好 陈芝把钱仔细叠好 装进了李仪的兜里 第三章 继续搞钱 刚才那经理说了 国营饭店客人虽然多 但是也不能只吃蘑菇 太多了也消耗不了 让他以后 有货就送来 两天一送 一次最多30斤 肖露想再去问问 其他饭店收不收 他们跑了几个饭店 都要收 只是量也不大 五斤十斤的 肖露想着 这蘑菇也是季节性产品 就这一个多月的时间 尽量多卖点 时间也近中午 就想着在这小店先吃点饭 老板一拿出菜单 陈芝看着上面的菜价 顿时心疼起来 这一个菜就要两三块 最便宜的 都要一块五 还不如回家自己做 肖露却是再也不想吃康燕菜了 最后一人点了一碗面 加点肉丝 很便宜 六毛一碗 陈芝本来还有些心疼 没想到面一端上来 太好吃了 那面劲道得很 上面还有肉丝 撒上葱花 油光光的 陈芝吃了一口 香迷糊了 上次吃面 还是半年前了 面太香了 两个人几下就吃完了 陈芝还舔了舔嘴角 肖露问他 要不要再来一碗 陈芝心疼钱连忙摇头 肖露也不强迫 两人吃完出门 又去到处转了转 肖露去供销社买了十斤米 家里的粮票他早上拿来了 粮票倒是有 估计以前没钱买 所以都存起来了 有粮票 买米便宜 一斤米才一毛五 肖露一下买了十斤 花了一块五 陈芝有些心疼 想着只买五斤就行了 馋的时候吃一顿 平日里还有玉米面 肖露见他肉疼 安慰道 陈芝 以后咱们好好赚钱 争取顿顿 多有大米饭吃 好不好 陈芝听他这话 忽然觉得感动不已 再不管他了 由他去了 买完米 肖露又去肉连厂 准备买点肉 看了看 只有一张肉票 卖猪肉的说 有票的一块三毛五一斤 没票就是两块 肖露大方的 让他切了两斤 又花了两块七 陈芝给钱的时候 肉疼得厉害 但这钱是肖露挣的 他也没办法说他不是 二人买好东西 已经下午一两点了 两个人准备回家了 已经谈好了生意 明天一早 还要去山上 采五十斤蘑菇 陈芝想早点回去 明早上起来早点 多采点 他还想去 今天那个厂子门口卖卖 肖露走到城边上 看见有卖烧饼的 又买了两个 说是在路上吃 陈芝没再管他 这烧饼也才一毛钱一个 不算很贵 二人今天赚了十六块 花销了许多 只剩下几块了 两个人背着背篓 走得很快 一个多小时就回了家 陈芝想了想 拿了五毛钱给肖露 剩下的钱 全部和他以前 那几块放到了一起 肖露看着他 小心翼翼地 把那十几块包了又包 有些感叹 这个年代的山里人 真是不容易啊 晚上两个人煮了一顿粥 就着下午买的烧饼 陈芝又炒了一点青菜 吃了一顿 肖露买了两斤肉 让陈芝坐来吃了 说天气大 怕坏 陈芝准备明天 买了蘑菇回来煮 他把肉放在了盐缸里存着 二人吃过饭天就黑了 这时候也没什么娱乐活动 只能早早睡觉 肖露躺上去 陈芝洗了一下也躺了上来 床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 肖露有些尴尬 前两天他头痛 还没反应过来 今天陈芝猛然和他一起睡 他竟然有些尴尬起来 虽说自己现在是肖露 但和陈芝没什么感情基础 肖露怕自己 做出什么禽兽之事 翻了个身 背对着陈芝 床又响了一声 肖露想着 明天卖完蘑菇 一定要把这破床修理一下 两人一觉睡醒 天还没亮 鸡已经再叫了 两个人起床 喝了一碗 昨晚上剩下的米粥 陈芝还炒了两片肉 和青菜盒在一起 肖露吃到了肉 感觉整个人都精神了不少 今天两人 答应别人送的多 都背了大贝罗 一人还提了个篮子 天刚亮就进了林子里 路过山脚下 田里还有几个 同村的早早出来干活了 沈子 你说肖露和他媳妇 背着这么大贝罗 进山里干什么 问话的人住在 肖露哥哥的隔壁 见他们两口子 连着两天 进山有些好奇 哎呀 这肖露整天没个正行 家里穷的妹妹吃了 进山捡蘑菇吃呢 他呀 就是好吃懒做 一点比不上他哥哥 两个人聊着聊着 就跑偏了 肖露和陈芝 今天进山运气不错 蘑菇很多 一会儿就减满了 而且 还挖了很多野菜 这个菜 包饺子好吃得很 就是卖不起什么价 不过陈芝 想着有一毛是一毛 野菜也拔了很多 两人进城的时候 太阳才出来不久 跟昨天一样 走得很快 一个多小时 就到了城里 先去国营饭店交了货 他们看见那野菜 也要了 不过就三毛钱一斤 二十多斤菜才六块多钱 蘑菇三十斤十五块 剩下的蘑菇 又去了昨天谈好的饭店 给他们交了货 已经快到中午了 肖露觉得 这样赚钱也太慢了 又累 才干了两天 自己已经累得厉害了 再看看陈芝 还在高兴地数前 丝毫不觉得累 脸上透露着愉悦 仿佛挣到这二十来块钱 是天大的喜事 想想也是 这时候的公务员一个月 怕是也才几十块一个月 他们才两天 就赚了三十多块 所以说 改革开放是大机遇呢 卖根草 也比种地强 肖露觉得这样太累了 自己以前是公务员 努力想了想80年代 什么行业最赚钱 房地产 股票 房地产需要本钱 自己现在吃饭都困难 就别想炒房了 股票销露记得 还想是89年 还是90年才上市的 现在也用不上 想了许久还是得 从小开始 先把温饱问题解决了再说 两人交了货 又在那老板那里 吃了碗肉丝面 没想到 那老板 却给他们介绍了点生意 小伙子 你们这蘑菇 还有多少啊 我妹妹他们在国营鞋场做饭呢 他们厂子里 几千个人吃饭呢 你们要是多的话 可以送他们厂里去啊 听见这话 肖露毛色顿开 对啊 自己怎么没想到 乡下的菜 可以往厂子里的饭堂送啊 第四章 大哥 肖露吃完饭 就在店里 等老板忙完 带着他去了 他妹妹的国营鞋场 那老板的妹妹 在食堂做饭 听见肖露送蘑菇 觉得可以 而且才五毛一斤 当即决定要了 让他有多少送多少 自己厂子里 就炒两个菜 每天菜 都要好几百斤呢 肖露谈下这笔生意 有些惊艳了 又想到 他们第一天 来卖蘑菇的那个厂子 好像是制衣厂 他看了 里面也有几千人呢 要是能谈下来 也是一笔进账啊 肖露带着陈芝 进了制衣厂 左右打听 才找到了采购科的主任 主任看着两口子 衣服上 还有补丁 估计是农村来的 带他们去见了食堂的负责人 那负责人说 他们厂子人不多 就一千多人 要是他们有新鲜蘑菇 就送来 每天一百斤 今天来谈成了两笔生意 肖露和陈芝 都开心不已 但是陈芝怕明天 捡不到那么多蘑菇 心里盘算着 明天早点起来上山 肖露却没想那事 走过一个老旧房屋的时候 看见门口停了一辆板车 肖露走上前 问那大爷 大爷 你这板车卖不卖 那大爷没见过 有人还要买这个玩意儿的 这板车自己坐一个 不就成了吗 西街有卖轮胎的 你买两个 搞几块木板自己定一下 不就成了 现在的年轻人啊 不知道吃苦耐劳了 那大爷推着板车走了 肖露却是受到了启发 觉得自己定一个这个方法 可行 肖露带着陈芝去了西街 那轮胎也不贵 一块五一个 就是要自己打气 肖露又给了他一毛钱 让他把气打好 两个轮胎打好气 肖露背上 陈芝也想背一个 肖露不让 看着肖露走在前面的背影 陈芝心里喜洋洋的 觉得肖露自从撞了头 现在变得跟以前 完全不一样了 不但上进了知道赚钱了 还学会心疼人了 陈芝又怕他什么时候 想起以前那些混账事来 又恢复以前的模样 想了想决定 先把眼前的日子过好 以后的是以后再说了 看着肖露前行的背影 陈芝快步跑了几步 追了上去 肖露又来了肉连厂 要买两斤肉 陈芝心疼 告诉他昨天买的还没吃 现在不能放 让他别买 肖露却说自有用处 陈芝心疼钱 今天赚的三十六块 转眼就用了六块 这样用钱也太浪费了 肖露神神秘秘的 没有回话 走到村口的时候 肖露把那肉拿出来 提在手上 大摇大摆地回家 一路上村里人 都看到肖露买了轮胎 还买了肉 纷纷调侃他 是不是发财了 肖露也不答话 只是傻笑 两人一回到家 陈芝就去看他昨天的钱 肖露去猪圈里 找了几块木板 用钉子钉上 正在悄悄打打 院子里进来一个男人 背着个贝露 肖露 你干嘛呢 肖露抬眼望去 这人是谁自己不认识 也想不起来 最近这几天没有见过 陈芝这时候 从屋里走出来喊了声 大哥 你怎么来了 原来这男人 是肖露的大哥 肖天 虽然说两家分家了 肖露始终是自己的弟弟 肖天经常背着妻子 给弟弟家送点吃的 肖天把贝露放下 肖露走上前去 里面是小半筐红薯 陈芝看了看 知道这肯定 又是瞒着嫂子拿来的 所以对着肖天说道 大哥 以后不用给我们这些了 嫂子要是看到了 该生气了 肖露看着陈芝 她年纪小不会说话 想到什么 就是什么 这肖天也憨厚 没有多想 只是回了一句 你嫂子那人就那样 别往心里去 我走了 大哥 先别走 留下来吃饭吧 肖露叫住肖天 毕竟是他大哥 有好吃的 怎么能自己吃毒食呢 肖天有些吃惊 弟弟家什么条件 自己还是知道的 整天游手好闲 不务正业 还好自己这个弟媳 是个安分的 不然早就不跟他过了 他想着留下来也好 正好劝劝弟弟 肖露让陈芝 把肉炒上 陈芝哪里是不知事的 早就拿出来切好了 剩下一半都包好了 想着等一下 让大哥拿回去 给嫂子和侄子补补 肖天看着肖露在订东西 连忙上来帮忙 肖露 你这订的什么东西 板车 我订好明天拉货呢 正好 大哥你明天没事的话 跟我去趟城里 我和陈芝两个人 有点费力 肖天不知道他又在搞什么 只是点了点头 还在想等一下回去 怎么和老婆说 肖露这时候订好了 进房里拿出了两个轮胎 装上去 又搞了根绳子 前面可以拉 肖天一看 弟弟连轮胎都搞到了 心里有些担忧 担心他最近 是不是又去哪里 偷鸡摸狗了 肖露 你听哥的 没事别出去瞎晃 在家好好种地 和你媳妇好好过日子 大哥时不时也会支持你的 肖露听着大哥一番话 心里有些感动 这年代的人 真的是朴实乌华 自己都没有了 还想着弟弟妹妹 能不能吃饱 刚才看着他背来的小半筐 红薯就知道 他家里也没什么东西 当下决定以后 带着哥哥一起赚钱 只是他现在恐怕 没那么容易相信 只能等下吃饭 再慢慢细说了 肖露还没回话 陈芝就喊吃饭了 肖天洗手进屋 看到桌上的菜 脸上都惊呆了 弟弟家里什么条件 他是知道的 以前都吃康厌菜了 今天桌子上 却炒了满满一盘肉 肖露 你老实说 你最近是不是干什么 见不得人的事了 肖天担忧不已 逼问肖露 陈芝见状 连忙解释大哥 你误会了 这肉 是我们挣钱买的 见弟媳解释 肖天才坐下仔细听 陈芝把肖露大家撞到 脑袋失忆的事说了 一直说到他们采蘑菇 去城里赚钱的事 肖天听了担忧不已 站起来 抱着弟弟的脑袋 看了又看 看到那个伤口 已经恢复得 差不多了才放下心 肖露让大哥明早上 带着大嫂跟着自己 一起上山采蘑菇 肖天连忙硬了 几人这才开始吃饭 几个人 都是许久没吃过大米饭 更别提肉心了 此刻拿起筷子 都夹肉吃 各个狼吞虎咽 干了两碗大米饭 肖天走的时候 陈芝还给了一块肉 让他拿回去给嫂子和侄子 肖天走在路上 想着弟弟总算是 走上正道了 第五章 带大哥赚钱 肖天走回家里 天还没黑 媳妇还没做饭 看见他回来了 阴阳怪气地说了句 哟 大善人回来了 肖天有些尴尬 没有回话 知道媳妇又要发火了 轻轻问了句 媳妇 你吃了没 肖天媳妇气 不打一处来 大声回了句 大善人没回来 我怎么自己吃啊 肖天媳妇越想越气 觉得肖天老实 他那弟弟什么样 十里八乡谁不知道 那就是个无底洞 他倒好 天天背着自己 给他们家送吃的 媳妇 我在弟弟家吃了 吃的肉 肖天一番表白 他媳妇只是翻了个白眼 你骗谁呢 你弟弟家什么条件 我不知道 还能给你吃肉啊 肖天见媳妇不信 也不多说 从背楼里 拿出一块肉来 肖天媳妇见状 本来坐在椅子上的 立马站了起来 拿起那块肉颠了颠 筋头还不轻呢 怕是有一斤多 你弟弟干嘛了 是不是去偷了 我告诉你 要是偷的这肉 咱可不能要 犯法的 肖天见媳妇 和自己当时的反应一样 也笑了笑 把陈芝说的那些话 又跟媳妇说了一遍 他媳妇还是有些不幸 不过看着眼前的肉 心底还是有点期盼的 肖天媳妇 痛快答应了明早上 和他一起上山采蘑菇 反正是不是真的 明天不就知道了吗 再说了 自家男人 也要跟着他一起进城 那不是可以看到吗 那 这肉 咱吃不吃 肖天媳妇发问 吃啊 全都炒了 叫孩子多吃点 媳妇你也多吃点 肖天媳妇去灶上炒肉 那油水滋滋的 香气十足 住在他们家旁边的刘婶子 都有些不敢相信 他们家的条件 哪里能吃肉 肖天媳妇 把肥肉的油 用勺子舀起来 放在一个碗里 干了就是满满一碗猪油 他炒菜手艺好 肉里切了萝卜片 一起炒 起锅还放了蒜苗 色香味俱全 闻着就香 隔壁留婶 闻着味道 还有些不相信 从他们家土墙缝里 往这边看 灶台上 真的满满一大碗肉 还有一碗猪油 看得他 当时馋的口水直流 感慨肖天 大放了一回 买了肉吃 肖天媳妇 还是没把肉炒完 那肉一斤多呢 按照以前的话 肯定只切一点 但这是肖露给的 万一他后悔了 又来要回去 肖天媳妇想到这里 直接炒了一半 另一半 放着明晚上吃 他煮了点米粥 两个孩子 看着有肉 乐得不行 纷纷抢肉吃 肖天看着这一幕 有些心酸 都怪自己没用 孩子长这么大 肉都没吃过几回 肖天抢忍泪水 看着媳妇和孩子 想着要是弟弟说的那是 真的挣钱的话 跟着他好好干 多赚钱 多买肉 给孩子吃 第二天一早 肖天就叫上媳妇出门 他们走的 算早的 到了山脚下 弟弟两人已经到了 看到肖露这么勤奋 肖天媳妇这才相信 他是真的改邪归正 一门心思赚钱了 几个人来得早 漫山遍也都是蘑菇 这几天正式季节 肖露看着有些蘑菇 已经在烂了 心里想着 今天再去多找几个地方看看 能不能多 让人收点 四个人干活 手脚快多了 且哥哥两口子 都是做惯了的 做起来快多了 一个多小时就捡了几筐了 肖露估摸着够了 让几人背下山 放在板车上 今天开板车 不能走山路了 走大路要多费点时间 大嫂本来想一起去 但是几人 劝他回去看孩子 他帮忙推了一段就回去了 今天的蘑菇虽然多 但是用车拉 比昨天省力许多 而且 大哥还来帮忙了 几个人走了一个多小时 也拉进城了 先给制衣厂送了一百斤 拿了五十块钱 肖天看着这钱 眼睛都亮了许多 没想到弟弟说的竟然是真的 这山里烂着没人要的蘑菇 竟然能卖出五十块的高价 肖露也没去管肖天的心情如何 当下就拉着车 送蘑菇去了鞋场 撑了一下 只剩了一百八十多斤了 鞋场全要了 还说送的有点少了 不够 肖露忙说 明天多送点来 一车蘑菇 卖了一百多块钱 肖天的心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 当下就想着 马上回去又去采 肖露猜出他在想什么 点醒他 哥 你别想着下午回去继续采蘑菇 人家只要现采的新鲜的 而且 你采多了 人家也要不完 这都是我联系好的 三人一人吃了一碗肉丝面 肖露拿出五十块钱给肖天 哥 给你 这是你和嫂子的 我和陈芝要占大头 因为我们还要联系别人收购 还有钱留着明天收购蘑菇呢 肖天看着那五十块 连忙摆手 这点蘑菇 哪里值得了五十块啊 你收着吧 我就拿五块就行了 肖露没有再多说 最后大哥只要了三十块 肖露想着也行 自己剩下的钱 还要收蘑菇呢 明天国营厂和饭店那边也要送货了 就这几个人去采蘑菇 肯定来不及 因为别人说了 九点半之前就要送到 赶着做饭呢 肖露想着 等下再多联系几家饭店 今天回去就让村民去捡 他来收货 明天直接送来 吃完饭 肖露三人又在城里逛了逛 买家没找到 倒是看见有卖小鸡的 也不贵 三毛钱一只 肖露想买几只回去养 被陈芝阻止了 一是买回去没吃的 再就是养大了怕人偷 肖露想想也是 现在先把温饱问题解决了以后 再想就业问题 而且 陈芝说的也有道理 村里那么穷 肉都吃不起 要是真的养鸡了 那不天天被人惦记啊 想着 要是养几只鸡 天天门都出不了 肖露当时就放弃了这个决定 三人又去肉连厂买了肉 肖露一块 肖天一块 三个人推着板车 提着肉 大摇大摆地从村头走过 村民看见这两兄弟 都有些好奇 尤其是肖露 连这两天买了那么大块肉了 都在想他是不是找到 什么发财的路子了 肖露的大嫂 早就在门口等着了 盼星星盼月亮 自己男人终于回来了 看见肖天回来 他赶紧把他拉到造屋里 问今天赚了多少钱 隔壁的刘婶在缝隙里看见 肖天拿出好高一叠票子 震惊的合不拢嘴 第六章 带村民赚钱 肖天媳妇 看着自家男人提了一块肉回来 心里知道 今天肯定赚钱了 拉着男人到了造坊里悄悄问他 没想到 他拿出一叠票子 肖天媳妇 这辈子也没有一次性 有过这么多票子 他们两口子在家种田 温饱都成问题 还得接济弟弟一家 以前也没存下什么钱 家里存款就只有十多块 他保管得好好的 每天都要去看看 生怕被人偷了 这次跟着兄弟出去 捡了一早上蘑菇 就赚了这么多 他仔细数了 三十块 这种感觉 就像是饿了几天面前 忽然出现一盘现炒的肥肉 刘婶不知道 肖天这两天干什么去了 挣那么多钱 有些怀疑 他是不是去干了什么不正经买卖 刘婶出了房门 去到村头 发现都在讨论肖露天天买肉的事 刘婶想到肖天那一打钱 心里平静不下来了 几个村民一起约着 去了肖露的家里 肖露把那 坏了的床拖出来 正在重新加固 每天睡觉的时候 嘖嘖想 听得心烦 几个村民来了一看 调侃道 肖露 你小子太猛了吧 床都搞塌了 陈芝听到人说话才走出来 听到这些调侃 又默默进屋去了 行了 你们几个 别太过分 我媳妇都不好意思了 你们还什么事 肖露虽然知道他们的来意 但是假装不知道 肖露 你最近是不是找到什么发财的路子了 给哥几个也说说 大家都是一起长大的 你有钱了 也别忘我们啊 是啊是啊 几个村民七嘴八舌的试探 肖露也不隐瞒了 直说道 我最近上山采蘑菇呢 就是我们常吃的那种 说完从框子里拿出一个 给几人看了看 你们也可以去采 我这里收 一毛五一斤 我明天九点半之前收四百斤 要现采的 隔夜的不要 这山上的蘑菇 这些人都吃腻了 陈家村四面环山 从小就吃蘑菇 没想到还可以卖钱 一毛五一斤 众人还有些不相信 肖露 你说的是真的 不是和我们搁几个吧 一个村民不放心的问道 当然是真的 明早九点半 吃钱拿来 我这里收 要好的 烂的不要 品香不好的不要 我给献钱 几人听见这话 都有些心动了 想着明早上山 去采点给他 试试就知道 是真是假了 肖露 我们明早上就去采 到时候你要不收 我们可揍你啊 你试试就知道了 我明天 只要四百斤 收满 就不要了呀 要来就早点 你们可以跟其他人也说下 几人听到话后 乐滋滋地走了 肖露看着这些人 这么多人出去 村里一宣传 山上的蘑菇 只怕是几天 就被采完了 眼看蘑菇 也要过季了 后面做点什么搞钱呢 肖露想着想着 陈芝就喊吃饭了 肖露把家固好的床 搬了进去 坐在桌上一看 一个蒜苗炒肉 还有一盘炒青菜 今晚上陈芝煮的大米饭 里面糊了点玉米茶子 吃起来像是糙米饭 口感也还不错 肖露端起碗 吃了两大碗 晚上睡觉 肖露还在想着 下次做什么生意 没注意陈芝 陈芝什么时候上床的 陈芝这几天吃饱了饭 炖的还有肉 补充了不少营养 脸上看起来白了些 身上也不像以前 那么个人了 晚上肖露睡着 陈芝靠过来挨着她 她明显感觉到了 陈芝长肉了 她悄悄地移出去了些 第二 天天刚亮了一会儿 肖露门前 就有人说话了 肖露 起来没有 肖露听见声音 立马翻身出去 门前已经站了三四个人了 你们来了 我拿撑出来 肖露转身去拿撑 几个人你看我 我看你 都相信了 肖露的话十有八九 是真的 心里高兴 肖露把秤拿出来 陈芝也起来了 帮着一起称重 你的二十二斤 三块三 媳妇给她 陈芝忙数了钱给那人 这时候肖天和媳妇 也过来帮忙了 肖天媳妇听说 村里都知道 兄弟收蘑菇 全都去山上了 心中暗叹着兄弟 两个没头脑 这么赚钱的生意 还让别人来做 她今早上一大早 就拉上肖天上山 捡了两筐送过来 肖露却没有给她称重 而是忙着称别人的 肖天媳妇有些不满意 但是这里这么多人 又不好发现 只能等着 肖天见状 连忙拉着媳妇 上前帮忙 把称好的一个个拿出来 换框装车 来交货的人越来越多了 来了十多个 排起队来了 你的五十斤 七块五 去我媳妇那里 领吧 几个人没想到 捡点蘑菇 就能卖这么多钱 拿着钱高兴坏了 后面排队的 看着前面领钱 纷纷有些后悔自己 没有多摘点蘑菇 人都走完了 肖露才称 嫂子那两筐 嫂子 一共六十斤 你都我按三毛收 一共是十八块 媳妇 给嫂子拿钱吧 肖天媳妇 等了半天 又帮了忙 心里本来还有气 但是看着兄弟 对自己这么大方 才知道 自己刚才误会了 他原来是怕别人 看到了自己的价钱 当即脸上笑开了花 兄弟啊 不是嫂子说你 你这也太没个城府了吧 村里这么多人 你让他们都去采 那蘑菇没几天 怕就没了 我们一家人自己 慢慢挣这钱不行吗 肖天看着媳妇说这话 怕弟弟不高兴 媳妇 肖露自己有想法 要你说三到四的 肖天媳妇 看了自己男人一眼 瞪了他一下 也没再说什么 在外面 要给自己男人面子 回家了想 怎么做就怎么做 肖露看着哥哥嫂子上火 连忙解释 嫂子 主要是 现在客户的量大了 而且九点半之前 就要送到 我们几个人 人手也不够啊 再说了 这山也是村里的资源 要是我们自己发财 到时候被村里知道了 说不准找什么麻烦呢 现在让他们去采 我们收 大家都赚钱 也没什么不好 肖天一听也觉得是这个礼 他媳妇心里暗恨 这两兄弟没脑子 他们家人手不够 他娘家那边 还有人吗 不过肖露说的 也是这个礼 要是被村上的人知道了 到时候还不知道怎么闹呢 不如现在给他们点天头 忙了一阵 总算是收完了 一共430斤 有些超标 但是肖露也不怕 到时候他们卖不完自己 可以在厂子门口卖 蘑菇这东西娇气 要是在家放一天 明天品项就不好了 村民忙了一早上 要是不收完人家 心里咋想 再说的话 也是自己说出去的 三个人装好车 拉着板车就出发了 去了城里 先给国营饭店 送了50斤去 谁知道饭店 今天有宴席 多要了20斤 肖露高兴得很 刚好自己收得多 又给制衣厂 送了100斤过去 剩下的全部拉到了斜厂 430斤 卖了215块 肖天看着这一搭钱 他们这一辈子 也没见过这么多钱啊 肖露带着三人 去外面 买了四双黄布鞋 本来想在鞋厂买的 但是国营厂 不单卖 没办法去外面买了 一块八毛钱一双 给四个人 一人买了双 又带着陈芝 去扯了几尺步 回去做件衣裳 现在有钱了 陈芝也不像以前一样 痛快答应了 肖露又给了哥哥100块 让他给嫂子 和孩子买点 肖天哪里肯要 刚才摩哥 已经给过钱了 而且还给的 比其他人高 这下再不能要了 肖露和陈芝坚持要给 肖天只收了五十块 也给媳妇买了五尺步 给两个孩子 买了五尺 准备拿回去 让媳妇自己做 刚好冬天也要到了 做好过年可以穿 第七章 收山货 肖露几人买完东西 就准备回家了 肖露却觉得 蘑菇的生意做不久了 想着在县城逛逛 看看还有没什么商机 逛了一圈 肖露发现 这个时候只有猪肉卖 鸡鸭这些都没得卖的 野味就更不用说了 肖露记得前几天 去山上采蘑菇的时候 还看见好多野兔 他们这里全是大山 靠山吃山也没问题 想到什么 立马就问肖天 大哥 我们这里有人吃野兔吗 肖天没想到 他忽然问这个 想了想说道 吃是肯定吃的 但是兔子跑得快 又在山里 村里人常年都在种地 哪有时间去抓兔子啊 七几年的时候 没东西吃 草跟树皮都被啃光了 那时候倒是有人去捉兔子 连铁鼠都吃 肖露心里有个想法 但是不成熟 又掉头回去国营饭店 问他们收不收兔子 那经理眼前一亮 直说要收 但是一天只要十只 肖露又去了好几家饭店 都说要 加起来每天要三十只兔子 说的是六块钱一只 肖露觉得这生意还不错 就是不知道抓得到那么多步 三人这才往回走 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回家 肖露家里 已经有人在等了 见他回来 连忙上前来问 肖露明早上还收蘑菇布 肖露有些意外 转念一想 他们可能是怕自己 只收一天就不收了 所以解释 明天收三百斤蘑菇 野菜也收 野菜一毛一斤 兔子也收 兔子三块一只 要活的 几个人一听兔子三块钱一只 眼睛都亮了 问完 就回家带着媳妇和工具 往山上跑了 肖露的媳妇叫刘英 是刘家村的 隔壁的刘婶 就是他们娘家一个村的 她和肖露结婚 就是刘婶宝的梅 刘婶昨天没收到信 肖露收磨过 今天上午才听说 肖露那里 蘑菇一毛五一斤 心中气恼 这个肖天和刘英 自己还是他们的媒人 有赚钱的门路也不告诉她 等在家里 想等着肖天回来了去找茶 肖天背着贝勒 下午太阳快落山了才回来 刘英 在田里远远就看见丈夫回来了 田里的活也不做了 赶紧回家 肖天一到家 贝勒还没放下 隔壁刘婶也来了 肖天 刘英 沈子平时对你们两口子不差吧 怎么肖露收蘑菇的事 你们不告诉沈子一声 有赚钱的门路 就想不起来沈子了 刘英听她这不讲理的话 正想还口 肖天连忙拉住她 沈子 昨天是我兄弟给村里人说的 我们两口子也不知道 你明早上上山去采蘑菇也行啊 我兄弟还收的 我猜从那边过来 野菜也收的 一毛钱一斤 还有兔子 三块一只 不过只要活的了 刘婶一听 兔子三块一只 这还了得 要是抓到两只 全家一个月生活费到手了呀 还是你小子靠谱啊 沈子还有事 先走了 刘婶说完 头也不回地往自家田里跑 看到自家男人 还在田里心里来气 当家的 当家的 你还在田里干什么 快上来 刘婶的男人不明白他在说什么 一边往上走 一边抬头问道 咋的了 出啥事了 着急忙慌的 刘婶看他的样子 气不打一处来 村里人都干嘛去了 你是一点不关心啊 你看看四周的田里 哪里还有人 全都上山抓兔子去了 刘婶男人姓陈 是陈家村的大姓 陈叔不明白 村里人有活不干 抓兔子做什么 问他 抓兔子做甚 别问了赶紧走吧 我们也上山 销路收兔子呢 三块钱一只 陈叔听到三块一只 眼睛都亮起来了 拉着媳妇说道 媳妇别急 我回家拿工具 抓兔子我有经验 靠人追哪里追得到 刘婶一听也是 自己男人以前还经常抓野兔 回来打牙剂呢 只是兔子肉少又腥 做起来废油 还要佐料 不然不好吃 他们吃了几次不好吃 也就不想去抓了 不知道销路收这么多兔子 卖给谁 刘英方才听到刘婶的话 心里有些气 自己赚钱的路子 凭什么告诉他 还想跟他争论几句的 自己男人又拦着 他指了指萧天的头说道 你呀 一辈子老好人 别人都爬你头上拉屎了 萧天笑了笑 安慰他道 媳妇 别气了 我不是看他住 咱们隔壁吗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你看看这是啥 萧天拿出一双黄布鞋 刘英看到 脸都笑成花了 买这个干嘛 家里还有的穿 家里的都烂了 补的不能再补了 扔了吧 刘英听见这话不乐意 那鞋底还是好的呢 补补下地还能穿 萧天看着媳妇笑了笑 节俭惯了的人 哪能忽然改了习惯 心里觉得 听弟弟的话听对了 又从背楼里 拿出那五尺花布 刘英还在看鞋呢 忽然眼前闪过什么东西 抬头一看 不可置信地看着丈夫 你给我扯的 萧天开心地点点头 你和两个孩子 一人做套新衣服 冬天可以穿 以后赚到钱了 咱们再做几身 刘英拿着那花布 翻来覆去地看了好久 忽然哭出来了 自己嫁过来这么久 还只是结婚那天 做了一身新衣服 现在的衣服 都是自己以前的 缝缝补补地穿 眼下扯了不来 一时有些太高兴了 看了看自己男人 一身衣裳 也是破破烂烂 心疼地说道 你咋不给自己 也扯一身 回来我给你做 萧天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我个子高 肺部 再说了我衣服多 爹剩下的衣服 还有不少呢 萧天说完 把兜里的五十块钱拿出来 刘英震惊的嘴巴张得好大 久久没法闭上 你兄弟是真发达了 蘑菇给了咱钱 这又给了 你说什么呢 兄弟是看我们日子苦 多给点 说我们以前他穷的时候 也经常接激他 现在他有钱了 多给咱们点 刘英想想也是 自己以前不知道 贴补他多少呢 看了看自己男人又说道 你也别怪我小气 咱们毕竟有一个家呢 两个孩子 等着吃饭 再说了你哪次 给你弟弟拿东西我不知道 还不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这钱放我这里存起来 等以后你弟弟 要是再困难了 我再拿出来用 萧天看着媳妇 直到他心地善良 笑着点了点头 刘英看着自己丈夫 包里揣着这么多钱 却只给自己和孩子买衣服 自己都舍不得买一身 有些心疼他 心里又有些甜滋滋的 又从兜里 拿出十块钱 揣在他兜里 这十块钱你拿着 明天也扯不回来 我给你做一身心的 萧天拿着钱 笑着点了点头 第八章 猪肉上门 萧露回家 还在想赚钱的事 陈芝回家 把东西收拾好 就抓紧做饭了 今天他还买了几个鸡蛋 想着萧露 这几天辛苦 炒鸡蛋给他补补 前天的肉还剩半块 陈芝拿出来一起炒了 肉和鸡蛋一起炒 再加点葱花 那香味 老远就闻到了 陈芝的大伯 也是陈家村的大姓 陈芝爹妈死后房子 就被大伯占了 陈芝大伯叫陈三平 住在村委 今天听着村里人聊天 才知道萧露发财了 这才找上门来 想着从他们这里要点 陈三平一 走到陈芝家外面 就闻到炒肉的香气了 趴在窗户上一看 好家伙 鸡蛋炒肉 看来萧露真是发达了 吱吱 吱吱 你在家吗 陈三平假装偶遇 在门口喊道 陈芝听见大伯来了 连忙把炒好的肉分 出来一半 藏在碗柜里 才走出来 小心翼翼打道 大伯 你来了 萧露这才知道 这人是陈芝大伯 不过他以前听说 这个大伯吃绝户 连陈芝爹妈的房子都霸占了 当即没给他什么好脸色 你来做什么 陈三平见萧露发火 有些气道 萧露 你这是什么态度 我是陈芝大伯 就是你大伯 你就是这么跟大伯说话的 陈芝从小就害怕这个大伯 又怕萧露吃亏 想上前劝解 萧露这时候说话了 你还好意思 提你是长辈 你占我老丈人的房子 为什么不还 我问你 陈三平也不怕他 不要脸的说道 那都是芝芝的 爷爷奶奶留给我的 再说了芝芝一个女孩子 都嫁出去了 还要房子干什么 你说是不是 萧露见他不要脸 自己也索性不要脸了 既然芝芝一个女孩子 都嫁出去了 就不是你家的人了 你还来找他干什么 以后别来我家了 陈三平怒火中烧 立刻发火 大声叫骂 隔壁住的几户人家听到了 都往这里赶来 见到陈三平闹事 都拉住他 开玩笑啊 他们刚从萧露 这里赚钱 要是陈三平耍魂针 把萧露打了 萧露怎么收获 他们去哪里赚钱 陈三平间大伙 都帮着萧露说话 知道自己今天 再待在这里 也没好果子吃了 又骂了几句 骂骂咧咧地走了 萧露见他走了 这才给几位邻居道谢 陈三平有些担心 又有些愧疚地看着萧露 萧露 对不起啊 我大伯他一直这样 以前我爹妈在的时候 他还会怕 后来我爹妈走了 他就立马把我赶出来了 萧露看见自己的老婆 哭着道歉 说不心疼是假的 走上前 把他拉到自己胸前 轻轻抱着他 拍了拍他的肩膀 陈三平哭了一会儿 又觉得有些难为情 自己从萧露怀里出来了 我们这里冬天外面 会上洞吗 萧露问陈芝 陈芝没想到 他忽然问这个 立马点点头 我们这地方 冬天冻得厉害 还会下雪 冻起来什么都做不了 只能在家里 萧露点了点头问道 我们冬天冷了怎么办 陈芝没想到 他连这个都不知道 指了指礼物说道 冷就烧炕 我们这里 反正不缺柴火 不过我们这阵忙完 就要去山上捡柴了 不然冬天没得烧 萧露听完点点头 两人这才去吃饭 经过陈三平一闹 那菜都冷了 陈芝又去热了热 看着锅里剩了些油水 又丢了点青菜下去炒 看着萧露的背影 陈芝决定 明天买点肥肉回来 按照萧露说的 炒蘑菇吃 萧露这几天这么辛苦 自己可不能亏待他 两人吃过饭 就上床睡了 萧露疲累了一天 躺在床上 陈芝身上传来一阵 若有若无的香气 萧露闻着那味道 倒是有些睡不着了 他转身过去 陈芝却已经呼呼大睡了 萧露看着他熟睡的脸庞 像是想起什么 微微笑了一下 第二 天天才刚亮 萧露的门口 就聚集好多人了 果然昨天收兔子的消息传出去 今天采蘑菇的量 就少了很多 萧露一共收了 三百斤蘑菇 五十斤野菜 兔子也收了十七只 离三十只还差得远呢 这山上兔子虽然多 但是那兔子满山跑 你追怎么追得到 抓兔子 必须要靠陷阱才行 意外的是 抓得最多的 竟然是刘沈家里的陈叔 他一个人就抓了五只过来 都是鲜活的 只是脚上有伤 萧露知道 他八成是吓套套的兔子 陈叔五只兔子 赚了十五块钱 两口子高兴得合不拢嘴 喜笑颜开地 往家里走了 想着回去吃点饭 又上山去 多下点套子 明早上绝对有收获 萧露拉着菜去交了货 又去国营饭店 给他们交兔子 因为数量不够 只给了七只 剩下十只 其他五个店每家两只 十七只兔子 就卖了一百多块 刨去成本 还有五十多块赚 这可比蘑菇赚得多了 主要是兔子也不重 莫那么费劲 一百斤兔子 就能抵四百斤蘑菇了 萧天也觉得 这买卖划算 就是兔子不好捉 萧露心里 已经有想法了 就是现在还没有信 就先不告诉他们了 三个人卖完货 又去肉联厂 买了点肉 旁边就是供销社 但是萧天 还是没舍得扯鸡齿步 十块钱留着 可以给孩子买几斤肉吃了 萧露带着陈芝回去 路过有卖糖葫芦的 萧露买了几串 一串给陈芝 剩下的给大哥带回去 嫂子和孩子吃 陈芝长这么大 还没吃过零食 今年二十岁了 才第一次吃糖葫芦 看着手中的糖葫芦感慨万分 慢慢吃进嘴里 陈芝觉得真甜啊 几个人回到家里 还是下午 陈芝回去把钱放好了 就下地里去看看自己的红薯 整天不在家 怕被人偷 那可是冬天的粮食 萧露坐在家里歇气呢 就见到 陈芝哭着跑回来了 萧露一惊 以为他和人吵架了 媳妇 怎么了 陈芝哭着跑回来 上气不接下气 红薯 红薯地里有野猪 好几只呢 我的红薯啊 都被吃了一半了 萧露听到有野猪 有些吃惊 这年头人都穷得啃树皮了 野猪怎么还出来了 萧露想着会不会 是这几天 村里人全都上山去了 满林子乱窜 野猪被吓到了 也跑下来找吃的了 萧露心中有个想法 只跟陈芝说了句 别去打扰他们 就往哥哥家走去 第九章 分猪肉 刘英正在家里 吃着丈夫带回来的糖葫芦 只觉得甜到心里了 他拿了一串 不舍得自己一个人吃 给萧天吃 萧天只吃了一颗 就说太甜了 让他自己吃完 刘英知道 丈夫这是心疼自己 看着他身上的补丁 越发觉得他老实 明明给了他十块钱 他都舍不得买一身新衣服 看着自己和孩子手中的糖葫芦 刘英只觉得 这糖葫芦真好吃啊 哥 在家吗 听见外面来人了 刘英走出去看 一见是萧露 脸上立马洋溢着笑容 现在他对萧露的态度 跟以前比不知好了多少 兄弟 你来了 你哥蹲猫坑去了 你找他有事啊 就在嫂子这里吃饭吧 嫂子这就煮 嫂子 不用了 我找我哥有事 嫂子你等会也去吧 把家里的工具带上 要趁手的 刘英不明所以 还以为要和谁打架呢 立马劝道 兄弟 咱们这日子才刚刚好点 你可不能想不开 又去干以前那些浑事啊 萧露见他想多了 正准备解释 萧天这时候出来了 刘英脸上带着些交集 正想让他劝劝弟弟 萧露又开口了 哥 快拿上工具 我地里有野猪呢 两口子一听 都有些愣 有野猪直接赶走 不就行了吗 萧露笑了笑说道 哥 我们现在还买肉呢 现在这不是县城的送上来了吗 刘英一听 脸上立马露出笑容 这个弟弟自从脑子被撞之后 越来越聪明了 萧露又说 哥 嫂子 救我们几个人不行 拦不住 刘英着急地说道 那咋办 我现在回家 叫我娘家的人来 等你娘家人来了 那野猪都跑了 我看陈叔下套有些经验 我们把他叫上吧 萧露说叫 刘沈丈夫萧天没啥意见 就是刘英对刘沈 一直有些不满 两兄弟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往刘沈家走去 刘沈两口子刚下完套回来 看见萧露两兄弟过来 连忙让他们进来喝水 萧露把情况给陈叔说了 刘沈的嘴角都快笑到耳朵去了 要是能捉住野猪 过冬的吃的都有着落了 几人拿了工具就走 萧露想着 自己家邻居 上次陈三平来了还帮忙 也把他们几家叫上了 二十来个人 浩浩荡荡地去萧露的地里 野猪也很凶猛 急了 还会咬人 几人去之前就说好了 带了鱼网 去了就用网套住 再绑住他的脚和嘴 众人说得挺好 结果去了地里 有四头猪还在不停拱地里的红薯 野猪凶猛 太多了也拿不下他 几人商量 只捉一头就好了 几人定好目标 就捉最大那头 看准时机 拿网子的一下 扑上去 把野猪网在里面 其他几头猪 见状全都跑了 被网猪那条生猛的狠 使劲想跑 几个庄家汉子都拉不住 陈叔看准机会 拿着绳子套住了野猪的头 其余人又上前套了几根绳子 那野猪被一群人拉了半天 也没什么力气了 摊在地上 剩下的人连忙拿绳子 套住野猪的嘴和脚 陈芝回去拉了板车过来 几个汉子抬出上车 拉回了萧路家里 等着宰杀 这年头 土地吓唬 自家养的生猪 杀猪了 还要交一半上去 再加上村里都穷 人都没什么吃的 更别说猪吃的了 萧路家杀猪 那猪声音叫得大 连村长都来了 村长还想着收生猪睡 到了一看是野猪 刚杀了还没退毛 摇了摇头就走了 农村人手脚利落 杀了猪就立马开水烫了拔毛 刚才还龙金虎猛的野猪 现在只剩下猪肉了 几个人抬着撑了一下 这头猪去了肚子里的 还有220 金 真是肥啊 今天抓猪的20多个 做饭太麻烦了 萧路想着 分点肉得了 萧路对着大家说道 今天咱们8户人抓猪 你们7户 一户分20斤肉 剩下的肉和肚子里的都归我 一是因为 它们是我发现的 再就是 它们把我们家红薯吃光了 我们家冬天没得吃了 众人都以为是来帮忙 想着顺便蹭一顿饭 哪里知道 还能分20斤肉回去 这肉可是难得 没票还要两块一斤呢 20斤就是40块钱 众人都在感叹 萧路舍得 唯独大嫂刘鹰 白眼都快翻到天上去了 感叹自己这个兄弟 大方过头了 话都说出去了 他也没办法收回来 只能这样了 众人分了肉 高高兴兴地回去了 萧路又叫住哥哥 把猪头给了一半给他 萧天不想要 虽说弟弟分得多 但是他们家的红薯都被吃完了 而且80斤肉 去了猪头也没什么东西了 萧路还是让他拿上 让他们回去放了肉 带孩子过来 自己这里吃饭 今天杀猪 有猪肝还有肥肠 萧路想着亲自下厨 两兄弟喝点小酒 刘鹰知道 今天兄弟这里好东西多 立马答应了 几人背着肉回去 村里人才知道 他们今天抓到野猪了 还分了20斤肉 个个羡慕不已 此后几天 他们天天去 自己红薯地里看 野猪却再没来过了 萧路把那肥肠 先拿到河里洗了几遍 这年头没有面粉 面粉自己吃都不够 用来洗猪肠 更是闻所未闻 萧路把猪肠 在河里冲刷了无数遍 又用苏打粉洗了几遍 最后放了醋洗 这才闻着没什么味道 这年代 没什么好佐料 不过 自家地里种的葱蒜还是有的 还有辣椒花椒 萧路把肥肠洗干净 切成小段 放了油下去 葱蒜辣椒爆炒一下 肥肠下锅 再加点水 慢炖一个小时 又从泡菜坛里 捞了点泡茶 做了酸辣猪肝 切了肉丝下来 也炒了一份 在旁边站着的陈芝看到 都惊呆了 萧路以前从没下过厨 陈芝不知道 她的手艺竟然这么好 菜做的是色香味俱全 自己在旁边 看着都流口水了 看着旁边站着的两个侄子 萧路加快了手上动作 又让陈芝去地里 摘了两个番茄回来 做了一盘番茄炒蛋 萧路又炒了个青菜端上桌 几人看了看对方 都有些激动 这一桌子上五个菜 竟然四个都是荤菜 这桌子菜 都是猪油炒的 平日里 没有吃过肉的几人 都有些忍不住了 萧路让大哥先吃 萧天这菜拿起筷子 加了一片猪肝 那味道 简直太好了 真是让人想把舌头吞掉 回味无穷 看着大哥开动了 剩下几人才开始动筷子 几个人都没吃过这种吃法 而且猪大肠 也做得没有味道 又香又好吃 两个侄子两下功夫 就干完两碗饭 还说要吃 陈芝连忙又给装了一碗 还好今天做得多 不然还真不够吃 萧路和萧天本来要喝酒的 结果菜太好吃了 也或许是太久 没这么放肆地吃肉 一下子忘记了喝酒 只顾着吃菜了 两兄弟饭菜吃完 才一人打了二两自家酿的包谷酒 这年头日子虽苦 但家家户户都喜欢酿点包谷酒 有时候家里来客人了 拿不出好菜 喝点小酒也能算一顿 两兄弟边喝边聊 二两酒没多酒就喝完了 萧路还想再来点 大嫂去让他们别喝多了 明天还要早起 别耽误事了 萧路想的是这个道理 萧路喝了二两小酒 有点醉了 陈芝扶她上床 她竟然觉得 媳妇越来越好看了 看着她咽红的小嘴 萧路酒精上头 没忍住 凑上去亲了一下 第十章 兔子畅销 萧路喝醉 亲了媳妇一口 陈芝还以为她忘了以前的事 转性了呢 没想到骨子里 还是跟以前一样 不过她和萧路也好久没这么亲密了 一时间有些害羞起来 萧路睡着了 陈芝给她脱了鞋袜 扶上床去 又打水 来给她洗了手脸 收拾完桌一碗筷 才回去睡觉 陈芝躺在床上 看着熟睡的萧路 想到自从她摔破头这些日子的变化 嘴角扬起了笑意 忽然又有些担心 她在变回以前的样子 在床上翻来覆去 好半天睡不着觉 这时候 躺在旁边的萧路 忽然翻身过来 一把抱住了媳妇 陈芝不敢再动 两口子就这样抱着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 陈芝就起来收拾 今天有人来交货 萧路喝醉了 想让她多睡一会儿 陈芝起来做好早饭 萧路还在睡 天就要亮了 陈芝才叫她起来 两个人还在吃早饭呢 村民就来了 萧路 你们还在吃饭呢 没事 你们抓紧吃 我们等会儿 几个村民说完就抓了条板凳过来坐 萧路没管他们 端起饭碗几口 吞了就拿撑出去 萧路啊 最近天气渐凉了 山上蘑菇没多少了 今天我们去捡的 都没昨天多了 几个村民 七嘴八舌地和萧路 说着山上的事 机公山那边 你们去没有 那边以前郡子多呢 陈芝问道 几个村民摇摇头回答 机公山郡子是多 但是太远了 你这里九点半就要收货 还得现摘的 时间不够啊 就算你提前去 这林子里 黑灯瞎火的 也看不见啊 萧路想想也是 不过他预计 蘑菇生意差不多 这两天也要终结了 再好吃 人家厂子 也不肯天天吃 昨天去送的时候 邪厂都在说 蘑菇吃腻了呢 萧路想了想说道 你们也可以去 机公山那边捡 捡回来晒干 我也收 三毛一斤 有多少要多少 但是先说好了 尝尝的不要啊 还有坏的烂的都不要 别人拿去吃坏肚子 还得找麻烦 你们别想糊弄我 几个村民 文言都眼前一亮 交了货 赶紧走了 萧路看着眼前的蘑菇 和一堆野菜 心里有些担心 今天会不会一只兔子 都收不到 等了一会儿 刘沈老公陈叔来了 两口子抬着箩筐来交货 萧路打开一数 竟然有八只兔子 陈叔 你这捉兔子的技术厉害啊 山上的兔子怕是 都被你捉了吧 萧路跟他开玩笑 陈叔是个老实人 有些不好意思说道 以前穷的时候 经常上山捉兔子吃 所以知道点门路 萧路笑着 给了24块钱给他 刘沈却一把接过 又数了一遍没错 笑咪咪的给萧路两口 打了声招呼 就回去了 交货的人 陆陆续续来了 有些还是昨晚上 分到猪肉的 看见萧路两口子 都是乐滋滋的 脸上的表情 都洋溢着开心 今天 一共收了200斤蘑菇 100斤野菜 还有20只兔子 比前两天 要省力得多 萧路和萧天路上 都没歇气 一下就拉到了 到了地方教了菜 又去国营饭店教兔子 哪知道那饭店经理 看着他来了 脸上的笑意 都剪不下去 一直跟他说 兔子做出来太鲜 太好吃了 来这里吃饭的人 多了好多 昨天七只还不够 今天很多人 一早就来等了 就想吃饭店的油炸兔子 萧路进去看了眼 国营饭店 确实不一样 舍得下料 把兔子全部切丁了 下油锅炸了一遍 又放了很多佐料 葱姜蒜 花椒大料下了许多 萧路看着 都流口水了 这些调料下去 做些靶子 都好吃吧 经理看他今天货多 让全都给他 萧路没同意 答应了其他几家饭店 不能食言 多少都得给人家留点 萧路给了饭店十只 那经理也是个人精 这段日子 萧路的山货送来 鲜得很 给他的业绩都提升了不少 上面领导还表扬他了 他还想着 让萧路多搞点东西来 兔子 山鸡什么的 在城里都是畅销品 几个厂的工人老喜欢吃了 看着萧路送来的兔子 当即让他们快点去送货 送完回来饭店吃饭 今天他请客 萧路也没想到 自己还没请经理吃饭 经理却要请他了 知道他估计有事要商量 也不多推辞 毕竟国营饭店 自己还没来吃过呢 几个人又推着板车 去了其他几家店 都是人气爆棚 生意好得很 看见萧路来送货 都让他多给 萧路今天量不大 还是一家店给了两只 几个老板 让他明天多搞点来 萧路只说 野生的哪里那么容易 有多少都送来了 货全部交完 萧路点了点 又赚一百多块钱 几个人返回国营饭店吃饭 经理姓郭 直接给他们三个 喝边聊 萧路加了一块兔子肉 给陈芝 陈芝天天收兔子 自己还没舍得吃呢 成本都要三块一只了 哪里舍得 此时兔子肉进嘴里 鲜香嫩滑 花椒和辣子 味中和得很好 吃了一口就想吃第二口 萧路和萧天也吃了 跟陈芝的想法一样 筷子都不由自主地 去加那兔子肉 尤其是萧天 根本没想过兔子 还能这么做 这么好吃 受伤的动作都停不下了 郭经理看着三人 笑着说道 好吃吧 不是我吹 我们饭店做的菜 外面都没有比得上的 我们舍得用油 其他小店 哪里赶得上 萧路三人 也连连点头 郭经理 其他店 我们也吃过 的确没有您这里好吃 那郭经理听到这话 又笑了 老爹 我请你吃饭 主要是因为 你这段日子送来的食材 确实新鲜 我们这里客人 都比以前多了不少 我想请你想办法 每天给我多送点兔子 有山鸡什么的 我也要 要保证新鲜 萧路点头回道 郭经理 我们农民实在 我每天送的货 你看得到 没有糊弄过你们 都是新鲜的 那郭经理 也笑着点头 几人吃光了 桌上几盘菜 才出门 这时候买米买面 都需要粮票 不然要贵许多 而且每天还限量 萧路 去供销社买米 一天只能买20斤 萧路想着 冬天要来了 没什么吃的 至少要囤100斤面粉 200斤大米才够吃 萧天见弟弟 买米买面 也跟着买 想着自己家人口 比弟弟家多 肯定也要多买点存起来 这段日挣钱 不就是为了 让家里能吃饱吗 两兄弟一人 买了20斤大米 20斤面粉 推着就回家了 第十一章 回娘家 萧路还没到家 就让哥哥挨家挨户 去通知 明天野鸡也收 让他们能抓到的 都弄来 萧天硬了 回家放下贝罗 就去各家各户通知 刘英看见 自家男人回来了 地里的活也不想做了 这几日 丈夫回来 都会给他和孩子们 带些东西 还有钱 刘英这几日 每日都在盼着 下午丈夫回来呢 算着时间回家 萧天野鸡 通知完各户回来 他们这个村子 在山里 也不大 就三十来户人家 本来靠着县城不算远 但是周围都是大山 没有好路 把他们村子 生生的穷成这样 刘英回家 萧天拿钱给他 刘英一看 只剩十来块钱 立马问道 今天只卖了这点吗 萧天在水缸里咬了水 喝了一口解释 今天货收的少 卖的也不多 再说 我还买东西了呢 萧天指了指旁边的贝勒 刘英走过去一看 好家伙 全是大米和白面 刘英有些激动 又有些兴奋地说道 我们昨晚上才拿的肉 你怎么今天 又买这么多米面回来 萧天见他也开心 自己也开心 觉得听弟弟的话 果然不错 明天还要接着买 兄弟说 马上到冬天了 要存粮 我想着 咱们现在好过些了 也要买点存上 我吃差点倒没事 你和俩的孩子要吃好点 再说 孩子们还在长身体呢 刘英想想也是 但是现在条件稍微好点了 也要给孩子吃点好的才行 不然以后长不高 刘英想到什么 有些难为情 又有些不好意思 嘴巴张张和和 许久都没开口 萧天见状问他 有什么事就说啊 我们两口子 还这么见外吗 刘英想了想也是 自己的男人怕啥 我是想说 咱们家的肉 有那么多 我想给娘家拿点去 你看成吗 我妈在家吃得也不好 我弟弟也有两个孩子呢 我就把猪头给他们拿过去 肉咱们自己留着 你看成吗 萧天没想到 媳妇说的这个事 当即赞成 本来条件好了 就要多帮扶亲戚才行 对媳妇说了句 咱们现在就去吧 回来天还没黑 以前你妈 还偷偷拿吃的接寄我们 你也别太小气 那猪头没什么肉 一家人哪里够吃 你把我们的肉 再割几斤过去吧 刘英听到丈夫的话 心里暖暖的 觉得自己真是嫁对人了 其他人哪里能这么大方 自己家都没什么东西 还管你娘家什么事 刘英用被篓装上了猪头 又装了点红薯 割了两斤肥肉 给娘家带过去 这年头肥肉吃香 可以炸了炼油 肉渣还能炒着吃 这点东西装了半被篓 两口子装着 就往娘家走 隔壁刘婶打招呼 刘英还喜笑颜开得硬了 这会儿她觉得 自己嫁这么个好男人 全靠刘婶宝媒 对刘婶也态度好了不少 两口子走在路上 萧天掏出自己身上的 十块钱给刘英 对她说道 这十块钱 你拿着 我不用 等会儿你给你妈吧 她那么大年纪了 让她拿去买点好吃的 刘英看着丈夫身上 破烂的衣裳 立马接话 不用 咱们给了若还给钱干嘛 我给她了 还不是被我弟妹拿走了 萧天却没想那么多 劝解她 你也别怪你弟妹 你娘家也是一大家子人呢 你想想 我们前段时间 过的是什么日子 要不是靠着兄弟 我们还吃不饱呢 这钱给她 要怎么用她自己决定 刘英想了想也是 自己嫁出来这么久 还没给娘家拿过什么东西 每次回去 妈还悄悄地给自己带点回来 不知道受了兄弟媳妇多少眼色呢 想到自己兄弟 她也释怀了 兄弟家也是好几口人吃饭呢 以前妈悄悄给自己拿东西 弟弟从没说过半个不字 这样一想 给十块钱也想得通了 两口子搅成块 主要是想着 快去快回 两个孩子还在弟弟家里呢 早点回来 还要去接孩子 刘英就是隔壁刘家村的人 走了四十分钟就到了 刘英的弟媳妇 也是刘家村的 叫王玉莲 王玉莲在自家地里干活呢 远远就看到了 大姑姐两口子来了 心里有气 自己家都穷得揭不开锅了 大姑姐家还经常来吃拿 自己婆婆又老是偷偷给 每次说她几句 丈夫和婆婆都看不上她 眼下看见姑姐这时候来 晚上估计又要贴上一顿饭了 王玉莲起身准备回去做饭 刘英远远就看见她了 玉莲 玉莲 快来 王玉莲见姑姐看见自己了 也没法躲了 从田里上来 看见姑姐背着背搂过来 心里有些忐忑 家里已经没什么吃的了 这两口子 背着背搂过来 想干什么 王玉莲走上前去打招呼 姐 姐夫 你们咋这时候过来了 要是以往她说这话 刘英肯定要多想 说不定还要呛她几句 今天却没有跟她一般见识 玉莲 你一个人在田里 妈和弟弟呢 走 我们回家吧 有好东西 刘英指了指自己的背搂 王玉莲却不在意 她家能有什么好东西 大不了拿几个红薯 妈和你弟在家呢 你弟这段日子腿疼 妈照顾她呢 刘英没想到 自己一段日子没回家 弟弟竟然腿出毛病了 立马加快了步伐 没多久就冲到了自己家里 妈 我来了 妈 刘田 刘英叫喊声传来 刘妈和弟弟刘田都出来了 刘英冲上前一看 弟弟的脚肿了 刘田 你的脚咋回事啊 王玉莲怕她回来拿东西 立马夸大说道 还不是家里没吃的了 刘田看见村头树上 有几个野柿子 想摘下来给孩子吃 乃成想摔了一跤 听见是摔的 刘英有些急 去找大夫看了没有啊 刘妈立刻安慰她 大夫看了没啥事 茶点药酒就好了 听见弟弟没事 刘英才放心了 萧天这时候 把贝勒放下来 刘英上前 把半边猪头拿出来 王玉莲的眼睛 一下就盯着那猪头 半天挪不开眼 妈 我们昨晚上 捉到一头野猪 村里人分了 这猪头 是分给我们家的 我拿过来 给你们吃 听见这话 王玉莲连连点头 刘英这次没骗人 确实是好东西 妈这里 还有一块肥肉 玉莲 你拿去把油炼出来 剩下的炒来 给孩子们吃吧 王玉莲眼睛 瞪得老大了 他们家已经半年 没吃过肉了 上次吃肉 差不多还是过年的时候 看见姐姐 确实带了好东西来 王玉莲也热情起来 拉过一条板凳 只让姐姐姐夫坐下 王玉莲想着 这肉今晚 先少切一点 姐姐姐夫还在 切了说不定一顿就吃完了 放好后 又出来陪他们聊天 刘英陪母亲和弟弟说了话话 看着外面日头 就说要回去了 母亲和弟弟 一直留他吃饭 他也不留了 从兜里拿出十块钱 妈 这是我们两口子 这些天挣的 你拿着 给刘天买点好吃的 鸡蛋什么的补补吧 王玉莲看着那十块钱 眼睛睁得老大了 暗叹姐姐这回 是真大方了 刘妈拿着钱 不停抹眼泪 往前的时候 自己给女儿拿点东西 媳妇老是说嘴 她自己知道 这个女儿不会白养 这不是来孝敬她了吗 刘英说完就要走 萧天看着对面的山 倒是想到了 对着王玉莲说道 弟妹 这几天 你们要是有空 就去山上捡蘑菇回来晒 我兄弟在收呢 三毛一惊 王玉莲没想到 还有人收这东西 这东西 满山都是 收去能赚钱吗 不过自己姐夫 肯定不会骗自己 当即点头同意了 萧天又给他们 说了注意的 只要哪一种 坏得烂得都不要 两人交代完了 才往家里走 王玉莲看着造坊的肉 和婆婆手里的十块钱 心里有些尴尬 觉得自己以前看错 这个大姑姐了 第十二章 想法 萧天两口子从娘家回来 紧赶慢赶 回家天还没黑 这时候才去弟弟家接孩子 萧露早上起来 就想起昨晚上的事了 卖完货回来 还怕两人单独相处尴尬 哪知道嫂子 把两个侄子送来了 侄子来了 萧露两口子 都有事做了 自然不觉得尴尬了 陈芝下午买了面粉 拿回来 就在院子里割了些韭菜 这两天 韭菜长出来了 长得很好 就是要快点吃了 陈芝把韭菜切了 放了两个鸡蛋进去 炒了一下 用发好的面包起来 做了十多个煎饼 直到半大孩子能吃 又拿米出来 熬了一锅米粥 在菜园子里 摘了点小菜 准备炒了吃饭 土地下户 就这点好处 各家都有地重 只要不懒 都有吃的 只是赚不到钱 穷些罢了 正准备吃饭呢 哥哥嫂子 来接孩子了 萧露留他们一起吃饭 陈芝又去地里 摘了根苦瓜 来炒着吃 这年头 能有菜吃 就算不错的了 他们这里 冬天天寒地冻的 平时苦瓜 黄瓜这些放得久的 他们都不舍得吃 经常出去挖野菜 这些菜能放 他们都想存起来冬天吃 刘英来了 也连忙上去帮忙 萧露看着那苦瓜 忽然想到一个办法 她想明天去城里看看 能不能搞到点薄膜什么的回来 搞个蔬菜大棚 趁下冻之前 再种点白菜什么的 几个人 吃完饭就回家了 萧露也想着早点睡 避免想起昨晚上的尴尬事 陈芝收射晚快回去 萧露就睡着了 陈芝也没管她 把白天烂了的衣服 拿出来补补 这个时候没通电 陈芝心疼没油 补了几针就停了 赶紧熄灯睡觉了 第二天一早 就有人在外面等着了 萧露踩起来 外面已经排上队了 萧露还没吃饭 还昨晚上的煎饼 还有几个 陈芝放在火上热一下 这两天 村里对面几座山的蘑菇 基本都被踩得差不多了 今天早上 没收到什么蘑菇 一共就一百来斤 倒是兔子多 有二十六只 还有五只野鸡 萧露笑着收了 野鸡个头小 萧露收两块一只 卖五块 利润跟兔子一样 今天东西少 陈芝就没去 正好他 还想去地里看看 上次那红薯 被野猪拱了 地里还有一些 他准备去挖回来 留着过冬 萧露今天 给国营饭店 送了十五只兔子 五只野鸡 那经理健壮 觉得自己请他们吃饭 是请对了 昨天才请了 今天供货量 翻了一倍 两兄弟卖完货 又去买了米和面 萧露还打了五斤麻油 买完东西 萧露想着去看看薄膜 在城里到处问 终于找到了一家 一问价格不敢买了 这时候薄膜贵得很 按米算的一米 一块五毛钱 按照萧露的想法 那得花多少钱 主要是冬天下雪大 这大棚 被雪一压就塌了 不划算 那大棚的钱 能买不知道多少白菜了 看着手里 剩下的几十块钱 萧露觉得 这样小打小闹 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还得有个产业才行 萧露早就看好了 自己家门口 有个水塘 里面也没鱼 要是能养点鱼虾 就好了 就是这里 冬天要上洞 水塘要养鱼的话 还得要再挖深点才行 要真的养鱼 鱼苗和萧露也是问题 萧露想着 去水产市场看看 萧天不知道弟弟的想法 弟弟走哪他去哪 萧露带哥哥 去了水产市场 但是这里的商户 也不是很多 也就时来家再卖 萧露打眼看了一下 全部卖的草鱼 黄鳝 还有鸡鱼啥的 没什么名贵品种 虾这些就更没有了 萧露想了想 这边太冷了 的确不适合养虾 以前听说养虾的 都是在广东福建那边 沿海地区 看来自己挖鱼塘 也适合养点草鱼什么的 不过萧露记得 水产好像是八五年 才开放的 现在自己养的话 不知道 要不要交税 得回去问问村长才行 要是交税 就少养鸡条 自己吃 两兄弟在城里吃了一碗面 就往回走 回去的路上 遇到好些附近村民 都在砍柴了 萧露想着 确实是要开始砍了 一个冬天好几个月 要烧不少柴火 萧露两兄弟脚长很快 一个多小时走到家 今天的蘑菇卖得不好了 两个厂子都吃腻了 让明天别送了 萧露想想也是 连着吃了六七天 又不吃肉 再好吃也腻 萧露回家 挨家挨户去通知 明天不收蘑菇了 村民捡到的蘑菇 全部晒干他再收 三毛一斤收 明天只收兔子和野鸡 萧露想着兔子野鸡 能多收点就更好了 他想做一批烟熏的辣制品 留着冬天出去卖 指定好卖 这些地方 天寒地冻的 冬天缺一少肉 要是有辣味吃 萧露自然不愁的 今天鞋场和制衣场 都不要蘑菇了 萧露顺嘴问了一句 他们要不要兔子野鸡 没想到 两个厂子都想要 只不过要的不多 一天食制 这也主要是给领导吃 还有客户来了吃 工人平时没吃那么好 几天才有一顿肉的 萧露坐在自己的坝子里 看着对面的大山 心里有些愁绪 这段日子 村子里的人全都上山去了 但是兔子的数量 还是供应不上 应该是上山的人多了 山上的动物都吓到了 到处跑 轻易不敢出来了 萧露想着 要想做大 就不能只在本村里面收 其他村里也可以试试 但是其他村里没熟人 谁会信自己的话呢 萧露想到了嫂子留婴 他们家在隔壁村子 离得又不远 倒是可以去他们村上 宣传一下这个事 萧露坐视雷厉风行 说干就干 立马背着背楼 叫上陈芝 去哥哥萧天家里 商量这事 陈芝正在家里忙活 不知道萧露要做什么 着急忙慌拉着自己就走 走到半路才知道 去哥哥家 他还埋怨萧露 刚才不早点说 自己地里收回来 得红薯可以给哥哥拿点 两口子走到嫂子家 只有两个侄子在家看家 哥嫂都不在 一问侄子才知道 哥嫂都上山去了 一是为了吓淘淘兔子 再就是砍柴回来 家里没柴烧了 第十三章 养殖 萧露两口子 在嫂子家等了很久 两人都没回来 萧露看天色渐晚 今天就是去也来不及了 就让陈芝先回去 自己在这里等 陈芝也想先回去做饭 等会儿天黑了 又要点煤油灯 废油 萧露坐在哥哥家 和两个侄子玩了一会 萧天两口子的身影 终于出现在对面的田梗上 两口子一人 背了好大一捆柴火 萧露一看 连忙上去给嫂子帮忙 刘英看到 她还有些意外 兄弟 你咋来了呢 找你哥有啥事吗 萧露帮嫂子放下柴火 又去帮哥哥 见嫂子问话才回答 嫂子 我是来找你的 刘英一听 还是找自己的 顿时有些好奇 兄弟 找嫂子什么事 坐下说吧 刘英倒了杯水给萧露 又给自己和萧天端来一杯 几个人就坐在自己冤霸里 嫂子 我和我哥今天又找了买家 人家都要兔子 不要蘑菇了 只是我们村抓的兔子 每天量也不够 我寻思着去隔壁村也收 你娘家不就在刘家村吗 刘英点点头 这倒是个好想法 只是万一都去抓兔子 太多了怎么办 咱们不是砸手里了吗 萧露文言一笑 多不怕 她还怕不够呢 嫂子 我自己去 你也知道 我以前在十里八乡的名声 我想着 请你带个路 去刘家村宣传一下 咱们收的价 还是和我们村一样的 刘英想着 这倒是个好事 她嫁出刘家村多年了 这一下回去 就带着村民赚钱 在村上不也是个名人了吗 以后别人不都知道 她嫁得好了 刘英心里越想越得劲 巴不得现在就去了 起身就要往娘家走 还是萧露拦着她 嫂子 今天点晚了 明天我送完货早点回来 明天再去 刘英一看 外面天都黑了 这时候去 回来都看不见 只得作罢 萧天看着媳妇和弟弟 都准备大展拳脚 心里有些担心 担忧地看着萧露 欲言又止 萧露看出哥哥想说点什么 主动开口询问 哥 你想说什么就说吧 这里又没外人 萧天想想 也不再犹豫 萧露 我觉得你嫂子刚才的话有道理 到时候 你这一宣传 十里八乡都知道了 一传十 十传百 咱们吃不下那么大量怎么办 刘英也跟着点头 萧露见二人都担心 知道不解释清楚 他们恐怕不安心 哥 嫂子 不瞒你们说 我现在不怕亮大 就怕没亮 见两口子都担忧地看着自己 又继续说道 本来这个事情没成熟 还不想跟你们说的 既然你们问了 我就说说 现在我们这里 还有一个多月就下冻了 冬天冻的酒 没什么东西吃 我收的商户要是多 现在卖不完 就用来做成风干肉 烟熏肉 冬天送到城里去卖 到时候 销量肯定好啊 萧天两口子一听 脸上都露出了笑容 觉得弟弟这个想法不错 萧露接着又说道 哥 到时候咱们收的兔子多的话 就把没受伤的挑一下 养起来 兔子繁殖最快 一窝生的又多 咱们养的几十只 冬天过完了 说不定就是几百只了 两口子一听这话 眼睛都发光了 尤其是萧天 感觉弟弟脑袋被砸了以后 人都灵光了不少 萧露这时候面露难色 说道 就是兔子养的多 没吃的 我准备就是 咱们这个月看情况 要真是收的多的话 咱们就多割草回来晒干 冬天拿出来吃 还有地里的红薯液给他们吃 听见要为红薯给兔子吃 刘英心疼起来 萧露知道他的想法 立刻解释道 我说的这也是个想法 实际能不能诚信还不知道 再说了 到时候 我可以收去县城附近收萝卜啊 那边萝卜种得多 咱们便宜收来养兔子 萧天听了也点点头 头几天去县城送货 那边萝卜几分钱一斤摆着卖呢 他听弟弟一讲 觉得这是个生财的方法 对着他点了点头 哥 咱们明天走早点 路上再走快点 多去联系点买家 我看到城门边上 还有个罐头厂呢 到时候咱们也去问问 萧天听完笑着点点头 觉得弟弟真的是懂事多了 又聪明 心里甚至有点感激 王铁柱了 要不是他这一推 弟弟说不定还没这么聪明 还跟以前一样不着调呢 萧露说完就回去了 刘英在家一边做饭 一边想着明天回娘家的事 觉得面子上有光 又想到萧露说养兔子那事 那不就是个体户了吗 刘英以前做梦也想不到啊 一辈子庄稼人 有天还能成为个体户 自己做生意赚钱 想想都觉得美 刘英越想越开心 在造房唱起歌来了 隔壁刘婶听到生意 在自家的土房缝隙偷看 看了半天没什么特别的 心里觉得 肯定是萧天良兄弟 今天赚钱了 萧露回家 陈芝饭都好了 两人正准备吃饭 陈三平又来了 陈芝看见大伯 打心里害怕 不知道说什么 倒是萧露不处他 上次不是让你别来我家吗 怎么不长记性 又来了 陈三平也不想来 萧露那人以前是个魂不令 三句话不合 就喜欢动手 陈三平虽然是个无赖 但是萧露是个流氓 无赖也怕被流氓打呀 实在是知道 萧露这几天在收兔子 三块钱一只呢 陈三平知道一个地方 他老婆的娘家 叫比加山 那里兔子最多 他也想去抓来卖 又怕萧露不肯收 所以今天说何说何 芝芝啊 我好打也是你大伯啊 供你吃穿到这么大 你就这么对大伯的 陈芝不敢反驳他 只好生好气地问他 大伯 你来干什么啊 吃饭没有 一起吃吧 陈三平看着桌上的菜 炒蘑菇 炒青菜 还不如自己 夹今晚上的 顿时白白手 芝芝啊 萧露 大伯今天来 是想问你们借点钱的 陈芝一听大伯想借钱 乃能答应 又不知道怎么推辞 只好看着萧露 借钱没用 想用钱 就自己去挣 萧露啊 大伯年纪大了 哪里还挣得到钱啊 你给大伯指个门路呗 萧露见他 还真是不要脸 想到自己收兔子 立马有了主意 这段日子 我这里收兔子 山鸡 兔子三块一只 要活的 山鸡两块一只 也只要活的 你要是能弄来 我都收 陈三平来要的 就是这句话 这下萧露说出来了 他就放心了 立马对陈芝说道 芝芝啊 既然这样 大伯这就回家 想想怎么捉兔子 第十四章 谈生意 陈三平说完话就走了 萧露这才反应过来 他怕是来试探自己的 怕自己不收他的活 萧露觉得 他纯属是想多了 两个人吃完饭就睡了 今天萧露想得多 有些累 早早上床躺着 陈芝收拾完屋里 进屋一看 萧露又睡着了 陈芝心里有些别扭 三过年 萧露都二十三了 自己也二十一了 该是时候 要孩子了 以前他们两口子穷 萧露又不走正路 陈芝不敢要孩子 怕生下来养不活 晚上都躲着萧露 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条件变得好些了 而且萧露现在又勤劳踏实 两个人一起努力 陈芝不怕生孩子了 但是 看着萧露背对着自己的样子 陈芝又觉得萧露 是不是不想要孩子了 不然怎么转性了 这段日子都没折腾自己了 陈芝虾想许久才睡着 第二天递来得有点晚了 萧露还掀起来了 灶上生了火 陈芝一看锅里 还煮着粥 正在冒腾腾的煮呢 陈芝觉得萧露的变化 真是越来越大了 饭煮上了 陈芝去菜园里 摘了点青菜回来炒上 又从坛子里搞了点泡菜 简单吃一顿 没过多久 交货的人都来了 萧露昨天就聊到了 几天货没有多手 今天一共收的野鸡才四只 兔子也才二十只 还没昨天多 萧露想着 今天回来 要快点去刘家村才行了 这样下去 货供应不上了 几口吃完饭 萧天也来了 一看 只有这点东西 也有些诧异 加上野菜 才将近二百斤 还没有以前一天的蘑菇量多 萧天想着 弟弟的想法 果然是对的 两兄弟拉着车 走得飞快 到了城里 才刚刚九点 萧露交完货 又到处看了看 看到了县政府家属院 这里的妇女 买菜回去 都提着肉 要么就买了鸡蛋 一看就是条件好 萧露想着 提前把点猜好 到时候冬天就来这边卖货 两兄弟踩完点 又去了罐头厂 没想到 看门的老头死活 不让他们进去 萧露也是没辙 看到那老头抽叶子烟 心里有了想法 回去的路上 萧露问萧天 那里有香烟票吗 萧天一脸疑惑 萧露 你现在生活刚好点 就想着抽香烟了 我跟你说 那玩意儿 可是个无底洞啊 你可不能沾 我听说 那香烟都是五块一盒呢 够一只野鸡的钱了 萧露见哥哥误会自己 哭笑不得 解释道 哥 你误会了 刚才那老头 不是不让我们进去吗 我看他抽烟 想着明天 去供销社买盒烟 到时候给他两根 不就好说话了吗 再说了 咱们现在 也算是做生意了 整天也需要带包香烟在身上 关键时候 还要打点别人 萧天知道 自己误会弟弟 有些尴尬 又想着 确实是这个道理 哪有空手让人办事的 只有村长有烟票 城里人一个月有一张 咱们农村饭都吃不上 哪还有钱买烟抽 据说一个村一个月 也只有几张票 都在村长那里呢 萧露听完点点头 就是不知道 这村长好不好说话了 这年头 你有钱没有票 供销社也不卖给你 香烟是定量的 必须见票卖 萧露想到自己下午 还要去刘家村 从兜里 掏出十块钱 递给萧天 哥 下午你去村长家 看看弄两张烟票来 他要是不给 你就用钱买 咱们明天 要买几包香烟才行 萧天点点头 有些意外 要两张才行吗 一张票可以买两包烟 还不够吗 越多越好 咱们进了罐头厂 还得给那些管理啊 经理啊 一包两包哪里够 以后做生意 烟带在身上 才好办事 萧天想着是这个道理 又想了想村长 心里想着 一定弟弟 交代这事办成 萧露兄弟两个 今天没吃饭 就回家了 因为说好了下午 去嫂子娘家 陈芝也提前来等着了 中午都在嫂子家吃饭 这时候饭已经做好了 就等着两兄弟回来了 刘英昨晚上 就在等下午回娘家了 今天说好在他家吃饭 他早上收完货 就回来做饭了 今天他难得这么大方 蒸了一锅米饭 又蒸了一锅白面馒头 自己做了几个窝头 就咸菜 炒了一盘猪肉 凉拌了一盘野菜 还炒了个青菜 萧露两兄弟一回家就开饭 两个侄子一看见 白面馒头高兴 坏了 一手拿一个 萧天见状 心里有些苦涩 自己从小就是苦过来的 他决定 以后一定要好好努力 让孩子过上好日子 吃完饭 刘英晚都不喜 就带着萧露 和陈芝去了刘家村 刘家村离这里不远 三个人走得快 半个小时就到了 刘英到了娘家 家里才在吃饭 刘英看着 坝子里晒的蘑菇 心里对蒂西很满意 觉得自己的话 他们还是听进去了 王玉莲一家正在吃饭 看见大姑姐又来了 立马起来迎接 以为她又带了好东西 到了一看没拿东西 她小叔子还来了 估计是来收蘑菇来了 但是自己家的蘑菇 还没晒干 心里有些愁 姐 你们来收蘑菇了 这还没晒干呢 萧露老远就看到 地上晒的蘑菇了 这种蘑菇 要晒得太阳大 不然蘑菇容易生虫 而且品相不好 萧露拿起来一看 黑漆漆的一看就是没晒好的样子 嫂子 你这蘑菇这样晒不行 太阳大才行 你这晒出来都黑了 不行你就用火 慢慢烘干吧 王玉莲没想到 品相不好的也不行 心里想着想 赚她点钱也不容易 这时候 刘英才开口 玉莲啊 你吃完饭 就去村里 找点年轻的人 过来咱们院里 有个赚钱的活跟大家说 一听赚钱 王玉莲眼前一亮 姐 啥赚钱的活计啊 先跟我说说 见弟妹好奇 刘英也不隐瞒 把收伤货的事情说了 听见兔子野鸡 两三块一只 王玉莲高兴 坏了 这不是一条 生财的路子吗 姐 这么赚钱的事 干嘛让别人干啊 咱们自己搞不就行了吗 萧露怕她不肯帮忙 连忙上前解释 我们要的量大 就我们几个人 一天才抓几只 所以 要全村都抓才行 王玉莲 还是有些不乐意 虽然他们要的多 但是山上兔子 就那么多 村上都去了 自己不就赚得少了吗 刘英没想到 什么都想好了 在弟媳妇 这里掉链子 气得想要骂她 萧露阻止她 自己上前说 嫂子 你看这样行不行 以后你们村里的兔子 统一交货到你这里 每个兔子我 再给你两毛钱 提成怎么样 王玉莲一听脸上 立马喜笑言开 当时就同意了 第十五章 规划 刘英没想到 王玉莲还有这能力 竟然还要提成 心里有些不高兴 觉得她让自己 在兄弟面前 没了面子 萧露却轻轻冲着 刘英这才熄了火 果然 这事儿一说定 王玉莲饭也不吃了 着急地跑了出去 刘田的脚 这两天好多了 看见姐姐的小叔子来了 也扯了条凳子出来聊天 王玉莲去了 大概半个小时 就回来了 她一回来 就从屋里拿来许多板凳 隔了一会儿 就陆陆续续 有人上门了 刘英和王玉莲 忙给人递板凳 那些村民才认出刘英 英子回来了 一个婶子 给她打招呼 刘英连忙回应 婶子 我也是刚回来 几人寒暄几句 陆续人多起来了 玉莲啊 你叫我们来 说 是有赚钱的门路 你到时候说说啊 几个村民 起了个头 众人全都七嘴八舌 得说起来 王玉莲嘴皮子 也是个利索的 两三句话 就叫了这么多人来 看见大伙都在问 她立马上前 大家伙先别说话 这次我叫大家来 其实是我姐让我叫的 他们家现在收山货呢 下面的人 都想问问什么山货 肖露这时候才站出来说话 大家伙 我也不是外人 刘英是我嫂子 我现在做山货生意呢 现在也是想着 带大家一起赚点钱 众人一看 这不是刘英家 那个流氓小叔吗 众人心里都有些打鼓了 觉得不太靠谱 肖露又继续说道 我主要是收兔子野鸡什么的 野味 大家可以上山去逮 每天就在玉莲嫂子家交货 野兔我收三块钱一只 野鸡两块一只 只要活的 众人一听这还了得 下面坐着的人 立刻炸开锅了 全都在讨论这个事 这时候 下面有个书问了一句 刘英啊 我听说前段时间 你们村里在收蘑菇呢 有没有这个事啊 刘英想着 自己表现的机会终于来了 立马答话 三叔 看你说的 收蘑菇就是我兄弟 一毛钱一惊呢 啊 蘑菇一毛钱一惊 这怎么不早说啊 我们不知道这个事啊 一群人听到蘑菇 都一毛钱一惊 纷纷不淡定了 讨论起来 刘英看大家的焦点跑偏了 立马又说道 蘑菇我们现在不收了 主要是过季了 我们主要是收山鸡和兔子这些 要活的 死了的不要 乡亲们要是抓到了 就送到我娘家来 交货给我弟妹就行 每天下午结账 价钱就是我兄弟 刚才说那个价 刘英说话 众人都有些相信了 再加上前段时间 几个村都在传 陈家村卖蘑菇发财了 这下他们全都相信了 小鹿说的是真的 要真是这样 那肯定下午就上山去捉了 三块钱一只 捉几只兔子 就可以买几斤肉了 这买卖划算 可以说是无本买卖了 村民又仔细问了心中的问题 这才回家 临走之前 肖露还告诉他们 有亲戚的话 也可以告诉他们 有多少收多少 这些村民全都高兴地要命 刘家村的事定下来之后 肖露才往家走 半路上 刘英还数落肖露 给王玉莲提成的事 肖露啊 我这个弟媳妇 那是见钱眼开的人 他又没帮多少忙 你就给他两毛钱 你也太大方了 你不算算 那是多少钱啊 肖露见嫂子 还在欲结这件事 也不多说笑着解释 嫂子 你弟媳脑子好使 人也聪明 给他点提成也没事 再说了 刘家村这边 也要找人做这个事 不然每天早上就那点时间 我们哪里忙得过来 咱们趁这个月都赚钱 下个月上洞了 也没得收了 兔子都不出来了 那不得抓紧时间吗 刘英一想 肖露说的也对 本来吧 给弟弟家赚点钱 他是没什么话说的 主要是王玉莲做这事 没给他面子 他觉得 自己面子上有点过不去 几个人回到家里 都四点多了 肖天已经回来了 看见弟弟回来了 忙走上前问 怎么样 办成了没有 刘英上前自豪地说道 赚钱的事 哪有办不成的 陈芝看见刘英神色 赶忙上前附和道 全靠嫂子 才办成这个事 肖天看着媳妇笑了笑 掏出兜里的票 递给肖露 肖露一看有三张 哥 你搞到三张 花了多少 我不及你 肖天掏出兜里的五块钱 递给弟弟 五块钱 村长那烟票根本没人要 我给钱 买他把三张都给我了 我跟他说了 下个月还给咱们留着 肖露没想到 哥哥拿五块钱 就把事情办了 顺利地出奇 现在一切都走上正轨了 下一步就是要扩大肖露才行 先看看明天能收多少货 肖露现在一心想着做辣货的事 要是货源不足 做起来也麻烦 两口子看天色不早了 从哥哥家往家里赶 肖露在路上想起 才问陈芝 媳妇 现在咱们家一共有多少钱 最近赚的钱陈芝 都保管得好好的 巴不得一天数三遍 肖露一问 他立马就回答出来 780块 肖露算了算 780块 满打满算 能收200多只兔子 现在本钱还是太少了 这两天要多去跑几个单位 争取在上洞之前 多赚几百块钱 这样以后做辣货 才有本金和周转资金 一切都考虑好了 肖露也不再迟疑了 准备搭干一场 晚上回去陈芝做饭 肖露坐在桌子上一看 韭菜炒蛋 韭菜饺子 清炒韭菜 他疑惑地问了句 媳妇 怎么全是韭菜啊 咱们家没肉了吗 陈芝文言 脸色羞红 支支吾吾地说了句 别问了 快吃吧 肖露有些疑惑 忽然想到韭菜的功效 壮扬的 又看了眼 陈芝双脸飞红 心里想着他 不会想那事吧 肖露犹豫了许久 试探地问道 媳妇 你 话还没说完 陈芝也不装了 立马接话 我想要生孩子了 扑 肖露嘴里的饭全喷了出来 没想到 他忽然变得这么大胆了 这些话也说出来 肖露考虑了一会儿 斟酌地对他说道 媳妇 我还不想要孩子 陈芝听见他这句话 脸上立刻惨白 眼里泪水 也聚起来了 像是受了什么大打击一样 肖露见壮之他误会了 立马解释 媳妇 我不是不生 是暂时不生 陈芝文言 不解地看向他 媳妇 我都规划好了 我们目前的任务 就是赚钱 我准备咱们冬天养兔子 假如咱们养五十只 等开春 咱们说不定 有三百只了 这就够咱们两人累的了 再说了 我们俩爹妈都死得早 要是这时候 怀了孩子 还没人帮我们带啊 陈芝一听原来是这样 确实是 等赚到些钱了 再养孩子 也不迟 第十六章 合作 肖露今天早上起来得很早 今天预计 兔子比昨天多 再就是昨晚 和陈芝 因为生孩子的事 闹了矛盾 肖露现在 虽然在这里努力奋斗 但她那是没办法 不努力 连吃都没有 肖露还想着 万一啥时候回去了 她可不想 留个孩子在这里 到时候她回去了 孩子的年龄 说不定还比自己大 这算什么事 不过这些事 只能自己想想 要是给陈芝知道了 估计又觉得 她脑子坏掉了 肖露想到 那个赤脚医生 现在心里 还想骂她呢 简直是胡说八道 肖露起来 在自己家地里 寻思了一圈 看着自家的土豆 都长得挺大的了 过几天有空 也要挖回来了 那么大一片地 要是又被野猪攻了 沉枝不得心疼死 不过 看着那么大一片地 都种的土豆 肖露心里想着 拿来做点什么好 村里好像 家家户户都种的土豆 不过现在 缺一少食的 都是肿来冬天吃的 肖露以前的爱好 就是做饭 各种小吃 都是手到勤来 每次和爸妈争吵的时候 自己都靠做饭 来消化负面情绪 想到自己的爸妈 肖露也有些心酸 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 不知道 那边的自己还活着吗 肖露想着 要是在县城里 摆个小摊 卖点旋风土豆 狼牙土豆什么的 应该很受欢迎 就是县城离得远 每天去摆摊费事啊 这个事情先放放 后面有钱了 可以先去县城 租间房子 弄个摊位 肖露打算得挺好 逛了一圈天光大亮 肖露赶紧回家去 家里已经有人 来交货了 肖露看着今天的货 还不错 比昨天还多 今天在自己村里 就收了30只 肖露看见笼子里 看着不像传统野兔 这种兔子 看着像肉兔 肖露把这只兔子 选了出来 让陈芝单独养着 陈芝不知道 她只留一只 兔子有什么用 也只好放在笼子里养着了 两兄弟 今天收了30只兔子 5只野鸡 没多少东西 陈芝也不用跟着去 两兄弟自己 就能搞定 推着板车 还要去刘英的娘家收货 刘英也跟着去了 第一天去收货 自己怎么样 也要去看看 肖露和肖天推着板车 走了半个多小时 就到了刘英的娘家 她娘家在路边上不远 路好 板车推着不累 肖露过去一看 王玉莲已经收到货了 肖露数了数 22只兔子 4只野鸡 看着也个个都很鲜活 下路感慨王玉莲 确实会做事 这仗也算得清楚 哪户人家多少只都寄好了 而且还是下午才付款 这样减轻了肖露的现金压力 现在货少倒是没什么 以后要是货多起来了 都得做账期才行 不然光是进货 就把钱全压上去了 肖露点好数 跟王玉莲打好招呼 下午来付款 王玉莲心里也直打突突 想着她万一不来咋办 不过看到自己姑姐和姐夫在这里 心里也有底气 肖露今天一共收了52只兔子 9只野鸡 两兄弟拉到城里 今天到得有点晚 10点了 肖露一看 好家伙国营饭店在排队了 小兄弟 你们总算来了 今天我这里客人排着队 我还以为你们不来了 怎么今天来这么晚啊 郭经理等在门口 远远就看到两人 连忙上前迎接 今天这两兄弟 来得比平时晚 他还以为他们 今天不来了 这段时间 他们店里 推出了山鸡和兔子之后 生意直线上涨 全是来吃野味的 昨天领导下来寻查 还夸他了 说附近几个城的饭店 就他这里业绩做得好 肖露今天兔子收得多 直接问郭经理想要多少 郭经理一看 有50只 想着中午和晚上的客人 一口气要了30只 野鸡也要了5只 肖露看着收到的钱 心里只感叹 弟弟的头脑聪明 简简单单就能赚到这么多钱 自己家几辈人 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 爸妈那一带过的 那是啥日子 现在他们 总算开始过好日子了 两兄弟交完货 其他几家饭店 生意也好得不行 附近几个厂子的工人 都爱上了这口 每天都来吃 工人一个月工资 也才八九十块 通常都是几个人 一人出一块钱点上一盘 尝个胃 喝点小酒 几个老板 都跟肖露说 明天多送点来 肖露笑着回答正在想办法 肖露送完货 又去了国营饭店找郭经理 小兄弟 怎么又回来了 是不是没吃饭 来我请你吃 郭经理笑容满面地 跟肖露打招呼 肖露倒是不想占人便宜 只要了两碗面 让郭经理找个包间单独说话 郭经理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以为是谈供货的事 单独开了个包间 肖露 你说吧 要谈什么事 是不是想长家呀 我告诉你 现在你这兔子的名声 才刚打出去 可不行涨价啊 而且我这收六块一只 我卖也才六块一份 你再涨价 我们赚不到钱了 肖露想着 你这六块一份 分量不知道有多少呢 看他误会了 忙上前解释 郭经理 你误会了 我是有生意和你谈 郭经理也不知道 他到底打什么算盘 只能随着他的话 往下说 哦 什么生意 你说说 郭经理 我有一些菜谱 可以给你们饭店 做出来 保证受欢迎 郭经理没想到 他说的是这个 顿时有些好笑 肖露兄弟 没看出来啊 你也懂厨医 肖露笑了笑 知道他不信自己 吃完面 看着店里 也没有多少客人了 他才继续说道 郭经理 你厨房 借我用用 我做几道菜 给你们试试 郭经理看着肖露 心想他不会 真的有点东西吧 考虑了一会儿 还是答应了 肖露别的菜都不做 就准备了几个土豆 做了个狼牙土豆 还有一个旋风土豆 端出来的时候 郭经理和几个厨子 都没想到土豆 还可以这样吃 纷纷有些惊讶 郭经理吃了一口 狼牙土豆 那滋味 简直不用说了 好吃得很 他又加了几筷子 几个厨子 也上手吃了两块 都是眼前一亮 他们又吃了旋风土豆 觉得有点意思 肖露啊 你这做法是挺好吃的 但是我们要怎么合作呢 而且 你这个菜 我们师傅也会做啊 第十七章 厨艺 肖露文言笑了笑 别急啊 郭经理 我还没说完呢 我会的 可不只是土豆 这只是 给你们随意展示一下 而且 这只是最简单的 郭经理觉得好吃吧 郭经理点点头 眼睛亮晶晶的 看起来炯炯有神 你们饭店 可以专门推出小吃系列 我每周 给你们一到两个新菜 但是卖出去的菜 我每份都要抽成 郭经理一听 连连摇头 兄弟 我们这可是国营饭店 哪里能抽成 连我都是领工资的 你说的抽成 那不是资本主义吗 郭经理也觉得 肖露胆子大 但肖露觉得 改革开放 就是为了让一部分人 先富起来 哪里能是资本主义 他想了想 决定拿出点实力 这样吧 郭经理 这个事你做不了主 可以跟领导请示下 成就成 不成就当我没说 你看怎么样 郭经理听他这话 自己想了想 也是这个事 轻轻点了点头 肖露知道 领导也要看到东西 才能说同意不同意啊 当即又到厨房 当着所有厨子的面 做了一份炸鸡 自己又熬了点酱 蒜蓉的 番茄的都有 炸鸡一端出来 边上吃饭的几个人 都围了过来 香味太大了 大家都忍不住围观 郭经理和厨师 都一人拿了一块 一吃 那味道 简直想连舌头 都一起吃了 个个都惊叹他的厨艺 边上的客人问了句 这是在做什么 肖露回了句是新菜 那几个食客 都是机械厂的员工 老顾客了 刚才端出来的时候 香味他们就闻到了 听到是菜 他们立马说了句 我来给你们帮忙 是菜 还得让我们这些老顾客来 才知道好不好吃啊 几个人说完 就拿起筷子夹了一块 吃到嘴里好扮上 都没说话 纷纷拿起筷子 又往嘴里夹 一盘子炸鸡几下就吃完了 郭经理 不是我吹牛 你们店里要是上这个菜 我天天都来吃 另外几个人 也跟着点头 郭经理看着肖露 看起来胸有成竹的样子 终于说了句 肖露这个事 我放在心上了 过几天领导来了 你等我馅儿吧 肖露高兴地笑了 又说了话话 交了几个厨子注意事项 两兄弟才往回走 肖露又去买了 二十斤大米和面粉 还买了五斤麻油 肖天看弟弟 买自己也跟着买 两兄弟回去的时候 也带满了东西 刘家村就在大陆边上 王玉莲吃完中午饭就在等了 一会儿在自家坝子边上 看见肖露来了没 这下子出来 看肖露终于来了 他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 肖露给王玉莲点好钱 把他那份也给了他 告诉他 以后有货送来 就让他先养着 他以后每天下午来拿 要是都早上收货 送到城里 人家都来不及做 王玉莲收到钱了 肖露说什么就是什么 痛快地答应了 这边打点好了 肖露才往家里赶 王玉莲送走了他们 高高兴兴地 去给村里人送钱了 村民们收到钱 哥哥没开眼笑 第一次在农村里 赚钱这么容易 家里年轻的 全部吃完饭 就先去山上下套 做完了 才回来做地理的活 下午又上山去看 为这事 村里人还经常争吵 原来有的人自己抓不到 就把别人套上的兔子 偷偷拿走了 肖露收兔子一试 十里八乡都知道了 这几天的兔子量 大得多了 有些抓到了 还走一个多小时 背到肖露家来卖 这几天货多 城里每天最大量 消化一百只 肖露这几天 都能收一百二三十只 他每天 把多的兔子留下来 只送一百只到城里 这段时间 肖露赚了不少钱 城汁那里 多有一千三百多了 早知道一千多块钱 在这个平级的年代 那是一笔巨款了 这段日子 县城的兔子生意不错 可以说是风米全城 肖露这两天去送货 每个店都在排队 那些老板 看见肖露个个 都喜笑颜开的 肖露想着 单一的吃法 没几天他们 肯定要腻 还是得开发 多种吃法才行 这天肖露去送货 郭经理看到他来了 热情得很 告诉他领导来了 让他去露一手 肖露兔子也不送了 让肖天去 肖露进了厨房 做了一份炸鸡 一份狼牙土豆 又想到 四川那边的兔子吃法 做了个冷吃兔 只不过没弄那么辣 肖露看到厨房有粉条 应该是老乡自己做的 肖露心下来了计划 又做了几碗酸辣粉 端出去的时候 几位领导 已经在等了 郭经理说的时候 几个领导 还不以为然 觉得他做的 不可能有多好吃 没想到一上菜 看到这些菜的样子 就要流口水了 郭经理更是吃惊 他们饭店兔子 一直是油炸的 这肖露今天 搞了一个冷吃的 看得郭经理 心里痒酥酥的 马上就想推广新菜了 市里的领导 一共下来了三位 看到这些菜 纷纷赶紧拿筷子上手 一吃那味道 简直是回味无穷啊 几个人一边吃 又在摇头 但是筷子却没停过 看得肖露 也是仗二和尚 摸不着头脑 吃了冷吃兔 又吃炸鸡 肖露今天 只做了蒜蓉味的 几个领导 吃了一口都露出吃惊的眼神 仿佛没想到 既能做得这么好吃 今天领导 来是零食的 肖露也没准备 机烟制的时间 其实还不够 但是这几位领导 却觉得够好吃了 虽说他们是 国营饭店的领导 好东西是吃过不少 但是现在 这个时代 物资紧缺 有好东西 也做不出好味道 没想到肖露 可以把平凡的东西 做得这么好吃 几个领导 都觉得郭经理的提议可以 他们又吃了狼牙土豆 刚才吃了肉 这下吃土豆 就没那么惊艳了 不过这味道 也不知比寻常土豆 好吃多少了 几个领导 刚刚好一人一碗酸辣粉 挑起来吃了一口 那味道 简直震惊了他们 没想到 红薯粉还可以这么做 他们以前 都是炒或者炖来吃 几个领导 看着肖露 笑着对他说 小伙子 有没有兴趣来 我们国营饭店干呢 管新菜研发的 工资我给你开糕点 肖露摇摇头 他今天一番表现 可不是为了 来当厨子的 第十八章 租房 肖露未来规划 可是要大展全角 怎么会在这小小饭店 做厨子 他立马走上去 对几位领导说道 几位领导 对做厨子不感兴趣 你们要是 喜欢我做的菜 就按照 我给郭经理说的 按提升合作 若是不喜欢 咱就当没这个事了 几个领导文言 笑了笑 互相看了看对方 都点了点头 肖露知道 他们肯定会同意 他刚才的话没说完 若是几个领导不同意 他以后 有本钱了 完全可以自己开店 到时候 这国营饭店的生意 可就不敢保证了 几个领导 确实欣赏他的能力 觉得他的菜谱好 决定单独开一个菜单 全是小菜 但是肖露提成的 按菜数提成 几位领导都不同意 太多了 根本不好技术 而且上级领导 也不一定同意 他们现在的方案是 按月给肖露分红 小菜销售额的3% 每月提成 但是肖露 要保证每个月 至少出两道新菜 先合作一年 肖露想了想 也同意了 这样有提成了 冬天要是辣货卖得不好 也有一份收益 至少家里的口粮 要保证上才行 肖露觉得 这店里的兔子 只做一个吃法 很快客人都会厌烦 又交了两道做法 给店里 一道用来争着吃 一道用来口 郭经理 当时就让店里的厨子 做来给领导尝尝 果然几个领导一吃 筷子都停不下来了 几个领导吃饭 完都要回去了 肖露这事做好了 也准备回去 又想到 前几天去的那个家属院 今天他准备再去看看 能不能在那儿 弄个摊位 那里地理位置好 就在城中间 要是真的租个摊位的话 一个月能赚不少钱 肖露走到了 县政府的家属院外面 这一圈都挺繁华的 但是店铺 这些是没有的 这时候买东西 都去供销社 自己做生意的 基本没有 也拿不到货源 肖露看了一下 路边的摊贩卖的 都是贝褒之类的竹制品 还有木匠 做了座椅凳子 这些在卖 山货这些事 完全没有 肖露走到一家门前 里面坐着一个 老大爷正在抽汗烟 肖露四下观察了一下 这家位置挺好 林街 是个好地方 肖露走到了 老大爷家门口 拿出上次买的香烟 红塔山 从里面抽了一只 递给那大爷 大爷 你一个人在家啊 那大爷也没想到 还能有人 给自己拿香烟抽 抽了一辈子汗烟 还没试过香烟的味道呢 连忙接了回话 我老婆就出去挣钱了 我一个人在家 肖露没想到 这大爷 还有软饭男的特质 老婆出去赚钱养家 他在家里享福 那大爷让他进屋坐 大爷 你们家就你们老两口啊 肖露进屋 拿了张小板凳坐下 跟大爷聊天 那大爷看着 有七八十岁了 肖露跟他瞎聊 大爷 您多大岁数了 八十了 有个儿子 打仗 上战场死了 肖露本来是闲聊 没想到说到 人家的伤心往事了 一下子也不知道 说些什么了 从包里又掏出烟 给大爷递来一根 那大爷却很开朗 觉得没什么 小伙子 没事 这都几十年了 我们现在生活 也有政府安排 房子也是政府安排的 没什么遗憾了 大爷脸上虽然在笑 但是说话的语气 有些颤抖 肖露估计 他是想起儿子了 八十岁了 除了儿子先走了 一时不愁 确实没什么遗憾 肖露不想 让大爷在想以前 得往事了 说起自己的来意 大爷 我是城外陈家村的 我准备过段时间 在这街上 做点小生意 我看您这个房子不错 您想不想出租啊 那大爷没料到 还有人想租他的房子 做生意 租是可以租 但是租给你了 我们老两口住哪啊 肖露一听 他这语气 有门 大爷 你们不用搬走 我们就占用你房钱一小块 卖点辣货 我们晚上 也不住这儿 就白天用 这时候一个老太婆 勾搂着腰回来了 看见家里有人 浑浊的眼睛 透露出一丝欣喜 他们家自从儿子死了 就被政府牵到这里 来安置了 平时一个亲戚 也没有 这么多年了 亲戚都以为他们死了 老头子 家里来课了 肖露连忙站起来 接过那老太婆 手里提的篮子 肖露一看 有几根青菜 大妈 您回来得正好 我跟大爷正在聊天呢 我想租你们房子 做点小生意 那大妈 一听也跟大爷一样的反应 担心房子租出去 自己没地方住 肖露又解释了一遍 大爷大妈 心里都挺高兴的 租出去了一个月 也有点收入 肖露本来想着 只用他们门前的地方 一个月 给他们十块钱 但是看着两位老人 实在是太孤苦了 承诺了 给十五块一个月 以后生意好的话 再多给点 那老两口高兴坏了 租出去 一个月有点收入 自己家门口做生意 以后还热闹 老头子在家 也不无聊了 肖露走的时候 那两口还出来送 肖露这才看到 那大爷双腿都断了 那大妈才说 大爷的腿 也是打仗的时候 上战场被炮弹炸了 肖露算着时间 应该就是 抗日那段时间了 心里对小鬼子的恨 又增加了几分 一切都安排好 肖露才往家里走 肖天上午 就回家了 这时候都去了 肖露家里等消息 肖露下午回来 天都快黑了 看见家人在等 加快了步伐 几步走到了家里 怎么样了 那事儿说成了吗 陈芝立马开口问 肖露点点头 成了 领导说 按月提成 销售额的3% 就是不知道 一个月有多少了 几人一听 心里都高兴了起来 不管有多少 也是一份收入吗 肖露又把租房的事儿说了 几人都有些震惊 现在这兔子 还没着落呢 肖露就已经把房租好了 肖露又把那 大爷劳两口的事儿 说了一遍 陈芝也觉得他们 实在是太难了 立马去把家里的红薯 和土豆 装了一倍喽 让肖露明天去的时候 给他们送去 肖露看着那筐红薯 想到自己刚来的时候 让他挖红薯来吃 陈芝还哭了 现在听到一个老大爷的 悲惨事迹 立马二话不说 就给人家了 心里觉得 陈芝真是善良 第十九章 销售订单 昨天改了时间 以后都是下午收获 肖露今天也没有早起 这么多天 终于可以睡个懒觉了 等肖露起床 村里人全都下地了 看见肖露出门 全都跟他聊几句 这待遇 比起以前的肖露 不知好了多少倍 肖露看着眼前的山村 绿草如荫 土房里的吹烟鸟鸟生起 忽然觉得干劲十足 既然上天给他机会来到这里 他一定要大展拳脚 赶出一番事业 以前他们上班的时候 不是经常被地理骂领导吗 要是自己生在那个年代 也能闯出一番天地 今天肖露觉得 自己的人生之路 才刚刚起航 趁着今天有空 肖露带着陈芝 去挖地里的土豆 一块地的土豆 陈芝一个人要挖好久 今天肖露在家正好一起收了 过几天就要开始做辣货了 时间来不及 两个人一起干活快多了 看着那么大一块地 一上午就收完了 这土豆在北方 是不是都长这么大个 肖露有些感叹 自己以前在南方生活 记得小时候家里的土豆 都很小一个个的 没有这么大的土豆 肖露把土豆背回家 陈芝已经在做饭了 今天中午他蒸了馒头 煮了米粥 肖露看了一下 不是很想吃馒头 看着刚刚挖回来的土豆 肖露想了想 自己在外面的狼牙土豆 就要上市了 家里的媳妇 却还没有尝过 肖露抓起几个土豆洗了 又让陈芝去捣点辣椒面花椒面 今天他就做狼牙土豆给他吃吃 陈芝捣完面回来 肖露正要炸土豆 看着肖露 把一壶油捣了一大半 陈芝的心都在滴血啊 这是什么吃法 需要这么多油 老百姓哪里吃得起 肖露把切好的土豆 放到油锅里炸 炸了一会 用竹签挑了一下 软硬适中就起锅 肖露想着 给哥哥嫂子也送点过去 做得多 这土豆一出锅 就是一大盆 肖露把炸土豆的油 放了一点进去 然后倒了盐 味精 花椒 辣椒 还有醋和酱油 这时候 酱油和醋都是 自己家做的 用着不心疼 加进去搅拌了下 调料也就这么多了 没有其他的 肖露把土豆搅拌均匀 吃了一口 味道还不错 陈芝这时候进来 看见这土豆 看着就妈妈辣辣的 肯定很好吃 拿起筷子吃了一口 她没想到 土豆还能做得这么好吃 瞬间又加了好几筷子 肖露让陈芝端了一大盆 给哥哥嫂子拿去 刘英吃了也说好吃 都觉得好奇 肖露以前连厨房都没进过 忽然厨艺这么好了 有些惊奇 他们一家 甚至都有些感谢王铁柱了 要不是她把肖露打醒 现在还不知道她是什么样呢 肖露吃完午饭 还要去收货 现在改到下午收货 时间充裕多了 陈芝在家里等村里的人交货 肖露去刘家村收货 肖露带着肖天去刘家村收货 没想到刘家村这几天 捉兔子山鸡的事 隔壁村也知道了 今天全都抓了兔子过来 肖露在刘家村 就收了一百多只兔子 十七只山鸡 这个量比前两天大多了 肖露看了还有几只兔子 不知是怎么抓的 毫发无伤 肖露想着拿回去养上 冬天可以培育他们多生几窝 肖露拉货回到家的时候 陈芝这边正在交货 今天本村的货也收了不少 加起来一起两百多只 肖露选了几对状态好的 准备留下养着 肖露家里是土房 旁边还有个小院 以前是他爸妈住 现在爸妈没了 正好用来养兔子 丢进去 门一关就行 也不费什么事 现在天气越来越冷了 肖露估计兔子 也送不了几天了 得赶紧多收点做辣货 今天他给几个村的人都说了 然后两口子又去山里 捡了几趟柴火 天气要冷了 柴火必不可少 两人去了四趟 住在大山里的好处 就是烧柴不用费事 村里好多人也在囤柴火了 肖露想着以后 每天收完货都要去捡几趟 这样捡十多天 冬天差不多够了 晚上两个人简单吃完饭就睡了 陈芝还提醒肖露别忘了第二天 给那对老夫妻送东西去 肖露点了点头应他 第二天一早 肖天就来了 今天他来得比以前早 因为要过来装兔子 昨天肖露收了两百多只 但他估计城里要不了那么多 就拉了昨天差不多的数去 剩下的留着过几天做辣货 两兄弟进城去 国营饭店的生意 可以说是爆满 外面还有人在往里走 肖露知道 他们这是做出特色来了 别人都好这一口 今天多给了饭店二十只 肖露交完货 又过来饭店看了看 今天他们的小吃第一天上市 肖露去后厨看了看 也尝了一下炸鸡 冷吃兔的味道 果然是厨子做的 教一下 做得比自己还好吃 肖露知道 明天生意只会更好了 郭经理说 就连附近几个国营厂的经理 晚上下班都不在厂里吃 每天来他们这里吃了 生意好了 肖露自然开心 可是马上就要过冬了 兔子也回窝里了 不好抓 而且那时候天寒地冻的 也不能让人去抓了 万一摔了碰了 不是影响人生计吗 肖露准备过两天 跟郭经理商量一下 送到立东就不送了 他到时候再教厨子 做几道冬天吃的菜 把生意保证上 肖露送完货 想起车上的土豆 这才给两位老人送过去 肖露没想到 两位老人这里 还有客人 爷爷 奶奶 我媳妇 让我给你们拉点土豆红薯来 肖露忙着卸货 那老太太连忙过来帮忙 肖露没让她动手 自己给她扛进去 肖露看着有客人在 放下东西就要走 老两口对她千恩万谢 房内一个客人 问老头肖露是谁 老头说 这就是方才说的 要租房子的年轻人 房里的一个客人 走过去看了那袋子 装了满满的土豆和红薯 这年代能这么舍得的人 不多见了 可见这小伙子 是一个时尚之人 小伙子 你租这房子 要做什么生意啊 其中一人问她 卖点辣货 我不占他们家里的位置 只有门口一点 小摊位 那人看了看 点点头 到时候 你送点到我们单位来 我们买点家餐 肖露不明所以 另一个没有说话的人 拿了一张纸条给她 她一看 上面写的地址 军区大院 这是找到大客户了 肖露没想到 出来送点土豆 也能遇到军区领导 第二天她才知道 这两人都是 以前老人儿子部队的领导 知道他们家的情况 半年或者一年 来慰问一次 这次肖露 恰好碰上了 第二十章 备货 肖露的辣货 还没开始做 就收到了订单 虽然不多 就五十只 但这也给了她信心 晚上她回来 把这事给陈枝 和哥嫂说了 几人都高兴不已 刘英甚至觉得 肖露现在这样 简直是祖坟冒清烟了 生意都做到军区去了 肖露也没想到 自己偶然送点东西 给一对老夫妻 竟然被军区领导看见 肖露觉得 这都是陈枝的功劳 要不是她让她去送些吃的 别人怎么会看见她呢 怎么会知道 他们的产品呢 几人吃完饭 下午去收货 这两日 十里八乡的人 都知道肖露收兔子的事 再加上快立冬了 全都要上山捡柴火 所以顺便的 不变的 都去下套了 附近几座大山的野兔遭了殃 今天下午肖露去收兔子 数量直接比昨天 翻了一倍 肖露一下 收了四百只 开心不已 陈枝却有些担心兔子吃食了 兔子吃什么 肖露早就想好了 家门口对面小河里 有不少水芹菜 这段时间 都可以去割回来吃 再说肖露过两天 就准备做辣货了 养不了几天 第二天一早 肖露就送货过去 今天拉了两百多只过去 肖露家里 还养着两百来只 肖露一去交货 果然国营饭店 生意火爆的要命 全都排队在等 肖露一看 兔子和炸鸡受欢迎 倒是这时候鸡贵 很多人一家只点一小份炸鸡 再点大份兔子 郭经理看到肖露脸 都快笑烂了 肖露说过几天山里 就没有兔子了 郭经理愁得 不知如何是好 这生意才刚刚起步 一下没了货源 肖露说 自己家里也养一些 冬天饭店 卖就要限量了 郭经理没想到卖吃时 还有限量的 这不是越多越好吗 肖露这才给他讲 什么叫饥饿营销 郭经理 你想想 假如你店里 每天只卖三十分兔子 我昨天来没有了 今天是不是还想来 而且 我每天来没有 来都来了 不可能不吃点别的吧 郭经理一想 也是这个理 他觉得 肖露这小子 有生意头脑啊 又提出 让他过来店里上班的想法 肖露笑着拒绝了 肖露心想 郭经理挣的 未必有自己多呢 送完货 肖露又去买了点米油 在县城转了转 还有卖红薯 和萝卜的 都很便宜 这应该是县城附近的村民 离城里近 什么都拿来卖 他去问了问 红薯才五分钱一斤 肖露觉得太便宜了 跟他约定要五百斤 让他回去 明天带来 那人也只是 卖家里多的红薯 没想到 遇见大主顾 两个人当即谈好第二天交货 肖露又买了二百斤萝卜 这下兔子过冬的口粮 没问题了 肖露过县城 路过城里的年米房 肖露进去一看 有好多卖夫 问了那人 也是半买半送 全买了 没想到回去太重了 车子拉不下 他和肖天两人 拉着也吃力 肖露想到 自己租房子的老大爷 放了两百斤在那 准备明天后天 每天拉点回去 今天做的事多 回去都是下午了 收货都紧急 没想到 刘英的弟弟刘天两口子 把货收好 直接送过来了 今天收的没有 昨天那么多 两个村 加起来也有三百来支了 肖露把钱结了 还留他们吃饭 但是 这时候的农村条件差 吃了晚饭 回去天黑了 根本看不见 夏天有月亮还好 冬天这时候 就是摸黑 两口子也不吃饭 高高兴兴地 拿钱回去给人结账 陈芝看着家里的兔子 有些发愁 这么多 要吃多少东西 这两天搁了芹菜回来 兔子还挺喜欢吃 但过段时间 就要上洞了 到时候就没这么多吃的了 肖露见他 还在为这是发愁 这才把自己买了 红薯萝卜的事说出来 陈芝没想到 这时候条件差的 家里红薯人 吃都不够 肖露还买了喂兔子 一时间也不知道 这生意是赚是赔了 这几天肖露每天送货 每个饭店都是爆满 肖露还特意等到 中午饭点去看 吃兔肉的人的确很多 肖露知道这东西 就像网红一样 过段日子 就没这么火了 自从立冬过后 天气一天比一天冷 兔子也不好捉了 肖露昨天 已经腌制好了一批辣货 三百多只 他准备后面再做一批 今年就收工了 今天在这里等 也是为了给几位老板 说说供货情况 最多半个多月 就要断工了 这些老板 一时之间 没有这个菜卖了 还有些不习惯 不过也理解肖露 毕竟要上山去捉 这天气 一天冷过一天 那不把人冻坏了吗 肖露承诺 辣货出来后 送到个店里去卖 几位老板 也相当赞同 这几天肖露送完货 都用最快的速度赶回去 要去山上多捡点柴火 冬天不仅人要取暖 家里的养的兔子也需要 两口子家的柴火 已经堆积成山了 还觉得不够 天天上山去 附近的邻居看到 都觉得奇怪了 捡了那么多还有捡 隔了几日 肖露又腌制了一批兔子 上一批的 已经放在架子上 吹了几日了 这几日风大 正适合做风干肉 这一批有四百多只 他准备做烟熏的 这批货做完 今年冬天 就可以正式休息了 每次杀兔子 家里的亲戚 和附近的邻居 都来帮忙了 肖露觉得 现在量小 达不到请人的标准 到时候自己就 买点啥回来 感谢他们一下 今天肖露去送完货 到处去逛了一圈 也没发现 什么适合送礼的 最后去了供销社 想买罐头 结果那罐头一个 要两块五 好家伙 顶得上猪肉了 肖露苦笑了一下 这年头 做点什么都不容易啊 一时没钱 再是限量 这两样 加起来可以说是什么 都做不成了 肖露还是决定 买五斤肉 回去算了 早点吃 再说了 除了嫂子娘家人 其他都是本村的人 早点晚点回去 都没关系 自己做菜省前省事 主要是 那罐头贵不说 而且还限量 只能买两个 这哪里够啊 人家一家给一个 还有些拿不出手呢 干脆做炖饭 请大家一起吃算了 肖露买好肉 又去水产市场 买了一条大草鱼 五六斤呢 准备回去 做个水煮鱼吃 又买了点 其他村里没有的菜 这才退着车回家 第21章 请客 肖露一回到家 就立马开始动手 陈芝这才知道 尽管要请客 肖露也是 去了城里才想起来 没跟陈芝商量 眼下东西 都买回来了 陈芝要反对 也没办法 况且村里人 帮那么多忙 也应该请客 陈芝洗手帮忙 肖露却不用他 让他先去请客 陈芝这才知道 肖露这想法 真是挺突然的 要请客了 客人也不知道 这才忙着换了身衣服 走到村里 去请人来吃饭 这几天 家里做辣货 村里人帮忙确实多 杀兔子 包皮这些活 全是别人给做的 是该请人吃一顿 陈芝挨家 去请了帮忙的人家 让他们晚上来吃饭 几家也没有推辞 都说晚上的 陈芝走到哥哥肖天家里 让肖天去嫂子娘家叫人 让嫂子跟自己 回家帮忙做菜 刘英这才知道 肖露晚上请客 进屋拿来的围裙 带着孩子 就往弟弟家里走 肖露买了五斤肉 切了一块五花肉下来 和土豆片一起炒回锅肉 又弄了一盘瘦肉 准备炒肉丝 剩下的菜 整了几份蒸肉吃 肖露以前是南方人 不怎么会做北方菜 所以做的全是南方菜 准备工作做完了 又开始拿鱼出来 片成一片片 腌制好等下下锅 做水煮鱼片 又搞了两只兔子 准备做个干锅兔 村里人一年 也吃不上什么肉 肖露请客 自然要多搞点肉才像样 一个人忙活了许久 准备工作差不多了 就等陈芝回来了 肖露走出门一看 陈芝和大嫂刚好回来了 连忙让他们两发面 蒸点馒头 这年头的人食量大 要是只吃米饭 今晚上十斤米 还不知道够不够吃 毕竟二十来人呢 陈芝和大嫂发了一大盘面 做了馒头 还蒸了花卷 还拿了一点红薯粉出来 准备做个铁锅炖大杂烩 肖露这边也准备好了 只等客人上门了 几个人在家里 把米饭门上门一会儿 客人就陆续上门了 这时候客人来了 家里也没什么吃的 陈芝珍藏了许久的红薯干 这时候拿出来给大家品尝 陈芝还有些心疼 四点多钟接近五点了 客人基本上全部到了 肖露开始做菜了 陈芝和刘英 也是忙得热火朝天 正在蒸馒头 村里的几个嫂子 来了也帮着做 众人一看 今天有白面馒头和大米饭吃 都瞪大双眼 心里想着 肖露这小子 果然是今时不同往日了 以前兜里比脸都干净 被打了之后 喜心革面了 现在的生活 一天比一天好了 肖露菜早就备好 这下直接下锅炒就行 最先炒的就是回锅肉 慢慢一大碗肉下锅 肉香立马就飘出来了 众人闻到那味道 就开始不停咽口水了 有的人基本上 小半年没尝过肉味了 这下闻到荤腥的味道 真是巴不得 立马就上去吃两口 只好拿起桌上的地瓜 干蒙嚼两口了 肖天今天 没有帮得上的 就在坝子里陪客人聊天了 说是客人 其实还不都是村里人吗 聊得也都是家常里短 庄家地理的事 肖露做了一大盆粉蒸肉 一大盆炒肉丝 还有一盆回锅肉 又拿了两只兔子 做了干锅兔 最后做了一大盆水煮鱼 全是硬菜 这年头虽然没有肉吃 但是鱼还是有的 村头就有条大河 没事的时候 村民也下去抓鱼 但是都是些小鲫鱼 拿回家只能熬汤喝 家里有孩子的 全靠这个补身体 聊胜于无嘛 肖露又炒了些青菜 全都是用盆子装的 满满当当的 最后搞了一个狼牙土豆 就上桌 二十多个人 分了两桌 大人小孩都有 热闹得很 陈芝看着这场景 有些想要落泪 上次家里这么多人 还是爹妈去世的时候 硬菜全部上桌 所有人都上桌吃饭 陈芝每桌端了一盆馒头 那馒头蒸得又大又圆 冒着热气 看得人口水直流 快吃吧大家 都冻筷子吧 肖露端来最后一道菜 才上桌 众人这才开始伸手去夹菜 一个个的筷子 全都往那几盘肉伸过去 加一筷子吃到嘴里 那滋味简直了 肖露 你小子做菜可以啊 好吃 来的人都在夸他做菜好吃 肖露做菜 确实也有一手 但是主要是菜好 再加上这些人平时吃得差 所以觉得炒得好 要是真论起来的话 肖露也就是中等水平 陈芝打了包谷酒出来喝 来吃饭的男人 基本上都喝了小二两 一个个喝得脸上烧红 女人全都在夸肖露做菜好吃 尤其是那干锅兔和狼牙土豆 他们怎么没想到这样的做法呢 兔子可以自己打 他们捉了这么久 自己家里也流了些 就是为了过冬有肉吃 还有土豆 家家户户都有 这学起来可以做给孩子吃 也算是变个花样 肖露把方法一一教了 几个嫂子听了几遍都说记下了 回去试试 五点钟就开始吃饭 吃到了七点多才散场 喝醉了的有媳妇扶回去 几个嫂子帮忙收拾碗筷 这时候的人就是淳朴 吃了饭还帮忙收拾了才走 嫂子刘英 忙着回去给弟弟两口子收拾床铺 弟弟刘田喝醉了 今晚上就不回去了 住在他家 肖露和肖天又把他送回去 幸好今晚上月亮挺亮的 看得到路 客人全都送走 肖露回去 看见陈芝正在扫地 不知道是不是喝醉了 他觉得现在的生活也不错 没什么压力 没有父母催婚 也没有小孩捣蛋 自己竟然还多了个美丽的媳妇 肖露忽然觉得 在这里的日子没那么难熬了 毕竟自己知道 未来之事 随着时代发展 自己未必不能干出一番事业 肖露看着忙碌的陈芝 酒气上头 慢悠悠地走过去 抱住了他 陈芝正在扫地 肖露忽然抱他 陈芝也有些愣神 自从肖露受伤以后 他们再没有像以前一样 亲近过了 肖露忽然抱他 他还有些反应 不过来了 媳妇 今天辛苦你了 肖露醉酒说出这句话 陈芝听了以后 心里甜甜的 女人一辈子 在家里忙进忙出 谁不想得到丈夫的肯定 和谅解呢 第二十二章 挣钱的生意 肖露昨晚喝了酒 第二天肖天来的时候 他还没起床 晨之早就做好了早饭 见大哥来了 才叫他起床 肖露起来 胡伦吃了几口 就跟着大哥 去城里送货了 今天的货送完 明天再送一趟 家里也没有存货了 天气冷了 村里人都不上山了 兔子山鸡也不出来了 今天肖露 先去了其他几家小饭店 跟他们交接一下 明天就不送了 家里只有一百多只兔子了 加上今天下午收的 肖露想着明天 全部送到国营饭店算了 肖露一说没说了 几个店主 全都叫苦连天 生意刚刚红火 就没货了 不过天气 这么冷也都能理解 肖露只告诉他们 过完年就有货了 而且稳定供应 肖露送到国营饭店 给郭经理也说了这个事 郭经理也是觉得苦闷 肖露去店里看了看 小吃依旧卖得很火 基本上那个 每桌都可以看到 上了一份 看到这收获 肖露还是很满意的 送完货 又买了些面粉回去 因为发现 比起米饭 陈芝更喜欢吃面食 所以今天又买了 二十斤面粉 肖露准备 明天来的时候 再买二十斤回去 这样过冬的储备 就差不多了 肖露买好东西 就和大哥一起回家 先去了刘家村把账结了 先前就说了 昨天是最后一天 后面就不收获了 主要是也没什么货了 山上的兔子 差不多被一网打尽了 天气也冷 这几天送来的货少了很多 很多人 都是一只两只的交货 完全供应不上了 肖露也不着急 天冷了就猫冬呗 肖露回家 看了看自己的辣货 第一批 全是风干的 吹了十几天了 这天气又冷 风吹得直往人肉里钻 肖露的辣货 全都吹得很干了 肖露跟陈芝说 晚上吃完饭 就全部收下来 明天先送去军区大院 把那批货交了 这批货数量不多 两批前后加起来 肖露一共才七百多只兔子 就这还差着村里 七百多块钱没给 肖露跟人约定好了 等货卖了再给钱 最吃不会到过年 合作得久了 大家也相信他 陈芝晚上做饭早 吃完饭 就把晾着的兔子 全部下炕了 这活儿 需要两个人干才行 辣货全部 都晾在房梁上的 这些一人收 一人装 两个人 很快就装完了 肖露想着明天 带一百只过去 交完货 剩下几十只 放到几个店里去卖卖 试试水 陈芝也觉得不错 点头答应了 说是第二天 和他们一起去 肖露带着货 去了上次那个军区领导 给的地址 去了之后 给那门卫说了找那人 不过一会儿 那人果然来了 门卫这才放他进去 肖露拿出辣货交货 那边直接开票签字 就给钱了 风干辣货八块一只 这五十只 就卖了四百块钱 肖露拿着钱有些感叹 做什么生意 都要量大才行 量小 还是来钱卖 肖露带着货 来到了租的房子 也不需要什么摊位 就在板车上就能卖 肖露叫卖了 一阵无人问津 觉得 还是要吆喝才行 但是沉直害羞 开不了口 肖露一个大男人 也有些不好意思 做了好久的准备 才喊出来 最后 还是租房的大爷出来 帮忙吆喝 这大爷劳两口 在这里住了几十年 这一代早就混熟了 路过的人都认识 见到几个妇女路过 就吆喝 让他们来买 这些人也给大爷面子 就算不买 也凑过来看看 肖露给他们 一一讲解了下吃法 还弄来一个试吃 几个大嫂尝了尝 越吃越好吃 一人买了一只回去 几个大嫂 都住一个家属院 买菜回家 全都碰得上 院里的大姐 一看几个嫂子 都买了这个风干兔 也跑出来凑热闹 有的是想来 免费蹭你嘴 不过 肖露腌制的时候 就舍得下料 饱你只要吃 一口还想第二口 几个人尝了好吃 又不意思再要了 觉得好吃纷纷买了 肖露店里交了货之后 只剩了二十来只兔子 竟被这几个大姐 一下抢完了 陈芝数了数钱 高兴不已 她现在是明白 做生意的好处了 巴不得家里 还有几千只辣土 拿来一下卖完才好 肖露家里 还有两百多只干货 剩下的还没晾干 所以暂时 也只有这么多东西了 眼下又来了几个大姐 肖露没货了 陈芝告诉他们 自己在这里租了摊位 以后几天都来除摊 让他们明天来 那几个大姐 只好回去了 陈芝数了数 今天赚的钱 开心不已 不过这钱不是自己的 等一下 回去要先还给人家一部分 等明后天交完货 后面卖的货 就是他们 主要是家里肖露 还养了一百来 只活兔子 压了几百块钱在上面 肖露的想法也没错 兔子怀孕周期短 一个月就能生一胎 一胎能生十几个 他养了七十多只母兔 三十多只公兔 想着冬天这三四个月 一只母兔至少下 两窝仔子吧 一只母兔生二十只 他这养殖数量 不是成倍增长了吗 而且除了吃的 也不耗什么本钱 前段时间便宜的时候 肖露把兔子的吃的 都买好了 只等阿门下载了 陈芝其实还是觉得麻烦 兔子会打洞 房子不是被打得全是洞吗 还有就是母兔子生了以后 也容易吃小兔子 所以到时候 生了也需要人照看 但是肖露 给他一算账 陈芝想着这样 也是一本万利的生意 比种田划算多了 干嘛不做呢 两个人前几天 还砍了很多竹子 让肖天也来帮忙 让怀孕的母兔 全部都在筐子里 生下来以后 才单独放出来 喂奶的时候人在看着 基本上损耗就小很多 陈芝也不得不感叹 肖露脑袋聪明 两口子交完货 买了东西就回家 自从不收兔子之后 肖天也没事做了 这几天没有赚钱 留阴心里也有些不稳定 让肖天去弟弟家问问 冬天能干点 啥挣钱的活迹 肖天本来不想去 前段日子弟弟 已经帮衬了许多 再说了 这大冬天的都在猫冬 能去哪里赚钱 但是架不住媳妇劝说 肖天还是来了 第二十三章 卖辣货 肖天到了弟弟家 说明了来意 肖露也知道 哥哥家里的情况 前段日子 跟着自己是赚了几百块钱 但都是块钱 而且生意都做不久 肖露也想做个长期的生意 但是万事开头难 没有启动资金 现在只能赚些小钱 肖露让哥哥先回去 他说的是 自己会上心 让他跟嫂子说一声 让嫂子也安心 肖露说 有赚钱的活都会通知肖天 肖天得了信回家去了 肖露两口子忙完 手上的活也坐下休息了一会儿 肖露 哥哥的事你 打算怎么办 陈芝的声音 缓缓响起 肖露目前 也还没想好 只是轻轻摇头 过几天下雪之后 全都猫冬了 外面就算有活 也干不了了 你能给大哥 找个什么赚钱的活计呢 肖露看着对面的大山 缓缓地说道 后面再看吧 急不来 陈芝听到他这话 也点了点头 这种事却实际不来 第二天 两口子 把家里的二百只辣货 都带上了 推着往城里去 天气越来越冷了 肖露一个人推这点货 都觉得有点失利了 肖露想着 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得看看 有没有三轮车之类的 买一个才行 两口子今天去了一趟国营饭店 昨天送的辣货 他们竟然卖完了 二十多只呢 今天郭经理 直接让肖露 放一百只在这里 慢慢卖 肖露也不客气了 放了货在这里 两口子又推车来了摊位上 刚到不久 就来了好几个大姐 小伙子 你们可算来了 要不是问了陈大爷说 你们租了他门前的摊位 我们还以为你们不来了呢 一个盘着头发的大姐 亲切地跟肖露说话 肖露记得她 因为她的头发 让她印象深刻 大姐 我们这段时间 每天都是这时候来卖货 卖完就不来了 到时候 我们会跟陈大爷说的 那大姐听了 笑着点点头说道 给我来五只兔子 一个山鸡 都要麻辣喂的 肖露记得她的原因就是 昨天她也买了两只 今天又买这么多 肖露还有着担心 她能吃完不 大姐 你又买这么多 昨天我记得 你也买了两只啊 肖露一边给她拿货 一边问她 那只手拿出在家里 割好的棕树叶 把她要的货给她拴起来 这样不仅好拎 回去还可以继续挂着吹风 那大姐拿了过 把钱递给了肖露 笑着回答她 我们家当家的 在火车上工作 昨晚上回来 吃了你家这个兔子 一直说好吃呢 这不明天又要走了 让我今天遇上了再买点 她拿上车吃 肖露听了才知道原因 这大姐的老公 多半是列车员吧 这年头一趟火车一走 就是七八天 来回都得半个月 这种肯定能吃完 肖露把货递给她 陈芝收了钱 拿出一只笔一个小本子 一直在写写画画 肖露不知道她在写什么 偏过去看了一眼 芝芝 你识字啊 你的字写得挺好的呀 陈芝有些疑惑 她爹以前是小学老师肖露知道啊 转念才想起 她失忆许久了 这些事 怕是早就记不得了 我爹是小学老师啊 她死以前 我也读过书的 后来爹娘走了 大伯说家里困难 帮家里做事都赶不上 哪里还能去读书呢 肖露没想到 陈芝以前竟然还读过书 按照陈芝的家庭情况 她一直以为她属于文盲一类了 看陈芝写字基础还不错 就是不知道 她的实际成绩如何了 芝芝 你读书的时候 成绩怎么样 你是什么时候退学的 上过高中吗 肖露看着陈芝细问 陈芝也不明白 她今天怎么对这些感兴趣了 现在正好没有客人 陈芝就给她一一解答了 我读书的时候 我爹还在 我成绩还行 就是读完初中以后 我爹走了 就没去过学校了 肖露这才知道 陈芝只有初中文凭 她想着赚点钱以后 送陈芝去上个夜校什么的 也去参加高考 芝芝 你还想读书吗 肖露认真地看着她问道 小兄弟 买两只兔子 药不辣的 陈芝被肖露问得心里七上八下 正准备回答 来客人了 陈芝麻利地给她装上货 才漫不经心地说道 我都多大年纪了 翻过年就二十一了 还上什么学 我现在的任务 就是和你一起好好做生意 过两年 再给你生的大胖小子 肖露看她的表情 并非她说的这样无所谓 心里有些感叹 眼下她也没有基础 她再在心中默默发誓 最迟明年 一定送她去读书 要是能考上大学就最好了 这样万一哪天 她又离开这里了 她也能好好生活下去 肖露没有再说什么 陈芝也变得沉默寡言起来 两个人在摊位前面 忽然有些尴尬起来 小伙子 你卖的这是什么货啊 一个大娘走过来问她 肖露立马耐心地给大娘解释 大娘 这是山上的野兔 腌制好以后风干的 味道很香 蒸着吃也行 油炸也行 干吃下酒都可以 大娘拿起一只左看右看了老半天 还是决定买一只 我儿子在供销社上班 平时不让我在外面买这些 我们家属楼里 我看他们回去都买了 我也买一只试试 那大娘一边掏钱一边解释 肖露笑着回她 让她吃了觉得不错又来 大娘拿着货开开心心地走了 陈枝捏着手里的钱 数了又数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肖露看着摊上的兔子 还有四五十只 想着要不要去其他地方再卖点 这时候 昨天来过的一位嫂子 忽然又来了 小兄弟 昨天在你们家买的兔子 是真好吃 我今天再来买点 你这兔子是怎么做的 味道拿捏得这么好 不咸不淡 味道也好吃 越吃越香啊 这大姐来了 一直夸肖露做的好吃 啊肖露还说得有些不好意思了 其实她这兔子好吃的秘诀 就是舍得下料 调料下了那么多下去 就是腌个鞋把子 也好吃啊 不过这话肖露 可不能给客人说了 含糊招呼了两句 就没再提了 第二十四章 买马 肖露卖了一波 摊上还有五十多只 她想背点 去鞋场门口卖卖 早点卖完 早点收摊 她刚刚收拾好 准备出发 对面忽然走来一个头发老长 胡子拉叉的男人 穿的一身 也是破破烂烂的 她静止朝着肖露的摊位走来 肖露本来准备走了 立马放下背楼 怕陈芝一个人应付不来 那人走到肖露摊位上 停了下来 盯着肖露一直看 肖露 你个龟儿子 你没死啊 肖露不知道 这人是谁 看了看陈芝 陈芝也摇头 肖露以前虽然混账 交往的都是混混 但是没见他 和叫花子有往来啊 那人扒开自己的头发 大喊起来 龟儿子 老子是王铁柱啊 老子还以为你死了 你个龟儿子 吓死老子了 出去躲了两个多月 人都成了叫花子了 肖露才知道 原来这人就是王铁柱 他对他没什么好感 要不是 他和原来的肖露打架 他根本不会来这里 现在见到这王铁柱了 肖露根本没理他 陈芝仔细一看 这人还真是王铁柱 他看了看肖露 心里害怕 他又和以前一样 跟王铁柱一起不务正业 陈芝骂了几声 王铁柱见肖露活着 再也不怕了 立刻高兴地往家里跑去 肖露被他一闹 错过了鞋场下班的时间了 只能就在这里卖了 被过去也没人了 陆陆续续又来了几个大姐 买了几只肖露数了数 还有四十来只 背回去的话 明天还得来出摊 四十来只在跑一趟 不划算 只能再等等看看了 肖露两口子 等到了下午 没什么人了 兔子只剩了二十只 肖露背着 到了国营饭店 没想到 早上拿来的一百只 他们已经销售了一半了 饭店这么畅销 自己还卖什么 转念一想 摊位都租了 好歹也卖卖 培养培养人卖也行 肖露两口子 交完货 已经是下午两点了 他带着陈芝在城里逛逛 刚才见陈芝字写得不错 肖露想着 买几本书给他 这个冬天 在家没事做 就在家里 自学一下 陈芝跟着肖露来了书店 陈芝没想到肖露 竟然要买书 让他大开眼界了 肖露进店里 找了几本高中的教材 还有几本基辅材料 一本字典 买书都花了八块钱 陈芝心疼得很 觉得肖露瞎折腾 又不读书了 买这么多书干嘛 肖露也没给他解释 自顾自地买了结账 今天他们第一批辣活卖完了 手里又得了些钱 肖露准备回去 把欠的四百还了 后面还有四百多只兔子 几十只野鸡 卖的钱 就是他们 这段时间的所有利润了 两口子买完书 就下午三点了 这还是他们第一次回去这么晚 要是再晚点 回去天都要黑了 两口子往城外走去 忽然看见城门口的柱子上 拴了几匹马 还挂了个牌子 说是要卖 肖露随意一看 立马就被吸引了 一个四十多岁的汉子 坐在城门口的石墩上 搭拉着脑袋 在抽烟 肖露走上前去 仔细看了看几匹马 那汉子 扫了他一眼之后 就头都没抬 继续抽烟 估计是觉得 他买不起 肖露看了一下 自己身上的打扮 一身全是补丁 也确实不怪 人家不重视 肖露心想 等下一批货卖了 他一定做几身 新衣服穿穿 肖露围着那几匹马 看了又看 陈芝不明白 他想做什么 上前问他 肖露 你看啥呢 肖露这才对他笑了笑 解释道 我们买匹马怎么样 那汉子听见这话 立刻抬头起来 看了他一眼 眼里 带着些不确定 应该是不知道 他能不能拿出钱 陈芝文言却 有些激动道 肖露 好端端的 买匹马做什么 我们买了没什么用 还不如买头牛 那汉子听得起劲 听这婆娘的话 应该是有钱 立马笑着上前说道 大妹子 话可不能这么说 这马可比牛作用大多了 你买头牛 除了耕田能做啥 你买马 能拉货 能载人 还能给别人搬运赚钱啊 这话算是说到肖露的心砍上了 他就是想着以后货多了 全靠人拉的多费力 还是要有个交通工具才行 方才他去看三轮车 整个城里只有两辆在买 全都不便宜 价钱 要三百五一辆 而且还需要人登 有匹马就不错了 去的时候拉货 回来还可以拉人 这马多少钱 那卖马的汉子 见他问价 知道有戏 立马比了个数字 肖露一看那人比划四百块钱 心里知道有些贵了 陈芝却觉得 四百买匹马 确实是太贵了 心疼得不行 拉着肖露就想走 那人立马急了 哎 别急着走啊 价钱好伤啊 你们是不是诚心买 肖露一看有门 立马回答 不诚心买 我看这么久做甚 多少能卖 说实话 那人立马笑着回答 小兄弟 我这马可是好马 我们是马帮的 这马认识路 又是驯化的 听话得很 你拿去 做什么都不会亏 要不是 这年头不景气 我怎么会卖吃饭的伙计呢 说要他给肖露 说少二十块钱 陈芝还是觉得贵了 这冬天买了 天寒地冻末地放就算了 还得给他吃草料 陈芝家里 几十对兔子 他还在交心粮食呢 根本不想买 但是 肖露是穿越而来 本身男人 就有豪车宝马的梦想 以前没机会 现在有机会体验了 怎么能轻易放弃 肖露上前 讨价还价一番 终于三百五 买了一匹高头大马 肖露一路上牵着马 高兴得很 肖露牵着马拉着板车 陈芝坐在车上 看着肖露高兴的样子 也没再说什么扫兴的话 毕竟钱是肖露赚的 他想怎么花都行 而且 他很久没看肖露 笑得这么开心了 好像自从他懂事些之后 眉头一直都是紧促着的 没见他开心过 肖露虽然买了马 但他和陈芝都不会像马 只是选了 最大的一匹 看着 就身体好 马力大 肖露一路牵着马回家 到了村口 刚好遇到肖天 哥哥见他牵了匹马回来 也有些吃惊 陈芝这才解释 这马 是肖露刚买的 肖天以前 在马帮干过 绕着马 看了一圈 又掰开马嘴 看他的牙床 仔细看了许久说了句 是匹好马 第25章 大肖货 肖露得了哥哥的肯定 更加开心了 觉得那汉子是个老实人 没有骗他 他牵了匹马回来 在村里溜了一圈 引起轩然大波 村里人听说 这匹马350买来的 纷纷表示 肖露发达了 竟然用350买了只畜生 这马既不能耕田 也不能杀了吃肉 村民不知道 他买来做什么 议论了两三天 纷纷说 肖露还是没改以前的习性 败家 肖露没空去管村里人怎么说 这两天 他都在自家坝子里骑马 卖马的人说了 要和这马熟悉起来 到时候拉货的时候 才肯跑 肖露这两日 就在家里干这事 本来后面一批辣货 他想做烟熏的 但是这段时间卖货 他发现 这边的人都不喜欢吃烟熏肉 他估计是受不了那股烟味 想了许久 这一批还是风干了 后面一批货 400多只兔子 再加几十只野鸡 将近500只 就是他们这几个月 所有的收入了 不过已经扣出了成本 全是利润了 陈芝早就算好了 全部卖完接近4000块钱 4000块钱 在这个年代来说 算是什么水平了 陈芝高兴得不得了 肖露早就提醒过他 才不外露 陈芝也知道这个道理 对外都说 赚的钱被肖露买马 给花得差不多了 前段时间肖露收获 还欠着村里人不少钱 所以大家都觉得 陈芝说的是真的 应该赚不了多少 有些人又开始背后议论 肖露不着调 肖露在家里练了七八天 那马和他很熟悉了 也能听懂他的指令 肖露这几天没开眼笑的 高兴得不得了 第二批辣货昨晚上也下炕了 今天一早 肖露和陈芝就拉火去城里卖 肖露前几天就和肖天一起 重新加过了板车 今天套上马一拉 果然省力太多了 以前肖露没有做过什么重活 每次去一趟城里回来 虽然赚钱 但是浑身疼 今天好了 有了马 以后再也不用那么累了 两口子什么也没带 打着空手 什么东西都放在板车上 给马拉就行 陈芝也觉得轻松了许多 两口子到城里的时间 都比以前快了许多 肖露一到摊位上 昨天的大姐又来了 她男人在火车上工作 吃了这个兔子后又来了 跟肖露商量多买点 想着在别处卖看看行的通步 肖露一打听才知道 她男人这几天都跑短途 当天去 第二天回 肖露思考了一下 点头答应了 那大姐开口就买五十只 肖露没同意 那大姐有些不理解 问她 小兄弟 没见过做生意的 像你这样 人家要买 你还不卖 你说说为什么 难道我得罪你了 肖露笑着摇头 那大姐姓钱 她对她解释道 钱大姐 我的意思是 让你一次别买那么多 你可以先买十只 二十只试试 能不能卖出去 因为我们这个货没有包装 卖出去了都不退货的 那大姐没想过这茬 想了想 觉得她说的也有些道理 买了十五只回去 陈芝越来越看不懂 肖露做生意了 不明白 她为什么放着 现成的钱不赚 肖露 她要买 你为什么不卖给她 肖露看着疑惑的陈芝 又看了下四下无人 才慢慢给她解释 芝芝 做生意也要看主顾 这个钱大姐一看 就是个会算计的 而且 咱们跟她接触过几次 这人不讲理 陈芝点点头 她也看出来了 但是不讲理 和卖不卖货有什么关系 她不明白 难道不讲理的人 以后都不卖给她吗 肖露瞄了一眼 四处没人才小声说道 她男人在火车上卖 一次拿那么多 谁知道能不能卖完 到时候她卖不完 火车上那么热 我们的货变质了都说不定 卖不完你觉得 以前大姐的性子 不会来找咱们退货吗 她要退 我们就退吗 可以不退啊 肖露看着陈芝疑惑不解 耐心地给她解释了一遍 咱们在这里摆摊 那大姐是这家属院的老人了 到时候不退 她一闹 以后还有人找咱们买吗 再说了 芝芝 你要记得 咱们这货没有包装的 遇到那些心术不正的 最好别卖 万一出什么事 我们还说不清 陈芝一听 还真是这个理 现在太多人眼红别人了 要是忽然有人说 买回去吃了出啥问题 还真不好解释 陈芝想明白了问题的关键 立马觉得肖露聪明 方才要是她的话 肯定一溜烟就卖了 陈芝心里暗暗下决定 以后跟着肖露多学多看 两个人把摊摆上 肖露才去了国营饭店 看看上次的辣货卖完没有 留下陈芝一人看摊 肖露去了饭店 生意没有前段时间红火 但是吃饭的人还是不少 肖露找到郭经理 郭经理也正在恼火 肖露兄弟 不瞒你说 这生意没有前段时间火爆了 我也头疼呢 不过你的辣货卖的还可以 上次你拿来的货 三天就卖完了 这个可能肖露早就预料到了 任何东西再好吃 吃久了也会腻 肖露所以才说冬天不卖了 她想的就是 和以后的小龙虾一样 只做一段时间 过了就等明年 这样她的压力也不大 市场也有 郭经理无法理解 她也不想解释了 看着上次的货卖完了 又送了两百只来 肖露又去了趟后厨 教了他们做一个小吃 肖露本来是南方人 喜欢吃米饭 肠粉什么的 这边大多数吃面食 肖露教他们做了个炒粉 几个师傅吃了一份都说好吃 就是不知道市场上 接受度怎么样了 逛完这里 又去了其他几家饭店 这几家小店 没了肖露的山货 生意又和以前一样了 不好不坏 几个老板 看见肖露来了 都希望她再送点货来 肖露家里根本没货了 用什么送 只能实话实说了 不过肖露家里 还有些干蘑菇 用来煲汤不错 问了一圈 几个老板收走了 肖露本来也收的不多 就五十多斤 这下全促销了 肖露逛完一圈回去 陈芝又卖了二十来只 因为快下洞了 前几天买来吃过的人 都觉得好吃 又来买些冬天慢慢吃 今天一共带了三百只 饭店送了两百 剩下一百 刚才也卖的差不多了 摊上零零碎碎 还有八九只了 肖露把饭店上次 一百多只兔子的钱 交给陈芝 陈芝一看这么多钱 也没点数 当即放到了 自己礼仪的兜里了 第26章 租店铺 肖露两口子卖货特别快 生意也好 要不说她有生意头脑呢 前几天在供销社上班的 一个小姑娘 在她这里买了只兔子吃了 今天直接过来 把剩下的八只 全部买走了 自己在供销社卖货 还来肖露 这里买着吃 证明肖露这个兔子的味道 确实不错 肖露这都是自己是好 才下的料 料全是按照比例称好的 味道 基本上不会变化 风干程度 也跟上一批货是差不多的 肖露自己心里面而轻 卖货的时候 也有信心 直接闭眼卖就行了 肖露两口子 今天三百只兔子卖完了 还不到中午 看着兜里鼓鼓的钱 肖露决定 带陈芝下馆子去 两口子来了 第一次卖货时候的饭馆 肖露想着点几个炒菜吃 陈芝拿起菜单 看了看价 决定还是吃碗面算了 虽然有钱了 但是陈芝姐捡惯了 不舍得 花这么多钱 在一顿饭上 而且肖露的性子她明白 要是由着她点 恐怕一顿饭 要吃掉好几斤肉钱 肖露知道 陈芝的性子 也不强求 吃面也行 况且这些菜她自己会做 是要不了那么多钱 不过 陈芝今天还是比较大方的 点了两碗牛肉面 牛肉加量的 肖露吃的也很饱 吃完饭 又和老板聊了会儿 这老板 竟然想把店租出去 肖露见她生意不错 不明白 她为什么要租出去 好奇地问了几句 老板 你这生意这么好 为什么还要 把店租出去啊 老板一听这话 也是愁眉苦脸 肖露知道 这是问道跟上了 小兄弟 其实我也不想租出去 只是我家里的爹妈 都有病 一到冬天就犯病 尤其是我爹 冬天老寒腿 动都动不了 我不回去 我老娘一个人 没办法 况且我老娘 也是一身病 肖露一听 是这个原因 这确实也是个难处 生意在挣钱 总不能 不管自己爹妈了吧 老板 你家就你一个儿子吗 陈芝也听得起劲了 竟然主动开口问话 惹得肖露 还看了他一眼 那老板 叹着气摇头道 我老娘命不好 生了三个儿子 一个女儿 得了一身病 没想到 只养活了一二一女 我有个妹妹 早前文革的时候 嫁到南方去了 这些年 一直没有消息 所以我家也就只有我了 肖露点点头 这倒是个难题了 想想又觉得庆幸 自己没有在那时候穿来 不然现在 说不定还批斗呢 现在来也好 改革开放了机会多 而且只要你勤快 赚钱的路子多的是 老板 你可以把你爹妈接来这里啊 生意这么好 不做了多可惜啊 肖露的提议老板 不是没有考虑过 这大冬天的 出行没有车 再说了他老家又远 两个老人 根本走不过来 就算是坐火车来 也太折腾了 而且就算是来了 万一不习惯 到时候 往回送更麻烦 所以才没有这样做 小兄弟 咱们也是老熟人了 不瞒你说 我这店生意好 我也不想转 可是我两口子 冬天回去了 这里就没人经营了 空着就是亏 所以我才想着租出去 哪怕是只租冬天也好啊 老板一阵解释 肖露只觉得灵光一闪 看了看沉枝 又思考了 一会儿才接话道 老板 你说 只想租冬天吗 那老板认真的 点了点头 肖露脑子一转 一个绝佳的计划 立刻成型 老板 要不你这店租 给我算了 小兄弟 你认真的啊 肖露这话一出口 那老板 立刻眉头舒展 陈芝却是吓了一跳 立刻喝完碗中的汤 拉着肖露 走到店外面 肖露 你租这饭店做什么 难道 你要来做厨子 那国营饭店 请你去 你不是都不去吗 肖露知道 陈芝担心 慢慢给他解释 此一时 彼此 在国营饭店 做厨子是拿工资 给人家干 现在接手这里 是给自己干 能一样吗 而且我们的辣货 再有几天就能卖完 到时候一个冬天 咱们在家 就只能窝在家里 门都出不去 哪里能赚钱 陈芝也知道 是这个道理 但是还是觉得 肖露炒菜 虽然好吃 但要是真的开店 按照他那种方法 恐怕会亏 陈芝还想劝他再想想 肖露 咱们还是再想想吧 想好再决定 肖露决定 接手饭店 主要是想冬天赚点钱 再有就是 陈芝可以趁着 没事复习复习 他也可以跟着学 到时候考上大学的话 还能上个大学 这时候的大学生 含金量高 是一辈子受益的事 前段时间条件不成熟 肖露没跟陈芝提这事 现在时机正好 芝芝 我一直没跟你说 前几天买书 也是为这事 我想的是 咱们先挣钱 然后一边复习 以后考大学 或者上个业大也行 陈芝没想到 肖露心里 竟然有这个想法 想到自己以前 在学校的时候 又想起父亲在的时候 一直想让他考上大学 心里也有些期待了 但是陈芝 立刻反应过来了 肖露 考大学 为什么要租这店啊 芝芝 我想着他只租冬天 跟我们的空辖 时间刚好吻合 而且我 准备接手过来 只做早餐 下午咱们一起复习 缺少资料 还可以现买 争取多学点知识 肖露一番解释 说得陈芝 也干劲十足 他虽然只念到初中毕业 但是父亲留下的书 他都看过 而且以前父亲没死的时候 也教过他不少 只是去了大伯家里 每天不停地劳作 没有时间去看了 陈芝以前念书成绩好 看着肖露 下了这么大的决心 陈芝也觉得 读书没什么可怕的 况且现在 还有人陪着自己一起 还有什么犹豫的呢 陈芝是决定了 肖露做的事 自有他的道理 以后 不管他说什么 自己跟着他说的做 准没有问题 陈芝终于点头 同意了肖露 租下店铺的决定 两口子又回了店里 那老板见他们 在外面商量了许久 现在进来了 肯定是有结果了 立刻走上前来 小兄弟 怎么样 和你婆娘商量好了 喂 老板 我们决定了 租 第27章 准备开店 那老板也没想到 自己今天在店里抱怨几句 就真的把店铺租出去了 心里还有些不舍的 小伙子 你真的决定好了 肖露见老板还有些犹豫 立刻补充了几句 老板 我考虑好了 不过 我只租冬天这四个月 开花了就不租了 你看怎么样 那老板本来以为他直接接手 还有些设不得 没想到他愿意只做冬天这几个月 简直是帮了他大忙了 立刻脸上浮现出笑容 小伙子 你这可真是帮我大忙了 你只做冬天 能赚钱吗 肖露笑了笑说道 老板 我只想做早餐生意 卖点小吃 你这店我上次看到有加层 能住人吧 那老板立刻点头回道 能住 我和我媳妇就是住这上面的 说完立刻带着肖露进去转一圈 肖露和陈芝进去 后厨也看了看 后厨很大也很干净 这老板还算是良心 后厨的灶上都是干干净净的 看着就让人放心 肖露又上去加层看了看 上面很大 不仅可以放桌椅 还能摆下两张床去 看着这环境 肖露当时就觉得不错 立刻就想租了 不过能不能谈成 要看老板的价格了 肖露两口子跟着老板来到后厨 问了下租金 那老板也是实乘人 小兄弟 我这也是没办法 本来我是想全部打出去的 但是你只租冬天 算是帮了我大忙了 我只收租金就行 其他的不要 郭造这些你随便用 只要不关门 我明年来 还有常客 肖露也知道他的想法 当即拍板了 一个月50块钱 肖露租了4个月 另外 郭造用肯定有磨损 肖露又给了50块给他 还有楼上的家层 床铺什么的 肖露一共给了300 陈芝看着今天的进账 本来很高兴的 结果在兜里还没揣热 又送了出去 现在已经10月20号了 肖露和老板约定是 11月1号开始接手 一直到来年2月底去 老板也同意 这样 他还有几天时间收拾东西 老板对肖露 那是千恩万谢 一切尽在不言中 本来生意好 赚钱 偏偏因为他的爹妈脱累了 当时他要转店出去 媳妇那是一哭二闹三上掉的不准 但是家里两个老人等不住了 没办法只能含泪转出去 现在肖露接手了 他们过完冬天 还可以回来重操就业 媳妇那头也有交代了 家里爹妈也能管上了 今年还可以在家里过个年 这么好的事 怎么能不开心呢 肖露和老板签完了契约 按上了手印 收好了单具两口子 才往回走 陈芝一路上左看右看 都在到处瞄 直到出了城外面 没人了 才忍不住问肖露 肖露 你说卖早餐 我们卖什么呢 包子馒头 这些我虽然会做 但是我们这边家家户户都会做呀 我看没几个人买 肖露没想到 陈芝连这个都想到了 心里夸了他一句进步 牵着马耐心给他解释 我准备做南方的肠粉来卖 我们这边的人没吃过 应该好卖 这东西 陈芝听都没听过 更别说做了 更加担忧了 这四个月 三百块的本钱能不能回来 现在陈芝也不敢保证了 你说的这个 我也不会做呀 更别说卖了 肖露笑了笑 说了句他会 陈芝疑惑地看了肖露几眼 虽然他摔破头之后 就变聪明了 可是他都没去过南方 再聪明也不可能一下变化这么多吧 肖露 你老实说 你都没去过南方 怎么学会的 难不成是梦里 肖露也不知道 现在到底是真实的世界 还是在梦里 但是他也不想骗陈芝 牵着马看着前面的路 缓缓说了一句 我也不知道 我摔了头之后 做了梦 梦见了许多以后的东西 醒来就全部记住了 陈芝没想到 自己随口一说 肖露竟然真的回答了 而且答案还这么光怪陆离 陈芝坐在车上 谨慎地四下看了一眼 见没有人才放下心来 语重心长地对着肖露说道 肖露 这事以后我知道就行 你别跟其他人说 就是 就是大哥你也别说 我怕他说漏嘴了 肖露没想到 陈芝这么有大局意识 这么冷静沉着 他还以为他听到这件事 会激动地大叫几声了 没想到是这么不同寻常的反应 陈芝看了眼肖露的表情 就猜出他在想什么了 只好给他解释道 这种事 在我们这里 不能到处说 别人会觉得你晦气 不吉利 以后咱们生意也不好做 以前我爹的学生里 有个人也是这样 整天神神叨叨说 什么他是皇帝 后面被村里人给赶出去了 这些年再也没见过了 肖露听见陈芝的解释有些无奈 他真心给他解释事实真相 没想到 他把他和疯子一起做比较 肖露想想也算了 不想再解释了 就这样过吧 两口子一个千马 一个坐车 一路上慢悠悠地摇回去 刚到村口 陈芝忽然想到家里的兔子 大叫了一声 啊 肖露以为他掉下车了 立马紧张地回头看他 结果他好端端地坐在车上 怎么了 哪里碰到了吗 陈芝摇摇头 大声说道 你说我们又要卖早餐 下午还要读书 那以后 是不是一直在城里了 没时间回来 我们兔子怎么办 这件事肖露早就想好了 这养兔子这事 以后想要成规模 光是他们一家干 怎么能行 这事我早就想好了 你不用操心了 等一下我回去 就去找大哥 陈芝一听 明白他的意思了 应该是要让大哥 帮忙养着了 陈芝想到 嫂子留婴 以前穷的时候 大家关系就那样 现在好起来了 忽然让人家做这么多事 大嫂心里 能乐意吗 不过 现在店里租金也交了 只能这样做 陈芝想了一圈 也没什么好办法了 就是要辛苦大哥大嫂了 肖露两口子回到家 陈芝就去房子里 看了看兔子 顺便再喂点草和水 有几只兔子 都已经怀上了 再等十来天怕 是要生了 陈芝看着就高兴 这生下来都是钱啊 第28章 算账 肖露看了看陈芝 觉得她笑起来 就像一个小财迷 今天陈芝穿的是 上次肖露买的 不做的新衣服 现在笑起来 看着格外好看 这段时间 顿顿有肉吃 陈芝的身体好了不少 脸也圆润了些 看起来气色很好 皮肤百里透红 还有些发光 此时她站在房门口 对着肖露甜甜地笑 肖露觉得 自己的心 忽然跳得很快 她不明白怎么回事 心里想着这个肖露的身体 会不会有心律不齐的毛病 她心中 萌生了一个想法 过段日子赚钱了 一定要去大医院 做个全身检查 肖露看着天色还早 跟陈芝打了个 招呼就去了肖天界里 陈芝知道她过去说什么事 点头硬了 还问她 需不需要她一起去 陈芝怕肖露不会说话 惹得大嫂不开心 到时候不帮忙 杨可就恼火了 不过肖露让她安心 在家里等着 过了这么久 肖露说的话 陈芝也相信她 肖露慢悠悠地 走到了肖天界里 大哥大嫂 刚刚上山打柴回来 一人背了好大一捆 才刚刚马放好 肖露就来了 刘英现在看到 小叔子肖露 比看到自己弟弟还热情 自从上次去了刘家村收获以后 村民赚到了钱 刘英家 在刘家村 都更说得上话了 刘英现在回娘家 村里的人 老远就开始打招呼了 刘英心里受用 但是她也是讲理的人 知道这一切的改变 全靠小叔子肖露 所以现在 她对肖露的态度 比起以前 那可是三百六十度的大变化 今天看见肖露来了 立刻就端来了凳子让她坐 还进屋泡了茶水出来 这茶 是他们在山上采的 大山里的人 靠山吃山 很多山里有的 他们家里就有 肖露一看 还是红茶 尝了一口 味道有些色 应该是他们 不会炙茶 炒得有些干了 入口很色 肖露想着明年 自己也上山采点新茶 自己炒点 放在家里喝 肖天也端起茶 喝了一大口 感觉自己没有那么渴了 才放下杯子 肖露 你今天来做什么 是不是有什么事 肖露正想回答 刘英忽然开口 责怪起肖天来 看你说的 你兄弟来你家 还得有事才能来啊 那人家来玩一下也可以啊 肖露 等一下晚上 别回去了 就在嫂子家吃 嫂子买了肉给你炒 肖露闻言笑了笑 点头答应了 这才对着肖天 和刘英说道 嫂子别忙活了 我来是有点事 和你们商量 刘英一听眼睛 开始发光了 她猜应该是 上次和肖露说的 赚钱的路子 现在有着落了 立马停下手里的活 坐了下来 肖露看了下 四周没什么人 才开口说道 哥 嫂子 你们上次说的 赚钱的事 一直放在心上 但是现在冬天了 马上下洞了 我们连外面都出不去 根本没法搞钱 刘英文脸色一暗 没想到 肖露是来说这个的 但是她也知道 这冬天天寒地冻的 出门都怕被冻死 去哪里能搞到钱呢 肖露 嫂子也不是不懂事的人 这天寒地冻的 做什么都不容易 嫂子也不是 想你立刻帮你哥找点活干 但是这个事 你要放在心上 有赚钱的活了 记得你哥和嫂子 毕竟我们才是一家人不是吗 肖露点点头 对着刘英说道 嫂子你听我说 虽然没什么赚钱的活 但是我有个方法 也能赚点小钱 刘英没想到肖露 还真的带来了 赚钱的路子 立刻有些兴奋起来 她察觉自己太夸张了 又沉稳地坐下来 看了看四周没人 尤其是看了看刘婶家那边 前几次她就发现 自己在家和肖天说话 刘婶在偷听 刘英这次长了个心眼子 往那边走过去看了看 刘婶家门上了锁 应该是在地里还没回来 这才放心地走回来 重新坐下 兄弟 你就说吧 什么大钱小钱 只要是钱 我们都要 不分大小 以前没有赚钱的门路 吃炖肉都困难 现在有门路了 哪还有嫌弃的道理 肖露一听刘英的话 就知道 她真是个安心过日子的女人 做生意就是要这样 大钱小钱都看得上 才能赚到钱 要是好高骛远的 大部分人都赚不到什么钱 肖露又喝了口茶水 才缓缓开口 哥 嫂子 我在城里做了个铺子 准备卖几个月早餐 肖天也没想到 肖露真是出息了 竟然做了个体户 自己当老板开店了 她点点头 笑着对弟弟说道 你有出息 我很为你开心 想必爹妈在地底下 也为你开心 既然卖出这一步 就好好干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就跟大哥说 大哥虽然没钱 但是有力气 肖天这番话 说得肖露大为感动 当即点头表决心 大哥 我肯定会好好干的 到时候我挣钱了 肯定不会忘了 大哥大嫂的 刘英听见这话 也笑了笑 只是她还是没听明白 肖露说的赚钱的路子 到底是什么 难道要他们 去城里给她打砸 刘英想着 自己去是能去 就是城里这么远 每天来回两次 家里的活落下了 娃也没办法 心里有些犹豫 肖露这时候 才替了今天来的正事 哥 嫂子 我和芝芝芝租了四个月 冬天这四个月 我们就在城里 没事不回来了 但是 我家里的六十多对兔子 没人管 我想着 让哥哥嫂子来养 你们觉得如何 刘英一听 原来是这事 瞬间心里放松了不手 只要不让她进城 养兔子 那不是随便吗 每天给点草的事 刘英想到冬天了 立马对肖露说道 兄弟 这几天外面还能割草 下动了后草都没了 兔子吃啥 肖露这才把她早就买好了吃的的事说出来 刘英也佩服她 那么早就安排好了 行 不就是养个兔子吗 这事儿嫂子帮你 你们放心去吧 刘英爽快的态度 让肖露很开心 不过她肯定不会让嫂子白做这事的 嫂子 这事儿不是白杆 这六十多对兔子 一个多月会下一包仔 平均按八个来算 一对生三胎 都有二十几只了 六十多对 你算算多少了 第二十九章 打商量 刘英掰起手指头 也算不明白 到底是多少 肖露笑着告诉她 是一千多只 刘英也没想到 就这点时间 这兔子就能变这么多 想到一只兔子三块钱 那不就是印钞机吗 当即佩服肖露的头脑了 嫂子 我刚才说了 这活不白干 到时候长大了 能卖钱了 不管有多少 我每一只都给你两块钱 刘英一听 每只两块 一千多只 不是有两千多块钱吗 心里想着 这可不是兔子 是财神爷了 刘英听得喜笑颜开 仿佛两千多块 现在就在她手里了 刘英高兴得很 兴奋之情 全都表现在脸上了 萧天还想着 弟弟太关照自己了 沉着脸跟肖露说道 肖露 我知道你是想帮我 但是我们什么都没出 兔子是你的 粮食也是你出 什么都弄好了 我们只是喂一下 你就给我们这么多钱 知知知道了 心里怎么想 肖天的一番话 刘英心里有些埋怨 他没心胸 不过他说的也是事实 自己什么都没出 只是喂一下 肖露就给这么多钱 心里也有些打鼓 肖天一说话 肖露就笑了 忙跟他解释道 哥 嫂子 你们别把喂兔子 看得太简单了 现在少 只是喂点草的事 后面兔子多了 活多的是呢 你要打扫圈吧 你得给他窝里换草吧 还有兔子 刚生了小兔子也要照管 有的兔子会吃掉小兔子 到时候数量一多起来 活就多了 只怕你和嫂子 到时候两块还嫌少呢 刘英本来还有些 觉得两块多了 现在肖露一说 他也觉得不多了 不过比起一年四季 在庄家地里干 还一分钱没有 养养兔子这种事 不知道多轻松了 况且 这也不是白杆 一只两块钱 还不用本钱 只是需要点力气 全当弟弟给他送钱了 刘英当场就答应了 肖露的委托 肖天看了刘英一眼 就知道他要贪便宜 但是这是弟弟的心意 肖天没有多说什么 等到明年卖兔子的时候 肖天不要那么多钱就行了 他在心里打定了主意 说干就干 只让肖露放心这事就行 肖露看了看天色 冬天要来了 天黑得早 现在才四点多钟 看起来天都发暗了 肖露还想着把村里人叫来 都说说这事 没想到天快黑了不方便 只能等到明天下午了 刘英现在 找到了赚钱的门路 心里高兴的景 立马回去早上忙了 给肖露煮饭去了 让肖露回家 叫芝芝也过来吃饭 肖露也是这个打算 等哥哥说了声 就回去叫陈芝了 肖露回到家 陈芝才刚打扫完家里 正准备去地里搞点菜 回来晚上吃呢 回来了 我还没做饭呢 等着呀 我去地里弄点菜回来 陈芝对着肖露说道 肖露笑着 让陈芝别去了 芝芝 今晚去大哥家吃 嫂子已经在做了 陈芝一听就知道 肖露过去说得挺好的 忙问她 你怎么说的 大嫂同意了 还愿意做饭吃 不错呀 肖露给嫂子两块钱的事 没给陈芝商量 现在不知道怎么开口 陈芝见她犹犹豫豫地 立刻说道 有事就说吧 还有什么犹豫的 是不是嫂子不同意 芝芝 哥嫂都同意帮忙养兔子 但是我不能让他们白肝 我说了 到时候卖兔子 一直给他们两块钱 陈芝还以为是什么事 这是说简单也简单 说繁琐也繁琐 不可能让人白肝 她本来也没这么想 你就这么想我呀 我是那种小气的人吗 以前你和大哥出去送货 你哪次不是给他钱了 我也没说过一句 再说了 这兔子这么多 不是一点点 我也没想着让人白养啊 这一养还是四个月 萧露文言会心一笑道 你能这样想就好 我没和你商量这事 怕你生气 陈芝笑了一下 瞪了萧露一眼 萧露见他没生气 跟着笑了起来 快收拾一下 我们去大哥家吧 陈芝收拾完房间 才放下手里的工具 进屋去换了身衣裳 穿了双干净点的鞋子 才和萧露一起 往哥哥家走去 两口子一路走过去 路上遇到的全是村里 收工回家的人 看见萧露两口子都上前 打个招呼 萧露想到 刚才的事 立刻停了下来 对着几人说道 张哥 王哥 陈哥 你们明天下午 要是有空 都来我家一趟 我有点事 和你们商量 另外 你们通知下 村里其他人有空的都来 就说是赚钱的事 几个人一听说赚钱 眼睛都亮了几分 立刻笑着点头 那个姓刘的大哥 是个憋不住话的 立刻上前问道 萧露 别等明天了 有啥话 现在就跟我们几个说说呗 其他两个人 也跟着点头 萧露见天快黑了 一时半会说不完 几位大哥 天黑了 我要去我哥家吃饭 再说了 这一时半会儿 也说不完 你们还是等明天吧 我从城里回来 都来我家 我到时候一起说 反正是赚钱的事 萧露说完就急冲冲地走了 剩下几人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都回家通知自己家亲戚去了 反正萧露说是挣钱的生意 应该差不了 自从萧露前段时间 带着村里人采蘑菇 抓兔子卖到前后 萧露在村里的名声一天 好过一天 现在他说什么 大家都相信 萧露和陈芝走得很快 几分钟就到了大哥家里 嫂子已经在炒菜了 看见人来了 还出来接待一下 陈芝见状 在屋里 拿起一个围裙 就去了厨房 嫂子 我来帮忙 今天麻烦你了 刘英有钱赚 哪里觉得麻烦 要是萧露每次来 都带来赚钱的路子 刘英八 不得天天这么麻烦呢 芝芝 这点活儿 不用帮忙 你出去做吧 嫂子炒完这个菜 再做个汤就完事了 陈芝见状 也不再争了 看见灶台上 几个炒好的菜 陈芝拿起抹布 去擦了桌子 又把饭菜端上桌 才叫两个小侄子 去洗手吃饭 两个侄子 大得七岁 小得四岁 这段日子 萧天赚到钱了 家里的生活 开得好了 两个侄子 都长胖了不少 脸上看着有肉了 圆嘟嘟的 再也不像以前 一副面黄鸡兽的样子 第三十章 王铁柱 陈芝摆好桌子 刘英最后一个菜 也上桌了 陈芝看了看 桌上五菜一趟 荤菜都有两个 还炒了一份鸡蛋 拌了一个黄瓜 炒了个素菜 烧了一份青菜汤 陈芝忙唤两个男人吃饭 两个侄子早就等不及了 一听说开饭了 立刻坐上桌子 刘英蒸了一剔馒头 个个都是又白又泡的 一看就好吃 萧天拿起筷子说吃饭 一家人才开动起来 陈芝上去 就先加了个馒头 吃在嘴里果然很好吃 面也有嚼劲 两个侄子上去 就加了几块子肉在碗里 大口大口地吃起来 萧天骂了一句没规矩 萧璐和陈芝立马劝他 陈芝又给两个孩子 碗里加了几块 一顿饭吃得有滋有味的 两个孩子吃了两碗饭 又吃了两个馒头 就下席了 陈芝和刘英也吃饱了 只剩两兄弟还在喝酒 大哥 咱们以后得日子 肯定会越过越好的 你不用担心 只要咱们肯干 说不定以后也是个土地主了 萧璐胡伦不清的吐词 说是想要当地主 听得陈芝暗暗发笑 萧天听到地主 两个自立马 脸色严肃 地主可不能当 要挨批斗的 他这一句话 饮得两肘里 笑翻了天 萧璐还一本正经地 在回答他的话 看得两个女人直摇头 这喝醉的人 哪有什么逻辑 两个人 把杯子里的酒喝完 萧天还要去倒 陈芝立刻让嫂子拦着 明天一早还要去城里卖货 要是喝太多 明早上起 不来不是耽误事吗 陈芝扶着萧璐回家 外面天已经黑了 路不好走 嫂子安顿好了萧天才 端了斩梅油灯出来 送他们二人 陈芝扶着萧璐回家 把她放在床上 萧璐的酒被夜风一吹 醒了不少 还让嫂子回去路上小心些 陈芝又出来 送了嫂子一段 才慢慢回家 烧水给萧璐洗洗脚 两口子慢悠悠地 做完这一切 上床睡觉都八点多了 陈芝扶一秒还在和她说话 后一秒人家就睡着了 她给她盖上被子 笑了笑 喝点小酒 一夜好眠 萧璐第二天一早就起床了 神清气爽 早上起来还去地里转了转 萧璐看见眼前的水塘 心里还是想养点水产在里面 只是看着这鱼塘水也不深 冬天怕是会缺氧 想养鱼的话 这塘还得再挖挖才行 萧璐想着下午回家的时候 把这事说说 顺便找人帮两天忙 把鱼塘再往下挖几米 沉直起来下了碗米 两口子吃完就套上马 拉着车进城去了 一个男人流里流气地 穿着达满补丁的衣服 在萧璐家门口转了几圈 没有见着人 又去地里转了几圈 到处都找不到人 这人不是本村的 老在萧璐家门口转悠 看着就不像好人 邻居悄悄去找了萧璐的大哥萧天 萧天还以为是小偷 叫了几个人过来堵住了那人 你小子 在这里转悠老半天了 快说 你想干什么 那人没料到自己 被一帮庄稼汉围住了 立刻求饶道 别别别 我不是坏人 我是隔壁村的王铁柱 来找萧璐的 萧天一听是王铁柱 气不打一出来 仔细看了看 还真是他 你小子 又来做什么 上次你把萧璐打破头 我还没找你呢 你是不是以为萧璐 真的没人给他出头 我还在这里呢 萧天说完 就举起手里的铁锹 做事要给他一铁锹 王铁柱一看 吓得跪地求饶 萧大哥住手啊 萧大哥 我也知道错了 以后不敢了 上次和萧璐闹那事 我以为萧璐 有个好歹 自己犯了杀人罪 出去躲了两个多月 那滋味 简直不说了 过得不叫人日子 萧天仔细看了 看他不像是说谎 这才放下手中铁锹 几个围着的人才散开 萧天看着 跪在地上的王铁柱 问道 你既然改谢归正了 还来找萧璐干什么 几个邻居也还没走 他们还想赶走 这王铁柱 萧璐这两个月 带着村里人赚钱 现在村里人手里 都有一点小存款了 眼见日子好转了 萧璐昨晚上 还通知村里人 今天下午来他家 商量赚钱的事呢 要是这王铁柱不安好心 到时候萧璐 又跟他一起晃荡 这不是断了村里人财路吗 王铁柱跪得膝盖疼 慢慢站起来 坐到了门口的石墩上说道 萧大哥 我这不前两天就回来了 在城里看到了萧璐 好像还在做生意 我当时见他没死太激动了 他话还没说完 刘英立刻补了一句 呸 你咒谁呢 你死了我兄弟 都不会死 萧天立马又晃了 晃手里的铁锹 王铁柱立刻服软道 是是是 嫂子 是我说错话了 我那时候 不是以为自己杀人了吗 一看他好好的 太激动了 我当时跑回了家里 这两天听说 萧璐在几个村里 收兔子卖 还发财了 我这不想着 都是一起 传开当裤长大的兄弟 让萧璐带着我挣点钱吗 萧天看了看王铁柱 还是和以前一样不着调 心里想着万不能再让他和萧璐来往了 当即拒绝了他 你想的美 我不会同意的 你赶紧回去 以后别再来找萧璐了 不然我见你一次 打一次 他话一说完 就把铁锹举得老高 吓得王铁柱三步 并坐两步 跑出了村子 决定下次 趁着没人看到的时候再来 王铁柱边 跑还回头看看萧天 又没有追来 直到跑出了村子 才坐在路边一块石头上歇气 自言自语说道 这真是奇怪了 这村里人以前也没这么在乎萧璐啊 怎么这下 忽然全都团结起来了 王铁柱也想不通 歇了一会儿 他碰到以前的熟人 立刻起来往自己家走了 心里想着过几天再来一次 他就不信 凭他和萧璐以前的交情 萧璐会不带着兄弟挣钱 至于打架那事 他自动忽略了 反正他也不是故意的 这一打起来 双方一抓扯 不是什么都可能发生吗 再说了 打架又不是他一个人的原因 两个人都有错 第31章 行路子 萧璐自从买了马 现在进城可不是一般快了 这么点东西 马驼着走得飞快 一个小时就到城里了 要不是路上吃草 估计更快 萧璐其实想骑在马上走的 但是沉执不让 这马才买回来十多天 跟萧璐还不熟 要是忽然撂卷子 摔了人就不好了 萧璐上次摔了头都失忆了 这要是再摔跤 还不知道怎么搞呢 萧璐只能依他了 牵着马让陈芝坐在车上 一路进城 今天家里最后200多只兔子都带上了 兔子和野鸡加上 还有接近250 萧璐看看 今天能不能全卖完 这样后面几天就不进城了 在家里安心挖几天鱼塘 这样想着 就到了城里了 萧璐还是带着陈芝摆好摊 又把马双好 用被篓装了几十只辣货 说是要去鞋场门口卖卖 陈芝立马说 让萧璐在这里 他去鞋场卖 上次陈芝在鞋场门口卖过蘑菇 好多人都见过他 而且 这个摊位上的常客萧璐都熟 让他在这里最好了 萧璐想想也行 让陈芝去锻炼下也不错 过几天就要开早餐店了 总不能什么都要自己来吧 萧璐给陈芝装好 就让他去了 还嘱咐了他几句 有事就回来找他 不要一个人逞能 陈芝也笑着点头硬了 萧璐摆上摊 早上出去买菜的 也差不多都出来了 看见萧璐来了 都围了过来 昨天来买了15只兔子的大姐也来了 看见萧璐立马喜笑颜开 小兄弟 我等了你一早上了 你咋才来 萧璐笑着回道 大姐 我们住在村里 路远 这不路上当的吗 那大姐也不再唠家常了 笑着说道 把你这兔子 我再买50只 你给我少点价钱 萧璐一听50只 大主顾啊 看来他男人昨天在火车上卖得挺好 萧璐一边装货一边说道 大姐 你买得多 我每只少收一块 这是最优惠价了 那大家姐还想再讲讲 但是又来了其他客人 等他们走完了 他看了眼 剩下没多少了 害怕货不够了 也不讲价了 立刻答应就这个价成交 萧璐用棕叶给他穿好 那大姐带了个被篓来 萧璐给他放被篓里 问他 大家 你老公昨天卖得还挺好啊 一下拿这么多 那大姐一听 立马来劲了 你还别说 刚开始不好卖 没人买 后来我男人长了个心眼 在车上煮了一只 一人尝了点 那些人一吃 这味不错 全都抢着要 那十多只一会儿就卖完了 那大姐笑眯眯地说完 萧璐也开心 又问他 你男人在列车上卖 列车长不管吗 这年头 能糊口都不错了 就那点工资 怎么养活一大家子人 我们家老人几个 还有两个孩子 列车长也知道我们的难处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再说了 我们又不是强买抢卖 你喜欢才买 萧璐一听 也是这个道理 笑着给他装好 还嘱咐了他几句 晚上要挂在通风的地方 别靠近火炉 不然容易变质 那大姐也知道这个道理 笑着点头硬了 萧璐看了下 三百只货 这前大姐买了五十只 陈芝拿了几十只 刚才散客还买了些 现在只剩下不到一百只了 简直说是畅销啊 自己生意每天都这么好 看来这生意能做 就是货源太少了 萧璐还想着 以后货多了 隔壁城也要去送 打通萧璐 以后也缔造一个商业王国 做成产业链就好了 但是目前第一项货源上就卡住了 萧璐正胡思乱想 又忙着招呼客人 一顿忙活 萧璐摊子上 只剩下三十多只了 前几天买过的 回去吃了 觉得好吃又来买了 前两天萧璐 跟这些主顾说过 这是最后一批货了 所以今天看见她来了 全都来买了 而且都是几只几只的买 萧璐卖货 还和这些人闲聊了几句 供销社的小姑娘又来了 萧璐昨天问她说是姓刘 昨天买了八只 这么快又来买 萧璐上去问了几句 小刘妹子 你昨天买了八只都吃完了 那萧璐自己正在挑选呢 听见她问 就立刻回答 没呢 我姐要结婚了 我多买点 到时候招呼客人 不过萧璐 你这个辣货这么好吃 你干嘛不多供点到其他地方卖 要我说 要是在我们供销社卖 肯定好卖 萧璐一听 眼前一亮 萧璐妹子 哥这不是没有门路吗 你能给哥饮肩布 萧璐听见这话 立刻停下了手里的活 看着她认真的问道 萧璐 你说真的呀 萧璐当即点点头 小刘考虑了一会儿说道 引荐是可以 我可以带你去见我们社长 不过我们是国营单位 你想要给我们供货 必须有资质才行 你干嘛不去开个农业合作社呢 萧璐没想到 这里面弯弯绕绕这么多 不过也是 供销社供应全国的货品 进货渠道肯定要正进渠道了 小刘妹子 你能跟我说说 都要什么证件吗 小刘想了想说道 我也是卖货的 具体不清楚 不过我们的货 至少要有供货资质才行 就像我刚才说的 农业合作社 还有食品销售许可证 你去政府问问吧 自从改革开放后 政府大力发展呢 萧璐一听这是个机会 脑子立刻活泛起来 给他装好要的十只兔子后 又给他额外送了两只 那小刘准备走了 萧璐又拦着他 再递给他两只 小刘妹子 刚才两只是我送给你的 这两只是我送给你们社长的 劳烦你拿去给他尝尝 看看有没有市场 你看行吗 那小刘想了想 同意了 反正社长说过 有好的货源 大家都可以在外面找来 哥 我拿去给社长试试 成不成我可不敢保证啊 萧璐哪能让人保证 能不能成 立马笑着说道 妹子 成不成都没事 感谢你帮忙 到时候 你有消息了 就到城南的老刘饭店 来给我回个馅 我冬天在那开店卖早餐 小刘一听点了头 说了句萧璐业务真是广 就背着货走了 萧璐心里 还是很期待小刘 这里的好消息的 眼看摊子上的货 只有零零散散几只了 收拾了摊子 套了马去鞋场找陈芝 萧璐走过去 鞋场刚刚下班 陈芝的小摊 立刻被围了起来 萧璐站在远处 看着陈芝 笑着回应人们的调侃 看起来落落大方 跟自己第一次 看到那个面黄鸡瘦的小姑娘 判若两人 第32章 村民开会 鞋场一下班 几千人都出来了 人流量大得很 一看见 很多人围着摊子 许多看热闹的也来看了 一传十 十传百 陈芝摊子上 几十只落货一下 就卖完了 那速度 简直是直接收钱 就行了 陈芝看着空了的贝勒 心里遗憾 自己没有多被点来 不知道萧璐 那里卖完没有 陈芝想着回去再背点来 不过鞋场 下班时间一过 这路上 就没什么人了 背来怕事 也卖不出去了 陈芝把兜里的钱 一张张叠起来 放到李懿的兜里 才收拾了贝勒和篮子 准备去找萧璐 没想到 萧璐就站在路口等他 陈芝高兴地冲着萧璐跑去 你怎么来了 货还有吗 快拿点来 趁着现在人多 我再去买卖 陈芝刚才瞬间 就卖空了篮子 现在正是激动的时候 看见萧璐来了 立刻兴奋起来 看着萧璐车上 每个篮子都空了 眼睛都亮了许多 萧璐 你太厉害了 这么多都卖空了 萧璐笑着点点头 货卖完了 两人待在这里 也不是个事 想到下午 还叫了人到家里来 陈芝立马收拾 让萧璐回家 现在有了马 萧璐也不担心回去玩 还说要去饭店 看他卖得怎么样了 陈芝也跟着一起去 郭经理见他来了 只说 昨天卖了60多只 他们店里 还有一百多只存货呢 萧璐本来 也是来看看 不是送货的 只是让他慢慢卖 卖完了 他再来收钱 郭经理也点头硬了 他还以为他们 又来送货 这辣货不比鲜货 这几天买的人 不是特别多 送多了 怕卖不出去 两口子 看完了所有地方 又去了租的店铺那里 老刘生意不错 萧璐本想吃碗面 但是陈芝 今天做生意挣钱了 立马豪气地说道 今天我也赚钱了 我们点两个菜 吃点好的 萧璐一听 也没反驳他 只是把菜单 推到他面前 陈芝看着眼前菜单上的价格 心里 还是有点心疼 不过看着萧璐 觉得自己最近都没给他 做什么好吃的 立刻点了两个荤菜 花了六块钱 老刘隔了一会儿 就端了上来 陈芝点了个回锅肉 一个锅包肉 都是肉 满满两大盘 萧璐看着那肉晶莹剔透 很有光泽 一看就好吃 老刘又端了两碗饭上来 两口子一人吃了两大碗 那肉还有剩的 陈芝不舍的 老刘给了他们一个袋 陈芝又把剩下的 打包回去晚上吃 吃饱喝足 萧璐看了老刘店里的挂钟 快要到一点了 两口子才抓紧出门套马 准备回家了 这马套了一上午 还是早上吃的草 回到家里也两点钟 院子里已经坐了好些人了 萧璐回家连连道歉 村里人却觉得没什么事 这年代人淳朴 都知道有事 不在乎迟到不迟到 很有人情味 萧璐一个现代人 很是感动 陈芝双好马 立刻进屋开了门 端了几条板凳来 萧璐家里一共两幅桌凳 八条板凳全部端出来了 刚好村里人来得差不多了 他们这个村子不大 一共也才二三十户人家 萧璐一喊 全都来了 陈芝端了很多红薯干 刚才还在公宵 射撑了三斤瓜子 这下全部摆出来了 村民一人抓了一把 萧璐也抓了一把 一群人坐着边吃边聊 昨天碰到的 那个刘哥早就等不及了 他是个急性子 昨晚上萧璐一说 他就开始猜了 一直等到现在 早就等不及了 立刻说道 萧璐 昨晚上 你让我叫人来 现在人都到齐了 你说说 到底是什么门路啊 村里人也是听说 有赚钱的生意 全都来了 这时候都等着呢 听见老刘一问 全都点头附和 乡亲们 今天叫大家来 确实是有一桩挣钱的生意 我准备养兔子了 不知道大家想不想 跟着我一起干 如果有的 我到时候 统一教大家方法 今天叫你们来 也是为这个事 众人一听 原来是养兔子 萧璐 养兔子能挣几个钱啊 再说了 山上野兔子多的是 干嘛要自己养啊 一个大婶立刻质疑道 其他人也跟着点头 萧璐解释道 我上一批辣货 在城里卖得很好 现在断货了 而且我们以前送的仙兔 也卖得好 现在就是筹得没货源 要是咱们自己养 一年就不用筹货了 众人一听 有的点头 有的还是质疑 萧璐 养兔子吃什么啊 再说了 养那几只 还不如我们去山上抓得多 有什么用啊 萧璐想着 这话算是问到点子上了 他给村民解释道 山上的兔子 被我们抓过了 越来越少 而且冬天 咱们不是上不了山吗 这段日子 大家抓不到兔子 是不是都没有收入了 自己养就不同了 大家家里 都有红薯萝卜 兔子都要吃 而且你养个十几顿 过完年 就变成几百只了 不比你上山捉快吗 有几个老人 听到萧璐这话 点了点头说道 萧璐说的倒是不错 兔子下在快 一个多月 就能下一窝 而且一窝生 十几二十只都有 养十来顿 过完年 说不定就有几百只了 说话的是村里的老人了 萧璐一般 叫他中书 也是老农民了 他的话一出 这些人 眼睛都有些神采了 冬天在家 反正出不去 养点兔子也不错 而且翻过年就多了 还是可行的 几个人 再仔细分析 萧璐趁热打铁说道 我明年五月份 又会大量收购 到时候野兔 可能就不收了 城里人嫌弃 野兔细菌多 还是家养的放心 到时候咱们村货多了 也是一份收入 我也不用去 其他村里收获了 有的人还想着 明年开花之后 直接去山上抓 没想到萧璐说 不收野兔了 顿时愁眉苦脸 看来都要家养才行了 萧璐 你现在才说 我们家里面也没有啊 前段时间 还留了几只 这不要过冬了 才刚当杀了 其他人也点头 萧璐想着这也是个问题 立马说道 这还没有下雪 咱们也有段日子 没上山了 山上还有兔子 你们这两天 又可以去抓呀 抓到的好的就养上 伤了的 留着过冬吃也行 村民听了都点点头 也只能这样了 第三十三章 搞养殖 所有人都听到了 萧璐的提议 有的人已经在想着 回去就上山抓兔子 有的人心里还打鼓 觉得养兔子 不一定有出路 说不定家里的粮食 到时候还会被吃完 萧璐说完话 所有人都在讨论 整个坝子里议论纷纷 萧璐等了一会儿 又说了句 大家明天有没有时间 来我家丢我帮两天忙 众人闻言 以为萧璐家里要办喜事 不过萧璐家里 也没什么事可以办了 一群人不明所以 你忘我 我忘你 就连萧天和刘英 都不知道 萧璐要办什么事 昨天晚上吃饭都没说 刘英顿时觉得 萧璐的嘴太严了 还是那个刘哥 忍不住问他 萧璐 你家办什么事 萧璐知道大伙误会了 笑着说道 不办什么事 就是想把鱼塘再挖深点 我想养点鱼进去 到时候想吃鱼 也不用去城里买了 众人还以为有什么事 没想到是挖鱼塘 隔壁张大哥立马对萧璐说道 萧璐 你想吃鱼 咱们河里不是多的是吗 直接去掉不就行了 还用个这费那是吗 萧璐笑着说道 河里都是小鱼 刺多 我喜欢吃大鱼 到时候 我还想养点其他品种 几个人一听 暗笑萧璐竟然是个吃货 为了吃鱼 竟然要挖个鱼塘出来 萧璐也不解释 门口两块田都是他的 他要把全部挖出来 整个大鱼塘 到时候养鱼也方便 大家活有空的 明天都来给我帮帮忙 不白干 干一天给大家三块钱 中午我还贴顿饭 听到这话 人群里炸开锅了 议论纷纷的 都是农村人 知道三块钱也不好挣 要是家里有几个人的话 都来 一天能有十多块呢 萧璐 你这要多少人呢 萧璐看着自己门口两块大田 加起来至少也有两亩了 再加上本来就有的小鱼塘 是要不少人 家里能干的可以都来 但是先说好啊 偷奸耍滑的不要 我这准备 两天干完了的 要是多出来工期了 后面的钱我不给的 众人一听 连忙摇头说道 我们都是老庄家人了 哪里会像你说的那种 萧璐说完 就和大家约定好 明天天亮就过来挖 萧璐估计 有三四十个人 两天估计就能挖好 到时候等下雨了 就把水蓄上 好养鱼 一群人带着最新消息回家 留下坝子里一片狼藉 陈芝没想到 自己刚到手的钱 萧璐又要用出去 心里多少有些觉得 他太会花钱了 一个人三块 明天看样子家家户户 都得来一两个 那不得六七十个人了 再加上萧璐说 能干的都来 到时候老的也来了 陈芝暗叹萧璐 还是不懂人性啊 不过萧璐话都说出去了 陈芝心想 不能让他伤了面子 到时候来了 大不了催情点 一群人走了之后 刘英才走过来 看了看四周 对着萧璐说道 我说兄弟 你这赚了钱 也太不节省了吧 挖个鱼塘 找几个人帮两天忙 咱们贴补 几顿饭就行了 萧璐都来了 你怎么搞 不是亏吗 萧天和陈芝 听到这话都点头 连萧天都觉得是亏了 板着脸对弟弟说道 你要挖鱼塘 怎么不早说 我跟你嫂子帮忙 再不行 叫你嫂子弟弟家里也过来 几个人挖几天不就行了 叫这么多人来 不是白拿钱了吗 几个人接连炮轰 萧璐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 这下看都说完了 才开始指着门前两块大田说道 哥 嫂子 芝芝 我要挖的不是小鱼塘 我准备 把这两块田一起挖掉 到时候就是个大堂了 三个人没料到 她要挖这么大一个鱼塘 都有些吃惊 尤其是陈芝 路上一起回来的 也没听她说起过这事 不过想到自己 昨天才发过誓 萧璐说什么 自己做什么 本来想问两句的也不问了 想着萧璐等下会自己说的 嫂子刘英 这下不淡定了 萧璐 你挖这么大的堂 不是只让几条鱼吃这么简单吧 萧璐点点头说道 嫂子 我们既然要做养殖 肯定不能只卖兔子这种东西了 到时候 我多买几个品种的鱼苗 让我搁来管理 有钱咱们一起赚 刘英一听这话 脸上的笑意根本藏不住 萧璐听了觉得 不知道是不是自己 上次跟弟弟说的话 给他太大压力了 所以 现在给自己和媳妇 都找了个生财的路子 弟弟这样为自己 萧璐虽然开心 但是他悄悄观察了 一下沉枝 怕他不开心 萧璐赚了多少钱 萧璐也不知道 反正花在自己两口子身上 已经够多了 万一到时候 沉枝不乐意 萧天想着 找机会跟弟弟谈谈 别为了这点事 把家给整散了 钱赚不赚都没事 有钱也是过 没钱也是过 这媳妇 可是好不容易才娶回来的 可别整跑了 这事萧天 在心里想着 也没跟谁说 看看自己的媳妇 是个眼皮子浅的 就知道占弟弟的好处 也没为他好好考虑过 萧璐 我帮你管理可以 到时候 你给我一个月开工资就成 不用再另外给了 你嫂子那里已经够了 萧天淡淡地说出这句话 刘英心里炸开了锅 暗恨自己家男人不争气 弟弟要带着赚钱 竟然还嫌多 刘英表面上笑着 暗地里背着没人的时候 狠狠地瞪了萧天几眼 萧天虽然看见了 也没理会他 萧璐没发现 这两人你来我往 直接说道 哥 现在鱼塘都还没挖出来 说这些为事上早了 明天你不用下去挖 你就给我监贡 看着那些人 别让人偷懒就行 嫂子早点过来 帮芝芝做饭吧 刘英听见萧璐方才的话 心裁定下来 笑着答应了 瞪了萧天一眼 说了句 明天好好监工 看见谁偷懒就骂他几句 别像个剧嘴的葫芦似的 听见嫂子 这句打去哥哥的话 沉直悄悄笑了起来 看见哥哥的脸色 又有些不好意思地收敛了笑意 第34章 挖鱼塘 几个人说完话 刘英想着三快一天 萧璐反正开了架 自己不挣 也让外人挣了 立刻说了句 萧璐 明天人不够的话 我让刘天和玉莲也来帮忙 我跟他们说好标签 媳妇一开口 萧天就知道 他心里想什么 果然不出所料 想着那几个钱 萧天瞪了他一眼 刘英也不理他 反正给谁都是给 还不如给他娘家人 萧璐果然笑着答应 嫂子 该给多少 还是给多少 外人都给了 怎么会不给自己家亲戚呢 你叫他们来吧 刘英笑着答应了 萧璐几个人 又商量了一下 明天的具体分工 萧天负责监工 有多少人 萧璐还要考虑 明天吃饭的问题 萧璐让刘英和陈芝先发面 多蒸馒头 陈芝也是这样想的 人多 还是馒头方便 要是吃米饭 不知道 要多少大米 到时候 蒸几锅馒头 熬一锅粥 再炒点菜 也管一顿 还管饱 明天就要吃 现在就要做准备了 刘英让萧天 去他娘家 烹制弟弟两口子 萧天还不乐意 刘英悄悄告诉他 他要是不去 自己就亲自去 就是萧璐这里 没办法帮忙了 萧天文言 不乐意也去了 刘英看着萧天的背影 笑了笑 自己还不是轻松拿捏他 萧璐想着 明天就炒大锅菜 自己家刚好两个锅 一个蒸馒头 一个炒菜 只是熬粥的话 没有锅了 跟嫂子说了下 明早上过来的时候 把家里的大锅 也扛过来 萧璐看了看家里的肉 连腊肉一起估计 还有二十斤的样子 肉肯定是够了 米妹也都有 萧璐看了看油也够 调料都齐全 就是差菜了 像是在工厂那种大锅菜 一人打一份 萧璐看着地上堆着的一山土豆 总算是笑了出来 用土豆片做个回锅肉 到时候土豆放多点 再炒个大锅青菜 就完事了 萧璐安排好一切 又进厨房看了看 陈芝和嫂子正在发面 满满两盆面 面粉都用了十斤 陈芝现在也不知道 明天到底有多少人 只能多做点 不怕多就怕不够吃 两周里发了两盆面 陈芝人受没什么力气 揉面还是萧璐来的 还别说 揉了两盆面之后 萧璐的手臂都发软 嫂子 明天玉莲嫂子来了 让她别下地了 也来帮忙做饭吧 不然这么大两盆面 两个人得做到啥时候去啊 刘芸方才揉面 也是费了不少手劲 萧璐现在这样说她 也不逞能了 中午这么多人等着吃呢 到时候 要是拿不出来 那她刘芸以后 不用再村上混了 发好面 又提前把土豆削好 陈芝和刘芸 负责削土豆 萧璐直接切就行 刘芸看着满满一盆土豆 有些担忧地问萧璐 兄弟 土豆会不会太多了 萧璐这才笑着解释到中午 只有两个菜 土豆肯定多高点了 刘芸想想也是 都给钱了 不可能还大鱼大肉的招待 再说了现在这个年代 鱼肉也不便宜 一般人家里吃不起 土豆切好 全部用水泡着 刘芸 看天色不早了 立刻要回去了 陈芝留她吃饭她 也不吃了 家里还有两个孩子 她急着回去 萧璐看着刘芸急冲冲的背影 问了陈芝一句 芝芝 你记得大侄子几岁了吗 陈芝也不太确定地回答 我记不清了 六岁还是七岁了 你忽然问这个 怎么 萧璐摇摇头说了句 没什么 就是觉得应该读书了 陈芝没想到 萧璐连这个都考虑到了 瞬间有些感慨 又觉得 萧璐以后 肯定是个好爸爸 这年头家里穷 不读书的孩子 多了去了 陈芝虽然读过书 但完全是因为 自己爸爸是老师的缘故 所以以前 大侄子没去读书 他也没觉得 有什么问题 他想了想说道 隔壁村里 有小学 我们村人少 只有三十几户人家 没有学校 隔壁村几百户人家呢 有个小学 萧璐文言点点头 思索了一会儿说道 等这些事忙完 我跟大哥说说 把孩子送去读书 到时候也有个出路 不用像我们一样 祖祖辈辈都在大山里 经过了这么久 萧璐也不知道 他们现在 到底在什么地方 城里写的保定府 萧璐后面 仔细打听了 也不是河北的保定 他都彻底梦了 想来也是 河北很平 应该没这么多山 他有时候都不知道 自己到底 是在八十年代 还是平行世界了 不管如何 日子总要一天天过了 萧璐两口子收拾完 才一人下了一碗面 陈芝炒了两个鸡蛋搁面里头 两口子一人吃了一碗 就去睡觉了 陈芝看着躺上去 就睡着的萧璐 又看了看自己 他举起手臂 闻了闻 什么胃也没有 陈芝还是想生孩子的 可是萧璐自从碰伤了头 就再也没有碰过他了 陈芝心里 还有些忐忑 想着明天还要早起 陈芝也不纠结了 洗了洗上床睡觉 萧璐第二天早上刚起来 陆陆续续 就来人了 萧璐一看 天才刚亮 心里感叹 还是现在的人实在 说天亮来 就全都来这么早 萧璐招呼大家做做 等人都来了才安排活 隔了会儿 萧天两口子也来了 两个侄子也跟来了 陈芝拿了两个馒头 两个侄子一人一个 等了一会儿 又来了许多人 连嫂子的弟弟 刘天两口子都来了 住那么远 还来这么早 萧璐都有些过意不去 人差不多都来了 村里人还是老实 知道是给钱的活 老弱病残都没来 来得全是壮牢里 有的妇女也来了 萧璐数了数 一共有四十多个人 安排一下就开干 挖的挖 挑的挑 众人也没想到 萧璐要挖这么大一个鱼塘 都有些吃惊 不过说干就干 人多也有劲 像是又回到了 正公分的时候了 不过这活是给钱的 比那时候还有干劲 这么多人干活 搞得热火朝天的 这天气不热 相对来说 还有点凉快 干活正好 不冷不热的 萧璐在家里 吃完早饭 也过去干了一会儿 指挥了别人 挖出来的泥堆哪里 又给人说了说 大概的深度 人多干气 活来就是不一样 没多久 就挖下去 好长一段了 第三十五章 劳动光荣 萧璐这边 搞得热火朝天的 连村长都跑过来看了 村长今天发现 这边吵得厉害 还以为萧璐 这是又闹事了 没想到一来这里 好家伙 几十个人 正在田里挖土 村长看了看 两块田都是萧璐家的 前段时间 萧璐收野兔 带着村里人 都或多或少 挣了点钱 这又开始 叫了这么多人挖土 村长也没搞明白 萧璐想着做什么 村长溜到萧璐家里 家里也热闹 四五个妇女 正在忙活 村长一眼 就看到灶台边上的萧璐 萧璐 你小子叫那多人挖田 要做什么呢 村长忽然出现 吓了几个人一跳 萧璐也没想到村长来了 拉着村长到堂屋里坐 给他泡了杯茶 村长 我想挖个鱼塘养点鱼 以后自己能吃 再加上你知道 我们家的条件 要是有多的 还可以卖点钱 这不是挣点生活费吗 村长一听 立刻觉得萧璐头脑不简单 萧璐 你有这想法不错 国家正大力发展 个体养殖呢 只不过都是养猪的多 没有你这养鱼多啊 人家也才养个两三头 你这鱼塘这么大 一下能养几千斤了吧 萧璐点头说道 村长 这不还在挖吗 第一年养不了那么多 就几百斤 再说了 多了鱼苗也要钱啊 我也没那么多钱买 村长一听他说没钱 害怕他跟村里提条件 立刻附和道 少养点可以 第一年没经验 别养太多了 到时候养出来了 卖了 不就有鱼苗钱了吗 我地里还有活儿 先走了 村长急急忙忙说要走 萧璐多少也看出点他的心思 笑着留他吃中午饭 村长推辞之后 一溜烟地跑了 萧璐又去田里看了看 动作还是挺快的 看着这速度 两天肯定能挖出来了 萧天在田里守着 他就不去凑热闹了 回家一看挂钟 十点多了 今天萧璐怕人手不够 还叫了留绳子来帮忙熬粥 留绳来做饭也有钱 高兴得不行 熬粥的时候可用心了 满满一大铁锅米粥 也快熬好了 萧璐看时间十一点了 让嫂子们开始蒸馒头 几个人动手 动作很快 陈芝也没闲着 去地里挖了十多个大白菜回来 这白菜本来是他留着过冬的 现在大概也吃不了了 拿来今天吃正好了 几个人各有分工 做的做饭 炒的炒菜 萧璐做的大锅菜 搞了满满一盆肥瘦相近的肉进去炒 肉一下锅 香气四溢 馋的几个人直流口水 尤其是刘沈 前段时间虽然挣了些钱 他全拿来存着了 也没舍得买肉 上次野猪分的肉他做成了咸肉 馋了就切几片来吃 这一下 萧璐一下子炒这么大一盆肉 猪油滋滋的冒出来 看得几个人蝉虫都出来了 萧璐炒肉放了一点调货进去 盐也放得微咸 这样炒下饭 一盆肥肉炒出一大盘油 萧璐把切好的土豆倒下去翻炒几下 又加了点水进去慢慢炒 整个小院里飘着肉香 田里都闻到了 干活的人闻到了肉的气息 立刻上头 干活都卖力不少 刘英和王玉莲的馒头也慢慢出锅了 这馒头大 一锅就三十个 两人蒸了三锅还怕不够 准备再蒸一锅 吃不完 明天还可以接着吃 萧璐这边的回锅肉也出锅了 洗下锅开始炒大白菜 慢慢一大锅 白菜下锅就缩水了 萧璐炒了两盆出来还怕不够 又炒了一锅 饭菜全部备好 萧璐一看时间11点40了 他慢悠悠地走到田里 通知大伙收工吃饭 农村人实在 通知了收工 还把手里那点活干完才走 一共四十多个人 萧璐在隔壁借来两张桌子 安了四个席 每桌一大盆馒头 一大盆米粥 还有一盆回锅肉和一盆青菜 这生活条件 比很多人平常在家里吃的都好了 更别说这还是工作餐 一群人吃得有滋有味的 萧璐还没上桌 左右忙着招呼客人 刘英蒸了一百多个馒头 按人头的话 每个人都能吃三个了 不过每个人的饭量不同 可大可小 一群人吃完 还有剩几十个 吃完饭 大家就坐在萧璐的院吧里歇歇气 聊天吹水 几个妇女把碗筷收拾好了 又端了茶水 想喝得自己倒 不过 他们今天来干活 自己都带了水 没几个人喝 坐了一会儿 萧天开始吆喝下地 众人一股脑的全都下地去了 萧璐下午也去挖了一会儿 他没做过这种活儿 没干一会儿 两只手臂就开始酸痛了 还好前些日子进城卖货 也习惯被挑了 萧璐做的还算是得心应手 一群人干活干劲十足 就像是回到了做公分的时期 挖的和挑的还互相比较 看得萧璐也觉得好笑 萧璐预计是在挖五米深 没想到第一天就干完一大半 萧璐觉得 明天说不定不到天黑就要完事了 心里有些高兴 全靠人工 也速度这么快就干完了 天还没黑 萧璐就让收工了 萧天回来还念叨了一顿 给了钱的 还那么早放工 萧璐也不解释 有的人还是远处来的 要是真干到天黑 路上出点什么事 萧璐良心上也过不去 再说了 这眼看明天就能干完了 也不急在这一时三刻了 晚上各回各家吃饭 萧璐把中午吃剩的馒头 捡了二十个给萧天 让他拿回去 晚上就饭吃 萧天也不推辞 家里还有两个儿子 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中午的菜还有剩 萧璐两口子在家热点剩菜 就凑合一顿 晚上萧璐洗完脚 陈芝还在收拾地上的垃圾 芝芝 咱们还有多少钱 萧璐忽然问道 陈芝前几天 没事就要数下钱 这两天没有空了 还没数呢 我们前段时间 有接近四千呢 你买码用三百五 租摊位又是三百 这明天开工资 又要两百多 出完了不到三千了 萧璐文言点点头 还有两千多块钱 到时候鱼塘水蓄上了 他再去买点鱼苗回来 丢进去养着好歹 也算是个镜像 芝芝 饭店还有两百只兔子钱没收 估计这里干完了 我们进城他那里 也卖得差不多了 到时候 还有一千多 还有饭店给的分红 我估计一个月一百块至少有的 我们这个冬天 不用愁了 陈芝早就算好了 只是这两天 忙没去想这个事 所有的钱加起来 冬天还有四千多块钱 这是很多家庭 一年也挣不到的 萧璐还想着 冬天用完吗 陈芝心里 暗暗觉得 萧璐自从摔坏脑子以后 越来越大手大脚了 第36章 八角树 萧璐鱼塘 本来没想挖那么深的 没想到 干活的人一多 干劲十足 两天就挖了六米 萧璐觉得 怎么都够用啊 太深了以后 蓄水和清糖也是个问题 其实大家挖深点也是 有自己的考虑 村里没有鱼塘 虽然有条河 一到夏天就枯水 而且河离得远 种地用水 要自己去挑 现在 萧璐修个鱼塘 大家挖深点 到时候田里用水 可以直接放 水深放一点出来 也不耽误养鱼 众人都是这样想的 所以干活卖力 萧璐却觉得 是意外之喜 不过水太深了也怕 到时候 别有人掉下去了 萧璐想着到时候 蓄上水了 还得让萧天 在周围围上一圈篱笆才行 不然附近小孩子多 万一出个意外 就不好了 第二天 到下午四点多 就全部挖好了 连路都平好了 只要等蓄上水就行 萧璐让陈芝早就 准备好了钱 活一干 完全都到萧璐家里领钱 有的家里 来了三四个 两天 就赚了二十多块 一个个领了钱 都高兴得不行 笑着回家了 萧璐两口子 收拾完家里 早早就去睡了 家里有事就是累人 俩口子第二天一大早了 还没起来 太阳都出来了 萧璐才悠悠转醒 陈芝也跟着起来 热了点米粥 热了两个馒头 两口子又凑合了一顿早饭 萧璐吃了饭 去地里逛了一圈 现在要过冬了 地里都光秃秃的 没什么活儿 大家都在挖地叫做冬储菜 说是冬储 其实缺一小时的 也没什么菜 都是红薯土豆 还有些大白菜 有的家里 还有种了卷心菜 萧璐去逛了一圈 还有人给他送白菜的 萧璐全部婉拒了 想着家里也没什么活儿 萧璐拉着陈芝上山去 准备再砍点柴火 回来堆着 到时候天一冷 家里的牲畜也要烤火 虽然家里烧着炕 但是这里的人设不得买煤 都是用柴火烧炕 萧璐虽然早就准备了许多 但是想到 后面兔子多了一分龙 肯定不够的 总不能大冬天的 让大堆两口子 去山上砍柴吧 萧璐跟陈芝说了说这个事 陈芝也觉得在理 两口子背着东西 上山去砍柴 萧璐准备这个月 剩下几天全都上山去砍柴 一天去个七八趟 柴也够烧了 一路上也碰到几个人上山 萧璐一看都是村里的 他知道 肯定是自己 上次的话起作用了 全都是趁着还没下雪 上山捉兔子的 自己说的话 还是有人听的 这年头日子过得困难 没有几个人不想挣钱的 一路上碰见人都打招呼 一直到上了山才 渐渐没什么人了 两口子各管各的 萧璐砍 陈芝就捡 两口子一起 没一会儿就砍了好大两捆 萧璐想着 全部砍好慢慢背 陈芝害怕别人来背走了 两人不是白杆吗 萧璐想想也有这个可能 两口子一起背回去又再上来 一上午 来回走了三四趟 萧璐也有些累了 最后一趟 坐在了沟渠上歇息 萧璐看着对面的斜坡上 长满了绿绿的东西 不明白 这是后来还有绿色植物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好奇地上前看了看 没想到 走近了一看 像是一种调料 萧璐记得 好像叫山奈 他们家 做菜的时候会放 挺好吃的 萧璐怕自己认错 叫陈芝来看一下 芝芝 这个是什么 你认识吗 陈芝一看 以为是什么东西 原来是山奈 萧璐 山奈你都不认得了 果然是山奈 萧璐觉得 北方不尝这个 没想到 超出了他的认知了 山上还有八角呢 我们有时候捡点 回来炖肉的时候放 不过自从我爹死了 我就很少吃过肉了 不过看村里 也很少有人用来吃 萧璐没想到 八角也有 顿时有些欣喜 连忙拉着陈芝 回家放了柴火 又进屋 拿了两个篮子 带着陈芝进山了 芝芝 快带我进山 去捡八角 陈芝没想到这人 说风就是雨 刚才才说有 现在立马就要去捡 摇了摇头直叹气 边走边说 萧璐 这东西 也没多好吃 捡点就行 你拿这么大两个篮子 做什么 萧璐心里 笑她不知道吃法 等自己捡回去 再去城里买点配料 做点卤肉吃 不是像迷糊了吗 带我去吧 这是种好调料 咱们之后 开店也能用上 陈芝这才想起 开店是要用好多调料 一时间觉得 萧璐真是时时刻刻 都在想着怎么赚钱 反观自己 帮不上忙就算了 还老是质疑 萧璐的决定 陈芝又想起自己前几天 在心里发的事 只觉得无论如何 以后萧璐说什么 她直接照办就行了 陈芝带着萧璐 两口子走了 一会儿来了一个林子 里面长满了八角 萧璐看的眼睛都亮了 放下贝蕾 就爬上树去 一会儿就摘了老多 陈芝也拿了个篮子 上树去摘 这东西 以后开店要用 自然多摘点 等到上洞了 山都上不来了 到时候想来一趟 就没这么容易了 萧璐全部摘在树上的 没过多久两个人 就摘了满满两篮子 刺鼻的八角味道 弥漫着整个林子 萧璐看了看 估计是野生的杂树 在大山里没人管 逐渐成零了 两人摘了小半被篓 才开始往回走 走到山下 又砍了两捆柴火回去 两口子背着茂盛的柴火颤 微微地走回家里 没想到家里 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王铁柱不知道 什么时候又摸到萧璐家来了 看见了 萧璐挖的鱼塘 王铁柱记得前两天来还没有 这才几天时间 就挖了这么大个塘 王铁柱知道 萧璐是真的发了 远远看见 两口子背着柴火回来了 王铁柱连忙上去迎了一下 你来干什么 陈芝一看王铁柱来了 觉得这个人真是阴魂不散 竟然又跑到家里来了 嫂子 我这不是来看看萧璐吗 我们以前都是好兄弟 我这因为上次的事 好久没过来了 心里过意不去 萧璐慢慢把柴火堆上 才坐在门前的石墩上歇息 陈芝却觉得 王铁柱贼眉鼠眼 一看就不是像他说的那样 来认错的 你认了错就走吧 以后没事别来了 陈芝理直气壮地说了一句 王铁柱心里有些不服气 看了看陈芝 又看着坐在墙角 没有说话的萧璐 心中顺势火大 以前萧璐都是跟着他在村里晃荡 有什么好事 他也先带着萧璐一起 没想到 现在萧璐发达了 就忘了过去的兄弟了 王铁柱还想跟萧璐说点什么 没想到 陈芝变得厉害了许多 说他上次跟萧璐打架 摔坏了他的头 他要去公社上道 王铁柱看他的脸色 不知道真假 只觉得自己来的不是时候 信信地走了 第37章 进城 陈芝黑脸感人 萧璐也没说什么话 王铁柱瞄了眼萧璐 觉得自己今天来的又不是时候 这萧璐什么时候 变得这么怕老婆了 连声都不敢坑了 王铁柱一步 三回头磨磨蹭蹭地走了 他这次来是想让萧璐 也带着他发财的 没想到 萧璐连屁都没放一个 想到回到家里又要 被媳妇骂 王铁柱没走一步 脚都像贯迁一样 陈芝赶走了王铁柱 才想起了萧璐 悄悄看了看他的脸色 觉得他应该没有生气 还是忐忑地问了句 萧璐 你没生气吧 萧璐闻言却 有些不解地看着他 我生什么气 我赶走了王铁柱啊 陈芝也没想到 萧璐连自己担心 什么都不知道 心里暗息 我怎么会生你的气 这人我不喜欢 以后他来了 你直接赶走就是 我肯定不会生气 得了他的准话 陈芝心里放心不守 他现在 好日子过惯了 还真怕萧璐像以前一样 又变成混账了 那他觉得日子肯定过 不下去了 萧璐用一只干净的口袋 一个个选刚才摘的八角 陈芝自己去做中午饭 心情好了 做饭都好吃 陈芝做了两菜一汤 靠劳萧璐和自己 萧璐还不知道 他为什么忽然变得这么高兴 两口子吃完饭下午 又上山去了几趟 萧璐看着满满的 柴火安全感十足 以前看电视的时 后 冬天零下几十度 冷得不得了 萧璐自从来了这里 就一直在害怕 怕冷 眼看天气越来越冷了 现在看着自己和陈芝身上的衣服 也觉得有些单薄 芝芝 我们明天进城 再去扯点布 再买点棉花吧 趁着这几天有空 做点衣服 冬天穿 陈芝文言也点点头 他的衣服倒是有 萧璐的衣服破破烂烂的 冬天确实没穿的了 陈芝想着先答应 明天只给萧璐买 自己不要就行了 两口子一天又背了 二十多捆柴火回来 萧天正在鱼塘边上平路 自从萧璐说鱼塘给他管理 萧天每天就想着 快些下雨好续上水 年前放一批鱼苗下去 年后也能长几两了 庄家人做事都是说干就干 萧天今天来看了看 边上有段路不平 又立马拿了工具 重新整顿一下 萧璐两口子背柴火回来 萧天才看见他们 以为你们进城了 怎么又去捡柴了 你那里不是有一屋子了吗 够用了 萧天指着柴房外面棚子里 一堆柴火说道 萧璐看了看笑着说 哥 冬天不止人要保暖 动物也要保暖 才能长得快 我们家兔子好多快伤了 搞暖和点长得快 萧天倒是没想到这个问题 以前家里也没养过什么畜生 顶多养头牛 没想过保暖的事 他们家祖辈都在大山里 他爹以前在林场工作过 后来文革大逃荒逃到现在这个地方 也没出去过 萧天有些疑惑 萧璐怎么忽然懂得这么多了 萧璐 你老实说 这些东西都是在哪去学的 萧璐也没想到 哥哥的弯转得这么急 一下转到这儿了 他想到了上次陈芝说的话 觉得还是不要告诉他算了 哥 我这也是在城里做生意久了 听到人家说的 这经验不得一点点积累吗 萧天一听 也觉得萧璐说的对 拍拍他的肩膀说道 有事也不告诉我 你挣钱就想到你哥 干活就想不起了 你看吧 吱吱累的 明天我跟你嫂子也去 这么多活 总不能叫你一个人干了 萧璐也不推辞了 多个人干活总是好的 萧璐只说 明天上午他要进城 下午才能回来 萧天没有理会他 这些事他自己做就行了 他再不再也没什么紧要 看着天色不早了 萧天放下工具 就要回家了 陈芝出来 还想叫大哥晚上留下吃饭 没想到萧天已经走了 陈芝也不抢求 叫萧璐洗手吃饭了 两口子吃完饭 陈芝又拿了爹妈留下的旧衣服 把里面的棉花拆出来 想着做点新衣服 萧璐看着那棉花都发黑了 心里有些隔音地说道 芝芝 这棉花都发黑了 不暖和了 明天去撑几尽新的来吧 陈芝看了看 也觉得是挺黑的 闻了下还有些味道 陈芝想着 明天撑点回来也行 只是这棉花也不能浪费 他烧了一壶开水 撇了一点肥皂进去 把棉花泡在里面 想着洗洗看看能不能洗干净 要是能变白 还能用 到时候做几条棉裤也行 陈芝点着油灯拆了许久 几条棉衣棉裤全都拆了 萧璐看了一会儿 就自己睡觉了 心里暗叹陈芝节俭 不过这个年代的人 都是一分钱掰成两分钱花 节俭是应该的 两口子第二天一早就起来进城 因为没有货 也不用板车了 两口子背了一个背楼走路进城去 没什么东西走路很轻松 一个小时就到了 现在走习惯了 萧璐觉得 城里其实也不远 进了城萧璐 先去了国营饭店 郭经理一见他来了 就问他 还有送货来没有 上次的兔子已经卖完了 萧璐只是摇摇头 郭经理长嘘短叹说道 每次生意刚好点就断货 萧璐也没办法 今年活就只有这么多了 郭经理带着他去结账 萧璐两百只兔子 卖了一千五百多块钱 捏着这么多钱 陈芝只觉得手都在颤抖 想到以前的自己 存款只有六块钱 还是辛苦攒下的 这才几个月 六块钱不知道翻了多少倍了 陈芝看了眼萧璐 心里有些感动 眼睛有点热 想掉眼泪 意识到自己这是在外面 陈芝又把眼泪憋了回去 总之 以后的日子 总会越来越好就行 两口子拿到钱 去买了几斤肉 萧璐又去买了一堆大料 陈芝看了 里面还有树皮和树叶 不知道他想做什么 他也没问 没想到付钱的时候还挺贵 这么点东西要三块钱 陈芝心里有些觉得 萧璐被坑了 买好东西 两口子立刻去扯了几尺布 萧璐自己选完颜色 陈芝死活不要 说是他上次买的还有 萧璐哪里不知道 上次的布已经做了衣裳 春秋穿还可以 薄薄的一层 冬天穿怎么能遇寒 萧璐又让人扯了六尺蓝白 相见的碎花布 陈芝拿他没办法 又觉得他眼光好 这个花色也好看 两口子又去买了二十斤棉花 萧璐还想做一床十斤的棉花被 被陈芝阻止了 萧璐怕冷 陈芝给他解释 冬天烧炕 盖太后还会热 萧璐想到 城里的房子是家层 不知道到时候暖和布 想到这里 买了棉花就准备去看看 陈芝刚才也忘了 两口子要在城里过冬 没有炕估计是很冷 他给了钱 跟着萧璐一起 又去了老刘那里 老刘媳妇今天也来了 看见萧璐来了 老刘很热情地给媳妇介绍 他媳妇也很热情 听见陈芝担心冬天冷 立马带他去看了 原来楼上也有管道 他们店里是烧煤的 到时候抗一烧暖气 跟着管道到楼上 也很暖和 陈芝亲自看了一遍 才放下心来 只要不是特别冷 就不用另外做被子了 两口子背着东西 就往家里走了 陈芝一路上走得飞快 他还等着回去 给萧璐做两身新衣服呢 背的东西不多 两人一个多小时就到了 没想到 哥哥嫂嫂 已经在家里等着了 第38章 试菜 萧璐两口子回到家 大哥大嫂都在门口等着 萧璐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 急忙走了两步问道 哥 嫂子 你们怎么都来了 出什么事了 萧天两口子 见到萧璐回来 才站起来说道 没出什么事 就是早上王铁柱 又在这附近晃扬 我和你嫂子 怕他使坏 在这里守着呢 萧璐没想到 这王铁柱这么阴魂不散 笑着跟哥嫂解释道 哥 嫂子 王铁柱想让我带着他做生意 以后他来你们 就别管他了 让他来就是了 他起不了什么坏心思 萧天听到萧璐说的话 心里直打鼓 萧璐 这王铁柱 可是个魂不吝的 你千万别再跟他缴在一起了 更别说 做生意了 陈芝和刘英听完 也点头附和 萧璐笑着说知道了 本来他也没想 和他有什么往来 萧璐放下东西 萧天两口子就要上山砍柴 萧璐让他们晚上 到自己家吃饭 顺便商量点事 萧天点头答应了 萧璐把买回来的肉 还有一只猪脚洗好 猪脚只切了下面一段 他今天还买了半边猪头肉 一起洗了准备等下炉 陈芝不知道他要做什么 看样子是要做卤货吃 只是他们平时吃卤货 都是直接放炉子下去 萧璐这做法 完全不一样 放了一堆买的大料 花椒辣椒都放了 还有那个树叶和树皮 陈芝以前没见人吃这个的 萧璐解释了说是香料 陈芝没吃过 也还是不明白 站在锅边上 看了萧璐操作 一直到肉下锅 他也没看出个什么名堂 肉下锅只剩慢慢卤了 陈芝想到自己 昨晚上泡的棉花 立刻进屋去端出来 陈芝把水盆放在太阳底下 用手轻轻一搓 那棉花就变得雪白了 陈芝高兴坏了 洗出来还能用 只是不好晒 陈芝想了半天 进屋拿来几块纱布 把棉花包在里面 挂在树上慢慢晒 风也大 太阳也大 估计吹两天就干了 到时候可以拿来 做几条棉裤穿 萧璐晚上叫了哥嫂吃饭 陈芝进屋去 拿了点面粉出来发面 他想着晚上烙饼吃 里面放点肉馅 一吃一个香 萧璐也没管他做什么 各做各的 互不干涉 很快萧璐的肉就卤好了 他用筷子挑出来 放在一边等它冷 自己又翻了翻锅里的 半边猪头肉 陈芝闻着那味道 真是香啊 萧璐好像做吃的特别有天赋 明明以前都没进过厨房 忽然无师自通了 陈芝想到 萧璐上次说的话 梦里的是 他忽然觉得 有些担忧了 萧璐看了看时间 下午四点多了 陈芝正在烙饼 萧璐先去把兔子 和马喂了 现在喂一次 晚上睡觉前 再丢些草就不用管了 说简单也简单 程序不是很复杂 陈芝烙了二十几个肉饼 萧璐蒸了一锅大米饭 他走出去看了看 哥哥嫂子 领着两个侄子已经走到了对面了 人到了萧璐 开始拿肉出来切 卤好的肉 他切成片 又放了点蒜苗下锅 炒了一下 那香味一出来隔壁 都闻到了 刘英打老远 还没进屋 就闻到香味了 心想着萧璐 这是又做什么好吃的了 一进屋 萧璐第一个菜已经炒好了 他把猪头肉切下来 放了调料 做了个凉拌猪头肉 光看那肉的样子 就能吃两碗大米饭了 刘英本来不算是好吃的人 眼下看着萧璐做的菜 蝉虫都出来了 他吞了吞口水 有些不争气地想到 这菜光看着 就想流口水了 他把猪脚也卤了 一整块猪脚 上面的肉切下来 每个碗里放了鸡片 又浇上了一点 他做的料汁 给几个人 一人端了一碗 这香喷喷的一碗端过来 刘英简直忍不住了 就连萧天看了都觉得 嘴里唾液多了不少 两口子今天 都觉得有点邪乎 不明白 自己到底怎么了 只是看了看菜色 就想要流口水了 还是两个侄子忍不住了 端起碗就吃 萧天打了两人一下 二叔还没来呢 莫归见 两个孩子 早就馋得不行了 这一下挨了打都哭起来 萧路见状 连忙安慰 让他们先吃 还埋怨了哥哥几句 两个侄子 正是尝身体的时候 让他们多吃点 没什么不好 萧路炒了个青菜 所有菜就齐了 他端了两杯酒坐上来 几个人正式开吃 刘英早就忍不住了 拿起筷子 就加了一块碗里的猪脚就饭吃 才吃了一口 那味道 简直太香了 刘英感觉舌头 都要吞下去了 要不是在弟弟家里 刘英都想端着碗 往嘴里倒了 他又加了一块子 萧路拌的猪头肉 那味道麻辣鲜香 一点腥味没有 真是把人香的找不着北了 刘英吃得沉醉 没有去看 其他几人的神色 萧天和陈汁吃了一口 也跟刘英的反应差不多 尤其是陈汁 意外地看着萧路 方才还在做的时候 他就知道好吃了 没想到萧路 做出来这么好吃 今天萧路做的四个菜 三个都是肉 刘英大吃特吃 两个侄子 也是一直加肉吃 看得萧天 有些不好意思 萧路却觉得没什么 这年头条件这么差 有肉吃了 肯定都想多吃 刘英吃的 差不多了 才不好意思地 看着席上几人 不过大家都在专心吃饭 没人看他 就连萧天 也没喝酒 专心地在吃肉 刘英也觉得邪惑 萧路做的菜 怎么就这么好吃呢 他仔细看了 肉也就是猪头肉 还有猪脚 他也不是没吃过 怎么今天吃得 像要饭的似的 哥 嫂子 芝芝 你们觉得味道怎么样 萧路的询问声传来 几个人都猛点头 尤其是刘英 忍不住夸了两句 萧路 不是嫂子吹嘘 你这手艺不做大厨 真是可惜了 这做的太好吃了 萧天和陈芝 也点头说好吃 萧路自己也吃了 味道是还不错 看着几人的模样 萧路心里 大概有底了 不瞒你们 我准备等两天 在店里卖这个 早餐也卖 中餐就只卖这个 你们觉得怎么样 萧路这个 其实就是个猪脚饭 但是在这个年代 好东西太少了 这边人都没吃过 所以觉得特别好吃 陈芝听见萧路这话 眼神闪了闪 以前萧路说 只卖早餐 他心里还有些打鼓 觉得成本赚不回来 现在萧路说 要卖这个 他觉得生意肯定很好 萧路 你这个生意 肯定会大卖的 第39章 每妙夜晚 几个人都说好吃 让萧路感到信心倍增 这几天他一直在想 要是早餐卖得不好的话 怎么办 做中餐炒菜费事 要是像这种快餐的话 应该是很省事 就怕没人吃 萧路想着 要是自己卖得好 可以每天多卤点出来 客人可以在店里吃 也可以打包回去 昨天无意中捡到八角 萧路就萌生了这个想法 只是还没有实际操作 所以连陈芝都没说 今天总算买到了材料 这才做出来大家尝尝 果然反应很好 陈芝今天烙了二十几个肉饼 竟然一个都没人吃 这饼放久了也不好热 陈芝给大嫂拿了十个回去 一家人回家的时候 天还没黑 刘婶看见刘英拿了这么多饼回来 有些羡慕 萧路家现在天天都是白米饭 要不就是白面馍馍 看得刘婶子羡慕得很 前两天 萧路说让养兔子 刘婶就觉得挺好 因为她早就发现 萧路家在养兔子了 而且养的还不少 上次她去交货的时候 看到萧路养那么多 心里也留了的心眼 养了几只 只是没想到 还是太少了 她本来是 留着冬天吃的 这样过冬隔几天杀一只 就不用去买肉了 没想到所有兔子关在一起 有几只母兔 竟然怀孕了 刘婶前几天去看了萧路的方法 也让她男人编了些笼子 分开放 过几天她的兔子就要下载了 刘婶想着这些以后 卖了都是钱 这两天心里高兴得不得了 萧路送走大哥大嫂 想着明天再去砍一天柴 后天就得收拾东西 准备进城了 陈芝看了看 自己这个待了两年多的家 还有些舍不得 萧路 我还有些舍不得离开咱们家呢 陈芝忽然对萧路感慨了一句 萧路走出去 轻轻拉起她的手 把她往自己怀里带了带 劝慰道 我们只去几个月 过完年还要回来呢 陈芝也知道是这个道理 但是要走了 就是舍不得 萧路笑了笑说了一句 又没有多远 两口子把家里收拾了一遍 陈芝把多余的钥匙找出来 准备到时候交给大嫂 养兔子的程序 早就交过几遍了 刘英也熟悉了 只等两口子走了 他们过来喂就行 收拾完家里的所有 两口子才上床睡觉 第二天一早就起来 吃了两个饼就上山 做饭 背了一天柴火 两个人都浑身酸痛 萧路和陈芝回来 都去洗了澡 才开始做饭 萧路晚上做饭 陈芝把洗好的棉花拿进来 准备做两条棉裤 上次买的棉花盒布 陈芝给萧路做了两件衣裳 她自己都没有做 想着放到那里 过年做件新衣服穿穿 陈芝拿来布 先打了样子 才开始慢慢裁剪 做这个也简单 这年代的女人基本都会 要是不会做衣服裤子 就算有布 还得给人家加工费 不是费钱吗 陈芝用丝线把棉花也稍微压了压 穿了几圈 才放到做好的样子里去 她做的是双层的 新布里面还有一层旧布 这样洗的时候 也不怕跑棉 萧路菜还没做好 陈芝的裤子已经做了一半了 天色晚了 剩下的只能明天再做了 因为剩下最后工序 就是缝线了 这个得慢慢做 晚上看不见一不小心缝飘了 白天穿出去不好看 两口子吃完饭 萧路又去喂了兔子和马 萧路看着那匹350买来的马 心里还有些不确定 这次进城马带去的话 晚上没地栓 不带去的话 像是拉梅 这些事就要自己动手了 想了想 还是决定后面再说 需要的话再回来签呗 萧路去给兔子喂草 有两窝兔子不怎么吃 还一只拱窝 萧路拿了没有灯走进去才发现 这个兔子生宰了 萧路记得他奶奶以前养兔子给他说过 刚出生的小兔子不能碰 要是身上有人味了 母兔子会把它吃掉 他小心翼翼地观察了一会儿 这兔子挪了几下 萧路看到里面有十来只 全都比刚出生的小老鼠大一点点 萧路虽然说养兔子赚钱 但是一次没见过生小兔子 这也是他第一次看见 他兴奋地跑出去 跟陈芝说这个事 陈芝方才喂草还没生 这下就生了 心里也觉得神奇 立马跑过去 远远地看了几眼 果然兔子窝里多了小的 萧路又观察了其他几窝 也有些不同寻常 他觉得 今晚上这几窝 估计也要生了 芝芝 你先去睡吧 我在这手下 萧路 这么冷 又不知道什么时候生 你先去睡吧 我来手 陈芝怕萧路动感冒了 毕竟等两天城里的店也要开了 萧路这时候病了可不好整 坚持要自己在这里守 萧路拗不过他 最后说 两个人都别守了 半夜起来看看就行 萧路和陈芝躺上床睡觉 外面的风吹得呜呜响 陈芝又往两个炕里 添了些柴火才睡觉 兔子那屋也不冷 萧路缩在被窝里 外面天寒地冻 他从小生活在南方 不明白自己为什么穿越到北方了 陈芝这时候 钻进被窝 感觉到萧路在发抖 他以为他冻感冒了 伸手过去 摸了摸他的头 陈芝的手心温热 摸在身上特别暖和 萧路不由自主地 往陈芝那边划过去 自然而然地 伸手揽住陈芝的腰 紧紧抱着他 陈芝也没想到 萧路忽然来着出 陈芝的身体很温暖 萧路抱着不想撒手 他感觉陈芝 就像一个暖宝宝一样 特别温暖 但是 他比暖宝宝舒服 柔软 萧路情不自禁地 将头埋到他的颈窝 轻轻地呼气 他温热的气息 洒到陈芝的颈窝上 陈芝竟然轻轻 呻吟了一声 萧路被这声音刺激到了 忽然吻上了他的红唇 两人一接触 就如干柴烈火一般 一发不可收拾 萧路忽然清醒 但此时见在弦上 不得不发了 萧路看着陈芝迷醉的眼神 心里决定放下一切 不去想其他的了 他挺身而上 陈芝轻易出声 两人度过了一个 狂乱的夜晚 萧路没想到 自己心智不坚 又害怕自己哪天 万一又回去了 留下陈芝如何是好 脑子里思绪错综复杂 想着想着 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 第四十章 讨论 陈芝以为萧路转性了 没想到 只是憋久了 一下子爆发了 弄得陈芝还有些为难 看着熟睡的萧路 陈芝没有叫醒他 自己轻手轻脚地起来 穿上衣服 点燃煤油灯 准备去看看兔子 哪知道他下地的时候 忽然腿软了一下 差点跌倒在地上 陈芝揉了揉发软的腿 看着床上 呼呼大睡的萧路 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 他端着油灯 来了兔子房里 刚才下载那只 没什么异常 正在喂奶 陈芝又看了 另外两窝 没想到 其中一窝 正在下载 陈芝想到萧路说过 兔子下载 不能惊吓 他悄悄地 在旁边站了一会儿 直到所有兔子 都出来了 才缓缓去炕边上 加了点柴火进去 观察了一下 这母兔子 没有吃小兔子的迹象 陈芝才又回去 刚躺上床 萧路就醒了 摸了摸他的身上 浑身冰冷 萧路有些急了 抱着陈芝 轻声问道 去哪里了 是不是不舒服 陈芝害羞地摇摇头 去看兔子了 又有一窝伤了 我给那屋加了点柴火 他不知道在那站了多久 萧路摸着浑身冰冷 有些心疼地问他 冷不冷 陈芝确实有些冷 轻轻点点头 哎呀 你脱我衣服干嘛 萧路想着 当一次禽兽也是当 当几次也是当 反正都是禽兽了 只能满足自己了 你不是冷吗 咱们运动下 萧路嘴里说着 禽兽不如的话 陈芝又羞红了脸 整个夜晚 就这样 慢慢过渡到了白天 日上三干了 陈芝还没有起床 萧路也没有催他 自己起来 去喂了兔子和马 萧路看着 又有一窝兔子生了 这几窝 都是生了十多只 萧路感慨兔子 真是高产 陈芝才缓缓起来 走路的姿势 还有点怪怪的 萧路看在眼里 殷勤地给他端了个凳子 陈芝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萧路却觉得 这一眼像 是在调情一般 心里很受用 陈芝见他没脸没皮 也不看他了 自顾自梳头 芝芝 早上兔子又生了一窝 也有十多只呢 萧路讨好的说出 这个消息 陈芝听了果然有些高兴 已经28号了 陈芝起床吃了饭 又去看了看兔子 三窝兔子都挺好 看着这兔子这么能下载 陈芝心里有些感叹 这全是白花花的钱啊 萧路看着兔子越来越多了 觉得还是要搞点水泥才行 这土屋兔子好打洞 到时候钻进去了不出来 就麻烦 所以萧路一直都是用笼子装的 现在还好 后面越来越多了 怕是再多笼子也不够啊 萧路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又看了看爹妈留下的三间平房 想着明年要是生意好的话 还是得专门修圈才行 到时候还可以养头猪几只鸡什么的 萧天自从鱼塘挖好 每天都过来转转 因为萧路说让他给周围围一下 萧天昨天就来打庄子了 萧路还笑他积极 这鱼塘水都没有就开始干了 萧天说了句 有水就来不及了 萧路想先也是 到时候一下雨再来围 那不耽误事吗 不过 现在马上11月了 想下大雨基本不可能了 看着哥哥这么认真 萧路也不想打消他的积极性 只能游他去了 萧路吃完饭也去帮忙 萧天在水塘四周挖了洞 找了笔碗 还粗地树桩打进去 下面还用泥固定住 萧路摇了摇 很稳 等桩子打好了 他才去砍竹子边篱笆 到时候沿着边上围一圈 这样村里的小孩也不会掉下去 其实萧路这里位置还好 门前只有他一户人 几户邻居要么在底下 要么在背后都离得远 但是有句话叫防患于未然 有总比没有好 两兄弟在做事 刘英也带着孩子来了 萧路他们后天就进城了 昨天跟哥嫂说了 让他们过来再看两天 怎么养兔子 还有兔子下载 要注意什么东西 刘英知道 这以后都是钱 学得很认真 两兄弟干活 两个侄子就在田里玩 浑身都是泥 萧路看这两个侄子若有所思 许久之后才对着大哥说道 哥 两个侄子都大了 送去读书吧 萧天文言有些意外 没想到萧路会和他说这个事 他心里还有些打突 我也想过 但是我们村没有学校 去读书只能送去隔壁村 我和你嫂子每天这么忙 萧路没想到哥哥 对读书的问题这么不上心 现在是82年 按理说 国家已经要求孩子上学了 萧路看看对面的大山 觉得还是因为太穷了 饭都吃不上了 谁还想着读书 萧路观察了许久 村里也有十几个小孩 都没有去上学 他觉得 什么时候应该跟村长说下 重视下这个问题 哥 再忙 也得送孩子去上学 你要是没钱 这钱我出了 萧路豪气地说 要出钱送侄子上学 萧天却没有表现出多高兴 愁眉苦脸说道 萧路 一定要去上学吗 咱们庄家人 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 萧路一听这话心底 涌起怒意 大声呵斥哥哥道 哥 你怎么能这么想 两个侄子这么小 你不送他们去读书 难道让他们 在家里跟你种店 你种了半辈子店 连家里温饱都供不上 你还想让孩子们 跟你过一样的日子 萧路一番骂 萧天有些无地自容 也不干活了 坐在田梗上 拿出一根汗烟 点燃了吸了两口 许久才缓缓说道 两个孩子去上学 学费是一样 每天那么远我还担心 再有就是吃 也是个问题 萧天慢慢诉说难处 萧路却觉得 这都不是问题 哥 读个书你呢 该要多少钱 这点钱 你都赚不了 你给不起我给 你说吃的事 在家不也是要吃吗 在学校吃自己 带上就行了 孩子就要学知识 以后走出这个大山 不要跟爹妈那辈人一样 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 萧路的话 萧天也受到些震撼 仿佛现在就看到 自己家孩子出息了的样子 想了许久 看着萧路 郑重地点点头 你说的对 不能让他们跟我一样 过完年 我就送他们 去读书去 萧路一番话说的 萧天也是热血沸腾 巴不得现在 就把孩子送学校去了 可惜人家 要过完年 开学才收人了 第41章 失踪 萧路好说歹说 萧天才想通了 萧路觉得 他还算通情达理 笑着拍了拍哥哥肩膀 以后两个侄子 肯定会有出息的 萧天也跟着点了点头 至少比他有出息就行 两兄弟又聊了许久 从鱼塘蓄水 聊到养什么鱼 甚至连五年规划都想好了 萧天觉得 萧路真的是改邪归正了 现在什么计划都在心中 一点不像从前了 看着这样的弟弟 萧天觉得 是父母在天显灵了 心里盘算着 今年过年给爹妈多烧点纸钱 两兄弟在这边聊得火热 刘英那边也正在和陈芝 看那几只幼崽的兔子 刘英看着三只母兔下的崽 眼里都在放光 萧路的估计还是保守了 他按一窝八只算 这些兔子 每个都是十几只这样下 刘英觉得 这简直就是硬抄鸡 不过看着小老鼠 一样大的小兔子 刘英心里又开始担心 这要多久才能长大 别到时候长一年 那不知道要吃多少粮食 刘英回忆了下小时候 他奶奶家好像养过兔子 记忆中好像四五个月就长大了 不过他也不清楚到底要多久 想着等下再问问萧路 别到时候整亏了 两周里看了看几只兔子 陈芝又带着刘英 一一看了所有兔子 指出了怀孕的十多只兔子 让他到时候格外留意 因为兔子太多了 陈芝也不知道他们怀孕多久了 还有多久生 只是把这几只兔子生产前的不寻常 跟刘英说了 让他到时候留意 陈芝还想 以后公兔和母兔分开的 只有配种的时候放在一起 这样就知道大概的生仔时间了 不过现在自己要进城了 这些事情只能叮嘱嫂子了 刘英一听就应了 他本来也是这样想的 这样才能知道兔子大概的下载时间 不然每个都来凑的话 那得弄到什么时候去 忙完家里的活儿陈芝才 拿出昨晚上做好的两条裤子 要缝边 刘英家里的事都做完了 见到弟妹要做裤子 立刻拿了针线 也帮忙上了一条 陈芝觉得这样的日子就挺好的 要不是为了多赚点钱 他是真不想离开老家 进城里去 不过萧路说得好 现在年轻不奋斗 以后有了孩子就得让孩子跟着自己吃苦 陈芝觉得 萧路的话说得很有道理 他一定要多赚点钱 到时候有孩子了 至少顿顿 能让孩子吃饱 不要像自己小时候一样 吃糠燕菜闹饥 几下做好了 陈芝去做饭 让嫂子和大哥就在这里吃 刘英也没推脱 孩子都带过来了 就是为了在这里吃饭 主要是萧路做饭好吃 刘英想着 萧路会不会又做几个新菜 给他们试吃呢 不过看着日头 已经晒到了把子里 萧路还没有收工的意思 想必今天是没有了 反正在弟弟家吃一顿也不错 省得他回去做了 刘英洗了洗手 就去帮弟妹洗菜了 两周里在家做菜 锅产倒得叮当响 两兄弟看着日头回家洗手 准备吃饭了 这时候 刘婶忽然着急忙慌地跑来了 说是陈叔从昨晚上山去就没回来 嚷着要两兄弟帮忙找找 昨晚那么冷 萧路心里一愣 觉得事情有些不好 立刻问他 刘婶 陈叔 昨晚上山做什么 去的哪片山 具体在哪一段 你知道吗 刘婶现在已经六神无主了 雨无伦次哭了起来 两周里正在炒菜 听见外面有人在哭 拿着铲子就出来了 刘英一看 刘婶那么好强的人 竟然在哭 心里立刻不忍 放下铲子就过去扶他 婶子 出什么事了 你哭啥 刘英一问 刘婶哭得更大声了 萧天才解释 陈叔昨晚上山没回来 刘英文言也是一愣 现在这天气这么冷 在山上一宿没回来 多半是凶多吉少了 刘英没敢把心里的想法说出来 萧露见时间过去这么久了 几个人在这里看着他哭也不是办法 让刘英和陈芝先看着刘婶 安慰安慰他 顺便问问陈叔 具体去的哪片山 萧露拿了把镰刀 萧天带了两根大杠子 想着万一陈叔在山上摔跤了 需要抬 又背了捆绳子 两兄弟去了村里挨家挨护叫人 得知陈叔一夜没回 村里人心里都有些紧张 这么冷的天 一个人在山野地里冻了一夜 没事也有事了 不过大家默契地没提这事 村长没一会儿也来了 看着村里的青壮劳力都在这儿了 村长安排了人手搜山 由于时间久了 村长怕出什么意外 让六十多个人分了三波 刘婶刚才也不知道 陈叔去的哪片林子 他出门的时候 说是上山打柴 刘婶昨晚上回了娘家 说是跟娘家人 说养兔子的事 今天从娘家回来才知道 陈叔一晚上没回 刘婶心里害怕 他儿子早年的病死了 两个女儿又都嫁得远 这时候肯定靠不上 这才想到隔壁萧天 没想到萧天不在 他才找到萧璐家里来了 事出紧急 村长让三波人 分别上三座大山 进去边走边喊 看看能不能找到陈叔 一群人分了组 就带着东西各自进山了 萧璐看着这么大的山 这么冷的天 心里直打突 现在虽然没有下雪 但是晚上 怕是只有两下一两度 陈叔在山上一晚上 估计就算侥幸没事 也是筋疲力尽了 况且这晚上的大山里 还有猛兽出没 两兄弟心里担心得不得了 萧璐分道这一组 去的是平时他们没去过那座山 路不好走 萧天小时候倒是经常去 萧璐毕竟小他十岁 没去过很正常 萧璐年轻冲在前面 快上山的时候 萧天拉着他 等会儿你就跟着我 这山我小时候常来 萧璐点点头 不过找人要紧 现在是白天 萧璐倒是不觉得会有什么危险 没把哥哥的话放在心上 只是让哥哥快些走 萧璐前脚一走 萧天就拉了他一把 萧璐被拉了一个猎阻 有些不明所以 回头疑惑地看着萧天 萧天一本正经地说道 这山上有大虫 我小时候见过 第42章 找到了 萧璐文言一愣 不可置信地看着萧天 试探性地问道 哥 你说的大虫是老虎 萧天轻蔑地看着他 仿佛他说了什么好笑的事 不是老虎是什么 你不会连大虫 是什么都忘了吧 萧璐看着前面 黑压压的密铃 心里越来越担心了 刚才进去那么多人 万一遇上老虎怎么办 哥 你刚才怎么不说啊 说什么 都是这村里长大的 谁不知道 我拦下你 是因为你脑子被撞过 怕你不知道 没想到 你还真忘了 萧璐没想到 这天天在家门口 看着几座大山里面 竟然有老虎 想到自己以前 每天上山 忽然觉得自己命大 萧天看着他 这软脚虾的模样 一看就是吓到了 萧天笑了笑说道 走吧 大虫也不是随时都能看见的 这人一多 他也不敢出来 都往密铃里跑了 我主要是给你提个醒 萧璐听到这话 心下定了些 但是还是觉得有些危险 心里决定 今天一天 都要跟着哥哥的脚步 当下往前一步 往萧天靠拢了些 萧天嘲笑了句 他没出息就走了 萧璐连忙拿起 杠子跟上 二十多个人 进山就分散了 这山这么大 进去也看不到几个人 大家一边走 一边喊 还是能听到声音 找了三个多小时 发现陈叔的踪迹 这山树从太多了 根本没有人来过的迹象 保险起见 他们还是整个林子 都大概逛了一遍 没找到陈叔 萧璐也没遇见 他害怕的老虎 一群人点了人数 一起下山 准备回去 看看另外的两队人那边 找到没有 刘沈来的时候 萧璐他们正准备吃饭 没想到 饭没吃上 现在在山上几个小时 早就饿得前胸贴后背了 一群人下山 都想着 再上其他两座山找找 毕竟等天黑了 就完全找不到了 整个村里也没几只手电 到时候陈叔 怕是真的凶多吉少了 萧璐虽然饿了 但也是这样想的 一群人 下山在河边 正准备上山 陈芝和刘英正等在哪 看见一群人 下山没找到陈叔 眼里都露出失望之色 陈芝知道他们没吃饭 带了点馒头 萧璐和萧天一人 拿了两个 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刘沈的女儿 刚才得到消息 才从林村赶过来 两个女婿 也上山找人去了 陈芝看着萧璐哥俩回来 没有收获 心里很担心陈叔 大家都愁眉苦脸的 准备上 另外两座山看看 忽然河对面喊声震天 萧璐听到 有人在喊找到了 一群人听到消息 往河对面跑去 陈芝听到 找到了心里 也是一定 一群人往龙跑 没想到 靠近了 才听到刘沈大哭的声音 啊 当家的 这可怎么办 啊 刘沈和女儿的哭声传来 萧璐哥俩一听 互相看了看对方 他们一行二十多个人心里 都是一尘 萧璐慢慢靠近 才看见陈叔还活着 萧璐见人还在 心里顿时松了口气 萧璐走近一看 陈叔的腿 应该是摔断了 哒啦着 整个人看起来 气色灰败 估计是又冷又饿又痛 找人的几个 用绳子拴了的担架 把他抬下来的 萧璐看他的腿 就算是回家休养 估计要痛死 当下立刻说了句 陈叔腿断了 必须送医院才行 在场中人你看我 有人摔了 都是回家慢慢休养 没人去过医院 不是不想去 是根本没钱 大家都看向刘婶 刘婶也不知道怎么办 前段时间是赚了钱 可是就一百多块 还给两个女儿 一人给了二十 此刻萧璐提议 去医院 刘婶下意识 看向两个女婿 谁知道 两个女婿都目光躲闪 刘婶心里愤恨 又看向自己的女儿 女儿都没钱 在家里 也说不上什么话 刘婶心里苦 看着断腿的男人 当下又哭起来 萧璐看着这样 下去不是办法 让人抬到她家 萧璐回家拉了板车 套了马出来 让人把陈叔放 在板车上 就准备拉去医院 刘婶跑过来 慌张地对萧璐说道 萧璐婶子 婶子没钱 她断断续续地 说了好久才说出这句话 萧璐看着车上 还是鲜活的陈叔 难道只是因为 没钱 就不管这一条 活生生的人命了吗 萧璐让刘婶上车 说了句 刘婶 救命要紧 说不定也要不了多少钱 总不能 不管陈叔了吧 村里人都在看着刘婶 刘婶看了看车上 脸上灰尘的丈夫 哭着点头 快上来吧 我不知道路 来两个人跟着 到时候 怕是还需要抬 萧璐有条不紊的安排 刘婶的两个女儿女婿 也跟着去了 萧天也跟上去 萧璐牵着马 往城里走去 刘婶的两个女婿 还让萧璐去镇上 说是镇上进 萧璐想着镇上 只有卫生锁 这么重的伤 怕是根本没办法 萧璐直接赶着车 往城里去了 几个人路上走得很快 到城里了 立刻送到医院去 医生一看都吓一跳 是怎么伤的 这么严重 刘婶这时候 只知道抹泪 萧璐上前 回答是摔的 那医生 让护士 去又去叫了几个骨科医生来 几个医生 来了商业了许久 才决定好治疗方案 先是要接骨 然后缝合伤口 最后打石膏 萧璐看着情况严重 不知道 会不会影响以后走路 多嘴问了一句 他这伤不影响以后走路吧 那医生摇摇头回答道 现在还说不准 先接骨 以后慢慢僵养 到时候才知道 萧璐觉得 也只好这样了 刘婶的两个女婿 文言治好 以后走路都成问题 立马嚷嚷着不治了 说是现在死了还好 治好了成了瘸子以后 还是负担 萧璐也没想到 刘婶 这两个个女婿 竟然比她还要混蛋 当即就想揍她 还是哥哥萧天拉住了她 刘婶看着自己的两个女儿 都目光躲闪不敢说话 刘婶感到一阵心寒 大声说道 救 谁说不救 就算你爸以后瘸了 还有我呢 轮不到你们 几人健壮 都不敢说话了 二女婿 还想说点什么 被她二女儿拉住了 第43章 救命 那医生 看着这情况 也是眼含指责地 看了那两个女婿一眼 对着刘婶说道 先去交钱吧 我们安排手术 刘婶心里 一直在打触 怕钱花太多 此时医生让去交钱 刘婶不知道该交多少钱 那医生拿来单据 上面写的380 肖露一看放心不少 幸好不算贵 刘婶全部家当 都拿来了 还只有160 此时 她满含希望地 看着两个女儿 二女婿 却站出来说道 妈 这20是你给我们的 我们没用 你拿去吧 多的我们也没有了 刘婶大妈二女儿不笑 大女儿拿出身上的钱 有50块 全给了刘婶 大女婿脸色也不太好 刘婶钱不够 不知怎么办 肖露把她扶起来 带她去交钱 刘 差多少我先给你补上 到时候陈叔好了 慢慢还 咱们先把陈叔治好再说 刘婶没想到 肖露关键时刻 竟然愿意帮她 哭着道谢 把心里的疑问说了出来 肖露 你就不怕 肖露不明白 有什么好怕的 不解的问她 怕什么 刘婶交完钱 哭着抹泪 医生说 你输以后可能是瘸子了 这么多钱 你不怕沈子还不上吗 肖露这才明白 她在怕什么 心里觉得 这时候的人 还真是淳朴 沈子 就那么点钱 怎么可能还不上 再说了 我还想以后 带着村里人挣钱呢 到时候有我带着 你怎么都能还上 肖露一番话 说得刘婶心也定了 心里想着 肖露说得没错 前段时间 她不是还只有十几块存款吗 这才多久 自己也有一百六了 到时候等老陈好了 两口子一起努力 难道还还不上这点账吗 刘婶转头 看了看自己的两个女婿 心里安骂娘 两个女婿 还不如村里的一个侄子 交了钱又过了一会儿 陈叔被几个医生 推着进了手术室 几个人在外面交集等候 外面这时候天已经黑了 幸好医院里面不冷 几个人在手术室外面等了半宿 手术室的灯终于熄了 陈叔被几个医生推了出来 肖露一看腿上已经打了石膏 身上的其他伤口也处理好了 看着这手法应该是没有大问题的 肖露心里庆幸自己当时拉到了县城 要是去了镇上 还不知道怎么医治呢 一直推着进了病房 刚才的医生才叫了家属出去 叮嘱这两天注意情况 刘婶听完之后一一应了 陈叔打了麻醉药还没醒 几个人围在病床前面看了一阵 刘婶看了两个女婿心烦意乱 让他们直接回去 又让大女儿回自己家帮忙喂几天兔子 大女儿点头同意了 陈叔没事了 肖露两兄弟也找了椅子坐起来 等着天亮就回去 经过陈叔这事 肖露和肖天算是深有感触了 只要活着就得努力挣钱 不然真出了像陈叔这样的急事 那真是要命了 其实肖露也能理解他的两个女婿 这时候家里穷 要是钱都拿去治病了 农村人又没个收入来源 什么时候才能还上 到时候自己急需用钱又去哪找 肖露虽然理解 但不支持这样做 毕竟是一条人命 而且还是自己老丈人 关键时刻怎么能置之不理呢 两兄弟坐在医院的长椅上瞇了一会儿 天缓缓亮了 肖露想到自己拴在后院的马车 立刻让肖天下去看着 别到时候马被人偷走了 肖露又进病房看了看陈叔 人还没醒 慎 陈叔怎么样了 肖露上前问了句 刘婶刚眯着眼睛休息一会儿 听见肖露的声音立刻说道 肖露啊 你陈叔刚才醒了 人没事 就是有些痛 这下又睡着了 肖露点点头 只要醒了就没事了 他从兜里又掏了五十块钱递给刘婶 刘婶见了说什么都不肯要 肖露有些强势地说道 婶 这不是给你的 是给我输的 我输两天没吃东西了 你的钱也交完了 用什么给他吃 刘婶脸上露出慌乱的表情 他还想着 让大女儿回家做点什么送来 只是这距离太远 一来一回 怕事都要到中午了 肖露把钱塞到他手里 接着说道 婶 你拿着这钱给我书买点吃的来 你自己也吃点 剩下的你留着 这几天说不定还要用钱呢 刘婶一听也是这个道理 看着手里的钱点点头 心里想着 反正借都借了 借多借少都是借 刘婶在心底暗暗下决心 这钱到时候一定还给肖露 肖露没再说什么了 嘱咐了几句就要回家去了 刘婶跟在后面送了几步 肖露给他指了指对面有面电 刘婶才缓缓往那店里走去 肖天下午签了马套的车在等了 肖露想着反正都进城了 又去买了两只手电筒 又买了几个电池 这样有急事了也能用上 肖天看他买了两个都给了自己 还说不要 肖露说以后晚上养兔子 手鱼都能用到 肖天这才收下 两兄弟一起走路回家 牵着马拖着车 走了一个小时才到 没想到村里人有人在自己家等着了 看见肖露回来 全都围上来问陈叔的状况 肖露细心地解释了 村里人才放心地散了去 肖露又嘱咐了他们几句 以后进山小心些 大家也全都点了头 他们走了肖露才知道 昨晚上他们也来等了 不过肖露没回来 今天一大早又来了 就是为了了解陈叔的伤势 肖露听完心里一暖 这时候还是好 谁家有事大家一起跑 一起帮忙 不像几十年后住在楼房里 隔壁邻居都互相不认识 肖露把剩下的钱给陈芝 还告诉他给刘婶借了一百多 到时候还得上就还 还不上就算了 毕竟万一陈叔真的瘸了 就只有刘婶一个人挣钱了 肖露现在变得这么善良 陈芝也很开心 陈芝也算是看着自己长大的 陈芝哪里还想着那点钱的事 当即给肖露点头说 自己知道了 两口子处理完了这事 又把家里收拾了一下 陈芝的钥匙昨天就给了嫂子 现在家里也没啥东西了 只是明天要带去城里的东西 有点多 肖露看着这么多东西 本来想着自己背进城的 没想到太多了 看来明天只能让大哥送一送 然后再把马迁回来了 第44章 开店了 肖露两口子 把家里里里外外 规制好了 才做了午饭来吃 吃完了两口子 一起去了哥嫂家 刘英正想去找他们 他们就过来了 刘英想着兄弟 两口子明天就要进城去了 今晚上 自己作为嫂子 好歹做炖饭给送行 正准备去通知一声 他们就来了 肖露跟肖天说了声 明天送他的事 肖天点头同意了 肖露想到 自己350买的马 还没怎么骑过 心里有些担忧 又想起那王铁柱 成日在自己家门口晃悠 忽然跟哥嫂叮嘱道 哥 嫂子 我们走了 你们就把马牵过来 拴到你们这儿 我害怕我不在家 有人起坏心 肖天一听也觉得 肖露考虑的有道理 前段日子那王铁柱 还整天在肖露门口晃荡 当即让他放心 自己会好好养 安顿好了家里的里里外外 肖露整个人 都轻松不少 他坐在哥哥的坝子里 看着对面的山河 心里有些憧憬 还有一些迷茫 明天就要进城了 开启新的篇章 不知道他的生意如何 有人来吃吗 这都是问题 肖露想了一会儿 就不再去想这事了 毕竟明天还没到呢 干嘛提前焦虑呢 两口子在大哥家 吃了晚饭才回家 回家收拾了一下 为了兔子 才上床睡觉 肖露想到前晚的事 本来以为今天会尴尬 没想到 陈之一上床自己 就伸手 把他揽到了怀里 一切行动特别自然 肖露也想通了 自己媳妇 干嘛不能抱 两口子一觉 睡到大天亮 起来吃完饭 就把东西装在板车里 陈之看了看自己的家 马上要走了 真的生出不舍来了 肖天没多会儿也来了 肖露三人拉着东西 往城里走去 一路上村里人看到 肖露连棉被都拉上了 大包小包 不知道他们去哪儿 全都来问 肖露才说了 在城里开店的事 这一下炸开锅了 肖露两个月前 还是村里的小混混 整天不着四六 天天跟着一群烂人瞎混 眼下才过了这点时间 不仅挣到钱了 还在城里开店 当上个体户了 这变化 怎么不让人眼热 肖露笑着解释 只开四个月 冬天过完就回来 村里人一轮纷纷 肖露前段时间 说养兔子的事 很多人还没放在心上 眼见肖露赚这么多钱 全都起了心思 纷纷开始想养兔子了 只不过这是在肖露走后 才发生的 他也不知道了 肖天把两口子 送到地方下了货 老刘早 就在门口等着了 肖天看到这店面 他想过是个小店 没想过店面这么大 看着跟老刘寒暄的肖露 肖天竟然想不起 以前的肖露 是什么样子了 他竟然觉得 肖露看起来有些睿智 老刘今天就要回家了 早上起来 就一直在等肖露两口子 过来交钥匙 上次肖露来 老刘就把店里 所有事都交代了 连买媒在哪里定都说过了 肖露这下 也不担心什么 接过钥匙 就放他走了 陈芝忙着收拾东西 肖露在店里转了一圈 肖天也跟着看了 没什么要帮忙的 好两个菜吃了再回去 肖天一想也同意了 两兄弟坐下来 看着外面来往行人 肖天觉得感慨良多 城里的一切 都和村里不同 肖天现在有些明白了 弟弟为什么一直坚持 让自己送两个孩子 去读书了 肖天看着周围的人 衣着光鲜 还有许多 是国营厂的工人 穿着厂里的制服 基本上没有看见 有人衣服上打补丁的 肖天想着要是以后 孩子有出息了 也会在这种环境工作生活 肯定是比在村里好 现在他总算明白 弟弟的良苦用心了 感激地看了弟弟一眼 肖天随便炒了两个菜 三个人坐下来 就解决了一顿午饭 肖天吃完饭 就真的要回去了 肖天这次也不留他 只是偷偷在车上的框子里 放了一块肉 哥哥走了 老远才提醒他 肖天看着厚厚的几斤肉 心里感动不已 想着弟弟不在这段日子 自己一定把家里 给他看顾好 哥哥走了 两口子才开始打扫店里的东西 很多用不到的 就先收起来 肖天准备卖早餐 中午也是快餐 所以厨具 很多都用不到了 他把不用的全部选出来 让陈芝一一收起来 陈芝做事细心 还全部洗了一遍 晾干了 才收到家层 两口子一顿忙活 都到大下午了 肖路明天开业 还没买材料 两口子 这才背着贝勒出去买菜 主要是要肉和猪脚 他要做猪脚饭 今晚上就要卤了 然后泡一晚上 这样明天中午猪脚吃起来 又软又香 两口子去买肉 还剩五个猪脚 肖路全部买了 不明白他买那么多怎么吃 肖路才说 自己接手了老刘的饭店 欢迎大家去吃猪脚饭 卖肉的摊上很多人 都没听说过猪脚饭 肖路这一说 有几个人已经在说 明天去吃了 肖路一番操作 看得陈芝目瞪口呆 没想到肖路买肉这会儿功夫 都能拉到几个客人 陈芝对肖路真是佩服不已 他想到肖路上次说的不急着 要孩子的事 陈芝这些也觉得 肖路说的有些道理了 两口子一路回去 路上还遇到几个以前 买辣货的主顾 看到肖路还问有没有 肖路说辣货没有了 不过自己开了个店 几人一听都打听了地址 说是明天去吃吃看 肖路也没想到这次这么顺利 还没开业 已经有十来个客人预约了 陈芝也是高兴得很 本来还有些担忧的 这下全都没有了 两口子回家 就开始洗菜洗肉 卤猪脚 满满一大锅 肖路在卤的时候 肉香就飘了出去 整条街都闻到了 附近的人都到他店门口晃悠 想知道他做了什么好吃的 肖路趁机宣传 让他们明天来吃 几人看着那猪脚的色泽 就开始流口水了 纷纷决定明天中午来吃一次 一切准备工作做好 肖路又把老家拿来的石墨 放在门口 准备明早上现磨米浆 做肠粉 两口子头天晚上 准备到很晚才去睡觉 肖路觉得城里还是不错 至少有店 虽然老是停店 但是至少照明问题解决了 什么都准备好了 只等明天开业了 第四十五章 卖早餐 肖路两口子 昨晚很晚才睡 今天一早就起来了 昨天肖路在菜市场买了香菇 今天一早起来就熬酱 肖路酱熬好了 等着七点钟开始磨米浆 到时候上班的人多 一看他这些磨也是个卖点 陈芝前几天在家里的时候 就学会了做法 肖路提前做出来吃过 还给他培训了 不得不说 肖路的手艺是真好 做啥都好吃 陈芝吃了这肠粉 也觉得回味无穷 不过就是有一点 必须现做现吃 晚一点都不好吃了 容易拖 今天不知道生意如何 肖路只泡了八斤米 也有些意味着发的一头 他想着 第一天少做点先卖卖看 这东西卖的也不贵 素的五毛 加肉八毛 不过陈芝不是很看好这生意 六毛钱都可以吃一大碗面了 五毛钱买这碗粉 也没多少 但是肖路说 这个剩在一个新鲜 他们本来只卖四个月 到时候 城里多来吃过了 生意也会变差 那时候他们店铺到期了 就不卖了 肖路说 这个叫什么饥饿营销 陈芝也不懂 饥饿了就吃呗 还管什么材料吗 不过这话他 没跟肖路说 怕打击他的积极性 还有就是他说过 肖路怎么说 他就怎么做 两口子一早上 蒸笼蒸得热气腾腾的 很多人 以为他们卖包子馒头 走近一看又没有 一个工人大哥 看见门口 还有石墨在墨米浆 好奇地问他 老板 你这是卖的什么 肖路见终于有人好奇了 立刻解释道 这个叫石墨长粉 要试试吗 好吃不贵 五毛一碗 夹肉八毛 那人一听 确实不贵 坐进去说来一碗 门口围满了人 全都只看不吃 肖路也不管 自己做自己的 第一碗粉出锅后 大家一大 全都抢得下单了 肖路那碗粉一端出来 晶莹剔透 雪白雪白的 现在除了白面馒头 大家都没见过这么白的粉 肖路端出来 把自己的独门料汁淋了上去 看到外面的人 那叫一个嘴馋 这东西就是个视觉冲击 别人一看就觉得好吃 全部坐店里面让来一碗 肖路这边立马开座 速度也很快 两三分钟就出锅 刚才那份那人吃了 觉得果然好吃 以前没吃过这样做的粉 味道和其他的太不一样了 那人连料汁里的蘑菇都捡出来 一个个吃干净了 付钱的时候 跟肖路说太好吃了 明天还会来 肖路大声地说 自己店里终于也有猪脚贩卖 让他中午来试试 那人也点点头 不过中午厂里有饭 肖路估计他不会来了 肖粉一份份上桌 客人吃了都赞不绝口 店里 围了这么多人 外面的也都好奇 不知道里面卖的什么东西 全都过来看 这一看都想吃了 没过一会儿 店里都坐不下了 陈芝又要上菜 还要收盘子 擦桌子 可以说是 差点忙不过来了 早先他还在怕没人吃 现在人多了也愁 店里坐不下了 外面还有排队的人 肖路这边也是忙 一早上手 都被烫好几回了 他决定 下午回买几双手套回来 这个活儿 坐着还不错 冬天应该不冷了 围在蒸笼旁边的 早上七点到八点 可以说是早高峰了 吃的人特别多 肖路简直是忙不过来 陈芝跑得飞快 慢了别人要催 两口子咬牙 把这鸡飞狗跳的 一早上挺过去了 才刚刚八点来中 肖路的米浆就没有了 他跟后面的说没有了 明天再来 别人还不高兴 排了这么久没吃上 肖路趁机宣传 店里中午有新菜色 让他们要吃早点来 一群人终于散去了 早餐卖完了 中午也没什么事做 只需要蒸饭就行 两口子一起洗完了锅碗 又开始做中午的准备 陈芝算了算早上的钱 不算不知道 一算也吓一跳 就这个小小的长粉 一个小时也卖了六十多块 陈芝看着肖路 目光也有佩服 就是觉得有些累 怕他累着 肖路看着这钱 笑着摇头 陈芝想也是 一早上就卖六十了 那四个月的赚多少了 陈芝想想钱 就觉得什么都值了 肖路正在摘菜 陈芝讨米做中午饭 肖路看这架势 中午饭卖完 下午还得买菜 备菜 这也没多少时间学习了 心里有些后悔自己的决定 肖路想着 要是真的生意好 到时候请个人帮手算了 两口子动作很快 陈芝没多久 就把饭蒸熟了 肖路的猪脚和卤肉 也在火上 小火慢炖着 那猪脚昨晚上泡了一晚上 今天又煮 简直是香飘四里 街坊邻居都来了 肖路说 饭还没好 让他们等等 饭点来 一群人才各回个家 陈芝还有些自责 要是饭早点做好 就留着这拨客人了 肖路安慰了他几句 又挑了一块猪脚和乳肉出来 陈芝这时候 饭做好了 他切了两份出来 端着准备出去 芝芝 陈芝的医院就在这附近 我送两份饭过去 我们两天没去看他了 陈芝没想到医院 就在这附近 让肖路快去快去 并让他给陈芝带话 说自己晚上再去看他 肖路点了头 端起饭就走了 急步跑到了医院 刘婶的两个女儿都在 肖路也没想到这么多人 他只坐了两份过来 有些尴尬 刘婶忽然见到肖路 也吃了一惊 肖路 你咋来了 刘婶 我就在这医院附近 开了个饭店 寻思着你们还没吃饭 送了两份来 就是没想到这么多人 只坐了两份来 刘婶听完肖路的话 感激不已 哪里还快起叫少了 刘婶的二女婿也来了 他没想到肖路 这个远近闻名的混子 竟然在城里开店了 这真是山鸡窝里 爆出个土凤凰了 肖路竟然出息了 他觉得实在是不可思议 看着端来那两份饭 可口得很 想着等下 他吃一份 肖路进去 陈叔醒着 看见他来了 热情地招呼他 肖路寒暄两句 把饭端到他和刘婶手上 让他们快吃完自己 收碗回去 等下还要开店 两位老人一听 立马端起来就吃 怕耽误肖路生意 刘婶的女婿脸都气绿了 两个老人一吃这饭 太好吃了 陈叔夸他 肖路 你这生意肯定能活 这太好吃了 我活这么多年 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猪脚 肖路笑着应成 看时间不早了 他不能等了 跟刘婶说了地方 让他们吃完 把碗送来就行 第四十六章 生意爆棚 陈叔两口子 知道肖路忙 还想着两口吃完 就把碗洗了给他 没想到 肖路走得那么快 转眼不见人了 这下两口子 也不急了 慢慢吃 二女婿还等在这里 想着等下 还晚跟着丈母娘一起去 到时候 还可以蹭一碗 刚才他一看那饭就觉得好吃 色香味俱全 肖路一端来 就闻到味了 病房里 其他两个病人 都说这饭菜香 刘婶 看着自己的女婿 在想想肖路两兄弟 她觉得 自己这个女婿 还赶不上外人 看见他俩在这里就烦 直接赶他们 你们也出去 吃碗面吧 别在这里守着了 二女婿还不想走 打好的算盘 怎么能失算呢 女儿看着爹妈 脸色不好 拉着自己男人出去了 你看看你 当初找的什么人家 女婿这样 还赶不上外人 你看人家 肖路对咱们多好 还能想到 送饭来 刘婶对着老公抱怨 这个女婿 是陈叔他姑给介绍的 当初刘婶不同意 陈叔怕得罪姑姑 非要答应 眼下也不好说什么 只是赔个笑脸 年轻人吗 不懂事 你跟他们计较什么 刘婶本来只是抱怨几句 谁料到 陈叔还帮他说话 立马怒了 你这个好女婿 听到手术费 就立马不想给你治了 当时就让抬回去 你这动手术的钱 还是销路出的 前两天 他们两口子守在这里 我不好说 你做手术 他们就给了二十块钱 这两天还来守在这里 你以为是为了什么 陈叔没想到 自己住院这中间 还有这么多曲折 当时他虽然还有些意识 但是身上又冷又痛 只觉得很吵 没想到发生了这么多事 脸上的表情瞬间不好了 刘婶还在抱怨 销路给完手术费 看我身上一分钱没有 又借了五十块给我 你那好女婿 这两天来 就是想着我们在城里 每顿饭都是 在店里吃 他想来蹭几顿好饭吃呢 陈叔听完大怒 骂了几句 刘婶发泄完 也什么都不说了 眼前还需要用人 他啥都不说 等以后回去了 再慢慢跟女儿女婿算账 销路回到家 已经过了十几分钟了 陈芝的两锅饭都整好了 销路把青菜下锅饭炒几下 放了点蒜末下去一起炒 陈芝觉得真是奇了 销路就炒个青菜都这么香 其实也不是香 销路炒菜舍得用油 所以炒的菜 看起来油光水亮的 一看就有食欲 两口子把猪脚拿了一个出来 还没切 就有人上门了 销路一看 是昨天碰到那几个家属院的大姐 还约着一起来了 大姐 你们来了 进来坐吧 几个大姐全都进店坐下 等着吃 上次买了销路家的辣货全都觉得味道好 昨天碰到他说是要开店 几个人都想来试试 几人一进店 不知道吃啥 小兄弟 你这里卖啥吃的呀 也没有个菜单 我们怎么知道点什么呢 一个大姐看来看去没看到菜单 立马疑惑地发问 销路笑着回答道 大姐们 我这里只卖猪脚饭和卤肉饭 一块五一份 猪脚卤肉都加的话 就是两块 几人一听都点了一份两块的 陈芝用大盘子把饭打上 销路两下就切出来猪脚和卤肉 放了几根青菜在上面 销路又淋了一点料汁上去 陈芝一上菜 几个大姐看得眼睛都直了 分量这么大一盘 还全是猪脚和肉 几个人都觉得 今天来得直 拿起筷子就吃了一口 几个人都有些吃惊 小兄弟 你这手艺不错啊 这做得太好吃了 其他几个人也连连点头 销路本来还想和他们来聊几句 没想到又来客人了 立马埋头切肉了 客人进来了 没想到和那几个大姐认识 大家都住在城里 整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好多又是厂里的工人 认识也不奇怪 几个客人一进店 看着几个大姐碗里的肉 纷纷吃惊 也要来一份两块钱呢 陈芝笑着答应了 小路切肉手脚很快 这肉卤得很软又多汁 拿出来直接剁几下就上桌 客人才坐下 菜就上桌了 这上菜的速度之快 把几个客人都惊到了 几个大姐还嘲笑他们一番 快到饭点了 陆陆续续又来了许多街坊 小路从昨天炖肉开始 整条街都闻到肉味了 直到他们今天开业 早就按耐不住了 想着过来试试 到底是什么东西那么香 一队人涌进店里 小路店里八张桌子都坐满了 陈芝看了看这生意 一个人两块钱 八张桌子八十个人 就这一会儿就有一百六了 他光是想想 还没收钱就来劲了 两口子忙得火热朝天的 这刘婶过来还晚 找了好伴上 才找到他们这里 一看店里这么多人 也吓了一跳 陈芝正在上菜 却没有那么多盘子了 水池的盘子还没洗 这边又等着上菜 还真是忙不过来了 刘婶来了一看 陈芝又要上菜 擦桌子 还要洗碗 根本忙不过来 立刻抄起袖子 帮忙洗碗 陈芝一看是刘婶 立马笑着说道 刘婶来了 谢谢你帮忙 有你洗碗 可是帮了大忙了 要是往日 陈芝还要推托几下 但是现在客人都等着了 陈芝也不说场面话了 直接谢谢婶子帮忙 刘婶一直摇头 笑着说道 你们帮我们家那么大忙 我做这点事 哪里叫帮忙 陈芝连忙让她别这样想 一马归一马 刘婶也不再说了 店里生意好 一波一波的来人 萧露看着锅里的肉 已经见底了 她估计最多只能出二十份了 立刻说 只让二十个人进店 外面的人都开始打击起来 看得萧露吓了一跳 她怕出什么事 立刻说道 今天没有了 明天早点来 这些人等了半天没了 还骂了几句 才慢慢地散开了 陈芝看着这情况 也高兴也忧心 她觉得要是晚上也卖 生意肯定也好 但是看着切肉的萧露 觉得她太累了 三个人默默地做事 各做各的 萧露把最后一份做完 立马松快了 进了店里 拿了一块牌子出来 上面写的 今日寿庆 陈芝昨天还不明白什么意思 今天一看 是觉得要挂块牌子才行 不然还有人想进店来 第47章 赚钱了 萧露看着今天的状况 觉得今天猪脚要多买点才行 想到昨天去的晚 猪脚都没了 立刻放下手里的东西 跟陈芝说了句 她出去一趟 陈芝还没来得及 问她去哪 萧露背着背搂就走了 店里 还有二十多个客人 陈芝立马回去 招呼客人去了 刘沈 站在那洗盘子 都洗了好半上 心里暗叹萧露 这生意果然好 一听这么一盘 就要两块钱 刘沈吓了一跳 觉得萧露这钱太好赚了 来钱太快了 她来这一会儿 就来来去去六七桌了 这不是 跟流水一样来钱吗 不过刘沈也吃过 萧露做得确实好吃 不知道 这小子在哪里学的手艺 这赚钱的速度 看得刘沈心痒 萧露背着筐 来到了卖肉的地方 又买了二十斤肉 猪脚还有八根 萧露全都要了 她跟卖肉的人说 明天留十根猪脚给她 卖肉的脸上 笑得老开心了 萧露背着买好的肉 太重了 她也不去 买其他的菜了 先背回去再来 她买这么多肉 来往的行人 都不知道要做什么 就算是过冬 也没见谁家买这么多的 现在买肉要票 超出的都要多给钱 谁家也不舍得多买 都是凭票去买的 便宜 实在是馋了 才买一两斤回去 慢慢吃 没见过一次 买这么多的 还是高价 好多人看见萧露买这么多 全都问她买回去做什么 萧露才说是开了饭店 让大家有空来吃 萧露买菜 也不忘宣传自己的店铺 今天有好些人都知道 萧露的店铺在哪里了 萧露把肉背回去 陈芝才知道 她买肉去了 看她背得气喘吁吁的 立刻上前去接了一下 没想到那么重 陈芝帮着抬下来 心疼地说道 怎么不叫我一起去 这么重 店里还有客人 怎么能都走了 再说了去晚了 怕猪脚卖完了 陈芝一听 是这个道理 她还想跟萧露说这个事 今天客人这么多 想着下午多炉点 明天卖 没想到萧露 已经打算好了 陈芝看着 买回来的八根猪脚 脸上笑开了花 刘沈本来心里 还有点心思的 一看萧露 这买肉的架势心理 也底气不足了 就这材料 一次买这么多肉的钱 她都拿不出来了 还别说开店做生意 样样要钱 刘沈想着 还是回老家 多养点兔子 到时候卖了 也可以跟萧露学学做生意 刘沈洗了碗 就要回去 萧露两口子 都上前感谢她 萧露想着 给她拿点钱 但是刘沈哪里要 再说了 她还欠着他们的钱呢 萧露灵光一闪 笑着对刘沈说道 刘沈 这几天 你在城里 中午要是没事 就过来我店里帮忙呗 也不做其他的 就洗碗擦桌子这些 每天我给你两块钱 刘沈没想到 还有这种好事 她知道 是萧露可怜她 才让她来的 当即就表示愿意来 她欠了萧露那么多钱 能来做几天抵账也行 抵一些也少欠点 刘沈说了一堆 感谢地话才走 萧露知道 陈叔还在医院 也不留她了 萧露 你怎么让刘沈天天来呢 陈叔还在医院 我们自己 干大不了忙点呗 陈芝有些不理解 萧露的想法 直接地问道 萧露笑了笑 一边洗肉 一边给她解释道 刘沈欠了我们钱 心里负担大 我让她来帮忙 也是想着抵几天工钱 到时候不就不欠那么多了吗 那么多钱 我们不要 她心里也过意不去 这样来上班抵账 不是挺好的 陈芝也想到这个事 但是陈叔一个人在医院 陈芝担心 万一正需要人的时候没人 到时候怎么办 萧露 你这想法是挺好的 只是陈叔 自己在医院能成吗 萧露叫刘沈来的 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这个了 我刚才去送饭 看见她女儿女婿都在呢 孩子都在事 还是刘沈在做 我叫她过来 也是想着 让她那个混账 女婿近几天笑 陈芝一听也觉得 她那女婿不像样 萧露的做法没错 就应该让他们 多静静小心才行 萧露听了陈芝的抱怨 也是一笑 心里想着 要是自己和陈芝的爹妈 在的话就好了 现在也可以想想服了 萧露又想到 自己的亲生父母 心里一阵难过 不知道她在那边怎么样了 是活着 还是死了 或是半死不活 萧露也不明白了 自己来的 到底是八十年代 还是平行世界 又或者这个身体的萧露 和她互换了 萧露想着 要是如此也好 只希望另一个萧露 能对她父母好点 萧露在洗肉 准备卤水 陈芝这个财米 已经在整理 今天的财产了 萧露今天卖了一百多份 自己大概知道 有多少钱 陈芝却还是喜欢一张张 整理好了再数一遍 毕竟钱 在手里的满足感 是什么东西 都给不了的 陈芝越数越开心 今天中午 竟然卖了二百八十多块钱 出去昨晚上 买菜四十六块的成本 早餐加中餐 一共挣了三百零几块 看着手里一达钱 陈芝心里高兴得很 一天就挣到三百多 想到前段时间 卖兔子都没这么赚钱 陈芝看着这么多钱 兴奋不已 萧露 这生意这么赚钱 咱们干嘛只做四个月啊 陈芝赚到了钱 有些财米 不解的问萧露的真正用意 萧露笑了笑说道 这个东西 现在是个新潮 就跟我们前段时间的兔子一样 等城里人都知道了 多来吃一次 这个热潮就过了 陈芝听得半懂不懂的 不明白 他到底想说什么 那就算过了热潮 还是有人吃啊 咱们到时候 就算不租老刘的店 也可以租其他店铺 再继续开啊 萧露看着陈芝 笑了笑 看来今天赚的钱 让他迷了眼了 芝芝 到时候城里人 多来吃过后 生意就会慢慢趋于平静 到时候赚不赚钱 就另说了 我们的房租水电 人的成本算下来 到时候 可能不一定赚什么钱了 陈芝这才明白 萧露的意思 相当于 现在就是赚的快钱了 陈芝看着手里的钱 有些叹气 本来还以为 是赚钱的门声呢 萧露看着有些丧气的他 笑着说道 芝芝 前几天 不是还不想进城吗 怎么到城里几天不想 回农村了 陈芝想到自己的家 立马笑了笑 精神百倍 第48章 夜笑 萧露和陈芝说了一阵 肉洗完了 开始做卤水了 昨天的卤水还可以用 萧露加了水进去 又放了调料 因为今天进货多 需要做两锅才行 萧露中午收工就开始做了 现在陈芝收拾完店里 又去买菜 明天早餐和午餐 需要的菜一次买齐 又开始忙碌 陈芝回家 把买回来的东西规制好 萧露就让她去休息 睡醒了起来看看书 陈芝想着晚上再睡 白天趁着天色多看看 萧露见她好学 也没管她了 自己卤自己的肉 萧露以前考过大学 她觉得 大学上不上都行 但是陈芝不一样 上了大学 将来可以分配工作 到时候 万一自己又忽然回去了 她也能靠自己生活 萧露把一切可能因素 都想到了 提前安排好 不至于以后慌乱 今天买的猪脚多 萧露今天给卖肉的说了 明天留十只 但是最多也就十只了 多了下面那一节也不好卖 而且买的多肉价摊高了 萧露觉得 每天就是要限量 才能吸引更多客人 陈芝这次过来 把以前的书也带来了 不过在家里自学 她老是觉得看不下去 而且 有很多知识点她不会的 也没人讲解 在店里看了半天书 看得头晕脑胀的 萧露卤好肉 坐在店里也在看书 她看了一会儿 这些知识都不算难 不过这时候 考试还是毛笔字 萧露写不出来 其实她以前是硕士 根本不想再去上大学了 现在的大学教的可能 还没有她懂得多 她说想考 主要是为了陈芝 方才她一直在关注陈芝 陈芝摇头晃脑的 时而眉头紧簇 萧露走过去一看 陈芝看得提好多她也不会 教材不一样 教的东西也不一样 萧露想着自己小学学问 忽然会了高中知识 陈芝难免会吓到 想来想去 觉得给她报个夜校不错 萧露想着就出门了 陈芝在店里 以为她又要买什么 没有管她 萧露一直出门 往家属院那边走 她记得上次去那边 见到有写着夜校的标志 她想着去问问 看看陈芝的条件 能不能去上 她在那来来去去转了许久 也没找到上次看到的学校 绕来绕 不知道到了那条巷子里 萧露知道自己走错路了 想着找个人问问 谁料沿着巷子一直走 一个人影子都没看到 走到前面转角 终于看见一条岔路 穿下去就到了大街上 自己乱窜也不是办法 萧露想找个人 问问学校在什么位置 没想到碰见了一个熟人 萧哥 你怎么在这儿 一个清脆的女声响起 萧露总觉得 在哪听过这个声音 回头一看 原来是供销社的小刘 小刘 你在这儿做什么 萧露环顾了一下四周 全是红砖房 小刘说 她家就住在这里 萧露这下算是找到熟人了 立马上前问夜校的事 小刘跟她说不清楚 只能带着她过去 两人一起走在路上 萧露想到上次说的事 问了小刘 小刘 上次咱们说的那事 领导有答复吗 小刘也正想说这个事 立马回复她说 我前几天才把东西送给社长了 费了好大一番功夫 社长还以为我想贿赂她 一直不肯收 我解释了好久她才收下 这两天没什么反馈 我估计她还没吃呢 萧露笑着点点头 只要领导收了 就有希望了 这事急不得 萧露也知道 只是想着 万一能成 需要什么资质 她好提前去办 而且 她现在也没有货了 等这一批兔子长大 这个冬天才能做了 不过小刘上次说的 农业合作社的事 萧露觉得倒是可行 毕竟以后 要在村里发展 能做的主要产品 还是农副产品 小刘带着萧露 七拐八拐 就走到了县城的正街上 萧露跟着她 很快就找到了夜校 萧露怕陈芝去不了失望 所以自己先出来问问 果然这个夜校 说是工人才能上 要单位开介绍信才行 而且 夜校毕业发证的 相当于是 现代技术学院类的 萧露只是想给陈芝补课 不是想要这个夜校文凭 她记得马上就要 开始成人高考了 不过好像还要等两年 具体哪一年 她也记不清了 想着回去 跟陈芝商量一下 再决定后续的事 萧露从学校出来 才慢慢往回走 心中努力回想着 成人高考是哪年 她记忆中是85年 还是86年 不过时间需要那么久 陈芝等得了吗 回到家陈芝还在复习 现在不知道看的哪个学科 陈芝看起来 没有那么吃力了 见她回来还打招呼 回来了 你刚才去哪了 陈芝只是随口一问 萧露却不知道怎么解释 犹豫了许久 才缓缓说道 突然记起 今天约了人 出去了一下 陈芝以为是国营饭店那些事 点点头没再过问她了 萧露看着陈芝 复习热情高涨 也不想现在说了 慢慢来呗 反正机会有的是 就算不上大学 多读书 也是有好处的 两口子一趟 功夫做完事 已经快天黑了 中午两锅米饭还有剩 萧露打了两碗 做了个扬粥炒饭 两口子炒了个青菜 就将就着吃饭了 陈芝本来想着下午去看看陈叔 没想到 事儿太多给忘记了 萧露想着陈芝想去 现在也可以去 城里不像村里 晚上也有人活动 但是 陈芝怕影响陈叔休息 没有过去 萧露想想也是 晚上去了人家 也不方便 还是等过两天 买点什么东西 再拿过去看 两口子今天都有些累 天一黑就上床睡觉了 以前在老家陈芝晚上 都舍不得多点没有灯 现在到了城里用电 陈芝更加舍不得了 再加上 晚上总会停电 而且好多家里 为了省电晚上 都是点没有灯 陈芝累了一天 今天也跟萧露一样 沾床就睡了 没想到这晚上 下了一场大雨 两口子第二天起床 出雪都下下来了 萧露看昨晚的雨不小 不知道家里的水塘 蓄了多少水了 想着有水先蓄上几天 看看鱼塘落不落 萧露约定 过两天 抽空还是回家里看看 第49章 猪脚大麦 昨天多买了肉 今天起床 却是雨雪天 陈芝看着外面 过往的行人 比昨天明显少了很多 有些担心 今天的早餐卖不完 萧露却没什么担忧的 早餐无所谓 人少等下 就少磨点米浆 反应看着行情来呗 陈芝起得早 六点多水就烧开了 热气腾腾的 在整条街上 都能看到 他家门口的蒸笼 七点钟了 陆陆续续来了些客人 有的是 昨天没吃到的 有的是昨天 吃了今天又来的 刘沈今天一大早就来了 没想到早餐也做 他出来给自己丈夫 买早饭的 没想到 萧露他们已经开门了 刘沈买好饭送过去 立马就过来帮忙了 今天还是受了天气影响 来的人比不上 昨天多了 卖了一早上 陈芝数了数 才三十多块钱 刚好够昨天的一半 看着锅里满满的猪脚和肉 陈芝有些心慌 不知道 中午人多人少 三个人卖完了早餐 萧露自己做了鸡粉 三人一起吃 刘沈没吃过这东西 没想到这么好吃 几口就吃完了 还感觉有些不够的样子 他不好意思再说了 丈夫还在医院 他得赶回去看看 他需要做什么布 女儿在那里服侍 上厕所什么的不方便 刘沈一走 小两口又开始忙碌中午的事 萧露把昨晚做好的肉 又放进锅里 重新开火煮一下 又接着泡 中午吃的时候 好吃得很 准备工作 一做完就没什么事了 萧露望着外面的路上 都已经有积雪了 心里有些担心家里的情况 不知道 大哥他们怎么样了 冷不冷 萧露情不自禁说出声音了 陈芝听了意外地看了看他 现在老家 哪有不冷的 只不过我们都习惯了 而且 屋里烧炕了 不怎么冷 冬天地里也没活 萧露一想 也是这个道理 地里也没什么活 一般不会出去 在外面晃悠 外面嬉嬉拉拉地下着小雨 路上往来的行人 都行色匆匆的 萧露一眼望过去 对面街口 竟然站着一个人 萧露觉得 有些眼熟 他揉了揉眼睛 又往那边看过去 这吓人没了 萧露一下子 从凳子上站起来 走到门口 仰着头 望了望几个路口 全都没人 萧露不知道 方才是自己的错觉 还是什么 只觉得 那人来无影 去无踪的 但他觉得很熟悉 又实在想不起来 是谁了 萧露不时感觉 有人在看他 当他回头去看的时候 又发现没人 他觉得 自己可能是 晚上没睡好 他坐在店里摘菜 隔一会儿又站起来 出去走几步 望着对面的巷子 陈芝以为 他在忧心中午的肉卖不完 柔声劝慰道 萧露 你怎么了 雨已经停了 中午客气 肯定比早上多的 要知识卖不完的话 我们今晚上 又开店不就行了 反正 我们是每天的肉 卖完就收嘛 萧露敷衍的点点头 只是他的错觉 他没想告诉陈芝 隔了一会儿 留审处理好医院的事 又过来了 帮着萧露摘菜洗菜 几个人闲聊了几句 萧露忽然想到 陈叔在医院住了有几天了 随口问道 沈 陈叔怎么样了 恢复的还行吗 刘沈听到这个 脸上露出笑容 点点头说道 还不错 医生说挺好的 再等几天就可以出院了 到时候回家休养 萧露和陈芝一听可以出院了 心里都挺高兴 毕竟一个村的老熟人 全都盼着他好呢 陈芝想着等下午 去买点鸡蛋罐头什么的 送过去看看陈叔 不过他怕下午 还有其他零食安排 暂时没说这个事 几个人聊着聊着 就到饭点了 店里陆续来了好多客人 陈芝的心终于放下来了 店里八张桌子陆续坐满了 基本上来的都想吃猪脚饭 好多人昨天没吃上 今天谁特意提早过来 他们就是想试试 这个猪脚饭 一群人坐在店里等候 一碗碗香喷喷的猪脚饭上桌 没吃过的眼睛一看就馋了 昨天吃过的人 今天好多又来了 像是上瘾一样 吃了还想来吃 今天有的还带了老婆孩子 一块来了 刘沈看着这场面 忽然觉得赚钱 并不是那么难的事了 看看肖露 以前还是个二流子 一招改变了 大钱小钱都赚到了 等老陈出院了 他们两个人一起努力 不愁赚不到钱 想到这些 刘沈手上动作都快了很多 做事也有干劲了 到了饭点 来的人越来越多 肖露店里人满为患 连灶台边上都坐满了人 不仅坐不下 碗碟也没那么多了 先来的人用盘子 后来的用碗装 整个店的碗碟都用完了 刘沈洗得也挺快 可惜人太多了 用得快 肖露看这情形 让他们明天 可以自己带碗筷来 打回去自己家吃也行 这样不打紧 肖露还想卖点熟菜的 可是现在店里人太多 供不应求了 根本没有多余的菜卖了 一个中午 像是打仗一样过完了 店里 还有稀稀拉拉几个客人 肖露望着空了的锅 镇定地切完最后一份猪脚 陈芝看着这火爆程度 说是下午和肖露 一起多买点猪脚 肖露也想过这个事 但是卖猪肉的地方没有 一天整个城里 就供应八头猪肉 全城的百姓买 人家说了 最多给卖十个 还得留几个 给其他人买 要不然别人上告了 他们也不好说 肖露想着物资匮乏的年代 拿着钱 你都买不到东西 客人陆续走了 肖露才拿出锅底下一块 猪脚和卤肉 他刚才特意留的 就是为了自己吃 他们三人 还没吃中午饭 肖露切了满满一盘 淋上汤汁 又炒了两个菜 三人坐上吃饭 陈芝还想着 给陈叔留一份 刘婶说是女儿在那服饰 中午都安排好了 既然有人照顾 肖露也不多说了 今天人特别多 几个人都累了 肖露看着刘婶 手在池子里都泡白了 虽然是用热水洗碗 但是还是很辛苦的 方才刘婶 现在洗碗池面前 一直没挪过地方 肖露觉得 一天两块钱 可能有点低了 准备下午 跟陈芝商量 商量给长点 三人各怀心思 吃完了这顿中午饭 第五十章 出院 这几天肖露的猪脚饭 每天大卖 整个城里都知道了 老刘家的猪脚饭好吃 就跟前段时间 国营饭店的兔子一样 全都涌到肖露的店里吃饭 肖露还搞了限量出售 每天就只卖两百多份 多得没有 搞得一群人心呀 有的人 去几次都吃不上他家猪脚饭 为了尝试一次 到底是什么味道 好多人 来得越来越早 肖露这里 每天像是景区一样 被人围观 好多人现在才知道 他家还卖早餐 所以早餐也尝试了 现在城里 都在船有一家美食店 只卖早餐和中餐 味道非常好吃 整个城里的好吃嘴都出洞了 这段时间 肖露的店里是天天爆满 两口子每天上午忙得脚步粘地 不过下午还是可以休息一下 虽然很累 但沉执不觉得苦 这段日子 他店里每天都有五百多块钱的利润 除开成本之后 一天还能赚五百多 这要是在农村 去哪里能赚这么多 现在那些工厂里的工人 一个月也才二百来块 赚得多的 也就三四百吧 他们这店一天就能赶上人家一个月了 他怎么能不开心呢 不过肖露知道 这种现象持续不了多久 就会慢慢平静 所以这几天看着陈芝高兴 他也没有打击他 反正过段时间 生意就会慢慢淡下来 趋于平静 到时候 陈芝的心也会平静下来了 不过不管怎么样 冬天这几个月开店 都比窝在家里强 陈芝前几天算了一下 他们这七八天 就已经赚了三千多了 这跟他们前两个月卖兔子的收入差不多了 前段时间 陈芝还有接近四千 这里又有三千多 加起来接近八千块钱 陈芝每天不放心 都要拿出来数数 他想着 把钱存到信用社去 但是肖露还想想好这钱的用途 让他等两天再去 到时候直接存一万整数 陈芝想想也是 没想到 他再过几天 就有一万的存款了 万元户 这在十里八乡 恐怕也没有吧 肖露想着 现在是1982年 他已经有一万存款了 这几天 他都想着 把这钱拿来做什么呢 他想着 过几天到城里看看房子 有房子 或者四合院出售的话 他就买一套 就是不知道贵不贵了 到时候找人打听一下 前几天来他店里吃饭的 一个信金的老头 好像就在干这个事 肖露本想着 这钱用来开农业合作社 作为启动资金用 但是供销社那边迟迟没有回复 肖露觉得 多半是没戏了 想着缓缓再去做这事 现在有钱了 还是得先买房 毕竟十几年后 房价上涨得厉害 眼下还得先看看价 要是房价便宜的话 可以先买着 到时候进城 也有个落脚的地方 不用每天赶着回去 陈叔的腿 在医院支得差不多了 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肖露叫他女儿 带信给了肖天 让他明天赶马车 进城来接一下 顺便带点东西回去 刘婶的女儿这段日子 在医院照顾父亲 一直没顾得上家里 这下父亲出院了 总算是松了口气 听见肖露安排人来接 立马一口答应了 刘婶知道了 也没说什么 只是不停道谢 要是女婿来接 几个人在路上还得推车 但是肖露家有马 到时候 几个人什么都不用拿 直接空手走回去就行 这样的是谁都愿意 刘婶走了肖露这里 就没人帮忙了 他还有些不好意思 不过肖露没觉得有啥 本来就是临时来帮忙的 刘婶目前的情况 肯定是照顾陈叔要紧了 刘婶今天洗完了碗筷 帮忙收拾完店里 就准备走了 明天要出院 没空来了 他走之前看着肖露两口 想了很久 走上前对他们说道 肖露 芝芝 沈子明天就回村里去了 欠你们的钱 你们放心 我会尽快还的 肖露根本没想这个事呢 这时候 刘婶忽然提起 立马上前对着刘婶说道 沈子 这个钱不急 你这几天也看到了 我们生意还行 暂时不缺钱 你回去照顾陈叔要紧 以后赚到钱了 慢慢还不迟 陈芝也笑着附和 刘婶看着这年轻的小两口 心里的感激难以言表 有些哽咽 肖露忽然想到什么 立马又对刘婶说道 沈子 忘记说了 你这几天 在我们这里的工钱是50块 你到时候 就在欠款里抵了吧 刘婶听完大惊失色 他一共才干了10天 加起来也才20块 肖露却说抵50 刘婶惊呼道 肖露 你们算错了 是20块 肖露笑着回道 沈子 先钱是我给的太低了 没想到客人这么多 你这几天 在我们这里忙里忙外也累了 工钱按五块一天给你算的 刘婶听完感激不已 他知道肖露是想着接济他们家 心中感恩 眼眶中开始发热了 刘婶知道再待下去 怕是要哭了 立马道谢就走了 肖露看着刘婶的背影 有些感慨 对着陈芝说道 刘婶也是个要强的人 我们这样帮他才不会拒绝 肖露又想到 他那两个混账女婿 真是气不打一处来 陈芝看了 都笑他气性大 肖露知道 明天哥哥要来 下午准备 和陈芝去买点东西 明天给哥哥带回去 芝芝 我们去买菜吧 明天大哥要来 我们买点东西 给他带回去 陈芝点点头 两口子关了门 拿上贝褂一起 往菜市场走去 肖露这段时间赚了钱 也没忘记 哥嫂两口子 还在家里养兔子 这段时间没什么收入 他怕嫂子节约 不舍得用 到了肉摊 买了十斤五花肉 有肥有瘦的 一看就肉质好 想到两个侄子 肖露又去扯了几尺步 去裁缝店里 让他们做两件棉衣 陈芝听见 是给两个侄子做衣服 立刻买了二十斤新棉花 又扯了几尺花布 想着给嫂子 也做一件新衣服 肖露觉得 既然要做 那大哥也要做一件 一来二去 直接在裁缝那里 下单了四件衣服 把裁缝都高兴坏了 肖露要他今晚上加加班 明天要带回老家 那裁缝也点头同意了 加工费一件衣服 一块五 这四件衣服 他也能赚几块钱 何乐而不为呢 第五十一章 禁贼了 肖露在裁缝那里 下好订单 又去买猪脚 今天来得晚 猪肉摊的猪脚卖不完 除了给肖露店里留的之外 还剩两根 肖露想着大哥 明天要来 剩下两根全要了 陈芝一看就知道 是给大哥带回家里去 肖露不要的话 他也准备买呢 眼看过冬了家里 没什么吃的 多买点肉 冻在雪地里 也不怕坏 想吃 就拿出来吃就成 方便 肖露买完菜 就想回去了 陈芝又去买了两只鸡 肖露不知道 他买鸡 是嘴馋想吃了 还是想着明天招待大哥 疑惑地看着他 陈芝才缓缓解释道 后面基本上经常下雪了 大哥进城一趟不方便 我多买点他带回去 这鸡还能养着 他们想 什么时候吃到时候 直接杀就行 肖露想想也是 觉得陈芝考虑周到 两口子买完菜 慢慢回家 今天比预计的时间 回来得稍微晚点 肖露看着虚眼的房门 有些愣神 他明明记得走 之前关好门了 怎么现在房门是开着的 陈芝背着东西 正想推门进去 肖露伸手拦住了他 陈芝有些不明白他的意思 肖露伸手 指了指房门 他看着虚眼的房门 想到自己的几千块钱 还在楼上 心里立马有些急了 眼泪都掉了出来 肖露对着他 比了个晋升的手势 两口子 放下贝露轻轻 放在门口 肖露抄起门口的铲子 看见门上 还有一个长棍子 立刻上前 拿上了跟在肖露的背后 两口子拿上东西 肖露轻轻 推开房门走进去 站在门口 拉开了屋里的电灯 意外的是屋内没有人 肖露和陈芝对视了一眼 是一楼上 陈芝想到 自己的存款 心里焦急得很 但是 楼上上下 只有这个楼梯 陈芝又担心 肖露一个人搞不定 万一上面 有好几个人呢 陈芝还在忧心 肖露已经沿着阶梯上去了 陈芝立马跟着上去 肖露上去 就打开灯 上面也没有人 陈芝伸头 望了一眼没有人 立刻上前 走到柜子前面 拉开柜子 这柜子底下 有个小空格 陈芝无意之中发现 一直把钱放在这里 陈芝拉开柜子 打开空格 万幸的是钱 还在里面 陈芝立刻拿起来数了数 一分不少 失而复得的喜悦 笼罩着他 他方才得知 净贼了的一刻 心如刀脚 想到自己辛苦存下的 八千块钱 就要没了 方才差点站 都站不住 要不是 肖露这个主心骨在 可能他都不敢进来 陈芝拿着一摞钱 喜极而泣 他决定以后出门 都要把钱 带在身上才行 肖露看着楼上的布置 和他们早上起床时 还是一个样 丝毫没有动过 说明那人 根本没来楼上 肖露想着贼进了饭店 不去楼上主人住的地方 偷东西 那他进来干什么 难道只是看看 或者是流浪汉 饿了进来找吃的 他思来想去 还是觉得不对 立刻快步下楼 陈芝看着他急迫的样子 也跟着下楼去 肖露静止走向厨房 四处检查 厨房还是跟走的时候差不多 陈芝看着屋内觉得 跟走的时候没有两样 心里疑惑 是不是他们走的时候 没有关门 或是没有关好 门被风吹开了 肖露四处查看 在灶边上 看见很浅的一个脚印 应该是那人站在灶台边上 沾上烟灰 不然不会显现出来 肖露给陈芝指了指 陈芝看到之后 吓了一跳 真的有人进来了 那他进来什么都不偷 是来干什么的 肖露摇摇头 打开锅盖 锅里 有一锅上午用过的卤水 肖露看了看说了句 卤水被人冻过 陈芝看了一下锅里 卤水就是这样 他没发现 有什么不一样 肖露为什么 笃定有人冻过 他对着他摇摇头 表示自己不明白 肖露指了指锅里 给他解释 我上午用完 就没冻过了 这天气冷 卤水很快就解冻了 你看看 现在这表面 坑坑洼洼的 明显有人搅动过 陈芝听完肖露的解释再看 也觉得有些道理 肖露两人 把东西拿进来 立马就去把锅里的卤水 全部用勺子舀出来 倒在了哨水桶里 陈芝看着一桶老卤 心疼地问他 你到了做什么 肖露觉得 陈芝还是缺乏经验 立马教他 咱们开饭店的 现在卤水不知道 被谁丢了什么进去 万万不能用啊 万一有人投毒呢 到时候客人吃出问题 咱们俩都得进去 陈芝一听 也想明白了问题的严重性 肖露目前不知道里面 到底有什么 万一是剧毒 他觉得 两口锅都不能用了 陈芝也觉得 肖露想得不错 不过两口大锅 还是完好的 他不舍得扔 肖露想想也是 明天让大哥拿回老家去 到时候放的时间久一点 说不定能用 肖露 你说会是谁啊 我们要不要报警 肖露刚开始 也想过这个问题 这个年代 没有摄像头 真报警了也麻烦 一是没有直接证据证明 有人来过 再就是没有丢失什么财物 还有那锅卤水 肖露也不知道 到底有没有加料 而且现在拿去了 也没法检验 传统办法 只能检查有没有毒 万一别人下的谢药呢 肖露 把这些一一给陈芝说了一遍 陈芝觉得自己 越来越佩服肖露了 自从肖露变了以后 说话做事 都是一套一套的 特别有条理 那我们以后怎么办呢 陈芝有些忧心地问道 肖露想着 只能随时留人在家里了 她看着这个破旧的大门 心里想着换一个 但是这个店是老留的 她只做四个月 心里还有些隔音 看着愁眉苦脸的陈芝 肖露没有继续 跟她说什么了 这事八成是有人眼红 我们生意 只要钱还在就没事了 肖露温声劝解 陈芝说起钱来 也觉得肖露说的有道理 肖露 要不我们 还是把钱先存起来吧 放在家里我怕 肖露还想着过几天 再说买房的事 现在陈芝主动说起来了 她干脆 就直接问她吧 芝芝 我们在城里买个房子如何 买房 第52章 嫂子来了 陈芝脸上浮现出一丝不可置信 肖露竟然想在城里买房 这在他们十里八乡都是第一个 买了房就得到城里来住 那老家怎么办 没有农民会主动放弃 自家的田地不要吧 毕竟以前生活那么困难 现在好不容易土地吓唬了 肖露又不想要老家的一切了 世代都是农民出身的肖露 现在想要脱离农民身份 陈芝心里有些打鼓 肖露看出她的担忧 只是不明白她具体在害怕什么 缓缓给她解释 我们以后还是会做生意 城里有个房子也好安置 到时候不用再去租房 而且 你以后要是读书离家也尽 陈芝没想到 肖露又是为了自己考虑 自从肖露摔头之后 不再像以前一样自私 装装渐渐都是为了自己和家人 陈芝想着想着 眼眶都有些热了 冲着肖露点点头道 你想做什么就如做吧 我本来也没想过来你 只是有些好奇你买房的用途罢了 肖露其实不仅想买 还想多买几套 就是不知道 现在房价贵不贵了 她心里打定主意 明天老进来吃饭 问问她先 两口子这下才商量好 陈芝在家里 把锅碗全部重新洗一遍 肖露再去买两口锅回来 一路上她都在想 到底是谁干的这事 这么缺德 要不是她发现了 恐怕这次真的要赔死了 她心里猜测 毒药那人不敢放 毕竟每天几百个人吃 估计是放的泄药一类的东西 这样能快速破坏他们店的口碑 以后也没什么生意了 肖露以前在村里 还觉得人淳朴 现在到了城里了 立刻就有人得了眼红病了 她想到这几天 一直有人盯着她那种感觉 看来不是她的错觉了 肖露去买了锅 看见有卖大铁锁的 又买了一把 店里那个锁势 直接把门拉上 就能锁上那种 方便但是不结实 有时候人使劲一推 就推开了 肖露前几天没管 因为觉得 没人会去饭店偷东西 这年头 偷抢都要判流氓罪的 刑罚高得厉害 可能偷个东西 要进去好几年 肖露买好了东西 才扛着回去 在城里住的话 还是要有个三轮车才行 不然这每天买东西 都很吃力了 肖露想着 抓紧打听房子的事 赶紧买了有落脚的地方了 就可以多添这些东西了 两口子回去收拾了许久 才把房子里里里外外打扫了一遍 肖露这店开在大路边上 旁边住的都是老人 他回去问了许久 都没说出个所以然来 他知道 那人肯定是 趁周围人不注意 悄悄潜进来的 再加上现在天冷 老年人都在家里 没事不会出来 这天气 给他创造了有利条件 肖露想着 以后还是要留个人 在店里看着才行 什么都弄好 肖露又把新买的 大锅开了锅之后 重新配了卤料 猪脚和肉都放进去卤 肉卤好 就捞起来 猪脚接着卤一个小时 肖露把所有工作做完 天也黑了 陈芝早就发好了面 今晚上 他们煮面条吃 肖露烧了一大锅水 一边看火 一边问陈芝 芝芝 你想要哪种房子 陈芝闻言 正在揉面的手停了下来 看着肖露认真的神色 自己也满怀憧憬 肖露等了许久 陈芝也没有答话 他看了一眼 陈芝不知道 想什么去了 一直在发呆 芝芝 听到肖露的叫声 陈芝这才回神 缓缓说道 我没想过自己 在城里能有房子 我也不知道 要住什么房子 反正是个房子 就行了呗 陈芝一下子 把心里话说了出来 脸上还带着幸福的笑容 肖露也被他甜甜的笑 给感染了 那 你想要独门独院 带个院子那种 还是一个大院里 有很多人那种 肖露这个问题 句话了 陈芝有了选择性 立刻就知道 自己喜欢什么样的了 那我还是喜欢独门独院的 自己一家人 住不必跟别人打解 大院里人太多了 我觉得也不习惯 肖露点点头 心里有谱了 他心里也是倾向于这种 最好是四合院那种了 两个人吃完了一碗面 肖露才缓缓跟陈芝说道 芝芝 明天你注意一下 老金钥匙来了 记得跟我说一声 那个老金 陈芝也认识 经常来吃饭 有一次 还给他们 提了很好的一个建议 肖露那次 和他聊了一下 才知道 他专门给人介绍 买卖房屋 肖露对城里也不熟 这年头 买卖房屋 需要什么文书 他也不清楚 最好还是找个专业的人经手了 到时候 也不存在什么纠纷 陈芝点头答应了 两口子上楼睡觉去 今天一天 经历的事情太多了 都有些疲惫 尤其是肖露 上床倒头就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 两人就起床准备了 肖露看着外面天色 好几天没有下雨 也没下雪 外面的路 应该好走 两口子默默做着自己的事 实际上都在等 肖露哥哥来 这段时间吃肠粉的客人 还是比较稳定 只要不下大雪 每天早上 都有四五十块的收入 早上人少 陈芝也不是很忙 客人一波一波来 不像是中午 全部一起涌来 陈芝早上 也还算轻松 两口子送走一波客人 肖露看着墙上的挂钟 八点二十 想着哥哥 应该出发了 店里 又进来几个客人 肖露和陈芝 又开始忙碌 没人有空去看对面大街了 肖露 芝芝 两人听到声音 抬头一看 大嫂竟然站在店门口了 陈芝激动地走上前去 拉着大嫂的手进到店里 嫂子 你怎么来了 我大哥呢 你们两个都来了 侄子们怎么办 客人的早餐都上齐了 陈芝也坐在店里的桌子上 拉着半个多月 没见面的大嫂聊天 我弟媳妇在我家呢 今天让她给我看孩子 我也进城来看看你们 再说了 嫂子还不知道 你们店开在哪呢 刘英话还没说完 肖露给她端了一碗米粉过来 刘英夹起一筷子 尝了一口 味道是真不错 肖露这时候 也牵着马过来了 她把马双好 也进到店里来 肖露才知道 刘沈的老公 还得换一次药 哥嫂来了 两口子都开心得不得了 尤其是陈芝 脸上全是笑意 第53章 换新装 肖露看着前几天下过雨 心里也想知道 自己挖的鱼塘怎么样 蓄上水没有 还有陈芝 关心自己养的兔子 几个人坐在店里聊得欢 刘英看了看 店里这么久 没进来一个人 估计弟弟生意也不太好 自己就忍着没问这事 几人聊了一会儿 肖露想跟大哥说点事 本来想着 叫上大哥出去说的 陈芝忽然想到 昨天做的衣服 立马拉过刘英说道 嫂子 你没来过城里 我带你出去逛逛 刘英看着两口子做生意 还有时间去闲逛 想来生意肯定不好 她本来不想去 但是陈芝太热情了 她也不好推脱 直接跟着去了 陈芝带着刘英 直接来了裁缝店 刘英一看 以为她 要给自己买衣服 立马说道 芝芝 嫂子有衣服 再说了就算是要买 自己扯及尺步回去 就可以了 裁缝店里贵 陈芝也不说话 只是笑着拉她进去 刘英很少进城 怕拉拉扯扯地 伤了陈芝的面子 只好跟着她进去了 她打定主意 只是看看 要是贵了她不会买的 两周里一进店 刘英就被花花绿绿的布料迷了眼 她看着墙上挂着的布料 和衣服款式 没想到自己 还能来这种地方逛逛 心里感慨万分 老板 我们昨天的衣裳 做好了没 陈芝上前问那裁缝 那裁缝看见 是她来了 立马说做好了 她又踩了脊脚缝纫机 才走进里屋 拿来好几件衣裳 陈芝拿出里面那件 红蓝相间的花衣服 递给刘英 嫂子 试试合身不 刘英以为 这是陈芝做的 立马摇头说不是 陈芝笑着说道 嫂子 这本来就是给你做的 你要试了 不合身还可以现场改 不是的话 那我们拿着就走吧 刘英一听 是给自己做的 当时就表现出一副 欣喜若狂的样子 有些不可置信 陈芝把衣服递给她 刘英高高兴兴地拿去试了 刘英今天穿的也是新衣服 上次萧天进城买的布 刘英做了一直没舍得穿 今天进城刘英才拿出来 想着不能给弟弟弟妹丢面子 此时一穿上裁缝店里做的衣服 刘英觉得自己整个人都不一样了 精气神十足 自己做的衣裳虽然能穿 但是针脚和款式 肯定赶不上裁缝做的了 刘英穿上新衣服之后 美滋滋地 站在镜子前面照了半天 转着圈照 看得沉汁都小了 她就知道嫂子肯定喜欢 这年头没有哪个女人 不想穿新衣服的 女人天生就爱美 陈芝也是一样 以前那是家里没条件 现在日子好点了 不也得打扮下自己吗 芝芝 这太好看了 嫂子穿上觉得自己都年轻了 刘英说这话还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但是她还是把自己的真实想法 说了出来 看得沉汁也笑着夸她 嫂子 你本来就年轻 陈芝拿着剩下的几件衣服 放在被楼里 两人一起往店里走去 刘英担忧地问她 芝芝 这衣裳贵不 要不然还是不要了吧 嫂子 这是我们昨天买的布拿来加工的 只是出个工钱 和直接扯不比贵不了多少 陈芝说完 又拿出被楼里的几件衣裳 给刘英看 刘英一 看还有两件孩子的衣服 顿时就明白了 这是专门做给他们一家的 鼻头一酸 说话都有些哽咽了 芝芝 你看你 老是想着我们 嫂子也没什么能给你的 陈芝本来是想逗嫂子开心的 没想到嫂子却哭了起来 她慌忙劝道 嫂子你别哭啊 等一下萧璐和大哥看到 还以为我欺负你呢 刘英这才止住哭声 两人一起往店里回去 两人一回去 萧璐两兄弟刚才还在讨论什么 见他们回来立马不说了 陈芝也没管他 估计是问家里的事 刘英又把做好的衣服 拿出来给萧天试 萧天不想要弟弟破费 拒绝了许久 弟弟弟媳都劝他 他才默默地去世了 萧天一穿上新衣服 果然精神了不少 几个人说说笑笑 就快到十一点 萧璐还想着 先做饭来搁个嫂子吃 没想到客人陆陆续续来了 陈芝招呼搁嫂先做 萧天和刘英本来还坐得住 没想到时间一到饭店 客人像是不要命似的涌进来 看得刘英眼睛直发愣 感叹弟弟这生意也太好了 陈芝也看忙不过来了 萧天和刘英上前帮忙 一个洗碗擦桌子 一个端菜上菜 一个中午就这样忙忙碌碌地过完了 客人都走得差不多了 萧璐才做了几个菜 四个人一起吃了一顿 吃完饭萧天就要往医院去了 想必陈叔已经在等了 萧天也不耽误 牵着马就往医院走去 陈芝见哥哥 嫂子要走了 把昨天买的十斤肉 两个猪脚 还有两只鸡拿出来给刘英 刘英一看哪里肯要 但是架不住两口子热情 硬塞也要让他拿回去 说不是给他买的 是买给两个侄子的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刘英再拒绝也不好了 高高兴兴地拿上了 走之前 下午也没什么事了 一家人都站在门口 等着萧天过来 陈芝上了一趟楼 拿来一百块钱 悄悄放在了刘英的衣服里面 萧天很快拉着出院的陈叔过来了 刘婶跟在后面 萧璐把家里的两个铁锅放在车上 让大哥拉回去 陈芝怕大嫂拿来炒菜 叮嘱了好几次 刘英这才知道 竟然还有人悄悄干这事 偏偏自己在村里 帮不上什么忙 心里也为他们着急 还是萧天说了句 萧璐知道怎么办 让他不用管 他们到了城门口 陈芝他们才回去 走之前告诉大嫂 回去记得看衣服兜里 刘英拿出被楼里的衣服 翻了许久才看到那一百块钱 他想着还回去 没想到两口子早就走了 连背影都看不见 刘英心里感动 萧天只让他存起来 下次还给他们 一旁的刘婶 本来就是萧天和刘英的媒人 见状羡慕地说道 英子 当初我介绍你来这里 还是来对了 看你现在的日子过得多好 比你们刘家村村长的女儿 也差不了多少了吧 刘英笑着点头说道 多谢婶子了 要不是你做梅 我现在 说不定嫁到哪里了呢 几个人 打蛋闹闹地 往村里走去 第五十四章 看房 哥嫂来得快 去得也快 他们一行人走了之后 只剩下两口子守着店里 陈芝一下 就感到冷清了许多 对了 今天老金没来吃饭呢 陈芝忽然想到 萧露的嘱咐 这才说出口 萧露点点头 他今天也没看到老金来 看来只有等明天了 到时候他来了我 跟他说说吧 陈芝笑着点了头 两夫妻回去 又开始了重复的开店准备 买菜 卤肉 这样的日子挺忙碌的 但是陈芝觉得非常好 日子过得充实 比以前下地的时候 不知道轻松了多少 更重要的是 每天都有钱进账 奇怪的是 平常天天见到的老金 一连一个多月没有出现 平日里不找他的时候 天天来萧露这里吃饭 没想到正要找他了 到处都不见人影 萧露下午没事的时候 也出去晃逛 见到几个房子 贴得出售字样 但是萧露去看了看 都觉得不怎么样 要不就是地段差 要不就是房子不好 萧露都没看上 而且 他还是想找个中介 到时候买卖的时候 在政府备案这些也方便 这几天逛了一圈 他也发现了 普通民房七八百就能买一套了 萧露心里大概有底了 按照他现在的存款 买套四合院应该能行 最近城里都摸透了 萧露也不会迷路了 他最看重的 还是城南的那几套四合院 地理位置好 进出方便也不偏僻 而且户型好 从外面看过去 房龄也不老旧 就是不知道有没有人卖 萧露还想着 过几天再找找人问问 有没有其他人 也在做这个房屋买卖的 没想到消失的老金 在一个多月后又出现了 这天萧露店里的客人都走得差不多了 案板上还有一点猪脚 应该再来几个人就能卖完了 这段时间 萧露的店里生意慢慢平静了 每天也就顶多卖六七个猪脚 遇到下雪天还卖不完 好的是 最近天气冷 很多人都来他这里买熟食 带回去全家一起吃 萧露最喜欢这样的客人 不费事 给钱就行 而且不在店里占位置 买了就走 陈汁还少洗几个碗 这段时间中午没卖完的话 下午都会有人来乘熟食 萧露店里的生意还算不错 他的名气也在城里打出去了 连国营饭店的郭经理也慕名而来过 一来这里看到是萧露开店 还有些不开心 觉得当初饭店的领导看重他 让他去饭店工作他不去 跑来这里开个小店 郭经理觉得萧露有些目光短浅 国营饭店多好的单位啊 他不去 非要做个体户 郭经理坐在萧露店里 数落了许久 最后还是萧露告诉他自己 店里一天纯利润有多少之后 郭经理才惺惺地走了 老经就是在这天忽然出现 中午时刻都走得差不多的时候 老经忽然时隔一个多月现身了 萧露和陈汁都有些吃惊 萧露端上了饭菜之后 坐下来和他聊天 老经 这段时间没看见你 你去哪了 老经乐呵呵地回答他 我女儿嫁到大草原了 前段时间第二个孩子出生了 我去看他了 你别说 那边的条件比我们这边还差 连口热水都没有 我老经差点交代在那了 老经虽然语气抱怨 但是脸上露出了笑意 应该是见到女儿和外孙了很开心 我有点事想问你 老经吃了一口饭 抬起头看他 眼睛片上都是雾蒙蒙的 看得萧露忍俊不惊 我看上城南那片四合院了 想着买一套 你帮我打听打听 有没有人要卖 还有大概需要多少钱 老经本来在吃饭 好久没吃了 就想着这一口 一回来就过来吃了 没想到 在这还遇到一个主顾 听到他问城南的四合院 老经眼神一亮 笑着说道 萧露兄弟 这事儿你问我 算是问对人了 这房子的事儿 整个宝定城 没有比我老经更熟的了 老经说完这句话 拿出一包香烟 递给了萧露一根 萧露看了一眼 还是大前门 看来老经的小日子过得不错 城南那儿 刚好有一家要卖 这价钱吗 行价 城南那块四合院 都是三千 怎么样 有兴趣吗 我带你看看去 萧露原本是想着先问问 等他打听去 没想到还真有人在卖 当即觉得有些惊喜 但是他没有表现出 很想买的样子 只是说要和老婆商量一下 老经点头同意了 隔了一会儿 萧露就和陈芝商量好了 问那老经 今天下午能不能去看房 老经也惊讶于他们的速度 说看就看 是个做大事的料子 几个人吃完饭 老经在店里等着萧露 萧露去买了肉和菜回来 就跟着老经去看房 三个人一起走到城南 那片四合院就在城中间 位置好 周围清静 环境也不错 还没进去看 陈芝就觉得 这个地方不错了 老经去隔壁敲敲门 很快那人拿了一把钥匙出来 老经开了门 带两人一起进去 萧露走进去一看就特别喜欢 入木就是一片大院子 中间还有几个鱼缸 进门那里立了一块大石头 起个屏风的作用 这院子是以前修的 那时候的人 多半机会一开门 就望到底的布局 所以门口都会弄个遮挡物 萧露慢慢走进去 里面有很大三间房子 加上门口的门房 组合成一个小院 萧露挨个进去看了 每间房都很大 里面还有几个隔间 都是独立的 萧露每一间都进去看了 房子保存的比较好 里面的装修都还是可以 水泥地的 这在他们农村 都算是大豪宅了 陈芝看着这布局 就很喜欢了 萧露看了下 采光通风什么的都很好 而且这房子 是以前的老设计了 地下走水什么的 都设计得很好 萧露看得很仔细 每间房 每个隔间都仔细看了 没发现有漏水的地方 这四合院认真起来 可以住三家人了 萧露很喜欢 看了陈芝一眼 陈芝也点头 怎么样 不错吧 老金笑着问他们 两口子都点头 老金又继续说道 房子的主人 上个月举家签去南方了 上个月就叫我帮他卖了 也是你们运气好 我上个月去看我女儿了 这才回来 不然早就卖掉了 萧露和陈芝 都很喜欢这房子 当即决定买下了 萧露直接问了老金一句 老金 这房子多少钱 第55章 买房了 老金也没想到 这小子这么爽快 才看一眼 就决定要买了 就是不知道 他出的起家步 老金前段日子 看他店里的生意还行 不知道 他的存款够不够了 这房子2500 你要是诚心买的话 我可以跟房主商量少点 不过有一点要跟你说清楚 这房子卖的便宜 其他地段都要3000的 萧露不明所以 这房子这么好 为什么比别的便宜 他脑子里 忽然冒出一个想法 看着老金问道 这房子 难道是凶宅 陈芝听到这话 立刻吓了一跳 抓住萧露的手臂 不松手 想到自己刚才每个屋子 都去逛了一圈 浑身冒鸡皮疙瘩 老金听到这话 笑了起来 萧露知道自己误会了 等着老金解释 老金也不再打雅弥了 抽了口烟 小声说道 这房子 隔壁住了个资本家 成分不好 以前还挨过不少批斗 就是我刚才拿钥匙那家 老金说着 用手指了个方向 萧露和陈芝都顺着他的手看去 他又继续说道 这人以前 是个大学老师 还是个书法家 四人帮的时候 被定为走资派了 隔三差五就来批斗 现在四人帮垮了 他也没有平反 书法家 萧露想着呢 不是文化人吗 还是个大学教授 有学问 萧露没觉得 和这样的人 做邻居有什么不好 正好陈芝想读书 以后还可以 跟着他学学 行 这房子我要了 最低价是多少 萧露爽快地买下 老金还有些惊讶 像是怕他后悔一般说道 你隔壁的老头 脾气可不好 我可是提醒你了 到时候 你别来找我扯啊 萧露没说什么 只是点点头 陈芝还有些担心 遇到个脾气不好的邻居 那不是天天不开心吗 看萧露胸有成竹的样子 陈芝也没说什么话 老金最后说 房子最低价二千三 萧露 直接让他写了文书 约定第二天下午 到时候拿了房契一笔勾销 老金也惊讶他的爽快 两千多眼都不眨 就决定了 心下还是觉得 自己对个体户的认识 有些浅薄了 他得出结论 个体户比在国营单位的人 还有钱 这是这段时间 萧露遇到第二个 这样想的 第一个是郭经理 两口子看好房子了 高兴得很 尤其是陈芝 父亲死后 一直住在大伯家里 做梦也没想到过 这辈子 还能挣这么多钱 在城里买房子 他看着这么好的房子 马上就是属于自己的了 一时间感慨不已 萧露看中的 却是投资价值 现在两千多块 就能买下一座四合院 十几年后 不知道要涨几十倍了 跟老金约好了时间 两口子一起回去 才开始做明天的准备工作 这一个多月 两口子又赚了小一万块钱 萧露告诉老金 自己还要买房 让他有好房子 都来告诉他 或者是好的也行 陈芝觉得 他买地的想法不错 最好是在城南那块买 到时候他种地方便 也近 萧露也不给他解释 毕竟现在才82年 想要增值的话 至少还要等十来年才行 有地先用来种地也行 第二天中午一卖完 萧露和陈芝就拿着钱 去了县政府 昨天和老金约好了 在这里等 萧露两口子过去 老金已经来了 三人一起进去办手续 现在房屋买卖还算简单 进去找到了人 签了几份协议就生效了 陈芝给了钱 拿到了房契 看着这薄薄的一张纸 心里感慨万千 他也在城里 有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了 这要是给村里知道了 谁不羡慕他 就是村长家日子 过得也没他们好吧 两口子办好手续 给了现钱 房子就是他们的了 这段时间 他们加上以前的存款 一共有16000多块钱 萧露带着陈芝去了信用社 把钱存了 手里还留了2000块 萧露看了房子 里面什么都没有 像是床 桌子这些必要的东西都没有 他准备拿钱找个木匠打一套 陈芝还想着省点钱 从老家带一套来 但是萧露说以后老家也要重新做 陈芝才卸了心思 两口子今天有了房契 又有了存单 陈芝心里别提都高兴了 晚上回去还跟萧露一起喝了点酒 第二天开店的时候 两口子都是笑眯眯的 吃饭的客人还打去了他们 陈芝现在开店久了 不像以前脸皮薄了 别人开玩笑 也能笑着应对 萧露看着他改变这么大 也很欣慰 平日里店里需要和谁对接 萧露也有意让陈芝去 现在买菜买肉都是陈芝去了 陈芝和菜市场的大妈都打成一片了 卖肉的每天有空的话 还会把肉和猪脚送到店里来 这对于陈芝来说 改变太大了 萧露找了几个木匠 手艺都还行 就是材料太贵了 萧露看了下他们做的座椅 用料还没有他老家房子里的好 想了许久还是先不做 想着过几天找个天气好的日子 回家一趟 拉点树来 到时候自己的材料 做的座椅 凳子用的酒 就是工钱 可能高点 萧露跟陈芝说了 陈芝也觉得这个主意好 老家那么多数 还全是好木材 用着不是放心吗 两口子 这几天店里生意一般 一天就能卖三百块钱左右 刨除成本 一天估计赚个二百三四的样子 跟刚开业比那是不行了 但是 现在生意稳定 也不是很累 赚钱也多 陈芝觉得很满足了 他有时候 甚至希望过完年老留别来了 这个店让他们一直开着 前几天国营饭店的 分成萧露也去领了 两个月三百块钱 萧露都觉得有些吃惊 这么点时间 就能分这么多 看来他的小吃 喜欢的人还是多 这三百块钱 顶得上普通家庭 两个月的收入了 要是双职工的话 那还是差点 萧露拿着钱 带着陈芝去买了点吃的 城里的小吃也买了些 肉面粉买了很多 萧露光买吃的 就花了接近一百块钱 陈芝看着大堆小堆的东西 都感到有些吃力 这怎么拿回去 还是个问题 萧露想着明天停业一天 回趟老家 这几天没有下雪路上也好走 只是看着这么多东西 也有些吃力 现在没有电话 也没办叫大哥来接 只能两口子慢慢背回去了 第五十六章 回村 两口子买好了东西就回店里 把店里归制整齐之后 两人又换了个大被笼 一人背一个 好久没有出过力 萧露一下背上这么多东西 还感觉有些吃力 两口子中午饭卖完 就往家里走 路上边走边险 还好这几天天气好 虽然有积雪 但是路上是干的 不滑也好走 两口子一路走一路歇 走了两个多小时 终于到了村口 冬天村里人一般没事不怎么出来 都窝在家里 顶多出来 坝子里看看 走几下又进屋 没事不会在外面闲逛 因为太冷了 两口子到了村口 一个人都没有 他们歇了歇 又往自己家走去 到了家里 发现门开着 萧露想着 大哥他们可能在家 一推门进屋 好家伙 屋里全是人 萧露疑惑地看了看房内布置 确认是自己家 房里的人 这才看见二人回来了 兴奋地喊道 萧露 你们回来了 陈芝这时候进来一看 原来是好些村里人 在家里 北方冬天都喜欢串门子 家里呆累了 就这家那家逛逛 陈芝觉得没啥 萧露却是吓了一跳 萧天听到叫声走了出来 没想到真是萧露回来了 他放下手里的东西 上前接下两口子的东西 才慢慢开口问道 你们怎么回来了 萧露还有些震撼 家里忽然多了许多人 没有答复 还是陈芝笑着说 哥 我们好久没回村里了 今天天气好 特意回来一趟 这是给你们带的吃的 陈芝指了指背楼里的东西 其他人早就注意到了 两口子背的那么多东西 陈芝这下一说全是吃的 都有些吃惊 萧露回来一趟 竟然带这么多吃的 刘英正在打扫兔子窝 回来了欣喜不已 手舞足蹈地说道 哎呀 萧露吱吱 你们怎么回来了 你这也没提前说一声 嫂子都没准备 他高兴得有些语无伦次了 自从上次一别 已经有一个多月没见到他们了 这时候见面了 觉得亲切不已 陈芝又把刚才的话说了一遍 刘英高兴地说 晚上他来做饭 萧露这才知道 最近家里的兔子 很多都要生了 刘英他们天天都待在萧露这边 上个月 他们走之前生的那几窝兔子 都长大许多了 萧露去看了看 都比小猫还大了 刘英养兔子认真 损失的小 村里人没事都来萧露家看 学学刘英是怎么养兔子的 刘英一说 萧露才知道 这一个多月 他的一百只兔子 已经发展到四百多只了 而且 还有十几只母兔快要生了 刘英照看的用心 萧露感动不已 又觉得嫂子辛苦 忙把带回来的零食拿出来分 刘英看着弟弟 带了这么多吃的回来 刚才还不想提的 家里人多 一人分一点 不就完了吗 没想到 兄弟两口子 还是跟以前一样 大大咧咧的 一点不知道节约 现在东西都拿出来了 也没办法了 刘英一看 萧露的贝蜂像白宝箱一样 带了二十斤面粉 二十斤肉 还有两个猪脚 陈芝拿出一袋东西 刘英没看清楚 仔细一看 竟然是一袋糖果 这在这时候 可是稀罕东西 小孩子都老喜欢了 陈芝看侄子不在 让嫂子去把侄子叫来 她打开那袋子 给家里的人一人分了两颗 众人拿到糖都喜滋滋的 这年头的农村人 很少吃到糖果 他们都是过年的时候 自己熬的糖 味道远没有卖的好吃 陈芝这也是这段日子 和几个邻居混熟了 跟着他们去了几趟百货公司 买的糖果 好吃是好吃 就是挺贵的 销路也不吃 陈芝想着 贵就贵点 买点回来 给嫂子和侄子尝一下 没想到家里这么多人 两个侄子在家睡觉 刘英把他们叫了起来 他们看到 婶婶手里的糖果 全都雀跃不已 陈芝一人给了他们几颗 剩下的 都交给了嫂子收起来 刘英把剩下的东西 都整理出来 萧露竟然还买了烤鸭回来 还是两只 在场众人看得口水直流了 前段时间听到刘婶回来说 萧露城里的饭店生意老好了 村里人还不相信 以前萧露在家的时候 也没听说过她的厨艺 这一下竟成了生意 能好到哪里去 没想到 萧露今天回来 带了这么多吃的 众人都有些眼馋 刘英本来就虚荣心强 这下看见弟弟 拿回来这么多好东西 特意挨的拿出来看 还看得很慢 众人都知道 他有心炫耀 坐了一会儿就走了 萧露看出嫂子的心思 暗暗地笑了起来 刚才回来 萧露就看见门口的鱼塘 蓄了些水 但是全都冻上了 这点水养鱼肯定不行 夏天还勉强 冬天直接上冻了 萧露看在眼里 记在了心里 想着开春了下雨了 就把水灌满 到时候多养点鱼 这样冬天还可以做点辣鱼卖 人都走了萧天才 开始说刘英 你看你那德性 有点东西 就拿出来炫耀 你当村里人 不知道你的想法啊 刘英不服气地说道 我怎么了 人家兄弟和弟妹买了 还不信我拿出来瞧瞧 再说了 人家说什么了 人家什么也没说 萧天还想再说 萧露和陈芝笑着阻拦了 两口子笑嘻嘻地坐下 让哥哥嫂子也坐下 说是有事要告诉他们 萧天和刘英听到这话 都乖乖坐下 认真地听他们说 哥 嫂子 我们在城里买房了 买房 萧天两口子文言 都是惊疑不定 不知道萧露 是不是在开玩笑 有些疑惑地看着他们 平日里 陈芝是最稳重的 萧天看了看她 她也笑着点了头 你们说的是真的 萧天语气 有些哽咽地问道 萧露和陈芝 再次点了点头 得到肯定的回答 萧天忽然大哭起来 萧露两人 吓了一跳 连刘英也有些惊讶 都不明白这么好的事 萧天哭什么 萧天忽咽了一会儿 才缓缓收拾了自己 用袖子 随意擦了擦脸上说道 咱们老萧家 终于出去了 能在城里买房了 等一下你们去 给爹妈烧住香吧 萧露和陈芝 都对着萧天凝重地点了点头 只有留音面带笑意 有些欣慰 第57章 黄花梨木 几个人 收拾完家里的东西 把兔子 全部安置好了 萧露带着刚才 买回来的烤鸭 还打了二两酒 带着香蜡纸 去给爹妈上香 几人在坟前待了一会儿 大多是说得感激的话 多谢父母子 在天上保佑他们兄弟什么的 萧露本来觉得 有些封建 但是 看着其他三人 磕头可认真了 一点没有弄虚作假 萧露这才跪上去 跟着猛磕了几个响头 几人上完了坟财 慢慢回家 这连这几天 天气都不错 没有下雪 也没下雨 地上还算好走 萧露回到家里 在养兔子的老房里 翻翻找找 刘英两周里都做饭去了 萧天不知道 弟弟在找什么 见他很久没找到 才开口问他 你找什么呢 哥 我城里的房子 什么家具都没有 我想找点好木头 做点家具 萧天一听才觉得 这有什么难的 山上木头有的是 需要什么 直接去砍个就行了 他看萧露还在找 直接告诉他不用找了 到时候他来想办法 刘英这时候 刚好出来了 听到他这一句 好奇地问了一句 什么你来想办法 萧露怕嫂子误会 上前解释道 嫂子 我城里的房子 没有家具 我准备找点木头 做家具 刘英还以为 是什么大事 立马说道 萧露 你这想法不错 千万不要去买 我们这大山里的人 什么木头没有 犯不着花那冤枉钱 萧天也跟着点点头 萧露当然知道这个了 花钱倒是没什么 只不过木料不好 不是费功夫吗 他对着哥哥嫂子说道 哥 嫂子 我买的是四合院 房子大 家具需要的多 床就要好几家 到时候打理好了 你们就都过来住 刘英一听这话 脸上的笑容 藏都藏不住了 笑着说道 看你说的 我们没事 到你那住什么 只是有事进城的话 还是可以去你那看看的 萧天给了刘英一个白眼 萧露笑着跟嫂子 开了一会儿玩笑 萧天才想起什么 小声跟萧露说道 陈叔家那片林子 以前栽了很多黄花梨木 你要是想着 质量好用的酒的话 肯定是这木头好 只是这毕竟是 陈叔年轻的时候栽的 总不好 让人家白白给咱们吧 萧露一听黄花梨木 那真是好东西 就算是二十年后 也是大受追捧了 萧露没想到 回一趟家 还能有这种收获 立刻说道 咱们去陈叔家看看 萧天点了点头 萧露去房间里 把刚才买回来的白糖 翻了一包出来 提着就往陈叔家去了 两兄弟提着东西 就往萧天家那边走去 陈叔就住在萧天的隔壁 陈叔回来 休养了一个 多月效果还不错 听说前几天 可以扶着拐杖站起来了 就是腿还不能用力 萧露走到他们门口 撩开门帘叫了一声 陈叔 刘婶 在家吗 在呢 从里屋传来了陈叔的声音 萧露正准备进去 刘婶穿着围裙出来了 他以为是村里谁来了 没想到是萧露回来了 当即惊喜道 萧露 你回来了 快进来坐 萧露跟着进去 随手把一包白糖递给刘婶 刘婶接过去 又说了几句场面话 说 腿怎么样了 说到腿 陈叔的眼泪 就在眼眶里打转了 一个五十多岁的庄稼汉 也想要流泪 看来是这段时间 腿脚不变 受了很多委屈 刘婶看陈叔的样子 立刻接话说道 萧露 你叔的腿能站了 但是还不能走 这几天 他自己也负担重 害怕自己成瘸子了 萧露闻言 看了看陈叔 笑着劝慰道 说 你这腿伤得那么严重 急不得的 人家说 伤筋动骨一百天 你这这么严重 至少得半年吧 以后慢慢休养 肯定没问题的 萧露一番劝解 老两口心里宽慰不少 都怕成了瘸子 以后别说挣钱了 就是家里地理的活 坐着都为难了 萧露 今天又让你破费了 你怎么回村里了 城里的店怎么办 刘婶泡了杯茶给萧露 又给萧天倒了一杯 坐在火炕边上问他 善儿 今天来 就是为这个事 想找你 和陈叔帮点忙 刘婶一听 还以为萧露的店里 生意太好 缺人手又想让他去帮忙 萧露工资给得高 刘婶去世愿意去 就是老陈没办法 萧露还没说话 刘婶已经在盘算让女儿 来照顾老爹了 萧露 有事你就说 你帮我们这么大忙 婶子还不知道 怎么报答你呢 只要是你的事 婶子一定帮你 刘婶说的话 让萧露也有些感动 笑着说道 婶儿 叔 不是什么大事 没你们想的那么严重 我只是想买点 你们种的树 树 刘婶和陈叔都有些猛 不明白 怎么说到树上面去了 也不明白什么树 还是刘婶 沉不住气了 先问萧露 你说的什么树啊 就是大士林的黄花梨木啊 萧露没想到 他们自己 都记不得 自己种的树了 开口提醒 陈叔这才想起 这是他们老爹 当年从林场逃荒 带出来的树苗 当时栽到了 他们老房的屋脊边上 后面全村牵下来 那里 就长成了林子了 刘婶 还以为是什么事 没想到 萧露要几棵树 看了眼陈叔 爽快地说道 那树还说什么卖 你想要直接砍就行了 刘婶说完这话 陈叔也跟着指点头 他们家现在 这么困难 萧露哪能占人家这便宜 立马说道 叔 沈 我买 你们那树 是黄花梨木 每根都有四五十年了 我就按照十块钱一根 买 你们看怎么样 陈叔老两口一听 哪里能同意 区区几棵树 就要十块钱一根 这说出去别人 不是说他们几两股吗 刘婶一直说 让萧露直接去砍 不要钱 萧露拿他们没办法 冷脸说道 叔 婶 实话跟你们说了吧 我在城里买了房了 这树买回去做家具的 要的多 不是一两棵 你们要是不要钱 我这不敢去砍 萧露说了这么多 刘婶只听见了 他说买房了这句话 心里震惊不已道 你们进城一个多月就买房了 这生意这么赚钱 第五十八章 买树 刘婶的关注点跑偏了 萧露也十分无奈道 婶 那都是我们以前传的 加上这段时间挣的 买个房以后 我做生意方便 刘婶听到这话 才点点头笑道 不管你要多少直接去砍 我不要钱 你帮我们这么大忙 几棵树还舍不得 这说出去 别人听了不是骂我吗 萧露想着别人栽树几十年 总不能平白全砍了一分钱没有吧 就算砍回去做柴烧 也要烧好久呢 他想了想说道 书 沈 你们不是欠我一百多块钱吗 我砍二十根树 这钱咱们就抵了 后面要是还缺的话 我按十块一根再买 刘婶没想到 萧露竟然这样帮他们加 一百多块钱 砍几根树就抵消了 他有些感动 鼻头冒酸 想了半天才缓缓出声道 萧露 婶知道你想帮我们 但是借的就是借的 你放心 这钱我们一定还 萧露没想到 刘婶竟然这么固执 心里考虑了一下 还是得给钱 婶 一码归一码 我在你们家买书是买 在别人家也是买 你要是不卖 这书我不砍了 我找别人买去 萧露说着就要走 刘婶这下急了 拉住萧露道 萧露 你这是何苦 婶说了 给你不要钱 婶 我也没说要给你钱 就是抵账就行了 你同意 我明天就去砍 刘婶没想到萧露这么酱 心里想着 先让他砍 以后自己挣到钱了 再慢慢还他就是了 两口子点头同意了 萧露好说歹说 总算是得了允许 又在刘婶家闲聊了几句才回家 两人一回家 就坐在桌子上算了一下 大概要用多少木料 刘英不时过来晃两圈 也想听听 萧露到底有没有准备他们的房间 毕竟弟弟方才可是说了 让他们随时去住 两周里动手做菜 很快就做好了 一顿饭有荤有素的 看着就有食欲 萧露两口子这段时间开店 客人是吃好了 他们太累了 每天做饭都是应付 再加上店里的菜顿顿看 搞得他们也没什么食欲 好几天都是随便对付几口了 此时看见一桌家常菜 食欲也跟着上来了 饭菜上桌 人也来齐了 萧天一生开饭 全都拿起筷子开干 陈芝把烤鸭的两个腿 给了两个侄子 一人一只 两个侄子都高兴坏了 刘英看着陈芝很喜欢孩子 又看了看萧露 眼里饱含深意 哥 你明天就找两个人帮忙砍树吧 到时候再运到城里 反正不白干 咱给钱 萧天文言点了点头 这大冬天的这么冷 不给钱 确实说不过去 而且那么粗的树 看起来确实费劲 需要多少力气 萧露这次说给钱 萧天没有反驳 萧露本来也没想白让人帮忙 这村里太穷了 他虽然想着改善条件 但是目前状况还不行 只能帮一个算一个了 也算是个挣钱的途径了 一家人吃完晚饭 陈芝重新铺了床 两口子躺上去 才结束这疲惫的一天 刘英回去之后 哄完孩子睡着了 用手推了推萧天 谁知道他根本没动静 气得刘英踢了他一脚 萧天被吓了一跳 猛地惊醒 大晚上的你不睡觉 发什么疯呢 刘英白了他一眼 按道大老爷们儿心大 想了想说道 萧露他们结婚两年多了 怎么吱吱的肚子还没动静 今天我看吱吱看 我们孩子的眼神 分明是很想要孩子 你说会不会是 萧天听到这话 翻身而起问道 是什么 你说啊 刘英组织了一下措辞说道 我看吱吱的样子 不像是心虚 会不会是萧露不行啊 胡说八道 你有个嫂子的样吗 有你这样说小叔子的吗 萧天听见刘英的话 大怒不已 指着刘英的鼻头骂了半宿 刘英也只是猜测 自知理亏 随他骂去了 刘英说完这话 倒是睡得挺好 萧天却是睡不着了 脑子里想着 弟弟和陈芝平日里相处的细节 心里竟然觉得 刘英的说法有些道理 他越想越睡不着了 心里为弟弟着急 想到最后想着 弟弟要是真不能生 自己的孩子过计一个给他 萧天半宿没睡 第二天早上起来 眼底下都是黑青 吓得刘英 以为他昨晚上被鬼压床了 萧天黑着脸没理他 心中惦记着这个事 想着找个机会问问弟弟 但是这事实在不好开口 只能慢慢找机会了 早上吃完饭 萧天就出发去村里找人了 萧露他们今天下午就要回去了 明天还得开店 只能让哥哥先去 自己还要做点其他事 萧露想着去村长那里问问 最近有什么新政策没有 没想到一出门就碰上了熟人 这人就是 隔壁村的王铁柱 萧露转头就走 王铁柱却叫住了他 萧露 你站住 上次的事 你不会还在生气吧 我跟你道歉 再说了那次 也不全是我的错呀 是你先骂我有娘生没娘养的 你知道 我娘就是生我的时候难产去的 你那样说 我能不活大吗 再说了我 那也不是故意的 是不小心 王铁柱站到萧露面前说了这番话 萧露还有些意外 原来那次打架的原因竟然是这样的 萧露现在 看着王铁柱 觉得他也不是特别坏的人物 终于跟他说了句话 你来这里干什么 王铁柱见萧露 终于愿意跟自己说话了 笑着上前揽着他的肩膀说道 萧露 咱们以前也是兄弟 你现在发财了 我也不叫你给我多少 就是能不能给兄弟个机会 让我也跟着你挣点钱花花 你也知道 我家里还有个瘫痪的老爹 我媳妇在家照顾孩子和老爹 我这没钱 也不好意思回家 萧露没想到 王铁柱家庭情况这么复杂 所以有些同情起他来 你说的是真的 我家的事儿村里 谁不知道啊 再说了你 不是去过吗 王铁柱一说到家里的事儿表情 也有些伪顿 不再像刚才一样 嬉皮笑脸 萧露动了些恻影之心 我要砍几棵树 给钱的 你去大士林找我哥吧 王铁柱也没想到 今天过来找萧露 真得到个赚钱的机会 高高兴兴去找萧天去了 第59章 铁柱又来了 王铁柱一溜烟地 跑到了大士林 找到了萧天 萧天没想到萧露 又和这王铁柱混到一起 心中有些气闷 但是王铁柱说了 是萧露安排他来的 他也不好 当众服了萧露的面子 只好让他 明天拿上斧头锯子 过来这里干活 萧露在村里 逛了一圈 才慢慢回家 准备吃了饭 就往城里去了 刚一进门 没想到萧天 就气势汹汹地回来了 脸上还带着些怒意 萧露不明白 他怎么了 难道没找到人砍树 哥 你怎么了 没找到人吗 还是他们不愿意去 萧天直愣愣地 盯着萧露 脸上还带着一丝 不明怒意 又像是在酝酿什么 久久没有开口 他这副样子 吓了萧露一跳 还以为出了什么大事 哥 出什么事了 萧露小心翼翼地又问了一句 萧天却是盯着他欲言又止 好半赏才说道 你怎么又和王铁柱 混在一起了 萧露听话一愣 不明白他何出此言 萧天又语重心长地说道 你们现在日子 刚刚好过一些了 你又和这些 不三不四的人来往 你让芝芝知道了怎么想 萧天说到这里声音 降了一些 看了看造房的方向 小心谨慎地跟萧露说话 萧露看他这样子 冷峻不禁笑了起来 哥 我刚才出去碰到他了 他家里困难 老爹摊在床上 老妈生下他就没了 他媳妇又要照顾孩子 还要照顾老爹 他也是想赚点钱 是吗 萧天也没想到 这平时看着混不禁的 王铁柱家里这么困难 不过想到 他家里这么困难 还整日在外面瞎混 心里又是一阵厌烦 哥 我这也不是为了他 我想着他媳妇 确实困难 反正我们砍树 都要找人 我想着能帮就帮吧 赚钱点回去 家里的老人孩子 也能好过点 萧天本来也是想提点一下弟弟 现在看来 弟弟心里还是有数的 他又想到 昨晚上的事 看着弟弟有些怀疑 但是问不出口 隔了许久叹息了一声 拿了一根汗烟出来 抽了几口 萧路看得糊里糊涂的 也没去管他了 时间一晃就到了中午 一家人吃了一顿团圆饭 萧路和陈芝 又背着贝勒出发进城了 到了村口好些人才知道 他们回来过 两口子 回到城里 又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明天 开店筹备工作 由于今天没有开业 猪肉摊还剩了好些东西 萧路去了正好买了 那卖猪肉的一下 卖完下班了 开心得很 两口子又开始了常规的工作 洗肉 卤肉 一天没开店 店里的锅灶都有些灰了 又要全部拿出来洗一遍 萧路前几天认识了一个木匠 说是可以打家具 这木头明后天就有了 但是全是活术 还得等到风干才能做 萧路原本想着拉到城里来的 不过活术太重了 他还是决定等 风干了再拉过来 原来的房子里还有火炕 厨房的东西也还在 只是没有什么家具 要是现在搬过去也能住 萧路想着 还是等店铺到期之后再搬 现在搬过去太远了 早晚还要走路回去 有些麻烦 不过 上次老金说 那房子隔壁住的大学教授 萧路倒是很想去认识认识 主要是陈芝的事 到底是上业校好 还是考成人大学好 还没个定论 萧路想着 问问那教授的看法 这段时间 萧路一直在观察陈芝 他发现 陈芝的基础确实挺好的 高中的知识 靠自学都还学得挺好 不过想要系统的 学习的话 自学肯定不行 还是得有个文凭才行 陈芝还可以努力一把 原先的萧路是个 连小学都没上过两年的人 要是忽然考上了大学 怕是要成为 十里八乡的谈资了 芝芝 你是想上业校 尽快拿个文凭 还是想等着以后 考成人大学 陈芝其实两样都没想过 萧路忽然这样问 还真是问到他了 他一脸疑惑地问道 成人也能考大学吗 萧路没注意自己说漏嘴 其实他也不太确定了 因为他不知道 自己到底在哪 现在住的地方叫宝定府 人们都说是华国 他自己也不确定 这到底是他以前的国家 还是平行世界了 陈芝这算是 问到点子上了 到时候真的会开放成人大学吗 萧路现在也没有答案 看这种情势 可能会开放吧 毕竟那几年耽搁了不少人 萧路保守地答复了一句 陈芝却并不想等那么久 如果可以的话 他想着现在就去报个夜校上上 将来有个文凭就行 成人大学对他来说太遥远 万一三十岁都没开放 他还要等吗 况且他还想着早点生小孩呢 其实我什么都不想上 不过你说的以后必须要文凭 那让我选的话 还是去夜校方便 要上夜校的话 就必须住到新买的房子里才行 更方便 那里学校近 晚上萧路接送也方便 只是那边还属于什么都缺的阶段 萧路想了想对陈芝说道 明天下午我们去看看那边缺什么 先买点 家具这些先不管 把生活的必要品买上 到时候咱们选个日子搬过去住 夜校也离那儿近 陈芝有些惊讶地看着他 你怎么知道夜校近 你去过了 萧路默默点了点头 陈芝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去的 心里又有些甜丝丝的 觉得萧路看中自己 早就在帮自己规划了 并不是口头说说 两口子聊天的空档 肉已经卤好了 萧路上前把肉捞出来 留下猪脚 再卤一个小时 到时候关火再放肉 下去泡一晚上 明天中午吃起来 一转香 这段时间 萧路的饭店生意差了些 萧路想着过完年 还要用钱 还是要开发点 其他菜色才行 萧路虽然吃过不少 会做的也多 一时之间 还想不到做点什么好 毕竟店里只有两个人 又只有中午 一点时间 复杂的忙不过来 简单的又怕不好卖 萧路想来想去 还是快餐类的方便 简单一上手 就是一时间 不知道做哪一类比较好了 第六十章 新的机遇 萧路思来想去 也没想好做什么 烧鸭烧鹅 鸭和鹅不好买 不稳定 饺子馄饨 这又是北方 家家户户都会做 凉菜现在是冬天 做了没人吃 一时间 他也有些江郎才净之感 不知道做什么了 要说快 还是他的猪脚饭最快了 来了 就可以直接上菜了 不过久了也腻 萧路想着 反正上午 闲着也是闲着 要不做点快餐卖 像是工地上那种的 炒几个菜人家来吃 一人一份 他越想越觉得不错 明天就可以先试试 他也不弄多了 就三个菜 到时候愿意吃快餐的也行 吃猪脚饭也行 作为一个现代人 萧路心里时刻想着赚钱 要是没钱就有压力 时刻准备创新 两口子吃完晚饭 萧路把自己的想法 跟陈芝说了一下 陈芝也很认同 他一直觉得 萧路做菜好吃呢 上次家里挖鱼糖 萧路做的大锅菜 大伙都吃得那么香 陈芝觉得 萧路要是做菜 肯定卖得好 两口子商量好了 就决定明天下午 就去买菜回来 后天试试 心中今天已经是晚上了 买菜来不及了 只能等明天 萧路又和陈芝 商量了一下搬家的事 萧路做的决定 陈芝一般没有意见 反正早晚要搬的 早点过去还好适应 萧路其实还有些忐忑 上次店里发生的事 还记忆犹新 要是搬走了 他怕别人晚上来使坏 毕竟他的猪脚 都是需要投天下锅的 看着那扇要死不活的门 萧路决定 还是把他换了算了 刚好前几天认识那个木匠 找他来做 试试水平 想好了这一切 萧路才上床睡觉 一夜好眠 昨天一天没开门 今天早上一开店 就立马有人来了 这段时间来他这里吃早餐的 都是附近几个厂里的工人 工人有钱 再就是馒头吃腻了 换换口味 天气冷了 老年人和孩子基本上不出门了 萧路这几天也没有准备豆浆了 直接人来了一碗长粉了事 别说昨天关门一天 今天吃的人还蛮多的 可惜就是现在还没有打包盒 要不然生意还得好一些 好多人见到人多就直接走了 忙忙碌碌一早上又卖了四十多块钱 陈芝看着钱有些感慨 对萧路说道 平时开店还没什么 随时都有钱赚 这昨天一回去 咱们立马没有收入了 还要倒贴出去 想着确实还是开店好 咱们以后没有大事不能关店了 毕竟还有两个来月 老刘又要来了 到时候咱们可没地方挣钱了 萧路顺从地点点头 他也想到这点了 这段日子 还在规划开年开化了以后 做点什么好 村里全是田地 要不就是大山 萧路一时之间 还真想不到做点什么好 两口子一边洗菜一边聊天 忽然外面有人在叫萧路 萧路走出去一看 竟然是王铁柱来了 萧路不明白 他怎么找到这来了 有些疑惑 上前了两步 你怎么来城里了 王铁柱没想到 萧路真的发达了 在城里开启店来了 刚开始 萧天叫他来的时候 还有些不相信 没想到真在这里找到了 王铁柱上前拍了拍 萧路的肩膀说道 你小子行啊 我还以为你是小打小闹呢 真开这么大一个店了 你上次 那个油摊不摆了 他说的是 上次回来的时候 看见萧路他们租的 大街上的摊位 萧路有些无语道 大冬天的 谁敢在外面摆摊 不要命了 你来做什么 你哥让我来的 他说今天下雪了 树不好砍 让你等着 过两天天气好了 再砍了给你送来 我刚好进城 给我爹抓药 你哥让我给你带馅 萧路一看他手上 确实有几包中药 用绳子捆得很紧实 萧路仔细看了看他 外面正在下雪 他就穿着一双单鞋 衣服裤子也没多厚 心里一时同情 叫他到店里坐坐 王铁柱看到 陈汁在店里 还有些不好意思 坐在最外面的桌上子 不敢四处走动 萧路没有说话 捞出了锅里的猪脚来 给他做了一份猪脚饭 猪脚和卤肉 夹得足足的 饭一上桌 王铁柱一个大男人 看着满满一大盘肉 眼眶都有些泛红了 他都多久没吃过肉了 一时间觉得 还是兄弟靠谱 王铁柱端起碗 大口大口吃起来 边吃边说道 要说在家靠兄弟 不出门靠朋友呢 我这都小半年没吃过肉了 今年还是靠你才吃上一顿 陈汁本来 还怕萧路和王铁柱像以前一样 莫想到 现在看王铁柱 也觉得他过得挺惨的 可能是 现在他的条件好了吧 同情心比以前还要丰富 萧路看着狼吞虎咽的人 开口劝道 既然知道家里穷 以后就好好挣钱 别再出去晃了 王铁柱吃了一大口肉 看了看店里 没有其他人才悄悄说道 我以前也不是没有赚钱 不都是被我爹给用了吗 他躺在床上 吃喝拉萨都要人伺候 每个月还要吃药 要是一走了之也好了 可是几年了 一直不死不活的 陈汁闻言也有些意外 这个王铁柱 还意外的有些孝顺 他看了看他放在桌子上的药包 也觉得他没有说谎 还记得坤哥吗 前几天被抓进去了 说是投机倒把被抓了 还好上次和你打了一架 出去躲了两个月 不然现在 我说不定也进去了 萧路没想到 王铁柱还认识这种人物 这年头 做个体户 就是这点不好 得罪了人的话 一个投机倒把的罪名 就给你安上了 拖都拖不了 他是倒卖什么进去了 你不是知道吗 收音机 唱片机那些玩意儿 反正我也不懂 只是我刚才 去他家那边了 他以前的工厂 都没人管了 现在他媳妇要卖呢 只不过他才进去 别人怕被牵连 问的人都没有 萧路文言眼睛一挑 盯着他问道 什么工厂 他还有工厂吗 多大 王铁柱文言像 是不认识萧路一样 仔细地盯着他 看了许久才说道 萧路 你怎么回事 怎么老是像不记得了一样 我以前领你去过的 面粉厂啊 不赚钱 陈芝这才解释萧路 因为上次和他打架 失去记忆 王铁柱得知了 也大为震惊 第61章 什么情况 萧路没想到这年头 竟然有人开面粉厂 还不赚钱 他觉得有点搞头 就是不知道 这面粉厂有多大了 听王铁柱说要卖出去 萧路想着 要是能盘过来说不定 能发展发展 萧路让王铁柱下午 带他去一趟 陈芝还想着明天的快餐 怕萧路耽误事 提醒了他一声 王铁柱一看店里 也没什么人 直接让他现在就去 反正也不远 萧路看了强大的钟 还不到十点 立马脱下围裙 跟着王铁柱出去 两人在城里绕了一圈 就到了他说的地方 萧路一看 厂子是以前修的老厂房了 那时候 估计还没有打仗 修得挺好的 房子也很大 估计有一千个平方 没有的话 也至少七八百了 看着很宽阔 里面有几台机器 他为什么开款了 问了下王铁柱才知道 本来他这个面粉厂 也算赚钱 磨了面粉和压的面 都给供销社供货的 后面坤哥接手之后 认识了很多南方来的大老板 见识到了他们的钱 忽然觉得 面粉厂赚得太少了 没怎么经营 一心想着去南方找机会 他爹也死了 没人管得了他了 他不管厂子里的事 久了没货 缺货工人 也不知道怎么办 找不到他人 就去找他媳妇 他媳妇也不懂 久而久之工不上货 供销社就取消了 他的供应商名额了 彻底淡垮了 肖路一听 这又是个败家子的故事 要不是这个时代 这个坤哥 没准真的赚大钱了 据他的记忆 录音机这些 在90年代 都是大热产品 80年代后期 就很流行了 只能怪他 生错了时代了 现在肖路看了 也觉得厂子不错 就是这面粉厂 他也不懂 还得找个懂行的人 来看看才行 肖路让王铁柱 去问坤哥媳妇 多少钱能出 王铁柱说 他早就问过了 说是至少要一万 现在才82年 这一间厂房 几台机器要一万 肖路觉得 还是有些贵了 当时心底 就打退堂鼓了 两人一起啊 沿着原路返回了 肖路在兜里 掏出十块钱给王铁柱 说这是他砍树的报酬 提前给他了 让他到时候 一定去砍 别偷懒 王铁柱当场保证 绝对不会 拿钱去买点肉回去吧 你不是说 半年没吃了吗 给你媳妇也吃点 肖路说完就走了 王铁柱高高兴兴地 买肉去了 肖路其实是 看他日子太苦了 接触下来觉得 这人还不错 孝心也有 就是不着调 肖路提前把钱给了 他来这一次 也能给家里 带点吃的回去 媳妇在家 也有个盼头了 肖路看完场子 就快不回去了 到店里一看10点45 马上就要来客人了 他赶紧炒菜 果然菜刚起锅 陆陆续续 就来人了 昨天没有开店 来的客人 都问肖路昨天干嘛去了 肖路老老实实实 回答他们回老家去了一趟 一群人还问 他老家在什么地方 肖路一一回答了 隔了一会儿人 慢慢多起来了 肖路忙不过来 根本也没空聊天了 一天不开店 生意不减反增 比前几天还好了不少 肖路两口子 忙碌了一中午 才坐下来自己 也吃了一碗猪脚饭 陈芝数着 钱香的钱脸上乐滋滋的 因为今天比前几天 收入高多了 两口子慢悠悠 吃完中午饭 肖路才备 上东西去买菜 明天他准备做快餐试试水 做什么菜 他昨晚上已经想好了 土豆红烧肉 还有一个回锅肉 再一个青菜 两荤一素 肖路想着一块五一份 应该也有人吃 今天直接去买就行 他先去了肉摊 挑了肥瘦相间的肉买来 背上定好的猪脚 就往家走了 肖路边走边看 忽然有种奇怪的感觉 上次那种 被人盯着的感觉又来了 他不动声色 一直背着东西 往店里走去 放下东西之后关上门 悄悄从门缝往外面看去 果然有人 在对面巷子口那 肖路现在 有些后悔 那么早让王铁柱回去了 要是他再还有个帮手 现在他一个人 就算追上去 也不一定能干得过人家 离得远看不清那人长相 肖路想着 说不定上次店里 来人捣乱 就是他干的 心下当时 冒出一股狠劲 再抬头望过去 那人不见了 陈芝趴在门前 看了许久 不知道肖路在看什么 肖路看了 许久那人没再出现了 他才慢慢打开门 肖路 你看什么呢 陈芝看肖路脸上的表情不好 面色有些沉重 轻声问了一句 我出去买菜 有人跟着我 刚才他就在对面巷子口 陈芝没想到 还有这事 心里也吓了一跳 立马望巷子口看过去 什么人都没有 那巷子里面黑漆漆的 仿佛是什么野兽张大的大口 肖路这番话一说 陈芝倒是有些惊吓 青天白日的看着一条 巷子害怕 他跟着你做什么 陈芝不明白 两口子来城里做生意 也没得罪过谁 为什么会有人跟踪 他警惕地四下瞄了几眼 应该就是上次 来咱们店里使坏的人 估计是同行 只是他跟着我 做什么目前还不清楚 得抓到人才知道 抓 陈芝越来越担心了 怎么抓 肖路上次不是说了 就算报警 也没有证据吗 再说了这年头 没事都不想去找公家的人 怕一个话没到位 把自己给弄进去了 陈芝的担心也不无道理 肖路想了想 主要是没有人手 这要是在村里 他一个招呼 人多的是 可是现在这是城里 他也不认识几个人 他想了又想 还是决定回一趟老家 芝芝 我回老家一趟 我走了以后 你把门关好 没事别开门 现在才一点多 肖路这样一说陈芝 也害怕起来了 想跟着肖路一起回去 肖路一看锅里 这么多东西 两人一走 万一那人走来使坏 这些全都浪费了 他看了看时间 对着陈芝问道 芝芝 让你一个人回村你敢吗 陈芝一看外面 青天白日的有什么不敢的 用力地点点头 肖路立刻在他耳边小声 说了几句 陈芝点点头上楼穿了件厚衣服 拿上雨伞就出发 往村里走了 第62章 找人干架 陈芝出门 就一直往村里走 路上头都没回过 还好一路上全是大路 天上下着雪 路上还有些滑 陈芝出城之后 就没走那么快 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回到家 陈芝回去 刘英正在打扫兔子窝 看见他回来了 吓了一跳 芝芝 你怎么回来了 刘英心里有种不祥之感 陈芝两口子 昨天才回去 今天却自己一个人回来了 要不就是遇到什么事 可是看他的表情 没什么忧伤的情绪 刘英判断应该不是 他心里猜测 两口子吵架了 他没问什么 见他鞋湿了 进屋找了一双干净出来 让他换上 又把他的湿鞋 放在火炉旁边烤上 嫂子别忙了 大哥呢 刘英心里想着不好 陈芝以前脾气唯唯诺诺的 从来不会大声说话 今天一回来 竟然要找大哥 看来这架吵得不小 他心里不明白 难道陈芝是想让肖天 给他主持公道吗 你大哥在刘哥家串门子呢 你坐一会儿 我去叫他 陈芝点了点头 刘英才慢慢地去找肖天 一路上都在想着 等一下 让肖天好好劝劝 别一味拱火 刘英不用想都知道 要真是肖路和陈芝吵架 不管谁的错 肖天肯定先收拾肖路 所以心里有些担心 万一两兄弟为这事不合 他们以后 靠谁赚钱去 刘英走到村头刘哥家里 肖天正在他们家商量砍树的事 见到刘英来了 刘哥媳妇 立马拿了包南瓜子出来课 刘英假母假式地坐了一会儿 就催肖天回去了 肖天却一直追问 回去做什么 陈芝回来 说不定是受了委屈 刘英不想说出来 到时候村里人都知道了 对肖路的名声也不好 看着肖天这个榆木脑袋 刘英气死了 他追根究底地问 刘英只好说了句 有窝兔子要下宰了 肖天一听 立刻跟着走了 一路上刘英生气 但是又怕回去了 肖天真的 像他方才想的那样 只知道拱火 也只能小声叮嘱了他几句 你弟媳妇回来了 啊 他们不是 昨天才走吗 肖天听到也有些疑惑 不知道他们又回来做什么 支支一个人回来的 外面这么大雪 你说他一个人 回来做什么 我看他鞋都打湿了 肖天没想到 陈芝一个人回来 心里也有些怀疑 是不是跟肖路吵架了 看着刘英的神情 十有八九都有可能 肖天又想到 上次刘英说 肖路生孩子不中用的话 怒气上涌 觉得弟弟这么好 一个媳妇 不知道好好对他 气冲冲地往家里走 陈芝见状就知道不好 立马拉住他 你等一下回去控制自己 有什么事 咱们只能劝 你别到时候火上浇油 再说了 支支也没说是什么事 反正表情不好 看着挺着急的 肖天一听 也觉得刘英说的有道理 只能多劝劝了 这么好的媳妇 要是真的给搞丢了 肖路不知道多后悔 再说了 肖天想到 肖路可能不能 生孩子的事 心里就躲得慌 两口子 站在门口整理了心情 才慢慢进屋 肖天还没来得及说话 陈芝就站起来叫了声歌 那表情焦急得很 看得肖天也是头大 想着肖路这次 肯定是犯错了 支支 你咋回来了 肖路呢 这么大雪 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 肖路问出这话 方才刘英就想问了 只是他一个人 害怕不知道怎么安慰 陈芝听见这话 却有些急了 一股脑把城里的事 全部说出来了 肖天两口子一听 才知道自己误会了 刘英也是暴脾气 一听有人竟然 阻挡兄弟的财路 立马怒了 支支 那边有几个人 陈芝也不知道 具体几个人 反正跟踪肖路的就一个人 而且 今晚上肖路一个人在家 他有些不放心 还想着跟哥哥说了 就立马回城里去 肖天看了看天色 已经三点多了 冬天黑得早 断不能让陈芝一个人 再回城里了 他想了想 立刻去找人 让陈芝今晚就在家里住 明早上和他们一起进城 陈芝想想 也只能这样了 刘英想着 这种事 还是要自己家里人才肯出力 让肖天去找自己弟弟刘田 肖天点了点头出门去了 他想来想去 本家几个兄弟 家里 都有媳妇管着 现在让人去打架 肯定不行 忽然他想到王铁柱 以前和肖路玩得那么好 他觉得 现在也该到他出力的时候了 他上王铁柱村里 找他 问了好几家人 才找到王铁柱的房子 肖天走过去一看 果然家里条件不怎么好 房子也矮矮的 王铁柱带他一进去 肖路就看到 一个老人摊在床上 王铁柱的媳妇 瘦得不成人形 还带着个孩子 这种情况 肖天怎么好意思再说 让他去打架的事 想了想 随便说了几句口水话 就要走了 王铁柱看出来 肖天专门来找他 肯定有事 送他到了外面 才开始问他 哥 你是肖路大哥 也算我大哥了 神妖事你就说吧 肖路想着王铁柱不去 说不定认识些混社会的 叫几个去也好 于是就把肖路的事说了 王铁柱没想到 自己上午才从城里回来 肖路那儿下午就有麻烦了 今天肖路刚让他赚到钱 他买了两斤肉回来 媳妇眼睛都亮了 还说晚上炒来吃呢 哥 这事你找我算找对人了 我现在就去找人 明天一早 咱们就进城里 到时候 不管他是人是鬼 保管给他抓住 肖路一听 也觉得王铁柱这人 还有点靠谱 对他的看法改观了不少 二人约定好时间 和明早的碰头地点 肖天就踩着 雪回家了 看着雪越来越小 肖天估计 今晚上雪就停了 风吹一晚上 明早上会面 也好走一些 果然 还默等他回到村里 雪就慢慢停了 肖天一回家 刘英和陈芝都围了过来 肖天才说人 已经找好了 只等明天早上 进城就行了 肖天说完 就去杂物房里 找了许久 找了一根废弃的钢筋 这玩意儿 是他们平日里 给人家修房子 用来撬石头的 陈芝一看大哥 拿出这种东西了 心里更加担心 一个人 在城里的销路了 第六十三章 抓人 陈芝没有把心里的担心 出说来 刘英却看出来了 芝芝 你是不是有什么想法 陈芝看着嫂子摇 摇头说道 嫂子 我就是有些担心销路 今晚上一个人 刘英想着 销路一个大男人 有什么好担心的 但是又想到 现在情况特殊 说不定人家 看他一个人 晚上脱摸进店里 去也有可能 还是肖天安慰了几句 销路一个大男人 不会怕的 再说了隔壁 还有邻居住呢 有事他知道哈 陈芝想到左右 两边的邻居 心里也放心不少 看着事情 都安排好了 刘英才上造房做饭 准备早点做来吃了早点睡 明天一早 他们还要进城去 陈芝见状 也钻进造房帮忙去 有点事做还好 一个人待着他 老是想东想西的 两周里手脚麻利 很快就做了一桌子菜 几人上桌吃饭 桌上菜色很多 但是几人都没什么心情 尤其是陈芝 担心明天的事 想了想 又对肖天说道 大哥 明天要是真抓到人了 千万别下狠手 要是不小心伤到人了 可是要被抓进去的 陈芝一说这个 刘英也想到了 细声细气地跟肖天说道 芝芝说得对 你们到时候可别冲动 吓唬一下就好了 再不然就送到公安局去 千万不要自己做什么傻事 你不想你自己 还得考虑我和两个孩子呢 肖天也没想着要把人怎么样 只是要先抓到人之后 看看动机才行 他对着二人说到心里有数 三人才吃完这心思各异的一餐 第二天天还没亮 刘英就过来叫陈芝了 陈芝连忙起床 肖天拿了手电筒 已经在门口等了 外面没有下雪了 陈芝穿着昨晚烤干的鞋 就往外面走去 嫂子 我们先走了 知道了 记得我说的话 芝芝到时候 你看着他们 陈芝点点头 跟着肖天走了 天还没亮 外面特别冷 两个人走得不快 到了肖天 昨天约好的地点 王铁柱还没来 二人等了一阵 肖天心里没底 心想这王铁柱 是不是不敢来了 昨天只是敷衍他的 又隔了一会儿 外面传来说话声 王铁柱带着三个人来了 肖天一看 全是个高的 体格也不错 他点了点头 到时候 就算是真打起来 也不怕了 肖哥 我们没手电 看不见出发的晚 你们等久了吧 肖天笑着摇摇头 王铁柱看他手里拿的钢棍 才发现 自己没带武器 看到路边 别人砍的柴火 有几根很粗的 这棍子很结实 又是活的 打架也不怂 三个人 一人挑了一根衬手的 陈芝在路上 才说了具体情况 肖路说 那人已经跟踪很久了 他们刚开店的时候 就来过 这几天 更是天天来 陈芝说 那人都在店子 对面的巷子里 肖天一听就决定 先去那里踩点 到时候蹲守在那 肖路说 是这人这段时间 都在那 就不怕 他今天不来 几人点点头 说是听他安排 天光比刚才亮了很多 肖天灭了手电 几人快步 往城里走去 陈芝到的时候 肖路刚刚开门 已经在卖早餐了 看见他一人回来了 立刻问道 大哥没来吗 陈芝指了指 对面的巷子 肖路笑着说道 那人没这么早来的 先让他们来吃早饭吧 陈芝这才想起 没吃早饭 立刻走过去 叫几人吃饭 肖天还想着蹲守 但是陈芝 说了肖路的原话 他也觉得天气冷 先去吃了饭 再来不迟 几人把棍子藏 在一座垮调的民宅里 跟着陈芝过去吃饭 几个以前 跟着肖路一起的混子 看见肖路 现在过得这么好了 都有些眼红 不过 他们跟肖路没有往铁柱这么熟 也没多说什么 肖路一人上了一份夹肉的肖粉 全都加了量 看得隔壁的人 全都眼睛睁得老大 说自己碗里 没这么多 肖路笑着 解释这是他老家兄弟 他做的是两份的量 店里十克才没有炒闹 几人拿起筷子就吃 这肖粉的味道太好了 他们以前 没有吃过 吃了一口全都惊呆了 互相看了一眼 风卷残云 大口大口地吃掉了碗里剩下的 几个人没想到 今天来一趟 还有这收获都觉得来得值了 几人吃完肖路店里 也没什么客人了 肖路又说了 一下那人的长相特点 几个人都记下了 肖路看了看外面天色 那人 估计等会儿就会来了 直接让肖天几人 先去等着 肖天点了点头 几个人 都在那附近 找了个地儿猫着 昨天陈芝走了 肖路一个人 忙活不过来 他们卖快餐的计划 只能明天再开始了 肖路看着一堆肉 放着也不新鲜了 把多出来的肉切成几块 准备让他们几个走的时候 一人拿一块 陈芝看着这么好的肉 心里实在是可惜 不过肖路说的也对 放着不新鲜了 炒出来也不怎么好吃 还不如送人 再说了人家那么远 那么冷的天 从老家过来帮忙 不给点东西 实在不像样 两口子 一边准备中午的菜 一边望着对面街口 陈芝也紧张地看着 对面没人 人没有来 肖路心里也有些焦急 几个人都是 从老家来的 那人 今天要是不来的话 后面怎么办 肖路隔一会儿 便举头望一下那边 隔了好一阵 快到十点了 肖路忽然见到那人 又在对面巷子口了 肖天几人 也看到那人了 肖路冲着肖天点了点头 几个人包抄上去 肖路也从店里跑过去 那人见识不对 立刻想跑 谁知王铁柱 从他后面窜出来 一个滑铲 那人 直接摔倒在雪地上 过路的两个人 看向这边 肖路笑着 说了一句几个人闹着玩 两人也没管 行色匆匆地走了 几个人压着那人 进了肖路店里 肖路把门一关 沉肢吓了一跳 后退了几步 站在灶台边上 王铁柱办事 还是靠谱 把那人往地上一推 几个人围住他 那人被吓到不敢出声 还是肖路站出来 推开几人 他仔细看了看这人 始终觉得眼熟 就是想不起 在什么地方见过 我们是不是见过 肖路随口一问 没想到 那人竟然点了点头 肖路几人都有些吃惊 第64章 虚惊一场 肖路本来只是怀疑 毕竟有的人长得大重脸 看着和谁都有几分相似 没想到 这人真说认识他 他是真的有些猛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也可能是以前的肖路认识的 他看着那人 谨慎地问道 我们以前有什么仇 那人听了也有些不明白 思考了一会儿才摇摇头 既然没仇 肖路更加想不通了 他为什么要跟踪自己 为什么要到店里捣乱 既然无仇无恨 你为什么跟着我 上次偷偷进我店里的 是不是你 那人没想到 肖路早就发现了 还不想说实话 王铁柱拿起肖天那根钢筋 就要朝他身上招呼 他吓得立马求饶 肖哥 别啊 是我啊 我是国营饭店后厨的小赵啊 他这身份一说出口 肖路确实是猛了 国营饭店的厨子 跟踪自己干嘛 他想不明白 原来是你 我就说有些眼熟 你跟着我干嘛 肖哥 我被郭经理开除了 看你这里生意好想着 跟着你看看学学手艺 肖路文言还没说话 肖天顿时怒了 你这哪是想学手艺 你这是 想偷师吧 那人连连摇头 肖路不明白 他上次前进店里做什么 开口问他 上次你为啥 给我店里下药 小赵听到这话 却像是受了天大委屈 哭着直摇头的 肖哥 我真没下过药 你别冤枉我啊 王铁柱又拿了那钢筋 往他面前一送 说了句还不老实 小赵立刻下的跪地求饶 你还不说实话 我回来都发现了 锅里被人动过 要不是我发现得早 我这店只怕是早就开不下去了 我真没下药啊 我就是 看你生意好 见你们出去买菜了 我就进来瞧了瞧 我想看看锅里都下了什么料 谁知道是炉子 还冻上了 我就搅了两下 真的没下药啊 肖路没想到 竟然是这样 就是可惜他两口大铁锅了 总的来说 还是造成了损失的 肖路看了看地上的小赵 又问了一嘴 郭经理为什么开除你 那小赵这次没那么爽快了 支支吾吾半天没有说话 肖路等得不耐烦了 小赵见识不对 才缓缓张嘴 我们做菜的时候 太好吃了 看着流口水 就偷吃了几块 就是肖哥你送来的兔子 肖路没想到 这小子毛病这么多 想了想郭经理那人 不至于因为偷吃一嘴就开除人 又问道 没这么简单吧 你们厨子炒菜 不还要尝尝咸蛋吗 郭经理怎么会因为这事就开除你 说实话 肖哥 其实我还偷偷拿了几只回家 想着家里还有爹妈 给他们尝尝 几个人一听 都有些鄙夷地看着他 就算是几个混混 也没有偷过别人的东西 这年头偷东西要是上告了 也会判刑的 肖路想着 郭经理开除他是对的 小不成 以后不是把饭店都偷回家了 肖路看着地上的小赵 摇了摇头 你本来有个厨子的工作 还是在国营饭店 结果你因为小偷小摸 给工作搞丢了 你自己是厨子 爹妈想吃你就不能买一份吗 非要偷 那小赵也早就后悔了 当初是一时迷了心窍 事后立刻就后悔了 只不过现在后悔 也没用了 肖路看他一心想走偏门 想学手艺 也可以正大光明来说 偷偷跟着自己 把两口子吓得够呛 想想都是一肚子火 他看着地上的小赵 一团烂泥浮不上墙 恨恨地让他回去 以后别再跟着他 小赵当即点头 一溜烟地跑了 中午快来了 肖天又打开门 等着客人上门 急得来抓人的人 肖路一人上了一碗猪脚饭 还炒了两个小菜 给他们下酒 几人都没想到 跟着王铁柱来一趟城里 竟然混了两顿饭 看着碗里的猪脚 几个人全部大块朵頤 都是农村人 吃一顿肉要等好久 家庭好点的 一个月能吃两三次 家庭条件差的 半年才吃顿肉 几个人狼吞虎咽 一下就吃完了 肖路又给加了碗饭 几人才吃饱 桌上的盘子里 吃得一干二净 肖天看这几人太能吃了 担心再待下去 弟弟今天不知道要倒贴多少 吃完饭就招呼几人走了 陈芝这才把肖路分好的肉 给一人拿了一块 也不多 大概一人一惊多点 几个人看见肉眼睛都亮了 出来一趟混两顿饭不说 还能拿块肉回去 全部高兴坏了 告诉王铁柱 以后有这样的事 还找他们来 肖路又跟哥哥说了几句 嘱咐了砍树的事 肖天才慢慢回去了 陈芝算是讨厌死那个小赵了 今天不仅没做快餐 还倒贴了许多出去 想想这个闹剧 心里都觉得窝火 肖路看着破烂的大门 心里还是决定招募将来重做一个 毕竟他们过几天就搬走了 到时候 要是真有人眼红 进来下药 或者捣乱的可能性也有 况且 他店里全是肉 这年头的人 吃肉紧张 说不定有人进来偷呢 还没想好 店里就来客人了 肖路认识那个黄木匠 刚好就在对面那户人家做家具 这两天 他天天来店里吃饭 肖路也是因为这样认识他的 看见黄木匠来了 肖路就给他说了一下 做大门的事 没想到陈芝说 还有两个月 就要还房子给老刘了 不想浪费这钱 肖路又有些犹豫 黄木匠到手的钱 哪能不赚 他看了看大门说道 不做新的也行 还可以修 两口子文言都喜出望外 能修是最好的 到时候不用花很多钱 又解决了隐患 肖路和黄木匠约好了时间 就定下这个事 客人渐渐多起来 两口子又开始忙碌了 肖路想着刚才 就应该让那小赵留下来端盘子 还他欠下的债 又觉得自己太过不讲理了 一时间又苦笑了两下 中午客人走完 两口子才去市场买菜 明天正式开始做快餐了 肖路还是买了 昨天一样的肉 想着明天 开始做下快餐试试水 他早就想好了 菜单每天都换 这样客人不知道 每天吃的是什么 新鲜不腻 到时候生意肯定能更好 第65章 初遇邻居 肖路想得挺好的 就是 不知道明天生意如何了 两口子收拾好店里的东西 才往城南走去 想着过去看看那边 还需要什么东西 该填补的就填补一点 陈芝一路上 都是喜气洋洋的 就要搬新家了 怎么都高兴 两口子一路走过去 到了家门口 却发现 隔壁那个教授 家门口有几个人 围在那里 吵吵嚷嚷的 肖路不知道出什么事了 过去看了一眼 陈芝也跟过去 看了一眼 原来是几个人 在吵架 肖路看了其中一个大妈 穿得挺好的 被几个妇女 围在中间 几人也不知道 为什么争吵 肖路看了一眼 谁也不认识 沈太太 你们家沈教授 也太会为男人了吧 我们在自己家里 又没影响他 他凭什么去政府 举报我们 我们真是倒霉 跟你们走资派 做邻居就算了 还要天天受你们家窝囊窃 几个妇女 在家门口吵架 肖路听他们说话 才知道那个穿得挺好的大妈 就是隔壁教授的老婆了 想到老金说 隔壁老头脾气不好 肖路这下见识到了 一个大男人 引来一群妇女辱骂 听着 还是因为这个教授 去县政府举报他们 难怪周围的人都不喜欢他 肖路过去劝了几声 几个大妈骂了半天 沈教授也不出来 就让自己老婆出来 几个人 平日里也是 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这沈教授的老婆人还不错 大家也不愿意为难他 见有人来劝嫁 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说了几句就散了 那个沈教授的老婆 看见肖路两口 就是隔壁心爱的邻居 面带感谢 上来说了好几句感谢的话 陈芝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 这一个大教授的老婆 来感谢自己 立马不好意思了 陈芝上前和那个沈大妈 说了一会儿话 就听到里面的老头 很大的声音 唤他老婆回去了 肖路听他的声音 就知道这老头脾气肯定暴躁 肖路其实还蛮想认识 这个暴躁教授的 但是今天显然不是时候 而且现在时机也不对 他们还要打扫家中 里里外外的卫生 两口子进屋后 就先去卧房看了看 肖路又去看了看 那个土炕 这时候天气冷 冬天都得烧炕 但是那个炕有些塌 肖路也不知道怎么修 南方人从来都是睡床 不会做这个东西 这一下就难住他了 肖路光看这个炕 就犯了难 更别说是修了 陈芝把屋里屋外 都打扫了一遍 厨房里面 还有一个饭桌 几张椅子 日常生活也没什么问题 就是偶尔来客的话 这场面还有些拮据 肖路每个房间都看了看 客房 基本上可以说是什么都没有 不过好的 是他家里也没食客人 主人房的炕 还需要修一下 堵住了 厨房的东西 倒是一应俱全 勉强能用 肖路看了一下 整个房子的状态 还算可以 大概整理了一下 又带着陈芝去市场 买了些东西 碗筷盆子之类的 肖路买了两套 这样偶尔大哥来到画 还可以吃顿饭 不过反正开着店 去店里 吃也没什么 几个屋的炕都没问题 就是主屋的炕 需要挖了重新填 这玩意儿据说 是个技术活 搞不好整个房间 都要跑烟 肖路想了一下 把东屋打扫出来 两口子将就在那屋住 他想着到时候 家里来人了 先跟人请教下 好好学学 看着没什么活 但是繁琐得很 两口子还没怎么弄天 就快黑了 连忙锁了门回店里去 明天卖的肉都还没有卤 晚上要加班了 两口子紧赶慢赶地回家 其实时间还不晚 不过才五点钟左右 只是冬天天黑早 外面又湿滑 天黑了没事一般 不在外面走动 万一摔跤 很容易就摔伤了 肖路晚上弄完所有东西 都到八点了 他看着墙上的钟 也感觉时间有些晚了 用热水洗了脚 就上床睡觉了 陈芝这两天总是睡不好 感觉像是肠胀气一样 消化有些不好 晚上在床上翻来覆去的 肖路被他弄得也睡不着了 芝芝 你怎么了 睡不着吗 没事 就是胃里有些难受 肖路一听 胃痛是大事 估计是这几天吃饭 没有好好吃 这两天 他看陈芝吃饭都不多 估计是痛了 好几天了 现在才说 肖路有些埋怨自己 这段时间 他也只顾自己没有注意 陈芝的身体状况 开店以来 一直这么忙 连他一个大男人都累 更别说 瘦弱的陈芝了 肖路起身出去 外面到处都黑灯瞎火 去了医院 也没有医生在 只有几个值班医生 说是晚上拿不到药 要等第二天早上来 让肖路回去 给他喝点热水 肖路回家 煮了热水给陈芝 他也喝不下去 肖路才知道 他是胃长 不是痛 这年代 药品属于紧缺的东西 没什么大病 基本都是不去医院 肖路也有些着急 也知道 晚上陈芝闹了一阵 十点多才睡着 肖路看他没事了 才慢慢休息 想着明早起来 给他做点白粥喝 现在这年代 也没有药店卖胃药 胃痛 确实只能硬扛 第二天一早 肖路起来 就熬了一锅白粥 炒了一个清淡的小菜 陈芝今早上起床 就好多了 肖路想着中午客人 走完了 还是带他去医院检查一下 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 没事也拿点胃药回家 免得下次 又是半夜发作 两口子上午一顿忙碌 今天肖路的快餐上线了 中午生意好得很 不仅吃猪脚饭的人多 快餐吃的人也多 肖路这边 简直忙不过来了 陈芝直接放了一摞盘子 在门口 一人拿个盘子 陈芝直接打菜 别说快餐 跟食堂的款式差不多 但是肖路这是两婚一素 吃的人还挺多的 而且肖路炒菜的手艺好 味道是真不错 今天做的就是红烧肉 陈芝打菜的时候 看着一大块一大块的红烧肉 肥瘦相间 要是以前早就要嘴馋了 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 老是想吐 他看着店里 这么多客人 强忍住呕吐的冲动 一直给客人打菜 实在是恶心了 就喝口热水 感觉会耗一些 忙了一中午两口子 才能休息一会儿 陈芝这次实在是忍不住了 趴到洗碗吃哇哇吐了起来 第66章 怀孕了 陈芝这一吐 可把肖路吓坏了 连忙关了店 带他往医院去 陈芝这情况 他自己心里大概猜到点什么了 只是没跟肖路说 两口子到了医院 找了医生 医生问了半天 开了几张检查单子 肖路一看要抽血 上面写的 什么也看不清 他也搞不懂 一个胃病抽血 能查出来什么 按理说要做胃警 但是现在 估计没有这些东西 他又跑去问了下医生 小伙子 你媳妇可能是怀孕了 当他听到医生这句话 只觉得心头万千情绪涌起来了 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 陈芝看到肖路的脸色这么差 还以为自己想错了 得了什么疾病 脸色顿时也不好了 肖路 你怎么了 医生怎么说 是不是我得绝症吗 肖路这才反应过来 立马拉住他 往检查的地方走去 肖路想着 先不告诉他了 现在还只是怀疑而已 等到确定了再说 两口子去抽了血 一直等到了下午医院 快下班了才出结果 肖路拿来也一看上面写的阳性 还没看医生 心里已经明白了大半 两口子到了医生办公室 单子一交上去 那医生看了一眼 立刻说道 恭喜你们 怀孕了 再去做个B超吧 两口子都沉浸在这件事的冲击中 久久不能回神 肖路像是木头一般 带着陈芝走到B超市做B超 他坐在外面的长椅上 心情说不清到不明 有一丝担忧 还有一丝喜悦 心里有些不明白 这个孩子到底算是他的 还是算以前的肖路的 毕竟身体是他的 灵魂是自己的 自从上次和陈芝在一起之后 中间他们又有过几次 肖路仔细回想 也想不起来是哪次了 孩子的到来 虽然让他惊喜 但是也打乱了他 原本的计划 他脑子里边乱糟糟的 还没想好接下来怎么办 陈芝就出来了 拿了结果 又去了医生那 医生说是孩子 已经有一个多月大了 陈芝脸上洋溢着笑容 带着些出为人母的欣喜 肖路虽然知道这个消息 但是还没完全消化 一时间心中喜忧参半 不知如何是好 陈芝见肖路神色像是 不怎么惊喜 脸色也有些变化 出了医院才轻声问道 肖路 你是不是不想要孩子 陈芝的疑问说出口 肖路才知道他误会了 怕他多想 拉着他的手 站在原地解释道 芝芝 我没有不想要孩子 芝芝孩子来得太突然了 我还没有做好准备 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办了 陈芝看他的样子 是真的紧张 一下没忍住笑了出来 能要什么准备 生下来就是呗 现在 咱们条件也还可以了 根本不用担心养孩子的事了 陈芝一番话 肖路听了 也毛色顿开 是了 现在的条件 即便是养的孩子 也还大有可为 怀了就生呗 有什么可担心的 肖路两辈子家一起 也没有当过爹 其实刚才知道 陈芝怀孕那一刻 心里是紧张的 眼下陈芝这个土著 反而还更能看得开 他想想也是 这时候的人 谁不是二十来岁就有孩子了 日子不是照样过吗 他越想越兴奋 盯着陈芝的肚子瞧了半天 现在又巴布的孩子 早点出生了 扶着陈芝慢慢回家 两口子在家里坐下 肖路才出去买菜 他边走边想 陈芝害喜这么严重 店里的事 肯定不能让他做了 只是这生意 他一个人也确实忙不过来 他想着 要不就在外面招个人来 想来想去 也没想到合适的 想着等下回去 就去公告栏那里 贴个招聘启示 应该过两天就有人来了 肖路边走边想 一不小心撞了人 他连忙道歉 上前一看 竟然又是小赵 肖路当即大怒 抓住他的衣服骂道 你小子 不是叫你别跟着我吗 怎么又跟来了 那小赵也是愁眉苦脸 一脸委屈地说道 小哥 我真不是跟着你啊 我是来抓药的 你看 他举起手里的药包 肖路一看才知道 自己错怪他了 松开他的手 随口说道 你抓药干嘛 我们可没打你 你可别想讹人 那小赵立刻一脸苦相地回答 肖哥 我没说抓药是自己吃 这是给我爹的 我爹有病 常年都要吃药 肖路看了他一眼 没想到这小子家 在城里 老爹有病 不过这时候的人苦 都是年轻的时候苦过来的 老了不就是有病了吗 他感觉都正常 肖路本来想走了 脑子里忽然金光闪过 看了一眼小赵说道 你现在没有工作了 靠什么为生 小赵摇摇头说道 小哥 其实我前几天跟着你 也是想学点技术 想着像你一样 开个小店挣点钱 但是我家没有那么多钱 我去打听了 租个铺子 也要很多钱 现在我爹病了 只能等他病好 再出去找个事做了 肖路一听 果然和自己想的一样 考虑了一会儿 对他说道 明天你来我店里做事吧 先从打杂做起 那小赵一听 像是没反应过来一样 有些疑惑地看着他 许久才欣喜地问他 肖哥 你愿意教我 肖路点了点头 小赵一直道谢 就差跪在地上 给他磕头了 肖路想着至于吗 不就是一个猪脚饭 再说了 其实配方也挺简单的 早晚会有人学会的 而且他以后 不干这行了 这么多 喜欢吃猪脚饭的客人 总要有个巨处才好 而且这小赵以前 在国营饭店帮厨的 厨艺也还行 到时候两个人 在店里动作 就快得多了 生意肯定会更好 主要是陈芝怀孕了 肖路想着以后 不能让他干活了 万一累到了 孩子危险 现在遇到这小赵 也是缘分 肖路买好菜 准备回去 想到店里那个楼梯 心里有些担忧 看来还是要早点 搬到新家去才行 买好肉 回去洗好之后 陈芝已经睡着了 肖路悄悄去看了一眼 睡得挺香的 他拿上东西 自己一个人去了城南 开了门之后 也没有关 就在院子里 开始打扫修整了 沈夫人买菜 回来看到了心里 还在感叹着小伙子 是个勤快人 晚上回去 跟丈夫说了下 隔壁搬来一对 年轻的小夫妻 第67章 搬家 肖路打扫完了回去 陈芝已经起来了 两口子都还没有 从以前的身份中 转变过来 转眼就是准爸爸妈妈了 肖路看陈芝起来干活 立马上前 接过他手里的东西 芝芝 不是让你好好休息吗 怎么又开始干起活了 我不做 你一个人 做这些太累了 陈芝觉得自己 只是怀孕 没那么娇气 这年头 谁不是这样过来的 那村里那些人 都是大着肚子 还下着干活呢 但是 肖路一个现代人 心里不是这样想的 他本身害喜严重 而且前三个月 胎儿不稳定 最好是好好休息 肖路跟陈芝说了说 陈芝好不容易 怕来孩子 听到肖路一说 也有些害怕了 为了孩子好 还是决定着两个月少做事 多休息 毕竟他们现在条件不错了 肖路这才把小赵 明天来店里帮工的事说了 陈芝也不懂 肖路为什么让他来 有些抑郁的问道 肖路 你明知道 他想来偷学 为什么还让他来店里 我这身体不干重活 店里打杂 还能行啊 实在不行咋 咱们从老家 找个人 来不比他好吗 肖路闻言笑了笑说道 芝芝 这也不是什么 不传之秘 就是很简单的卤菜 迟早别人都会做的 小赵想学 我就教一下嘛 就当是收个徒弟了 再说了我们 还有两个多月 就回村了 到时候这么多 想吃猪脚饭的客人怎么办 陈芝没想到这茬 还是觉得 肖路的考虑有些欠途 听他说收徒弟 心里更加不赞同了 俗话说教会徒弟 饿死师父 不过陈芝一想 反正他们以后 也不做这行了 收个徒弟也还行 肖路做好晚饭 陈芝看了一眼 青州小菜 看着就有食欲 肖路怕他误会 解释了两句 芝芝 你才怀孕 害喜这么凶 油腻的 我估计你吃不下 今晚上煮了白粥 怎么样 想吃吗 不想吃的话 我再做点肉 陈芝文言 立刻摇头 就这样 白粥我 还能吃得下一点 肉是根本不想吃 肖路看陈芝 这个样子 有些自责 她本来就瘦弱 现在怀孕了吃不下 看起来更是弱不经风了 肖路自己 还是没有照顾孕妇的经验 想让嫂子过来服侍一下 又觉得家里放不下 陈芝听到她的想法 立刻阻止了 说是这年代 哪个女人 不生孩子 都要过这关 没有谁像她这样的 现在什么都不做 已经很享福了 要是再让嫂子 来伺候 传出去 成什么样子了 肖路一想 也是这个道理 自己慢慢来呗 毕竟这还是八十年代呢 两口子吃完饭 才慢慢上床睡觉 陈芝上床 就睡着了 倒是肖路今天 经过了兵荒马乱的一天 现在才能躺下来 休息一下 看着身旁熟睡的陈芝 她觉得 一切都像是做梦一样 想着想着就睡着了 第二天 小赵果然一早就来了 这段时间 吃早餐的客人不多了 跟肖路预想的一样 刚开始生意火爆 后面渐渐没人 现在一早上 也就能卖到二三十块钱 比前段时间 那是少了很多了 不过人少肖路也乐得清闲 有小赵打杂 肖路的日子 比陈芝在的时候 还要轻松得多 很快中午 就有客人来了 肖路看小赵 还是挺勤快的 一点没偷懒 两个人在店里忙碌一波 陈芝也闲不住 不时帮忙递下盘子 现在她的主要任务 就是坐在那里收钱了 小赵一来 确实两人都轻松了不手 第一天 她表现得很勤快 让陈芝都对她的印象 改观了不手 几个人 就这样在店里 过了七八天 肖路的房子 终于归整好了 这天中午客人走完了 她就带着家 当和陈芝搬了过去 肖路准备的东西齐全 连隔壁邻居 她也准备了几份礼物 两口子在家里 安置好了之后 肖路就带着陈芝 挨家挨户送礼物 肖路准备的是 吃的东西 百货商场买的小饼干 这个东西 就算是在城里拿出来 也是稀罕货 每家都用小盒子 装起来了 还用包装纸包好了的 陈芝当时 去商场一看 很精致 她就很喜欢 肖路一共要了五份 除了隔壁交授家 前后巷子 还有四户人家 一共五家邻居 肖路都准备了 挨家挨户送了 就剩自家隔壁 肖路上去敲门 许久都没有人来开 她想着隔壁 是不是不在家 没想到门 忽然支的一声开了 肖路也有些意外 忽然看到了门内 是一个六十来岁的老头 怎么说了 看起来很有气派 一看就跟农民不一样 知识分子类型的 肖路估计 这就是沈教授了 你们有什么事吗 老头率先发问道 肖路立马递上手里的东西回答 您是沈教授吧 我们是隔壁新班来的邻居 今天第一天来 送点小礼品给您 认识认识邻居 那老头看了看肖路 和陈芝之后 摇头说了一句 谢谢 礼品不用了 说完就立刻关上门 肖路没想到 这老头果然很难搞 一看就是脾气怪的糟老头 难怪周围邻居都不待见他 两口子吃了个闭门羹 相识一笑 正准备转头回家 忽然见沈教授的夫人迎面走来 二人才知道 原来沈夫人今天没在家 难怪是沈教授来开门 他们往前走了两步 迎了上去 沈太太 你去买菜了 那老太太抬头一看 原来是隔壁搬来的小年轻 你们搬过来了 陈芝立马热情地上前回答 弄得沈夫人还有些不好意思 肖路立马递上手里的东西 告诉沈夫人 这是搬家的小礼品 沈夫人推辞了几下 还是收了 两口子这才回家 肖路回家收拾了一番 就开始做饭了 陈芝这两天情况好多了 孕途也没那么严重了 肖路这两天做菜都变招法 给他做 就是想让他多吃点 他今天做的是红烧大排 还做了个辣椒小炒肉 陈芝自从怀孕后 喜欢吃辣的 有味的 肖路都变着花样做 一早就把排骨腌上了 现在下锅一炒 入味得很 油烟飘起来老高 隔壁都能闻到了 沈教授书房就在隔壁 闻到肖路炒菜的味道 忽然觉得自己肚子饿了 走到自家厨房去看了一眼 还没生活 叹了一声 又往书房去了 第68章 救人要紧 肖路这边炒菜用心 舍得下料 那味道是真香 别说是陈芝了 就算是隔壁沈教授 是个老饕客了 闻到这味道 也是直流口水 心里想着 他家要是顿顿做饭以后 还得了 自己在这里 不是嘴馋的厉害 肖路才搬家过来的当晚 沈教授就准备 换个房间做书房了 肖路炒了三个菜 味道都不错 陈芝都吃了一大碗米饭 隔壁的沈教授 晚上看着桌上的青粥小菜 忽然有些食不下咽了 肖路两口子 在城南住了差不多半个月了 慢慢也习惯了这里的生活 只是早上去的早 一般是肖路先去 沈枝等天光大亮再去店里 肖路怕他摔跤 特意这样安排 小赵在店里 坐了大半个月了 表现一直不错 肖路才知道 他在国营饭店偷东西 实在是没办法 他爹病得久 他赚的钱都给他爹买药了 那段日子 看到店里兔子好吃 他也想偷两只回去 给爹妈开开婚 谁知道被郭经理发现了 肖路想着 要是小赵早点认识他 说不定他能送两只给他吃了 小赵这段日子确实勤快 肖路这两天 已经教了他配料和卤菜的方法 时间什么都跟他说了 下午的时候 也看着他卤了 晚上泡一晚上 也交给他了 有时候偶尔有几分卖不完的 肖路也让他带回去给爹妈吃 小赵感激得很 日子就这样过到了月底 再有大半个月 就要过年了 肖路两口子早就想好了 过年还是要回去老家过的 俗话说团圆 一家人凑齐才算是团圆 再说了 他们家本来也只有两兄弟 各过各的 像什么话 他这段日子 早早就在看年货了 有合适的 也准备买回去 上次陈叔进城来复查 肖路就给带了话 让他大哥拉约25开车来接他们 刘沈当场就答应了 这天卖完东西 肖路两口子跟往常一样 弄好店里的事 就往回走 现在交回了小赵之后 店里的事 他们都不用管了 准备好材料 小赵直接开整就行 他们俩也有更多时间了 肖路这天晚上 给陈汁做了四个菜 鱼肉蛋都有 让他补充营养 两口子正在吃饭 忽然传来一阵敲门声 肖路最开始还以为听错了 没想到门上一直想 这么晚他也想不到是谁 连他大哥也还没来过他新家 他实在想不出 是谁在敲门 他穿上外衣 打开门一看 竟然是隔壁沈太太 沈太太 您怎么来了 肖路有些意外 没想到一直没什么联系 沈太太会忽然敲门 他不解地问了一句 沈太太面色却很焦急地说道 小兄弟 你帮我看他老沈吧 他像是病了 肖路闻言 立刻把鞋根提起了 跟屋内的陈汁说了一声就走了 陈汁还不知道是谁敲门 拿了手电出去看 没想到 肖路急冲冲地 背着隔壁沈教授跑了 走之前 还嘱咐陈汁 晚上锁好门 陈汁看到焦急 跟在身后的沈太太才知道 是沈教授生病了 肖路跟着沈太太进了屋里 沈教授躺在椅子上 像是喘不过气一样 肖路不知道他有什么病 看着像是哮喘一样 沈太太说他没有哮喘 只有心脏病 肖路一听 心脏病可大可小 立刻上前背着人就往医院跑去 沈太太拿了两件衣服 就跟在后面一起去了 肖路背着人跑得很快 平日他还没这么大劲 想到背上的是一条人命 迟一点 他说不定就没命了 钱能激发 跑得飞快 到了医院 把人送到急救室之后 肖路才脱力瘫软在地上 缓了许久才缓过来 跟着沈太太 在病房外面等了两个多小时 里面的医生才出来 说是急性心肌炎 幸亏送得及时 再来晚点 恐怕就不回来了 沈太太一听 立马哭了起来 跪在地上 就要给肖路磕头 他一把年纪了 肖路哪能让他给自己磕头 连忙把他扶起来 沈太太坐在手术室外的长椅上 心里后怕不止 今晚上要不是他一时情急了不守 去找了隔壁的肖路 老沈怕是要交代在家里了 想到这里 又对着肖路感谢了几遍 肖路看天色晚了 沈太太一个人在这里 穿得也很单薄 不放心 她一个人就一直陪在这里 隔了大概半个小时 沈教授被推了出来 脸上插着氧气 肖路看她的脸色恢复了不少 心里一阵放松 应该是没有大问题了 肖路帮着医生 把人推到了病房 医生以为他是他们的儿子 对着他交代了些注意事项 大概是说 平时要注意身体 平日里不要生气 吃的食品营养要均衡 尤其是不要动物 不然很容易发病 肖路没有说什么 一一硬下了 又给沈太太重复了一遍 沈太太基本上不在状态 肖路找护士借来纸笔 写在上面 本来她看没什么事 想着回去了 看见沈太太一个人 在这里守着 年纪也大了 身子单薄得很 上前温声说道 沈太太 你们孩子在哪 需要我去通知医生吗 我有手电 肖路拿出兜里的手电 在沈太太面前 晃了一下说道 谁知沈太太闻言大哭起来 肖路不知道怎么回事 连忙温声安慰 路过的护士 也频频回头 往这边看过来 肖路觉得头大得很 沈太太 轻声哭了许久情绪 才平复下来 慢慢给肖路 说起了他们家的故事 原来他们有个儿子 以前那段特殊时期 沈教授 因为脾气傲 得罪了小人 被安上资本家 走资派的名头 那些人隔三差五来批斗 有时候还把沈教授 绑在树上斗 他们的儿子也被绑过 同时之间接受不了 吃了农药轻生了 沈教授夫妻二人 老年丧子 沈教授从此更是性情大变 一点小事就爱发脾气 邻里之间有些小矛盾 也要上告政府 这才惹得周围 所有人都看不惯他们家 可怜老两口六十多岁了 老无所依 生病了也只能靠自己 肖路听完沈太太的话 心里也很同情 只是生在这个时代 命不由己 谁也没办法 这件事 只是那段日子的冰山一角罢了 第69章 机会来了 肖路看着颤颤巍巍的沈夫人 心里有些同情 本来想走的 也没有走了 害怕自己走了 他需要做什么事找不到人 一直坐在外面等 到了天亮他进去看了 沈教授还没醒 这才缓缓起身 出发去店里 今天去的有些晚 不过小赵已经到了 早早就开了门 店里已经有客人了 肖路刚到 沈枝也慢慢来了 地上有雪 他连忙过去扶他 肖路 沈教授情况怎么样了 你昨晚都没回来 是不是情况不太好 肖路摇摇头说道 就回来了 还没醒 还要观察 小赵才知道 他昨晚上救了邻居去医院 一晚上没睡 当时就让他去楼上睡会儿 肖路确实有些熬不住 看着店里客人也不多 小赵应该没问题 他几步就上了楼 沾床就睡着了 这一觉一直睡到了11点 他听到了楼下人声鼎沸 知道是客人来了 肖路翻身起床 往楼下去帮忙 今天客人挺多 肖路这里除了猪脚饭 快餐每天都是不一样的菜单 吸引了很多人来吃 附近打工的也喜欢 忙完中午 肖路又去买了菜 想到沈教授 说不定他两口子还没吃饭 肖路回店里做了点粥 炒了两个菜准备带过去 陈芝不明所以 肖路才把沈教授两口的事 跟他说了一遍 陈芝听了也大为同情 尤其是陈芝现在怀孕了 听不得有关孩子的事 一听见隔壁老两口的事 眼泪就哗哗往下掉 小赵听了半天 终于想起来他们说的是谁了 毕竟他也是保定府 土生土长的人 肖哥 你说的这人 我知道 他以前是京北大学的老师 还是中文系教授 后来不知道得罪了什么人 提前给退休了 然后又被逗了很多次 但是每次都不认罪 以前逗他的时候 还老是叫我们去看呢 那场面挺惨 肖路一听 果然像沈夫人说的一样 是挺惨的过往 陈芝也只能同情了 肖路把饭菜装上 就准备往医院去 陈芝说也要一起去 肖路就牵着他 一起去了医院 肖路去了一趟 两口子果然还没吃饭 沈太太还想着 再等会儿出去买点 老沈才刚醒 他放心不下 在这里照顾 没想到 隔壁小伙子星得这么好 今天竟然还来送饭了 沈太太又对着两口子道谢 那沈教授醒了就知道 是肖路送他来的 态度好了许多 坐起来靠在床头 也对着肖路道谢 肖路一看生病了的沈教授 也就是个小老头而已 根本没有往日的张牙舞爪了 肖路拿出饭菜 递给二人 沈教授原本没有胃口 没想到 肖路递过来的饭菜 他尝了一口 格外好吃 沈教授有些意外 第一天他们搬过来的时候 肖路炒菜他就知道 味道肯定不错 今天终于吃上了 沈教授没想到自己 因祸得福了 嘴角轻轻笑了笑 几人聊天才知道 肖路两口子是开饭店的 沈教授心里默默决定 等他好了 要去肖路店里吃吃 两人在病房待了一会儿 肖路就回店里去 这两天没有下雪 街上被扫得挺干净的 肖路想到 昨晚的事 觉得 还是要买台三轮车才行 昨晚上 就是静 要是远了 还不知道 最后怎么样呢 不过 想到三轮车 只能家用 还要人灯 还是有些不实用 还不如他家里的马车呢 他想到前几天 去昆哥面粉厂 倒是看见 有辆拖拉机停在哪 就是不知道 是不是他们家的 肖路想着 下次往铁柱进城的时候 让他去问问 要是他家的 可以问问卖不卖 这段日子店里 又赚了不少 他手里 又有小一万了 他算了 干到过年的话 肯定有一万多 买了年货什么的 开年去 倒是可以买台拖拉机 只是他们村里不通路 太窄了 就算有拖拉机 也只能开到大路边上庭 离他们村还差好远呢 以后 真的做什么事业的话 首先就得把路扩宽才行 肖路又一个人 回了店里 陈芝仙回去休息了 这段时间 他每天中午 都要午睡一会儿 小赵今天下午 也提前回去了 说是要给他爹抓药 肖路一个人开着门 在店里洗肉 做着准备工作 店里面忽然进来一个人 肖路抬头 看了一眼 随意说道 店里菜都卖完了哦 那人坐在椅子上 拿出杯子 喝了一口水 对肖路说道 小兄弟 随便有什么都行 给我整一份 饿了 肖路看了下 锅里什么都没有 一般卖不完的 小赵都拿回家了 看了下柜子里 还有一把挂面 肖路切了点肉丝 给他下了碗面 肉丝用泡菜坛子里 捞出来的泡菜炒的 这一碗面 别提多香了 肖路看着人 估计饿得慌了 下了一大把面 捞的时候用盆装 面一上桌 那人看到了 立马夸他 小兄弟 你们店里这份量真足啊 肖路停下手里的活 走到他坐的桌子上说道 其实 我们店里下午不营业的 但是你都进来了 我也不好赶你出去 只有面条了 将就着吃吧 那人对他比了个大拇指 狼吞虎咽了一口 没想到太烫了 他张着嘴 半天不敢吞下去 看得肖路哈哈直笑 那人也有些不好意思 肖路看着人的样子 穿得挺光鲜的 脚上还蹬着一双皮鞋 手里拿着个公文包 这年头能拿公文包的 大部分是南方来的大老板 肖路好奇地问了一嘴 大哥 你这是从哪来啊 怎么风尘仆仆的 连饭都没时间吃 肖路其实想问他穿得这么好 怎么连饭都没混上一顿 那人又吃了两口 才慢慢回答他 别提了 我是药厂的 这不厂里需要中药材吗 让我出来找快递 我就看中城边上那个村子了 谁知道村里以为我是骗子 地不租就算了 我还差点挨顿打 那人说着苦笑了两声 肖路的眼睛却亮了起来 他有些急切地问他 大哥 你难道是隔壁市来的 听说那里有个大药厂 那人点点头说道 就是隔壁市来的 想着这里离厂子近 我们是能租的地都租完了 现在厂里新开发了一种药 需要中人参和黄旗 这不来 你们这里租地了吗 肖路一听到人参两个字 整个人都精神了 他对着那大哥说道 大哥 你们要多少店 我老家有啊 第七十章 回村考察 那人闻言意外地望着他 仔细地看了半生才问道 小兄弟 我这是正经做生意 可不是开玩笑的 肖路一下 从凳子上站了起来 那人被他的动作吓了一跳 他走到那人旁边的座位坐下 大哥 我是说真的 我们村在大山里面 穷得很 要是有赚钱的机会 村民都会答应的 而且 我们村土地多 因为人口少 每户人的土地都多 那人一听正中下怀 他就喜欢人口少的地方 人口多了难打交道 不过听到肖路说的多 他有些担忧地问道 你们村多少店 我们要的多 少了可不行 肖路算了一下 村里地大 人少 每家都十多亩地 起码三四百亩有吧 而且还有几座荒山 要是真能种 估计荒山也能开发出来 四百亩 肖路对着他比了个手势 那人也有些吃惊 不过北方都是这样 地大人少 家家户户都有几十亩地 四百亩的话 刚好符合他的想法 他们厂才开始试点 本来也没大量投产 厂里的想法 也就是三四百亩 那人考虑了一会儿 认真地对他说道 小兄弟 这事儿不是小事 你能帮村里人做主吗 再有就是 我得要先去你们村里 看看条件怎么样 肖路笑着说道 大哥 看你说的 我怎么能帮村里人做决定 这不是得靠动员吗 还得看你们厂子的条件如何 那人一听 觉得也是这个道理 当即点了点头 在纸上写了个地址 递给他 这是我住的招待所 明天早上你过来找我 我带上技术员 一起去你们村考察一下 肖路没想到 事情这么顺利 接下那纸条 当即就答应了 那人见他喜笑颜开 不敢给他太大希望 温生对他说道 小兄弟 你也别抱太大希望 这个事儿成不成还不一定啊 我们种药材 对土地要求高 不是什么地都能种的 得先考察你们村的地 那人怕他不懂 又给解释了一番 肖路笑着点头 这些东西他当然懂了 毕竟是学过知识的 正经大学毕业的 哪能不知道了 不过机会来了就要抓住 成不成的 那不是后面的事儿吗 那人介绍自己是 隔壁药厂产品部的 叫姚德谦 专管厂子里新药推广 像是这种前妻 原料培育类的 也归他管 他走的时候要给钱 肖路没要 眼看就要合作了 哪能在乎这一晚面前呢 晚上回去肖路跟陈芝说 明天他要回趟村里 他没告诉陈芝实话 现在八字还没一撇 说早了万一没成 让人失望 陈芝不知道他回去做什么 反正总归是有事儿 他也没管他 让他早去早回 肖路一觉睡到天亮 早上起来吃了两个馒头 就往招待所走去 找到姚德谦的时候 他还有些惊讶他 这么早就来了 肖路说 路远早点来 姚德谦一听 就有些打退堂鼓了 路远又不通车 要是真在这里中了 还得先修路 肖路忙解释 走路只要一个多小时 姚德谦才叫上技术员一起出发了 三人一路上边走边聊 肖路才知道 他们药厂一直是做西药的 现在国际上研究出来一种什么药 临床应用很广泛 他们常也在研究 目前就是缺人参和黄旗 在外面买不到 要么就是国外进口 国内的种植户还是有 但是规模太小了 供应不上 肖路想了想 中药种植确实是个好路子 就是不知道 村里的土壤行不行了 三人走了一个半小时 终于到了村里了 姚德谦带的那个技术员姓王 一路上都在说 这里太偏僻了 不通路 以后就算来了 也很麻烦 肖路一路上都在安抚两人 其实他们这里 离城不算太远 要是有车的话 二十来分钟就到了 主要就是不通路 三人边走边看 那王技术员 看见公路边上的村子 就想进去考察考察 吓得肖路立马吓唬他 那个村看见 外人静就会打人 姚德谦 昨天才差点被打 现在没有熟人带路 确实不敢进陌生村子了 其实肖路是吓唬二人的 这里又不是蛮慌 怎么可能见到 生人就打 主要是怕他们 看上别的村的土地 那他这一天 不就白干了吗 三人紧赶慢赶 总算进村了 肖路带着二人来到他家 肖天和刘英 都在家里试弄兔子呢 一看肖路带人回来了 刘英连忙招呼 肖路冲着嫂子 使了个眼色 刘英看到了 却不明白什么意思 只能顺着肖路的话往下说 嫂子 这两位是我朋友 中午劳烦你做饭 我们都在家吃 刘英一听 连忙点头答应 他也没弄明白 这两人什么来头 看肖路这样子 心里知道 肯定是重要人物 看着姚德谦 拿着公文包 还穿着皮鞋 刘英觉得 这肯定就是传说中 南方来的大老板了 肖路拉着肖天 拿上东西 带着二人 来到自己的地里 地上厚厚的一层雪 想要看土壤 还得翻开才行 肖路特地带着人 从房子多的地方走 在村里的人 看见肖路两兄弟 带着生人 还拿着锄头铁锹 心里都有些好奇 有些没事干的 跟在后面一起去了 几人走了一会儿 来到肖路的地里 两兄弟 用铁锹和锄头扒开积雪 挖了几锄头 冬天雪后 这地都冻上了 不容易挖开 肖路两兄弟 废了老半天晋 才挖开上面的土层 那王纪鼠原 抓了把洞土 在手里 看了看又碾了碾 最后还闻了闻 又打开背包 拿出东西 铲了几铲进去装上 姚德谦看 四下白茫茫一片 又选了几个地方 让他们挖开 重复先前的动作 看到后面的村民 仗二合上 摸不着头脑 有个人见他们 去了自己的地里开挖 直接忍不住了 好奇地问道 肖路 你们捣什么呢 这两人是哪来的 肖路挖开了土幅 这铁锹站在哪 笑着对那人说道 刘哥 这是我朋友 药厂的 他们来看看 我们家的地 是不是和重人生 肖路故意没说 他们需要多少地 只说 自家地里药种 果然边上 看热闹的几人 坐不住了 一听到人声二字 都知道是挣钱的东西 全部跑到肖路边上 热情地对肖路说 肖路 也把你朋友带到 我家地里去看看 是啊是啊 旁边看热闹的 全都附和起来 姚德谦健壮就知道 肖路这小子 有头脑 这年头都想赚钱 见到有赚钱的机会 都想分杯羹 肖路懂得怎么说话 调动别人的好奇心 他觉得这事 说不定能成 第71章 中药圣地 几人在地里头 吵吵闹闹 村里好些人 都走出自己 家门出来观望 冬天都在家里 没什么事干 村里 好不容易有个热闹看 大家全都出来了 好在这一两天没下雪 路边上 只有积雪 路也挺好走的 大冬天的 谁也没想到 半个村的人 都到地里去了 村长 正在家里烧炕呢 媳妇忽然告诉他 村民都去村东头了 村长不知道什么事 立马往那边跑过去 到地方一看 好家伙 半个村的人 都把几人 围在中间说什么 村长过去 大声吆喝一嗓子 众人才让路出来 村长一看 原来是肖路两兄的 带着两个生人进村了 村长还没弄清什么事呢 周围村民 又开始吵了 你一言 我一句 村长终于听懂了 肖路 这个事 你肯定 把我们家算上 我跟你爸是兄弟呢 肖路 这个事 把我们家也算上 我是你堂叔 凭什么啊 你们是亲戚就能算啊 看谁的土地能行才行 技术员说了算 对吧 王技术员 原来刚才肖路一 说种人参 村里人才知道 人参可以种 以前大家都知道 人参珍贵 还是野生的 哪里想得到 能人工种植 肖路的朋友 还是药厂的 种这玩意儿 肯定赚钱 大家过来看热闹 一听药种人参 全都在肖路面前 刷好感了 可不是把几人 围在中间了吗 村长一听 原来是这么回事 看着肖路 上上下下 把他打量了几遍 这小子自从摔坏脑子之后 脑子确实好用不少 现在竟然还搞到 人参种植的路子 他把肖路拉出来 悄悄走到一边 小声问他 肖路 你这朋友靠谱不 别是骗子吧 肖路早就 想过这个问题了 看着这两人的样子 不像骗子 而且王技术员很专业 肖路想着 现在就是来村里 考察一下 能骗什么 大不了一顿饭的事 难道人家走路 一个多小时 就是来骗顿饭吃吗 再说了 以后要是真的合作的话 还得签合同什么的 去他们厂里考察 他笑着给村长解释 村长 他们是隔壁市药厂的 今是那个 你知道吧 村长一听 如雷贯耳 那个大药厂 这整个保定府 谁人不知啊 村长知道这事后 两个眼睛都冒光了 笑着拍拍肖路的肩膀问道 肖路 既然有这种机会 你也别只顾着自己发财啊 村里人 都是你的数百兄弟 你有了发财的路子 也要记得大家 跟你那朋友说说 村里人每家重点不行吗 肖路听见村长的话 知道村里人大都上钩了 为难地对村长说道 村长 这个事儿我说了不算 还得看人家缺多少 再说了 现在不是还在看我们村的地行不行吗 要真能行的话 再跟他们说说 村长一听就知道这事儿有门 笑着拍了拍他 两人又走到人群里去了 村里大半人 都围着这个 王技术员彩样 其实他刚才一看这里的地 就不行 人生喜欢背影的地方 最好是坡地 少量阳光就行 这里的地全是平地 都在山下 日照时间太长了 但是 这么多村民围着 他不敢说 先采样 等下人少的时候 再悄悄跟肖路说下 他采样也不是做样子 他看这里的地势 很适合众黄旗 刚才地里的土他也看了 确实合适 采样回去 做实验看看 至于后续 怎么沟通 那就是姚德谦的事儿了 一群人兴奋地拉着王技术员 去自家地里采样 王技术员的小箱子 都装满了 两人在外面久了 冻得直哆嗦 村长看了 才叫众人散了 一群人回了家里 又开始讨论 有些没有出门的 不知道这个事 事后都垂胸顿足 想着过两天 去肖路家里说说 人生这玩意 从古至今都很珍贵 一听这名头 大家都知道 能赚大钱 都想着这机会 几人一起 回了肖路家 刘英已经做好饭了 锅上还蒸了馒头 就是炒菜了 刚才刘英已经知道了 肖路带这两个人 都是重要人物 怕自己炒菜不好吃 菜都备好了 等着肖路回来炒呢 既然到了家里坐下 才慢慢暖和下来 刘英悄悄给肖路使眼色 他却没看到 肖天注意到了 不知道 媳妇有什么事 亲手亲脚地往造坊走去 媳妇 怎么了 我想着肖路炒菜好吃 让他来呢 你来干什么 肖天文言 有些意外地看着自己媳妇 恼怒地说道 家里来客人了 你炒不就行了 没看到兄弟 在陪课吗 刘英文言 有些委屈 辩解道 我这不是看来的是重要客人 怕我做的饭 别人看不上吗 肖天看了看 外面两个人 刚才接触了一阵 觉得他们应该不是那种人 笑着对自己媳妇说 直接吵 刘英也不等肖路了 架上锅子 直接开干 没一会儿 就做了六菜一趟 还有三个荤菜在里面 端上桌 姚德谦就夸了 说是这菜一看就好吃 刘英高兴的眼睛 都笑弯了 几个人吃吃喝喝 一个上午就过去了 吃完饭几个人 又开始喝茶 肖路才问起今天的结果 王技术员看了看姚德谦 见他点头 才实话实说 你们的地 不适合重人参 得太平了 而且日照时间太长 不适合人参生长 肖路没想到 一番折腾 竟然是这个结果 有些沮丧 刘英和肖天也站在旁边 心情都有些低落 人参虽然不能重 但是黄旗应该可以 我刚才测过了 应该能行 肖路感慨这个王技术员 说话大喘气 只要还有希望就行 现在村里太穷了 他也是想让大家 一起发展起来 能管得上温饱也行啊 不过我看你们 对面有几座山 我觉得那山上 种人参肯定不错 肖路几人闻眼眼前一亮 笑着说道 这几座山都是我们村的 这附近还就我们村里 有山 其他地方没有这么多 不过这山上这么多树 种人参 那不全被树遮住了吗 肖路有些疑惑地问道 以前他还真没了解过这些 只是到人参都在长白山 没听过种植条件 你说这个不成立 那野山餐不全是 长在深山老林吗 就是要这种条件 人生长势才好 肖路几人闻眼 也是大为震撼 这好好的土地看不上 竟然看中 几座深山老林了 第72章 做客 这姚德谦两人 吃了中午饭 就要回城里去了 他们要把样本 带回去研究了 才能给肖路村里答复 中午几人吃完饭 又去山上看了看 王技术员直呼不错 肖路仔细看了看 山上其实还有许多土地 只是他们村人口少 底下的地都够重了 山上没人管 成了荒地 长了很多杂树 那王技术员说 就是要这种 没有种过东西的地 人生长势才好 肖路听了 想到平时自己看的 长白山老山深 估计也是这个道理 几人采样了 就往城里走了 肖路本来不用一起走 但是他怕两人 回去的路上 又往隔壁村里跑 最后还是决定 跟他们一起回去 肖路走之前 又跟肖天说 让他25拉车来接 还特意吩咐了 车上弄暖火线 肖天不明白地看着他 敞篷板车 他也不知道 怎么弄暖火点 肖路这才悄悄 告诉他 沉直怀孕的消息 肖天听了 立刻没开眼笑 直说回去之后 想办法 肖路三人回城里去了 肖天回去 告诉刘英这个消息 刘英也吃了一惊 想到弟弟说的 车子弄暖火点 肖天想了想 去找了几根 粗细差不多的木棍 钉在了四周 在板车四周 加了一层薄膜 肖天比划了一下 觉得挺好的 应该也防风 决定到时候走之前 就这样钉上 肖路把两人送到城里 姚德谦给他 留了场里的电话后 几人就分开了 回去了 陈芝没问他回去做什么 肖路也忘了说 就这样过了两三天 隔壁沈教授出院了 他出院后 决定请肖路一家吃饭 感谢救命之恩 肖路本来都想推辞了 但是想到以后 还要请教沈教授很多事呢 所以也不客气了 晚上带着陈芝一起去吃饭 不过陈芝自从上次知道 老两口家里的事 心里一直放心不下 下午去百货商场 特意买了几个苹果 这年头这东西可不便宜 陈芝也没敢多买 晚上提着 就去了沈教授家里 沈教授的小院 也跟肖路家的格局差不多 正中间的一间 他们用来做了会客厅 肖路两人一去 沈教授就在等着了 陈芝有些拘束 要不是因为这个社会 像他这样的农民 哪里有机会见到精大的教授 两人坐下后 沈教授亲自给两人泡茶喝 陈芝小心地观察他 听说他脾气不太好 现在看着倒是挺和蔼的 他仔细打量了一遍 听说他还是书法家 就是不知道 墨宝能不能随便给 他还想着 以后请他给孩子取个名字 陈芝想着 自己和肖路没什么文化 要能找沈教授 到这样的文化人取名字 以后学习肯定不错 也不知他从哪里得来的想法 他自己想想 就先乐笑了 肖路还在和沈教授聊天 听到陈芝在校 二人都诧异地看着他 芝芝 怎么了 肖路不知道他怎么了 轻轻问了句 陈芝修的脸红了 使劲摇头 刚才想到一件好笑的事 沈教授上次吃了肖路的饭菜 一直觉得不错 今天一来 就问他店开在哪里 肖路一一回答了 沈教授说会去光顾 肖路以为他说的客套话 笑着硬了 沈夫人隔了一会儿 就来喊吃饭了 几人都往餐厅走去 肖路一看 桌上可以说是真修盛宴了 光菜都有十个 他有些吃惊地说道 沈教授 我本来以为是吃顿便饭才来的 你们这弄得太破费了 沈夫人笑着叫他挑菜吃 还给陈芝打了一碗鸡汤 沈教授这才缓缓说道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这是感谢你 自然要拿出最好的东西了 哪里能算破费 肖路一听 确实是文化人 说的话让人听着都舒服 几人端起碗就开始吃 沈夫人看出陈芝有孕了 笑着问了句 陈芝害羞地点了点头 沈夫人让陈芝一个人在家 没事就来他家玩 陈芝也硬了 几人一起吃晚饭 沈教授还拿出了珍藏的好酒 肖路也没有推辞 高高兴兴地喝了 一顿饭吃得冰煮净欢 肖路两口子 晚上九点才回家 吃完饭 又和沈教授聊天许久 临近过年了 店里的客人比以前少很多 这段时间天气冷 肖路早上起来 把炕里又添了没踩走 这段时间 他都没让陈芝去店了 店里人来人往的 而且这段时间老是下雪 怕他滑到 又怕他感冒 肖路一直让他在家里 陈芝一早起来 打扫了一下家里的卫生 又不知道做什么 想着给孩子做两件小衣服 他昨天知道 隔壁沈夫人做衣服好看 今天就带着东西 去敲隔壁的门 沈夫人见识他来了 立刻喜笑颜开 陈芝拿出布料 想请沈夫人教他 做几个花样子 沈夫人是大家闺秀出身 秀花这些手艺 最是拿得出手 两人走到房里 沈夫人拿出布料绷上 拿出针线 直接就开始秀起来 没几下就秀出花来了 看得陈芝眼睛都亮了 沈夫人一针一线地交陈芝 陈芝也算有天赋 学得很快 沈夫人见状 讲起她的小时候 芝芝 我们小时候啊 还是救世会 女孩子几岁就要学刺绣了 这些东西哦 我小时候也不耐烦学 经常扎到手 但是不学家里 就不给饭吃 久了就学会了 陈芝看了看优雅的沈夫人 有些羡慕她 她举手投足 都那么优雅端庄 一看就是书香门第家的大小姐 跟乡里人完全不同 她笑着说 沈太太 你这手艺这么好 完全可以开班教学了 肯定有很多学生来学的 沈夫人文言也笑了 这年头饭都吃不饱 哪里还有人来学这个东西 现在不是以前了 做衣服都有裁缝店 我这手艺不行了 不是的 沈太太 你这绣得这么好 像我就很喜欢 要不我给你当徒弟 你教我吧 我学会了 到时候 给孩子做漂亮衣服 陈芝的话 让沈太太愣神许久 隔了一会儿回过沈来 才笑着点头 好啊 只要你不嫌麻烦 我教你就是了 反正在家 也没什么事 陈芝也很开心 不知道以前的拜师礼 是怎么样的 陈芝想着 晚跟萧璐说说 到时候买点东西送来 正式磕几个头 行个拜师礼 以后她也有师父了 第73章 拜师 陈芝 把心里的想法 跟沈太太说了一遍 沈太太一时 竟然愣住了 心里感慨万千 收徒弟 这个事 她倒是从来想莫过 她的丈夫老沈 一生教书育人 倒是收了不少徒弟 很多人叫过她师娘 倒是没人叫过她师父 她想起来就有些热血沸腾 觉得有些想要 大干一场的冲动 二人一起 又聊了许久 沈太太又拿出 自己珍藏的布料 给陈芝肚子里的孩子 做几件礼仪 陈芝又感激了许久 下午萧璐回家 陈芝跟她说了这事 萧璐也有些吃惊 不知道 她怎么突然想 学刺绣了 陈芝笑着说 以前想读书 不过是一种遗憾 但是实际看起来觉得 并没有那么容易 而且以前的知识 也忘得差不多了 今天 跟着沈太太学绣花 她好像找到了爱好 所以才想拜师 萧璐考虑了一下 也同意了她的提议 毕竟是她的兴趣爱好 既然喜欢 可以好好学学 天色还早 两人去了一趟百货商场 陈芝看上一条丝巾 是个名牌货 一条丝巾都要二十块 陈芝自己肯定舍不得买 但一想到 沈夫人的气质 她觉得 和这丝巾特别配 当时就咬牙买了 两口子又买了 杂七杂八的一大堆东西 很多都是市场上没有的 隔壁的门 等了一会儿 才有人来开门 萧璐一看 竟然是沈教授 萧璐 你们 陈教授不知道他们 提这么多东西来做什么 有些疑惑 沈夫人听到声音 从隔壁出来 走到门口 一看是他们两口子 立刻拉他们进来 萧璐 芝芝 快进来吧 几人一起进屋 沈教授一头雾水 不明白 自己夫人什么时候 跟隔壁那么亲近了 到了屋内坐下才知道 陈只要拜 自己太太做师父 沈教授也吃了一惊 由于两口子动作太快了 沈夫人还没来得及 跟沈教授说这个事 沈教授本来还觉得 有些不妥 但看见自己夫人脸上的表情 自从儿子不在之后 好久没见他 这么开心过了 他觉得 只要他开心 随他去了 反正他们两不知道 还能活几年 不留遗憾 是最好的 萧璐泡了两杯茶 端过来递给陈只 陈只给二老一人一杯 萧璐在地上垫了一个垫子 陈只跪上去给沈夫人 实实在在磕了三个头 这个拜师礼 就算是成了 沈太太起来扶起他 又给他端了一个凳子 萧璐这才把礼品拿上来 陈只拿出自己挑的丝巾 沈太太一看 笑得合不拢嘴 整个屋子里 充满了欢声笑语 沈教授 看了都觉得有些恍惚 他们家已经多久 没这么热闹过了 他想不起来了 自从他被批斗 儿子吃药走了以后 家里亲戚怕被牵连 都断了往来 没想到 隔壁搬来两个年轻邻居 竟然丝毫不在意 还要拜师 沈教授 一时也觉得 心中感慨万千 跟着几人聊了起来 沈太太让陈只 不用叫他师父 他姓王 让陈只叫他 王阿姨就行 叫老沈沈叔叔 陈只和萧璐 一一应了 按照他说的叫 自从陈只拜师后 每天都在隔壁家 学刺绣 那简直是找到兴趣了 有时候晚上都在绣 萧璐怕他伤眼睛 还经常劝他注意身体 不过 好处就是 陈只的身体有人照顾 王阿姨每天中午 都给他做各种吃的 这才七八天 陈只都长胖了 萧璐看了直护王 阿姨有经验 一出手 就把陈只喂胖了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就到腊月24了 萧璐早就 和店里的时刻说了 开到腊月24 他就关店了 正月初八再开店 今天他和小赵 打扫完店里的卫生 就给小赵放假了 他给小赵发了 100块钱工资 过年了 又给了100块过年费 小赵拿到钱 都吓了一跳 他没想到萧璐 这么大方 他才来一个多月 就给他这么多钱 萧璐早就 准备好了 刚才小赵 打扫卫生的时候 他又去买了肉 给小赵 给了10斤肉 两个猪脚 就算是年货了 他这好歹 也算个小老板了 店里唯一一个员工 年货肯定是要发的 小赵收到东西 开心得不得了 萧璐出手太大方了 他以前 在国营饭店 都没有这么好的待遇 一时间真希望 这个店永久地开下去 但是萧璐说了 这个店开到2月底 就要还给人家了 到时候 他肯定也要另寻去处了 一时间还有些感慨 萧璐不知道 他心里在想什么 只是拍拍他 祝他新年快乐 让他出八再回来 小赵提着东西 高高兴兴地走了 萧璐又背着 剩下的东西回家 快过年了 现在卖肉的摊位 都爆满 不过肉量足 有的买 萧璐今天买得多 明天他们就要回家了 这都是 买给隔壁二老的 这大冬天的 外面就是天然的冰箱 肉买再多也不怕 往雪地里一买就行 想吃就拿出来 下午回去 陈芝还在隔壁 萧璐过去送礼 沈教授死活不收 陈芝看得都没了主意 沈叔叔 你就收下吧 这是我们的心意 明天我们就要回老家过年了 出八才来 这点东西不算什么 是我们孝敬二位的年龄 沈教授推辞 半天还是收下了 王阿姨听见 他们要回家过年 有些失望 本来以为 今年他们能一起过年呢 没想到 他们要回老家 顿时有些失落地回房了 萧璐和陈芝见状 有些不解其意 都看向沈教授 沈教授喝了口茶 笑着解释 你们王阿姨 是个喜欢热闹的 看你们回老家了 心里有些失望没 陈芝一听 原来是这个原因 只见王阿姨 拿了什么又出来了 她走到二人面前 递过来一个包裹 萧璐打开一看 是两件棉衣 特别好看 布料全是商场里的料子 不是花布 王阿姨亲自做的款式 和绣花 那衣裳一打开 陈芝眼睛就瞪得老大了 王阿姨 这衣服 简直太好看了 你的手真翘啊 王阿姨笑了笑说道 这是给他们准备的过年礼 准备过年的时候 给她的 没想到二人 要回老家 现在就提前给了 陈芝自从爹妈死后 再也没有长辈 这么惦记她了 萧璐爹妈以前 对她也好 但是总归有两个媳妇 而且家里也穷 能有吃的 就不错了 陈芝拿着衣服 鼻头犯酸 或许是怀孕的缘故 总是比以前 要多愁善感谢 萧璐健壮 脑中一个想法闪过 她笑着问道 沈叔说 王阿姨 要不你们 跟我们回村里过年吧 第74章 回老家了 回村 老两口文言都是一惊 陈芝听到这话 脸上一洗 她怎么没想到这个呢 她立刻接着说道 王阿姨 我们村里 过年可热闹了 你们就跟我们去吧 在城里 你们就两个人 回了村里可多人了 两口子你一言 我一语 老两口竟然有些心动了 尤其是王阿姨 笑着问道 这样太麻烦 你们了吧 不麻烦 我们爹妈都去了 家里只有大哥大嫂 我们都喜欢人多 热闹 王阿姨文言看了看沈教授 沈教授也在考虑可行性 陈芝还在一直劝 一边说着 村子里过年有多热闹 王阿姨被她说动了 看着丈夫 对着陈芝点点头 见二人答应了 陈芝高兴坏了 消露见状 立刻又补上了两句 王阿姨 沈叔说 只是我们村里条件 肯定赶不上城里了 到时候你们去了 恐怕委屈一下了 王阿姨已经十年 没有好好过年了 陈芝刚才一番描述 把她的兴趣勾起来了 也没管什么条件 反正他们条件 也不是一直都是现在这样 几个人商量好了 消露就跟老两口说 明天来接 小两口又出去 给两个侄子和嫂子 买年货去了 陈芝现在给家里买东西 都去的商场 供销社很多东西没有 商场有很多 以前没见过的稀罕货 两口子进去 给嫂子买了一条围巾 说是狐狸毛的 一看就好看 十块一条 消露让陈芝也买 陈芝舍不得 消露还是悄悄给她买了条 消露去看了看 买了很多糖果 这时候糖果是稀罕东西 上次买回去 两个侄子可喜欢吃了 这次过年她 直接买了八斤 两个人又买了很多西式饼干 还有些杂七杂八的东西 回去的时候 消露差点拿不下 晚上去回随便吃了点 消露又去炕里添了些炭 两口子才睡觉 消露晚上睡前也想了想 没什么东西了 店里白天她也跟小赵说了 让她隔三差五来看看 就是国营饭店 这个月没给她分红 估计是郭经理 看她自己开店了 心里隔音 她也没去问 一百多块钱 分不分也无所谓 不过他们不给的话 她以后就不会再去教他们了 想了想 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 她就起来了 去买肉 过年家里人多 肉一定要充裕才行 这段时间 肉连场的肉背的足 消露直接去买了四十斤 六个猪脚 还买了个猪头 本来想买多点 但是人家不卖了 这年头就是这样 限量 消露也没办法 她又去买了二十斤面粉 二十斤大米 以前家里囤的还有那么多 她估计哥嫂没吃完 这些东西 过年肯定够吃了 菜市场还有卖鸡鸭的 她又更买了两只 东西多的拿不下 费了好大劲才拿回去 消露一看时间 九点多了 这才想到 自己大哥没来过家里 心里着急 跑到店里去看 大哥 来多久了 刚到 你们没住这儿了 消露点点头 牵过马带着大哥往家里走 从芝芝怀孕 就没在这住了 我们搬到买的房子去了 消露也听 也连连点头 店里面每天吵吵闹闹的 对养胎不利 上次刘英说了那时之后 她一直担心消露的孩子问题 现在沉芝怀上了 消露总觉得 心头大石头落地了 两兄弟说着 就到地方了 消露把马牵进院子里 消露一看这么大的房子 心里震惊 消露 你这房子多少钱买的 消露给他比了个数 消露吃惊不已 这小子竟然赚了这么多钱 哥 我带你转转 消露点点头 跟着消露走 边走边看 芝芝呢 怎么没看到他 消露这才解释了一遍 沉执拜师的是 说到他们两个老人 也跟着自己回老家过年 消露也支持 他们是芝芝的师父 也是你的师父了 跟你回家过年 是应该的 到时候回去了 让你嫂子好好做顿饭 消露笑着点头 带着大哥 在三间房子里转了转 消露挨个看完 不住地点头 消露 你眼光不错 这房子挺好的 每一间都不错 能住三家人呢 消露文言 也笑着对大哥说道 我特意买这么大的 大哥 我想着明年 要是侄子上学太远 就把他接到城里来上 反正芝芝到时候 也生孩子 在家可以照看 消露文言 没有答话 只说了句以后再说 两兄弟 把东西全部放上车 消露刚才就看到这车 大哥那日听到 自己说弄暖和点 果然大哥 往车上垫了好几层 四周还有薄膜蒙住了 看着这样子 就不冷 两人 把整个家里 逛了一遍 又把家里的东西 全部装上车 才去了隔壁 叫陈芝三人 几人见到消天 又是一阵寒暄 王阿姨两人 又把昨天 消露送的肉拿上了 还从自己家里 带了很多东西 全都装得挺好的 消露也不知道是什么 陈芝看着那包裹的 严严实实的车子 实在不好意思坐上去 几人轮番劝说 最后他才同意出城后 再坐上去 消露看了一眼 这车子弄得 颇有几分 此地无银三百辆的意思 坐上面 的确引人注目 消露牵着他 走出了城门他 才坐上去 快到村口了 又下车来 消天一人过去 接了四个人回来 沈教授两口子 从来没来过村里 村里人也不认识 他们是谁 以为是消露家的亲戚 亲切地打招呼 沈教授也一一回了 他也没想到 自己还能如此温和 在城里的时候 都知道他是资本家 走出去 别人都避着他 没想到一来村里了 这里的人热情得很 听说他是教书的 好几个家里有小孩的 都趁这几天 把小孩带来了 让他给教教认识几个字 沈教授 从讲台退下来七八年了 没想到 还会有重新给人讲课的一天 虽然是小学生 但是他也觉得 特别有意义 过年前的几天 都在给孩子上课 基本上没有休息时间 二十来个孩子 从早上九点钟上 到下午四点 搞得村里的孩子 全都叫苦不迭 再也不来萧路 这里完了 第七十五章 送礼 沈教授一直在给孩子们上课 村里的保管室 变成了临时上课的地方 萧路几人这几天 都在准备年货 他虽然买了很多 但是按照北方的习俗 还得做很多炸货 萧路不会做 就交给陈芝和刘英了 这几天王阿姨 也跟刘英熟了 几个人一起做年货 那气氛别提多好了 经常聊得哈哈笑 有时候叫都不应声 萧路看他们的样子 请他们回村里 来过年的决定 看来是没错了 两个人眼中 都洋溢着笑容 转眼就到了 那月二十九了 家家户户的年货 都准备得差不多了 就等着过年了 萧路家里没什么亲戚 爹妈死了 姑妈也不来家里 有个姨妈也死了 他们还有个叔 也死了 有两个老表倒是在 但是以前太穷 走亲戚的礼物都拿不起 干脆也不走了 有什么事 通知医生就行了 萧路今年发财了 特意问了 臣值有哪些亲戚 他全部准备了年礼 不是什么特别的东西 这年头走亲戚 流行送白糖 挂面 萧路每家买了三斤白糖 两个挂面 外加十个鸡蛋 二十九 这天就要 给姑妈家和姨妈家送去 他不知道路 让萧天跟着一起 两兄弟一起去 都是亲戚 以前是穷 现在既然条件改善些了 就得多走动才行 不然以后 做什么事没有人 萧天也是这样想的 所以萧路一说去送礼 就立刻拿被搂出来了 两兄弟吃完早饭就出去了 姨妈家和姑妈家 不在一个村里 有一段距离 两兄弟走得快 过年这几天天气好 每天都出太阳了 萧路两兄弟在外面 走也感觉到一丝暖意 两个人先到了姑妈家 姑妈嫁到了隔壁 靠近大陆的村里 条件比他们村室好点 不过这个姑妈以前 有些看不上他们 条件差的时候 想着姑妈帮扶一下 没想到 连个红薯都舍不得 萧天今天来 也是存了炫耀的心思的 在姑妈面前走一走 扬眉吐气一番 两兄弟还没到姑妈家里 还在房子对面的小路上 他们姑父就看见了 孩儿他妈 过来看看 对面是不是你两个侄子 一个六十来岁的妇女 穿着一个围裙 手上不知道粘了什么 走了出来 双手在围裙上面 擦了擦 还真是他们 马上过年了 他们来干嘛 他姑父脸色有些沉 拿出一杆汗烟 边抽边说 过年了 还能来干嘛 背框红薯来换肉呗 她姑看了丈夫一眼 立刻回了厨房 把刚刚做好的东西 收了起来 还用一块纱布蒙起来了 姑父过年好啊 转眼间 萧璐两兄弟就已经到了 萧天上前拜年 她姑父立刻变了脸 笑着说道 这不是萧天和萧璐吗 快来坐吧 孩儿他妈 你快出来 你侄儿来了 她姑这一下 听到声音立刻出来了 像是才看见他们一样 高兴地说了声 这不是我俩的侄儿吗 快进来坐吧 走这么久 累了吧 萧天和萧璐跟着进屋 坐到了堂屋里 她姑说 中午包饺子吃 萧天立刻说不用 还要去姨妈家 两个老人都有些意外 不明白 他们现在 是不是生活越过越差了 在姑妈家讨了 还要去姨妈家讨 她姑父有些恨铁不成钢地问萧璐 萧璐 你现在 还在外边瞎晃呢 你挣不到钱 就在家里 好好跟你哥学种田 别的本事没有 至少吃了口粮不全 她这语气可不轻 萧璐还想解释两句 萧天忽然拦住她说道 姑父 萧璐现在 算是魂出头了 现在在城里开了店 这不前段时间 还买了做四合院吗 我们今天来 就是来给你们送过年礼的 萧天说完 也不管姑姑姑父 吃惊的神色 从背楼里 拿出准备好的挂面 白糖和鸡蛋 姑姑一家 这下更吃惊了 竟然觉得萧天说的话 有可能是真的了 两兄弟送完礼 又随口聊了几句 萧天就借口 还要去其他地方 两兄弟头 也不回地走了 她姑姑姑父 两人在后面 看着两兄弟离去的背影 心里也直犯嘀咕 不知道 她说的到底是真是假 哥 你刚才为什么那样说 萧璐 你忘了以前 他们怎么对你的 我可没忘 当年咱们家吃的 都没有了 我跟着咱爹到 姑姑家里 想借几个红薯 他还是我们亲姑姑 红薯堆在地窖里 烂的都没给我们 萧璐没想到 还有这样的过往 难怪刚才 憨厚老实的萧天 在姑姑家 竟然有些出气的意思 既然是这种亲戚 那以后 除了必要来往 走动着 也没什么意思了 两兄弟又去了姨妈家 萧璐这次学聪明了 在路上就问了 姨妈家 跟自己家里关系怎么样 萧天说 姨妈活着的时候 对自己两兄弟都挺好 以前家里没吃的 去了姨妈家 姨妈自己不吃 都把口粮省下来 给萧璐两兄弟了 萧璐听着这姨妈 确实是个好长辈了 摸了摸都里 当即决定 等一下除了送的年礼 再给点钱 只是可惜姨妈不在了 哥 两兄弟 没分家 姨父还在呢 萧璐没想到 姨父还在世 刚才还以为姨父 也不在了 他摸了摸都里的钱 哥 等一下我们再给姨父 拿点钱吧 你不是说姨妈以前 对咱们挺好吗 萧天意外地看着萧璐 他觉得 他自从撞了脑子之后 简直像是换了一个人 连这种人情 不能想到了 一时间心里 竟然很感谢王铁柱了 他决定以后 见到王铁柱 要对他好点 要不是他 还没有现在的萧璐呢 两兄弟 想来都在家里了 姨父 当哥 刘坤 萧天还没进屋 就开始叫人 轻轻推门 撩开门帘进去 姨父已经走到门口了 这不是小天和小璐吗 你们俩来了 快进来坐吧 两兄弟刘刚 和刘坤听到声音 也从厨房钻出来了 萧天 萧璐 你们两个老表 好几年不来了 终于想起我们了 两个人一出来 就拍着两兄弟的肩膀说话 话里虽然在调侃 但是表情很开心 带着亲戚来了的喜悦 萧璐一时也被感染了 这才像是走亲戚的氛围吗 第76章 过年 姨父 阿刚 阿坤 这不是过年了吗 我们来送年礼了 萧天说完 就拿出贝楼里的东西 他们家给了三个挂面 三斤白糖 十个鸡蛋 姨父家几人一看 都觉得这里送的有点多了 姨父有些担忧地问他 萧天 你两兄弟过得不容易 我都知道 这些年你姨妈走了后 咱们也没来往 你来我们这不用送礼也行 这些东西 你们等一下带回去吧 那两个老表 也站在边上点头 萧璐一听这话就知道 这个姨父肯定年轻的时候 也是个好人 是好是坏 她一开口说话 就能看出来了 萧天还想说什么 萧璐笑着打圆场 姨父 这是我们专程送来的 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 你别嫌弃就行 今年我们两兄弟赚了点钱 现在混口饭吃不成问题了 你放心吧 萧天文言 也立刻附和道 对啊姨父 前几年我们的情况你也知道 爹妈死了都没钱买 过年也拿不上什么礼品 这不就没来吗 今年我们条件好多了 立刻就来看姨父了 两兄弟这么热情 姨父也就没再推辞了 留两兄弟在这里吃饭 中午吃的饺子 萧璐一吃 酸菜馅的 没有肉 不过蘸醋也挺好吃的 吃完饭几个人又聊了会儿甜 萧璐两兄弟 看时间也不早了 起身准备回家了 萧璐看着姨父家的情况 估计也过得不怎么好 走的时候 从兜里 掏出50块钱 递给姨父 两个儿子儿媳都吓了一跳 五十在这个时候 算是很大一笔钱了 萧璐竟然随手就拿出来给姨父 他们都觉得有些吃惊 姨父推了半天 说是不要 两个儿媳妇倒是很想要 这五十块拿着 明年一年的肉钱都有了 萧璐见姨父不收 直接把钱给了一个嫂子 那嫂子拿到钱 也不好推剧 意思了两下就收下了 也没看丈夫和公爹的颜色 萧璐两兄弟 完成了今天的任务 总算是可以回家了 两兄弟回到家里 下午又把剩下的礼品 给叔叔家两个堂哥送过去 这年礼就算是送完了 晚上几个人在一起包饺子 萧璐两兄弟就在一起喝酒 剩下几个人全都在包饺子 就连沈教授 也是很多年没体会过这种气氛了 别提多高兴了 几个人做好了准备 第二天就是除夕了 几个人早上一起来 就开始全员行动 热热闹闹下饺子了 晚上就是团圆饭 必须全家人一起吃的日子 萧璐想着 现在也没个电视看 晚上黑灯瞎火的 没有过年的氛围 想了许久 也没想到什么节目 农村不像城里有店 晚上都是靠煤油灯 萧璐想着早点吃饭 晚上的主食是饺子 还有一些豆包 花卷之类的 都是北方特色 萧璐买的猪饺 猪头这些 昨天全部卤好了 有的做的凉菜 有的用来炒 菜还没上桌 爱美食的沈教授就来了 他早就知道 萧璐做饭好吃了 奈何自从回来之后 他一直没有下厨 今天年夜饭终于上手了 沈教授老远就闻到香味了 进了厨房 看看他做了什么菜 好家伙 这一看就想要流口水了 一大桌的菜 简直色香味俱全 萧璐回家的时候 调料也买了 就是为了过年 做几顿好吃的 还有就是 不知道过年 有没有亲戚来家里 提前备好 一大家子七八个人 终于上桌吃饭了 萧天端起酒杯 先说了几句 萧璐也总结了 他来这半年的经历 最后是沈教授 发表了感谢词 所有人都说了 连两侄子都说了 对未来的期盼 大家才开始动筷子 沈教授早就馋了 那水煮鱼和猪头肉 此时伸手 加了一块水煮鱼 放进嘴里 那滋味真是太好了 沈教授一一试了 桌上所有的菜 味道都是让人欲罢不能 他觉得萧璐的 电生意肯定不错 除夕团圆饭 就这样高高兴兴吃完了 晚上也没什么活动 这时候电视机都没有 春晚什么 就别想了 萧璐觉得 比起来还是现代好多了 不仅可以晚上看节目 还有庙会 灯会 KTV这些可以玩 现在天一黑只能熄灯睡觉了 吃完饭 萧璐把压碎钱 给两个侄子发了 陈芝拿出自己买的礼物 送给刘英 刘英一看 是一条纯白色的围巾 样式可好看了 陈芝说是狐狸毛的 刘英当时就爱不释手了 王阿姨这时候 拿出几件衣服 她这两天加班加点 给刘英做了一件衣服 还给两个孩子 一人做了一件小棉袄 刘英一看那衣服 简直是太好看了 她觉得这样是 根本没有场合能穿 她感动不已 拿着衣服 小心地珍藏了 决定以后 有重要场合 就穿这件 她的反应沉枝 并不意外 她第一次收到礼物的时候 也是这样的 王阿姨的手艺太好了 甚至比店里裁缝做的款式 还要新颖 几人吃完饭各回各屋 开始睡觉 第二天一早起来就是新年了 村里人早上起来 见面就开始互相拜年 初一到十五 都是到处串门子 萧璐家的亲戚也来了一些 几个堂兄弟 表兄弟也是互相走了几趟 到了年初五 沈教授两口子 说是在这里 打搅太久了 想回城里了 萧璐不放心 两个老人这么自己回去 担心他们不知道路 又怕他们路上摔倒了 两口子商量了一下 干脆一起回城里了 热闹的年就这样过完了 刘英还有些遗憾 萧璐脑子一转 直接叫哥哥嫂子 去城里玩几天 正好让大哥 把自己主卧室的炕 好好填一下 刘英一听可高兴了 萧璐买了房子 她还没去认过门呢 只是萧天有些不想去 总觉得进城就要花钱 自己一家 去了不知道要花弟弟多少钱 萧璐看在眼里 心生一计 哥 你就去吧 我那个房子炕他了 等你去给我重新填呢 萧天看了他一看 恨铁不成钢地说道 你现在连个炕都不会填了 真是越活越回去了 萧璐想着自己 以前也不会啊 根本不是北方人 哪里会这个技术 哥 你就帮帮我吧 这吱吱怀孕了 填好炕 睡着暖和点 萧天一听到地席的事 立马上心了 让刘英给刘沈说一声 叫他来帮忙喂两天兔子 萧璐听到之后 包了个红包 给嫂子带过去 嫂子 大过年的 我们这都六七百兔子了 给个红包 给刘沈吧 刘英点了点头 高高兴兴地去了 第77章 回城 一家人收拾了许久 刘英把剩下的菜装了些 带到城里 免得再去做 本来也是给萧璐他们准备的 只是没想到 要提前走 几个人打包了许久 安排好家里的一切之后 才开始慢慢进城 萧璐走的时候 还看了看自己的鱼塘 里面没多少水 结了厚厚的一层冰 萧璐看着叹了口气 这也不知道 啥时候能吞上水 一大家子拉着马车 热热闹闹地出发了 到了村头 大家都问去哪 刘英才说 萧璐在城里买了房 现在 他们要过去住了两天 村里人前段时间 都听刘沈说 萧璐在城里买房了 还有些不幸 那生意 再挣钱能挣多少 哪能那么快买房了 眼下看着一大家子 大包小包的进城 村里人大多相信了 看来萧璐是真的 在城里有房了 发达了 众人想到前段时间 种人生的事 好些人又拦着 萧璐说了说这个事 意思是 到时候要是真种的话 一定要算上他们家 萧璐也不知道 这事能不能成了 只说到时候 要是能种的话 肯定村里开会伤了 村民听了各个心理 也有底了 走出了村子 沈教授 才问了问萧璐人生的事 萧璐一五一十地说了 连沉枝都有些吃惊 不知道 萧璐什么时候办的这事 哪里来的门路 刘英才 悄悄给他说了下上次 萧璐带人回来的事 陈芝 这才想起来 那次萧璐说 回村一趟 原来是干这个事 沈教授听说 种人生的事也有些意外 但是也觉得 这是一个机会 他思考了半上 对萧璐说道 萧璐 你们可以成立 一个农业合作社啊 现在这种方式 是他们承包土地 以后你们也赚不了什么钱 但是有合作社了 你们可以自己 种了卖给他们 到时候利润 就不一样了 萧璐文言眼皮一条 脸上带着些欣喜 笑着走到沈教授面前问道 沈叔叔 你也这样觉得 沈教授文言 一脸惊讶地看着他 还有人也给过你这样的建议吗 萧璐点了点头 说起了去年的事 还说自己早就 想开个农业合作社了 只是一直还没有行动 沈教授一听 又给他详细分析了 几遍开合作社的好处 萧璐一听 果然恍然大悟 他决定过完年 就开始去办这事 沈教授这段时间 也观察了一下 他们村里的条件 不仅是种植养殖也合适 他笑着跟萧璐讨论道 萧璐 你们真要种药材了 也不能只种药材 据我所知 这药材都是有年限的 不是年年收割的 你要是真的 只靠这个 那你还没收益 村里人恐怕就活不下去了 萧璐一听 也觉得有道理 他也是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上次他就问姚德谦了 人生的话 收获期是3-5年 黄期2-3年 这时间都有些久 关键是村里穷 没有东西的话 短期就没有收益 吃饭都吃不起 沈叔叔 你觉得我们村 还能再搞点什么 养殖啊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你们可以养点鸡鸭 还有养鱼 最好是养猪 不过我看你们 没有猪圈 养猪的话 就不是一两头了 得修猪圈才行 萧璐想了想也是 就是因为 修猪圈这个事 养猪的事 他一直没提上日程 现在看来 等城里的生意 跟老刘交接了 最好还是修几个圈才行 这年头修房子成本 倒是不高 家家户户都能来帮忙 而且就修点猪圈 要不要多好的房子 萧璐早就看好了 靠近河边 那片地不错 地势很平 萧璐想着二月份 回来的时候 到时候找村长 说说这个事 把那块地 拿来修十多间猪圈 可以养五六十投猪了 萧璐想到这个 就干劲十足 他转头 看向大哥问道 哥 敢不敢跟我一起干 萧天看了看他 不在意地说道 打虎亲兄弟 上阵父子兵 有什么不敢的 萧璐转头 就对沈教授说 自己决定过完年 就开始干这事了 让沈教授 帮忙给起个名字 陈芝一听到名字的事 脸上笑了笑 心里想着萧璐 跟自己想到一起去了 都想着 让沈教授起名字 沈教授看了看他们 点了点头 若有所思 几个人聊天的时候 不知不觉到了城里了 两个侄子 和陈芝都坐在车上 这一下 到城里了全都下车来 刘英今天进城 就穿的王阿姨给那件棉衣 这么好的衣服 只有进城的时候 穿一下 平时在家的时候 哪里有机会啊 几人在城里穿来穿去 刘英看得眼花缭乱 终于到了一条巷子 停了下来 刘英不明白 停下做什么 走了两步问道 干嘛不走了呀 嫂子 到了 陈芝站出来 笑着指了指前面的四合院 刘英看到之后 下巴都惊掉了 这芝芝 你说实话 这房子 真是你们买的 不是作拉哄 我们开心的吧 陈芝和肖璐文言 都笑了起来 就连王阿姨 都跟着笑了 还是陈芝先对着嫂子说道 嫂子 这真是买的 快进去看看吧 我给你们 留了一间房的 你进去看看 喜不喜欢 刘英听到这话 嘴巴都笑得合不拢了 开心地跟着陈芝进屋 王阿姨和沈蒋寿 这才说他们也回去了 让他们一家人 明天来他们家吃饭 沈教授 准备好好招待他们一家人 肖璐和肖天 笑着答应了 两人停好车 把隔壁的东西全部送过去 刘英带着两个孩子 已经满院子乱窜了 肖天一看他们这样 陈卓脸训了两个孩子一遍 两个孩子被父亲一雄 果然听话不少 重归重举地跟在母亲身后 看得陈芝和刘英乐不可知 芝芝啊 你们这房子买得真不错 以后在城里也算有个家了 刘英想到去年上半年的日子 还有些感慨 那时候谁能想到 他们一家人 能过上现在这种日子 他看着陈芝 拉着她的手轻轻摸了摸她的肚子 与众心长地说道 芝芝 你们一家子的苦日子 算是熬出头了 他这话一出口 陈芝也想到以前那段日子 有些忍不住鼻头酸涩 肖璐健壮上前说道 大过年的 咱们多想想开心的事 几个人一听也反应过来 又开始了每个房间看看 整个院子里充满了欢声笑语 第七十八章 有眉目了 哥哥一家进了城里 过年的气氛 又和在老家不一样了 陈芝白天带着他们 在城里四处逛 街上家家户户 都在门口挂了红灯笼 看着很喜庆 陈芝见了也买了两个 想到隔壁师傅家 又买了两个 几个人一起出去 买了几个大红灯笼回家 高高兴兴的 萧天一家在城里待了两天 出八销路的店开业 他们就要回去了 这两天 他们在沈教授家里吃了一天 在自己家吃了一天 沈教授家里准备的 可以算是真修盛宴了 是刘英他们以前 见都没见过的猜色 萧天这下才终于明白 文化人和自己的差距了 心里决定 回村就去问问学校的事 开年了 把孩子送去读书 几个人收拾好东西就要走了 陈芝给了二百块给哥嫂 但他们死活不要 陈芝没办法 看到两个孩子灵机一动 就说是给他们的压岁钱 两个侄子一下就收起来了 刘英抢都抢不过来 自从萧路进城 给他们拿的已经够多了 刘英也不是那么贪心的 发财谁不想 但她是想靠自己一家人一起动手 找个发财的路子 全家过上好日子 而不是这样靠弟弟接济 吸别人的血过日子 哥嫂回了老家 萧路店里又开始营业了 还在过年 城里的年味还很浓厚 很多人还在走亲戚 初八一早 萧路就来开门了 小赵也赶来了 开业第一天生意不怎么样 萧路也早就预料到了 准备的东西本身不多 卖到了下午两点多 才看看卖完 萧路知道 过了十五就会好些了 这段时间 她什么都交给小赵了 小赵学得也快 现在鲁卫做的也是一绝 萧路去了一趟政府 结果人家还没上班 她想着去问问 开个农业合作社 需要什么条件 现在还没上班 只能十五过了再去了 现在一月下旬了 再有一个月 老刘就要 回来接手店里的生意了 萧路想着 要快点 把这事办下来才行 不然到时候 自己没有了赚钱的门路 这两天店里的生意 逐渐开始好转了 萧路看了看时间 正月十二 这个年过到现在 基本上就算是 差不多结束了 萧路这天和小赵在店里 研发新菜 卤鸭子 他前段时间做了两次 非常好吃 所以这两天 看生意开始好转了 他也去市场买了两只 今天开始试试水 还没到开店的时间 有个人掀开门帘 走了进来 萧哥 原来你的店在这里啊 真是让我一顿找啊 萧路转头一看 竟然是供销社的小刘来了 他是无事不登三宝店的人 突然找过来 萧路想着 难道是上次说的那事 有眉目了 萧流 快坐 你怎么来了 萧哥 我们社长让你明天 过去找他一趟 萧路一听见这话 手中的火都停了 有些不相信地看着他 上次那事 你不是说没戏了吗 萧流文言笑了笑 小赵给他端了一杯水过来 萧流端起来喝了一口 萧哥 实话跟你说吧 我上次把你的兔子 给我们社长的时候 他真是有些看不上 没想到过年的时候 家里来亲戚了 他老婆把那兔子 拿出来煮了 他家亲戚都说好吃呢 走的时候还让他送一只 萧路一听 也觉得自己运气好 要不是他老婆 拿出来待客的话 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有馅呢 萧流把杯子里的水喝光了 笑着说道 社长前天来问我 这个兔子是哪家供应商的 我才跟他说了 是你供的货 你不知道 社长家的亲戚走的时候 都来找他要呢 他一共才两只 哪里有东西给 萧路文言也跟着笑了笑 对萧流说道 这一切都多亏你啊 要不是你牵线 我哪有机会啊 就在这里坐一会儿 我给你上一份 我们这儿的特色猪脚饭 萧哥 原来城里说的猪脚饭 就是你们这里啊 我妈他们经常来吃呢 有时候还买点熟菜回去 我下班回家都吃不少嘛 你的手艺真是太好了 小刘这姑娘 虽然在供销社上班 但是人一点不拖大 萧路都觉得 这姑娘会来世 让小赵端过来 小赵一上菜 不仅小刘惊呆了 连萧路也很吃惊地望着小赵 只见小刘的碗里 满满一大盘猪脚和卤肉 就连他们的新产品卤鸦都上了不少 萧路悄悄地看了看小赵 他一脸春意盎然地看着小刘 萧路算是有点看出这小子的想法了 但是看看小刘 他觉得这两人还挺相配的 就是不知道 人家小刘家里看得上他不了 小哥 你这店里的分量 也太足了吧 这我都吃不完这么多 慢慢吃 这是特意为你做的 平时没这么多 萧路一阵尴尬 要是每个客人都这样上菜的话 那他这生意还做不做了 小刘吃完饭 又跟萧路详细说了说社长的情况 告诉他社长的办公室在哪 萧路认认真真的听了 小刘说完就走了 小赵见人一走 立刻走到萧路边上 萧路做什么 他就抢着做 看得萧路郁闷死了 小赵 有什么事就说吧 小赵扭扭捏捏了许久 半天憋不出一个屁 看得萧路火冒三丈 萧路也不管他了 自己做自己的事 小赵隔了一会儿 终于憋不住了 走到小路面前说道 他那个小刘有没有对象啊 萧路没想到 小赵是真的对小刘有想法 看着他严肃认真地说道 小刘的事我也不清楚 他就在公宵社上班 你要是真的有心 可以去找他问问 但是人家小刘家里条件挺好的 你要是真想着他 以后就好好工作 改善自己和家里的条件 小赵听了他说这句话 心里还挺感动的 对着萧路说道 小哥 谢谢你 你的话让我很受启发 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工作的 萧路一看小赵这小子 长相还可以 浓眉大眼 大高个 又年轻 才二十岁的小伙子 要是他真的有心的话 说不定还能把那小刘追到手 萧路在心里叹了口气 小刘的家境挺好的 父母都是单位上的 要不然他也没机会 在公宵社去上班 他看了看小赵 有些惋惜 觉得小刘家里 肯定不会同意 第七十九章 谈和约 和小赵卖完中餐 萧路就把店里收拾了 出去买了肉回来 就急急地 让小赵做剩下的事 自己回家了 萧路回去 也是为了明天的事准备一下 要去见人家 肯定地准备下吧 萧路着急地回家 没想到王阿姨也在 他打了个招呼着急忙慌地 冲到房里翻箱倒柜 陈芝不知道他在找什么 好奇地问他 萧路 你翻什么呢 芝芝 明天我要去见公宵社的社长 过年那件衣服呢 陈芝一看 坏了 那衣服昨天刚洗 陈芝指了纸院子里 萧路去拿进来一看 那衣服冻成冰棍了 这考也考不干了 萧路这下 有些尴尬了 去见人家 总得让人知道 你有这个实力吧 总不能穿往日的补丁衣服去 一时间有些愁眉苦脸 想着现在去做一件不知道 来得及不 陈芝见他这样 也有些着急 忽然想到 王阿姨做给他们那件 立马去柜子里翻出来 拿到萧路面前 萧路 穿这件吧 比那件还好 萧路也想过这件衣裳 但是王阿姨手工太好了 这件 类似中山装的款式 他想了想说道 这件要搭配皮鞋穿 到时候我穿的布鞋去 人家一看就知道 我们打肿脸充胖子呢 穿这么好的衣服 买不起皮鞋 陈芝看了看外面天色 想着现在和萧路 去百货商场买一双 萧路想着 也只能这样了 芝芝 我们家有皮鞋 你等着 王阿姨看了看萧路的脚 觉得大小可能差不多 放下手里的东西 就回去了 萧路和陈芝 站在原地不知所措 没一会儿他又来了 端着个盒子 来 试试这双 他从盒子里 拿出一双精美的皮鞋 保存得很好 鞋面擦得发光 萧路一看 就知道是好东西 他接过来试了试 正好 他穿42码的鞋 这个鞋子很合脚 不大不小刚刚好 只是王阿姨 看着这双鞋 眼里有些惊盈 萧路不明所以 王阿姨 你怎么了 是不是我穿着哪不对 王阿姨 闻言摇摇头说道 没什么不对 这双鞋 是我儿子 当上老师第一天 我们给他的礼物 刚才想起他来了 萧路一听 立马脱下鞋子 放进盒子里 有些慌乱的说道 阿姨 我不知道 这是这么珍贵的东西 一看这鞋 就是您精心保管的 这些您拿回去吧 我再去买一双 陈志文言 也顺着萧路说的话点头 王阿姨用手帕 擦了擦鼻头 这才笑着看向他们 别怕 你拿去穿吧 人都走了 留着这些也没用 偏偏悲伤吧 正好你有用处 一双鞋罢了 萧路还想推辞 但看王阿姨的神色 没有再说了 最终萧路 还是没有穿着双鞋 他把鞋子擦得很干净 又像拿来的时候那样 放回盒子里保管 他赶在商场 下班前去 买了双皮鞋 花了15块钱 第二天一早 萧路在店里 帮了会儿忙 早餐生意 做完了 就往供销社走 大概走了20来分钟 就到了地方 供销社一共三层楼 社长的办公室 就在二楼 萧路站在楼下 整理了一下心情 就走上楼去 二楼几个转角 就有一个办公室 写的社长办公室 萧路正想敲门 旁边房里出来一个人 哎 你是做什么的 同志 我是你们社长约过来的 谈供应落货的事 那人一听 原来是供应商 让他跟着进去登记了一下 那人去敲了门 带他进去 萧路进屋一看 一个穿着中山装的中年老人 坐在椅子上 办公桌上 有一摞厚厚的文件 萧路看他的五官 比较周正 年龄估计有50多岁了 这是我们陈社长 萧路就在边上坐了下来 那陈社长在批什么文件 隔了一会儿 他才端了杯茶走过来 坐在萧路的对面 小伙子 那个辣兔就是你做的 萧路文言点点头 跟陈社长详细地说了 一下他们的制作工艺 陈社长听得直点头 两个人聊了许久 最后陈社长直接告诉他 可以给供销社供货 但是 不能以他私人的名义 必须有公司才行 萧路早就料到这个事了 把自己开办农业合作社的事说了 那陈社长 听了直接说没问题了 让他下半年准备好东西 直接送货 萧路高兴不已 他又去秘书室详细地问了下 供货需要提供的证件和手续 那人全部给他写了下来 萧路一看就是营业执照 生产许可证之类的 他想着回去 就赶快把这些证件办下来 还有名字这些 都要尽快落实才行了 这件事 能做成最该感谢的人 还是小刘 萧路想着 还得专程做炖饭 感谢他一下才行 这边谈好了 萧路就往店里赶 萧路回去也没说什么 直接开干 陈芝健壮 还以为生意没谈成 心疼他的新衣服 立刻拿来一个围裙 给他穿上 三个人在店里忙忙碌碌的 这段时间 生意又好起来了 每天人生顶沸的 陈芝看着 每日白花花的进账 真希望老刘 直接把电盘给他买 中午这阵忙过了 萧路才给自己打了一份饭 慢悠悠地坐着吃 陈芝看他的样子 也不像是失落 一时间有些迷糊了 不知道萧路现在 到底是开心还是难过 萧路 那事成了没 萧路挑起一块猪脚 放在嘴里嚼了几口 脸上堆满了笑意 成了 真成了 陈芝听到这个消息 开心不已 没想到真的成了 那他们以后的生计 是不愁了 萧路从供销社的生意 谈成了就开始计划了 现在生意成了 产量还怕跟不上 萧路觉得 要想真的做成大事 还得像沈教授说的那样 各方面都要抓起来 吃完饭萧路 就去买菜 菜单买回来 几个人正在洗 没想到店里一个 来了一个意料之外的人 老刘 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 陈芝和萧路 看到老刘都有些惊讶 老刘说好二月底 来接手 现在才一月底 离他们租期 还有一个月呢 第八十章 老刘回来了 老刘一直赶路 一路上也是风尘仆仆的 他一回来 看了下这个店子 萧路两口子讲信用 保管得很好 老刘一来就看到那扇木门 萧路还修过了 他满意地点点头 老刘在店里四下看了看 也不说话 萧路和陈芝一头雾水 小赵一脸迷茫地 看着两个老板 不知道这人是谁 小声地问了句 陈芝悄悄告诉他 这就是这间店的老板 小赵一听有些悲伤了 这人这么早回来了 难不成是想收回店铺了 小赵想着 自己还想存钱娶媳妇 没想到好不容易 找到这么好的工作就要没了 别说娶媳妇了 就是养家都难了 顿时心里有些丧气 萧路看老刘没说话 看着店里也没什么事了 就让小赵先下班了 小赵一看支开自己 心里就知道了 多半是这个工作 就要没戏了 不过想到自己 本来就是想学一开店的 心里又有些想开了 但是想到自己手里的存款 还是叫苦连天 小赵走了 老刘到了楼上看了看 出乎意料的是 楼上打扫得很干净 全都遮起来了 他有些惊讶 你们没住这里啊 住了两个月 年前买了房子 搬家了 老刘一听 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他干了一辈子 才攒下一点钱 别人两个月就买房了 他默默地看了看四周 才缓缓走下楼 坐在店里的桌子上 小赵给他端了杯茶 他端起来抿了一口 许久才缓缓道出 自己回来这么早的缘由 小赵 我这次回来 是想把店子卖了 小赵闻言有些意外 陈芝坐在他们身后的 桌子上摘菜 听到他这话 有些不可置信 欣喜地回过头看他 期待他接下来的话 老刘 你家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年前说得好好的 怎么这么突然啊 老刘闻言 却是再也忍不住 自己的眼泪了 一个四十多岁的大男人 鼻涕眼泪一起掉下来 小赵和陈芝也有些茫然 小赵给了他一块布擦擦眼泪 老刘哽咽了一会儿 才缓缓说出来 小赵 我爹前几天去了 可怜我为了挣钱 一辈子背井离乡 到头来 连给亲爹养老都没做到 老刘断断续续地说了一通 小赵才听明白 原来是老刘两口子 回家伺候两个老人 今年终于在家过了一个年 没想到过完年 老刘的爹就救病发作 老刘和媳妇 轮番伺候 看了医生还是没有用 他爹前几天归西了 老刘本来还想着 过完年又过来开店 但是现在老爹去了 老刘看着孤单的老娘 一人在家 于心不忍 他这次过来 就是想把店卖出去 拿钱回老家再开一个店 做点小生意 给老娘养老了 肖路也不知道 他一个外乡人 怎么来这么远做生意 好奇地问了一嘴 老刘才给他说了实情 原来他老婆 就是保定城的人 以前到他们老家做知青 跟他结了婚 后面知青返程 他媳妇要跟他离婚 这么好的媳妇 离了他去哪里找 当时家里都不愿意他离婚 老刘考虑再三 跟着媳妇一起回来了 凭着自己的手艺 开了这个店 日子也算是过得不错 唯一不好的 就是不在爹妈身边 他老丈人和丈母娘 前些年也相继去世了 这边就还有一个大舅哥了 跟他们也不怎么亲 这次老刘做这个决定 他媳妇没有反对 肖路听完他的话 也觉得他做得对 赚钱的初衷 本来就是为了让家人 过上更好的生活 如果连这个都保证不了 那不是本末倒置了吗 老刘 你这店既然要卖 不如卖给我 我可以给你现钱 你想要卖多少钱 老刘没想到 肖路竟然要买 这件事本来就是他不对 还没到租期就想卖 耽误人家生意 但是自己家的情况 已经是这样了 老刘也是没办法 现在都开年了 他想在老家开店 没有启动资金 而且就算现在租好了 等到二月底又来这边 不是单个生意吗 所以 他们两口子在家商量了 还是过来 想着到时候 卖出去了退肖路房租 哪成想他 竟然想买 陈芝也是跟肖路一个想法的 这店这么赚钱 他早就想买过来了 现在老刘想卖 那不是正好吗 他也不摘菜了 走到老刘身边 笑着说道 我们买不是正好吗 我们的生意刚刚作顺 我原本还想着 跟你再续租一段时间呢 老刘来的时间晚 不知道他们生意怎么样 看他们现在的样子 他估计 生意肯定不错 这间店是他账人 留给他媳妇的 就为了这件事 大舅哥一家十几年 都没和他们来往 好在他老账人以前 把文书拿到政府备案了 要不然那时候 大舅子来闹的时候 说不定还真抢不过来 他看了看店里的 每一件物件 都是他一件件置办的 心里还是有些不舍 肖路问他价格 他也不知道现在的行情 报高了 他怕肖路不要 报低了 又怕自己亏钱 肖路看他的样子 猜到他心里想什么 老刘 既然你要卖 我要买 那咱们 这就是做生意了 做生意 肯定都有市场价管着的 不是你要的高 我就能买 也不是我还价地 你就要卖 这样吧 咱们找中人问问 肖路的话一说出来 老刘也点点头 他心里反正有个 预期价位的 要是达不到就不卖 再租几年也行 肖路带着他 去了老金的家里 悄悄门 隔了一会儿 就有人来开门了 老金一看肖路来了 就知道 有生意上门了 老金 我要买个店铺 你帮我评估下价钱 这老金是 保定城的老人了 一直在干这行 老刘也认识 见肖路找的是他 心里也放心了 哦 店在哪里 等我回去拿上东西 带我去一趟吧 老金说完 就要回去拿东西 肖路直接拦住他了 不用了 就是 我现在的饭店 这是老刘 那饭店 就是他的物业 你不是经常去吗 给评估一下 老金一听 原来是个铺子 心里想着 肖路这小子生意 确实做得不错 前段时间才买了房 现在又要买铺子了 第81章 买铺子 老金推开自己家的大门 对着门外的两人说道 进来吧 到我家里谈 两人点了点头 跟着他进去 肖路进去一看 这老金挺有品味的 家里搞得富丽堂皇的 院子里 还种了竹子 一看上去 就像是文人雅士的居所 肖路想到 他的职业 心里有些笑他附庸风雅 两人跟着他进去屋里 好家伙 要是搁到前几年 老金这样的人 才应该叫资本家 被批斗 他家里全是金玉百件 客厅都装修得非常好 灯 还是用的外国送来的 肖路一看 这些东西 割现代的话 那就是纯净口货了 心里有些感叹 老金深藏不露 是个有钱的大主户 老金在家里 都戴着个帽子 手里 拿着一串玛瑶在盘 肖路一看 那玛瑶 水色不错 一看就是好东西 看了几眼 知道老金的品味不寻常 祖上说不定 也是什么大户人家 毕竟家里的百件 寻常人家也拿不出来 就是不知道 他是怎么躲过 那段特殊时期的 你那个铺子 我也经常去 地段嘛 要说的话 不是特别好 但是你那铺子大 而且旁边有几个大厂 人流多 是个做生意的地方 老金缓缓到来 肖路和老刘都 在安静地听着 想看看老金 最终估多少价钱出来 老金缓缓说了一大堆 最后用手 比了个价钱 肖路觉得 有些贵了 老刘却觉得正好 老金估价 是一千七 他说店是挺大的 按照平方来说的话 估计一百三十个平方 是有的 但是肖路觉得 不值一千七 第一就是地段 没有在城中央 只能说是零街罢了 再有就是 他买一座四合院 才花两千三百块 现在买个铺子 要一千七 他觉得贵了 肖路看着老刘说道 老刘 说实话 这个价格 我觉得还有点贵 你看能不能少点 我现金给你 不拖欠 但是如果没得少的话 这个店我就要 再考虑考虑了 老刘 其实心理价位 在一千块钱左右 现在估出来的价格 超了一半 心理也开心 不过肖路说的也是 少点钱他得现钱 要是不少的话 找其他买家 一时半 会没人不说 人家也可能杀价 而且说不定 比肖路杀得很 老刘考虑了半天 笑着跟肖路说 少二百块钱 肖路觉得 还是有点高了 但是想到老刘家里的情况 咬咬牙答应了 老刘 按说这个价 我都觉得还有些高 但是毕竟 咱们得交情在这里 我就不跟你讲价了 咱们明天 就去办手续 老刘文言 也是松了一口气 这店他 虽然舍不得 但是以前 在这里的时候 也没挣多少钱 一个月的利润 也才四五百块钱 这些年 他们还存下来不少钱 但是自从前两年 家里爹妈生病 他们可以说是捉襟见肘 不仅要养两个孩子 还有病重的爹妈 只要一去医院 就是几百块 关键还治不好 这次过年回去 他跌走之前 又花了不少 还有一个老娘在家 也要常年吃药 老刘迫切地 想拿笔钱回去 再开个店赚钱 萧路说 第二天去办手续 老刘点头 就答应了 老金看着 两人爽快地 说好了这个事 心里高兴 又要赚一笔钱了 他拿上东西出来 当即就问 老刘店子的情况 还有以前的文书 老刘从兜里拿出来 老金一一核对 萧路看没什么事 就先回店里去了 他还要做明天的菜呢 早知道是这样 就不叫小赵先走了 现在时间也耽搁了 只能自己回去做了 萧路一回去 陈芝就期待地 走上来迎接他 怎么样了 说好了吗 萧路看着他 笑着点点头 陈芝可开心了 萧路看着媳妇笑了 自己也跟着笑了 本来还想逗逗他的 但是怕他情绪起伏过大 影响肚子里的孩子 还是决定实话实说 萧路说了店铺一千五 陈芝觉得还是挺划算的 萧路觉得也是 毕竟现在 每个月都有七八千的收入 差一点的时候 也能有五六千 这也算是稳定来源 只是想到 买了铺子 以后萧路 还得回老家忙 这铺子小赵 一个人肯定看不过来的 还是得找个人来才行 芝芝 明天去政府你 也一起去 这间铺子 就写在你名下 以后就是你的财产了 萧路此话一出口 陈芝开心得很 真的 萧路点点头 陈芝哪里不知道 萧路是想他开心 这家里赚的钱 都在他手里保管着呢 这铺子写谁的名字 不都一样吗 第二天一早 萧路就起来 做好早饭 陈芝吃完两口子 就往县政府走去 今天已经有人 再上班了 萧路他们进去 一切都很顺利 老金和老刘都有些惊讶 萧路这么多钱 买的铺子 竟然只写媳妇的名字 萧路也没管他们的调侃 笑着让陈芝签字 几个人都做好了准备 再加上有上次的经验 萧路他们手续 很快就办完了 陈芝当场给了 一千五的现金给老刘 老刘收到 后心里踏实了不少 萧路又去问了下 农业合作社的事 不去不要紧 一去还真问出点事来 这农业合作社 顾名思义 股东都得是农民 萧路原来以为自己一个人 就可以申请 没想到 去了之后 告诉他要至少五个以上农民一起 就是股东 不能少于五个农民 才可以申请 这件事打了萧路一个措手不及 看来得回村 一趟才行了 萧路想到之前 让沈教授帮忙请名字的事 这里的事情问完了 就去了店里 中午萧路告诉小赵这家店 现在萧路买了 让他安心在这里干 小赵听完之后 从即将失业的惶恐中 走了出来 眼睛里都是笑意 中午客人走的差不多了 萧路就让小赵收尾 自己和陈芝急急忙忙地回家了 萧路回去之后 直接去了隔壁找沈教授 王阿姨看到 他这时候来了还有些意外 萧路 今天店里收得这么早啊 对啊 王阿姨 小赵在店里收拾呢 沈叔叔在吗 王阿姨笑着指了指书房的位置 萧路急急忙忙地走了过去 看到王阿姨也有些不明白 什么事急成这样 陈芝才告诉他 萧路是来问合作社起名的事 王阿姨这才笑了笑 两个人又钻进房里 秀花去了 第82章 又回村 萧路敲了敲门 沈教授过来开门 见识萧路也有些惊讶 萧路 我正想晚上去找你呢 你就来了 萧路估计沈教授 找他也是为了起名字的事 进去之后 坐在椅子上笑着说道 沈叔叔 是不是名字起好了 沈教授拿出了几幅字 萧路每个都看了 都挺好的 但是总觉得 差点意思 怎么呢 就是不接地气 光看名字不像是农业合作社 萧路 你让我起名字 我也仔细想过了 但是我觉得这些 都有些差强人意 萧路也不明白 既然觉得差强人意 为什么还要起呢 他不解的看着沈教授 沈教授考虑了一会儿 与众心长地说道 萧路 既然是农业合作社 那以后 主要产品都是农副产品 这些名字虽然不错 但是我觉得 凸显不了特色 要不然就用你们村的名字吧 陈村农业合作社 你看怎么样 陈村 萧路仔细想了一下 觉得也不错 既然是农业合作社 肯定要突出特色才行 让人家知道 你这个是真的产自农村 也挺好 沈叔叔 我觉得挺好 就用这个吧 到时候我请你 帮我写一幅字行吗 就挂在我们村口 好啊 这有什么问题 我直接送你就行 那就谢谢沈叔叔了 萧路把所有事情都说好了 决定明天就回村里 找村长开动员大会去 到时候这些公司张成 股份什么的 他想托沈教授帮忙写 想到这个了 他干脆一起说了 沈叔叔 要不然 你帮我们写一下公司张成吧 我怕自己写不好 你帮忙写 我给开工资 沈教授笑了笑 让他先回去村里 把股东的事搞定 到时候他帮忙写就行了 萧路一听高兴得很 开心地回家了 他回家 跟陈芝安排了一下明天的事 老刘今天还住在楼上 明天他 要是不急着走的话 陈芝 可以让他帮帮忙 萧路让陈芝贴个招工的告示出去 招个打杂的 一个月八十块钱 陈芝想想 也是要招人才行 自己肚子越来越大 只能收钱 其他的事基本不干 萧路不来 小赵就得负责厨房的工作 每天上菜擦桌子这些活 还要找人干才行 萧路找了块木板 直接在上面写了个招工 让陈芝拿去明天挂在店门口 他本来想找个男工 但是想到店里已经有小赵了 还是招个女工叫好 跟陈芝说了说自己的想法 陈芝也赞同 店里全是男的 有时候女客人 来了不方便的情况也有 小赵那边 萧路以前都是给的一百块一个月 但是现在 自己不在店里干了 就得按厨师的价格给他开了 小赵以前在国营饭店 也才八十一个月 但是现在店里生意好 萧路觉得 人家每天看到这么多客人 看得到进账 未免他心里不平衡 生出什么事 萧路决定给他一步到位 每个月两百块钱 年底还有奖金 这事他跟陈芝说了下 陈芝也同意 这段日子 小赵的表现 他们看在眼里 都觉得不错 而且 现在店里正式用人的时候 萧路觉得 以后生意干大了 他肯定还会开发其他菜单的 目前这个店 就是他们主要收入来源了 萧路觉得 一定要把这些关系维护好才行 他跟陈芝商量好这个事 就嘱咐陈芝 先别告诉小赵 这几天他不在 让他好好观察下他 是不是还跟以前一样 陈芝一听 也觉得萧路想得稳当 点头答应了 什么都安排好了 萧路倒头就睡了 第二天一早就起来往村里走 他天刚刚蒙蒙亮就走 到了家 村里人还在做早饭 萧路回了自己家 家里没人 萧路又去哥哥家里 嫂子正在蒸馒头 萧路 你怎么回来了 刘英看到他回来了 有些意外 这离上次走才十来天 不知道萧路这次回来 有什么事 萧路本来想着 找五个人 一起开合作社 但是想着 既然是村里的资源 那肯定得村里开会才行 如果大家愿意 那就全部入股 到时候 有钱大家一起挣 不过就看村民愿不愿意了 萧天这时候 从外面回来了 看见弟弟在家 也有些意外 你咋回来了 刘英这时候 馒头起锅了 他端来一碟小咸菜 放在桌子上 又打了几碗粥 几个人坐在桌子上 就开始吃起来 哥 嫂子 我去年做的辣货 送到供销社被看上了 让我们今年给他们供货呢 萧路给哥嫂说说情况 没想到刘英和萧路饭都不吃了 瞪大了眼睛看着他 不知所措 哥 嫂子 你们听到我说的话了吗 两人都木然地点点头 刘英这下子 算是被这个天大的消息 冲昏了头脑了 一下子还没接受到这个信息 隔了好半天 刘英才吞吞吐吐的问道 萧路 你刚才的意思 咱们以后就给供销社供货了 萧路吃了一口馒头 点点头 刘英这下 可真是被冲昏了头脑了 大声说道 天啊 供销社 那可是供销社啊 这下不是真的发财了吗 他说话的声音很大 隔壁刘神子都听到说什么发财了 但是他们家去年把造坊那几条缝堵上了 刘神也听不清具体说什么 你小声点 现在才开始 就瞎嚷嚷 恨不得让所有人都知道 萧天立声说了刘英几句 刘英也没有生气 反而觉得他说的对 这种事 绝对不能让村里人知道 不然别人不知道 多眼红呢 萧路看着谨慎的哥哥和嫂子 笑了笑 哥 没事 这事 我本来也想让村里人知道 我还要找村长开大会呢 两人一听 都不知道萧路打的什么算盘 一脸的茫然 萧路这下 才把开农业合作社的事说了 刘英听了觉得 这确实是大事 要哥以前他 肯定还会阻拦一下 让萧路找几个亲戚 去注册 不过 现在他算是有些惊艳了 觉得这座生意吗 有赚有赔 全村人绑在一起 到时候赚了赔了 大家都没话说了 哥 吃完了你跟我一起 去村长那儿吧 我们商量 一下开会的事 萧天文言 两口就吃完手里的馒头 一口就喝了碗里的粥 拿上一件衣服 就和弟弟往村长家里去了 第83章 开会 村长夹起来的晚 这冬天地里还没开化 也没什么事干 就是去年萧路说了养兔子的事 他媳妇看见别人都养 害怕自己落后赚不到钱 也养了十几只 这三个月过去 十几只变成了一百多只了 他媳妇最开始养的时候 没什么经验 直接放到房子里 结果这兔子到处打洞 房子都给遭建的不成样子了 后面去看了萧路家里 才知道用笼子装 他们这段时间 光是把洞里的兔子抓出来 就费事不少 早上起都晚 正在家里吃饭 萧路两兄弟就来了 这两人现在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只要一来 必定是有事 村长笑着叫他们做 问他们 吃早饭了没 两人都说刚吃饭 村长也就不客气了 自家两口子吃起来 萧路 你这次回来 就来找我 是不是上次种人参的事 有结果了 村长 还在想着那人参呢 这要是能在村里种上 那他们 在十里八乡 多有面子 正前不说 他这个村长 就是到了县里 别人也要高看一眼啊 村长 那事还没馅呢 今天来找你 是另外的事 村长除了这事 也想不出来 萧路还有什么事找自己 心里有些不安 什么事 说吧 村长 我想开个农业合作社 你能不能让所有村民开会 愿意加入的到事后 都有股份 村长一听 这竟然是这么大的事 当即放下筷子 认真地看着萧路 不明白 他开合作社的用途 是什么 萧路这才解释自己 给供销社供货的事 村长一听 也惊呆了 这可是供销社啊 萧路一供货 但不是整个保定府 都要用上他们村的东西了 他想着 这可真是天上掉馅饼的事 没想到 萧路这小子 发财还想得到村里人 有风范 萧路又跟村长说了 一遍自己的规划 开了合作社以后 还要休养职场 到时候养猪 养鸡鸭 与这些 都是赚钱的门路 村长一听 果然是好想法 当即去村里 挨家挨户通知 下午在大晒坝开会 这大晒坝 是以前村里 集体生产的时候 晒粮食的 大的很 在那开会 当然不错了 萧路跟村长说好之后 就回去准备了 他找来一支笔 一个本子 把自己想说的重点 全写上去 准备下午说给村民听 萧天回去 也很认真的 准备了两个小凳子 下午带着去那 认真听萧路说什么 萧路觉得 其他都没问题 就是这股权认购的事 不知道村民 能不能接受 他想的是 原始股十块钱一股 一共一百股 萧路自己 就认购五十一股 占股百分之五十一 对合作社 有绝对控制权 只是村民 究竟能不能舍得这点钱 他心里 还有些不确定 这点钱萧路 本来可以自己全部出了 但是他考虑再三 还是决定 让村民都出钱才行 给了钱 才有实际参与的 而且 以后村里发展起来 公司真的大了 各方面都缺人手 要是都没给钱的话 做事不一定靠谱 萧路想的 也确实是这个道理 那孙悟空 为什么一个人 可以大闹天宫 灵霄宝殿 都给他干翻了 到西天取经的时候 连个小妖怪 都干不过了 追根究底 就是一个为自己干 一个是为集体干 萧路的想法 是大家都投了钱 到时候都有分红 那做起事 来不是干尽十足吗 中午刘英 早早就做好饭 等着下午开会 他到现在 也没弄明白 这个合作社 到底是怎么回事 准备下午去开会好好听听 一家人吃完饭 刘英碗都没洗 就往大塞坝跑 萧路拿着自己的本子 边走边看 看看自己 还有哪些泄露的 他们来得早 还有比他们更早的 村里 早就得了信 萧路回来了 上午回来 就往村长家里去 村长转头 就通知开会 大家都觉得 是上回种人生的事 有答复了 得了消息 全都起锅造饭 就等着吃完开会 萧路一家 本来算是很早的 没想到 来了之后 已经只有一两家人没来了 村民一看见萧路来了 全都围上来问他 是不是上次种人生的事 村民七嘴八舌的 萧路一时 也回答不上来 正好这时候村长来了 剩下的两家人 也端着小板凳跑来了 大家都坐好 人都到齐了吧 大家左右看看 我们准备开会了 村长搭了一张桌子 两个凳子 拿了一个小本子 旁边还有一个人 姓王 是以前大队的会计 村长叫他来做会议记录 村里人一看 王会计都来了 知道这次肯定是大事了 一个个都坐在板凳上 端端正正的 像是以前上小学一样 见人都到齐了 村长才开始慢慢发言 各位村民 今天叫大家开会 是有一件重要的事 要跟大家宣布 同时也要征求大家的意见 什么事啊 村长别卖关子了 快说吧 村民都等不及了 见村长还在说面子话 纷纷催促起来 王老四 就你等不及 不能等我说完啊 村长抱怨了一句 那几个人立马闭嘴了 见底下 没有杂音了 他才继续发言 这次是因为肖路 拿到了供销社的供应商资格 我们村 你要成立一个 以村为单位的农业合作社 以后大家都是社员了 有了合作社以后 设立会安排工作 给大家 大家都有工资 年底还有分红 众人一听 还有这种好事 全都乐开花了 肖路一个个看过去 嘴角全都笑开花了 别提多开心了 村长讲了一堆 合作社的好处 以及未来的规划 包括养猪 不用交税 合作社统一交 众人一听 眼睛都亮了 村长说完之后 问了问 有没有没听懂的 村民全都点头 说是听懂了 既然都听懂了 我现在 就来说说股份的事 合作社原始股 是100股 每股10块钱 肖路已经认够了51股 还剩下49股 大家想要加入的 直接到王会计这里交钱 记住了呀 年底分红 是按照股份分的 股份多的多分 股份少的少分 众人先前听得挺开心的 没想到 村长画风一转 竟然要收钱了 第84章 敲定 众人听到 要交钱都开始犹豫了 虽然说 前段时间赚了点钱 但是现在10块钱一股 就算50块钱 也才无股 村民都开始犹豫了 这赚钱的事儿 还没开始 就先要拿钱出来了 搁谁 谁不犹豫 村长 这刚才说得好好的 怎么又要交钱了呢 大家听我说 这钱是要交到政府的保证金 有了这个钱 咱们合作社才能开起来 再说了 不可能你一分钱不给 就想加入合作社吧 还得给你发工资 年底还给你分红 哪有这种好事儿 村长话一出口 好多人都开始打退堂股了 有些挑逝的 直接在人群里说道 这不就跟咱们 集体生产的时候 一个意思吗 那时候咱们出劳力 对里还分粮食 现在这出劳力 还得交钱 而且你这是 传世赔海两说呢 说话的人叫刘丽 以前就跟肖露家不对付 肖露上次收兔子 全村除了走不动路的 全都去抓了 就他一直没交 刘丽这话一出口 刘英就忍不住了 自家生意还没开张 他就说要赔 听得刘英火冒三丈 正想上钱骂两句 肖露拦住了他 他走到前面 缓缓开口道 各位村民 这件事 是我牵头的 我的本意 是想大家都参股 到时候设立有事了 肯定是优先社员的 有工作了 也是先安排社员 我也是希望 大家都能赚到钱 才让村长 召开这个会议的 大家有疑问 可以直接问我 底下人见肖露发言 都有些犹豫 肖露现在 确实赚到钱了 大家都知道 他不仅在村里 买了马 成了第一个 有马车的人 还在城里开了店 而且据说 是在城里买了房 听他嫂子说 还是四合院 虽然刘英说了 但是大家都没去过 还是有些不幸 肖露 是在村里长大的 土生土长 有点小本事是不假 但是近城两个月就买房 村民都有点不幸 但是又怕错过了 跟他一起发财的机会 肖露 如果我们不加入你的合作社 万一你们有活的话 是不是就不叫我们做了 村里最喜欢看热闹的刘哥 问出了这句话 很多人心里也想问 但是害怕得罪肖露 刘哥 都是一个村的 如果有活了 我们当然是先请着社员 万一人手不够 肯定还是会在村里请人的 众人一听 底下顿时 声音四起 有些人本来就很稳重 不敢冒险 听到肖露 还是会请他们去做工 顿时开始讨论起来 有的人觉得 做生意有风险 不如踏踏实实打工 打一份工 就有工资领 没什么风险 肖露也不管他们了 成语不成都 看他们个人了 赚钱的事 都还要劝的话 这种人进了合作社以后 也是麻烦 村长看了一眼肖露的脸色 又开始了催促 要加入的 都到王会计 这里交钱吧 不加入的也没事 以后活来了 还是会优先请本村的人 实在人不够 再从外村请人手 众人一听 还要从外面找人 有这么多事吗 大部分人 都还是疑心的 肖天和刘英 直接拿了两百块钱 买了二十股 刘神也跟着去了 他算得上是 肖露的忠实拥护者 只要是肖露说赚钱 那肯定赚钱 这不是他那数 肖露多砍了十根 给了他一百块钱 他当时死活不要 但是肖露说是必须给 他收下这钱 没想到 现在用上了 其实 他也没觉得能赚多少钱 但是这是肖露牵投的 他必须给他面子 就算是亏 他也得投钱 算是报答肖露的恩情吧 毕竟他们家老陈过完年 能自己走了 虽然还有福拐账 但是走路不绝啊 去复查的时候 医生都说 是个奇迹 当时送得及时 要不是肖露 按照他两个女婿的为人 老陈这时候 只怕都不在了 刘神是个感恩的人 这时候 就站出来支持肖露了 王快记忆记下 村长就大声唱出来了 肖天购买二十股 刘神购买十股 只剩十九股了 村长一喊 底下有些人坐不住了 想着 买一股两股也行 最后好些人都仓股了 都是一股两股的买 就连村长媳妇 都抢了六股 村长还看了他好几眼 合作社的成员 就这样确定下来了 肖露本来想着 要是全村都仓股 就不用这种模式了 四十九股平均分 但是只有一小半人仓股 那就是按照现在这样 交钱分股了 他来之前 就做了两种方案 现在成员定了 村长就让其他人 先回去了 交了钱的人 在委托书上面签字 肖露回来之前 已经在政府拿了文档 股东签字就行 不用一起去 肖露拿好了签字的文件 村里留了一份 他留一份 剩下的就是公司张成了 沈教授已经再写了 只等他的股东名系 拿回去就行 肖露想了想 所有事都办妥了 本来想让大家散了 突然想到名字 还没告诉他们 各位 刚才忘了说 我们合作社的名字 就叫陈村农业合作社 陈村 那不就是我们陈家村吗 没错 就是陈家村 这个最能体现咱们村的特色 以后也能让外边的客户知道 咱们做的是真正的农妇产品 众人一听 心里都有些火热起来 这个名字好 就用这个 众人七嘴八舌 全都附和起来 肖露看了看 王会计手里的记录 基本上和会议上说的没有差别 天色晚了 他决定今晚上不回城里了 好好跟大哥说下接下来的规划 村长没想到 自己媳妇也参股 回家还骂了他一顿 自己是干部 参股了 不是让人说闲话吗 他媳妇可不管这些 看着他的样子骂道 你这个村长能赚多少钱 肖露可是真的赚到钱的 过年那只只回来 人家穿的 戴的 哪样不好 就刘英 过年都戴的狐狸毛的围巾 我上次进城去百货商场看见了 舍不得买 结果刘英倒是先戴上了 就他那样子 哪有我好看 村长没想到 媳妇整天观察的是这些东西 骂他攀比心重 我攀比 我现在自己投资不用你管 以后我要是赚钱了 你别想的话 村长一听这话 气得牙疼的老毛病都犯了 第85章 注册合作社 所有人钱都交了 合作社的事儿也算是敲定了 交了钱的都有股份 或多或少而已 肖露拿着那一叠钱 虽然不多 但是都是村民对他的信任 这个年代 拿出几十块钱投资都不容易 肖露心里暗自发誓 一定要好好干 不辜负大家对他的信任 交完钱 好些人不明白什么时候 开始肖露说的那些 肖露一一解释了 要先去政府办了证件 备案之后就可以生产了 众人也不明白 反正听懂了 还需要一段时间 人都走了 村长又跟肖露谈了许久 反正意思就是 钱肖露拿去 一定要用于合作社的事儿 肖露一一应网 十多个股东的证件都给他了 他准备明天一早回去 就开始办这个事儿 所有事情处理完了 肖露一家人才慢慢回家 刘英今天投资买了股份 心里又激动又忐忑 真的是希望肖露说的那种场景 能早日实现 晚上回家 两兄弟喝了点小酒 肖露详细说了一下 自己的未来规划 听得肖天也跟他一起 热血沸腾了 两兄弟聊到天南海北 肖天最后都喝醉了 肖露今天奇迹般的没喝醉 刘英怕他喝多了酒不省人事 把炕给天上柴火才走的 走之前还吩咐了肖露好几句 半夜起来再添点柴火 肖露也点头硬了 喝完酒睡觉都不失眠了 可以说是沾床就睡了 肖露一觉就睡到夜里 大概一两点 起来添了些柴火 又去看了看兔子 才回去接着睡 第二天一早他就起来 吃完饭拿上东西就进城去 一秒都不带耽搁的 到了城里 沈教授的章程已经写好了 就等肖露拿东西上去 他填上就行 肖露拿出在村里 写好的股东名字 占股比例 沈教授一一腾抄上去 隔了一会儿 就听到他说了句 好了 这个拿去就可以直接登记注册了 肖露看着厚厚的一落纸 心里感慨万千 以前的他从没想过 自己会回到八十年代 更没想到 自己有开公司的一天 他拿上东西盒钱 就去了政府 刚好赶在人家下午上班的时候 他上去资料一交 再填了一些信息 按了几个手指印 政府就给他给了一张纸 上面是一个盖章的 相当于现代回纸类的东西 告诉他过七天来 取证就行 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 肖露提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看着手中薄薄的一张纸 仿佛有千军重 肖露把它折起来 小心翼翼地装在衣服兜里 这里都处理好了 肖露往店里赶过去 这两天他都不在店里 不知道陈芝招到人没有 肖露一到店里 没想到陈芝还真找到一个大姐 三十来岁 看着就很惊淡 正在洗碗 陈芝一见他回来了 有些惊讶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不是说要回去好几天吗 陈芝的问话并不突然 肖露回去之前 害怕事情没那么顺利 说的是预计几天 但是没想到 事情出奇地顺 所以一天就搞定了 事情很顺利 回去就开了会 我刚才已经到政府交了资料了 七天过后直接拿正 我们的合作社就正式成立了 陈芝也没想到 这件事这么快就做成了 他还以为要费些周折呢 我给你介绍下 这是张大姐 他以前是在饭店里帮厨的 我看他做事不错 就让他来了 今天第一天上班 那张大姐一看老板回来了 立马过来和肖露打招呼 肖露也客气回话 直接让他在这里好好干 有什么不懂的 就问陈芝和小赵 那大姐也答应了 见店里没什么事了 肖露让小赵卤菜 自己和陈芝先回去 这段时间 陈芝的肚子已经快四个月了 总算是稳定下来了 不像最开始那时候 害喜严重 肖露也不想让他做太久 隔一会儿就让他活动活动 两口子慢慢走路回家 肖露看了看身边的陈芝 忽然觉得 他的生活一下走上了正轨 现在不愁吃穿 马上就要当爸爸了 公司也马上开始运营了 这不是妥妥的人生赢家吗 最重要的是他今年才23岁 大好人生才刚刚开始 两口子一路上有说有笑地回了家 沈教授直接让他们不要做饭了 晚上上他家吃 肖露不好意思 去商场买了一瓶好酒 这酒不便宜 就是放到现代 也很贵 肖露没想到 现在能喝到这个酒 也有些开心 晚上王阿姨做了一桌子菜 肖露也帮忙了 几个人坐在一起 喝点小酒 肖露又跟沈教授 说了一下合作社的进度 沈教授听了也直呼肖露 办事有效率 肖露 我有很多学生 目前在个行个业 都挺出色的 你这合作社 到时候有什么需要的 可以告诉我 我给你找找关系 疏通一下 是还行呢 肖露没想到 沈教授忽然说出这句话 受宠若惊 又敬了他两杯酒 沈教授现在也想开了 自己年纪大了 不再纠结前世了 自从认识肖露后 他们两口子 每天都很开心 他也找到了试作 日子不再像以前 那般难挨了 沈教授 想着等过段时间 肖露回家了 他也跟着去看看 帮帮忙 出点力 实现人生最后的价值 在乡下的日子 他过得很舒心 比在城里舒心多了 而且他夫人现在 每天也是笑眯眯的 焦臣之手艺 好像也让他 找到了自己的定位 前几天 他还听到两师徒 在商量 要不要去招点学生 回来学刺绣呢 沈叔说 要不你 来给我们供销社 做顾问吧 我们供销社 就缺您这样的人 指点迷惊呢 肖露喝多了 说出心里话 他这也不是醉话 都是考虑很久了 沈教授 是金大教授 逃离满天下 现在他们 虽然没有遇到什么问题 但是不敢保证以后 有沈教授在 万一以后 遇到什么刁难 他们也能在上面 找到人说话 这就是人脉 肖露以前 做公务员的 特别懂人脉的力量 平时不动声色的 关键时候 总能显现出大用处 沈教授文言 有些吃惊 你怎么会有这个想法 我就是个教书的 以前 从来没有干过经营 第86章 偶遇郭经理 沈叔说 我是认真的 你可以好好考虑下 肖露说完这句话 沈教授 也开始沉思起来 他忽然觉得 肖露这个提议 也不算坏 至少证明他 不是一无是处 不过比起他说的顾问 他觉得 他还是更喜欢教书 沈教授 看着席上的肖露和陈芝 想到陈家村的那一群孩子 心里默默做了一个决定 肖露两口子 吃完饭就回家了 肖露昨晚上没喝醉 今晚上 是真醉了 回去往床上一躺 一觉 睡到天亮了 这几天 他都没去店里 让陈芝好好观察下小赵 看看他是不是和以前一样踏实 陈芝回来 跟肖露说小赵 还是跟以前一样 看样子确实是个踏实的小伙子 没有因为老板不在 自己一个人 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这天肖露特意回了一趟店里 就只有小赵一个人 在店里忙活 虽然没有人监督 但是他做事一丝不苟 肖露以前怎么教的 他还是怎么做 没有因为自己 学会了就拖大 按照自己的方式来 所以这么多客人 还是喜欢来吃 味道也还是以前的味道 肖露尝了尝味道 很好吃 他看了看小赵 觉得这个小伙子以后 必成大气 虽然他自己也才23岁 但是小赵要今年过年 才满20岁 比起来 小赵真是很沉着的 一个年轻小伙子了 肖露想着 这或许和他的家境有关吧 家里穷又是独子 怎么能不早早担起整个家呢 肖露看他忙完了 才叫他过来坐一会儿 小赵把火退了 又把锅洗干净才过来 肖露看了心里 特别满意他的这些行为 肖哥 怎么了 小赵啊 你爸最近怎么样了 肖露突然问他 罢名孝爪 也有些摸不着头呢 不知道 肖露到底想说什么 只好问什么答什么了 像个呆瓜一样 挺好的 还是老样子 不过这段时间 没那么冷了 要比前段时间好点 晚上不咳嗽了 肖露文言点了点头 小赵 以后这个店 我就很少来了 你知知姐 大着肚子 以后肯定也不能天天来 店里的事 就交给你了 小赵没想到 肖露突然来店里 竟然告诉他 这个惊天霹雳 一下子有些不知道怎么反应了 肖哥 我就知道做菜啊 这店 我也不知道怎么管啊 肖露笑了笑 站起来 走到他旁边 拍了拍他的肩膀 店里平时也没什么需要管的 你就跟以前一样 做好自己的事 以后买菜这些 也是你管 我给你配台三轮车 到时候 你家里要用的话 也可以开回去 小赵没想到 今天的好事 是一件接着一件 他都快被这么多好消息 给砸晕了 肖哥 你对我这么好 我不知道怎么回报你 小赵说着 说着有些哽咽了 他没想到 自家的亲戚当初 都看不上他 帮他的 竟然是一个 仅有一面之缘的人 不仅给了他一份工作 现在还如此看重他 小赵 你好好干 就是对我最好的报答了 我跟你知知姐 已经商量好了 从下个月起 你每个月工资 都是二百块钱 年底还有奖金 肖哥我 小赵还想说什么 话未出口 眼泪就已经先掉下来了 肖露知道 他想说什么 无非是表达感谢罢了 他轻轻拍了拍他 自己就坐在椅子上 喝了一口水 小赵乌咽了半天 才整理好心情 拍了拍自己胸脯 自以为豪情万丈地 对着肖露说了句 肖哥 你放心 你对我这么好 我赵福生 一定好好干 绝对不会让你后悔的 他这一番话搞的肖露 像是黑社会老大一样 肖露听完忍俊不惊 悄悄笑了起来 到后面憋不住了 直接装作在店里巡视 到处走了一圈 他看了看那扇门 还是有些一难平 觉得老刘 要是早点回来就好了 那时候他肯定就不休了 直接换个新的 不过现在眼看 就要天天花钱了 他暂时也不准备换门了 先将就着用马 肖露在店里转了一圈 又跟小赵嘱咐了几具财 往家里走 没想到 在路上还遇上一个老熟人 国营饭店的郭经理 郭经理显然也没想到 能遇上肖露 一时间有些尴尬 毕竟他过年 没给肖露分红 但是肖露也没去 教他们新菜了 郭经理 其实不凡赶他开店 只是他那次吃过了 后面又去吃 才发现 被自己开除的小赵 竟然在肖露店里 当厨子了 郭经理一时 有些难以接受 觉得自己以前 让肖露赚了那么多钱 肖露不给面子 现在小赵在肖露店里 工资挺高 偶尔还跟以前的同事喝酒 聊起工资来店里 其他人都羡慕 这件事 在饭店传开了 搞得店里的工作人员 全都有些不高兴 觉得在国营饭店里干 一个月工资 还不如小赵 在外面个体互帮厨 郭经理这段时间 也是头疼不已 现在猛地碰上了 也不知道说些什么 二人都有些尴尬 肖露倒没觉得有什么 生意吗 不可能永远只有你 一家做啊 再说了 你这又不是垄断行业 还不准别人做吗 他没什么芥蒂 直接上前打了个招呼 郭经理 这要巧啊 郭经理也没想到肖露这么大气 居然不计较前面的事 主动跟自己搭话了 他一时间 竟然有些羞愧了 自己堂堂 国营饭店的经理 气量竟然不如一个 年轻小伙子 肖露啊 真巧啊 我刚好回家一趟 我家就住在前面 他说完指了指前面 肖露顺着 他指的方向看了看 笑着点头 二人错身而过 郭经理想到什么 忽然转身 叫住了他 肖露 过两天 你过来把分红领了吧 过年那段时间太忙了 没顾得上 肖露听到 他忽然叫自己去领钱 一时间也有些正乐 不知道 他怎么忽然转变想法了 好啊 我到时候一定去 两人就这样说了几句 就各自回家了 肖露觉得 郭经理这里的关系 一定要维护住 他在国营饭店 这么多年 手里人脉不知多少 以后肯定能用上 既然现在郭经理主动是好了 那他肯定要接住 这根橄榄枝了 第87章 回老家 肖露回家第二天就去了政府 当天去得很早 人家还没上班 但是他的心情很激动 去得早了 就等在那里 一直到人家开门 肖露进去之后 签字几次 终于如愿 领到了那张薄薄的执照 是一张纸 手写的 上面盖了公章 肖露拿到这个 就算是合作社正式成立了 他拿上执照 又去了几个部门 把所有证监办齐了 一天下来 他的心情都特别激动 一直有种 想要大干一场的冲动 证监都办齐了 肖露拿上所有东西 兴奋地赶回家中 他放下东西 直接去了隔壁敲门 肖露 你来找老沈啊 开门的是王阿姨 肖露看见 他脸上笑意 都藏不住了 陈芝还没回来 肖露 只能先跟沈教授夫妇 分享这个好消息 王阿姨 我合作社的牌照拿下来了 我来给沈叔叔说 这个消息的 他在家吗 你来的不巧 他不在 刚才出去了 说是去取什么东西 肖露没想到这么不巧 沈教授竟然不在 他有些失望地回家 把那几张纸质的证件拿出来 他想拿去表一下 或者用玻璃把它表进去 到时候好保存 说走就走 他拿上东西就出门了 他找了好几个地方 才有像是现在十字秀那种表框 有点类似的样子 他把几个证件都表起来了 准备到时候 有办公室了就挂起来 这些东西搁到现代 都是需要公室的 不过现在 这个时候 没有强制要求 肖露回家又收拾了一下家里 还有自己的东西 也收拾了一些 他准备明天就回老家去 陈芝还没回来 他等着他回来 好跟他商量一下 肖露看时间 已经快下午三点了 不知道陈芝怎么还没回来 他正想去店里看看 没想到隔壁传来说话的声音 原来陈芝早就回来了 一直在隔壁 肖露想着这样正好 他放下手里的东西 去了一趟隔壁 王阿姨 看他又来了 也有些吃惊 肖露 你沈叔叔还没回来呢 陈芝也盯着肖露看 他知道 他今天去拿执照去了 眼下看他的样子 肯定是一切顺利了 王阿姨 我是来找你的 肖露说完 看着王阿姨和陈芝 陈芝也不知道 他有什么事 两个人都疑惑地看着肖露 三人一起进屋 肖露坐下之后 才缓缓跟陈芝说 芝芝 合作社的执照下来了 我准备明天回老家 这段时间 你一个人在城里 能行吗 这件事 其实两口子早就商量过了 毕竟店里 没个自己人 收钱 这些陈芝还是不放心 所以他想着自己在城里看店 没想到真到时候了 肖露要走 陈芝看了看肖露 心里有些设不得 但是他知道 赚钱重要 而且合作社办起来了 是造福箱里 这是好事 他当然高兴了 笑着说道 咱们不是早就商量过了吗 再说了 我这肚子还没显怀呢 能有什么事 肖露一想也是的 现在陈芝也不吐了 主要是怕他一个人在家 偶尔有什么事 自己照看不到 他看着王阿姨 郑重地说道 王阿姨 我走了 芝芝就一个人在家 我想麻烦 您和沈叔说 帮我多照看他一下 能行吗 王阿姨一听 原来是这个事 就算是肖露不说 他也会这样做的 且不说肖露对老神 有救命之恩 就是陈芝也是他的土地 他肯定会放在心上的 王阿姨答应了 肖露心底的事 也算是放下了 两口子在隔壁 待到接近四点 沈教授还没回来 肖露也不等了 他还要回去收拾东西 陈芝知道他要走了 也跟着回去帮忙收拾 晚上肖露 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嘱咐陈芝一个人 也要好好吃饭 保证营养 陈芝笑着答应了 肖露嘱咐完一切 才把东西收拾好 陈芝拿出这段时间的钱给他 过完年后 他们手里又有一万多块 过年开销了五六百 还剩下一万二 陈芝全部给他了 肖露也没推辞 这些钱 就是合作社的启动资金了 以后买鸡鸭 小猪 这些全都要的 而且肖露还要修猪卷 最重要的是 村里的路还得修 肖露心里算了一下 也算不出来是多少钱 想着回村之后 请王会计 按照市场价算吧 这也是 汇集村里的好事 没道理还要出钱 肖露和陈芝又说了话话 两口子才各自睡下 第二天一早 肖露很早就起来了 他去把煤炭都挑到了炕坑边上 这样方便陈芝烧口 陈芝还笑他 自己怀个孕 感觉人都变金贵了 两口子说了一会儿话 肖露吃了两个馒头 就带上所有东西 往村里走了 一路上都在想 回去之后先做什么 后做什么 一桩桩 一件件的 他边走边打算 这和供销社说好了 今年要供辣货 肯定兔子的养殖 要放在首位了 去年年前他开过会 村里家家户户都养了 就连外村也养了 他觉得数量上 肯定是比去年多 但是估计也多不了太多 一路上边走边想 现在快到二月底了 地里好些开花了 沿途回来 已经好些人在翻土了 肖露回到自己村里 因为在山下边 比外面冷一点 还没开始动呢 村里人还是跟前段时间一样 窝在家里 每天出去地里看看 活动活动 做的都是家里的活 肖露 你回来了 肖露一到村口 好几个人围上来 他也不清楚怎么回事 有些疑惑 笑着跟那些人打招呼 一直回到家里 大嫂才给他解释 原来是他上次拿钱走了 一直没回来 也没带回什么信 村里有人传闲话 说是他骗钱跑路了 肖露一想 这些人真是吃饱了撑的 他出了多少钱 村民一起出的 还没他出得多 他往什么地方跑呢 他安慰了一下嫂子 决定再去村长家里 跟他说说修路的事 刘云一听什么事没干 肖露就要先修路 一时间也有些 摸不清他的想法 肖露 这修路可不是个小事 这还什么都没干呢 你就安排人修路 恐怕他们会有想法啊 肖露也考虑过这个事了 笑着对他说道 嫂子 咱们村 路是迟早要修的 早几天和晚几天 有什么区别呢 第88章 一行城 肖露一到村长家 最惊喜的人不是村长 而是村长的老婆 上次他的私房钱 投资了肖露的合作社 没想到肖露 一去就是八九天没信 村里人都有些急了 流言四起 这一下见到肖露一回来了 村长老婆 顿时感觉悬着的心 放下来了 她的几十块 虽然算不上大钱 但是要拿去买肉的话 都能买几十斤呢 村长看到肖露来了 也有些惊喜 这两天 村民老是上他这里来问 他也有些急 现在肖露回来 就最好了 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肖露 快进来屋里坐吧 肖露跟着进去 没有坐下 而是拿出几样东西 递给村长 村长接过来一看 正是他拿去表好的证件 村长看着高兴不已 现在合作社算是 正式成立了吧 我们先要做什么呢 村长媳妇投了钱 也相当于他自己投了 现在他也是股东 问问公司 未来的发展方向 是必不可免的 村长 我们村 不通路 就是最大的弊端 我们到时候 鱼苗这些都拉不进来 出去送货也不方便 我想着 咱们趁这段时间不忙 先把路修上 你看行不行 村长也没想到 肖露一回来 竟然要修路 这条路他们 其实早就想修了 主要是村里心不齐 有的人不愿意 把地拿出来 有的又不愿意出牢力 所以导致这么多年了 路一直不通 村长给肖露说了 一下这个情况 肖露也觉得 是有些难搞 不过现在合作社的事 迫在眉睫了 只能先开会 给大家说说 看看多少人同意修 多少人不愿意修了 村长也点头同意了 虽然他觉得 这个事多办不成 但是还是的努力试试 村长出去 挨家挨户通知了 下午开会 村民不知道 又开什么会 心里都有些好奇 肖露中午 回去和大哥 说了一下具体情况 几个人吃完饭 就往保管室走 今天天气冷 开会就不在路天的地方了 在村里 保管室里面 肖露一进去 村民看到 他来了都围上来 询问合作社的事 办得怎么样了 肖露挨个解释了一遍 听见成功了 有股份的村民 全都松了一口气 村里人都到齐了 肖露把所有东西 都拿出来了 还有公司张成 他也抄了一份 递给村长 让村长念了一遍 所有持股人 都聚精会神地听了 自己的股份 没有问题了 全都笑着点头 这件事说完了 没有投资的人 有些心急了 村长 你说开社员大会 说的都是合作社的事 那我们没投资的 你叫我们来做什么 说实话 有些人当天回去 就后悔了 但是现在想加入也不行了 看见他们搞得有声有色的 心里不是滋味 各位别急 今天叫大家来 是想说说修路的事 咱们村 是山这边 唯一一个 不通公路的村了 所以咱们这么穷 这次 我在会上再提议 把咱们村的路修通 每家都要处理 你们有没有意见 村长话一出口 底下讨论 声音不断 大部分人 是支持修路的 只是原来的路基两边 都是土地 要是修路 必然要占地了 这年头吃饭 全靠这一亩三分地 村民都有些抵触 村长 不是我们不让修 主要是村头那几块地 都是最肥的地 我们种庄稼最能出的地 拿来修了路 我们几家靠什么吃饭啊 村长早就想到这个答案了 以前也不是没说过修路的事 但是每次都是因为这个问题 不了了之 村长也不知道怎么说 村里也没钱 不可能拿钱出来补吧 看见这种情况 销路考虑了一下 站了出来 对着几位地主说道 几位 俗话说 要想付 先修路 路修好了 我们村才能付得起来 不然就算咱们村里 有金银财宝 都运不出去 他这话 说得重肯 但是村民都知道 可惜那几家人的损失 没人补偿也没办法啊 销路看了一下 其他的路 都有路基在 现在的路基 大概有一米二的样子 真要挖的话 挖不了多少 想到以后 还要养鱼 鱼苗 不可能背进来吧 还有卖鱼的时候 往外运也是个问题 销路又很下心站出来 几位只要同意修 损失多少土地 我不敬你你们 按照二百块钱一亩赔偿 二百 几个人一听都有些吃惊了 二百块钱 在这个时候 可算是一笔大钱了 听到销路说出二百亿亩地 都有些心动了 况且他们都知道 修路占不了多少地 除去占了的地 剩下的 还可以接着种 几家人你看我 我看你 都动心了 一个人出头问道 你说的二百亿亩地 是给献钱吗 销路觉得 整天处理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实在是太烦了 有些不耐烦的 对那人点了点头 量了地之后 在我这里给献钱 你们要是同意的话 等会儿就可以量地了 这钱销路 本来想寄到合作社的账上 但是想到那些人到时候 肯定又要东说 西说的 心里不耐烦 决定自己出了 反正加起来 也就几百块钱 从村东投到他们村子里 路大概就二三里地 原先的 都有路基 只是路太烂了 而且垮了不少 剩下一段 就是刚才说的 要占地的地方了 也没多少 几乎人商量了一下 都同意了 村长也没想到 这次能把修路的事情 敲定下来 这路通了 是好事 村里有什么事 都方便不少 而且外面的拖拉机 也先能进来了 他们以后 种地也方便不少 说干就干 几乎人一同意 村长就趁热打铁 马上带上东西去量地 最后几个人的地 加起来 也不过占了三亩多一点 销路当时 就爽快地掏钱了 他眼都不眨地 看得没有入股合作社的人 更加眼红了 心里也更加后悔 自己那天的决定 地量好了 村长直接宣布 第二天开始修路 还安排了各家各户 都出劳动力 销路他们 在村长家 已经商量好了 先把大石块 砸了铺地基 上面再铺一层 夯土就行了 垮掉的地方 用石头雷宝砍起来 这样路就算修好了 第89章 修路 全村人一起出力 一段路修了五天 总算是完成了 其他的其实很简单 就是垮掉那一段 全部都要重新气起来 费时费力 还得石匠上山打石头 最后要人抬下来 这一段路费了不少力气 不过村里总算是通路了 村里人这次很齐心 看着修通的路 都有些感慨 修完路 销路也没闲着 找开了第一次股东大会 目的就是为了通报一下 接下来的工作 十几个股东全都来了 跃跃欲试 会议内容 主要就是接下来的养殖工作 销路说了自己养猪的想法 众人听了 脸上都有些欣喜 没想到销路上次开会说的 这么快就要实现了 前些年养猪有几大难点 第一就是没吃的 猪饿的和人一样 受不拉几的 而且国家计划养猪 因为要先保证人吃饱 再加上特殊时期 家里养的两头猪 说不定被拉去批斗 再给你家的资本主义的帽子 所以村里人都不想养 也有些不敢养 再加上小猪仔也贵 很多人买了回来 又怕猪生病 反正各种原因 他们村就只有一户人 去年养了一头小猪 现在销路开合作社 养猪不用担心其他的 带着胆子养就行 见股东都没意见 销路的提议是 先买三十只小猪 再买上三四只母猪回来养 上次他在城里已经看好了 有个养猪场在卖 他进去看了 里面的小猪 个个都长得很壮实 众人一听 这么多猪 以后都是钱啊 心里都乐滋滋的 刘神也坐在里面 面上有些发愁地看向销路 销路 一次性买这么多猪 钱从哪里来啊 是不是还要我们投钱 刘神问的小心翼翼 他虽然支持销路 可是真的一分钱拿不出来了 家里还剩下几十块钱 但那是给老陈买要的 所以 他知道有些对不住销路 还是这样问出来了 一听到刘神的话 其他人也想到这个问题 都是一脸疑惑地看向销路 销路本来就想说这个事 现在既然他们问了 他直接解释清楚 各位股东 合作社所有事都要钱 有成本在的 前期所有费用 都是我个人垫付 包括买猪 积押鱼苗这些 还有后期工人的工资 众人一听销路垫钱进去 都松了口气 主要是 他们也没多少老本 销路见众人没有意见 又接着解释 这些钱目前都是我垫付 至于多少 王会计都会记账 等年底 咱们卖了钱 再从利润里扣出这些 众人听到 不用自己出钱 全都高兴地笑了起来 夸销路有担当 销路也不会因为 别人一句夸奖 就找不着北了 还是严肃地对众人说道 到时候合作社有收入了 我会首先拿回我的成本 这件事 希望大家都能理解 到时候留下第二年的开支 剩余部分拿出来给大家分红 众人一听都觉得合理 换做事他们也会这样做 其实有的人根本不太在意 他们一个两个投个二三十块 也没期待能分多少钱 再说了 赚多少钱 现在还是未知数 主要是合作社成立了 肯定有不少活 销路说了 先紧着他们 大家都想搭上销路这条船 挣点工资花花 大家不看好 销路今天回来 也多多少少听哥嫂说了 他觉得没什么 任何事情都是开头难 但他现在已经过完最难的一关了 他们看上河滩那片地 盖猪圈 那地是村里的共有资产 按说起来的话 也不算是 只不过合流过他们村而已 合作社想把地买过来 其他人都同意 没想到就卡在了 跟销路家里合不来的流利手里 他死活不同意 村长去劝了 几次他都不同意 销路也不准备去求他了 本来看中河边 就是觉得用水方便 现在他不同意也好 他原先考虑不周 没有想过河边离得远 要是有人心怀不轨 晚上偷猪或者下药怎么办 以前他觉得 大家都是一条心 不会出这种事 但是现在 他看出来了 村里人心不齐 保不准就有那得了红眼病的人 所以 这地方还得重新选才行 看来看去 他看上了村头那片地势平坦 离民房不近不远 夏天天气大 也闻不到什么味 结果一查才知道 那地竟然是他老丈人家的 陈芝家里的地 现在被陈三平抢过去了 销路本来就不喜欢这陈三平 一时间心绪难平 村长查了土地登记 写的是陈芝他爹的名字 按道理来说 地应该留给陈芝 但是陈芝嫁出去了 而且那地被陈芝奶奶继承了 又给了自己的儿子 销路有些心疼自己的媳妇 觉得他命苦 爹妈死得早 家里人还这样欺负他 一时间 他有些不想让陈三平占这个便宜了 销天看他愁眉不展 直接让他用自家的地算了 反正过合作社的账 销路家里爹妈的地还在 因为两个侦生下来要禁地 爹妈死后 村里没把地收回去 直接就给了他大哥 销天带着他去看了那几块地 确实还可以 主要是土质差 重庄稼也不行 现在能卖钱 肯定用自己家的划算 陈三平还想着狮子大开口 好好要一笔钱 没想到 销路不买了 气得他破口大骂 但是又不敢骂到销路跟前 销路以前是个无赖 为了沉执的地和房子 以前没少来他家撒泼 他也有些怕他 他天天在合作社 其他股东面前嚼舌根 别人都不理他 销路自己拿钱买地 跟他有什么关系 地址定下的第二天 销路就召集人 首修猪卷 都是合作社的股东 大家修这个圈 也是为了养猪赚钱 所以除了抬石头 那几天费力的时候 其他都是没有钱的 整个合作社的股东 都在修猪卷 村里其他人这下看到 他们这么热火朝天的工作 这下心里都后悔了 还有人来找过销路 希望现在能交钱加入 但是为时已晚 整个二月就这样过完了 转眼就到了三月 销路他们的猪卷 也修得差不多了 框架都齐了 只需要拉些砖回来 把墙体器上 再盖顶就完了 其他人都说 就用以前修房子那种 泥里浑鞋草盖上 但是销路觉得 以后发展快 还是要盖砖房 他联系了砖厂拉砖过来 众人没想到 人都没住上砖瓦房 猪倒是先住上了 第九十章 买猪 三月五号 天气非常好 现在地也开花了 合作社的猪卷 在这天终于盖好了 十个圈 盖房就花了二十多天 销路看着 终于竣工的猪卷 心里感慨万千 万里长征 总算是迈出了第一步 接下来就是买猪了 销路早就 看好了养猪场 猪卷盖好了 销路也决定 进城一趟 他带着村长媳妇 和王快姬一起去 本来这种情形 应该萧天跟着 他算是合作社 第二股东了 但是 他们两人是亲兄弟 所有销路叫了村长媳妇 三人一大早 就一起去了城里 那养猪场 就在城边上 销路本来只想养三十头的 但是猪肉价格 才一块多一斤 一头成年猪也就三四百 小猪更别说了 十块一只 销路觉得便宜 一次买了六十头小猪 那养猪场的老板 都乐疯了 主要是他这里 还不够那么多 全部加起来 也才四十八头 他让销路再等一段时间 有几头母猪 快要下宰了 销路本来也要买母猪的 直接买了 他那怀宰的母猪 老板不愿意卖 销路一头猪 多给了八十块钱 就这样买了四十八头小猪 和四头母猪 里面有两头肚子里 已经有宰了 他也是想着一步到位 这样的话 不麻烦 事也少 那老板说好了 第二天 就开拖拉机送过去 销路给了点定金 约定好 到时候烟货给钱 一路上最高兴的人 就是村长媳妇了 本以为销路是小打小闹 没想到出手这么大方 一次买这么多猪 他都有些担心吃的了 不过 村里的多 到时候多种红薯就行了 猪吃红薯最长肉 销路其实也是这样想的 到时候村里的地 要是不重要材 那可以全种上红薯玉米 而且这些东西 也便宜 几分钱一斤 销路又去饲料 敞定了一车饲料 今天的事算是 都做完了 他还想着进城一趟 去店里 看看陈汁 但是想到 其余二人 又不好 叫他们单独回去 现在 反正都到城边上了 销路带着他们二人 一起去了自己店里 小赵一看销路来了 惊喜不已 小哥 你咋回来了 今天进城买小猪 你嫂子呢 给我们上份猪搅饭 我们都没吃饭呢 小赵动作 很快就端上来了 村长媳妇名字 叫王美丽 当年他妈给起的名 希望她长得美丽 王美丽长得 确实不错 不然也不会嫁给村长了 此刻看着店里的厨子 对着销路毕恭毕敬的 王美丽有些分不清 销路是这里的什么人 小哥 嫂子今天没来 说是今天要上课 刺秀的 销路一听点点头 只有等吃完饭 回去看她了 猪搅饭 很快就上来了 两个人 看着这一份 满满猪搅的饭 心里都有些欣喜 吃了一口 王美丽和王会计 更开心了 很久没吃到 这么色香味 俱全的饭了 销路 这太好吃了 这家店你 是不是经常来 王美丽边吃边问 销路没想到 她的消息 这么闭塞 竟然不知道 她在城里开店了 刚才她还以为都知道呢 嫂子 这是我开的店 王美丽和王会计文言 都有些吃惊 没想到 传说中销路 在城里开店 竟然是真的 她以前以为 肯定是个小店 要不然就是 苍蝇馆子路边摊 没想到销路的 店面积这么大 还请了两个帮工 而且现在到了吃饭的时候 店里人来人往 还有些忙不过来的样子 王美丽没想到销路 真是是出人头地了 生意做得这么大 以前他们家 在村里就算是最好的了 男人是村长 队里有什么好的 都是先紧着他们 没想到 改革开放之后 国家支持个体经营 以前的二流子销路 竟然成了村里 第一个富起来的人 看着来往的客人不断 销路收钱的手 也没停过 就这一顿饭 王美丽粗略地看了一眼 起码就收了 二三百块钱 她和王会计 两人对视一眼 心里都有些不是滋味 中午高峰期过了 销路看店里客人 不是特别多了 才带着二人出去 本来想让他们在城里逛逛 但是又不知道 等一下怎么找人 而且他们二人 也没有逛的意思 销路只好带着二人 回一趟自己家里了 到了地方 两个人更吃惊了 没想到销路 真是实打实地发达了 不仅开了那么大一家店 还买了这么好的四合院 王美丽家 是新修的三间红砖房 平时她觉得 在附近几个村 已经算是挺好的了 没想到 到了城里一看 往日的混子 都比自己过得好多了 到了房里一看 陈芝更加心里不适滋味了 以前的陈芝瘦不拉击 整个人干干黄黄的 每天都没什么力气 整个人像 是风一吹就倒的样子 而且说话 都不敢大声 现在的陈芝 长得可以说是如花似玉 白白嫩嫩的 像是能掐出水来 看着陈芝 给他们倒茶的手 王美丽 伸出自己的手看了看 顿时觉得 往日细嫩的手 现在看起来粗糙无比 平日里骄傲的王美丽 虽然比陈芝大八九岁 一向在村里掐肩的 现在竟然觉得 有些自卑了 嫂子 喝茶呀 这里还有瓜子 陈芝清脆的声音 在耳边响起 王美丽才结束 自己的胡思乱想 跟着陈芝随口聊道 芝芝 你们现在 算是过上好日子了 这房子 你们买得贵吧 陈芝笑着点点头 没有回答具体多少钱 王美丽一方面 极度他们有钱 一方面又觉得 这样挺好的 说明萧路有实力 以后好好跟着她 把合作社做起来 不愁没钱赚 想通了这事 王美丽心情都好了许多 萧路回家 看了看陈芝 又看了下造房的煤 她铲了些到炕坑边上 方便陈芝烧炕 现在 这天气还是很冷 起码还得烧一个月的炕 才能暖和点 萧路怕陈芝太累 回家之后 把家里收拾了一遍 王美丽看在眼里 忽然觉得 萧路真是个好男人了 这样勤快 就连她家里那个 也比不上 村里哪家的男人 不是这样 平日里 只管外面的事 家里的事 是一点不管的 她又看了看 坐着绣花的陈芝 眼里露出一抹羡慕的眼神 旁边的王会计 看在眼里 没有作声 第九十一章 养猪 萧路处理好城里的事 跟陈芝大概交代了一下 三个人又走上了回村的道路 萧路觉得 她迟早 还是要买台车才行 这样走路太费时间了 不过现在路还不行 等合作社的生意上路了 有些闲钱之后 萧路觉得 还是得去物色一个车子才行 三人一起走在回家的路上 现在三月了 天黑的没有以前那么早 慢慢走路也不急了 今天的账王会计都记好了 她在心里暗暗算账 看看萧路投资这么多钱 能不能回本 不算不知道 一算下一条 一头猪成本加上人工和吃食 成本就算按照五十块算 市场价按照四百块来算 这几十头猪养到年底 收入不菲了 而且萧路还说要养鸡鸭鱼 王会计当了十几年大队会计 粗浅一算 竟然有些后悔 没有加入合作社了 目前的情况来看 只要萧路的养殖干得好 不升温 这生意 基本上是稳赚不赔的 她看着走在旁边的萧路 心里有些佩服 这个年轻小伙子 不到二十五岁 已经赚了这么多钱了 王会计最喜欢的就是算账 今天一到萧路店里 看到收钱的情况 大概估算了一下 她估计萧路的存款 早就超过一万了 萧路不知道王会计 和王美丽二人在想什么 闷着头往回走 一路上都在想鸡鸭鱼的事 养鸭倒是简单 要养鸡的话 主要是要选好地方 而且鸡鸭吃的粮食也多 跟猪比起来 养鸡的成本也不低 不过萧路觉得 还是养个几百只 至少到下半年 卖了还能一个股东 发几只回家吃吃 萧路主要还是想养鱼 发展水产 养鱼不费什么事 而且不用像鸡鸭一样喂 吃的也不像鸡鸭那么奢侈 三人一路无语 到了村里各回个家 萧路也没想到 一觉醒来 全村都在传她是万元户了 八几年的万元户 还是在农村 确实很了不起 但是她觉得多半和王美丽有关了 第二天村里鸡叫声一响 大家都起床了 做饭的做饭 下地的下地 一片祥和 鸟鸟吹烟 从远处看上去 这个小山村 真的像是在画里一样 萧路起床煮了一碗面还没吃完 拖拉机的轰鸣声 就从远处传来 这时候的拖拉机 还属于老式的 开车的时候 除了车子本身的鸣动 还有链条的嘎嘎声 村里从来没有拖拉机进来过 听到声音 村民全都从家里出来 有的人还端着碗正在吃饭 巨大的轰鸣声和阵阵黑烟 代表着拖拉机 真的出现在他们村了 村民全都翘首以盼 不知道拖拉机带来了什么 一圈人站在村口 隔了几分钟 果然开了一辆 威武崭新的东方红拖拉机 村里人看得一阵阵激动 不知道这是从哪里来的 来这里做什么 拖拉机开进村里 终于停到了村口 车上传来一阵震珠叫声 村里人都好奇地往车上看 老乡 陈村合作社是在这边吗 驾驶座上坐着两个小伙子 一个三十来岁 一个二十来岁 有几个是合作社的股东 一听到有人问 立马上前指路 小伙子 陈村合作社就是这里了 你这是给谁送的猪啊 那小伙子也不认声 从驾驶座上跳下来 给那人递了根烟 大叔 这猪就是给你们合作社送的 收获人是一个叫销路的 众人一听才知道 这是合作社买的猪 看着车上白花花的小猪仔 装了满满一车 合作社的股东 脸上是喜笑颜开 有个人跑着去叫销路了 没有加入合作社的更后悔了 这么多猪 到时候养大了杀年猪 一家一头也够了呀 众人看着车上白花花的小猪 后悔不迭 销路很快就来了 带着王会计和钱 王会计来对了一下数量 销路和几个股东 挨个检查了一遍小猪 看看有没有生病的 养猪场几个送货的 也没想到 他们这么仔细 笑着调侃他们 放心吧 都是好猪 全都善过了 这下全村大部分人都到了 连村长都来了 看着满满一车小猪 各个合作社的股东脸上 都笑开了话 尤其是刘沈最为开心 当初她可是买了十股 年底能分不少钱呢 看着眼前的情形 村里不少没加入合作社的人 脸色都轻了 销路和王会计点好数量 就让人来挑猪 合作社的股东 全都挑了箩筐过来 一筐一筐地往猪圈里挑 村里有几个养过猪的妇女 很有经验 立刻去取了稻草过来 铺在猪圈里 接近五十头小猪 分了五个圈 只因为销路说 明天还有几头母猪要送来 众人才把圈留出来 销路虽然买猪 但是她一个现代公务员 确实没有养猪方面的经验 这下子猪是到了 但是不知道怎么养 心里也有些愁 各位股东 猪买回来了 但是我没有养猪的经验 你们之中有没有人会养猪的 销路自己不会 只能求助别人了 这下子她才体会到了 股东多的好处 不用求人 都有股份 大家都争着想 做养猪这份工作 销路 我来养 我以前养过的 村里都知道 前几年我家养的 两头大肥猪 都长到三百斤 那时候家家户户 谁不羡慕我 销路抬头一看 说话的 竟然是刘婶 想到她家里的情况 销路笑着问她 刘婶 你养猪了 陈叔一个人能行吗 她早就能下地了 现在自己走都没问题 只是想要恢复到以前 那时候还差点 不过生活 能够自理 销路考虑到 她家里的情况 确实需要这份工资 当时就答应了 没想到知道 养猪有工资之后 合作社好几位股东的媳妇 都跳出来说要养 销路没办法 只能让他们排班 而且 村里养了这么多猪 每天都要有人值班才行 因为现在 已经有很多人 眼红他们合作社了 再加上其他村里的人 销路想着 每天安排两个人 白天晚上都守在这里 至少猪圈这边 随时要有一个人才行 第一是防人使坏 第二就是防盗了 现在这年头 日子过得艰难 难免有小偷小摸的人 这也不算什么奇怪的事 第九十二章 买鱼苗 销路养猪一事 在村里可谓是一旦 激起千层浪 村里人第一次一次性 看到这么多猪 心里都有些后悔 当时没有加入合作社 但是现在想加入 先前的股东也不干了 一个个没有加入的人 后悔不迭 养猪场第二天 又送来了几头母猪 有两头据说 已经怀宰了 另外两头 也已经配了种 陈家村修了个养猪场的事 一时间传到十里八乡去了 每天都有附近几个村的人来看 但是销路没让他们进去 本来都是小猪 才刚买来 还不熟悉环境 看的人多了 销路怕猪生病 每天都有让人 在猪圈守着 销路看着养猪场 天天让人守也不是个事 他觉得过段时间 修个围墙 等两天再修几间房 方便养鸡鸭 到时候所有牲畜 关在一起 也方便管理 销路安排好养猪场的事 就召集股东 开了个会 商量鸡鸭的事 一听到这事 全部都一致同意了 这些东西 养到年底都是钱 再说了鸡鸭 就简单了 搭棚就能养 最多半年 就可以出圈卖了 也不用考虑冬天冷的问题 销路又说了下修围墙的事 大家也同意他的看法 养猪场不见围墙的话 谁都能进 到时候一个 看不住就要出问题 一群人商量好 销路直接给钱 让销天去订了砖回来 一群人说干就干 直接五天 就把围墙建起来了 就连乡上的领导 都下来看过 称赞销路他们的想法不错 销路又买了两百只小鸡 两百只鸭子回来 刚买的小鸡小鸭 比较小气 几个股东 一人分了几十 只拿回家里养 等养一个多月 就能放到圈里了 家里烧着炕 暖和得多 小鸡的存活率要高点 做完这一切 又是半个月过去了 时间已经到了四月 销路看着自己 去年就挖好的鱼塘 愁眉不展 这天气一直不下雨 水进不来 养鱼的事儿 一直排不上日程 销路心里着急 这鱼塘算是 他自己单独的产业 没有纳入合作社的范围 销路前几天 也跟股东都说了 想要养鱼 还得把村里的水塘 承包下来 或者是再挖几个水塘 挖水塘费时费力 大家都不支持 再者说 村里的鱼塘 因为合作社不愿意 让新成员加入 村里很多人有意见了 租鱼塘的话 肯定很多村民不会同意 想来想去都不行 后面合作社的股东 都觉得就租销路的鱼塘 给租金 这鱼塘本来是销路 和销天自己的产业 销路说了 以后这个鱼塘 就是销天负责 销天有些不愿意租出来 不过合作社 也是他的产业 现在租不到水塘 只能先租出来了 大家商量好了 天上迟时不下雨 他们决定 去河里饮水过来 只不过 河边离得远 饮水过来 就比较麻烦了 光是用竹子 搭管道都费力 不过农村人 都是苦日子过过来的 现在有赚钱的路子了 一个个干劲十足的 池子底下 本来就有点水 现在冰化了 销路一看水 还是跟以前差不多 心里放心不守 就怕水塘漏水 漏水的话 就比较麻烦 一群人一起干 众人石柴火焰高 背的背 挑的挑 没几天 就把整个池子的水绪满了 看着满满一池子水 销路和销天心里 都满满当当的 仿佛像是 被什么填满了一样 销路回老家 可算是做出大动静了 又是养猪场 又是养鸡鸭 现在水池又养鱼 乡上的领导 都来看了好几次 还组织了附近几个村的干部 过来参观学习 这几天销路光 是接待他们 就花了很多时间 眼看鱼塘续上水了 销路决定去买鱼苗了 上次他在水产市场 看到有卖的 但是不知道价钱 销路想着跟销天两兄弟 一起进城去 到处看看 多看几家 对比下价格 跟销天一说这个事 销天就答应了 这段时间 王铁柱也经常过来 以前在城里的时候 王铁柱就猜到销路以后 有大作为了 没想到这么快 他就开了农业合作社 王铁柱没想到 半年前 还在和自己一起混的销路 现在竟然摇身 一变成大老板了 王铁柱这段时间 天天都过来销路的村子里 想着跟着销路混个工作 但是他们自己村里的村民 还有好多没有混得上 外村的人更没有了 而且销路现在的工人 大部分是合作社的股东 都没有钱 免费干的 王铁柱 进进出出多日 也没找到什么机会 跟销路说这事 这段时间 他也算是看清楚了 销路已经不是以前的销路了 以前 还可以和他称兄道弟 但是现在 销路已经摇身一变 成了大老板了 而且他们以前的 是销路都忘了 王铁柱 还不敢怎么提醒 怕销路 一下子想起来了 又要去告他 销路和哥哥说好了之后 第二天一早就往城里去 想着买鱼苗 销天把马车开上了 两个人边走边聊天 没多久就到了 到了城里 销路先回了一趟家 把马拴在家里 两兄弟去了市场到处逛 销路先去了水产市场 上次那家卖鱼的家里有鱼苗 但是销路问了下价 觉得有些贵 而且 他的鱼苗太小了 全是小鱼 销路想买的是那种四五两 或者稍微大些的 这样喂情点 养到年底 就可以卖鱼了 一年长到三斤多 完全不是问题 什么都想好了 只是走遍了市场 都没有那么大的鱼苗 销路觉得有些沮丧 和销天互相看了看 都是摇头 两人回了店里 准备吃晚饭再去逛逛 兄弟二人一起出现 就连陈芝也觉得稀奇 他今天不在家里 不知道销路回家了 这下看到 他和大哥一起出现 还有些吃惊 两人到的时候 才十一点的样子 店里人还不多 销路给陈芝 说了买鱼苗的事 陈芝听到 没有那么大的野发愁 没想到在店里帮厨的大姐 听到了 直接说他认识人 销路和销天文言 都有些惊喜 张大姐 你真认识人啊 在哪里卖啊 我们市场都走遍了 都没看见 他都是在自己家里卖 没上市场 你哪里能看见 他的鱼塘在我们老家 就在城边上 平时也不住在城里 销路和销天文言 都有些惊喜 决定下午 跟着张大姐 去他亲戚家看一看 第93章 网乡养鱼 中午的生意不错 客人挺多的 吃完饭 销路帮着把店里收拾了一下 两兄弟就跟着那个大姐 一起去那人家里 走到半路销路才知道 那个卖鱼的 是张大姐家里的亲戚 家里有个大鱼塘 平时就靠卖鱼维持生意 鱼苗也卖 不过他的名气不大 没有车子 平时也不敢把鱼苗 拉出去卖 怕鱼死 所以 大部分都是自己开车 去他家里拉 销路和销天 已经决定好今天 看了明天再去拉 因为不知道到底有多远 怕耽搁时间 销路和销天 都提前想好了 过去看好谈好价格 明天直接去捉就行 一天的时间也宽裕一些 到时候拉回家里 时间上也足够 两兄弟算盘打得挺好的 没想到那人的鱼塘 确实像张大姐说的那样 就在城边上 刚出城没几步就到了 两兄弟跟着去了鱼塘边上一看 确实是好大一个水塘 销路去看了下 这个水塘大概有七八亩地那么大 中间还有网香 里面看得到鱼在翻滚 销路还没见到这人 就有些佩服他了 现在才八十年代 就已经学会用这样的方法养鱼了 估计是他家里没几个人 而且这水塘太大了 网香养鱼方便 每天卖多少 直接捉多少就行 销路看见水塘中间有一个船 船上坐了两个人 正在撒什么东西 销路估计 那就是老板两口子了 应该是在喂鱼了 看着别人养鱼还配了船 销路想着 自己家的水池那么深 蓄水又不方便 也应该学学他们 网香养鱼 到时候出鱼也快 而且自家的水池太深了 以后打鱼不方便 他当时也是没有经验 只想着冬天动 没考虑到打鱼的难度 现在看到别人的做法 心里觉得 总算还是学到些经验了 看到岸边有人来了 船开始往边上滑过来 销路二人也往码头边上走过去 他是南方人 从小就在河里洗澡长大的 水性不错 七八岁就学会游泳了 那船开得挺快 很快就到销路这边要靠岸了 张大姐看到船上的人了 立马走了上去 老板 大嫂 这两个人 是我现在店里的老板 他们要买鱼苗 我就把他们带到你这里来了 那个船夫老马点了点头 下了船拿出自己的汗烟烟斗 用火柴点上猛吸了几口 然后把烟斗递给了销路 销路忙摆手 拒绝说自己不抽烟 那老马抽了好几口 才开口跟二人说话 要什么苗 多大的 销路一听有些开心 竟然还有得选 大哥 你这里有什么苗 我们想要四五两的 大点的也行 那人也不说话 带着他们一直走 那张大姐跟后面下船的妇女 一直在说话 她叫她大嫂 也不知道是什么亲戚 那人带着销路和销天 一直走到鱼塘的另外一边 销路才看到 边上还有一个网箱 里面全是小鱼 这些鱼怕是有六七两一只了 销路想要的就是这种了 这种鱼苗是最好的 第一是存活率高 第二就是长得快 销路看了一下 有草鱼和鲤鱼 都是常见的品种 问了价格也不贵 比上午在市场上 问的便宜很多 但是老马说了 他卖的便宜 但是不送货 因为他没有车 所以说 卖出去的鱼苗 死活都跟他无关了 销路想想也是 就算是车子拉回去 该死的也要死 他们自己用马车 慢慢拉回去 应该也行 想好了 当时就决定了 他们回家 也要用网箱来养鱼 谈好价格 销路跟老马约定了提货时间 两兄弟又回城里 买鱼网了 两人买好了网 决定明天早上回去 先把网箱装好 销路刚才认真的 看了他们的网箱 销天就看得更加仔细了 只要有东西 回去就能装上 两兄弟买好东西 才慢慢回家 回到家里 那马没东西吃 一直叫唤 陈芝给他喂了点菜叶 那马菜停了 兄弟二人一回家 就看到 那马拉了好大一堆 陈芝正拿着东西准备清扫 销路一看 连忙去把他手里的东西接过来 自己清理 一边打扫还说了他几句 芝芝 我不是说了吗 让你什么都别做 这点事 我们回来做就行了 陈芝没想到 销路在大哥面前也是这样 他还想着勤快点 别让大哥看不惯 没想到销路 全给抖出来了 陈芝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悄悄看了看萧天 发现他也没什么看法 脸上还带着笑意 陈芝也有些不好意思 忙招呼大哥进屋座 在店里的时候 销路就跟陈芝说了 让他买点菜回家 晚上他和萧天都不回去 陈芝中午店里的客人走完了 他就去了市场 买了很多吃的 想到他们明天要回老家 还订了很多肉和烤鸭 店里给小赵配了三轮车 陈芝买的东西 还是让小赵给送回来的 萧露戴上围裙 进了厨房做了几个菜 他还给陈芝做了很多吃的 都是做的炸货 他怕陈芝一个人在家 嫌麻烦不想做来吃 销路这段时间忙 都没时间照看陈芝 他已经想好了 等着这几天把鱼描下了 到时候合作社的事都安排好了 他就回城里来照顾陈芝 到时候 一个星期回去一两天就行 销路做菜好吃 动作也快 三下两下就做了三菜一趟 荤素搭配 营养健康 三个人晚上饱餐了一顿 萧天晚上 还是睡在他们过年的时候 睡的那个屋子 第二天一早起来 萧露熬了粥 两兄弟吃完饭 就出发往家里看 回到老家才九点来中 萧露和萧天 就按照老马那里的 网乡规模一样的做法 安上了帝王和天王 其他人还以为他们 买鱼回来了 跑过来看热闹 一看竟然是在装网 他们不明白 这样装上有什么用 七嘴八舌的都在讨论 萧露他们正缺人帮忙 这下人来了 刚好全部都来帮忙了 几个人一起动手 效率就高多了 萧露用棍子试了试网 深度这些都不错 养育正好了 大家看得一头雾水 萧露才解释了一下 有的有经验的人觉得 萧露这是多此一举了 等到时候一上洞 水面上敲个洞就好上鱼了 萧露没和他们争辩 这鱼养着又不是 只冬天才吃 长大了随时可以卖 一两个人都可以操作 第九十四章 收礼 萧露两兄弟安排好家里的鱼塘 就按照约定时间去买了鱼苗 因为担心太多了 路上会死一些 所以他们一次没运多少 分了好几次鱼 看着自己的马车 萧露觉得心满意足 这马买的是一点不亏 前段时间修房子 萧露 他这马都是立下了汉马功劳的 萧露看着眼前的鱼塘 满满的水 鱼现在也放下去了 他觉得一切都充满了希望 唯一不好的 就是鱼塘边上的围栏 去年就做好了 哪知道现在才续上水 以前用篱笆边的围栏 现在好些已经腐朽了 摇摇晃晃的 看着不太安全 萧露也没想到 一个冬天过去 这篱笆就坏得这么快 看着满满一池子水 又看了看岸边来往的小孩 萧露觉得 还是要去买点铁丝 做的围栏 安全一点 就是安上围栏了 以后打鱼不方便了 想来想去也没个定 萧露决定后面 看到合适的再买 同时他都给乡亲们说了 让他们看好自己家的小孩 不要让他们靠近水边 办完所有事 萧露要进城一趟 又是几天没回去了 他得回去看看媳妇了 早上一早 他就进城 从老家带了点东西回去 都是老家特产 陈芝以前很喜欢吃的 还没进门就看到 沈教授了 萧露这也是时隔 一个多月之后 再次见到沈教授 沈教授一看到他 立刻兴高采烈地向他走来 萧露 你总算回来了 我还以为你 待在老家不回来了呢 沈叔说 我前几天还回来了一趟 就是回来没待多久 沈教授笑竹颜开 也没管他说什么 朝他招手示意 萧露不知道他什么意思 往他们家的方向走了几步 沈教授直接回家了 萧露也跟着进去 他一直走到书房 沈教授站在书房的厅里 对着他一直笑 萧露不明所以 一只脚迈了进去 还没走进里面 就看见一幅巨大的牌匾 陈村农业合作社 几个大字印在上面 笔风囚禁有力 笔走龙蛇一气呵成 一看就是好字 萧露没想到 沈教授竟然给他们做了牌匾 不声不响地给了他一个惊喜 他真的是被惊到了 感慨万分 沈叔说 这个理太贵重了 我都觉得有些受不起了 萧露看着那字 爱不释手 一直看 这么大一幅牌匾 他都没想好挂在哪 沈教授看到 他这么喜欢 也感觉到心满意足 他已经好多年 没为别人提过字了 在萧露的鼓励下 他终于重新拿起笔 开始做他喜欢的事 这个按照你们村口的 大概比例做的 可以拿回去 直接挂在村口 这样别人一到村口 就不会找错路了 萧露没想到 他连挂的位置都想好了 看了看这个牌匾的尺寸 确实是挺合适的 萧露和沈教授 又聊了一会儿 两人约定好晚上 一起喝点小酒 萧露就把牌匾 拿回家里放着 看着只是一块牌匾 拿回家这么点路都很吃力 开门进屋 陈芝已经去店里了 萧露看着屋里 没什么吃的 先去菜市场转了一圈 买了些吃的东西回来 把所有的东西都备好了 才不紧不慢地赶到店里去 萧露也没想到 在店里竟然看到一个 意想不到的人 竟然是供销社的小刘 萧露一进去 陈芝也很惊喜 莫想到 他才回去几天又来了 心里不知道多高兴了 小刘看到萧露来了 面上表情有些扭捏 萧露看了看小赵 心里预感到了一些 心里竟然有些佩服小赵 竟然真的 把小刘追到手了 萧露一问才知道 原来他不在这几天 还发生了大事 小赵真的追上了小刘 二人相处得挺好的 原来小刘 第一次来萧露店里 就看上小赵了 萧露也相信他说的这话 小赵别的不说 就是这个长相 那真是没得挑 年龄和小刘也配得上 要是单说长相 身材的话 小刘还有些 配不上小赵 小赵的长相 放到现代的话 那也是妥妥的一个帅哥了 萧露觉得 不管什么年代 都还是看脸啊 一个帅哥 放在什么年代 都吃香 原来前几天 小刘的妈妈 看出他和小赵在处对象 他打听了一下 小赵的家庭 条件太差了 家里就他一个孩子 两个老人都没有工作 家里经济来源 只靠小赵一个人 刘妈当时就不同意了 小刘刚和小赵好上 他妈就要棒打鸳鸯 他当然不干了 再说他姐就是 他妈安排的结婚对象 去年年底刚结婚 今年就已经吵架好几次了 他姐都回了好多次娘家 来诉苦了 小刘觉得 小赵人长得好看 又勤快 跟着他绝对会有好日子过 和他妈妈俩互不相让 小刘连供销社的工作都不要了 直接来了萧露店里 每天来这里等着小刘 忙的时候就帮帮忙 萧露听完才觉得 有些佩服小刘 不过供销社 在现在这个时代来说 算是一份 稳定又体面的工作了 小刘为了 和妈妈闹别扭 竟然连工作都不要了 觉得他还是有些冲动了 他劝了劝小刘 又劝了小赵 没想到小赵 也是一脸苦涩 他 他早就劝过了 但是小刘现在 什么都听不进去了 萧露也没想到 小刘看着那么清醒的一个姑娘 私底下竟然是个恋爱恼 中午吃完饭 萧露还在帮着店里收桌子 没想到 来了一个五十来岁的中年妇女 萧露不知道她是谁 以为是时刻 立刻开口说 卖完了 没想到小刘一看到来人 立刻表情不好了 你来干什么 我不是说了吗 你要是不同意 我就不回去了 萧露才看出来 这个人估计是小刘的妈妈了 那阿姨也是没办法 坐在店里的椅子上 跟小刘说 同意她和小赵在一起 但是结婚不行 必须等小赵买七八大件 三转一响 还得有重新装修的婚房 和一辆新自行车才行 小刘看妈妈 松口了 自己也认错了 反倒是小赵 有些担心 自己能不能满足阿姨的要求了 萧露把这一切看在眼里 她觉得 小赵只要努力 这些东西是绝对没问题的 只是年轻人的事 没个定性 说不定他俩谈着谈着 过段时间就分了 第九十五章 姚德谦 现在一堆人都在 萧露也不好说些什么 几个人都劝小刘母女别之气 被大家这么一劝 母女两人也不好再搅情了 没一会儿就喜笑颜开 和好路出了 看着这一出出闹剧 萧露心里也觉得好笑 小赵和小刘都是好的 她当然希望 他们有一个完美的结果了 中午店里没客人了 萧露和陈芝也慢慢回家了 走到了半路 萧露好像听到 有人在叫自己 回头看了下 又没看见人 刚走两步 萧露又听见了声音 这下连陈芝都听到了 两口子往回看没有人 四下张望 萧露 上面 陈芝抬头一看 竟然是街边招待所的楼上 有人在叫 那窗户上全是铁栏杆 那人头也没生出来 萧露一下子看不到是谁 她觉得 声音有些熟悉 但是没想起来是谁 在楼下等我 我现在下来 那人说了一句话 就不见人影了 萧露和陈芝都有些莫名其妙 想不出来到底是谁 两人站到了招待所的大门口 隔了几分钟 里面 传来了脚步声 踢踢踏踏的 那人终于走出来了 萧露上去一看 竟然是药厂的姚德谦 姚经理 你怎么在这儿啊 萧露没想到竟然是她 一直觉得很熟悉 但是想不起来是谁 现在看到人了 总算是想起来了 那姚德谦也没想到这摇桥 她今天刚到 就在招待所洗了个澡 还没换上衣服呢 就看到萧露两口子 在楼下的街上了 她顾不上什么 一直叫她 但是没穿衣服 她又不敢把身体露出去 叫了好几声 萧露才听到声音 她急急忙忙地把身上冲干净 现在连头发都还是湿的 风一吹 还有些凉悠悠的 姚德谦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哆嗦 萧露看了她一看 又看着自己家的方向 姚经理 这里离我家很近了 要不去我家坐坐吧 姚德谦正愁没有说话的地方 萧露一提议 她立刻就答应了 三个人一起往萧露家里走去 萧露想着 自己上午买菜 真是明智之举 没想到晚上就来课了 回到家里 姚德谦看着萧露这大四合院 也有些吃惊 她竟然在城里 有这么大一个四合院 姚德谦都觉得 她混得不错了 萧露把她带到了正厅 陈芝去拿了些瓜果来 又泡了一壶茶端过来 给二人一人倒了一杯 萧露没有喝茶 只是坐在姚德谦的旁边 疑惑地看着她 姚经理 你怎么到我们这里来了 是来找我的吗 姚德谦这下进了屋子里 暖和不少 也不打哆嗦了 端起一杯热茶喝了一口 才告知萧露来意 我这趟来 就是专程来找你的 去年我不是去过你们村里采样吗 今年样本结果出来了 你们村的地 特别适合种黄旗 还有山上那片林子 也能种人参 听见她这话 萧露两口子都有些欣喜 这也算是一个好消息了 二人相识一笑 萧露看着姚德谦 等她说完接下来的话 姚德谦端起茶杯 又轻轻抿了一口茶 才慢慢说道 你们村的地 条件倒是符合 上次我看你们村 都挺有意向的 你觉得 他们愿意把地租出来吗 租 萧露有些怀疑地看看她 姚德谦点了点头 你们租是怎么个租法 按母算 一亩地一年五十块 萧露算了下 村里家家户户 都有十几亩地 按照这样算的话 一年也有几百块的收入了 只不过地全部租出去了 其他什么都不能中了 萧露想到自己 才开始的合作社 积压鱼猪全都要吃 要是地全部租了 到时候拿什么来吃 也是问题 主要是萧露觉得 租出去不是长久之计 几百块块钱 在现在是很值钱了 再等两三年的话 物价也会慢慢上涨了 但是他们中药材 至少都是三年起租 现在要是租出去了 一千多块钱 没有地和其他收入的话 到时候吃喝 怕是都成问题 萧露看着桌上的茶杯 眉头紧簇 姚德谦不知道她的心思 有些紧张 其实她昨天就来了 最开始不是来的萧露村子 而是另外一个村 主要是那村民一听地 全部租出来都不愿意 姚德谦都家到一亩地七十块了 他们还是不愿意 她没办法才退而求其次 选了萧露他们村 当时他们测评了 好几个村的土地 只有昨天去的村 和萧露的村里土质合适 他们最看重的 还是昨天那村子 主要是道路方便 眼下看着萧露有些犹豫 姚德谦考虑 要不要再加点价 没想到 萧露忽然开口了 姚经理 如果我们村自己种出来 卖给你们厂 这样可以操作吗 姚德谦也没想到 萧露竟然有这样的想法 心里竟然有些佩服她了 这个小年轻 年纪不大 处事手段和方法 比很多人都厉害 脑子也灵活 她考虑了一下 开口说道 你们种来卖 我们自然是要收的 只是 这就不是租链先买卖了 既然是买卖 那到时候 货出来 肯定就有等级之分了 萧露点了点头 她当然知道药厂的规矩了 不过她有信心 她问了一下 黄奇和人参的收价 姚德谦给她比了个数 萧露眼睛瞪得老大 这生意是绝对可以做 她就做个中间商 都能赚不少差价了 黄奇的价格不算贵 但也不算便宜 主要是人参 这个时候的收价 竟然能达到28块一斤 还要看年份和品项 年份越久的 要效越高 萧露想着 这生意能做呀 黄奇收价6块 两年就能收了 到时候 她就算按照5块 也能美金赚一块差价了 主要是人参贵 萧露看着姚德谦 眼睛不断地转悠 心里不知道在打什么算盘 萧露 怎么样 你想好了没 再有就是 你搞得定你们村里的人吗 萧露点了点头 笑着看向她说道 你们到时候 得给我们提供技术指导 至少一年 教会我们怎么种 怎么打药 除草 收割这些 村里肯定没问题 姚德谦想了想 觉得这也是个办法 笑着点头同意了 第96章 包土地 萧露和姚德谦 把这个事情一谈好 就马不停蹄地回村里 要跟村里商量这个事 这个事 是她起的头 当然现在 应该她回去通知了 只是村里 一共480亩地 现在药材厂 只要300亩 萧露暂时还没想好 到底用哪些土地 这个事的好好想好 要是一个不注意 到时候村里 容易起矛盾 萧露在路上的时候 就想了一个法子 但是不知道 村民的具体想法 他觉得 要不然就合作社出面 把所有的包了 到时候统一交地租 还有发工资就行 想到这几百亩地 萧露粗略算了一下成本 应该是还有的赚的 姚德谦这边 才给50块一亩地 萧露觉得 他给100块一亩地 到时候也有钱赚 只是现在 初步设想是这样 这些到时候 还要跟药厂 签合同之后 在最终决定 他回到家里东西 一放就去了村长家里 现在王美丽看到 萧露比 看见自家男人还要热情 萧露每次来 都是准有好事 王美丽给他端了椅子坐下 又泡了杯茶来 萧露等了一会儿 村长才姗姗来迟 他刚才出去 收土地替留款去了 回家一看萧露来了 村长也很高兴 萧露既然来找他 肯定是村里的事 不是大事一般 他不会来找自己 村长看着眼前的萧露 心中惊喜 坐在他的旁边 端起桌上的茶中 也喝了一口 萧露 你来找我什么事 他收这个款 也是费了一番口舌 现在村民有钱 也不交 一天推一天的 他每次收钱 都要费很大劲 还搞得怨声载道的 此刻端起茶杯 就不松手了 猛喝了几口 茶水太烫 又烫到他的舌头 他伸出舌头一只土 像只哈巴狗一样 看得萧露忍俊不惊 村长 我来找你是有大事 萧露的表情严肃 村长看了也不知道 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只能安静地听他说 接下来的话 村长 药厂那事有幸了 村长一听到这话 眉毛都挑高了 立刻偏过头来看着他 脸上带着欣喜 有有些不可置信 像是不知道萧露说的真话 还是假话一样 你说真的 那边怎么说 萧露笑了笑 详细地跟村长说了具体的情况 村长听到土地 要不完也觉得棘手 这个东西 要种肯定就要全部种一起 不可能你家地里一点 我家地里一点 而且 种植这个需要技术含量 不能随便乱来 给经过专业培训 要是不好好协调 村里说不定 要闹大矛盾 上次要敞的人一来 村民就抱了很大的期望 要是一家种 一家不种也麻烦 萧露 把自己租地的想法 说了出来 村长眼睛 直愣愣地看着他 仿佛不相信 他有这么大的魄力一般 隔了许久 村长才回过神 村里的土地 都租出去 老百姓的生计 也是个问题 村长考虑了半天 没有直接答应萧露 这个提议 他只说是要去乡上 汇报一下情况 到时候乡上 如果说是没什么问题 再到村里 萧露点了头回家 这么大的事 村长一个人 肯定做不了决定 乡上就算同意了 到时候村里开会 也说不定搞不下来 这个情况就是这样 一个村里 不可能所有的人 都是一条心 总有一两个 有其他想法的 这是很正常的事 反正 目前萧露也不着急 距离种子下地 还有一个月 萧露想着一个月时间 肯定有结果 姚德谦说的 种子要在五月下地 晚了 就得再等一年 主要是人参 要种在山上 还得开荒 山上地里的树 就得花时间 整理出来了 萧露想着 催催村长紧快 又转头 回了村长家里 没想到村长 比他还着急 方才说要去乡上 他才出门 村长就走了 看着村长这么积极 萧露也不必去说了 直接回家里去 刚才回去得急 还没看到 自家的鱼怎么样呢 萧露一回家 萧天就在鱼池边上了 自从上次买了鱼回家之后 萧天 每天都要过来看几次 养猪的事 他插不上手 现在养鱼是他自己在负责了 看见萧露回来了 他也有点惊讶 喂完手里的东西 就急不跑到萧露家的把子里 什么时候回来的 怎么不说一声 吃饭了吗 回来一会儿了 去了村长家里 萧天一听弟弟去村长那儿了 以为是合作社又有什么事 也没有好奇地多问 反正弟弟心里有数 他缓缓走进屋里 拿了两个馒头出来 自己吃了一口 另外一个递给萧露 萧露正好有些饿了 伸手接过那个白面馒头 啃了两口 哥 药厂那事有馅了 我们村的地震和是种 萧露一句话 经个萧天馒头都不吃了 一口馒头噎在嘴里 震惊地看着他 隔了许久才缓缓问道 真的 那什么时候开始种啊 马上要春播了 这种了药材 粮食怎么办 萧天的问题 也是萧露现在犹豫的 现在毕竟是八十年代 种了药材 没种粮食也不行 害怕闹饥饱 他慢慢把一个馒头吃完了 才缓缓地从凳子上起来 看着对面的山上说道 我给村长提了几个方案 他去乡上了 看看他回来怎么说吧 这个这么大的事 村长肯定做不了决定 去趟乡上是对的 萧天说完这句话 才缓缓吃完手上的馒头 既然已经有方案了 就看乡上同不同意了 萧天吃完又看了看鱼塘的方向 脸上带着些笑意 萧露顺着他的眼光看过去 忽然看到鱼塘边上来了一个人 王铁柱 他怎么来了 萧天闻声一看 笑着说道 他最近天天都来 但是每次来你都进城去了 刚好今天你在 他来得巧啊 王铁柱远远看到 萧露坐在坝子里 心里也很高兴 笑着走过来了 萧露 你今天总算是在家了 这几天我在村里找你 你去城里了 我在城里找你 你又回村里了 可把人好找啊 你还去城里找我了 萧露觉得不可思议 王铁柱有什么急事 还需要去城里找他 第97章 拖拉机 萧天把凳子递给了王铁柱 王铁柱就近坐下 萧天又进去重新端了一个出来坐下 又端了一盆馒头出来 萧露一看 盆里面还有七八个 王铁柱有两三天没吃白面馒头了 现在一下子看到蒸的这么好的馒头 立刻拿了一个塞到嘴里 大口大口吃起来 萧露 你家这馒头真好吃啊 萧露也拿了一个 干吃有点叶 他端起杯子 喝了一口水 我嫂子做的 是挺好吃的 你找我什么事 听见萧露问他正事 王铁柱拿起手里的馒头 三两下放嘴里吃完了 才开始慢慢说道 上次你不是让我去问 坤哥家的二手拖拉机吗 我前两天进城抓药的时候 坤嫂正要卖呢 而且价格比以前便宜不少 怎么样 有兴趣吗 萧露也没想到 他正想买个拖拉机呢 就送上门来了 他立刻把手里的杯子 放在一旁的柱子上 眼神直勾勾地盯着王铁柱 就连萧天也被他的话吸引了 把凳子端起来 往他们这里走过来 王铁柱 你不是忽悠我的吧 萧露还有些不幸 笑着问他 真的 听说是坤哥让他媳妇卖的 换钱熟他出去呢 萧露一听 觉得这下有点可信了 一个人在里面待久了 没吃没喝的 哪有在外面舒服 肯定想着给钱熟人 毕竟什么都没有自由重要 萧露看着 又偷偷拿了一个馒头的王铁柱 笑着问他 他那拖拉机 准备卖多少 他那车骑马都用过好几年了 贵了 我也不满 萧露以为他不知道 没想到王铁柱早就做好功课了 听到萧露一问 立马狗腿夫人回答他 我都打听好了 他那台拖拉机 东方红28的 马力大 坤哥媳妇说 买成4000多呢 才开了4年 其实坤哥进去了之后 就没人开了 准确来说三年多吧 现在他卖多少钱 你猜猜 他神神秘秘的样子 看着萧露想揍他两拳 不过看他的样子 见兮兮的 难道真的很便宜 能便宜多少 2000 肖露疑惑地问出自己心里的猜测 肖天也觉得 2000价格不贵 毕竟才开三年 价格便宜了一半 只是不知道实际车况如何了 王铁柱听到价格 还是笑着摇头 肖露一时间也不知道 他摇头是什么意思 是贵了 还是便宜了 别卖关子了 到底多少钱 肖天这么沉稳的人都忍不住了 要不是肖露抢先问出来 他就要开口询问了 看见两兄弟这么感兴趣 王铁柱觉得 自己是来对了 到时候说不定昆哥媳妇还给他一点介绍费呢 他伸出两只手 比了个数 1500 两兄弟的声音同时在耳边响起 王铁柱直接笑了笑 看着二人点了头 肖露和肖天都感觉有些不相信 疑惑地看向他 怎么会便宜这么多 别试车子有什么问题吧 肖天还是没被价格充昏头脑 稍微愣神之后 就说出自己心里的担忧 肖露听了也觉得不无可能 兄弟二人都看向王铁柱 等他解释 王铁柱也不藏着了 笑着跟兄弟二人解释道 其实 昆哥媳妇本来叫价是2500的 他这拖拉机很新 城里很多人想买 就拿卖水产的流赖子看上了 他是混社会的 手底下有几个小混伙 以前就跟昆哥不对付 现在昆哥进去了 他直接出800块钱 就想买了人家这拖拉机 两兄弟一听 才知道中间还有这桩事 一时不知道怎么形容自己的心情了 肖露理了李思路又接着问他 你说流赖子出800块钱 那现在为什么又是1500了呢 难道你在中间赚差价啊 肖露说完这句话 把自己都逗笑了 没想到肖天却像是 相信了肖露说的 疑惑地看着王铁柱 仿佛不相信他能有如此聪明 王铁柱一听这话也跳脚了 激动地从椅子上一下子站起来 肖哥 你说这话 我是那种人吗 主要是流赖子这人不好惹 城里人知道他出800块钱买 其他人都不敢出嫁了 昆哥媳妇一气之下 降价到1500了 说是谁给现钱就卖给谁 肖露和肖天一听都觉得有些头大 这拖拉机买了不就跟流赖子结仇了吗 但是这么便宜 不买的话 不知道下次去哪里找这种好事了 二人对视了一眼 互相点了点头 肖露对着王铁柱说道 我买 你进程跟昆哥媳妇说一声 明天我就去买 让他不要到处找人了 我给他1800 等昆哥出来了 就当交个朋友 王铁柱一听肖露的话 觉得他果然经非西比了 舍得钱就不说了 现在还懂得这种人情世故了 别看昆哥现在进去了 但是人家手里人脉广啊 再加上他媳妇砸钱 说不定过两天就出来了 到时候别说是流赖子了 就算是王赖子 张赖子也不怕啊 肖露其实也不知道 这个昆哥的实力到底如何 不过看他那么早就有那么大一家 面粉厂了 想必祖上开始就是有钱有势了 现在人家落难了 伸出援手帮帮忙也不算什么 说不定到时候 还真的有用到人家帮忙的时候 王铁柱得了肖露的准信 立马就进程去报信了 他这下子高兴得很 不仅三言两语帮 嫂子把车卖了 还卖高了几百块 这下嫂子一高兴 不是多给点介绍费给他了吗 越想越高兴 王铁柱脚步飞快 简直可以说是跑着进的城 一到城里 就禁止朝昆哥的面粉厂跑过去 谁曾想 刘赖子正带着人在这里闹事 刘赖子 以前阿昆在的时候 你屁都不敢放一个 现在他进去了 你才跑出来落井下石 今天我把话放在这 我这车放在这里烂了 我都不卖给你 昆哥媳妇话一说完 直接把面粉厂的门关了起来 王铁柱躲在边上 看着这惊心动魄的一幕 刚才他十分担心 刘赖子抱起伤人 不过刘赖子没做这事 还算是理智 王铁柱看着进屋的昆哥媳妇 心里不禁感慨 果然大哥的女人 也不是简单的货色 第98章 又买车 刘赖子的人全部走完之后 王铁柱才慢慢从巷子里出来 缓缓往昆哥家里走过去 他走上前扣了几下门 里面没有声响 他又用力扣了几下 刘赖子 说了不卖就不卖 别再敲了 昆哥媳妇的声音 从里面传出来 王铁柱被吓得一颤 咽了一口口水 才慢慢对着门内说话 嫂子 我是王铁柱 开开门 支 门从里面打开了 昆哥媳妇从门后出来 探头向外面看了看 王铁柱 你来做什么 嫂子 你那拖拉机 我找到买主了 是我一个兄弟 他出一千八百 让你不要卖给别人了 一千八百 昆哥媳妇听到这句话 有些不可以置信 脸上露出一抹疑惑 反复地盯着王铁柱看 看王铁柱的样子 也确实是 穿着一身补丁衣服 脚上的鞋都是烂的 实在是不像有这么有钱的兄弟的人 不过 反正他说明天就来买 那明天自然见分晓了 铁柱 你朋友 要是明天真的来买了 嫂子给你一百块提倡 王铁柱没想到大嫂 出手这么大方 一下子就答应给一百块 他本来只想着 从中赚的三四十块介绍费呢 听见这话的王铁柱连连点头 笑着跟嫂子道别之后 才慢慢往家里走 萧路这边还在等村长的消息 村长从乡上一回来 萧路就着急地跑过去 问情况了 没想到乡上也没有给答复 说是汇报到镇上去了 萧路也没想到租地的事 闹这么大 土地才刚刚下户没几年 萧路承包又闹到镇上去了 他还有些担心 他现在承包土地 别到时候又说他是资本主义什么的 他思来想去 心里有些不踏实 不过现在已经汇报上去了 他也只能硬着头皮等了 现在这个社会 就怕是什么都给你来个成分不好 成分不好的人走到哪里办事都麻烦 萧路就在这样忐忑的心情下 缓缓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起床刚开门 王铁柱就站在萧路家的把子里了 忽然开门看见一个人 萧路都吓了一跳 王铁柱 你小子干嘛 这么早就在我家门口 守着做什么 萧路被吓到了 说话也没什么好语气 王铁柱被资了一顿 也不生气 笑嘻嘻地走到萧路面前 萧路 不是说今天买拖拉机吗 我昨天都跟坤嫂说好了 咱们出发吧 萧路也没想到 王铁柱的行动力这么强 这么早就来了 昨天他也不确定 坤嫂能不能卖 没想到这王铁柱 还真的说成了 萧路看了看天色 心头也有些不踏实 反正村里的事暂时没有结果 萧路觉得干脆就去 把拖拉机买回来再说 他扣上门 拉着王铁柱就往萧天街里走 买拖拉机这事 还得多去几个人才行 万一刘赖子在那怎么办 见萧路往反方向走 王铁柱也有些心急了 萧路 不是说去买车吗 怎么往这边走啊 去我哥家 你不是说刘赖子天天都去吗 我不得找几个人啊 到时候没有帮手 万一刘赖子找事怎么办 王铁柱一听觉得是这个礼 他刚才竟然都没想过这事 不过他家在农村 也不是城里 刘赖子就算知道了 也不敢来村里找人 萧路也有些担心 万一刘赖子知道他的店在哪 到时候找麻烦 反正见招拆招了 他叫了萧天 又去喊了几个堂兄弟 几个人一早就往城里去 到了坤哥家 时间还很早 才八点多钟 王铁柱去敲门的时候 坤嫂都觉得不可思议 感觉太早了 几个人一见面 坤嫂都觉得 萧路不一定能拿出 那么多钱来 看着他带了好几个人来 坤嫂还有些警惕 嫂子 这个就是我朋友 萧路 今天一早 我就带他来了 坤嫂仔细看了看萧路 小伙子才二十三四岁 人长得还可以 不像是混伙 看他们几个穿的衣服 也知道是庄稼汉 应该不是混子 他稍微放下心 才领着几个人进屋 萧天也不会开拖拉机 进去看了看那拖拉机 几兄弟都围着看 嫂子 这拖拉机 车况怎么样 能开吧 这车还是新车 买回来没怎么开过 前几天还能打着火 这不是以前 停在外边吗 我前几天才叫人 开到里面来了 坤嫂信誓旦旦 萧路上前 拿起拖拉机 开车的扳手 插进去用力 搅了几下 果然传出了 轰隆隆的声音 这些人一听到声音 都兴奋无比 全都盯着那车子看 萧路以前什么车都会开 拖拉机还没开过 他坐上去看了看 试了一下手感 觉得跟其他车差不了多少 主要是方向控制不同 萧路试了试 把车子从厂里开了出来 几个人站在厂子门口 围着车子欢呼 萧天也没想到 萧路这么聪明 竟然看了一下 就会开拖拉机了 不过 这个本来也简单 主要是方向 把控住了 就好开了 嫂子 这车不错 我要了 就按昨天王铁柱说的 我出一千八百 给你 多出了三百块 就算是我的心意 毕竟以前 也跟坤哥见过 萧路真心实意的一番话 坤嫂也有些感慨 她刚开始看萧路的穿着打扮 觉得她实在不像是 出得起钱的人 此刻看着她 穿着一身破旧衣服 对她说 三百块 是给坤哥的心意 坤嫂感动不已 萧路兄弟 不瞒你说 自从阿坤进去 落井下石的人不守 你的人情 我记下了 等阿坤出来了 我肯定跟他说 萧路笑了笑 也没再说什么了 毕竟他根本不认识坤哥 只是说点场面话而已 嫂子 这是一千八百块钱 你点点 萧路从兜里 拿出一叠钱递给他 坤嫂伸出手去 接过来一张张地点了一遍 没有问题 车子你现在就开走吧 刘赖子早上要卖鱼 正好你开走 他不会出妖鹅子 萧路本来也担心 万一他看见了 去自己店里捣乱 现在刚好趁他不在 直接开回老家去 萧路戴了个帽子 几兄弟 跳上车斗 随着一声声轰隆隆的响声 跟着拖拉机往家里开去 第九十九章 租地 王铁柱借口 自己要去给老爸抓药 让他们先走 自己留了下来 坤嫂知道他想干嘛 也不拆穿 毕竟是他亲口答应的 这一下肯定要给兑现了 他从一叠钱里 数出一百块来 递给王铁柱 他连忙伸手接住 铁柱 这次的事 你办得不错 多亏你我的车 才能这么快卖出去 答应你的 拿着吧 王铁柱伸手接住之后 连连道谢 嫂子 谢谢你 下次还有需要我的地方 直接叫我就行 坤嫂点了头就进屋了 王铁柱捏着一把钱 紧张地离开了这里 他还是第一次有这么多钱 心里激动得很 拿出兜里的肉票和粮票 就往供销社走去 肖路一路上小心 谨慎地驾驶 车子轰隆隆地往村里开去 一路上围观的人 还真不少 不过都是眼熟 互相也不认识 肖路开着车 后面还坐着几个兄弟 一路静止朝村里开去 回了村里 听到响动的人 全都出来看热闹 一看 是肖路买了拖拉机 一个两个 都露出不可思议的眼神 肖路这小子 走了什么狗屎院 前几天用了那么多钱 现在又买了拖拉机 不知道他哪来那么多钱 听说他城里的店大得很 日进斗金 我还听说 他在城里买的房子 是四合院 你们说 他那饭店真那么赚钱吗 村里人七嘴八舌的议论 肖路也不在乎 反正买车回来 肯定会有人说的 他把车停在村里 准备回去拿东西 来把车子打扫一下 肖路 你回来了 身后传来村长的喊声 肖路也觉得意外 村长 你找我呀 我进城了一趟 你说的那事 镇上有回复了 你跟我一起 去一趟乡上 肖路一听心里高兴 正好他才买了拖拉机 高高兴兴地带着村长坐一圈 开着拖拉机 往乡镇扶走去 有拖拉机虽然高兴 但是路太差了 一路上抖的村长都快猛圈了 二人一直抖到了乡镇府 肖路把车子停好 村长才晕乎乎地下来 二人一起去了政府的大办公室 乡长亲自接待他 肖路啊 听说你的合作社 要承包你村里的地 你详细给我们讲讲你的规划 乡长开门见山 肖路也不含糊 三下五除二 讲了一边要场的事 前因后果都讲得挺清楚的 乡长和几个当官的一听完 也连连点头 他们也没想到 肖路的想法这么成熟 看得这么长远 乡长几人探讨完 咳嗽了几声 咽咽嗓子 对着肖路说道 肖路啊 你们合作社要做大做强 我们乡上和镇上没意见 现在政策也是大力发展经济 但是有一点 你们租了地 也要保证村民的口粮 肖路一听 乡长这话是同意了租地的事了 心里高兴得很 立刻洗上霉梢的跟乡长保证 并且把自己 对村里土地的安置 全都说了 乡长听完 也觉得肖路的想法不错 确实是慎重考虑过的 肖路啊 既然你都想好了 那就着手去干吧 我们这边没什么意见 希望你能越做越好 肖路笑着点头 跟乡长几人握手后 才慢慢走出乡政府 一路上 肖路都在心里想着详细的计划 和实施难度 就连村长叫他都没听见 肖路 肖路 哎 村长 你刚才叫我了 想什么呢 这么入神 我想问问你 准备什么时候 召集村里开会 肖路正在想这个事呢 村长问了 他沉默了几秒 才慢慢对他说道 村长 明天下午吧 我晚上再回去好好想想 到时候给村里人详细说说我们的规划 那行 你可想好啊 这事含糊不得的 想好了 我再去通知也不迟 村长以前一直是笑眯眯的 难得这么正经 肖路也跟着他一脸严肃的点头 二人说完话 肖路又去开拖拉机 村长却死活不肯再做了 他宁愿走路 也不受这个罪了 肖路才买了拖拉机 还没有体验够呢 见村长不愿意做 他也不抢球了 开着拖拉机 就像蹦蹦车一样 又从乡上抖了回去 他回到家里 刘英已经喂完兔子了 看见弟弟回来了 他惊喜地走上前来 肖路 村长让你去乡上说什么了 租地的事儿乡里 同意了吗 肖路进屋洗了下手 拿起桌上一个烙饼 啃了一口才慢慢回答他 嫂子 乡上同意了 现在就是村里开会 看村民同不同意了 刘英文言有些不屑地笑了笑 他们肯定同意 上次没能加入合作社 一个个的都后悔得要死 这次这么好的机会 没理由不同意 只是 刘英有些犹豫 想说什么又没说完 肖路抬头不解地望着他 嫂子 你想说什么就说吧 刘英有些孽诺 嘴巴如动了几下 才慢慢说道 村里其他人 我都不担心 就刘家人 我担心万一他们 又在中间使坏 肖路一听觉得 这也是个麻烦 不过现在也不确定 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 到时候再看吧 嫂子 别想那么多了 我这个也是为了村里 如果大家不同意 大不了就不中罢了 反正我们家的日子不愁 肖路一番安慰 刘英也觉得豁然开朗了 反正他们家的日子 还过得去 在整个村里来说 也算是头几份了 别人要是不愿意 就算了 他们自己 家里闷声发大财不好吗 这样一想 刘英觉得 自己的心情一下 就好起来了 兄弟 你说得对 咱们只是提的建议 用不用就是他们的事了 肖路看嫂子想通了 自己也觉得 开心不少 明天再说吧 肖天这时候 也回来了 这段时间 他都要在村里 到处逛逛 看鱼塘 看完又要 去养猪场看看 里面的鸡鸭 都开始长羽毛了 肖天还怕 别人养得不好 每天都要去检查一下 就怕有什么损失 肖路养的猪还好 一头都没丢 全都养得挺好 鸡鸭 倒是死了一些 肖天这个合作社的二把手 心疼得不行 肖路觉得 他真是多余了 毕竟养殖业嘛 不可能不出现这种情况 况且这些 都是幼苗 损失是难免的 第100章 开大会 肖天是老派思想 肖路和他说 也没用 争论无用 索性什么都不说 他钻进房内 拿出本子 开始仔细地想 明天开会的发言 想到什么都记下来 大的小的都想到了 肖路一一记下 写在本子上 最后再整理成了两页 他还把村民 可能提的问题 都考虑了一遍 才慢慢地收拾好心情 下午他去挤家 看了看兔子的养殖情况 过了半年 肖路自家的兔子 都有一千多只了 其他村民 家里有多少 他还没去看过 他在村里晃悠的鸡圈 大概估计全村 现在大大小小 加起来 估计有三千只了 主要是现在才4月 做辣货 至少都要9至10月 到时候天气好再做 等地的事忙完 肖路想着收一批 活吐去卖了再说 随便晃一下 就到了晚上 肖路躺在床上 又复盘了一下明天的事 才慢慢睡下 第二天一早村长 就用村里的大喇叭 通知开会 在家里的 地里的 都望着村里 唯一一个大喇叭 一轮纷纷 中午肖路吃完饭 就赶去大筛坝 没想到 村长都到了 肖路抬头一看 坝子里搭了几张桌子 上面还放了块红布 比上次开会搞得正式许多 肖路走上前 打了个招呼 村长 你们来得这么早 肖路 你来了 挨过来 坐这里 这是给你留的位置 村长指了指他旁边的座位 隔了一分钟就走上前去 坐在村长的旁边 村长 我坐在这里合适吗 有什么不合适的 你是合作社的负责人 等一下很多话 就得你来讲 肖路文言点点头 坐在椅子上 掏出自己的本子 放在桌上 隔了一会儿 就有村民三五成群的来了 看见肖路也坐在上边 心里有些疑问 肖路也不看他们 自己看自己的本子 底下人越来越多 议论纷纷的 这以前一年也才开一次会 现在天天叫开会 你们说 今天开会说什么 这谁知道 你们看肖路也坐在上面 今天是不是说合作社的事 哎 这次要是有机会的话 你们家不加合作社 要真能加的话 我肯定加 你们看合作社那些股东 年底分钱肯定能赚 光是那些猪卖了 都赚不少了 嗯嗯 我也是这样想的 上次就是想岔了 这次好好听听他们说什么 底下村民 七嘴八舌的在商量 上面几人正经危坐 各做各的事 陆续还有村民 拿着凳子往这边来 肖路拿着笔刷刷的 在写什么 众人不明白 今天开会主要是说什么 就连合作社的那些股东 也不清楚 有的人以为 是肖路又要开始吸纳 剩下的村民 进合作社 心中 还有点不舒服 毕竟最开始 他们没加入 现在眼看要挣钱了 再家人进来 都要分钱 这些股东 心里不知道 肖路怎么想的 都想着等下肖路 要是说这个事的话 他们也要提些反对意见 毕竟不能便宜了那些人 底下众人 各有各的想法 肖路在上面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 底下人猜什么的都有 就是没猜到 今天要说的一题 村长看着人 差不多到齐了 才慢慢清了清嗓子说道 底下安静下 接下来我们要开会了 村长 今天开会说什么事 几个好事的 早就忍不住了 听见村长开口 立刻发问 这不是正要说吗 你们别打岔 仔细听啊 今天把大家叫过来 主要是因为 合作社想要 租用大家的土地 统一种药材 药厂考察过后 我们的地 最适合种的是黄旗 山上村里的集体地 可以种人参 啊 人参 这就是上次药厂来说的那事吧 对啊 没想到还真能成啊 人参是好东西 肯定赚钱 我要种 对啊对啊 我也要种 村长 我要种 村长 你说合作涉租地 是什么意思 租我们的地 种人参吗 那我们还有的转吗 村长说了一句 种药材 底下立刻炸开锅了 七嘴八舌的 到处都在问 村长这边看一下 那边看一下 忙不过来了 问题 是一个都没回答 安静一下 大家接着听我讲 现在我们村的土地 加起来是480亩 山上的集体用地不算 药厂只需要300亩地 啊 那只需要300亩 是不是有的地不要 村长我们家的地 你可得给我安排上 我家的地肥啊 村长 我家的也是 都是湿的农家肥 村长 还有我家 我家也要算上 村长 那现在的地 都是农家肥 你得都给我们算上 村长一说 只要300亩 底下瞬间 就像是菜市场一样 都想着这次机会 有的人 甚至还吵起来了 村长坐在台上 忙得不可开交 安静 你们听我讲完再说 村长一发话 底下果然安静不守 现在都是才从 正公分的时代过来 村长以前 负责村里人的公分安排 现在虽然不用 集体生产了 但是村长的微信 还在 一看下面 安静下来了 村长才开始接着说话 今天叫大家来 就是为了商量这个事 药厂只需要300亩地 那租谁的地 租多少 怎么租 都是问题 为了村里家家户户 都能过上好日子 我们村上和乡上 包括镇上 都研究了许久 底下人一听 都你看我 我看你 有人想说什么 又怕村长骂 半天没有开口 经过商议 合作社决定 把我们村的土地 全部租过去 统一安排 目前是按照 一年一亩地60块 到时候村里 开始种药材了 包括前期的播种 中期施肥 除草这些 都是优先安排 我们村民做 这些都是有工资的 啊 这土地 全部租出去的话 我家16亩地 一年不是光租金 就有900多了 是啊 我家18亩地 算下来 有一千多呀 这买卖划算啊 村民一听到村长的话 开始七嘴八舌的 算计自己家 能得多少钱了 第101章 谈方案 一说到钱 底下七嘴八舌 声音一片 议论不断 有些人算完自己家的 又开始 去给别人家算账 算来算去 越算越多 都觉得不错 光是地租 村里差不多一年 就有一千块了 再加上他们以后 给合作社打工 还有卖兔子的钱 前前后后算下来 除去自家的吃食 一年下来 还能存几百块 众人 都有自己的小算盘 想着自家的地 就算租了 再去老婆娘家 种点粮食什么的 这不是一举两得吗 赚钱的事 谁都想干 很多人已经开始动摇了 就等着谁先 第一个同意 萧路看了看 底下人的神色 咳嗽了一声说道 大家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可以问我 这话一说 立刻又有人开始议论 萧路也听不清 他们说什么 隔了一会儿 才有人说话 萧路 地租给你了 我们不是合作社的股东 到时候会不会 你们做事的时候 不安排我们啊 对啊对啊 虽说给了钱 但是万一没有 其他收入来源的话 这点钱 也只能混得温饱 底下人纷纷赞同 但是萧路知道 他们这是夸大了 以前一年到头 光是种田 一分钱赚不到 现在租了地 他们还有打工的机会 怎么可能不赚钱 他整理了一下思路 慢慢说道 各位 你们的自留地 我们不租 你们自己可以种菜 种什么都行 剩下的土地 我们租了统一种药材 到时候村里播种 肯定会教大家的 每家 每户确保至少两个人 人少了 我们自己也忙不过来 底下人听到萧路的保证 心里也有些安定了 目不转睛地看着台上 萧路见他们没有说话 自己又接着发言 我们这地租了 到时候就是统一分配 人人都能来做事 到时候前期播种 施肥 除草 包括后期采收 加工这些 都要人 到时候 合作社都会安排大家 还有就是 我们现在有两个方案 第一个就是 合作社只租300亩 地我们自己选 给300亩的钱 按户头评分 剩下的180亩地 不管是谁家的 都拿出来 大家一起种粮食 村里每户分一分 这样确保了药材种植 也能供得上口粮 底下人一听萧路的提议 顿时开始讨论了 有觉得好的 也有觉得不好的 都怕自己的地租出去了 钱评分了 到时候 种地了别人的地不拿出来 小路 你现在说这个办法虽然好 万一到时候 我们租地的钱分出去了 人家没有租的地 不给我们种怎么办 说话这个人 是村里的老人了 一家三兄弟都在村里 他问这话 问出来很多人的心声 他们担心的 也就是这个问题 到时候人家不分的话 怎么办 我们到时候都要签协议 白纸黑字 不存在说不同意 而且 我们是先分了地 再分钱 不愿意拿地出来的 也不给钱 我们这样考虑 也是因为村里的地 有好有坏的 为了大家都能赚钱 才想出这个办法的 底下人一听 又开始议论 你一言我一语 三言两语说不完 小路和村长看了一下 又继续说了第二种方案 各位安静一下 刚才我说的是第一种方案 第二种方案就是 村里480亩地 合作社统一租了 除了自留地之外 其他地租了之后 都属于合作社统一安排 你们到时候 想要种庄稼什么的 就没地了 当然了 统一租地 肯定钱多一点 小路一说完第二种方案 底下又开启了 新一轮的讨论 小路拿着本子 不停地在写什么东西 村长和王会计 坐在上面不说话 看着下面的人讨论 隔了好一阵 不停有人问问题 小路都耐心地一一回答了 村民商量了很久 才开始慢慢静下来 村长看了看底下的动静 端起桌上的茶钟 喝了一口 才开始说话 大家都商量好了吗 还有没有不清楚的 或者是有其他意见的 都可以提出来 我们再商量 村长的话一出 底下人都四处张望 小路也往下看 没有人提出异议 就连昨天 嫂子担心的刘家几兄弟 也没有说话 看来大家都不想放过 这次机会 小路虽然提前预想过 但是没想到这么顺利 转念一想 毕竟是这么多钱 前几年人都还吃不饱 穿不暖 这两年 才勉强过的人日子 现在突然来了 赚钱的机会 有便宜不占 不是王八蛋吗 村长等了一会儿 见底下 没有其他的声音 开始让王会计几票 他轻了轻嗓子喊道 各家各户都在了 一家派一个代表 坐到前面来 我们开始投票了 他话一出口 底下开始响起 凳子推拉声 又开始吵吵闹闹起来 一家人派出一个代表 全家都在叮嘱他 等了一阵 三十四户人才做好 村长还挨个看了一下 确定都来齐了 才开始投票 同意租地的 都举手 底下人全都举起了手 王会计走下去挨个 看了一遍 三十四户人都同意 看见刘丽也同意了 萧璐还有些意外 他还以为他 又要出什么幺蛾子呢 没想到再大的仇恨 在前面前都是小意思了 王会计看好 全票通过 村长又接着说道 同意第一种方案的 就是租三百亩 地平分的举手 萧璐这下一看 举手的人还不超过一半 想来也是 全租的话 大家的土地有多有手 肯定不愿意平分 况且有的人 刚才还说要去老婆 娘家种点粮食 这些小算盘一答 第一种方案 是没什么吸引力了 萧璐其实也不想 他们选第一种 太麻烦了 后续肯定还要扯 处理不完的麻烦是 虽说是平分 但是得有好坏 到时候分也是麻烦 王会计寄好票 村长一看 只有十三票 这些人 都是村里地少的 家里人少 地也少 村长看了就知道 他们的心思了 他没有说什么 又对着底下的人 继续说道 同意第二种的举手 就是土地全租的 底下一群人举手 萧璐一看 超多亿多半都举手了 王会计挨个数了一遍 第二种方案 26户人家都同意 有几户人家的地 不多不少 什么方案都同意 现在看投票结果 大家都同意 第二方案 今天开完会 大家回去等着 我们跟药厂签了合同 到时候就在开会 叫大家来签合同 村长话一说完 底下人都有些意犹未尽 但是也不知道问什么 只能拿起自己的板凳 一群人往家里的方向走去 第102章 回家 村里开完会 村民回了家 还在议论这件事 田间地头到处都说的 这个新闻 就连以前 和销路不对付的刘家人 也在讨论这个事 有的人还在算 自己家的地 到底能租多少钱 有的好事者 已经跑到丈母 娘家去了 说是要帮丈母 娘家种地 这年头 土地就是粮食 家里有劳动力的 基本上都把地种上了 就没多少荒地 一群人还在讨论 村里租地的事 销路和销天 已经踏上了进城的路 他带了销天 和另外两个股东 一起进城找姚德谦 商量签合同的事 还想去他们工厂看看 一群人到了城里 销路找到 姚德谦住的旅馆 还没上去 就发现姚德谦 正在楼下的面馆吃面 销路没有进去 就在外面等着 隔了一会儿 姚德谦吃完 才慢慢走出来 销路上前 一步叫住他 姚经理 销路 你专程来找我的 村里的是说好了 姚德谦回头一看是销路 脸上也带着些惊喜 他还想着 再等一两天 销路这边不回信 他就去村里找他呢 姚经理 我们找个地方谈谈吧 要不还是去我家算了 销路说出这句话 姚德谦想了想 点了头 这城里也就销路家里 谈事方便些 他跑上楼 拿了公文包下来 一群人跟着销路 在城里左右穿插 一条条巷子走完 总算到了销路家里 村里两个股东以前 听说销路买了四合院 还有些不幸 以为是很小的那种 这次跟来一看 没想到销路的房子这么大 两人眼里 都露出一丝羡慕的神色 销天看在眼里 没有说话 销路完全没有注意 他们的想法 心思都在姚德谦的身上 几人进去坐了下来 销路去泡了一壶茶过来 给每个人都倒了一杯 销路 你媳妇怎么不在啊 一个股东 没看见陈芝 好奇地问他 只只每天要去店里 店里收钱离不开人 下午就回来了 两个人闻言 又是互相看了一眼 现在才知道 销路家底后食 说实话 他们还有些不能接受 销路一年前 还一穷二百 忽然洗心革面 还发财了 这种落差 让人很难意识接受 坐在销路家里 眼神四处看 心里有些羡慕 姚经理 今天来找你 就是希望 上次跟你谈的事 能够写成条款 著名在合同上 姚德谦文言 有些意外地看着他 村里都说好啊 销路点点头 姚德谦这下 觉得更加意外了 笑着看着他说道 你小子行啊 这么大的事 短短几天就说好了 你是怎么说服 你们村的村民呢 也就是合作社 出面租地 把所有的租金啊 福利这些都说了 他们一算划得来 自然就愿意了 姚德谦想想也是 主要问题 还是他们村人少地多 人际关系简单 像他前几天 去的那个大村 接近二百户人家 那真是什么都不好说 说完就有人挑事 不管怎么说 地的事情落实了 姚德谦心里 舒服了很多 这个事情弄好了 他回厂里 也有交代了 那你们派两个人 跟我去一趟京市吧 合同都在我们厂里 顺便你们也好参观下 我们厂子 到时候还有种子 都要从厂里拿过来 销路来找他 也正是这个意思 没想到姚德谦 直接邀请他们了 销天和其他两个股东 本来心里 还有些秃秃的 但是现在人家 主动邀请他们去 他们也就安心了 至少不用担心 他是骗子 销路也是这样想的 只要去了他们厂里 签了合同盖了张 不怕没有钱赚 几个人说好了 销路就决定 带着销天 和另一个人一起去 三个人去 也有个见证 免得到时候 回来别人说嘴 安排好一切 销路出去 买了菜回来 准备在家做炖饭 招呼几个人 没想到隔壁王 阿姨听到声音 还以为敬贼了 跑过来一看 才是销路回来了 销路 是你回来了吗 王阿姨推开门 小心翼翼的进来 销路在厨房听不到声音 还是销天 听到响动出来看 王阿姨 是我们来了 哦 是销天啊 销路回来了吗 我在隔壁听到动静 还以为家里进贼了 王阿姨一番话 搞得几个人 有些略显尴尬 都默不作声 她也反应过来 自己说错了话 立刻有些没趣 自己轻声地走了 几个人中午 在销路家 吃了丰盛的一餐 中午陈芝回家的时候 还吓了一跳 销路又闷不吭声地回来了 销路这次回家 也是想问问 陈芝手里还有多少钱 眼看村里的地租了 就要付租金 四百多亩地 一年租金 就要接近三万块钱 销路手里 只有一万多 她想着 先收一批兔子 再挣点钱 到时候就够了 不过 眼下没有时间 她还没去联系 去年那些饭店 芝芝 你去休息吧 我自己来就行 陈芝一回家 看到家里来人了 寒暄了几句 就给客人乘饭 销路连忙阻止她 让她去休息 陈芝好不容易 见一次销路 哪里舍得出去 就坐在餐厅 看他们几个聊天 几个人 把什么都说好 商量好了两天后出发 姚德谦就回了招待所 销天和另外两个股东 也要回村里去 后天一早在京城来 销路把所有人送走 才回到家里 陈芝盯着销路 看了好久 看得销路 不有些不自在了 芝芝 你看什么呢 我看你啊 回老家这段时间 是不是很辛苦 黑了 也瘦了 销路闻言笑了笑 拉着她的手 坐在她旁边 回家里 肯定比不上城里啊 整天到处跑 再说了 来人吗 黑就黑点吧 陈芝笑着打了她一下 去厨房 找了很多好东西出来 想着晚上 做顿好吃的给她补补 销路看到了 立刻抢着动手 陈芝拿她没办法 只能让她去做了 销路才吃了饭 根本不想着晚饭的事 她看着陈芝的肚子 显怀了许多 伸手轻轻摸了一下 仿佛感受到了里面的 小生命动了一下 她惊喜到 芝芝 她动了 这还早呢 哪里感觉得到 陈芝笑着打去她 销路无赖地说道 真的动了 我刚才感觉到了 第103章 坐火车 两口子插磕打混 一个下午很快就过去了 销路下午在家 给陈芝做好吃的 陈芝也一直在厨房帮忙 销路一边做饭 一边看她 芝芝 最近店里生意怎么样 还行啊 跟以前差不多 一个月比以前还多了些 主要是前几天 斜厂的饭堂说是 吃到老鼠了 好多工人中午 都到我们店里来吃了 啊 怎么会有老鼠啊 不知道 估计是不小心 掉进汤里了 不过工厂领导 没有好好处理 工人心寒 这段时间正在闹呢 集体不在饭堂吃 说是想把饭堂的人换了 销路也没想到 还会出现这事 对他们店里来说 这也算是个喜事了 那厂里换几个人 煮饭不就行了 又不是故意煮的老鼠 偶尔掉进去了 没办法呀 销路想着这种情况 应该很好解决 估计也就一两天生意 陈芝却说道 就是饭堂那几个 都是厂长家亲戚 平时做饭不积极 经常耽误饭点 做得难吃 卫生也不搞好 这次厂里趁这个机会 想把他们全换掉 但是厂长好像还没下决定 销路一听才知道 还有这个缘由 心里也有些感叹 反正也算是 他们店里的造化了 销路做了点溜肉段 给陈芝却了两口才慢慢说道 芝芝 我们还有多少钱 我把村里的地都租了 需要两万多块钱 我手里只有一万多 你那里还有吗 陈芝没想到 销路竟然租了这么多地 听他一说也吓了一跳 不过上次姚德谦说是众人参 他也知道 只是没想到 竟然是销路把地都租了 他去了卧房 拿出一个盒子 上了两把锁 销路聚精会神地看他开锁 只见他从身上拿出一把钥匙 熟练地打开两把锁 甚至只是摸一下 就知道拿把钥匙开哪个锁 看他的熟悉程度 销路就知道 他肯定天天看着钱 陈芝慢悠悠地打开钱盒 销路一看 里面好几叠钱 他拿出来一打打数完 才九千多块钱 还差好几千 陈芝看钱不够 也有些着急地对他说道 要是能等到下个月就好了 我们店这几天生意好 一天能收五六百呢 再等半个月就差不多了 销路把钱放回去 眼下还不着急 村民那边 到时候实在没钱 可以先付半年的款 再说了 销路还准备收一批兔子去卖 到时候卖了 肯定能凑几千了 这点钱他还是不担心的 他做好了晚饭 两口子坐在厨房里吃了起来 销路还喝了几口小酒 芝芝 小赵和小刘最近怎么样了 你一个人在成脸 我不放心你 你想不想回村里去 陈芝文言 有些欣喜地看着他 眼里有惊喜 更有意外 隔了一会儿就平静下来 我当然是想回村里了 只是我走了 店里怎么办 你要是想回去 我自然有办法了 只是你现在还没生 回去了不方便 等几个月 你生了孩子做完月子 就可以带孩子回老家去 陈芝文言欣喜若狂 看着销路蒙点头 销路伸手揉了揉他的头发 把他的头发揉得毛茸茸的 陈芝四又想到什么 看着销路道 我回去了 店里怎么办 你不会想关店吧 这店这么挣钱 我告诉你 我可不关啊 山人自有妙计 销路渐渐地说了一句 又不全部说完 看得陈芝芽痒痒 两口子吃完饭 天还没黑 销路和陈芝出去散散步 又到了隔壁的沈教授家里面 销路是想感谢他们这段时间照顾陈芝 他今天来的时候 还带了几只兔子来 准备请他们两口子 明天来自家吃兔子肉 沈教授听到销路要请客 高兴不已 他本来就是老涛客 现在有人做好吃的请他 二话不说就答应了 请了客人 两口子慢慢回家 天也黑了 城里虽然有电 但是电费不便宜 而且也经常停电 销路他们晚上也很少开电灯 大多时候还是点的没有灯 眼下也没个电视看 他们躺在床上聊天 销路想着 等两天去京市 那边繁华 又是大城市 看看能不能买台黑白电视机回来 有个电视机 看看新闻也好啊 这个想法 他越想越觉得好 眼下他不准备告诉陈芝 想着 要是真的买到了 到时候给他一个惊喜 陈芝怀孕睡眠挺好的 上床没一会儿 就睡着了 销路扯过被子 给他盖上 自己也慢慢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 销路就去了店里 一直到中午忙完才回来 这两天店里生意 确实不错 销路光是擦桌子上菜 就忙得不可开交 还要加上收钱 销路中午收的钱 都有好几百 他打量了一下这个小店 感叹自己当初开店的决定 多么正确 要是没有这家店 他哪里能那么快 淡起现在这番誓言 晚上回家 销路做了麻辣兔头 还有手撕兔 冷吃兔 吃的沈教授 那是连连夸赞 陈芝也好久没吃了 不过销路做的重口 他只是尝了下味道就不吃了 倒是沈教授非常喜欢 几个人吃了两只兔子 沈教授一直夸销路手艺好 第二天一早 陈芝还没起床 销路几人就出门了 跟着姚德谦 一起坐上了前往京市的火车 这个年代都是绿皮火车 虽然距离不远 但是坐车时间也不短 短短两百多公里路 火车开了整整一天才到 销天和另外一个村民都没坐过火车 上了车看什么都兴起 但是又怕别人看出来 他们没坐过火车都有些色缩 坐在位置上不敢动一下 这车子上太挤了 销路也不敢动 一走自己的座位就没了 这还是短途 要是长途 那真是不知道怎么搞了 销路 这火车原来是这个意思 以前老听人说坐火车 没想到是这样的 能坐这么多人啊 坐在他旁边的一个村民 悄悄地在销路耳边嘀咕 销路听了指了指过道上的人说道 坐着别动 一动咱们的座位就没有了 村里人都是老实人 一听到销路说的话 几个人愣是一天都坐在位置上 中午吃了两个自己带的馒头 一下都没起来过 晚上一下车 几个人就疯了一样地找厕所 看得姚德谦都不知所措 第104章 签合同 几个人坐了一天的火车 终于到了京市 销天和另一个村里的村民 看着发达的京市 心里都有些色缩 他们都是第一次出事 从小到大几十年没有出过自己老家 突然来了这边 看着这灯红酒绿的城市 心里有些害怕 一路上紧紧跟着姚德谦 生怕自己走丢了 销路倒是没表现出什么情绪 他本来是现代人 北京上海那种国际化大都市 也去过无数次 眼下看着八几年的京市 心里没什么忐忑 姚德谦带着几人进了他们厂里 给他们安排了一间厂里的宿舍 又带着几人去饭堂吃了一顿 几个人早上中午都吃的馒头 眼下看着一碗热腾腾的肉丝面 简直馋的口水直流 几个人跟姚德谦客气了两句 就端起碗直接开干 饿了的人吃什么都津津有味 满满一大碗面下肚 终于赶走了那种鸡肠碌碌的感觉 姚德谦送三个人到了宿舍门前 对着他们嘱咐道 你们晚上就在这里睡 明早上我来找你们 带你们参观一下 姚经理 你放心去吧 我们明天在这里等你 萧露还没说话 萧天立刻接了一句 姚德谦点了点头 又想起了什么 继续嘱咐了一句 你们不认识洛 晚上尽量别出去乱跑 万一走丢了麻烦 另外一个古东村民 听到他说的话之后 立刻答道 你就放心吧 我们今天都累了 不会出去到处跑的 姚德谦说完才 安心地点点头 慢悠悠地往楼梯那边走 路上碰到好几个人 都跟他打招呼 叫他姚经理 萧露心里暗暗落下一口气 至少可以看出来 姚德谦说的都是实话 没有撒谎 三个人到了屋里 里面干净的 像是县城的招待所一样 床单都是白色的 萧露没什么感觉 萧天和另外一人 却把衣服裤子 全脱光了躺在床上睡 全身都洗得好干净 生怕把床单给人家弄脏了 三个人一路上位的不行 一躺下就立刻睡着了 只不过几个人 呼噜声都特别大 一晚上像是拉锯一般 整个房里震天响 第二天一早 姚德谦就来了 带着三人去吃了早饭 然后带着几个人 去了他们的实验室 三个人换好衣服进去 姚德谦边走边介绍 生产车间你们进不去 我等下带 你们到外面看看就行 那里面都是药品 不是厂里的人不能进去 怕有细菌 萧露和萧天几个人 听完都点了头 姚德谦带他们 到了很大一个实验室 里面的人全都穿着白大褂 像是医院一样 萧天 咱们这是到了医院了吗 那个村民老哥 捅了捅萧天的胳膊 轻声问道 不是说了吗 这是制药厂 别出声 跟着看吧 萧天悄悄在他耳边 捣鼓了几句 那人点了 头像跟木头一样 跟着几人一直走 左转右转 四处张望 他这是第一次 看到这么多高科技的东西 既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也不知道用途 只能听着姚德谦介绍 像是听天书一样 反倒是萧露 像是能听懂一样 偶尔还能提个问题 那个村民也纳闷 萧露一个小学 都没毕业的人 到底咋听懂的 这些都是我们实验室的机器 你们看看就行 别上手啊 就要几十万 国外进口的 萧天和股东老哥 一听到几十万 这个数字 脑子都梦了 他们一辈子 连一万块钱都没见过 现在既然见到一台 机器就要几十万 心里无限感慨 那老哥仔细观察着那机器 心里想着 自己这次来对了 他要好好 把这机器的特征 名字全部记下来 回村里 够他炫耀一年的了 一路上不断有人 跟姚德谦打招呼 萧露几人 带着访客的牌子 也备受瞩目 别人都以为他们 是哪个公司来的呢 穿着衣服 也看不清 萧露没觉得有什么 萧天道 是有些不好意思 每每别人看过来 他总是下意识地低头 几个人 在一栋楼里到处走 很多门 开着的实验室 他们都去看了一遍 有些正在实验的他们 进不去 就站在门外看了看 萧露也是第一次 到药厂参观 他以前当公务员的时候 工厂倒是去过不少 药厂倒是第一次 而且这次他来的是实验室 更觉得新鲜 一路上走走问问 上午很快就过去了 中午的时候 姚德谦带着几个人 走了很远 才到了制药车间 萧露抬头看过去 里面的人全身都包完了 只有一双眼睛在外面 几个人也觉得稀奇 站在窗户边上 看了许久 尤其是古东老哥 这窗看完看那窗 几个人走得快 一上午 就看完了园区的所有大楼 姚德谦说是 还有一个厂 里面没有研究室 全是车间 萧露他们却不想去看了 一是厂子太大 全靠走 再就是看来 看去都是一样的 全是机器 他们也看不懂 萧露只希望 把公钥合同签了就行 到时候种子一拿 他们回去好 安排村里播种啊 姚经理 厂子我们看了的大概 对你们的规模也了解了 我们签约吧 按照咱们上次说的内容 萧露爽快的一句话 姚德谦也很爽快 她带着几个人 去了另外一栋楼 萧露抬头一看 上面写的后勤保障课 几个人进去了一个大会议室 里面可以坐几十个人 进去等了一会儿 来了两个女孩子 还抱着一台什么东西 姚德谦也来了 一边给那两人说 他们一边打 看得萧天和股东老哥 嘖嘖称奇 萧露知道 这是老师打字机 不过他也没见过 原来是这样操作的 没要多久 一份合同就打印出来了 萧露拿过来逐一看了 上面写的 和他们当时谈的差距不大 就是结算的价格 上面也写着 上下浮动5% 根据当时市场行情 萧露又递给萧天 和另一个老哥看了看 他们没什么文化 推说萧露看了就行 萧露怕有遗漏 又仔细看了一眼 对着几个人点了头 姚德谦 这才让两个女孩子 又打了一份 一模一样的出来 萧露签上字 姚德谦拿去厂办 没一会儿就拿过来 给了萧露一张 他拿起来一看 上面盖了一个 鲜红的印章 金氏制药厂 第105章 电视机 萧露大手一挥签了合同 这也意味着 他们村正式和金氏药厂 有了供销关系 他有些高兴 姚德谦也来了一桩心事 萧露把那张合同 用油纸包起来 小心翼翼地 放在自己带来的背包里 萧天还仔细检查了 他的拉链 萧露的包是腰包 他们三个人 都没带什么东西来 只想着 来这里一两天就要回去 连换洗衣服都没带一套 姚德谦下午 带三人去金氏逛一圈 萧露也有些兴奋 这里毕竟是大城市 很多他们那里没有的东西 这里有的是 萧露怕合同丢了 腰包特意放在前面背着的 几个人一起去逛了有一百货 萧露买了些东西 有给陈芝的 还有给嫂子的 萧露又去看了两只钢笔 决定带回去送给沈教授 他给王阿姨也带了些东西 萧天和股东老哥 没那么多钱 精挑细选地再看 里面东西虽然多 但卖的也贵 两个人看了很久都不敢出手 但是好不容易出趟远门 不给家里的老婆孩子 带点东西回去 也说不过去 最后两个人一人买了一包糖果 那个卖货的 说是进口的 外国来的洋货 萧露也买了几包 准备带回去分 临走时看到对面的大厂 萧露猛然想起来 国内第一台电视 好像就是在京市生产出来的 买电视机的欲望 又在他脑海里 强烈地涌现出来 百货公司有21寸的彩电 但是一台要几千 萧露现在经济吃紧 不敢下手 他看了看旁边的姚德谦 记上心头 姚经理 你能不能搞到电视票啊 我想从这边 带一台黑白电视回去 姚德谦听到了 也有些意外 没想到萧露对生活的要求 还挺高的 竟然想到 要买电视这种高档货 他想了想 缓缓开口道 我的票早就用了 但是我们常有 很多是两口子 双职工来的 我回去帮你问问 但是这个票不好 弄你知道的 说不定得花钱 姚德谦话说这么明白了 萧露哪有不懂的 当即拍胸脯说道 姚经理 只要你能弄来 我可以给50块钱买票 你帮我问问 有谁愿意把票转给我的 谢谢你 姚德谦也没想到 萧露这么大方 当即答应下来 回去就帮他问 几个人又在城里逛了一圈 还去听了相声 三人晚上回去 姚德谦没一会儿就找来了 还带来一个人 萧露大眼一看 是厂里一个工人 穿着厂里的衣服 萧露 你不是想买电视吗 他手里有票 那人立刻从兜里 掏出一张票来 递到萧露面前说道 我和我媳妇都在厂里 我的票已经用了 我媳妇还有一张 听姚经理说 你出50块买票 萧露伸手去拿那张票 那人手立刻收了回去 萧露扑了空 他立刻打开腰包 拿出50块钱递给那人 那人喜出望外 伸手来接 萧露也收了回去 那人不明所以 不解地看着他 我先验货 萧露理直气壮地 说出这句话 那人看着他手里的钱 把票递到他面前 萧露拿到手上 仔细地看了一看 的确是电视票 上面还盖了张 这下他把50块钱递给那人 那人接到手里 数了一遍才心满意足 好了 票也有了 明天星期一 你刚好可以去买 错过了 就等下周一了 明天可得早点起 你放心 我明天早上一早就去排队 保证比别人都早 姚德谦白天就带萧露 去卖电视机的地方看了 刚好明天星期一 萧露决定五点就起来 早早过去排队 这年头 电视机 收音机这种稀缺货 就算你有票 一次也没有那么多 有些时候一次买不到 还得等很久 萧天也不知道 萧露买电视做什么 他们没看过电视 倒是看过几次乡上组织的电影 不过只有画面没有生意 而且还是好多年前看的 他也不知道 电视机买回去能干吗 萧露还这么大老远的来买 萧天和股东老哥 都有些不理解萧露 认为他乱花钱 萧露买电视 主要是因为晚上没事干 天黑就只能睡觉 有了电视机 还能看看电视和新闻 多了解了解国家的政策 也是好的 第二天一早 萧露就出发前去卖电视机的地方 因为他们今天就回家了 三个人都一起去了 去到那里 天还没亮 三个人站在那门口等 四月底的天气 早上还是有些冷的 萧露去了前面 竟然已经有两个人在等着了 为了一定能买到 萧露让萧天二人 都站在自己后面 防止后面来的人插队 陆陆续续又来了很多人 排队的队伍天还没亮 就老长一条了 等了大概两个小时 那门终于开了 萧天一看 货架上就七台电视机 14寸的黑白电视机 标价是480块 一看只有七台 后面的都开始急起来了 还有人开始卖惨 萧露幸好 早就安排了两个护法 在自己身后 他排第三 肯定能买到了 后面的都别挤啊 今天只有七台 排在后面的下周清早啊 售货员在上面大声地喊着 后面的人 骂骂咧咧地走了 把票盒钱拿上 一个个来啊 前面的七个人 上面一喊 萧露就拿出了 小心珍藏的 票盒480块钱 轮到他的时候 他递上去 售票员点了一下钱 给他抱来了一台 14寸的黑白电视机 他打开箱子 给他看了看 里面电视 好好地放着 天线这些 都一英俱全 萧露抱着电视机 三个人喜滋滋地 往火车站赶去 他一路上都在傻乐 看得萧天直摇头 萧露 这电视有什么看的 你这么高兴 哥 你不懂 等回去了 我按上你就知道了 萧天没什么兴趣 倒是股东老哥兴趣很浓 三个人赶到火车站 火车还有一个小时 就发车了 萧露又去买了几个馒头和烧饼 三个人轮流去上了厕所 才上了火车 踏上回乡的路 跟来的时候不一样 回去的时候 车厢还比较空 萧露一路 把电视放在自己脚下 生怕磕着碰着 到了半途停靠的时候 上车的人渐渐多了起来 就连车上的厕所里面 都站满了人 三个人又像来的时候一样 坐在位置上整整一天 第106章 回宝定 三个人坐了整整一天的火车 终于到了宝定府 萧露到家的时候 看了看时间 已经是晚上八点了 他们忽然回来了 陈芝忙着给他们打扫房间 萧天和股东老哥 一起住进了萧天他们 过年住的那间房 现在天气不是很冷了 没有烧炕 但是那房间里没有床 只能睡炕上 晚上萧露也不想去烧炕了 黑灯瞎火的 陈芝拿出棉被垫上 又找了被子给他们盖 股东老哥第一次住萧露家 觉得很新奇 萧露家虽然大 但是什么家具都没有 他这才想明白萧露 在老陈家里买那么多树 是干嘛的 萧天 你弟弟在老陈家里买的树 是不是用来打家具的 萧天文言有些猛 仿佛想不起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半天才反应过来 点头道 是啊 就是买来准备打一套家具的 你也看到了 他们家这么大 空得很 买那么多树 要做多少家具啊 萧天也不知道 弟弟的规划 只是摇头 两个人洗完脚 在房间里左右 都睡不着 股东老哥 又找萧天说话 萧天 萧露买的那个电视机 你说到底是个 什么意思 我听说打开 就跟看电影一样 以前放电影的 不是来过村里吗 你没看过呀 那奶能一样 那卖电视的人 不是说了 里面的人有声音 什么都能看到的 萧天也没看过电视 具体里面 眼什么他也不清楚 只能对着他摇头 那老哥眼中 闪过一丝金光 对着萧天说道 天 反正咱们明天 也没什么急事 在萧露家 看看电视再回去呗 萧天文言看了他一眼 有些惊讶 这个老哥以前 在生产队 家里是第一抓的紧的 一有空闲 就在地里 现在突然不想回家了 他不禁感叹 电视的吸引力太大了 见他没反应 那老哥又捅了 捅他的后背 天 怎么样 你倒是说句话 明天再说 那就这样说好了 明天 可别一早起来 就回去 到时候你说要走 我可不好意思 一个人留下 那老哥自言自语半天 萧天也没理他 自己睡在靠墙的一边 心里也在想着 电视机里 究竟有什么 萧露安排了哥哥二人 才回到自己的房间 他带回那么多东西 陈芝正在整理 萧露把脏衣服 都换下来 放在墙角的木桶里 走上前 在包里翻了几包糖出来 芝芝 这是给你带的 其他国家进口来的 你自己吃 别给人送 这东西不便宜 陈芝接过糖果 当场就撕开 吃了一颗 进口的就是不一样啊 太好吃了 陈芝又拿出一包 递给萧露道 这包让大哥带回去 给嫂子 和侄子们也尝尝 你拿着吧 这就是给你的 哥那里 我早就给他了 陈芝文言 把那包糖果收回来 起身拿着几包糖放 在墙角的一个小柜子里 看着空荡荡的屋子 陈芝有些感慨 萧露 咱们的家具 什么时候能做啊 这家里太空了 很多东西 都没地方放 我全都堆在 西屋那炕上了 咱们买的树 还没干呢 我上个月看过了 估计要今年冬天才行 陈芝一想 还有大半年 心里知道 急也没办法 只能等他 慢慢干了 他眼神看见 萧露带回来的大箱子 疑惑地问道 这箱子里 是什么东西 你去一趟京市 带这么大箱子回来 里面装的什么 你猜猜 猜不到 陈芝看着那箱子 外面什么都没写 他也猜不到 里面具体是什么东西 萧露朝他招招手 陈芝疑惑地向他走过去 萧露指了指 自己的耳朵 陈芝直接把耳朵 贴到他的嘴边 萧露在他耳边 轻声说道 电视机 什么 电视机 陈芝这下算 是听清楚了 回过头来 惊喜地望着他 一脸不可置信 真的 你打开看看 陈芝这下等不及了 立刻下床 找了把剪刀 剪开外面的包装 里面果然是一台电视机 全新的黑白电视机 喜欢吧 14寸的 本来想买彩电的 但是商场 要好几千 太贵了 我们目前 经济吃紧 以后再慢慢换吧 陈芝看着那台电视机 爱不释手 左看右看 一直摇头 有台电视机 就不错了 还要什么彩电 你怎么想到 要买台电视机的 陈芝回过头来 惊喜地看着肖露 笑着问他 你不是喜欢吗 我看你经常去商场 看到那台电视机 就走不动路了 每次都要看半天 陈芝文言面上 有些挂不住 我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 我只是 没看过电视吧 再说了 那里面演的 都可好看了 现在我们家也有了 我明天 装到正房的客厅里 把电荷天线接好 以后 你就可以天天看电视了 陈芝文言 笑着点了点头 两口子躺在床上睡觉 肖露的手又伸过去 摸了摸陈芝的肚子 惊喜地道 芝芝 他动了 刚才动了 陈芝文言觉得 有些好笑 笑着对他说道 现在 偶尔会动一下 第一次动的时候 我都吓了一跳 跑过去 问了师父 师父才跟我讲了些运气的事 我现在都不想 你这么大惊小怪了 肖露耳朵 贴上去仔细听了听 只能听到陈芝的心跳声 肚子也没了动静 他抱着陈芝 手掌轻轻放在他肚子上 又说了很久的话 才慢慢睡着 第二天一早就起来 陈芝给几个人做了碗面 肖天本来想回家了 但是鼓动老个 还想看看电视 肖露本来想 先去店里 下午再来装的 但是哥哥 也没看过电视 肖露决定 现在装上算了 反正也不费什么事 他找来一节电线 装上了插座 电视机一接上电 立刻有电了 只不过上面 都是马点 什么都看不见 几个人 看到状况 都有些摸不着头脑 肖露 咱们不会是上当了吧 这怎么不显示人呢 该不会是坏的吧 肖东老哥着急地对肖露说道 心里很气愤 觉得那480白花了 还让他们扛这么远 那天也起那么早排队 别急啊 天线还没装上呢 装上就能看了 肖露一解释 几个人这才安心 肖露拿着天线 搭上梯子爬到房顶 再高点 矮点 往刚才那边 哎 有了有了 几个人费了好大劲 终于把电视机装上了 第107章 看电视 肖露找好位置 肖天给他递了工具 两个人一起把天线固定好 肖露顺着梯子下来 陈芝和那老哥已经在看了 肖露 这电视跟以前的电影一样 没有声音啊 股东老哥看到里面有人 但是听不见声音 觉得还是跟以前看的老式电影 没什么区别 有些失望地对着肖露感叹 肖露走过去 在电视机的正面 找到一个按钮 把按钮慢慢扭了几下 电视里忽然就有声音了 哎 有了有了 电视里正在播新闻 几个人都好奇地看着 尤其是陈芝 兴奋不已 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去年这个时候 自己还吃不饱 穿不暖 整天害怕 没想到 仅仅一年的时间 他就能过得这么好 不仅吃得好穿得好 有大房子住 现在连电视机都有了 肖露走上前 扭了几下频道 全部是完了 一共只有两个频道 一个本地的 一个中央的 这个时间段还是早晨 都在播新闻 几个人看了一会儿 都觉得新奇 肖露看了下就走了 今天他在 就让陈芝在家里 他去店里帮忙去 市里的商场 有一台电视机 陈芝每次去逛商场 确实要看好久 今天家里买了电视 他也是觉得新奇 但是不像肖露二人 那么明显 他们两个人 坐在电视机前面 一动不动地盯着电视 直愣愣地 看着里面的画面 陈芝看了一眼 也觉得有些好笑 看了一会儿 新闻播完了 肖露才罢休 那股东老哥 走到电视机前 学着肖露的样子 扭了扭声音那个按钮 他左看右看 还是觉得不可思议 不明白 到底声音和图像 是怎么进去的 肖天还天色不早了 他离家几天 早就担心家里的鱼和猪了 走到陈芝面前告别 芝芝 我们回去了 你自己在家小心点 要是不想做饭 就去店里吃 慢慢走 大哥 中午吃了再走吧 我马上做饭 陈芝说着 就往厨房走去 肖天连忙阻止 说是担心家里养的牲畜 陈芝没办法 只能由他们去了 肖天和股东老哥 也一起踏上了回乡的路 一路上 两个人都在说 这次出去的见闻 很多新奇的人和事 还有那些没见过的物件 还没讨论完 就到了村里 肖路到了店里 最近确实生意不错 不知道鞋场 是不是还没协调好 肖路早上一去店里 早餐都忙得不可开交 肖路见状 连忙上去帮忙 小赵见到肖路 也很惊讶 肖哥 你怎么来了 嫂子不是说你去京市了吗 什么时候回来的 昨晚上回来的 今天我在家就来帮忙 让你嫂子休息一下 小赵 鞋场那事 还没处理好啊 怎么店里早上就这么多人了 肖哥 那事早就搞好了 主要是上次 鞋场那是闹了好几天 好多以前没在我们店 吃过的人 现在也来吃了 一吃就觉得味道好 上瘾了 这不是早餐也来吃吗 肖路看了看厅里 满满当当的都是人 心里想着 这段时间 生意确实不错 应该是没少赚钱 小赵 你跟小刘怎么样了 还在处着吗 小赵本来挺高兴的 肖路一问这事 他脸上立刻多了些忧愁 对着肖路 似有难言之意 有话就说吧 磨磨叽叽干什么 肖哥 我和小刘还处着呢 其他都挺好 只是他妈妈 看不上我的家庭 一直也对我横眉冷眼的 肖路早就料到 会是这个情况 他也不知道说些什么 只能轻轻 拍了拍小赵的肩膀 小赵 也振作起来 开朗地说道 没事肖哥 我们家一直是这样 这不是遇到你之后 现在好多了吗 只要我肯努力 以后肯定会更好的 肖路觉得 小赵这个小伙子 虽然家境一般 但是幸好 人也阳光开朗 迟早都会飞黄腾达的 小赵 你还年轻 才二十岁 急什么 你看我 二十岁 还在斗鸡走狗 我现在二十三岁 已经开店做老板了 所以说人的境遇 不管你处在什么环境 始终保持本心 迟早有一天 你的机会就会来的 小赵听到肖路这话 仿佛受了什么鼓舞 朝着肖路重重地点了个头 手上的动作 越发快了 肖路想到自己心里的想法 决定还是先不说 再观察观察小赵 看他时间久了之后 还是不是跟云莱一样 几个人 在店里 忙得热火朝天 早餐人流走完了 又开始准备中午的 最近生意这么好 洗碗擦桌子的张大姐 都觉得有些累了 肖路看在眼里 决定回去 跟陈芝商量一下 到时候 给他们涨点工资 没想到说时时那时快 陈芝竟然跑到店里来了 你怎么来了 不是让你今天在家歇着吗 大哥他们走了 我一个人 在家也无聊 中午不想做饭 就来店里了 肖路把他领到 他的老位置坐下 盖了个衣服 在他的腿上 才缓缓说道 那好吧 就在店里吃 等一下我再炒两个菜 咱们忙完了一起吃 陈芝笑着点点头 小赵在一旁 看着恩爱的小夫妻 心里羡慕不已 同时也在为 他和小刘的前途担忧 他倒是想结婚 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挣上 小刘妈妈提的那些要求 想到这里 他又有些丧气了 末多久 又开始陆陆续续 有客人来了 有买卤菜的 有吃盒饭的 还有吃猪脚饭的 客人虽然多 但是几个人帮忙 今天倒是没觉得累 两口子忙完店里的事 缓缓往回走 走到门口小路 却不让陈芝回家 在这里等等我 我们去你师傅家里一趟 陈芝也不知道 他要过去做什么 只是点头站在门口等 隔了一会儿 肖路就出来了 手里还拿着东西 一敲开门 王阿姨看到 肖路回来了也有些意外 肖路 什么时候回来的 王阿姨 昨晚上就回来了 上午去店里帮忙了 这才来看你们 我这次去京市了 给你和沈叔叔带了礼物 肖路提了提手上的东西 王阿姨这才反应过来 让二人进屋 来就来 还带什么礼物啊 老沈老沈快出来 肖路来了 沈教授文生也出来了 沈叔叔 这是我从京市 给你带的两支钢笔 我是过了 写字可顺了 一点不卡纸 谢谢你 我很喜欢 正好需要钢笔你就送来了 走 进去坐 肖路又拿出一个盒子 弟弟王阿姨 他打开一看 竟然是一双时髦的手套 肖路 谢谢你 我太喜欢你这个礼物了 你怎么知道 我喜欢手套 过年的时候 经常看宁戴 所以我看到就买了 太好看了 谢谢你 不便宜吧 肖路笑着忽略了这个话题 几个人 在客厅聊了一会儿 听说肖路家 买了电视机 几个人 又去了肖路家里 观摩电视机去了 几个人其乐融融的 倒像是 真正的一家人一样 第108章 找事 肖路在家里待了一天 第二天又去了城里 去年送兔子的那几家店 肖路又去联系了一下 几个老板 看见肖路来了 都有些高兴 纷纷问他 是不是兔子上市了 肖路笑着点头 说是 现在已经有一批了 几个老板 全都让他明天 就送货来 肖路又去了一趟 最大的主顾 国营饭店里 郭经理见他来了 还有些尴尬 以为他是来领钱的 立刻让财务去拿钱来 谁知道肖路伸手阻止了他 郭经理 我来不是为这个事 我们的兔子 现在有一批出来了 我来是想问问你们 今年还卖兔子吗 郭经理一听 竟然是兔子出来了 这个冬天 他们生意惨淡 比去年卖兔子那会儿 营业额低了很多 郭经理 直接让肖路 明天送二百只来 肖路啊 以后你有货 就往我们这里送 我们这里 只要有货 不愁生意的 好啊 我明天就回去 收货之后 后天送来 去年那种蘑菇 现在有了吗 有的话 也送二百金来 郭经理 现在还没到蘑菇生长的季节呢 到时候出来了 我再送过来 郭经理 因为以前的事 还有些不好意思 但看肖路的态度 就像是没这事一样 郭经理瞬间也豁达起来 直接让财务 把去年的分红算给他 肖路没想到 来这一趟 还赚到一笔意外之财 虽然只有二百来块钱 但是心里 也是很高兴的 他拿着钱 开开心心的 往店里走去 没想到 走到半路 就被人拦住了 你就是肖路 肖路抬头 一看声音来源 既然是卖水产的流赖子 肖路也不知道 他是怎么找到自己的 是福不是货 是货也躲不过 肖路抬头 迎上他的目光 我就是肖路 怎么了 怎么了 是你买了面粉厂的拖拉机 你知不知道 那是我流赖子看上的 是吗 你看上了怎么没买啊 我这不是被你抢先了吗 流赖子话音刚落 旁边的一个小跟班 立刻出声 肖路 识相的 就回去 把拖拉机开过来 八百块卖给我大哥 不然 不然怎么样 肖路也不是被吓大的 他刚才观察了一下 这里是大街上 他料定流赖子 也不敢当街动手 这年代 要是被派出所抓去了 没那么容易出来 他料定流赖子 不敢动手 嘿 你这小子 敬酒不吃吃法酒 是吧 信不信我砸你的店 流赖子没有说话 那个小弟又借着威胁肖路 是吗 你敢砸 我弄死你 不信 你试试 放狠话 谁不敢 肖路以前也是个魂的 魂起来也不怕谁 他带着凶狠的表情 阴冷地对着那人说出这句话 那个小弟也被唬住了 一时不敢出声 流赖子见状 只好自己出面 肖路 我兄弟不会说话 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你把拖拉机开过来 多少钱 我买就是了 三千 肖路 你小子越说 越蹦的是吧 三千 你怎么不说是八千呢 流赖子见肖路不识好歹 漫天要价 也有些沉不住气了 恨恨地说道 肖路 你别漫天要价 我买了就是我的 我想卖多少就卖多少 买不起就别买 好 我要了 你明天开过来 不好意思 我不卖 肖路看不惯这种人 什么本事没有 以为有几个小弟 就能胡作非为 自从坤哥进去后 流赖子还没碰到过 这么不给他面子的人 看着肖路 他眼里露出阴狠的表情 对着手下的人 使了眼色 肖路看了下四周 路上已经没人了 周围的人都认识流赖子 这时候 也把房门关上了 肖路看了看 对面三个人 自己一个人 他以前学过柔道 倒是不怕 不过对面都拿着武器 他估计 自己今天可能要吃点亏了 皮肉伤势免不了了 毕竟不是武侠小说 以一当百 人家三个壮汉 还拿着武器 肖路肯定是打不过的 他往后退了下 四下观察 看看 有没有什么武器 流赖头 又在欺负人啊 气氛 正在水深火热的时候 忽然从流赖子背后 传来一阵声音 几个人 闻声 都往那边看过去 肖路看到 流赖子的眼神 明显变化 他的两个小弟脸上 更是带着恐惧 不敢指示来的人 肖路有些好奇来的人 究竟是谁 竟然只说了一句话 就让三个壮汉 惧怕不已 那人缓缓走到 离流赖子一丈远的距离站定 阿坤 你什么时候出来的 阿坤 肖路也没想到 这个穿着花衬衫 脸上 有个刀疤印的男人 就是坤哥 心里有些意外 前天出来的 怎么 你以为 我在里面出不来了 听说 你看上 我家的拖拉机了 想要八百块钱买过去 我没买 是这小子买的 不信你问他 阿坤走到流赖子边上 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隔了许久才缓缓说道 流赖头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打什么算盘 我在里面的事 也是你找人干的吧 给我等着 我会让你还回来的 阿坤在他耳边 轻轻说了一句话 流赖子闻之色变 看了看阿坤和肖路 转身就走 走 他一发话 两个跟班 也立刻跟了上去 一路小跑 看得肖路惊讶不已 他还以为自己 今天再劫难逃了 没想到就这样轻易化解了 肖路是我兄弟 以后别再找他麻烦 阿坤对着三人的背影 吼了一句 肖路也被惊了一下 没想到阿坤给他的定位这么高 他走上前 伸出手地到阿坤面前说道 坤哥 久仰大名 我叫肖路 我知道 我媳妇都跟我说了 你小子 够一起 以后有事说一声 我肯定帮忙 肖路也没想到 自己买台拖拉机 竟然招惹这么多事 不过他 还是挺高兴的 今天交了阿坤 这个朋友 刚才刘赖子见到他 简直就像是老鼠见了猫一样 看样子这个阿坤 也是在保定府 横着走的人物 坤哥 去我店里 我请你吃饭 好啊 正好去见识见识 最近城里 很火的猪脚饭 第109章 坤哥 肖路带着坤哥 来了自己的店里 小赵是土生土长的 保定府城里人 忽然看见自家老板 和保定城一把坤哥有来往 心里也有些意外 他给二人一人 上了一份猪脚饭 肖路先递给了坤哥 他现在也不知道 坤哥到底想做什么 难道是觉得 他拖拉机卖太便宜了 坤哥看着这满满一盘猪脚 也有些惊讶 这猪脚饭 他还从来没吃过 看这样子就挺好吃的 他挑起一筷子放在嘴里 试了一下 味道果然不错 你这猪脚饭确实好吃 软糯不腻 味道恰到好处 难怪生意这么好 不过我在南方 好像也见过这个 就是以前没吃过 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味道 肖路这个身体 从来没去过南方 一时间没想到 坤哥以前去过南方的 不知如何解释 只能笑着说道 坤哥 我平时就喜欢下厨 这个也是在书上看的 自己试着 做了几次 觉得味道还行 就推广了一下 没想到还挺受欢迎的 肖路笑着解释 坤哥也没说什么 埋头又吃了几筷子 两个人都没什么话说 气氛有些尴尬 肖路的一盘子没怎么动 倒是坤哥的都吃光了 肖路还是没搞清楚 他的来意 有些摸不着头脑 静静地看着他 坤哥吃完饭 又伸手递给他一支烟 肖路不抽烟 白手拒绝了 坤哥拿出打火机 点燃了香烟 抽了一口 吐了一圈烟雾出来 缓缓对着肖路说道 我媳妇都跟我说了 为了把我弄出来 我们家花了很大代价 我家的拖拉机 我媳妇本来说是贱卖的 没想到 你还多给了几百块 坤哥说完就看着肖路 肖路一时间也搞不清楚 他是来感谢的 还是来算账的 心里不上不下的 坤哥 这没什么 他只能稳妥地说这句话 坤哥一会儿就把整支烟抽完了 笑着跟肖路说道 我落魄的时候 以前的兄弟都离我而去了 没想到 你一个只跟我有一面之缘的人 还愿意帮我一把 这个请我记下了 以后你这个店 我会帮你照看的 刘赖子不敢来找麻烦 肖路文言喜出望外 他最担心的就是 陈芝和这个店 陈芝一个大肚子 他们肯定不敢动手 多半是在店里来找麻烦 现在坤哥发话了 肖路也不愁了 当即喜笑颜开 坐到坤哥旁边去 坤哥 有你这句话 小弟就不愁了 以后 咱们就是兄弟了 兄弟之间不必见外 我听说 你还在老家开了个合作社 肖路没想到 这个坤哥才出来一天 把这个事都打听到了 心里感叹 这个坤哥真是手眼通天 当即对着他点了点头 才开始干 都还没上正轨 以后 还需要坤哥多帮衬 好说 以后有什么需要 直接联系我 别的不敢说 在保定府 我郭坤的人脉 还是有一点的 肖路抓着坤哥的 手握得很紧 心里很高兴 认识了一个这种朋友 两个人又在店里 聊了一会儿 客人多起来了 坤哥才走 肖路送他出门去了以后 小赵立马就憋不住了 走到肖路边上 肖哥 你跟郭坤认识啊 肖路有些意外 没想到老师本分的小赵 竟然也认识郭坤 你也认识 这人是保定府一爸 谁不认识啊 不过他人倒是不错 从来不欺负老百姓 以前去哪儿 都有一群人跟着 听说他祖上是当官的 清朝的时候就当官了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进去了 肖路没想到 这个郭坤来头还挺大的 觉得自己当时的决定 确实不错 心中还有点后悔 自己当时给少了 没什么事 就是我买了他们家的拖拉机 他过来找我聊聊 肖哥 你买拖拉机了 在哪儿呢 我老家呢 以后拉货送货都需要 小赵没想到 肖路这才回老家没多久 又添置了一台拖拉机 想到自己答应 未来丈母娘的三转一响还没着落 心里空荡荡的 肖路看着失落的小赵 本来想着过段时间在找他谈的 但是现在沉直肚子一天天大起来了 他索性今天说了算了 小赵 等一下下午的时候 你卤完肉 就把店门关了来我家 我有点事跟你说 肖哥 什么事啊 现在不能说吗 现在客人多 先忙中午饭吧 小赵想破头也想不出来 肖路到底想跟自己说什么 又怕自己这段时间 哪里表现得不好 肖路不让他干了 心里一直七上八下的 憋不住事 一个中午都心不在焉 魂不守舍的 好不容易客人都走了 小赵去菜市场买了肉回来 一锅卤上 小赵今天卤菜的时候 一直在看墙上的挂钟 心里一直在想 肖路要跟他说什么 肖路回到家里 陈芝已经在隔壁吃完饭了 肖路一回来就去接他 神神秘秘的说是 有事要商量 王阿姨一看小两口 有事要说 就让陈芝先回去 陈芝二话不说 跟着肖路往家里走 什么事啊 神神秘秘的 我看你肚子也大了 想着下个月开始 你就不要去店里了 店里人来人往的 而且有时候地上有油 滑得很 我怕你出什么问题 我不去店里 那店里怎么办 肖路说的也有道理 陈芝这是第一胎 他自己也很期盼 很重视 不希望孩子出问题 但是又放心不下店里 我今天回来 就是想跟你说这个事 我想把店承包出去 包给小赵 你看怎么样 承包 怎么承包 我们店一个月 有多少收入 你心里有数吗 肖路问陈芝收入 这个他倒是知道 只不过也不是很稳定 有时候五千多 有时候六千多 像这个月 我估计说不定 能有八千 肖路也觉得 生意不错 但是自己不干 又抽不出人来监督 只能包出去好点 我想把店 给小赵打脸 让他每个月 给咱交五千块钱 其他的不管他赚多少 都是他自己的 咱们不管 你看怎么样 工人的工资这些 也是他自己出 陈芝没想到 肖路竟然起了这个心思 主意是不错 这样我们每个月就要 少挣很多钱了 要不然我再做两个月吧 要生之前再给他 你看怎么样 肖路知道 陈芝决定好的事 就很执拗 自己也拗不过他 只能依他了 那好吧 我一会儿叫了小赵过来 到时候先跟他说 做到你生产前 但是你有什么不舒服的话 随时启动 我说的方案 陈芝见肖路 同意自己的想法 当即肖路说什么 就是什么了 第110章 小赵来了 和老婆 商量好了这件事 肖路就等着小赵上门了 陈芝什么都听肖路的 有什么事 肖路一说 陈芝基本上都会同意 两口子这么久 也没争吵过一句 肖路现在 觉得在这里 除了见不到自己爸妈之外 也没什么不好 民风淳朴 赚钱也简单 最重要是 现在家庭也和睦 他正在做着白日梦 小赵就上门了 肖哥 嫂子 在家吗 我是小赵 听到声音 肖路连忙出去开门 小赵 我来了 等一下 小赵 你来就来 还带这些东西 干什么 我不收你的东西 等一下你带回去 给你爸妈吃 小赵这是第二次来肖路家 他不知道肖路教自己来做什么 不好意思空手来 去菜市场 买了点水果来 肖路领着小赵进屋 陈芝看到小赵来了 有幸留他吃晚饭 当即出门买菜了 肖路领着小赵进了屋 又去泡了茶来 怕他无聊 还把电视机打开了 肖哥 你什么时候买的电视机啊 这玩意儿 不是有票才能买吗 我到京市的时候买的 花了很多精力才买到的 这两年 确实不太好买 过两年 肯定就好买了 肖哥 你太厉害了 我们保定府怕是 没几户人家里 有电视机吧 对了肖哥 你叫我来什么事啊 小赵是个急性子 见肖路半天不说 他心里总有不好的预感 感觉毛毛躁躁的 总觉得肖路要把他辞退了 见小赵问了 肖路也不好再等了 缓了缓直接开口说道 小赵 你觉得 你现在的工作怎么样 钱够吗 小赵一听心想 果然他的预感很正确 老板叫他来家里 肯定是说这事 他坚定地说道 肖哥 我觉得 现在的工作很好 肖哥你给我的工钱 已经比很多厂里上班的都高了 我没什么其他想法 小赵说完 肖路还没说话 小赵偷偷看了看肖路的神色 心里七上八下的 他立刻又说道 肖哥 是不是我最近 哪里没做好啊 你叫我来 是不是是不是不想 让我在店里干了 肖路没想到 叫小赵来一趟家里 他竟然生出这么多想法 刚才他还没来得及回话 小赵估计被吓到了 他连忙说道 小赵 你的表现很好 我每次回来 你嫂子都夸你呢 今天叫你来 确实是因为店里的事找你 听到这里 小赵觉得 多半是凶多吉少了 这份工作丢了 他实在想不到 自己去哪里找这么好的工作了 心情无比沮丧 脸上的表情也很低落 肖哥 你不用安慰我了 直接说吧 我能受得住 哈哈 你看你想哪儿去了 我说了 真不是辞退你 听到肖路这句话 小赵瞬间抬头 望着肖路 眼睛亮得很 那肖哥 你找我来到底什么事 本来没这么早跟你说的 但是我过段时间 回老家肯定忙 你嫂子 再有接近四个月就要生了 孩子生了店里 我们没空照管了 小赵一听原来是这事 他拍着胸脯说道 小哥 原来你说的这个事 店里的事 到时候有我在 实在不行 我让小刘有空 也来帮忙 小哥 你要是不放心 我每天卖多少都记账 你们每天来拿钱就行 小赵这个表态 可以说是毫无心眼了 肖路也觉得 他老实 是个踏实肯干的人 他给小赵 倒了一杯茶 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 小赵 你答应小刘妈妈的东西 什么时候才能做到 你什么时候 才能娶上媳妇 小赵一听这件事 脸上的表情 又不明朗了 明显不如刚才开心了 肖哥 我慢慢转 节约点 明年肯定就能买 其他说的那些了 肖路笑了笑 语众心长地看着他说 小赵 他这个条件 你就要努力两年 那他 还有其他条件呢 到时候 你怎么办 还有你爸妈 到时候病情严重了吗 光是医药费都够难得了 肖路说的话 确实有道理 小赵自己也清楚 但是他目前 只有这个条件 这比起去年 都已经改善很多了 他苦涩地回答肖路 小哥 其实你说的这些 我也想过 但是现在 这个社会 怪我没出血 以后的事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要是真到了那个地步 再说吧 看着这个才20岁 就挑起家庭重担的孩子 肖路深知 他的不容易和担当 以前他们20岁的时候 都还在学校读书 很多人30多了 还在家里啃老 相比之下 小赵20岁 已经扛起一个家了 确实让人敬佩 他看着小赵 有些疼惜地说道 小赵 我准备 把电承包给你 你觉得怎么样 小赵一脸不解地 看着肖路 承包 嗯 我把电包 给你经营 你每个月 给我交5000块钱 盈亏你自己负责 换句话说就是 多了 都是你自己赚的 亏了 也是你自己的 能听懂吗 小赵一时之间 有些梦了 肖路以为他没听懂 准备又解释一遍 肖哥 为什么 店里生意这么好 你听懂了呀 店里的生意如何 你也知道 我问过你嫂子 每个月少的时候 都有6000 你要是接手过去 每个月除去人工 至少能赚1000块 而且有时候 店里不止赚6000 小赵现在 整个人还是猛的 还没从小路说 的话的冲击中 清醒过来 这就像天上 忽然掉馅饼 砸到了他的头上一样 小赵心里有些慌 小赵 怎么样 我说的 你好好考虑 主要是 你在我们店里 任劳任怨 表现也好 加上你嫂子要生了 以后没时间照看 再有就是考虑到 你家的情况 我才想出这个办法 你看看行不行 要是你觉得不好的话 我再想其他办法 肖哥 我 我怕我干不好 小赵心里 已经被肖路说动 巨大的机会 就在眼前 他想抓住 又怕自己搞砸了 你现在做的 已经够好了 以后只要保持下去 肯定会赚钱的 你没有信心吗 肖路一番鼓舞 小赵像是想通了一样 振奋地说道 肖哥 我干 第111章 卖兔子 小赵老大的声音 吼出这句话 刚进门的沉枝 还吓了一跳 还以为两个人打起来了 他放下菜去正厅 看了一眼 两个人正在谈笑风声 小赵 等一下别回去了 晚上就在这里 吃完饭再回去 嫂子现在就做 嫂子 别忙活了 我还是回去吃吧 你来都来了 回去做什么 我现在做 咱们早点吃 你回去了 天还没黑 肖路在家里 哪里需要沉枝做菜 立刻上前接手 让他去看电视 沉枝电视买回来 还没怎么看呢 一看肖路要做饭 自己乐得清闲 去看电视了 小赵以前 也在国营饭店 做过后厨 现在肖路要做饭 他总不可能 什么都不做 直接跑到厨房 和肖路一起做饭 小赵 既然你愿意做 那再等两三个月 你嫂子生孩子去了 你就接手 这件事 你先不要告诉小刘 小赵有些不明白 为什么不能告诉 自己的对象 肖路看他疑惑 只能给他解释 小刘倒是没什么 就是他妈妈 对你一直有看法 你现在要是告诉他了 到时候他知道 你赚钱了 不一定要求什么了 小赵 一听也觉得有道理 小刘妈妈 一直看不上他们家 到时候 他要是赚钱了 直接多给点彩礼上门去 不是很好吗 那我不说 到时候赚钱了 直接给他们一个惊喜 小赵 你年纪还小 这个是对你和小刘 也是一个考验 你没有钱 小刘都愿意陪着你吃苦 那他肯定是特别喜欢你这个人 以后你要对人家好点 小哥 这你放心吧 我肯定会的 两个人一边聊天一边做饭 很快就做了丰盛的一桌 肖路看着一桌子菜 又去隔壁叫了沈教授两口子 几个人坐在肖路家里 饱餐一顿 还喝了一点小酒 肖路第二天要回老家一趟 没有喝多 他跟陈芝说了 要卖兔子的事 陈芝提醒 他别忘记了嫂子那份 这种重要的事 肖路哪里能忘 第二天一早 肖路起来 胡人吃了几口饭 就往村里赶去 想着早些回去 趁着药厂的种子还没来 赶紧收几匹兔子卖了 肖路回到家里才九点钟 肖天和刘英 看见兄弟回来了 都还有些吃惊 肖路 你不是说在城里等种子回来吗 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哥 我这不是眼看 要和村里签合同吗 还差钱呢 我准备明天送点兔子去卖 肖天两口子一听才知道 弟弟还差钱这事 刘英立刻去圈里 看自己的兔子 数了一圈回来 对着肖路说道 肖路 咱们家都有很多了 拉去卖了吧 也能凑点 肖路对着嫂子点了点头 肖天听到缺钱 有些发愁的问道 还缺多少 不多 就几千块钱 哥 这事你别发愁 咱们兔子卖了就够了 几千还不多 刘英惊慌的声音响起 肖天责备地看了他一眼 在肖路眼里 几千块钱确实不多 不过在这个时候 人均收入一年 还达不到几千 况且是农村 听到缺口这么大 两口子都有些心急 我去跟几个堂兄弟说声 他们的钱晚两个月给 我去说 应该能行 肖天说完这句话 就准备出去找人 肖路立刻拦住他 哥 我说了不算大事 我能解决 再说了 我这还没签合同呢 你现在出去嚷嚷 不是让别人以为我没钱吗 刘英一听 肖路说的确实有道理 立刻伸手拉住肖天的手臂 不让他出去 我这也是想着 都是本家 还两个月给他们 应该没什么问题 哥 别管什么亲戚本家了 都是堂兄弟 别人的钱都给了 自家人都不给 像什么话 再说了 人家地都拿出来了 不给钱 让他们这几个月吃什么 肖路一说 肖天也不说话了 农民一年四季 就靠着这一亩三分地 确实是不给钱人家 买不到吃的 一时间 肖天两口子 像拒嘴的葫芦 都不说话了 看他们焦急的样子 肖路觉得有些好笑 立刻安慰二人 哥 嫂子 这事儿我有办法 你们别操心了 哥你明天起来早点 我们拉点兔子 进城去卖吧 还有 我不是没钱 只是存起来了 还没到期 要是实在不行 我到时候去取呗 一听到肖路还有存款 肖天两口子 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刘英也不纠结钱的事儿了 听到肖路明天要卖兔子 立刻问他要多少 肖路给国营饭店送二百只 其他几家小店 加起来送一百只 应该差不多 三百吧 我们今晚上一起装 就是没有那么大的筐啊 这有什么 让你哥 编几个 我再去接几个 他们以前被猪的箩筐 到时候就够了 肖路看着自家的箩筐 点了点头 他本来想着开马车送去 但是要这么多活兔子 筐子也占地方 他想着明早上 还是开拖拉机去送吧 第二天一早 两兄弟就抬着兔子去装车 随着拖拉机的轰鸣声响起 村里人也都出来看热闹 一看是肖路在拉兔子 全都着急了 围着肖路的拖拉机 水泄不通 肖路 你卖兔子 怎么不收我们的啊 我们家兔子都没吃的了 你先收去卖了吧 好几家离得近的 都让给肖路卖自己家的兔子 肖路只好跟几个人解释 几位老哥 我这段时间会挨家挨户来收的 要不了几天了 大家别着急啊 你们回去也编几个大筐子 就像是我们车上这种 到时候我肯定来收的 几人一听肖路说的话 也不为着了 肖路把拖拉机打上火 车子轰轰烈烈的朝城里 开过去了 这个路不好走 拖拉机开着抖得厉害 肖路隔一段时间还停下看看 怕兔子晕车 到处吐 到时候交货 别人还以为是病兔子 好在他们这兔子是野生的种 适应能力比较强 肖路开车拉到城里去 挨家挨户交了货 这些店老板都开心得很 价格还跟去年一样 但是他们算下来 今年要亏一些 去年是山上捉的 今年自己养 人工和粮食都花费了不少 不过好在 他们今年量大了 走的就是个量 300只兔子 肖路现金就收了1800 他们也不知道 今年好卖部 约定好三天后再送货来 第112章 租地合同 肖路拖拉机开到了城里 为了省点油钱 他决定就把车停在城里了 等着药厂的种子 来了之后一起拉回去 他也不知道 药厂那边还要等多久 又怕这两天东西不到 左思又想决定 去市里电话亭 给姚德谦办公室 打个电话过去 肖路他们回来的时候 姚德谦特意留了电话 说是有什么不清楚的 让他打电话过去问 肖路让大哥在家里等着 他去打电话 谁知道电话拨通过去 姚德谦那边却说 还有七八天才能发过来 他们厂子是大厂 种子出厂 要经过层层审批 没有这么快 肖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想着过两天还要拉兔子 只能先和大哥一起回村里去了 肖路拉了三百只兔子 卖了一千八百块钱 约定好每只给嫂子刘英两块的 肖路回家 就拿了六百块钱给刘英 肖路 这是干什么 肖路给钱 肖天第一个不同意 直直地看着肖路 刘英本来还想伸手去接 见自家男人发话了 也不敢伸手了 哥 嫂子 这是去年就说好的 卖多少就给多少 不拖欠 肖路 你不是说现在手里缺钱吗 还给你嫂子钱做什么 一家人 还要什么钱 肖天横眉冷眼地 说了肖路一顿 刘英觉得肖天说的有些道理 但是想到自己养兔子 也确实辛苦 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 索性什么都没说 哥 嫂子养兔子多辛苦啊 我这两天卖完了 也不缺什么钱了 承诺好的钱 肯定要给的 不然对不起嫂子 辛苦这么久 刘英听到肖路的话 心里也乐滋滋的 她觉得 肖路算是说到自己的心坎上了 自己养兔子 最开始 确实是为了钱 但她确实也辛苦 眼看肖路缺钱 刘英也表态了 肖路 眼下你缺钱 这钱你多拿去 嫂子不用 我们还有家用 等你渡过难关 以后咱们再说钱的事 你这老娘们 不收就不收 还说什么以后 肖天听到自己媳妇的话 气不打一出来 说话不管不顾的 直出人心窝子 刘英听到肖天骂自己 当下也不干了 放下东西就要跟她干一家 肖路看着阵势不对 立马上前拦住 她把手里的钱 一把塞到刘英的手里 嫂子 这钱你就收着吧 别管我哥说什么 这是你应得的 他要是再说你 你就把钱吞起来 不给他用 肖路小声在刘英耳边 说了这句话 刘英哭笑不得 他想了想 还是收了钱 还挑衅地看了肖天一眼 气得肖天吹胡子瞪眼睛的 肖天回村收兔子的事 村里都知道了 大家看到他都在问 什么时候到自己家里收 肖路一一应成了 想着这两天 就先把村里的兔子一批 批收走去卖 但是村里 签合同的事还没干 肖路觉得这段日子 还真是忙 他忙完自己家里 又去找村长 村长看到肖路来了 也很惊喜 肖路 你来了 我们正想去找你呢 来 你看看这份合同怎么样 我们这几天都在研究 总算是研究好了 你看看 还有没有要改的 肖路拿过来一看 还写得挺详细周全的 他正在烦这事呢 没想到 村委会先解决了 肖路觉得 村里这帮人 干别的不怎么样 这些文件 倒是快得很 村长 我看了 基本上和我们开会的时候 说的一致 就是这里 要稍微改下 肖路一一指出了 改正的地方 几个人又在房里研究了许久 完全没什么问题了 肖路才慢慢走出村长家 肖路还没到家 就听到村长 在大喇叭里通知 村民明天早上 开大会签合同 肖路心里暗叹 村长竟然比自己还着急 不过山上的杂树还没砍 是要早些着手 去做这件事了 村长大喇叭一通知 村民都兴致昂扬的 这段时间 他们是左等右等 想着下地吧 地马上就租出去了 说租吧 村里又迟迟不签合同 一个两个的弄得都有些七上八下的 这下子通知签合同了 各个脸上都笑开了话 村里写的一份集体合同 第二天一早村长挨家挨户的点人 看着都倒到齐了 才开始开会 人到齐了 村长拿出那份合同 竹条竹子的念了一遍 有深奥一点的还给人解释一遍 确保每个代表的都听懂了 肖路以前没见过他们开大会 现在终于见识到了 在基层做干部 还是挺不容易的 刚才的合同就说完了 有没有没听到的 或是没听懂的 举手 村长把合同念完就开始问话 村民们刚才其实都听懂了 但是为了稳妥起见 有几个人还是大声喊道 村长 刚才边说边解释了 你再念一遍 我们连贯地听听呗 是啊 是啊 几个村民在下面提要求 村长又拿起合同 从头到尾念了一遍 他讲的声音很大 底下人听得也很认真 肖路往下看过去 底下人就像是在上学听讲一样 他欣慰地笑了笑 事关自己的利益 如果这都不认真听的话 肖路真的会觉得没救 几个人说完了 王慧姬又把一份贴在了墙上 有想仔细看的 就可以去看 很多人都不识字 有的读过书的 还是去看了下 和村长念的是一样的 还有没有意义 如果没什么意见 就过来签合同吧 一听到村长说签合同 一群人蜂拥而至 村长拿出一个自制的大喇叭 对着下面喊道 排队 一个个来 一群人像是小学生一样 立马排上队 有秩序了 动作也很快 会写字的就签自己的名字 不会写字的 就按手指印 半个小时就把合同签好了 村长看着这份合同很欣慰 肖路也是一样的 肖路 这合同你们合作设一份 村里留底一份 这份是你的 别搞丢了 村长递给肖路一份 肖路接过来 仔细地收好 准备回去之后 就用专门的袋子 把这些文件装上 大家伙 签好字的 就可以回去了 我们明天安排量地 按照实际量的计算账 到时候低量了 大家到王会计那里领钱 村长一吩咐 全都回去了 他们还以为今天能领到钱 没想到 还要再量一遍 肖路觉得 村长做事挺稳妥 这地是几年前量的 况且还有的人不租那么多 重心量一变 是很有必要的 第113章 分钱 村里开完会 肖路回去把合同放好 心里就在想着良地的事 他算计着自己的资产 应该是差不多了 最开始缺4000来块钱 昨天赚了1000多 就3000的缺口了 他自己家有十几亩地 还有哥哥家也有十几亩地 算下来差不多 而且合作社的股东 也可以先不给完钱 先给半年也行 反正都是股东 问题不大 他想好这些事 心里没什么压力 晚上自己下了碗面条吃 连大哥叫吃饭都不想去了 这段时间 他还是挺累的 躺上床直接睡了 肖天见他的样子 也不抢求他了 直接回了自己家 刘英见弟弟没来 心里有些不安 吃饭的时候 跟肖路说道 肖路怎么没来 是不是我 今天收了钱 他心里其实不高兴了 一说起这个 肖天就对他 没什么好脸色了 你还知道 叫你别收你还要收 这下知道马后泡了 我那也是他非要给的 况且 这本来就是说好的事 我还是觉得 我应该收 肖天见自己媳妇油盐不尽 心里气恼 拿起筷子就吃饭 也不再理会刘英 刘英又也不说话 两个孩子已经懂得看脸色 看到爸爸妈妈的样子 也不敢调皮了 乖乖地做好吃饭 肖路还不知道 就因为他没去哥哥家里吃饭 险些引发一场割嫂内战 第二天一早 村里就开始凉地 凉地的 还有看热闹的 一群人跟着没走到哪 吵到哪 以前虽说有凉过 但是隔了好几年了 田间地头的 都有一些损耗 还有很多自留地 是留着种菜的 不租出去 这就导致了 各家上报的母树 很多都不识 一凉起来都开始争吵了 最终还是胳膊拧不过大腿 按照村长说的 实际多少 就按照多少记录 梁地这事就用了三天 期间肖路又收了三百只兔子 去城里卖了一波 没想到这次一去 城里好多店都在等着 看见肖路来送货 都要他供货 肖路手里的货 其实也不多 能卖的 估计也就一千多只了 剩下的都是小的 或者是半大的 还要四五个月才能收割 不过他还是决定卖 这卖出去 也减轻了兔子 在家里的负担 养着就要吃 久了多了 夏天还臭 他爽快地答应送货 这两天 他就把村里的兔子收了好几批走 隔壁几个村 去年也听说肖路收 都养了点 但是规模 没有肖路他们村大 眼看肖路村里开始收了 都跑过来了 等在肖路门口 看见肖路的拖拉机回来了 全都围上来了 肖路 兔子还收吗 肖路看了一下 这几个人有些眼熟 但是不是自己村里的 你们是不是留家村的 去年来你们村收过呀 兔子还是在收的 跟去年一个价 你们有多少 几个人听说肖路要收 都开心不已 他们也是去年 听陈家村的亲戚的话 养了兔子在家里 没想到兔子太能生了 没几个月 就生了几十只 肖路 我们几个加起来 有三四百只 你要得完吗 当然可以 但是不是一天收 两三天收一次 一次二百只吧 但是要长大的兔子才行啊 你们可别拿小兔子糊弄我 看你说的 都是老熟人了 怎么会做那种事 我们的兔子 都养了半年多了 可肥了 肖路点了头 对着几个人说道 我两天后到你们村来了 你们到时候提前准备好呗 我到时候 到你们村口来收 几个人说好之后 才喜笑颜开地回去 肖路今年还收兔子的事 不进而走 很多人都后悔 去年没有养点兔子 不过雪化了之后 大家又想着山上的野兔子了 肖路知道这些人的想法 不过去年 他们大肆搜山 几座山都被附近的人翻了一遍 野兔哪有那么多 况且冬天这么冷 又没食物 肖路估计 除了家养的兔子 野兔一天顶多能抓几只 这边兔子的事还没搞完 村里地就量完了 个个都想着领钱了 肖路这几天卖兔子 又赚了不少钱 钱应该是不缺什么了 他跟村长商量好 第二天一早就开始发钱 村长高兴地 用大喇叭通知 那声音大的 肖路估计隔壁村都听见了 只是不知道 他们在说什么罢了 第二天一早 村里人都来了 乐自知的分钱 王翠花 十八亩六分地 1116块 啊 我家的 我家1100多 走啊 领钱去了 陈二军 二十二亩三分地 1338块 过来签字 陈三平 二十三亩七分地 1422块 过来签字 陈文寿 十六亩八分地 108块 过来签字 村长一边喊 被教导的人 都去王会计那里领钱 村里的人 以前吃饱 都有点困难 现在 把地租出去了 竟然能得这么大一笔钱 一个两个领到钱之后 各个洗笑颜开的 肖路观察了一下 和他不对付的刘家人 这下子领到钱脸上 都洗滋滋的 他看着流利 那憨厚的面容 心里不知道 自己以前 到底为什么 和他不对付 想着回去了 好好问问歌嫂 光是算账 就花了一上午 肖路看着村里的人 心里很感慨 他总算实现了第一步 当初他第一次来这里 看见这个地方这么穷 当时他就想着 等自己有能力了 一定带着大家 一起赚钱 现在他总算是 做到第一步了 看着对面的山坡 肖路想到开荒的是 连忙躲过村长的小喇叭 各位 领完钱 先别走 我安排一下下午的工作 村民领完钱 正想着回家 没想到肖路 立刻就要安排工作了 他们有些惊喜 又有些疑惑了 肖路 你这安排的工作 给不给钱啊 当然给了 现在地 我们合作社承包了 我们给大家安排的工作 都是有工资的 一个月一节算的 三块钱一天 大家下午都上山 把我们的集体的开荒出来 过两天 就要肿人生了 一听到有钱 全部都洗得不行 仿佛不相信 赚钱的机会 真的来得这么容易 第114章 首艺人 其实 去年肖路 让他们养兔子 他们起先 还不以为然 想着山上那么多 都没当回事 不过 后面看着村里养的人多了 而且肖路自己家 也养那么多 他们一个个的 才开始跟风去养 过年的时候 家家户户 还抱怨兔子麻烦 要边框不说 还得每天喂 没想到 前两天肖路一收获 有的家里多的 一次就是一两百这样赚 在这个季节 突然赚这么多钱 村里谁不开心 以前抱怨的 现在又开始后悔 自己养的太少了 眼下肖路租地 又是给的实打实的现金 村民个个都开心的不行 眼看要让他们去开荒 还给钱 一个两个的 谁不想去赚钱 就连刘婶 负责了养猪场的事 都还想着空闲时候 去赚钱 但是肖路 没有同意他去 他本来就有一份工资了 养猪场的猪和鸡鸭 不能没人 而且 养猪场每天 其他村的闲人多 万一没人 被别人钻了空子也不好 山上那片集体土地 有很多 村里的人都报名去了 肖路估计 都得小十天才能搞完吧 看着杂草丛生的地 肖路心里 也有些不确定 肖路 你真的确定 咱们村人参种在这里啊 这么多草 人参真的能长吗 村里人一边砍杂树 一边除草 有的人觉得 悬得很 开始问他 肖路自己心里 也没有底 只能笑着回复 这地是药场 来考察的 应该是可以吧 他们说人参 就喜欢长在山上 你说这个话 导向是真的 我们以前挖老山参 不都是在大山里去挖的吗 是啊 是啊 就是没见过自己种的 这玩意儿产量 怎么样还不知道呢 你们就是瞎操心 人家药厂 都准备自己种的 产量肯定好啊 不用担心吧 众人一边干活 一边聊天 你一言 我一语的 肖路看过去 还都挺卖力的 没有那种偷懒的现象 他想着这一批人很多 是从正公分的时代过来的 做起事来 都是手拿把掐了 况且这些事 对他们来说 都是做惯了的 一群人干了小十天 才把山上的地搞出来 肖路这段时间 隔两天 就送一批兔子进城 但是他今年收的 全是家养的兔子 不像是 以前野生的了 肖路都是控制着 节奏送货的 不像是以前一样了 有多少送多少 他隔两天进城 就去车站问一遍 还是没有金氏发过来的货 肖路这边地 都平完了 有些担心了 这天他进城 给姚德谦打了个电话过去 电话一接通 肖路悬着的心裁 慢慢放下 肖路啊 我正想给你打电话呢 货已经准备好了 你们十四号 到车站来接 还有王技术员 会跟着一起过去 到时候 你记得接他 肖路一听喜上没烧了 没想到 王技术员 也跟着一起过来了 他还以为 会再等两天呢 姚经理 你放心 我十四号准时去接 保管不会 把王技术员走丢了 肖路啊 他那么大个人我 倒是不怕丢 就是货跟他一起来的 他压着车呢 我怕你们不去 到时候他一个人 没办法弄 姚经理 你放心吧 我到时候 多叫两个人来 保准接上 听到电话里 肖路的保证 电话那头的姚经理 现在也放下心来了 他和肖路 又在电话里吹了一会儿 电话那边 有人喊他了 他才掉下 走之前 还跟肖路叮嘱 要给王技术 安排吃住 肖路 在电话里满口答应了 肖路算了下时间 到的话 还有三天了 现在是11号 肖路想着回去 看了平地的情况之后 14号上午 再拉一车兔子来卖掉 到时候下午接人 就刚刚好了 肖路得知了确切的消息 心情都好了很多 中午回家 看了眼媳妇 陈芝见肖路回来 都没空理他 最近他和王阿姨 两个人 接了几个刺绣的单子 专门给人绣一些布料 做旗袍用的 肖路回家的时候 陈芝秀得可专心了 肖路凑上去 看了一眼 绣的是一朵牡丹 你现在可不能劳累 绣一会儿就休息 知道了吗 我知道 我这不是绣的 都是简单的吗 我主要是绣花草 后面师傅 在绣其他的 最后拿去人家加工 裁缝再做成旗袍 肖路也觉得 他们两师徒 最近在家研究的不错 都有人找他们做生意了 夸了他一句 芝芝 你和王阿姨 最近做的不错吗 都有人上门 找你们做了 其实我也不知道 我就是前段时间 师傅做了几块布给我 我拿去裁缝那里 让他给我做几件夏天的衣服 结果那里 有很多人在 看见我的布料 都说好看 全都问我在哪买的 肖路拿起他绣好的 仔细看了看夸道 你们确实绣得好 我这个不懂的人 看了都觉得挺好的 肖路也不是乱夸 他在现代看过 很多机器绣花 陈芝他们绣的 跟机器比起来也不差 针脚觅食 走线什么的都很好 正面就不说了 背面看起来都特别好 肖路觉得 就算是外行 好坏还是能看懂 我也觉得挺好的 主要是师父做得好 我学了这么久 只能绣些简单的花 后面的 还是需要师父 来加工的 肖路盯着他看了一会儿 确实手法上 还有些生疏 也慢 但是绣出来的东西 还是挺好的 加油 我看好你们 你们师徒以后 说不定是大设计师呢 肖路一番夸奖 让陈芝乐的都没边了 笑着接话 我们也就是那天赶上了 接到几个活 以后不知道 有没有生意呢 哎 你们这个 做的就是口碑 有一就有二了 怕什么 慢慢来嘛 陈芝想着也是 他也是 想着练练技术 没想着 要靠这个赚钱 我肯定好好做的 不能堕了师父 交给我的手艺不是 反正 我不管你做什么 一定要注意休息 不能劳累 尤其是晚上 不能加班 很伤眼睛的 陈芝笑着答应了 肖路在家待了一会儿 又要回老家了 跟陈芝又说了几句 才开着拖拉机回老家 第115章 王思德 肖路卖完兔子 轰隆隆地开着拖拉机 回到村里 现在只要拖拉机的声音一响 村里都不会再奇怪了 因为都知道是肖路回来了 肖路回到村里 村里大部分人都还在山上 山上的地多少年没种了 光是砍里面的杂树 都花了好几天 这么多人上去砍完树 除草之后 才看到下面的土地 肖路还做了村里的一头牛 和隔壁村的两头牛 三头牛在地里耕地 肖路回家去上面看了一圈 看着一切都挺顺利的 他觉得这个速度下去 再等几天 王技术员来了 种子差不多可以下地了 他缓缓回到家里 没想到 家里已经有人在等他了 肖路端了查出来 肖天刘英和肖路三个人 望着穿着西装皮鞋的王铁柱 三人都大大震撼 王铁柱 你发财了 西装皮鞋都穿上了 怎么不打个领带 还是刘英忍不住自己的好奇心 率先发问了 不过他问的话 恰巧也是肖路两兄弟想知道的 看着王铁柱 从以前一身破烂 忽然摇身一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肖路觉得 人的际遇 简直可以用神奇两个字来形容啊 肖路 天哥 嫂子 我现在在市里化肥厂 找了个销售员的工作 这一身都是厂里发的 肖路三人 文言都大感震惊 没想到王铁柱以前那副样子 现在打扮起来了 还真是人模人样了 肖天眉头紧簇 感觉事情不简单了 王铁柱 化肥厂可以说是肥差了 而且还是销售员这么好的岗位 你是怎么进去的 肖天一说话 其余几个人都疑惑地看向王铁柱 他们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王铁柱一没钱 二没钱的 他到底怎么进得化肥厂的 肖路也想不通 三个人都有些不解地看着王铁柱 目光像是骗子一样 王铁柱感受到三个人的目光 心里还有些犹豫 但是想着 接下来要找肖路帮忙 肖路都想拍手叫好了 王铁柱指了只停在不远处的拖拉机 对着三人慢慢道来 上次 我不是介绍你 买了坤哥家的拖拉机吗 我以为坤哥媳妇 会给我十来二十块钱呢 没想到你们走了以后 坤哥媳妇 给了我一百块介绍费 王铁柱还没说完 肖路和肖天直接怒了 站起来对着王铁柱只没话眼的 好你个王铁柱 难怪你那天天不亮就来了 原来是无力不起早啊 王铁柱以为肖路那么有钱了 根本不会在乎这一百块钱了 没想到一说出来 他们两兄弟反应这么大 他心里有些后悔了 早知道不说那么多了 肖哥 我这也是坤嫂自己主动给的啊 况且 我也没故意抬价 是你们自己多给的三百块钱 人家本来只卖一千五百 你们自己开价一千八百的啊 肖路本来也是随口骂一骂王铁柱 卸心头之愤的 根本没想着怪他 这种是本来就是正常的 那座二手房中介的老金 跟他的兴致不是一样的吗 他看着呆愣住的王铁柱 心里不知道说他什么好了 见他不说话 好久才大声骂道 接着说啊 还愣着干什么 我那是第一次赚到那么多钱 还不费什么力气 我那次之后 拿了钱给家里买了很多肉和吃的回去 我媳妇和孩子 吃得可开心了 让你说正事 说这些做什么 王铁柱一时有感发 看着肖路两兄弟的神色 又整理了一下 才开始娓娓道来 我那次之后 就觉得这个事可以做 赚钱快又不费劲 从那以后我 天天进城 但是都没遇见什么生意 不过我每天 在城里四处逛 倒是认识了不少人 偶然一次 认识了化肥厂的一个经理 肖路听到这里眼睛一亮 觉得王铁柱 也不是一无是处 脑子里有东西 王铁柱见二人没有说话 又接着说道 我那次认识了他 本来想着 以后自己种地找他买肥料 能便宜点 谁知道隔了几天 又认识了一个人 他家里种了几十亩地 我给他比市场上的价格便宜点 中间赚了些差价 谁知道他们村里知道了 都找我买 一来二去 那个化肥厂的经理 觉得我是个销售人才 让我进他们厂子里去上班了 几个人一听 王铁柱这发展史 心里竟然还有些佩服 不为别的 就他这运气 也是没谁了 肖路想着也是 这王铁柱 虽然敢啥啥不行 但是运气是真不错 本来他害死了以前的肖路 是要去坐牢的 没想到自己这个时候 穿越过来了 他这运气不是一般的好了 肖路又看了一眼王铁柱 这打扮一下 确实跟以前判若两人了 他大概已经猜到 他来找自己的目的了 所以 你今天来找我 是想让我买你们厂里的化肥 肖哥 要不说你能发财呢 就你这脑子 别人十个也赶不上你一个 我今天来找你 就是想着你们合作社 不是租了村里的地了吗 这以后 不管种什么 肯定要上肥啊 到时候联系我就行 王铁柱说完 递给肖路一张名片 肖路将信将疑地接过来一看 上面写的销售代表 王思德 更让肖路惊讶的是 上面还有个英文名字 Jerry杰瑞 王思德是谁 肖路一脸震惊地问他 王铁柱还有些不好意思 红着脸跟几个人解释道 我们经理说 我的名字太土了 给我改了一个 说是这个名字 一听就比较有涵养 我也不懂什么意思 反正混口饭吃 都听他的 肖路和肖天也没想到 进个话肥厂上班 连叫了几十年的名字都要改了 心里有些佩服王铁柱 对于发财的执着 哈哈 思德 我看是缺德吧 刘英的声音 此时不远不近地插进来 说什么好立刻解释道 嫂子 看你说的 我这不也是为了混口饭吃吗 肖路见状 怕嫂子在说什么不好听的 立刻说道 我们这是重要材 需要上什么 肥得等药厂的技术员 来了才知道 反正到时候要真需要 优先找你 王铁柱一听 瞬间放下心了 临走时还跟肖路比划了一下 有事找他打电话 肖路骂了一句 他家就在隔壁村 王铁柱信心地走了 第116章 王技术 王铁柱出现的事 在陈家村 激起了轩然大波 村里人碰到他的 都大为震惊 以前他和肖路是 附近几个村的知名二流子 没想到 现在 一个发财做生意了 另外一个 竟然混到化肥厂去了 村里人见到他们两个人的情况 都有些疑惑 是不是他们的认知错了 想要发财 是不是都要像他们两个一样 变成二流子 不务正业一段时间 尤其是王铁柱 前段时间连双棉鞋都没有 忽然摇身一变 穿西装灯皮鞋了 村民这段时间的话题 全都是聊得王铁柱了 有人说他改名字的事 有人说他的英文名字 反正说 什么的都有 时间一晃 就到了14号 这天肖路早早就通知了 卖兔子的几家人 在村口等着 肖路拖拉机一开过去 那边就立刻上车 速度快得很 再加上现在有拖拉机了 肖路拉多也不怕 反正不费力 肖路头天 就叫了肖天 还有上次一起去京市的老哥 三个人一起进城 上午送完兔子 肖路又给姚德谦去了一个电话 得知王技术员和种子一起上了车 肖路又问了一下 王技术的下车时间 才回了家里等 中午几个人 在肖路家里吃了一顿便饭之后 下午害怕错过接站的时间 三个人早早地去了车站 姚经理说是种子太多 坐火车一个人去害怕看不住 所以这次王技术员 坐的长途汽车来 据说这么多种子的拖运费 都花了200多块呢 肖路在电话里听了 还在想着 这个钱是他们出 还是要偿出 不过种子马上就要到了 几个人的心情都特别高兴 尤其是肖路和肖天两兄弟 他们总觉得 一切就要走上正轨了 几个人把车子停好 跟着肖路两兄弟来的老哥 也是姓陈的 村里的大姓 肖路让他在车子上等着 这年头火车战乱 你要是就这样 把车停在这里 说不定等你几个小时后出来 车子都被拆了 都有可能 毕竟现在的事都不好 肖天和肖路 又去站里等了两个小时 左等右等不见来 肖路又去问了 站上京市的车多久到 那人说是应该四点多 但是要看路上的实际情况 肖路两兄弟 又耐心等到了四点 车站上还是不见人 那陈老哥在外面都等急了 近来站里上厕所 肖天眼间看见了 立马出去车上守着 生怕出现肖路说的那种情况 几个人在站里摸虾 忽然惊世的车子进站了 肖路和陈老哥 站在车子旁边 仔细地看着下车的每个人 王技术员 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 肖天还没看见人 眼见的陈老哥 一下就看见了 直接大声地喊了他 王技术员听见声音 回头看见肖路二人 连忙打了个手势 让他们上去 哎呦 别挤啊 这是我们的东西 我们的 我们的 三个人像是打仗一样 下车就去拿东西 车上的人全都涌下来了 害怕自己的东西丢了 全都挤到了车旁边的位置 王技术员 一共十二包 对不对 嗯 我带的就是十二包货 你们车子在哪呢 就在外边 我们扛出去 你在这里看着货吧 肖路两个人 扛着货出去 王技术员点了头手在站上 他这次一共带了十二包货过来 他自己也怕路上出什么问题 不过还好路上什么事都没有 他把货放在自己面前 一直注意着过往的人 好在他这里的货 都是麻袋装的 大概也看得出来里面 是些树根一样的东西 打他们主意的都很少 肖天才刚到车上 没想到货就来了 他立马跳下车子 站到了车子后面的斗里 这年头 来车站接大货 不多来几个人 心里还有些不安稳 我在这看着 你们快过去办 王技术一个人在那 别出什么纰漏 肖天一说话 其他两个人立刻点头 肖路心里还有点后悔 自己早上 没有多叫几个人跟着 两个人扛了四五趟 最后剩下三包 三个人一人扛了一包 就往站外面走去 肖路看着扛着包 就走的王技术 又看了看停在站台上的长途车 列车员似乎还盯着 他们几个人看 王技术 姚经理说是 这一趟的托运费 都要二百块 这钱谁出的 这你们不用管了 我们厂子里出 本来就是我们厂子里出种子 包了运输的 肖路一听放了心 就是陈老哥心情也舒畅 虽说这些钱 现在都是肖路拿 但是到时候 还是要从公众的账上扣出来的 肖路 你从哪搞来一台拖拉机啊 我还以为 你牵的马车来呢 王技术 你消息不灵通了吧 肖路从你们那回来 就买了拖拉机了 就等着你们来呢 陈老哥立马接话 给王技术员解惑 王技术看了看肖路 笑了一下 你们叫我王刚就行 别老王技术员这样叫 名字长又绕口 那多不好 你来叫我们种植 就相当于 是我们的老师了 我们肯定得得那句话咋说的 肖路 得尊重 对 尊重 肯定要尊重 陈老哥的话 弄得几个人笑呵呵的 四个人也坐不下 最后肖路和王刚 坐在驾驶座 肖天和陈老哥 坐在后面斗里 也方便看货 几个人 开着拖拉机 轰隆隆地往家里赶去 王刚最开始还想着 跟肖路聊两句 但是拖拉机的声音太大了 一路上轰隆隆地 什么都听不见 王刚说一句话 肖路就要问好几次 他索性也不说了 到了村里 王刚也震惊了 去年还崎岖的山路 今年 直接鸟枪换炮了 变成了这么大 这么宽的一条公路 王刚望着眼前几人 心里感到一阵佩服 人人都说修路难 眼前这些人 一心想着 为村里的人争取 这才多久路 就修通了 下了车之后 王刚一通感慨 肖总 你们村 这才几个月 变化也太大了吧 你叫我肖路就行了 叫什么肖总 莫得让村里人笑话我 行 那你也叫我王刚就行 咱们以后 就不讲那些虚的了 你早就该这样了 以后你就住我家里 吃住都跟我一起 就算我不在家 我哥也会安排的 所以你什么都不用担心 安心叫我们就行 那行 我就什么都不操心了 明天跟你去看看地理情况 肖路三人回到家 都要天黑了 几个人 把种子搬到肖路家里 留英的晚饭也做好了 肖路吃完饭收拾好床铺 王刚躺上去没几分钟 就开始打呼了 肖路一看情况 就知道 他应该是在车上太累了 一路上要看着货 也没睡觉 几个人也没打扰他 各做各的事 第117章 下地 王刚睡了一夜 总算是恢复了不少 第二天早上一起床 整个人都神采飞扬的了 王刚 过来洗手准备吃早饭了 虽然说都让叫名字 但是肖路第一次叫他 还有些不习惯 只因为现代有个明星 也叫这个名字 肖路看到这个名字 总想到和珅 肖路 你们起这么早啊 这才六点多 早饭都做好了 这馒头 都是嫂子昨天蒸好的 今天起来 直接热一下就行 肖路端来一盆馒头 还有两叠酱菜 一人端了一碗粥 两个人就将就着开吃 吃到一半 肖天也来了 肖路又招呼大哥一起吃 肖天坐下快速地 吃完两个馒头 就下去池塘 编上喂鱼 肖路看了这段时间 肖天 把这些鱼伺候的 那叫一个好啊 长得也快 以前买回来才几两 肖路前几天去看的时候 都看到 很多鱼长挺大了 肖路目测一斤 多的都有了 肖路 你这鱼糖养了多少鱼啊 挖这么大的糖 不多养点不划算啊 几千斤吧 等年底卖一些 后面又再下描进去 嗯 吃完了你带我去你们 地里转转吧 我去看看 地里怎么弄的 好 先去地里 还是山上 山上吧 你不是说 山上正在弄吗 我直接过去看看 有不对的地方 可以现在教他们改 肖路一听三两口 吃完手里的馒头 肖天也跟着两个人一起 往山上走去 肖路昨天来的时候 还有好多地没跟完 今天来看 又搞了很多了 现在村民在地里 把以前的草根挖出来 肖路看着这更好的地 心里还是觉得 有很大的成就感的 王继树到处看了一圈 满意地点了点头道 肖路 你们这山上的地搞得不错 我本来还担心 你们弄得不行呢 现在看来 你们都是老种的的了 有经验 那不是吗 一辈子的农民了 这点事还是能做好的 我看了你们弄好的地 现在还有工人的话 可以直接堆肥了 到时候他这边翻完 又可以再更一遍堆好肥的地了 肖路一听要堆肥 心里还有些不稳 笑着问道 可是我还没买肥料啊 你没来 我们也不知道下什么肥 下多少啊 不用买肥料 这才开始种 最好用有机肥 哦就是猪粪啊 牛粪啊之类的 你们村里不是有养猪场吗 复合肥要等明年才能下 苗子长出来了 到时候慢慢再下肥 肖路一听高兴坏了 没想到 他的养猪场 还有这种用途 这真是得来全部费功夫啊 肖路想着自己养猪场的猪粪 要是不够 到时候 再去城里的养猪场拉点就行 就这还解决了村里的污染问题 心情都开心不少 我再带你下去 去下面地里看看 看完了我下午一起安排他们 王刚点了头 跟着肖路两兄弟 去看下面的地 下面的地都是村民常年种的 这才刚开花不久 这地上连根杂草都没有 这里的农民 毕竟全家都靠着这点土地 没事就在地里 所以这地里啊 他们打扫得可干净了 王刚一下午 看到这地就满意地点了头 这地 你们安排好了吗 那些种黄旗 墨呢 这村里的地我都包下来了 到时候你选 看看那些地好就用 剩下的我用来种点粮食 还有红薯什么的 养猪 肖路 不得不说你这脑子好使啊 不过包这么多地 也需要魄力啊 你是好样的 王刚冲着肖路 比了个大拇指 肖路笑着 又跟他瞎聊了几句 这底下的地不用上肥 等苗掌出来了再上 只是这地要掏出笼来 你让人弄吧 我回去教你们泡种子 肖路和肖天一听 都有些意外地看向他 一眼惊讶 种子还要泡啊 嗯 泡一下 再加一些药水 成活率高 并充少 而且尝得快 肖天和肖路听到这话 都受教不守 尤其是肖天 种了一辈子地 才知道这些 大为震惊 几个人在地里转了一圈 肖路又找了这几天空下来的人 男人就去猪圈里 挑粪上山 女人就在地头掏拢 安排好一切 第二天 王刚还没准备泡种子 肖路见他一大早 还没动静 都有些心急了 着急地围着他一早上 见他都没有动作 终于忍不住了 王刚 你不是说今天叫 我们泡种子吗 啥时候开始啊 王刚坐在肖路的坝子里 看着底下的池塘 和远方地里劳作的人们 笑眯眯地说道 你别急啊 你们的还没好 现在不能泡 种子泡了一天就得下地 我看你们这地 起码还得七八天才能好呢 肖路一听 原来是这个事 但是他心急啊 能不能少泡一点 他们平出一点 我们就重一点 王刚没看出来 肖路是个急性子 有些意外地看向他 可以是可以 但是这样的效率 就低了很多了 而且工人 看你的没多少 会不会偷懒 到时候 你的工价贪高了 可别怪我啊 肖路一听 原来是这么个事 考虑了一下说了句 还是再等几天再说 肖路又跟王刚聊天才知道 原来他们以前 自己种药材 也遇到很多这种情况 渐渐的经验 就丰富了 肖路一看 王刚年龄不大 知识倒是不少 立刻虚心 跟他请教起来 王纪数员来的村里 大家都知道了 这几天 大家都在地里 一眼望过去 乌泱泱全是人 而且还有人监工 村长 在合作社也有股份 现在主动干起了监工的活 众人都感叹 现在就像是做公分的时候一样 不同的是 他们现在的事 每天有工资拿 众人现在地租出去了 有租金 每个月 至少还能做十来天工 还要卖兔子挣钱 这段日子 陈家村的村民 可以说是过得比以前好太多了 以前全家都重点 一年到头 还看不到什么东西 现在地租出去了 他们顿顿 还吃上大米饭 和白面馒头了 这叫人怎么能不开心 这段日子 就算在地里干活 也特别卖力 有的人还说 比给自己干都卖力许多 第118章 喝酒 王刚在陈家村等了三四天 萧璐的地终于出来了一些 他才开始指导着村里人 开始制作种子 萧璐看着打开的包装 才看到这些种子都是制好的 黄旗都是切好的 萧璐仔细看了 王刚的所有操作 他准备好了专用的药水 按照比例对好 把种子丢进去泡了一天 第二天就下地 这几天 王刚总在村里转悠 村里很多人都知道 马上要播种了 奈何山上的地还没拼完 挑粪的人也还没挑完 所以 种子下地这天 很多人都没看见 只有参加播种的十来个人 知道是怎么回事 很多人中午下山 地里都种好了 他们连种子肠 什么样都没看见 王刚 你这搞得这么神秘 是为什么 难道怕村里人偷学了去 萧璐看着王刚这几天 神神秘秘的 专挑人哨的时候播种 他有心调侃一下 没想到 王刚却是把他说得哑口无言 我这都是经验 你自己也学着点 我们以前就是这样 播种的时候 来了很多不相关的人在边上看 看看倒是没什么 就是村民都认识 好多人偷了种子 回去自己家种 到头来 地还没种完 种子就不够了 萧璐也没想到还有这事 这他倒没想到过 一想到自己承包的土地 萧璐心里对王刚感激不已 王刚 谢谢你了 你要是不提醒我 我还真没想到这茶呢 你呀 人年轻 且还得学呢 尤其是到时候种人参 你找的人千万得找老实的 要不然还没开始种 你这人生 估计要丢一半 萧璐听到这话 眉头紧皱 一旁的萧天 也开始担心这个问题了 他们之前 确实没想到过这个问题 眼看土地他们包了 到时候种的时候 难免村里 有手脚不干净的 这万一一人拿几条 这损失就老大了 反正 现在的也不是他们自己的了 利益跟自己不挂钩了 王刚这一提醒 萧璐也觉得 这件事确实应该重视 不过一时半会儿 他又想不到什么好办法 他忽然看着老神在在的王刚 心里一下反应过来 他肯定有办法 一时间笑意盈盈地上前 一把拦住王刚的肩膀 王刚兄弟 既然你这么说 以前肯定遇见过 不少这种情况吧 晚上我回去杀几只兔子 给你做个干锅吐吃吃 咱们边吃边聊 好啊 你是老板 你说 怎么样我都奉陪啊 王刚一脸笑意 萧璐瞬间觉得自己上当了 这小子 说不定早就看上 自己家的兔子了 萧璐也不是小气的人 他早就准备好杀兔子 来招待王刚了 只不过这段时间太忙了 一直没空 萧璐看着王刚一脸奸笑 自己也跟着笑起来 摇了摇头 看了看地理的情况 回家杀兔子去了 晚上萧璐打了几两酒 还做了卤货 主菜就是兔子 萧璐做了两种吃法 一份干锅 一份冷吃 这两样都是下酒的好菜 王刚和萧天一回来 看见满桌子的菜色 就连萧天也嘴馋了 这还是他们过年后 第一次吃萧璐做的兔子 他两口子 虽然一直在家养兔子 但是自己做的没有萧璐好吃 而且 萧璐的做法废油 还有就是 刘英觉得 这都是钱 舍不得吃 所以 这还是他们过完年后 第一次吃 两个侄子放学回来 看见这么多好吃的 激动的手舞足蹈 萧璐见状给他们 一人加了一个卤鸭腿 两个小子一人拿着一个 吃得可香了 你们吃 孩子就是嘴馋 我给他们装一点 让他们到一边吃去 刘英拿着一个碗 在桌上装菜 一边装 又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还努力地解释 不过除了王刚都是自家人 王刚也不觉得有什么 刘英装了满满一大碗 还想再来点 萧天给他使了几次眼色 他才作罢了 带着孩子 去造房吃饭去了 萧璐给三个人 一人倒了一杯酒 几个人围坐在小桌子上 慢慢吃着菜 萧璐 你这手艺真是好啊 我也是到过不少地方了 在我们金氏大饭店 我也吃过 但是你做的兔子 真是好吃啊 我还真没在别的地方 见过这种吃法 王刚比萧璐大两三岁 说起来 萧璐也可以叫他一声歌 王刚哥 你比我大 我叫你一声歌也不为过 老实说 我这手艺可是不传之命 在我们宝定府 也算是一绝了 萧璐酒量不好 喝了一点酒之后 就大舌头了 王刚听的是云里雾里 萧璐 我这段时间来你们村 也听到不少人说过你的事 你的故事说起来 还蛮传奇的 听说你失忆了 不记得以前的事 我还听说 你以前是有名的混混 忽然就觉醒了 萧天在一旁陪酒 他的性格最是稳重 听到王刚问萧璐失忆的事 怕萧璐又说 以前那些事 直接出言打断了 他以前是不怎么听话 不过混混 倒是谈不上 只是有些懒 后面他偶然伤到头失忆了 自己发愤图强 才开始慢慢做起了生意 没有村里人说的那么玄 你别听他们瞎说 是啊 他们都是瞎说的 你 你别信啊 有想知道的 直接来问我就是了 萧璐又大舌头的说了几句 看得萧天直摇头 对了王技术 白天你说有办法 让人参种子不丢失 是什么办法 你以前是不是经历过 很多这种情况 萧天看萧璐扶不上墙的样子 决定自己主动问 王刚听见他问 也没有立刻回话 伸手又加了两筷子兔肉 喝了一小口酒才 开始慢慢回忆 我们以前刚到农村租地的时候 发生过很多次这种事 那年 我刚刚参加工作 什么都不懂 第一次种子 就被偷了一半 后面厂子里要我赔 我家里条件差 哪里赔得出来 还是姚经理带着我 找到那个村的村长 后面找回来多半 后面还是姚经理帮的我 我才能留在场里 所以现在我出来 都是跟着姚经理的项目 王刚收到以前的事 萧璐也醒久了 两个人安静地听着王刚 讲述过去的事 那你们后来是怎么处理的 第119章 买地魔 王刚听完之后 笑了笑 看着认真的萧璐 两胸地调侃道 人参跟黄旗不一样 黄旗是直接用根部播种的 人参是有种子的 所以一般人 不认识这具体是什么东西 但是你们村里不一样 你们村里人早就知道 山上要种人参了 所以这也是我 为什么要提醒你的原因 萧璐本来也没有多罪 虽然有些晕 但是脑子还是清醒的 此时一听到王刚说的 也打起精神了 当初也没想过这个事 我到时候 山上地方好了 就全部让合作社的股东 上去种人参 其他人都调下来种黄旗 这样的话 你说的情况 会发生的少一些 王刚听了点了点头说道 其实吧 这个东西也没什么 五年以下的人 参要用价值不大 我们这研究出来也是做保健品的 但是架不住农村人没见过呀 都觉得人参这玩意儿稀奇罢了 萧璐两兄弟文言都赞同地点了点头 王刚又继续说道 本来我们这边的气候 人参秋天下地效果会耗一些 不过你们现在种也没什么影响 只是到时候 要铺一层塑料膜才行 确保温度和湿度额怎么说呢 就是干湿程度 好发芽的 萧璐和萧天一听 塑料膜 他们去年还去看过的 就是有些贵 不过那时候是看得大棚的 现在只是普通地膜 应该价格不是很贵 王刚看他们没说话 以为是他们经济上有压力 想了想又说道 你们要是觉得铺地膜贵的话 也还有其他办法 你们让人上山多割些茅草 到时候铺在地笼上面盖上也行 只是这样工程量比较大 而且你的多 山上有这么多草吗 萧天一听草也可以 心里高兴 觉得这样也节约一大笔材料钱了 兴奋地说道 稻草行不行 只能用茅草吗 有的话当然也可以了 只是稻草前面的那一截要砍掉 不然上面残留了稻谷的花卉 引来小鸟 到时候比较麻烦 萧天一听觉得 还是铺草的成本低 萧露却不这样看 短时间看铺草 节约成本 但是时间长了 肯定还是地魔效果好 以后也不用怎么出草 王刚一听就觉得 萧露是个明白人 赞同地对他点了点头 比了个大拇指 你这个想法是正确的 人生生长周期长 而且铺草不好确认湿度 草过两三个月就要腐烂 大大增加了你们的人工成本 还有就是人生对光照 这些也有要求的 综合来说 肯定是地魔好了 不过这也要看你们的预算了 要是经济紧张 曝草是最好的选择 萧露和萧天对视了一眼 缓缓开口说道 现在先不说这个 等隔几天 我去市里问问家再说 几个人也笑着点了头 王刚思又想到了些什么 忽然对着两人说道 山上的地你们清理得很干净 但是明年 要是那些杂树又长起来的话 你们不要砍了 人参是不能太阳直射的 最好是有大树 遮挡它们长势才好 我今天上去 看了有几块地都光秃秃的 这种地种粮食是不错 但是种人参有些勉强 不过苗也应该明年才会出 到时候你们注意一下 实在不行 就拉点防晒网什么在那上面 萧露两兄弟闻言面面相去 没想到 他们把地里的树砍完 还做错了 一时间有些气馁 觉得自己好心办坏事 王刚看两兄弟这个模样 一时没忍住 笑了出来 没多大事 你们不用这样丧气 大部分地我都看了 都有大树遮挡 就那几块地 到时候你们 看情况用东西挡下就行 不是什么大问题 他们也知道 问题不大 只是心里有些丧气 尤其是萧天 种了半辈子的地 没想到人参这种东西 跟他以前种地的经验 完全不能比较 他一时之间觉得 自己对于种人参 完全属于未知领域了 你们这里 下好种子我就要回去了 金氏那边 还有一个村等我呢 到时候你们三个月 给我打一次电话过来 说一下地里的情况 我到时候 再教你们怎么施肥 除草内险 萧露种子还没下地 才喝了一顿酒 就听说王刚要回去了 一时间心头百种滋味 总觉得 自己摸石头过河 正在水深的时候 石头跑了 萧天也是这种感觉 萧露立刻给王刚 倒了一杯酒 刚哥 你不能在我们村多 留一段时间吗 我们这还什么经验 都没有呢 对啊 对啊 你起码教会 我们大部分的东西 再走吧 你这一走 我们不是抓虾吗 萧天附和着萧露的话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 一时间王刚的话 都说不出来了 半上才慢慢地回答他们 你们放松点 我的工作 本来就是这个 你们种子下地 也没什么做的了 就是等它发芽就行 我下半年 还会再来你们这里的 不用担心 平时有什么问题 你们直接打电话给我 就行 再说了 我又不是明天就走 不是还有一段时间吗 我肯定把东西 都交给你们再走 放心吧 王刚嘴里说着放心 萧露两兄弟却觉得 怎么都放心不下 第二天一早 萧露就收了一车兔子 去市里卖了 接着就和大哥 一起去买地摩 但是他们去的地方 卖的都挺贵的 萧露觉得 价格并不便宜 他这时候 看到店里 地摩的包装纸 上面 写了厂家的名字 和生产地址 萧露灵光一闪 拉着哥哥 就出来了 萧天一脸不明 所以 看着萧露说道 你拉我出来做什么 我还想着讲讲价呢 哥 这里就是零售商 我们买这么多 他说不定没货 再说了 他也便宜不了多少 那你说怎么办 价格过高 萧天也很担忧 但是他也不知道怎么办 只能看着萧露 等他想办法 我刚才看到那地摩的 生产厂商了 就在西城门边上没多远 我们开车过去厂里看看 萧天一脸惊喜地 看着萧露 有时候他真是怀疑 这真的是他那个弟弟吗 怎么同样一个人 前后差距这么大 以前的萧露 就是一个迷茫的少年 萧天看了看 现在的萧露 总是觉得看不清 他在想什么 甚至偶尔还觉得 萧露的脸上 有一丝睿智 第120章 找厂家 萧露开着拖拉机 和大哥一起来了厂家 这里是城边上 萧露他们一路打听 发现这个厂子 就在西城门不远的地方 找到地方之后 萧露进去一看 门口连个站岗的人都没有 谁都可以直接进去 走到里面 就可以听见机器运转的声音 轰轰地响 萧露进去看了一下 里面有两台住宿机 还有一台吹魔机 萧露看了一下 就知道 这老板可能是去过南方的 这个时候 能买这些机器 要不然就是 港城那边过来的老板投资的 萧露看了一阵 就准备往里面走 忽然有人叫他们了 你们两个 干什么的 生产种地 闲人免禁 没看到吗 那人可能是厂里的保安之类的 刚才应该有事没在门口 这时候 他叫住萧露二人 指了指厂房上面贴的几个字 提醒他们 萧露走过去 从兜里掏了一支烟 出来递给他 大哥 我们是来买地膜的 刚才进来的时候 门口没人 我们才直接进来了 别见怪啊 萧露指了指 自己停在外面的拖拉机 那保安 看他们拖拉机都开来了 肯定是大客户 立刻换了嘴脸 哦 买地膜的是吧 那你们走错了 你们去的地方是生产车间 你们买膜要去销售部 就在那边三楼 你们上去找流量 他负责销售的 你上去一问都知道 萧露看了一下保安指的方向 慢慢点了点头 心想 还是有钱好办事啊 这时候停台拖拉机在门口 别人就看到实力了 跟以后那些做工程的 都要买宝马是一个道理 主要是为了体现自己的身家 其实好多都是 买的几手车来冲面子 二人顺着保安指的方向 走到那栋楼 一共也才三层 萧露和萧天爬上去 就看到一个大办公室 里面有十来个人 萧露走上前 问了其中一个人 那人喊了一嗓子 一个穿着很时髦的年轻人 就走出来了 萧露看着这个流量 年纪不大 二十七八岁的样子 但是气质这块很出众 一看他的穿着 也偏向港城的方向 萧露觉得 自己的猜测是正确的 这家公司 应该是港人来投资的 你们好 请问是你们找我吗 萧天端着茶杯还在愣神 看着这装修的 富丽堂皇的办公室 心里还是不太稳定 他没想到 自己竟然会有机会 出入这种地方 他看着四周金币辉煌 灯光亮的刺眼 他觉得自己太局促了 面对着对面的人 连话都说不出来一句 反观萧露却是跟着别人侃侃而谈 他真是怀疑 萧露到底是不是自己的弟弟 别是别人趁机给掉包了吧 但是 想了想 又觉得自己可笑 刘经理 我是陈村农业合作社的负责人 今天我来你们厂子 主要是想找你们买点地模 合作社 我们厂里的规定是 只能卖给分销商 你们要买多少啊 要是用的少的话 我可以给你们几个地址 你们去他们那里 买就行 刘亮以前没听说过这个合作社 忽然跑来找他买地模 他觉得应该也要不了多少 况且 他手底下有不少经销商 不能因为这点小生意 坏了规矩 萧露看他的样子 也猜到他的想法 一般厂子是有这种规定 尤其是港台那边的厂子规矩更多 萧露以前就知道 不过凡事只要有量 什么规矩都可以改 刘经理 要是经销商能做 我们也不会找到你们厂里来了 你们那经销商 我们要的量 他们没有那么多 再有就是价格太贵了 不划算 刘亮一听 有些诧异 萧露两个人穿着打扮 看着平平无奇 没想到 竟然还是个大客户 他立马改变了态度 那你们具体需要多少呢 我们好好聊聊 我们土地加起来接近一千亩了 种植药材的 隔一段时间 你们应该就能在外面听到疯了 我们现在种子正要下地了 得铺磨 所以 我才找到厂家的 刘亮一听到一千亩的时候 眼睛都亮了 那得需要多少磨啊 不过他做销售好几年了 也知道很多人喜欢画大饼的事 他也知道 事情急不得 不知道你们这个合作社在哪啊 我们以后方便过去参观一下吗 你们要是不嫌麻烦 当然欢迎了 萧露其实也是冒着说的 画饼嘛 谁都会 况且他现在的种植规模 没有那么大 以后谁说的准呢 我们现在 种的主要是人参和黄旗 第一批下地的是三百亩地 紧急需要的 就是这么多了 后面秋天的时候 剩下的还要接着种 你看看 你们能给什么价 我们回去好跟股东们商量 刘亮一听三百亩地 那光塑料膜 就要用接近一吨了 确实是大客户 而且这还是初期项目 后面还有大单 他第一次接这么大单 以前都是老板 订好的价格 现在要他给优惠价 他也不好说 脸上犯难道 你们坐这里等我一会儿 我得给我老板 去个电话才行 萧露和萧天 对他点了头 他才急忙地走出去 其实这东西 成本低得很 萧露自己也知道 就是回收的废塑料 拿回去双罗杆机器里 重新过一遍 做出新的 再放到吹魔机里一工作 出来就是薄膜了 这年代也不讲求污染这些 什么假权之类的 更不用说了 就是不知道 这时候塑料行业 还不发到 成本到底是多少了 两兄弟 在会议室里等了一会儿 萧天坐在位置上 一动不动 萧露倒像是个大客户一样 侧着身子 倚靠在椅子上 没过多久 流量又走进来了 一副笑脸 萧先生 我们老板同意卖给你们 价格也很低 比经销商的价格 还要低几分 我老板还说他下次过来了 请你吃饭 到时候请你带他去你们合作社 参观参观 没问题啊 你们给的价格是多少 我们要看看 是不是最低的 还有货品的质量不能差 必须跟外面的一样 再有就是 现在我们买的少 就不谈账期了 但是以后买的多了 必须得有账期 这个你们厂子里 能做到吧 萧露一番话 胡得萧天和流量 都是一愣一愣的 他们以前 也没见过这么专业的人 尤其是流量 他说这些词 都是自己老板 一直经常挂在嘴边的 流量觉得这个不知道 从哪里冒出来的萧露 肯定不简单 第121章 要钱 几个人说好了价格 萧露一看 确实比在经销商那里 问的价格便宜了一倍多 心想着 自己这次来对了 不过 这也是放在80年代 要是在现代 他们这样 直接找到厂里的 估计连门都进不去 流量报了价 萧露也没表态 说买还是不买 只说是回去商量 流量知道 他肯定还要去其他家问价 想到老板的嘱托 流量恭敬地送两人 到了厂门口 看着停在外面的拖拉机 神色复杂 看着两个人 就要离开了 他像是下了什么决心一般 坚定地走到萧露面前 萧先生 如果你真有诚意 在我们厂子里面买 我可以 再跟老板说一声 每米再便宜三分钱 行 我们回去 商量好了 会再来的 萧露跟流量说完 两兄弟 就被拖拉机 打了火往家里开去了 路程不远 十几分钟 就到了萧露家 萧露把车停在巷子里 两兄弟下了车回了家里 萧天在后面关了门 走到屋里 才好奇地问他 萧露 刚才那个刘经理 已经给了那么低的价格了 你为什么不直接买了 你知道他后面 还会给你少钱 我也没想到 他们能给这么便宜的价 主要是 我也没带那么多钱啊 萧天没想到 是这个原因 一时间竟然觉得 有点荒唐 看着老神在在的弟弟 萧天越发觉得 他神秘了 哥 你别担心了 反正厂家找到了 我们等两天 直接去买就行了 到时候拉回去 就直接可以用了 也只能这样了 你今天回去不 不回去的话 我先走了 哥 等一下嘛 我等着芝芝 回来看看他 下午咱们一起回去吧 萧天也很久没看到陈芝了 闻言才点点头 两兄弟在家待了一会儿 萧露想着 去店里帮下忙 萧天也跟着一起去 几个人 就在店里吃蒜了 在家里 还得单独开火 萧露和萧天一出现 陈芝还有些惊讶 看着忽然冒出来的二人 开心地问道 大哥 你们怎么来了 是不是进城 有什么事 我们来买地模的 顺便回来看看你 怎么感觉 今天生意 没有以前好了呀 萧露本来想着来帮忙 没想到 过来一看 店里人 没有以前多 他看了看时间 已经11点了 正是吃饭的时候了 不明白 发生了什么事的他 问了陈芝才知道情况 最近生意一直这样 不咸不淡 主要是因为 兔子上市了 都去尝鲜去了 我们这里 就是中午几个 厂子里的人来吃了 这段时间 生意一般 萧露没想到自己 供了兔子 反倒把自家生意 给打下来了 这算不算是 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他笑着说道 要不然 我们这里 也卖兔子 只是这样的话 什么都卖 没有特色了 小赵听到萧露的话 像是想要说什么 但是犹豫了一下 始终没有说出来 陈芝这时候说道 咱们家兔子 本来也没有多少了 供不了多久 再说了 这些人 也就吃个鲜 过段时间 就会好起来的 反正我们店生意 比起以前是差了些 但是整体来说 还是不错的 萧露也点了头 陆续有客人 上门来吃饭 萧露看着 也还不错 至少桌子 都坐满了 本来他这也是快餐店 主打就是一个快 你要是什么都卖 那不是搞成大排档了吗 到时候人手不够 出餐慢 而且翻台时间也久 长远来看 还不如现在轻松 店里人不算多 张姐和小赵就能搞定 再加上萧天也在帮忙 萧露就给陈芝讲了 这段时间村里的变化 陈芝听得 可想回去看看了 但是路不好 他怀着孩子 走太久不安全 坐拖拉机 就更陡了 萧露安慰他 再等几个月就回去 陈芝想了 也同意了 三个人 在店里一人吃了一份猪脚饭 陈芝才跟着两兄弟慢慢回了家里 萧露回家 除了看陈芝 还有一件事 就是他手里没钱了 准备回来找陈芝拿点钱 前段时间的钱都付了租金 现在买地魔又要两千多 他还要留点钱收兔子卖 所以一进屋他就问道 芝芝 你还有钱吗 我买地魔缺点钱 你有的话就给我点 陈芝和萧天文言都是一惊 陈芝去拿出了他装钱的小盒子 对着萧露说道 萧露 你做这个合作社 真的赚钱吗 我看你都投了好几万进去了 这可都是咱们努力攒下的 萧天知道投入大 但是没算过细账 此时听到陈芝说投入好几万了 心里也犯嘀咕 萧露 要不然地魔还是不买了 我们就铺草吧 哥 你只看地魔需要钱 但是你没想过 几百亩地需要多少草来铺啊 就算全村都去割草 那人工贪高了 而且草几个月就腐烂了 那不是一直在割草吗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哪里来这么多草 村里的牛都没多少草吃呢 萧天本来是想节约成本 但是萧露一说 这个情况确实也不是小事 就算是天天去割 也没有多少 杯水车薪而已 哥 你不用担心这些了 买了这个 以后就是上肥了 到时候咱们买复合肥 母产高 到时候回报 是成倍的 萧天也没接触过这些药材 现在也不知道 到底情况怎么样 只能萧露说什么 就是什么了 你说了我肯定就这样想了 凡事往好处想了 只是你要记得 钱要节约着用才行 眼看支支肚子里的孩子要生了 到时候你们用钱的地方 多着呢 听到萧天说孩子 陈芝也跟着猛点头 萧露笑着 对两个人说了声知道了 陈芝拿出了手里的钱 两口子数了一下 还有六千多 萧露手里 还有些钱 他拿了两千 其他的 都让陈芝放好 萧天走的时候 对着陈芝千叮万主 芝芝 你一个人 在家千万要锁好门 放这么多钱 在家里不安全 尤其是钱 不要放在一个地方 知道吗 萧天一提醒 陈芝心立刻跳了几下 他以前没想到这个事 眼下大哥提了 他觉得 真的很有必要 笑着对大哥说道 大哥 我知道了 我等一下 就分开放 芝芝 我们走了 晚上一定要锁好门 第122章 重要财 萧露拿了钱回了村子里 山上的地全都平出来了 还全部又翻了一遍 眼看着可以下种子了 萧露跑回去找王刚 没想到王刚上去也去看了 这时候 种子都泡上了 看到萧露两兄弟回来了 王刚笑着说道 还以为你今天不回来了 怎么赶着回来了 这几天村里的事正是多的时候 没什么事 我肯定会回来的 你种子都泡上了 王刚点了头 萧露走上前看了看 仔细地看王刚操作 明天早上就能下地了 你去把人安排好吧 记住到时候一定要说 这个种子是药水泡过的 有毒 让他们回去 记得洗干净 萧露看王刚都是直接上手的 手套都不戴一个 没想到这个药水竟然有毒 他有些诧异地看着它 有毒 你怎么不做点防护 王刚听到之后 哈哈大笑道 你怎么这么老实了 我这样说 不是怕村民偷吗 偷回去种就算了 万一遇到几个不开眼的 偷回去泡酒 那不是得不偿失吗 萧露一听 也明白了王刚的心思 心到他们 还是经历的多 总结出不少经验了 我现在就去安排 明天一早就上山 估计两三天就能种完了 嗯 你的地魔买了吗 没买的话 明天也可以买了 种子下地 就怕小鸟过来了 虽然进了药 但是山上鸟多 萧露文言点了头 有些后悔 今天自己 没有直接下单 但是现在到了村里 也没个电话 只能干着急了 萧露想着 等年底卖的这些家禽 有钱了 看看能不能买个电话 但是想着电话贵 大哥大现在 好像还没出来呢 也只是想想罢了 萧露转身去了村长家 通知了几家人 去村里开会 过了没多久 在家里的人都来了 萧露跟他们说了一下 明天的安排 股东全部上山 众人生了 其他人都安排在山下了 众人心里有些不满 但是萧露 毕竟是合作社的老板 而且又租了他们的地 拿钱做事 他们也没说什么 话都说完了 萧露最后 又嘱咐了一句 刚才忘记跟大家说 一件最重要的事 我们的种子 都是用药水浸泡过的 大家播种完回家了 一定要把手洗干净 避免误食了中毒 啊 这种子 怎么还下毒啊 这要是村里的牲畜吃了 那不是要死了吗 对啊 对啊 萧露你可不能干这缺的事 一说有毒 村里人都七嘴八舌地说起来 萧露健壮也没个好脸色 他觉得 有些事 还是要提前打预防针才行 既然说到这里了 我也跟大家说下 我租这地 开合作社 不是白干 也是为了赚钱 目前我已经投资好几万进去了 不是二席 种子下地之后 大家的家庭都自己关好 不要跑到地里了 到时候破坏了地里的药材 都要按价赔偿的 众人一听 萧露投资好几万 都露出惊讶的神色 仿佛没想到 萧露有这么多钱 更没想到 萧露全投到这里一样 萧露看着众人的脸色 慢慢说道 怎么 你们不信啊 光是租地就花了两万多了 你们真金白银的 收了自己能算出来的 我丑话说在前头 先说断 后不乱 以后大家自己家的家庭 也要管理好 不要想着 有事没事放出来到地里 我们到时候也会为上 但是大家 自己也要管理好 众人一听都点了头 毕竟投资了几万 他们谁都赔不起 提前打了预防针也好 免得有的人老想着自家的地 到时候 还去地里种点菜什么的 村长看着村里人 神色各异 缓了一会儿 才补充了一句 萧露的话 大家都听到了吧 地租出去了 怎么用就是合作社的事了 你们不要觉得 还是自己的 所有权是你们的 但是使用权 现在归合作社了 你们到时候 家里养动物的多注意点就行了 村长一说话 大家都点头了 看着没事了 萧露又重复了一遍明天的安排 众人才慢慢散去 萧露想着地魔的事 回去之后 晚上一家人 简单吃了一顿 第二天一早 村里人 就按照昨天下午的分工 全都下地了 上山的上山 下地的下地 萧露去看了一下 王刚一叫 基本上都会了 本来播种 也不是什么难事 主要是人参种子上面铺的泥 需要过一遍细筛 这事也不难 村里修房子 也会用到 工具都准备好了 萧露看着一切 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心里很开心 直接开上拖拉机 又去了薄膜厂 萧露之所以猜到 这个厂子是港人开的 主要原因是 因为名字 这个厂子名字也简单 叫红发塑料厂 港台那边的人 比较迷信 什么都喜欢 用这个发字 萧露看了这个名字 也只是随便猜测 没想到 真的猜对了 他开着拖拉机 带着萧天 又来了塑料厂 刘亮听到保安的叫声下来 看到二人也很惊喜 萧先生 你们来了 嗯 昨天不是说好了 会过来吗 我们今天来 直接签合同吧 我等一下就带货走 那当然可以了 我现在去拿合同 你们要不要 等到下午 我老板下午会来 他还想见见你们呢 萧露没想到 这个港人 昨天还在港城 今天就要来厂子里了 他其实很想见见他 但是想到自己家里 下地的种子 晚了害怕耽搁 思索再三还是拒绝了 我这几天 忙着种子下地 今天没空 过几天 你老板要是还在的话 我到时候 请他喝茶吧 刘亮本来是随口一说 他也不知道 自家老板 昨天说的想见一面 究竟是真是假 看萧露拒绝了 也没再强求 他带着二人上楼 拿来合同 萧露仔细看了条款 没什么错漏了 才伸手签了 合同签了咱们 去财务那交钱吧 交完钱 就可以出货了 我还没看货呢 你就让我交钱 我得先看看 货行不行 好吧 我带你们去仓库 萧先生 没想到 你这么年轻 做事这么谨慎 不愧是能当老板的人啊 刘亮边走边夸 萧露也没有飘 只是淡淡地回道 这有什么 给钱之前先看货 这是正常流程 你就算去市场买鸡蛋 不也是这样吗 萧露话一说出来 不只是萧天 就是刘亮 也觉得有一种 恍然大悟的感觉 不知道怎么形容 看萧露的眼神也变了 第123章 谈合作 刘亮带着两兄弟 到仓库看了一圈 萧露仔细看了都是 今年做的货 不是我往年的库存 二人又打开里面 看了看质量 才心满意足地点了头 刘亮带着二人出去 才慢慢给二人说着情况 我们厂子 是做磨的 但是这边的老百姓 好像都不用地磨 我们今年的货 都很难卖 老板都准备转行 做其他塑料品了 你们这时候来买 我才给这么低的价格 给你们 不然还卖不了 萧露一听也觉得 这种情况不无可能 毕竟现在 还没到农业昌盛的时代 再等几年 到处种地 都要铺地磨了 那时候厂家也多了 生产也便宜 萧露想了想说道 你们这个迟早会好起来的 只是现在 老百姓还不懂 再等两年 肯定用得多 让你们老板 耐心再等等吧 刘亮也不知道 以后的情况 笑着说道 我们也只是打工的 老板怎么说 就怎么做了 哪里能管老板的想法呢 萧露想想也是的 老板做什么 决定他们 打工人哪里能左右呢 那你们老板 准备转行做什么 还没说呢 我也不清楚 萧露想着以后的发展趋势 塑料袋 基本上可以说是 日常所需了 他忽然灵光一闪 对着刘亮说道 你们老板几点钟 到这里啊 刘亮也没想到 萧露忽然有了兴趣 他怪异地看了他一眼说道 大概是两三点吧 他也没说具体时间 萧露想着山上的人生 觉得自己今天还是 先把货拉回去比较好 他缓了缓才跟刘亮说道 你老板来了 你跟他说一声 我后天过来拜访他 你就说就说 我有一笔合作跟他谈 刘亮文言看着眼前 这个年纪轻轻的小伙子 竟然跟一个 一次都没见过的人 也有生意谈 心里有些佩服他 看他的眼神 甚至带了一些 微微的崇拜 你放心吧 你的话我肯定带倒 萧露交了钱 拉了一车 薄膜回家 这些膜里面 都卷了一桶纸 一捆捆装好的摩在车上装好 萧天仔细地在上面 套了一层网子 萧露的车子拉不下 还得再拉两车才够 萧露想着自己后天 再去拉正好 他们两兄弟 拉着东西回去 萧天在路上 就憋不住了 也不顾拖拉机声音大 直接问萧露道 你刚才跟那个小伙子说 要见他们老板 你见他做什么 又不认识 萧露正在开车 大哥问话 他也不知道怎么回复 这件事 目前也只是一个想法而已 至于能不能实践 他还不清楚 哥 我回去再跟你说吧 我要专心开车 萧露的声音很大 萧天听了 也没再说什么了 只是专心地看着前面 时不时看看 车子后面 有没有什么东西掉出来 两个人开着拖拉机 花了接近一个小时 才回了村里 萧露吆喝了几个人来卸车 让人扛了几卷地磨上山去 种好的地线铺上 村民以前种地 都不舍得买这东西 主要就是自己没钱 再加上这个东西 也不便宜 现在看到萧露 买了这么多 联想到昨天开会说的 投资了几万 众人心里都觉得萧露说的 肯定是真的 没有水分 几十个人 忙了三天 种子全部下地了 地磨也铺完了 萧露看着山上的地 估计今天就能搞完了 只是还没下磨 想到自己跟塑料厂的约定 他早上去地里看了一眼 就开着拖拉机 去拉货了 一到地方 萧露就先去找了流量 没想到他们老板还没来 流量也不知道 他老板什么时候来 萧露见干等不是办法 就叫厂子里 先给他装车 或装好 准备走的时候 流量的老板来了 流量力马上前介绍到 萧露 这就是我的老板 林洪 洪发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 他就算不说 萧露也猜到了 只看他的样子 就知道是港城那边的人 看他的穿衣打扮 还有说话的声音 都很有那边的特征 萧露伸出手地到林老板面前 林总 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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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前几天就听小刘说过了 早就想见你一面了 咱们去楼上说吧 林老板这个人也很好说话 一脸笑意 整个人也不像很多大老板那么傲气 萧露看着自己的车子停在厂子里 货应该不会丢 就点头跟着几个人上了楼 萧天看了看走 在前面的弟弟 又看着他们的货 对着萧露说了句 萧露 你去吧 我在下面看着货 萧露想到了 第一次进这个厂里的情况 跟哥哥点了点头 就跟着其他俩人上了楼 萧露这次进的是林洪的办公室 比其他地方要大很多 装修的也不错 只是没有什么摆件 应该是常年不在这边 摆上怕丢吧 萧兄弟 随便坐吧 萧露看了一眼 走到一个小沙发上坐下来 这个年代办公室 还放着这么好的沙发 萧露觉得 这个老板肯定是有钱 而且这时候 港城那边的人本来就有钱 林总 我这也是上次 偶然听你们销售员说 你想转行了 所以说 我才想着 有机会见面聊聊 哦 萧兄弟 对塑料也懂 不懂 但是原理 我知道一些 我脑子里 有个想法 想着跟林总探讨一下 林老板也没想到 这个萧露 看着年纪不大 口气倒是不小 他倒是想听听 他想说什么了 萧兄弟 你说说 有什么想法 咱们一起聊聊 林总 你们现在做的塑料膜 目前销量不怎么好 但是再等几年 前景肯定好 我敢肯定 到时候种地 肯定家家户户 都要买 林红也没想到 他说的是这个事 有些好奇的问道 你怎么这么肯定 大势所趋 肯定会的 而且我现在 还有一个生意 不知道 林总有没有兴趣 哦 什么生意 你说说看看 林红也想知道 萧露到底有什么想法 心里有些好奇 林总 你们本来是做吹磨的 怎么不做些塑料袋呢 塑料袋 对啊 林总 你有没有发现 我们现在出门买东西 总得提个篮子 或者背个背褂什么的 要不就是挑个箩 很不方便 要是做些塑料袋出来卖 价格低廉 买菜这些 直接送个袋子装好 这不都是销量吗 塑料袋 据我所知 以前也有厂家做过 但是没什么水化 以前是以前 现在时代不一样了 你怎么知道 还是不行呢 第124章 塑料厂 林红一听 心里也有些想法 她也觉得 这个想法不错 思考了一会儿 可行性才慢慢说道 你说塑料袋 人家卖菜送 那成本肯定要低了 高了别人肯定不买啊 我们生产这东西 也需要成本啊 萧露没想到 这个林红做生意 还蛮本分的 思索片刻才说道 林总 据我所知 你们港城货运物流都很方便 跟国外的交易也很紧密 现在很多做塑料的厂家 都是国外进口的洋垃圾 这东西净价便宜 拿回来一进破碎机 直接就可以生产了 林红惊讶地看着萧露 她没想到 这个小地方 竟然还有这么懂行的人存在 她又仔细观察了萧露 这个年轻人 确实看起来 只有20多岁 看着也不像是 城府很深的人 看她的穿衣打扮 也不像是 去过国外的人 她有些纳闷地问道 萧兄弟 是这里土生土长的人 以前也做过塑料这行 萧露没想到 这人说话免里藏真的 忽然问起她来了 要是其他时代 萧露还可以乱吹一通 自己以前出过国什么的 但是现在 这个时代 随便一打听 就知道底细了 萧露也怕说太多假话 被别人拆穿了 到时候 说她中邪什么的 不好搞 她酝酿了一会儿 找了一个稳妥的说法 我没做过这行 以前喜欢看书 都是书上和报纸上看的 林红听到之后 赞赏地看着萧露 点头露出了笑意 她觉得这个小伙子 确实是不错 虽然出生在这种小县城 但是心里喜欢学习 我们国家现在的发展 虽然看起来还没多好 但是再等几年 前景肯定不错 到时候先投资的人 肯定能赚钱的 萧露见林红感兴趣 又接着给她分析 因为现在港城还没回归 这些港人归属感也不强 萧露作为一个现代人 深知以后的发展方向 现在有机会遇见一个 肯定是要好好说说了 小伙子 你眼光不错 自从改革开放之后 政府又陆续出了很多政策 不瞒你说 我想转行主要原因是 我想去南方发展 我的几个老乡都在深城那边 现在赚的票子 那是大把呀 萧露没想到 这个港人想转行的真正原因 竟然是这个 他知道深城的发展形势 肯定是比待在这个地方强的 一时间也不知道怎么劝说了 你去深城 还是做塑料行吗 那边房地产不错 你要是有钱 可以投这个 萧露话一出口 林红眼睛一亮 看着萧露 眼里满是探究 小伙子 你看书还真是看得透彻啊 我这次过来 就是准备去那边投这个的 不过我是准备修厂房来卖的 租也可以 现在那边发展起来了 到时候 肯定厂子多了 萧露觉得 港城信息发达 很多有钱人八十年代 都在深城那边修厂房 投资建房的人大有人在 没想到 自己竟然认识了一个 萧露思考了一下 接着说道 修厂房也是一个方向 反正未来房地产 肯定是好方向的 只是你这里的厂子怎么办 你准备卖吗 萧露话一出口 林红的脸上 也露出些为难的神色 隔了一会儿 她从抽屉里 拿出一包烟来抽 顺手递给萧露一只 才慢慢说道 这个厂子我当时花费不少心血 说实话 我是不想丢的 只是在这边 实在是找不到靠谱的人管理 就像我厂里 这些管理 其实也不懂 还有销售这些都不懂怎么做 大部分都需要我亲力亲为 我也忙不过来啊 萧露想着未来几年的趋势 包装行业是真的发展不错 萧露心里有了想法 林总 凡事不能急 慢慢来吧 情况总会好转的 林红跟萧露一聊天 就觉得她是个人才 眼界不凡 她到这边这么久 很少见到有年轻人像萧露这样 年纪轻轻有想法 又有执行力的人 一时间爱才执行起来了 笑着试探道 萧露啊 我觉得你是个人才 迟早都会发展起来的 要不你来给我当秘书 我带你一起去南方发展 萧露迟早是要回南方的 但是不是现在 也不是作为别人的秘书 她仔细地阻辞婉拒了 林红本来也是随口一问 没期待 她能立刻答应 见她拒绝了 也不再说什么了 萧露看了下时间还早 上前说道 林总 我对你们这个塑料厂很感兴趣 可以下去参观一下吗 你想去车间 嗯 我以前都是在书上看 这还是第一次 看食物 所以想去参观参观 那你去吧 我叫小刘带你去 算了 我带你去吧 林红拿起电话 本来想给流量打内线的 但是还没播号就放弃了 决定自己亲自带萧露过去 萧露也有些意外 林总 你有事就先忙 我自己去看都行 萧露还想着客气一下 林红却是拿起衣服 就往外走了 走吧 我这次回来 还没去车间看 正好你要去 我也顺便下去看看 萧露这下没法拒绝了 她只好跟着一起下去 林红带着萧露 一直走到车间 萧露进去一看 比上次 他们站在门口看的 还要大些 里面还有一个门 进去之后 还有几台住宿机 萧露以前分管过这行 一看就认出来机器了 只是不知道 是不是好的 萧露想着 要是林红到时候 真要转让 她的钱 肯定拿不下场子的 但是买两台 二手机器 应该可以 到时候她买下来 自己开个小作坊 慢慢做包装 迟早会赚钱 这样想着 萧露没有说出来 只是眼睛 在车间里 不停地乱瞟 目前我们这边 主要做地模了 其他的都没有做 模具以前 都是我在港城 开好寄过来的 只不过没什么生意 现在就只有 这地模还有点生意 所以厂里也没几个人 就几个技术工人 在厂子干着 林红的声音 不嫌不淡地 从萧露耳边传来 萧露看了一下车间 确实没几个人 倒是办公室人 看着比车间还多 典型的僧多舟少啊 当官的比做事的还多 这厂子 不垮都没天理了 第125章 家里进贼了 萧露在塑料厂逛了一圈 时间接近中午了 萧露赶着送货回去 跟林红约好了隔两天 她拉最后一车祸的时候 再聊 两个人从车间一起出来 林红环给萧露送了包烟 萧露拿过来一看 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 还是英文 萧天坐 在车上等了个把小时了 终于等到萧露出来 没想到 弟弟现在的能力这么大了 随便聊几句 老板不仅带着他参观车间 走的时候 还亲自送 又是拿烟 又是握手的 看得萧天心里 不是滋味 等弟弟上了车 萧天才慢慢说道 萧露 我是不是很没出现 跟着你到处跑了这么久 什么忙都帮不上 只能干点力气活 萧露没想到哥哥 坐在车上等了一会儿 心里就生出这种想法了 心里一时间有些彷徨 不知道 哥哥是早就有这个想法了 还是刚刚才有的 他思索片刻 小心翼翼地说道 大哥 每个人生来 就有不同的价值 不是每个人的价值 都会体现在一个地方 我或许在社交这块 比你厉害点 但是你看我种地啊 家里那些 什么都不行 连填个炕都不会 这些不全部都得需要你来做吗 萧天一听 还是觉得自己没用 心情并没有多大改善 我也就只能 做这些杂活了 正是我是一点没学会 大哥 你做的事也是正事 怎么能说是杂活呢 我们都是一样的人 只不过分工不同罢了 你擅长的领域 和我擅长的领域不同而已 再说了 以后村里的地起来了 我还得全靠你管理呢 萧天一听心里有些疑惑 看着萧露好 一会儿才问道 你投资这么多钱进去 花了这么大的代价 你以后难道不管 哥 这才多少啊 我以后肯定多面发展的 哪能天天在村里管这合作社 我也管不过来 到时候我负责搞事业 咱们一家人 以后一定能过上好日子的 萧天一听才知道 萧露的志向远大 根本不在 这区区农业合作社上 心里一时感慨万千 看着萧露感叹了一句 要是爹妈再活两年就好了 也能跟着咱们想想福了 萧天有感而发 萧露虽然没见过原主的爹妈 但是想到自己的父母 萧露也有些伤感 伸手轻轻拍了拍大哥的肩膀 开着拖拉机轰轰地往家里走去 萧露或一拉回去 山上就有人在等了 萧露看了看 地里种子都下完了 只是没盖魔了 他感叹了一句速度快 萧天见人在等 立刻卸货 山上的人才下来扛东西上山 这个地魔一扑上 萧露的人参就只等着涨就行了 只需要明年买化肥上肥就行 扑了地魔之后 地里草也会少很多 以后一两个月 集中除草一次就可以了 萧露想着到时候不忙的话 就叫股东们出人 节约一笔人工 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萧露 你在这里呢 刚才隔壁村流大军给你带馅 说是让你回城里一趟 听说是你家造贼了 萧露还在山坡上 看自己的人餐地 没想到底下忽然出现的喊声 立刻吸引了全村人的注意力 所有人的手上动作都停了 往下面看去 戴信的人是住在村口的陈康 方才隔壁村的流大军 回来给萧露带了口信 他过来找了半天 没看见萧露 就给陈康说了 让他转告一声 萧露听见声音 立刻放下手里的东西 往山下跑去 一小会儿的功夫 就跑到了陈康的面前 陈哥 你说的是是真的 我媳妇有没有事 我也不知道啊 是隔壁的流大军 刚才托我转告你 他来村里 没找到你 你媳妇肯定是没什么事 就是不知道你家的东西 丢了没有 你进城看看去吧 萧露点了点头 这时候萧天和刘英得了消息 也着急忙慌地赶来了 萧露 怎么说 芝芝有事没 萧露摇摇头说道 我也不知道 我现在进城一趟 你们回去吧 萧露回到家里 在猪圈里把马牵出来了 他准备骑马进城一趟 萧天看他的样子 怕他出什么事 立刻上前阻止了 萧露 开拖拉机吧 起马危险 我跟你一起去看看 萧露不知道 陈芝在城里的情况 心乱如麻的 听见萧天要去 才点了点头 上去开拖拉机 不知道怎么回事 半天打不上火 萧天知道 他心里着急 这时候王刚也下山了 自告奋勇说 是要和他们一起去 王刚上去开拖拉机 萧露两兄弟坐在后面 拖拉机又往城里开去 此时离他们回来 才刚刚过去两个小时 萧露在路上 有些后悔 自己上去只顾着生意 都没想着回家一趟 这要是陈芝有什么问题 他没办法原谅自己 萧露 你真做点 芝芝既然托人带信回来 肯定会没事的 你别担心了 萧天看弟弟神色不好 温生劝解了几句 萧露也知道 应该没什么大事 但是心里 始终七上八下的 哥 我别的不担心 主要是担心芝芝 她一个人在家 就算没什么事 吓也吓坏了 萧天听到萧露的疑虑 也不知道说什么 萧露说的 确实有这个可能 一个女人 自己在家 又怀着孕 家里进了贼 心里肯定害怕 马上就要到了 别担心了 我们回去 看了就知道什么情况了 王刚知道 后面两兄弟心急 但越是急越要慢 王刚紧赶 慢赶开车 四十多分钟 三个人就进城了 到了城里人多 萧露心急 直接从车上 跳了下去 她熟练地穿过几条巷子 萧天跟在她身后 左拐右拐 一小会儿 就穿到了萧露家门口 萧露看着家门大开 心里着急 一个剑步冲到院子里 大喊了一声 吱吱 萧露没想到 院子里竟然这么多人 仔细一看 前后两条巷子的邻居 都在院子里 沉执好端端地 坐在院子里 看媳妇没事 萧露悬着的心 终于放下来了 萧露 你回来了 第126章 任干妈 哎呀 小伙子 你总算回来了 你们媳妇这次可是吓坏了 你回来了 就好好安慰安慰她 一个住在前面巷子的女邻居 在萧露面前说话 萧露忙笑着回应 萧哥 你回来了 嫂子没什么大事 真是吓到了 说话的人是小赵 早上听到萧露家禁贼了 小赵店里都没去 直接来了萧露家里 萧露拍了拍她的肩膀 慢慢地朝陈芝走过去 陈芝在人前还是稳得住 看到萧露回来了 脸上还挂着笑意 你回来了 嗯 没事吧 没什么事 就是有点吓到了 有些害怕 萧露牵起陈芝的手 心里有些心疼 几个邻居见男主人回来了 也慢慢散了 小伙子 你回来了 我们就先回去了 你好好照顾你媳妇 我们走了 多谢几位嫂子了 过两天 我再挨个上门道谢 麻烦你们了 哎呀 都是邻居 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麻烦什么 几个人说完了 就慢慢地出门回家了 萧露看见厨房在冒烟 好奇地看了看 小赵说道 萧哥 那是你隔壁沈教授两口子 给嫂子做饭呢 既然你回来了 我也回店里去了 明天的菜还没买呢 好 你去吧 谢谢你小赵 萧哥 我都没帮上什么忙 你谢我干什么 小赵说完也着急忙慌地走了 萧露牵起陈芝 往屋里走去 萧天到家里每个房间都看了看 想看看具体贼从什么地方进来的 再看看有没有动什么的 以前在农村 有的贼把墙打一个洞进去 偷东西的都有 他不放心仔细看了看 陈芝慢慢走到了堂屋 坐在椅子上 萧露给他端了一杯热水 来让他慢慢喝了几口 才开口问他 芝芝 具体怎么回事 你仔细说说 还有咱们家的钱丢了吗 萧天这时候也进来了 轻轻坐在边上一个椅子上 昨天晚上我睡到半夜 有点口渴了 以前我都是放了水在卧室的 结果昨晚上茶杯里没水了 我起来打水 看见院子里有个黑影 刚从东屋里出来 又往西屋跑过去了 我当时吓坏了 就跑回屋里把门锁上了 大喊有贼 没一会儿 附近的邻居就都来了 你做得不错 遇到这种事 不要先管财物 要先想着自己的安全 嗯 我大声喊了好久 那贼也跑了 隔壁王阿姨两口子没多久就过来了 一直陪我到现在都没回去 陈芝看了看厨房的方向 萧璐一看 才想起 陈芝还没吃饭 立刻温声道 你坐在这里等着 我去厨房 看看别怕 大哥也在这里呢 见萧璐要走 陈芝还有些害怕 萧璐说大哥在这里 陈芝也心安不守 也不是他矫情 家里进了贼 始终感觉有杀气 所以他一个人 害怕得很 萧璐到了厨房 看见沈教授两口子 都在灶台边上忙碌 萧璐立刻走过去 沈叔叔 王阿姨 你们去休息吧 我来坐 萧璐 你不用来了 我这个菜炒好 就可以吃了 你去陪芝芝吧 这次 他是吓坏了 萧璐看着灶台上 已经炒好的两个菜 也不勉强了 自己又去了 陈芝他们的堂屋 王刚这时候 也赶到了 他在巷子外面 停好车走进来 怎么样 没出什么事吧 我刚才城门口 好多拉货的出城呢 在那里耽搁了一阵 他边走边喊 惹得几个人 都出来看他 沈教授两口子 这时候饭做好了 也出来叫人了 萧璐领着沉汁 过去吃饭 王刚看着菜色 也想蹭一顿 刷的一下 坐在桌子上 萧璐见状 立刻给几个人介绍 这位是药厂的技术员 王刚 这次过来指导 我们合作社 重要材的 沈教授两口子 又忙着介绍自己 几个人一通忙碌 才开始了吃饭 萧璐和萧天 都吃了饭了 只剩下他们四个人没吃 萧璐两兄弟 就坐在旁边看着 沈叔说 王阿姨 谢谢你们了 芝芝一个人在家里 全靠你们照顾她 这次家里出了这事 也是你们第一时间赶来 我都不知道 怎么感谢你们了 四个人在吃饭 萧璐也不管他们 自顾自地说着 自己想说的 王阿姨听见了 立刻放下碗 瞧你说的 芝芝是你媳妇 还是我徒弟呢 再说了 我们也只是 过来陪了一会儿 没帮上什么忙 王阿姨 你别客套了 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从我们搬到这里来 你们对我们两口子的好 那是数都数不过来了 跟爹妈比 也不慌多让了 你们别谦虚了 萧璐真心实意地 表达自己的感谢 说到爹妈二子 陈芝眼神一顿 像是想到了什么一样 看了一眼萧璐 又看着王阿姨 半天才犹豫地说道 师父 你们对我太好了 好到我都觉得 像是我亲生父母一样 要不要不我认你 做干妈吧 陈芝这一句话 惊得席上几个人 都抬头看她 只有王刚埋着头 一直在吃 仿佛出了吃饭 什么都不能引起她的兴趣 陈芝见众人都不说话 以为自己说的话不恰当 脸色有些难看 想说点什么 找不一下 但是又不知道说什么 我觉得这个想法不错 要不然我们两口子 就认你们做干爹干妈了 以后给你们养老送终 你们觉得怎么样 萧璐说完热切地 看着沈教授两口子 萧天也有些期待 对于认干爹这个事 他没什么看法 他们爹妈死得早 沈教授又是文化人 萧璐认了他做干爹 以后也算是家里 有益老了 萧天想了想 也觉得陈芝聪明 一举多的了 看着老两口没什么反应 萧璐知道 可能自己两口子 有些冒昧了 他立刻说了句 你们二老 要是觉得不好 也没什么 以后 咱们还是跟以前一样相处 有什么事 你们就使唤我就行 没有 王阿姨小声 说了一句 萧璐没听清 什么 没有不愿意 我和你沈叔叔 只是觉得 事情太突然了 你们两口子很好 我们都很喜欢的 萧璐一听欣喜不已 既然你们没有意见 那我们找个日子 简单行个礼 磕个头 把这个事儿落实了 以后咱们 就是一家人了 第127章 托人 想啊 好好 等你们哪天有时间 咱们就把这个事儿办了 沈教授平日里 不怎么说话 此时静也没忍住 抢先开口了 萧璐和陈芝 都高兴不已 他们两个 都是命苦的 年纪轻轻 就没了爹妈 现在认识了沈教授夫妇 总算是又有了一对 真心诚意 为他们好的父母了 芝芝 咱们以后 有爹妈了 嗯 萧璐 我现在太高兴了 唉呦 芝芝 你的情绪 可不能起伏太大了 小心动了胎妾 看见陈芝激动 王阿姨立刻紧张地看着她 轻声给她说着注意 陈芝慢慢地 平复了自己的心情 看着桌子上的菜 平时觉得油腻的菜色 今天都多吃了一碗饭 萧璐想到 自己家里的财务损失情况 还没来得及了解 她看看陈芝吃的 差不多了 才慢慢问道 芝芝 那贼偷了什么没 咱们家的钱 有被偷吗 陈芝听到这里 脸上 立刻露出笑意 眼睛也有光了 她情绪又激动起来 我还想说这个事呢 前几天你和大哥回来 不是说过吗 让我别把钱放在一起 我听了大哥的话 前两天才把放钱的地方 换了个位置 没想到 昨晚上贼就来了 萧璐一听 钱财没有损失 心里松了口气 只要没丢就行 丢了也不是什么大事 主要是人 没事就好 嗯 只可惜我昨天买菜的十块钱 放在抽屉里 被偷走了 不过这次能保住钱 还是要谢谢大哥提醒 大哥 真是料事如神啊 陈芝想到钱没丢 心情好得不得了 看着萧天一脸感谢 没事就行 别说这些了 以后钱 这些要放好 多了 就存到银行去 家里别放太多钱 萧天冷声说了这些话 陈芝立刻点头如捣饭 几个人开心地吃完一顿饭 萧璐也不回村里了 他想着 把家里里里里外外 检查一遍 看看贼是怎么进来的 萧璐让王刚 开拖拉机 带着萧天先回去 把地里的事干好 再加上嫂子 还在家里 迟迟等不到人 怕是心里焦急了 萧天走之前 又在家里转了一圈 检查了一遍才回去 萧璐看着陈芝 现在已经平静下来了 现在王阿姨和陈芝 又准备刺绣了 萧璐本来怕陈芝太累 但是想着 受了惊吓 换换心情也好 芝芝 你们别太累了 秀一会儿就休息 知道了吗 知道了 你呀 真是越来越牢到了 没良心的 我这是为了谁啊 萧璐扬作抱怨的样子 称怪地说了陈芝两句 陈芝看见师父在这里 面子挂不住 也不敢再说 萧璐什么 只能埋头秀花了 只是脸上慢慢爬上红韵 低着头别人看不到 萧璐倒是看得清清楚楚了 晚上两口子 煮了点面条 简单吃了 熄了灯之后的院子大 陈芝想到 昨晚上的事 还是有些不安了 萧璐本来还想陪他看会儿电视的 但是看他的样子 只好扶着他上床休息了 陈芝躺在丈夫的怀里 忽然觉得二人很久 都没有这么亲密过了 他想说些什么 忽然看到 窗户上风吹过的树影 心里一惊 即使躺在萧璐怀里 萧璐也察觉到了 怎么了 莫我只是 想到昨晚上的事了 我忽然想到 昨晚上那个贼 脚好像不太灵光 走起路看着有些瘸 瘸子 嗯 但是我也不太确定 你说会不会是他翻墙进来的 从墙上下来摔了 也不一定 也有这个可能 睡吧 我在这里 别怕了 我也不是怕 只是前几天都是一个人 现在你虽然回来了 但是我心里还是觉得 缺点安全感 萧璐看陈芝的样子 知道他还是怕 女人嘛 吃苦受累都行 但是就是 害怕这些事 这是人的天性 没有办法的 只能慢慢克服 他觉得这个贼没抓住 说不定下次还会再来 他还是得想想办法才行 睡吧 我明天去找人问问 看看有没有人知道这个贼 你找谁问 我们又没抓到人 你怎么知道是谁 这试问也不好问 还是算了吧 你放心吧 我也只是 托人打听一下 萧璐安慰了陈芝 两个人又聊了一会儿村里的事 萧璐给陈芝说了下地理的进度 陈芝听到自己的家乡 变化这么大 心里好想回家看看 但是摸到自己 已经隆起的肚皮 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萧璐说得对 剩下这几个月 正是关键的时候 他最重视的一件事 就是肚子里的孩子了 其他的 先不考虑了 孩子的事 是最重要的 陈芝想着想着 就睡着了 萧璐看着媳妇的睡颜 默默地拉过被子 把他露在外面的手臂 也盖上 他白天检查了门锁 没有损坏的情况 四周的墙那么高 不用工具 根本进不来 他在家里里里里外外 看了几遍 还是不知道这个贼 从什么地方进来的 萧璐心里有些不安 觉得这个 就像是定时炸弹一样 不知道 什么时候爆炸 尤其是自己家里 只有一个孕妇 而且还有大量现金 萧璐觉得 还是想办法 找到那个贼 给他点颜色看看 让城里 其他别有心思的人 看看才行 看着窗边的月亮 萧璐心里 倒是有了一个人选了 现在只需要睡一觉 明天一早 直接去找他就行 萧璐计划好一切 才渐渐放松下来 最后不知道 什么时候也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 萧璐起来 蒸了几个包子 这是陈芝前两天蒸好的 现在只需要热一下就行 他给陈芝热了三个 自己吃了两个 吃完饭 本来想送陈芝去隔壁的 没想到 他说要去店里 萧璐只好把他 送去店里 安顿好媳妇 萧璐熟悉地 穿过几条巷子 走了一会儿 才来到今天的目的地 看着眼前的大门 萧璐在心里又想了一遍 自己想说的话 慢慢地伸手扣向房门 咚咚咚 谁啊 来了 知 怎么是你 嫂子 坤哥在家吗 第128章 找关系 坤嫂没想到 萧璐这个意料之外的人 忽然出现了 有些意外 把门往里面拉开了一些 阿坤出去了 还没回来 你先进来等吧 好的 嫂子 我坐在这里等一会儿 你有事就先忙吧 萧璐也不想跟坤嫂客气了 本来她过来 就是想找坤哥帮忙的 现在既然来了 就别假惺惺的了 坤嫂看萧璐的样子 心里猜到 她应该是有什么事 需要找丈夫帮忙 也没有多说什么 叫了一个人出门 萧璐看了之后 也猜到 她大概是去找坤哥了 她坐在屋内 打量着这房里的布置 这间房 可以说是典型的北方人住宅 但是阿坤去过南方 这布置又有点像是南方的正堂 萧璐打眼一看 屋内正中央 有一把大椅子 下边两排也立了椅子 萧璐看着感觉像是 古惑在电影一样的布置 不知道坤哥 是不是去过港城 照着那边学的 萧璐大概等了半个多小时 就看到刚才出去 那个人回来了 萧璐往他身后看过去 郭坤的身影就在后边 萧璐看到人了 立刻站起来喊了句 坤哥 你回来了 坐吧 郭坤坐到了正中央的椅子上 刚才跟他一起回来的人 又给他端了一杯茶 他端起来喝了一口才挥手 正堂的就剩下他们三个人了 萧璐看着这架势 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心里有些忐忑 你没什么事 应该不会找我 现在找我 是遇到什么难事吗 坤哥我 有事就说 我说过了 你是我兄弟 我郭坤认证的兄弟 你有事我 肯定会帮忙的 萧璐听完 心里轻松了不少 当下不再犹豫了 直接说道 坤哥 前晚上我家里进贼了 你家丢什么了 郭坤有些意外 原以为萧璐找他是什么大事 没想是这种事 东西什么都没丢 但是我想着 凭坤哥的人脉 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个贼 我想给他点颜色瞧瞧 郭坤听到这话更加惊讶了 在他看来 萧璐也算是一个老实本分的人 不明白 他怎么忽然变化这么多 而且是因为一个什么都没偷到的贼 既然没丢东西 你还找他做什么 坤哥 实话说吧 我想找他 就是想给城里的别有心思的人一个警告 他们看我不在家 进了我家里 吓到我怀孕的媳妇 我要是什么都不干 那以后不是谁都能进我家了 郭坤听到这话 确实对萧璐另眼相看了 以前他只是觉得 萧璐是个老实本分的小生意人 现在看来 他骨子里的很近 似乎不输自己 有点意思 你知道 那人是谁吗 有没有线索 我不知道是谁 所以才来找坤哥帮忙了 我媳妇说 那人右脚有些薄 听到薄脚二字 郭坤和站在旁边的人对视了一眼 眼里 都露出一些别样的神色 看得萧璐疑惑不已 坤哥 怎么了 刘赖子的小舅子 早年在牢里被打了 他就是个跛脚 刘赖子 他倒是有可能做这个事 萧璐本来只是想着来问问 看看有没有机会 没想到才一说人 就有线索了 他想到刘赖子那人 资猪必较 很有可能是他做的 我家什么东西都没丢 他派人来 很可能就是吓我媳妇了 刘赖子 我原本以为他还算个人物 没想到 竟然是这样的三流货色 萧璐说着 眼神露出些很利的神色 看得郭坤都有些惊讶 他思索了片刻说道 这事不太好确认 只能偷偷绑了他小舅子来问话 我帮你想办法吧 到时候你来就行了 萧璐文言脸上露出喜色 他本来想着 自己带人过去的 但是现在没有确认 再加上自己也不认识 他小舅子 怕事情闹大 不好收场 眼见坤哥愿意出头 他自然是乐意之志了 坤哥 小弟就先谢过你了 要真确认 是他 我到时候 肯定狠狠修理他一顿 但是我也不让兄弟们白忙活 到时候 我请大家吃饭喝酒 郭坤一听 觉得萧璐挺上道的 没有再说什么 只是让他回去等消息 萧璐跟郭坤道别 自己慢慢地走回去了 这两天 他也不知道地理的情况怎么样了 心里有些挂忌 但是城里 不可能刘陈芝一个人在家 萧璐回家 看到自己家的高墙 心里想着 要是能装的电网 在围墙上就好了 不过 现在用电不太安全 而且废电 本来电也不够用 他去医院旁边的废品站 捡了很多瓶子过来 这都是别人输液的盐水瓶 或是其他的药瓶 他在家里两天 买了点水泥 把瓶子砸成碎片 全部立在围墙的上面 搞了两天 终于竣工了 萧璐看着 自己这满是戾气的围墙 心里满意的不行 萧哥 你这样搞了围墙 就算是飞贼进来 也害怕了 你怎么想到 这么做的 弄这么多玻璃 在上面 这两天小赵店里的事 一做完 就过来帮萧璐打砸 眼见萧璐的围墙做完了 他也觉得 这样做安全不守 现在墙上满是玻璃渣 谁也不敢徒手趴墙 这也是我忽然想到的 这个围墙 想要加高 还是个大工程 等年底看看吧 现在先这样吧 陈芝这时候 也出来看了 看 萧璐本来 还想弄点有道次的铁丝网 在上边的 但是现在买不到 他在五金店 去定制也没有 跟铁匠说了铁匠 也说打这个玩意儿费劲 萧璐没办法 只能用这个玻璃代替了 现在看着比以前 倒是好多了 陈芝也凑上前看了看 说了一句 是要好一些 但是你平时在家 也要注意门上 随时都要把门关好 知道吗 知道了 我今晚上去王阿姨家睡 行了吧 这样是最好的了 我今天回去一趟 家里的事处理好了 明天就过来 你自己在家里小心 萧璐想着回村里一趟 看看地理的事 因为王刚说过 种子下地 他就要走 萧璐还想着回去 嘱咐一下 尤其是歌嫂 王刚说的那些技术问题 一定要记住 陈芝这两天 已经缓过神来了 看见萧璐在家里啰嗦 脸上表情也是想笑 知道了 你快走吧 再不走天就黑了 第129章 瘸子 萧璐跟陈芝说好之后 一路上没有停 走路回了村里 他一个人不带什么东西 脚趁快 一个多小时就到了村里 他回去第一件事 就是去地理看了看 黄旗已经肿完了 只是人参 还有一些了 萧璐看了一下 也是在收尾了 明天 基本上就能全部做完了 萧璐左 看又看没见着王刚 他在山上看了一会儿 就下山回去找他 没想到 王刚不在自己家里 萧璐有些急了 他以为王刚已经走了 没想到 这时候隔壁邻居 见他回来了 跟他说 今晚上 都去他哥家吃饭了 萧璐悬着的心裁放下来 关上门 就往哥哥家里走去 一看见萧璐回来了 哥哥嫂子 都有些惊讶 萧璐 你咋回来了 你一个人回来 芝芝不怕吗 嫂子刘英 见到萧璐 就没忍住问他了 嫂子 我明天就去 今晚上 我让隔壁王阿姨 过去陪他了 那就好 芝芝一个人在家里 前几天还闹过贼 别说他了 就是我也有点怕 怕怕怕 你们女人啊 就是自己吓自己 有什么怕的 隔壁一个老大哥 也在萧天的坝子里 这时候出来凑热闹 刘英看了他一眼 没说什么进屋去了 萧璐跟他不熟 也没说什么 那人却是自来熟的 坐到了萧璐的旁边 萧璐 要我说啊 这贼 肯定是你们的熟人 远处的贼哪里知道 你们家只有你媳妇在 这种多半是附近的人 你可要注意点 这人说完话 萧璐觉得 年纪大的人说话 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他现在也知道 是熟人作案 但是这个熟人 跟他不熟 他这边也没有损失 报警都没用 只能等坤哥那边 看看情况了 他拿出自己的香烟 递给了那人一支 那老大哥 也没想到 他今天还能混到一支香烟 高兴得很 一时兴起 又给几个人 讲了很多以前 就是会出小偷的事 他讲的那是意犹未尽 一直到他媳妇 叫吃饭了 才起身回去 萧璐三人见状 也是无奈地摇摇头 进到屋里 坐到桌子上 刘英才说了句 隔壁老孙 最喜欢讲以前的事 但凡遇到一个 愿意听他说的 他能跟你说一天 行了 不说他了 吃饭吧 萧天打断了 准备夸气坛的刘英 打了点酒起来 给三个人 一人倒了一杯 来 我敬你们两兄弟一杯 这段时间 我在这里 全靠你们照顾了 我准备明天就走了 今晚上 咱们好好喝几杯吧 萧璐没想到 王刚一举杯 就说要走的是 心中有些急 看了萧天 和刘英反应平淡 应该是早就知道 这件事了 王七说 你要走了 可把这些注意的 都要告诉我吗 这些全都跟你哥说了 这几天萧大哥 天天跟着我 学的东西 都快能做技术员了 萧璐一听放下心来 学会了就行 我们自己会了 也少了你们很多麻烦 免得以后 有点小问题 就要打电话 麻烦得很 有时候打过去 你们也不一定在 嗯 你放心吧 我都教了 只要你们 别乱用肥料 基本上没什么问题 前期就是 人生要费些心思 只要出苗了 后面就没什么大问题了 萧璐又邀请王刚 明天早上 和自己一起进城去 到时候再去他家里住一天 王刚倒是答应得爽快 只不过没说 要在他家住 而是进城 去买车票了 萧璐知道他们忙 也没有抢求了 几个人晚上 喝了一顿酒 约定好 过年之前再来一次 第二天一早 两个人 就早早起来 往城里赶去 萧璐本来 还想收一车兔子去的 但是想到王刚 要赶着去买车票 兔子也不收了 想着过两天 再回来一趟 两个人一大早 就出发 拖拉机的声音 响彻整个村头 村民也陆陆续续 起床了 萧璐这次进城 还想买些种子回来 村里 还有一百多亩的空着 萧璐想着买回来 种些农作物 为了那么多猪要吃 萧璐把王刚送到了车站 停好车之后 跟他一起进站 本来想着 今天的票要是没有了 就让他去自己家里住一天 没想到 去了还有票 两人 直接在火车站 打了个招呼 就分开了 萧璐开着车回家 陈芝没有在家 萧璐去隔壁问了 说是去了店里 在店里 基本上没什么危险 萧璐也不准备 立刻过去 他想去市场看看 再去种子站逛一下 他背着贝勒 就出门了 这边大都是地比较多 像萧璐一个村 田也没有多少 但是想到大米 萧璐还是想着 把仅有的十几个水田都 种上水稻 他们村 每年小麦国家 都会发种子 但是发的不多 自己也需要 上种子站买点 萧璐想着一百多亩地 种了水稻和小麦 还要多种红薯 土豆这些 这些东西 到了冬天 都是硬通货 能放 猪能吃 人也能吃 想好了背着贝勒 就出发了 只是才刚出门 就碰上了一个熟人 来的人 正是前几天 萧璐在坤哥家 看到的那人 像是姓曾 萧璐也不知道 他具体叫什么 他热情地走上去 岑哥 你怎么来了 是路过 还是来找我的 坤哥叫你过去一趟 那行 等我把贝勒放了 萧璐转身 把贝勒扔到院子里 锁上门 就跟着这个姓曾地过去 这个人不知道什么来路 话少得很 一路上一句话 也没说 两个人就这样沉默地 走到了坤哥家里 萧璐跟着进去 还是上次的地方 那个像是聚义堂的大厅 萧璐走进去 里面熙熙攘攘地 坐了几个人 坤哥 你找我 坐吧 带上来 萧璐刚坐下 几个人 就拉着一个 三十六七岁的人进来 那人 被几个人压着 头上带着布袋 萧璐看见他的脚走路 一蹶一拐的 瞬间就知道 是上次说的事 有结果了 到了堂前 坤哥一个小弟 上前扯下 那人头上的布袋 他才看清眼前的情况 坤 坤哥 你有事叫我就行了 何必搞这么大的阵仗啊 王脖子 叫你来 是为了什么事你知道吧 那人一听见这话 心里寻思自己 最近应该是没有做什么 得罪他的事 忽然看到 坐在堂下的消禄 眼神躲闪了一下 坤哥我最近 做了什么事冒犯到您了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别跟我一般见识 第130章 找人 王脖子一看周围 人多就开始说软话了 郭坤没有理会他 目光直视消禄 消禄也没有搭话 王脖子有些怕了 王脖子环顾四周 眼见着周围的人有好几个 心中不禁有些发虚 他的脸色变得苍白 嘴唇微微颤抖着 原本还有些嚣张的气焰 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结结巴巴地开口说道 坤哥 有话好商量吗 何必这样呢 声音中带着明显的畏惧和退缩 然而 郭坤并没有被他的软化所打动 他紧紧地盯着消禄 眼神坚定而锐利 仿佛要透过对方的眼睛看到内心深处 消禄同样毫不示弱地与他对视 但却始终保持沉默 一言不发 王脖子感受到了郭坤和消禄之间微妙的气氛 心里越发害怕起来 他额头上冒出一层细密的汗珠 身体不由自主地往后缩了一点 此刻的他 完全失去了先前的庆幸 只希望自己姐姐和姐夫 尽快发现自己不见了 找到自己 避免自己吃更大的亏 看到郭坤正盯着自己看 消禄面不改色地端起茶杯 轻戳一口后 缓缓站起身来 迈步朝着郭坤走过去 带到距离郭坤 还有几步之摇石 消禄停下脚步 嘴角微微上扬 似笑非笑地开口说道 哟喝 这不是王脖子吗 你深更半夜的 跑到我家去 难不成是想要偷点啥东西 这样吧 你也别费那就瞎折腾了 有什么需要的 尽管开口跟我说 就是了 只要是我有的 现在就能拿出来给你 怎么样 他的声音不大不小 但却带着一种 让人无法忽视的威严和压迫感 王脖子刚才瞥见消禄在那里 心中不由地咯噔一下 仿佛有一面大鼓 在疯狂地敲打 让他心跳加速 掌心冒汗 此刻消禄突然发问 更是如同一颗惊雷乍响在耳边 令他惊慌失措 他的脸色 瞬间变得苍白如纸 嘴唇微微颤抖着 结结巴巴地否认道 你 你胡说 少血口喷人了 我 我什么时候去你家偷东西了 我根本就不认识你啊 他的声音充满了恐惧和委屈 似乎想要通过这种方式 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然而 在那闪烁不定的眼神中 却流露出一丝难以掩饰的心虚 萧露嘴角微微上扬 露出一抹不易察觉的笑容 他的目光随意地扫过郭坤 然后缓缓开口 语气平淡地 仿佛再说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哦 你不认识我 呵呵 没关系 可能你贵人多忘事吧 但我可对你印象深刻呢 你不就是那个水产市场流赖子的小舅子吗 怎么着 难道因为我之前从坤哥手里 买下那辆拖拉机的事情 流赖子到现在还耿耿于怀呢 说完 萧露轻轻摇了摇头 似乎对这种小肚鸡肠的行为 感到有些无奈 王博子闻言激动地道 你小子 那事儿我姐夫早就翻篇了 我前晚上也没去你家 你找错人了 快让坤哥放我 我就当是误会一场 男子焦急地喊道 萧露听闻后 嘴角微微上扬 露出一抹不易察觉的笑容 哦 你怎么知道 我家前晚进贼了 我可没有说过时间吧 他故意拖长了音调 目光紧紧盯着对方 仿佛要透过对方的眼睛 看穿他内心真实想法一般 被萧露这么一问 王博子顿时有些语色 额头上开始冒出细密汗珠来 眼神闪烁不定 不敢与之对视 很明显 这个回答并不是他提前准备好 或者随口胡周出来应付了事那么简单 其中似乎隐藏着什么 不可告人秘密 萧露也不管他的花花肠子里在想什么了 毕竟他也没想过要把他怎么样 现在毕竟是法治社会 他家也没丢东西 总不可能因为这点事就要他怎么样吧 萧露找坤哥帮忙 主要也是想着吓吓他们震慑一下 正准备吓唬他几下就放他回去了 坤哥的助手曾哥 这时候出去了一下又进来了 坤哥 刘赖子来了 萧露听到刘赖子来了也有些惊讶 毕竟这王博子被请来这里 也才个把小事而已 刘赖子就知道他在这里了 看来刘赖子的手段也不错 萧露想着 自己这次算是真的跟刘赖子结仇了 看着坐在上面的郭坤 萧露始终看不清他的想法 坐在下面的他想着 要尽快找个办法 把郭坤和自己绑到一条船上 只有利益相连 他们的关系才会更进一步 请他进来吧 郭坤发话之后 曾哥立刻出门 一分钟后 他带着三个人进来了 萧露一看 来的就是刘赖子 和上次他遇见的两个混混 想必是刘赖子的左膀右臂了 刘赖子 今天吹的什么风 你竟然到我这里来了 刘赖子一进来 就看到地上的小舅子了 他没有出生 反倒是地上的王脖子 见到姐夫来了 心情放松了不少 大喊道 姐夫 姐夫救我 坤哥 你我一向井水不犯河水 不知道 你今天这是演的哪一处啊 郭坤文言眉间一皱 了解他的人都知道 这是他发怒的前兆 刘赖子 你别不识好歹 忘了当初你的水产生意 是谁给你帮的忙 刘赖子这次也是茫然的 听到老婆说 小舅子不见了 立马派人出去找 听说被郭坤抓来了 他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坤哥 不知道 我小舅子做了什么事 要是不小心得罪了你 坤哥看在我的面子上 放他一马 该出的赔偿我来出 刘赖子心里清楚 郭坤的实力 犯不着因为一点小事 和他闹翻 况且看眼下的情况 应该不是什么大事 他才先低了头 郭坤隔了许久 才说了一句 他没有得罪我 只不过得罪了我的兄弟 郭坤说 玩用手指了指消路的方向 竟然是消路 心里明白 恐怕是自己这个 不争气的小舅子 私底下去找他麻烦了 刘赖子走上前 王博子脸上 带着七记地 看着自己的姐夫 谁料刘赖子照着 小舅子上去 就是一脚 还有 姐夫 是我呀 你替我做什么 第131章 机会 消路看着自说自唱的两人 眼中露出一抹蔑视 这种手段片片 无知小儿就算了 在他面前演戏 他还不至于这么无知 消路兄弟 上次咱们的矛盾 坤哥从中已经做了了断 我这个小舅子不懂事 有什么做的不对的 你就放他一码吧 全当给我个面子 消路嘴角轻笑 眼神里透露出一丝不屑 缓缓说道 刘哥的面子 肯定要给了 只是你小舅子半夜 趁我不在家 偷偷翻墙 跑到我家里 吓到了我怀孕的媳妇 这事 怎么也得有个说法吧 刘赖子没想到 自己小舅子 这么不成器 他好歹 也是水产市场的龙头 平时做的 也是正规买卖 手底下有些人 但也是正经跟着自己做生意的 偏偏自己小舅子 专爱整这些歪门邪道的 他愤怒地看向王脖子 大声质问 是不是真的 王脖子 本来还想狡辩的 但是看了看四周 姐夫的神色也不对 不敢再说假话 替死横流 姐夫 我也是看消路 上次很有矛盾 想着晚上过去 吓一下他罢了 我什么都没偷啊 我进去没找到人 他媳妇还发现了 我立马就走了呀 刘赖子听到自己小舅子的一番话 也觉得有些丢人 自己手底下人还跟来了 看着小舅子这番做派 他面子上有些挂不住 想了许久才缓缓开口 小鹿兄弟 你看他 虽然干了混账事 但是好歹没有造成大错 我回去 就让我媳妇背好礼品 去看看弟妹 当面道歉 你看怎么样 刘赖子知道 今天这事自己不占礼 心里也有些站不住脚 看着坐在上面的郭坤 又看看小鹿 他觉得 自己今天的礼子面子都丢尽了 他说完话 小鹿没有立刻反应 隔了一会儿才说道 刘哥 大家都是出来做生意的 有什么事 男人之间就解决了 祸不及妻儿 你小舅子大半夜 跑到我家 吓到我怀孕的老婆 这事要是就这么算了 我回家也不好交差啊 刘赖子没想到肖鹿 这么难缠 他都这么低声下气了 给台阶他还不下 心里恼怒 脸上表情也有些冷了 他沉着脸问道 那你说说 想怎么办 肖鹿本来没想着怎么样 但是今天过后 自己和刘赖子的梁子 算是彻底结下了 不如趁这个机会 多要点实惠的 他看着地上的王脖子 又看了眼郭坤 照着跟刘赖子说道 刘哥 其实也没什么 就是我家里 今年养了些鱼 正愁年底肖鹿呢 下半年我想在水产市场 搞个摊位 希望刘哥帮个忙 你看怎么样 肖鹿此话一出 在场的人都很意外 刘赖子闻言 脸色未变 倒是跟着他来的两个跟班 稳不住了 小声在刘赖子耳边说道 哥 不能同意 到时候这小子 肯定抢他们生意的 刘赖子还没说话 肖鹿就听到了 这两个人的声音 他立刻说道 刘哥 你放心 我也是本分的生意人 我保证 绝不扰乱市场 有钱大家一起挣 只要刘哥同意了 大家以后 就是兄弟了 有事需要 直接开口 郭坤听见这话 也轻轻点了点头 心到肖鹿看着年纪不大 但是心胸开阔 看得也远 知道 什么时候该硬气 什么时候该认怂 他觉得自己以前 对肖鹿的认知 还不够全面 他这样的人 迟早要成为一个 响当当的人物 刘赖子并没有立刻 做出回应 他身旁的那两个小喽啰 反而显得有些焦躁不安 仿佛非常害怕 刘赖子会点头鹰鱼似的 刘赖子沉默片刻后 开始环顾四周 打量起屋内的情形来 接着又将目光 投向郭坤身上 稍稍停留了一瞬 最终才把视线 落回到肖鹿身上 开口问道 是不是一定要这样 你们才放放人 肖鹿刚要开口回应 只见刘赖子眼神 坚定地说道 好吧 那就按照你所说的去办吧 但我希望 你能够信守承诺 肖鹿面不改色 心不跳地回了句 你大可放心 只要是从我肖鹿口中 说出的话 必定会说到做到 听到这话后 刘赖子深深地凝视着肖鹿 似乎想要 透过他的眼睛 看穿他内心真实的想法 过了好一会儿 刘赖子才慢慢收回目光 并狠狠地朝着 躺在地上的小舅子 踹了一脚 嘴里还骂骂咧咚道 还愣在这儿干嘛呢 难道等着留下来吃晚饭不成 赶紧给老子滚蛋 刘赖子带着自己的小舅子 几个人灰溜溜地走了 肖鹿知道 今天这梁子算是结下了 不过以后的事儿 谁也说不准 说不定年底的时候 他们又和解了呢 刘赖子走了 这件事也算是有个结尾了 肖鹿看着厅里的人散去了 只剩下坤和和岑哥 肖鹿这时候才知道 这个人叫曾山 据说是郭坤的一个表弟 郭坤家 以前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祖上神秘得很 家族大 肖鹿光看他表弟 都有七八个了 全是有血缘的那种 眼下厅里没别人了 肖鹿想着塑料厂 要是郭坤愿意跟他合伙 拿下不是很简单吗 他在脑子里思索片刻 才试探道 坤哥 有个生意 不知道 你感兴趣不 这句话轻飘飘地 飘进了郭坤的耳朵里 他慢慢转过头去 目光有些狐疑地 看着肖鹿 心里暗自琢磨着 肖鹿找他 谈什么生意呢 郭坤开口问道 什么生意 声音中透露出一丝 不易察觉的警惕 坤哥 西城门口过去不远 有一片厂房知道吧 里面有个塑料厂 是港城人开的 前几天我去买东西 认识了那个老板 他想转行去南方 想把厂子对出来 郭坤倒是知道那片地 不过没有进去 仔细看过都有什么厂子 毕竟从79年过后 这厂子就像雨后春笋一样 遍地开花 你的意思 是让我接手塑料厂 但是 我家以前是开面粉厂的 没做过塑料啊 我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坤哥 你不会 我会啊 第132章 探讨 看着萧露这积极的样子 郭坤感到有些意外 在他看来 萧露虽然年纪不大 但是做事沉着老练 一般情况下 不会暴露出这么急切的一面 他略微思索 开口问道 你为什么对这家塑料厂 这么感兴趣呢 以我所知 你之前似乎并未涉足此领域啊 郭坤疑惑地问道 萧露心中焦急万分 一心只想将塑料厂的事情办成 因为他深知 未来的包装行业 必将蓬勃发展 而此时正是千载难逢的良机 若能顺利拿下塑料厂 必定能够大有作为 此刻的他 以无暇顾及郭坤的看法 脸上洋溢着自信的笑容 回应道 坤哥 我每日关注时事 新闻 阅读报刊杂志 对于市场趋势 有着敏锐的洞察力 我可以断言 不出三年 塑料行业 必将迎来爆发式增长 倘若我们紧紧抓住此次机遇 日后裁员必定滚滚而来 犹如源源不断的流水一般 肖露言辞坚定 信心满满 但郭坤仍然感到十分诧异 毕竟从他手底下得到的消息来看 肖露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与自己印象中的那个小混混 简直判若两人 如今站在面前的肖露 不仅头脑聪慧灵活 而且言谈举止间 透露出一种成熟稳重的气质 让郭坤不禁为之刮目相看 他一时也无法决断 前些时候他栽了 家里的钱都用来捞他了 存款他倒是有一笔 不过不到关键时候 肯定不能用的 郭坤家里的面粉厂没有做了 兰芳的生意做不成了 他本来想重新把面粉厂做起来 现在肖露忽然找来 说起塑料厂的事 郭坤一时也不知道 那厂子的规模怎么样 需要多少钱 这些都是问题 肖露 这件事你有把握吗 郭坤一直想着赚大钱 所以才会不惜铤而走险 不然也不会进去了 眼下肖露说的项目 让他沉寂已久的心 又动起来了 坤哥 未来塑料行业 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你信我 你先回去 过两天 我要去一趟南方 等我回来了 跟你去一趟塑料厂 好 坤哥 你去南方做什么 是不是也想看看 有没有什么发展机会 肖露心里很清楚 郭坤过去 一直与南方的老板 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如今终于有机会重获自由 尽管之前的生意 已经无法继续 但他仍然渴望前往南方寻找财富 肖露暗自琢磨着 目前前往南方 如果想要赚取巨额利润 恐怕只有投资房地产 这条路可走了 想到这里 他不禁心头一紧 然后转头 对郭坤说 坤哥 你这次去南方 如果真打算投资 不妨考虑一下房地产行业 相对来说收益稳健 只是投资回报久 可能需要一定时间 才能有肉眼可见的利润哦 郭坤听闻肖露所言 脸色骤然一变 惊恶地问道 你怎会知晓 我有一投资房地产呢 肖露见状 坦诚地回答道 坤哥 不瞒你说 其实我自己 也对房地产投资感兴趣 只是当前并非最佳时机 再加上 我本钱有限 所以才选择 开办塑料厂 我之所以如此决定 无非是希望能够 尽快获得投资回报 从而积攒更多的资本罢了 郭坤听到 肖露一番言语 也道出了他目前的心酸 他家里是还有一笔钱 但这是他老婆 倾苦存下的救济钱 前段时间和他相熟的 一些老板打电话来 说是南方目前做生意还不错 要他去广城开场 但是 以郭坤目前手里的钱 全砸进去 也不见得能起多大的水花 要是亏了 老婆估计都不跟他过了 这段时间 他也是犹豫再三 但是看着一帮 跟着自己的手下兄弟 他心里也着急 他带着他们 可不是想混社会的 这些兄弟 很多也是他的本家亲戚 他带着他们 也是想挣钱 大家一起发达 他左思右想 还是决定百闻不如一箭了 小鹿 不管怎么样 我还是得亲自过去看看再说 你说的那事 先放一放吧 你也回去好好想想 等我回来之后 咱们再说吧 小鹿不可能阻拦别人发财 况且 这人还帮了自己好几次 他已经规劝了 听不听就看他自己了 他笑着说道 坤哥 那就这样吧 你什么时候走 今天大家帮 我辛苦了 明天晚上 我做冬 请各位兄弟吃饭 我亲自下厨 请各位赏光 坤哥 你看怎么样 好吧 我明天晚上带人来 见郭坤答应了 萧路也不再多说什么了 只说了 明天晚上在自己店里 让他们早点来 萧路就慢慢回去了 他今天收获 也算良多了 本来只是想着 吓唬一下王脖子 没想到 连水产市场的生意 也搞到了 只不过 和刘赖子的关系 算是彻底僵持住了 不过 萧路本来也和他没什么关系 到时候井水不犯河水 有事再说吧 事情想好萧路 慢悠悠地往家里走 一路上想着塑料厂的事 他知道以后生活中 离不开塑料制品 而且灵红的厂子里 什么机器都有 不管郭坤想法如何 他觉得 他无论如何 都要想办法混进去 就算当个股东也行啊 落过菜市场的时候 萧路看见 竟然有梨子在卖 新鲜得很 他这不馋嘴的人 看得都想买两个吃 一问价格 确实有些贵 但是对他来说 还不算什么 他买了三个 自己吃了一个 果然水分十足 鲜甜可口 他吃了一个 提了两个回家给媳妇 陈芝看见 这么新鲜的梨子 蝉虫一下 也上来了 吃了一个 还感觉不够 想吃第二个 萧路怕他吃太多拉肚子 让他下午 或者明天再吃 这才控制住他 两个人回到家里 自从有了电视机 陈芝一回家 就是打开电视 边看边做其他事 今天也不例外 芝芝 那天晚上 来咱们家的人 我今天找到了 以后他不敢再来了 你也不要怕了 陈芝闻言 惊诧不已 疑惑地看着萧路 你怎么找到的 萧路 你是不是 又和以前那些人联系了 陈芝听到萧路说的话 心中一惊 现在的生活太平静了 他日子过得安逸 也没有以前那么坚强了 他真是怕萧路 又变成以前的样子 第133章 回到小山村 萧路看他的样子 就知道他误会了 以前陈芝本来就敏感 怀了小孩之后 可能更加多愁善感了 看着媳妇的样子 萧路知道 他又胡思乱想了 他无奈地摇摇头 伸出手轻轻地 把他的头揽到自己 胸前靠住 轻声解释道 一看你就想歪了 我只是觉得 贼到了屋里 什么都没偷就跑了 还是个瘸子 有些奇怪 就找人问了问 谁知道一问 就发现问题了 说到这里 萧路就不说了 故意卖关子 果然沉执等不及了 抬起头着急地说道 发现什么问题了 你倒是说啊 萧路伸手 点了点他的额头 这个人 是刘赖子的小舅子 我以前 不是跟你说过吗 因为买拖拉机的事 和他有些不对付 他倒是没想做什么 他小舅子 想着吓唬吓唬我 那天晚上翻墙进来了 没想到我不在 倒是吓着你了 陈芝听完知道不是贼 心里松了口气 但是想到 是别人故意找麻烦 心中更加担心了 那后面怎么处理的 我找了 卖拖拉机的坤哥帮忙 把误会解释开了 以后没人赶来咱们家了 放心吧 陈芝听到解开误会了 心里也轻松了不少 只要不是大问题就好 两口子在家又说了一会儿 萧璐跟媳妇商量 明天回老家一趟 想着好几天 没送兔子了 陈芝知道 自己这次 因为家里进贼 耽误了不少事 萧璐一说这事 陈芝就点头 让他该做什么 就做什么去 萧璐第二天 一早就赶回老家了 想着回去看看 家里的地和牲畜 再有就是收点兔子来 萧璐本来想把自己 上次买的种子背上 但是太多了 也重 萧璐决定等两天 用车子拉回去 一回到村里 萧璐发现 很多人都不在 眼下正是 种小麦的季节 萧璐不知道 他们去哪了 家家的关门庇护的 一到家里 萧天正在位于 萧璐好奇地问他 哥 村里人都去哪了 这么早家家 都关门插锁的 去隔壁村了 有的回老婆 娘家种地去了 啊 他们还真去老婆娘家种地了 我还以为他们说着玩呢 农村人 生来就是种地的 况且这几天地里没什么事 要不了那么多工人 萧璐一看也是 地里的事都做完了 村民无所事事 肯定不习惯了 都想着回老婆娘家种点粮食 萧璐看着自己的哥哥 心里估计也还是想种点粮食的 他迟一片刻开口道 哥 我们剩下的地 也要种小麦 十多个田 我也计划种点稻谷 你看怎么样 萧天文言 面含笑意 眼前一亮 那地 不是给猪和兔子种的吗 你不是说种草 还有红薯 一百多亩呢 哪里吃得完 我们也种点粮食 萧天当然愿意了 现在虽然有钱 但是农民本质上 就想要种粮食 萧璐想种 自然是最好了 说起种草 萧璐忽然想到 自己带回来的东西 他进屋在被楼里 拿出一袋东西 递给萧天 哥 这是我买的种子 鱼草 你找几块空地种上 就在鱼塘附近就行 到时候长出来了 每天搁两筐喂鱼 鱼吃这个长得快 好 我下午就去种 萧天一听说这事 脸上表情都开朗了很多 萧璐见了也笑他 他知道大哥 一心喂这个鱼塘 投入的时间也不少 每天都在想着养鱼的事 哥 我在城里已经联系了 水产市场的摊位 到了年底 咱们的鱼长大了 就可以拉去城里卖了 真的 你给钱了吗 你太急了 年底都还不知道 鱼有多大呢 再说了 太小我们可不卖 不划算 萧璐看着哥哥 这副紧张的样子 也觉得好笑 打趣他道 你不是每天喂吗 早上下午都来看一遍 你好担心 你的鱼不长肉啊 你别开玩笑 我可是说的真的 年底鱼太小的话 真不能卖 不赚钱不说 浪费这些鱼了 哎 放心吧 到时候 肯定听你的意见 你说卖就卖 萧天仔细看了 一下萧璐买的种子 又问了几句 卖种子的 有没有交代过 有什么特殊的 萧璐一一答了 萧天回去 拿了把锄头 就往地里去了 这附近几块地 都是萧璐流出来了 早就准备好种草 本来是想着兔子吃的 现在鱼有了 肯定种于草了 萧天高兴地种草去了 萧璐也没闲着 他放下东西 就去山上 看了看人生的情况 这才过去几天 萧璐去看了 跟前段 时间刚种下的时候 没什么区别 倒是山脚下的黄旗 像是在发芽了 萧璐沿路看了一圈 有个别的 已经长出小芽了 看着嫩绿的新苗 萧璐开心不已 地里的事处理了 家里也不能闲着 萧璐在村里 走了一圈 很多人都不在 他猛地走到村长家了 反正都来了 想着顺便进去做做也行 村长没在家 王美丽和两个老人在家 一看见萧璐来了 热情的不得了 萧璐 你来找我们家那口子 快进来坐吧 嫂子 别忙活了 我就是在地里看看 走到你们家里了 想着过来看看 村长再不在 哟 你今儿来得不巧 他去镇上开会了 这不是我们合作社 承包了土地吗 还找来药厂中药材 镇上特别叫他过去 说是开会 其实就是给其他村 传授经验呢 哦 是吗 那可不 你不在的这几天 乡上都组织好几批人来村里了 就是想看看 咱们的养猪场 还有合作社的地 只不过来了 都看了 但是咱们的药材 还没长起来 来了也只能到养猪场看看了 萧璐这几天不在家 倒是不知道 有这个事 一听到王美丽说了 心里也有一种自豪感 嫂子 别人来看是好事 到时候学会了 大家一起富起来了 不光咱们村到时候都有钱了 我们的家人 亲戚都有钱了 那日子好过了 不是一天一个样吗 你说的这倒是 这是镇上安排的 咱们也不能拒绝 反正我们家那口子 这段日子都在安排这些事 忙得脚不沾地 但是我看他 那个嘴每天就没合拢过 萧璐一听王美丽说的 心里也觉得确实不错 有自豪感 荣誉感 更加坚定了 他想要做大做强的决心了 第134章 偶遇 萧璐在村长家里待了一会儿 就想着去隔壁村看看 明天他要拉一车兔子进城麦 他们村的兔子 都收得差不多了 萧璐想着 先去附近几个村收点 看看有多少 陈家村虽然人口不多 但是亲戚朋友 都分散在四周几个村子 去年很多人都知道 他们村养兔子 再加上萧璐收兔子 三块钱一只的是 十里八乡 人尽皆知 这附近几个村里 又都是亲戚朋友什么的 所以家家户户都跟风养了些 萧璐想着收点去城里卖 他迈着蓝散的步伐 他走到了隔壁村 没想到 自己竟然走到 王铁柱的村里了 萧璐一边走着 心中一边暗自私存 这也许 就是命运的安排吧 当他路过 王铁柱家门口时 不自觉地停下脚步 决定进去看看 推开门 萧璐看到 王铁柱并不在家 家中只有 他的妻子和孩子 王铁柱的老父亲 则静静地躺在床上 身体无法动弹 萧璐向 王铁柱的妻子 打了个招呼 并与他闲聊了几句 通过交谈 他了解到 王铁柱如今吃住 都在化肥肠里 每个月只能回家几次 每次回家 他都会带回一些食物 有时还会给妻子 一些零用钱 萧璐凝视着 王铁柱的妻子 发现他的气色 比起以往要好得多 原本苍白憔悴的面容 如今已渐渐有了血色 整个人显得精神焕发 再看看那个孩子 虽然身上有些脏兮兮的 但那圆滚滚的脸蛋 和明亮的眼睛 透露出一股机灵劲 与过去相比 简直判若两人 现在的孩子 看上去虽然有点邋遢 但却充满活力 精神状态也好了许多 看到这一幕 萧璐也有些欣慰 看来这次王铁柱 是真的认真在生活了 看着这一家人的转变 萧璐也决定 给王铁柱一个机会 他想着 明天一早收完兔子 就去化肥肠看看 到底那厂子规模怎么样 产品如何 他还不知道呢 一路走一路看 萧璐逛了两个村 才说好了三百只兔子 这些人都是散户 数量没有他们村多 而且 他们大多数 都是后面才跟风养的 好多还没长大呢 萧璐每家都去看了看 心里大概有个了解了 下半年做辣货的兔子 肯定是不缺了 上半年的话 还是有些青黄不接 不过萧璐现在也不急 不止着这个赚钱 跟村民说好了时间后 萧璐第二天一早 就开着拖拉机过来拉货了 他已经有一个星期 没去送兔子了 估计饭店早就卖完了 昨天已经给了钱 萧璐早上去了直接上货 开着车子轰隆隆地开到了城里 萧璐把兔子送到国营饭店 郭经理见萧璐来了 赶忙迎了上来 嘴里还在不停地抱怨 哎呀 萧璐 你可算是来了 你再不送兔子来 我们饭店都快没生意了 郭经理虽然在抱怨 但是脸上还是带着笑意的 萧璐笑了笑 这几天村里的兔子收得差不多了 我去周边几个村转了转 收了一些 郭经理点了点头 嗯 不错不错 不过萧璐 你这兔子可是越来越受欢迎了 每天都不够卖啊 要不 你再加点量呗 萧璐挠了挠头 我也想嫁啊 可是村里的兔子就那么多 我也不能抢买抢卖啊 郭经理想了想 也是 不过 我有个主意 你可以去其他地方找找货源啊 比如说附近的乡镇 或者其他县城 萧璐眼睛一亮 这倒是个好办法 谢谢郭经理提醒啊 郭经理摆摆手 谢啥啊 咱们合作这么久了 互相帮忙吗 对了 货款我已经准备好了 你数数 萧璐接过钱数了数 没错 那就谢谢郭经理了 下次我再多送点兔子来 萧璐离开饭店后 心里盘算着 去哪里找更多的兔子 他决定先去附近的乡镇看看 说不定有意外的收获呢 不过这年头 其他村里除非是养殖户 不然没这么多兔子的 萧璐他们村子 这么多也是因为 他去年的安排 送完货 萧璐没有去 其他几家小店了 光是国营饭店 就把三百只兔子都要了 去了也没货 给别人了 萧璐开着车 想着去一趟化肥厂 没想到 刚到城门口 就遇到塑料厂的销售刘亮 萧璐坐在车上 还没注意看他 刘亮先看到了他 萧老板 萧老板 萧璐听到有人叫他 便停下车来 刘亮跑上前去 笑着说道 萧老板 好久不见啊 您这是去哪呢 萧璐回答道 我去趟化肥厂 有点事 你呢 刘亮忙说 我正好也要去化肥厂 顺路啊 一起吧 刘亮上了车 两人坐着聊了一会儿 刘亮询问起 萧璐养殖场的情况 萧璐简单说了一下 刘亮听后 惊讶地说 萧老板 您这生意 做得真是越来越大了呀 萧璐笑了笑 还行吧 这才刚开始还没盈利呢 刘亮眼珠一转 说道 萧老板 您不是要去化肥厂吗 我有个想法 您听听看怎么样 萧璐好奇地问 什么想法 刘亮说 您可以和我们塑料厂合作呀 我们生产的塑料薄膜 可以用来搭建养殖棚 既便宜又耐用 萧璐听完笑了笑 这个事 他早就想过了 不过大棚也很费事 价格也不便宜 冬天还容易他 不如直接修房子 他随口问道 那你们的价格怎么算 去年 我倒是想搭个大棚中点菜 不过塑料膜太贵了 刘亮连忙说 价格方面好商量 绝对给您最优惠的价格 萧璐点点头 行 我知道了 不过 你去化肥厂做什么 刘亮一停下 萧璐问他这是事 面上有些尴尬 支支吾吾地说道 塑料厂效益不好 老板又有意 把厂子对出去 我们这些销售 哪提成的 效益不好 自然没什么钱了 生活费都挣不到 原来是这么回事 那你去化肥厂做什么 我这不是想着 去化肥厂拉点化肥 下乡去卖吗 赚钱差价 补贴家用 这个流量 不愧是做销售的 脑子灵活 看他责任心 也挺强的 萧璐挺看好他的 他仔细问道 化肥厂你认识人吗 不认识啊 我这还是第一次来 准备去了再说呢 萧璐看他说得很诚恳 估计家庭条件 也不会特别好 他笑着说道 里面有个业务员 是我的熟人 等一下进去 我介绍他给你认识 到时候让他给你便宜点 流量没想到 自己今天还有这个运气 连忙对着萧璐道谢 两个人开着拖拉机 往化肥厂方向去了 第135章 化肥厂 萧璐开着拖拉机一路 往化肥厂开去 轰隆隆的声音响了一路 200年的居民都习惯了 知道这些车子 要不就是化肥厂的 要不就是来拉肥料的 萧璐到了化肥厂 院子里很大一个坝子 他把车子停在坝子里 下了车就和流量四处看 这化肥厂他第一次来 也不知道王铁柱到底在哪个办公室上班 他四处张望 看见门房边上站着一个人 他走上前问道 大爷 你知道王铁柱在哪个办公室吗 王铁柱 我们这里没这个人啊 大爷听到名字后 呆滞了片刻 在脑子里仔细想了一遍 才回答萧璐 萧璐也是奇怪了 王铁柱明明说过 就在这里上班啊 他忽然想到 王铁柱说过 改了名字 他又问道 大爷 他现在叫王思德 就是Jerry 哦 王副经理啊 他就在二楼右手边 第二个办公室 你们从那个楼梯上去吧 老人指了指楼上 萧璐和流量文言都惊讶不已 萧璐想不到 王铁柱这点时间 已经在化肥厂 混成副经理了 流量更没想到 今天自己和萧璐偶遇 竟然能够认识化肥厂的副经理 萧璐到了县 朝着楼梯口走去 到了二楼 他找到了对应的房间 敲了敲门 请进 里面传来一个声音 一个年轻男子正在办公 萧璐看了半天 都不敢确认眼前之人 是王铁柱 萧璐 你怎么来了 前段时间 你不是说你的地要下半年 才下肥吗 王铁柱对萧璐的到来 非常意外 他站起来热情地招待萧璐 看着眼前这个 穿西装打领带 还戴着一副眼镜的人 头发打了蜡 梳着大背头 整个人看起来一丝不苟 萧璐觉得生活 真是虚幻 短短一两个月 以前连双棉鞋 都买不起的人 现在竟然发生这么大的转变 我今天有时间 想着来你说的话肥肠看看 我也要考察考察 靠谱不 王铁柱知道 萧璐的实力 听说他们村的地 萧璐都包了 山上山下 加起来快上千亩了 王铁柱明白萧璐谨慎 是应该的 他忽然注意 倒站在边上的流量 以为这是萧璐的助理 热情地招呼二人坐下 王铁柱给二人 端来两杯热茶 坐在他办公室的木沙发上 萧璐 你找了个秘书 怎么不找个女秘书 萧璐一听就知道 他误会了 笑着说道 我给你介绍 这是塑料厂的销售流量 他想到 你们厂进点货 你看看 给安排下 便宜点 一听是来买货的 王铁柱眼睛都亮了 笑着说道 怪我眼镯 原来是客户啊 你想买那种肥料 要多少货啊 我就想着先少拉点 到乡下卖卖看 怎么样 王经理 你们能卖吗 王铁柱一听别人叫他经理 眼睛都亮了 他能这么快 坐到副经理的位置 一是因为 原来的经理不干了 再就是因为 他不挑客户 大小客户的单子 都接 他笑着说道 当然可以 再说你是萧璐的朋友 就是我的朋友了 萧璐带来的人 我肯定给你安排好 流量还担心 自己拿得少人家不卖 没想到 今天搭上萧璐的东风了 王铁柱带着流量 出去办业务 萧璐这才仔细 打量王铁柱 这间办公室 萧璐四处打量着 心中不禁感叹 这办公室 虽然不是特别气派 但是这个面积 倒是很大了 他看到墙上 挂着一幅化肥厂的布局图 便走进仔细观察起来 这时 王铁柱回来了 他兴奋地对萧璐说 萧璐 这次多亏了你 流量直接订了一批货 我也算是 又做了一个订单 萧璐笑着恭喜他 然后画风一转 问道 你们厂的化肥质量咋样 使用效果好不好 我种的可是药材 质量不行的话 会出大问题的 王铁柱拍着胸脯保证道 放心吧 咱这化肥绝对优质 增产效果一流 再说了 我们这前身 可是国营企业啊 我给你那些样品 回去试试吧 说着 他打开一个柜子 拿出几袋小包装化肥 递给萧璐 萧璐接过来 点点头 表示满意 两人又聊了一会儿 萧璐想着告辞了 但是王铁柱 坚持要请他吃饭 还没到下班时间 萧璐就坐在 王铁柱的办公室等他 萧璐 你等我一会儿 等一下下班 我带你到车间转一转 你只要去了 就能知道我们厂子的 货品质怎么样了 萧璐本来也想去看看的 现在王铁柱要带他去 他也求之不得了 没事 你先忙你的 我倒是不忙 只是我才当上副经理一周 领导和下面的人都盯着我呢 没什么大事 我还是要遵守厂理的规定才行 按时上下班 萧璐点了点头 看着现在的王铁柱 和几个月前相比 简直可以用 叹若两人来形容了 你小子变化也太大了 刚才一进来 我都不敢认 看着昔日 一起光屁股长大的好友 这样说自己 王铁柱还有些不好意思 他笑着说道 我也没想到 以前我们在农村里长大 从来没接触过这些 但是自从上的经理 带我进了厂子里 天天跟着他出去应酬 我学到了很多 要不是他贪污被发现了 我肯定还能学更多东西 萧璐想着他 都贪污被发现了 你跟着他学说不定 也要学坏 他贪污这事 放在现在是大事 你没跟着他很久是好事 要不然连你也搭进去了 王铁柱倒是没想到 这个方面 萧璐一提醒 他觉得事情确实如此 不瞒你说 他人挺不错的 教会我不少东西 对下面的人也好 厂子里没人不喜欢他 只可惜他走错了路 好在老板 看他给厂子里做的贡献大 让他把钱退了 就放他走了 不然他还得进去 萧璐一听王铁柱说的 觉得化肥厂领导也还不错 这么大的事 竟然没有报警 想来也是以前的那位经理为人处事 确实不错 得人心吧 第136章 初遇礼兵 两个人聊了一会儿 时间已经到了11点半了 萧璐知道 马上就要下班了 心里松快 轻轻靠在木沙发的椅背上 半躺着等时间 咚咚咚 门外传来一阵敲门声 萧璐听到声音 连忙起身坐正身体 请进 王铁柱的声音轻轻响起 门外近来一个年轻女孩子 大概只有十七八岁 对着王铁柱说道 王经理 外面来了一个人 说是林夜站的 厂长不在 要不您接待一下吧 行 你带过来吧 萧璐听到林夜站的人来了 站了起来 对着王铁柱说道 既然有证事 我先走了 饭下次再吃吧 王铁柱却伸手拦住了他 不用走 他是来找厂长的 厂长不在 有时他也不会跟我说 顶多来我这里喝杯茶就走了 你坐一会儿 等他走了 我们就去吃饭 既然王铁柱都这么说了 萧璐便也不再在意 自顾自地继续坐在沙发上 只见他调整了一下坐姿 让自己的身体 显得格外挺拔端正 犹如一名训练有素的军人一般 过了好一会儿 之前那位年轻女孩 再次走进房间 并带来了一个中年男子 此人看上去 大约三十多岁的年纪 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 给人一种文质彬彬的感觉 单从外表来看 就能猜到 他应该是那种 在机关单位上班的人 您好 我是咱们厂里的副经理 免贵姓王 王铁柱见到有人进屋 连忙站起身来 自我介绍道 那名男子听闻后 快步上前与之握手 并回应道 原来是王经理啊 幸会幸会 其实今天也没啥要紧事 原本想着和厂长商量 但既然他这会儿不在 那跟您谈也是一样的 听到对方这么说 王铁柱随即邀请他入座 而萧璐之前 也已经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此刻便跟着一同坐下 静静地聆听着 他们两人之间的对话 全程并未插话 女秘书又泡了一壶茶进来 给三个人一人倒了一杯 那林夜站的人 眼神朝萧璐看过来 王铁柱又介绍道 这是我朋友 他们在陈家村 开了一个农业合作社 今天来也是咨询肥料的事 萧璐连忙站起来伸出手 说了一句 幸会 我叫萧璐 我是市林夜站的礼宾 两个人又客气地握了握手 几个人这才坐下 王铁柱也不知道 对方来自己这里有什么事 他没主动说 他也不好问 几个人闲聊了几句 李冰剑时间不早了 也不准备迂回了 直接说道 实不相瞒 我们农业站最近和种子站 共同合作 成功地培育出了一批果苗 这些果苗已经生长了两年 但令人担忧的是 它们的长势并不理想 经过我们排查 我们认为 问题很大可能出在肥料上 所以特地来到你们厂 看看你们有没有办法 王铁柱对此感到有些意外 毕竟他刚入职两个多月 如果是关于销售肥料的事情 或许还能插上几句话 然而 面对这样一个专业性极强的问题 他实在无法给出准确的答案 沉默了大约一分钟后 他终于鼓起勇气开口问道 李哥 你们种植的是哪种果树呢 具体来说 所谓的长势不好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李哥详细地回答道 我们栽种的水果种类繁多 包括梨树 桃树 以及葡萄等 这些品种 都是我们特意从其他地区引进的 希望能够给当地带来新的经济效益 不过 目前看来 果苗的生长状况不佳 这未必仅仅是肥料的原因所致 实际上 这里面可能涉及到诸多因素 比如本地的气候条件 周边环境 以及果苗自身的品种特性等等 因此 我今日前来 就是想向你们厂长请教一下 看是否有相关的经验可以分享 或者能否提供一些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王铁柱听完没有说话 萧鹿倒是对他的果树很感兴趣 立刻大话道 李哥 你们这些果树 培育出来之后 会在市场上销售吗 当然会了 这些果树 都是为了在市场上售卖准备的 我们也是希望 能引进不同的品种进来 到时候 也能促进经济发展 萧鹿倒是很感兴趣 还想再问 王铁柱这时候开口了 李哥 你问的这个问题 我也回答不了你 只能等厂长回来 我转告他 最好是他到你们那儿去看看 厂长经验丰富 肯定能看出端倪的 等他一回来 我就立马转告他 李冰见他不懂 也没办法抢求 只怪自己 今天来的不是时候了 想着留下个电话 下次提前预约上就可以了 你们能不能留个电话 我下次来之前 打个电话过来 当然可以了 王铁柱立马出去跟秘书说 让他把厂长办公室的电话抄来 萧鹿这时候 又趁机搭话 李哥 你们的果树 什么时候 能上市啊 没见到人 李冰心里 稍微有些烦恼 见萧鹿问果树 立刻又来了精神 我们的黎树 还得等两年 但是桃树和葡萄 都已经有五年树林了 葡萄树今年 就可以挂果了 李冰只是随口说说 但是想到刚才 王铁柱介绍萧鹿 开了个农业合作社 立马又精神抖擞 他笑着问他 怎么 你有兴趣种树 嗯 只是不知道 我们这边能不能种 成活率怎么样 产量如何啊 李冰来了兴趣 立马给他介绍 他们果树出来了 但是销量不好 附近这些村民都不愿意种 因为他们觉得 种树占地不说 树长高了以后 还影响粮食增产 所以 他们培育的果树销量不好 最近他们负责销售的人 正在愁这个事呢 销路想着种点水果 确实不错 水果现在 还属于比较奢侈的 尤其是葡萄 这种品种 在这些地方 根本没有 要是能种一些 也不错 李哥 你们的葡萄树种 在什么地方 我能不能去看看 当然欢迎啊 这是我的电话 你来之前 给我打电话就行 他递过来一张纸 上面写了他的电话 和种植地的地址 销路拿过来看了看 也是在城边的一个小村 不过具体在哪 他也不知道 等他去的时候 再问也不迟 第137章果树 销路和李冰聊完 王铁柱也拿了一张纸进来 上面写了话 非常长长的电话 李冰拿到电话 看着时间不早了 跟两人寒暄了几句 就告辞了 王铁柱看时间到点了 也不在办公室停留了 销路 咱们也走吧 我带你到楼下 车间去看看 好 两个人起身 拿着东西 一起往楼下走去 销路跟着王铁柱一起 先是到了一个大仓库 销路进去看了一下 全是各种肥料 这个仓库 大概有2000多个平方 里面堆满了各种化肥 销路仔细看了一下 各种识别卡都有 也不用担心搞错 销路参观过很多车间 知道这种这么仔细的 一般来说都是规模 很大的厂房 心里暗叹厂长管理友方 两个人又去了车间 逛了一圈 因为是化肥厂 里面基本上都是机器 而且味道很大 销路只是在里面转了一圈 就立马出来了 两人看完了厂子 就出去吃饭 销路自己开饭店的 吃不吃都觉得无所谓了 王铁柱 我还是不吃饭了 你这也才好一点 我自己又是开饭店的 没必要花钱 他这话一说完 王铁柱顿时不乐意了 你以前请我吃饭那么多次 我请你一次算什么 别不给面子了 销路想着来的时候 也没看见周边有什么饭店 所以笑着问他 你们平时在哪里吃的饭 厂里食堂啊 那我们就去吃食堂吧 食堂出餐快不用等 王铁柱都走到厂门口了 销路忽然说去吃食堂 他有些难堪的看了看四周 确实是没什么餐馆 你开了拖拉机 我们去城里吃吧 哎呀 何必那么麻烦 食堂有现成呢 就走吧 我早就饿了 销路寒饿 王铁柱也无法 一时之间有些骑虎南下之感 四下望了望 只好说道 那行吧 就去食堂 下次我进城再请你吃好的 行 咱们走吧 两个人往食堂走去 化肥厂大多数是机器生产 厂子虽然大 但是工人不算多 销路两个人到了食堂 有些人已经吃完了 饭堂里坐着三三两两的人 销路跟着王铁柱 去窗口看了看 菜色还不错 一份炒豆角 一份青菜 还有一个回锅肉 只是菜多肉少 两个人一人打了一份饭 挑了个没人的桌子 坐了下来 销路吃了一口 味道还不错 你们饭堂的 味道搞得还行 不算难吃 我也没吃过其他饭堂了 再说了 咱们以前过的什么日子 现在炖的能吃米饭 还有白面馒头 我已经很知足了 销路听到王铁柱 说出这些朴实的话语 心里还是有些感动的 毕竟他现在大大小小 是个经理了 刚才销路看见他的时候 简直觉得像是不认识一样 现在看见他吃饭的样子 他觉得 眼前人又变回以前的王铁柱了 销路 我刚才听见你跟那个李斌说 你要去他们那里参观 怎么 你想买树啊 嗯 有点兴趣 不过具体买不买 还得到时候再说 果树种几根 自己吃就行了 你种多了这年头 就算是收成好 你卖给谁啊 要我说啊 销路 这些钱你别投 要是投进去 真是打水漂了 销路没想到王铁柱 还有这番见解 对他简直是 刮目相看了 他刚才也是心动 想着种些葡萄树 但是想到销路是个问题 王铁柱刚才说 的话也有一定的道理 这个年代 自己吃饭 都还没有全部解决 几个人 有闲钱买水果 况且葡萄 也是个小气的水果 现在没有洞苦 不好储存 这就意味着 到时候一上市 就要在几天的时间内卖完 销路想种点水果 但是心里 也为销路犯愁 要是有个酒厂就好了 收葡萄 回去做葡萄酒 不过他们 这地方本来不大 而且这时候 葡萄酒还不流行 现在没有下决定 到时候去看看再说吧 真有机会的话 种点果树 也没什么 嗯 种几棵当然 没什么了 但是多了 真的不好卖 两个人 没有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了 销路吃完饭 就跟王铁柱告别了 今天他来看也看了 这个化肥厂 规模挺大 他要的肥料也有 销路想着 在谁那里 买都是买 跟王铁柱也认识 就当照顾他生意了 两人说好了下半年 买化肥的事 销路开着自己的拖拉机 就回去了 回了家里 陈芝还在店里没回来 销路看了看厅里 桌上放着的东西 知道陈芝他们 这几天 肯定又接了绣活 他远远地看了一眼 怕给媳妇搞乱了 也没拿起来看 就走了 想到上次说任干妈的事 销路觉得 还是要把双方 都叫过来商量一下 看看王阿姨 他们有没有什么顾虑 想到这里 销路想着下午 没什么事 他决定去菜市场看看 说干就干 销路提着菜篮子 就往市场去了 陈芝一回来 就看见拖拉机 停在家门口了 知道销路回来了 但是门又锁了 不知道他去哪了 也没管他 陈芝回到家 就把电视打开 先看了一会儿 就又开始做起绣活 芝芝 不是跟你说了 要多休息吗 这才回来 就又开始绣东西 你身体吃的削吗 陈芝才搭上线绣了几针 销路就从菜市场回来了 看见媳妇回家 就开始忙 销路担忧地说了几句 陈芝猛然被他惊了一下 调整了一会儿 才笑着说道 你回来了 买这么多菜做什么 家里还有菜啊 我准备晚上做顿饭 喊王阿姨和沈教授 过来吃一顿 喊师父 也行吧 销路把菜放下 走近看了眼 陈芝手里秀的东西 又接着问道 芝芝 咱们上次说的 任干妈的事 你觉得怎么样 说说你的想法 要真实的想法 陈芝考虑片刻才说道 师父对我这么好 我当然愿意了 只是不知道 他们是不是真心愿意 就怕伤次人多 我们那样说 人家心里不愿意又不好拒绝 销路点点头 他心里也有这个顾虑 你说的这个问题 我也想到了 所以我想着 今天晚上 把他们叫过来 咱们几个当面说说这个事 要是他们愿意 咱们就尽快操办 要是不愿意 咱们就当没那回事吧 嗯 你说的这个办法 我看行 第138章 认清 销路晚上做了一桌子菜 陈芝早前 就过去叫了二老过来 只是他们 不知道在忙什么 现在菜都做好了 人还没过来 销路放下手里的东西 脱下围裙 想着去隔壁看看 没想到这时候 几个人有说有笑地回来了 销路过去迎了几步 几个人笑着到了饭厅 还没开饭 王阿姨拿出一个盒子出来 销路和陈芝都看着她 手里的筷子也放下了 销路 芝芝刚才已经跟我们说了 这顿饭的意义 我们也知道 我们老两口这把年纪了 还能有个干女儿 干儿子 我们心里头是开心的 激动的 只是我们老了 没什么可送的了 这个东西 代表我们的心意 你们收下吧 销路笑着接过盒子 谢谢叔叔阿姨 你们太客气了 沈教授拍了拍 销路的肩膀 打开看看吧 销路打开盒子 里面是一堆玉镯 看起来质地温润 应该价值不菲 这太贵重了 我不能收 销路连忙推辞 王阿姨拉着销路的手说 你收下吧 这是我们家祖传的镯子 本来是要留给儿子媳妇的 现在交给你们 也是一样的 你就拿着 销路听了这话 心里感动不已 她看向陈芝 陈芝微笑着点了点头 销路不再推辞 小心翼翼地将镯子收了起来 好了 赶紧吃饭吧 菜都要凉了 陈芝招呼大家入座 一顿饭吃得其乐融融 销路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吃完饭 销路又端来一盘水果 陈芝也把电视打开了 王阿姨帮忙收了碗筷 几个人一起坐着在看电视 销路看着屋里说说笑笑的几个人 心里很满意现在的生活 销路起身 走到了沈教授和王阿姨的身前 笑着说道 叔叔 阿姨 既然咱们都有这个想法 不如找个吉利的时间 办个仪式 仪式过后 咱们就正式改口 以后您二老就是我们的干爹干妈了 不用啊 还专门弄什么仪式 我们不信那些 你们要是真心愿意认 我们当爹妈 跪下磕个头就好了 王阿姨焦急的声音传来 销路和陈芝互相对视一眼 两个人走到沈教授和王阿姨的跟前跪下来 沈教授和王阿姨也坐正了身姿 静静地看着眼前的小两口 销路和陈芝跪在地上 重重地磕了三个响头 干爹 干妈 唉 王阿姨先答应了 沈教授的声音也紧随其后 几个人对视了几眼 眼里都含着热泪 销路起身扶起媳妇 走到沈教授和王阿姨的跟前说道 谢谢你们认可我和陈芝 我们以后一定会好好孝敬你们的 销路认真地说道 沈教授和王阿姨相视一笑 说道 孩子 只要你们过得幸福 我们就满足了 几个人现在认了亲 比起以前那是亲多了 几个人在销路家看了会儿电视 老年人不能熬夜 没过多久 就吵着要回去睡觉了 销路点点头 然后看了看时间 说道 时间不早了 你们回去早点休息吧 明天我和陈芝再过去陪你们 沈教授和王阿姨站起身 说道 好 你们有事就去忙 我们习惯了 不需要人陪的 销路和陈芝相视一笑 两个人一起出去送二老 销路和陈芝离开了沈教授家 漫步在夜晚的街道上 销路牵着陈芝的手 感慨地说 这种感觉真好 有家人的陪伴和支持 让我觉得很幸福 陈芝靠在销路的肩膀上 温柔地说 是啊 我们一定要珍惜现在的生活 好好努力 让家人过上更好的日子 两人走着走着 不知不觉就回到了家 销路轻轻吻了吻陈芝的额头 然后紧紧地拥抱着她 感受着彼此的温暖 晚上躺在床上 陈芝还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她拍了拍销路说道 销路 我还是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我们现在又有爹妈了 嗯 我们以后一定给他们好点 他们以前对我们那么好 不能让他们失望 那肯定的 销路又伸手轻轻摸了摸陈芝的肚子 幸福地说道 这个小淘气 最近有踢你吗 这几天经常踢了 应该是月份大了的缘故 最近活跃得很 销路听到陈芝说这话 立马翻身而起 坐在床上 看着陈芝说道 要不下个月 就叫小赵把店接过去吧 你肚子大了 我不希望 你再去店里了 平时就在家里待着 腻了 就在外面逛逛不好吗 陈芝本来还想着再等两个月 但是看到销路期待的目光 嘴里的话有些说不出口了 那好吧 你抽时间跟小赵说一声吧 真的 你真的同意 嗯 你都这样说了 我肯定同意了 再说了 这也是我的孩子 搞得像是我不疼孩子一样 销路听到陈芝终于松口 激动不已 轻轻抱住了媳妇 你肚子越来越大了 家里的事也忙完了 这段时间 我就在城里了 天天守着你 陈芝闻言有些惊讶 老家投了那么多钱 你不回去 看着怎么行 我一个人没什么事 有事我也会去找干妈的 你有事就去忙 没必要天天在家里 陈芝这么善解人意 销路更加觉得 自己做得不到位了 他搂着媳妇笑着说道 哎呀 老家我肯定会去看的 只不过不是天天去了 隔两天回去一次就行 再说了 我在城里 也不是天天在家 我准备去找个厂子上班呢 陈芝更加惊讶了 他转头盯着销路 目光把销路上 上下下打量了一番 你不用这么拼 虽然有孩子了 但是我们实际上开销不大 现在合作社的事 也告一段落了 店里也有稳定进账 你没必要这么辛苦 什么都没确定 销路也不欲 跟陈芝解释那么多 他亲了一口他的脸颊 笑着说道 知道了媳妇 我是自愿的 想着在城里 天天无所事事也无聊啊 去厂子里上班 白天出去 晚上回来 也能看你 不是一举两得吗 陈芝知道 他肯定打算好了 说不定厂子都看好了 劝说也无用 只好游他去了 第139章 寻店 销路第二天一早就起来了 他起来 给媳妇做了一顿营养早餐 吃完 就叮嘱他 今天就待在家里 销路自己去了店里 小赵和张杰早就来了 店里现在已经有 很多吃早餐的人了 销路注意看了下 小赵很勤快 不仅卖肠粉 现在还炸了油条 蒸了包子再卖 销路走过去 打开蒸笼看了看 包子包得挺好 一个个好看得很 他拿起一个吃了一口 皮薄线大 吃一口满嘴油 小赵 你这包子做得挺好吃啊 小哥 你来了 我跟嫂子商量过 他同意了 我才卖的 小赵看到销路来了 有些局促不安 他以前跟销路说过这些想法 但是销路说过 产品多了卖太杂 店里没有特色 但是小赵觉得 他们北方人 毕竟还是吃面是长大的 包子馒头这些 不管怎么样 吃的人都多 他跟陈芝说了一下 自己的想法 陈芝也同意他的看法 他这才蒸了包子 炸了油条卖的 你做得很好 生意差了 就要想办法创收 这是一个生意人 最应该做的事 销路没想过责怪小赵 他反而觉得 小赵做事靠谱 没有因为店不是自己的 就不管不顾 只想着自己那点工资 他反而觉得 更加看好小赵了 几个人一起忙忙碌碌 很快就卖完早餐了 张姐收拾完 又开始洗中午的菜了 小赵和销路 一起坐在大堂的桌子上 销路给小赵递了一支烟 小哥 谢谢你 不过我不抽烟 不抽烟是好事 小赵 还记得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事吗 小赵又听见销路说上次的事 心里有些激动 面上一闪而过 又有些尴尬 小哥 要不然我 还是给你打工吧 你们什么时候来收钱都行 我肯定不会偷拿的 我已经改了 你信我 小赵自己有前科 此时说出来 他自己都有些不自信 销路轻轻拍了拍 他的肩膀说道 小赵 我没有不信你 只是我们确实没时间 你嫂子眼看要生了 你也知道 我老家还有一摊子事呢 小哥 你们没空 我每天给你们送过来 销路心里感叹 小赵的脑子这么轴 叹气道 小赵啊 我也是为了你好 实在是你人不错 做事也仔细 家里条件不好 我有能力 就力所能及地帮帮你 也就是你 换做别人 我肯定不愿意的 小赵听完销路的话 大受感动 竟然一下子跪在地上 销哥 我谢谢你 没什么能给你的 我给你磕个头吧 销路大惊 连忙拉他起来 连一旁洗菜的张姐 也有些好奇地看向这边 销路使出吃奶的力气 才把牛高马大的小赵拉起来了 小赵 你这是做什么 咱们是同辈 你这样做 不是让我折兽吗 小哥 你听我说 我没这样想 我是真心想要感谢你 小赵被销路一说 更加不知所措了 难堪地站在原地 销路看他的样子 应该是不会下跪了 他走过去站在他前面 语重心长地说道 小赵 你要是真心感谢我 以后就好好经营这个店 让我每个月都有钱收 这样咱们都能赚钱了 小赵一听销路这话 眼睛都有光了 立刻点头说道 小哥 你放心吧 我肯定用心 绝对不会偷懒的 好 下个月一号开始 这个店就是你的了 每个月月底 给我交钱就行 怎么样 能行吧 小赵太感动了 本来应该是 月初先交钱的 老板知道 他没钱 又换到月底了 小赵在心底暗暗发誓 以后一定要好好报答 他们两口子 小哥 谢谢你 谢什么 你把店经营好 让我一直有钱 收就行了 小赵脸上洋溢着笑容 大声地说道 小哥 你就放心吧 我肯定努力 销路处理好店里的事 和小赵又说了一会儿话 在店里巡视了一圈 过碗瓢盆都看了一遍 想着有没有坏的 有的话就补上 没过多久 就到中午了 现在销路的店开了大半年 客户基本上都稳定了 一天早餐中餐卖下来 有三四百块钱 除去成本 最差也有六七千块一个月 他这样做也是想着互惠互利 一是小赵 能赚钱 就不会想着跳槽 再就是自己没空天天来看 要是请人 现在暂时是没什么问题 久了的话肯定会出纰漏 销路做了好几年机关单位工作 对人心这一块 那可以说是摸得比较透彻了 只要有利益 天天在你眼前诱惑你 你一天不在意 十天呢 一百天呢 与其到时候发现了争吵 不如现在就让利给别人 自己也赚 他们也赚 这样他这个店也能一直经营下去 不过 小赵会不会久了 有其他心思他就不知道了 毕竟这是正常的现象 等他赚钱了 人家重新租个店也有可能 不过销路觉得 那是以后的事了 现在不考虑那么多 身边的事都处理了 销路想着下午 再去一遍塑料厂看看 他之前跟郭坤说了塑料厂的事 但是郭坤看样子 还是要去南方发展了 销路想着 自己去跟林洪谈谈 能不能入股 按照后面塑料行业的发展趋势 现在参股 以后怎么样 都是赚钱的 陈芝在家里 销路就不在店里吃了 中午帮了一会儿忙 销路端了两份猪脚饭回家 店里有锅有灶 火也升好了 他直接炒了两个菜 端回去跟陈芝一起吃 陈芝一个人 在家还不知道 销路中午回不回来 正准备做饭 就看见他回来了 你这是端的什么 还能是什么 饭呗 我去店里帮忙 看见什么都有 干脆在店里 做好端回来了 免得咱们再生火了 媳妇 快来吃吧 销路端着盘子手都酸了 嘴上说着话 脚下却是一步没停 直直地往饭厅走去 立刻走在前面 掀开饭桌上的遮盖 销路打开盖子 陈芝才看见 他炒了好几个菜 咱们两个人 你做这么多菜干嘛 哪里多了 你现在正是需要 补充营养的时候 再说了 小赵和张姐 他们也要吃呢 快来吃吧 陈芝乐滋滋地 坐在餐桌上 看着满满两盘 色香味俱全的菜 食欲大动 又感受到了幸福的感觉 第140章 拿钱 销路一边吃饭 一边给媳妇加菜 她做了个红烧肉 特别好吃 她伸手 给陈芝碗里 加了好几块 够了够了 我碗都装不下了 够什么够 这才多少啊 你现在 就是要多吃点 这段时间我不在 你都没怎么长肉 长太多肉也不好 干嘛说了 孩子太大 到时候不好生 是吗 那适当地吃 吃太少也不行啊 嗯 陈芝说到孩子 不好生的问题 萧露顿是觉得 有些抑郁了 她忽然想到 现在这个时候 医疗条件不发达 女人生孩子 就像是过鬼门关一样 而且 这时候生孩子 都是靠自己应生 剖腹产这些技术 根本还没有普及 就算有也不成熟 想到这里 萧露原本开心的心情 也开心不起来了 心里始终有些阴霾 陈芝见到萧露 忽然不说话了 有些疑惑地 看了她一眼 没有说话 刚才还很好的气氛 此刻异常沉默 陈芝又看了看萧露 见她的脸色 比刚才还差了 陈芝也感觉 有些焦虑了 萧露 你怎么了 啊 没事 想到点事 什么事啊 你的脸色很不好 没事 吃吧 陈芝还想再问 但见萧露 明显不想说了 她一边吃饭 一边仔细回想 刚才还好好的 怎么忽然就这样了 她实在是想不通 想到自己刚才说 孩子太大不好生之后 萧露脸色就不太好了 陈芝大概猜到 萧露在想什么了 心里觉得好笑 忍不住笑了出来 你在笑什么 笑你啊 笑我做什么 你刚才心情不好 不是害怕孩子太大不好生吗 萧露没想到 陈芝心思这么细腻 一下子猜到 自己的想法了 她起身坐在陈芝旁边 拉起她的一只手 握在自己手心 我只是担心 女人生孩子 就是在过鬼门关 我现在想到了 害怕 怕什么 别的女人 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吗 再说了 有你陪着 我什么都不怕 陈芝其实 心里也害怕 毕竟没有经历过 不过那么多人 都生孩子了 她嫂子 还生了两个 不也没什么事吗 再说了 她过得这么好 丈夫对她体贴 有什么好的 都先给她用 陈芝觉得 根本没那么怕 她早就在心里 做好决定了 就算是 真的有什么好歹 她就算拼了性命 也要给萧露生个孩子 萧露紧紧握住她的手 感性地说道 你一定会平安顺产的 肯定没事的 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嗯 有你真好 萧露放开她 让她吃饭 自己又坐到对面 去看她 看她搭着肚子 坐一会儿 又站起来挪下位置 萧露气愤地说道 等咱们这个孩子出生后 以后就再也不生了 陈芝听闻此言 脸上露出些许不悦之色 哎呀 别这样嘛 我还想着 能生三个孩子呢 家里热热闹闹得多好啊 萧露只是微微一笑 并没有接话茬 她心里清楚 虽说眼下 政策尚未收紧 但再过一两年 计划生育的高峰时期 便会来临 尽管他们身处深山之中 但时代变革的风潮 终究还是会吹拂至此 到那时 生一个孩子 恐怕都得缴纳数千元的罚款 以陈芝对钱财的看重程度 她定然舍不得掏这笔钱 萧露匆匆吃完饭后 想起下午打算 前往塑料厂一室 觉得有必要与陈芝商议一番 于是 她望着 正埋头吃饭的媳妇 轻声问道 芝芝啊 如果我想动用咱家 那一万块存款 拿去投资 你会有什么想法呢 陈芝正吃得起劲 忽然听到 萧露又要投资 心里有些不安地问道 萧露 那一万块钱 是咱们最后的老本了 你现在不是在老家 投了挺多钱了吗 怎么又要投资呢 陈芝虽然没说不愿意 但是萧露 看得出来她的想法 她自己也清楚 好不容易才过上好日子 自己折腾来折腾去 家里的老本都用完了 陈芝担心也是正常的 她看着媳妇缓缓说道 我认识一个塑料厂 老板想要把厂子兑出去 但是我们手里这点钱 远远不够 我想着跟那老板商量下 看看能不能入股 大家一起赚钱 萧露 你现在的产业 已经够多了 要不然咱们 再稳一两年吧 陈芝有些担心 她还想再劝劝萧露 但是看见萧露失望的神色 她又想起 自己以前在心里发过的誓言 无论萧露说什么 她都听话 陈芝觉得 自己又违背了自己的誓言 她收拾了心情 笑着对萧露说道 你要是决定好了 就去吧 我支持你 芝芝 你就不怕我亏钱啊 怕什么 咱们以前那么困难都过来了 再说了 这钱本来也是你挣的 就算亏了也没什么 反正我就跟着你 你吃肉 肯定有我一口汤喝的 萧露文言激动地抱着媳妇 狠狠亲了一口 媳妇 我吃肉的话 你肯定能吃鲍鱼龙虾 乃能只喝汤呢 萧露打趣的话 让陈芝笑着骂了她两句 陈芝吃完饭 就去厨房把碗洗干净了 萧露正在东屋打扫卫生 她前几天 去看了自己家的木头 晾在露天地里 那些木头都干了 萧露当时在心里感叹 北方的柴火都比南方干得快 她想着把几个房间打扫一下 再等一段时间 有空就把木材拉回来 到时候请木匠过来 把家具打上 到时候孩子生了 家里不能还是什么都没有 再说了 到时候亲戚朋友肯定会过来看 她还准备大办 满月酒呢 到时候家里什么都没有 肯定不行啊 打扫完陈芝 从卧房出来 手里还拿着一个箱子 萧露看着熟悉的钱箱 盆植藏在什么地方的 反正她在家里 是没看到过的 萧露 这里还有七千块钱 是咱们上个月 到昨天的收入 这个存折里 还有一万 你全部拿去吧 想做什么就去做 芝芝 你全部拿给我 不怕吗 怕什么 怕到时候没钱啊 我都计划好了 这个月 还有二十多天呢 到时候还有几千块 够我们日常用啊 就算你真的亏了也不怕 我现在也有手艺 到时候能养活咱们一家 我媳妇可是真厉害啊 现在是手艺人了 第141章 谈判 两口子在家 闲聊了好一阵子 萧露突然站起身来 将一打钞票 递到了陈芝面前 陈芝满脸疑惑地望着她 你之前不是说 要拿去投资吗 怎么现在 又还给我了 萧露嘴角微扬 眼神宠溺地凝视着 眼前这位呆萌可爱的妻子 她轻轻伸出手 揉捏了一下 陈芝粉嫩的脸颊 柔声说道 哼哼 我的确有那个打算 但目前 也只是想想而已 还没来得及 去找人商谈细节呢 而且啊 咱们这点小钱 人家愿不愿意 跟咱合作 还是个未知数呢 陈芝听得云里雾里的 实在想不通 为何自己投资 这么多的资金 对方竟然还会对 这笔生意不屑一顾 究竟是怎样规模宏大的买卖 需要如此巨额的投入呢 无奈之下 陈芝只好默默地 将钱放回箱子里 并随口嘱咐道 好吧 那等你需要用钱的时候 再来找我拿吧 说完 便转身 继续忙自己手头上的事情去了 而萧露 则若有所思地愣在原地 心中暗自盘算着 接下来 该如何运作这个项目 空想 终究只是泡影 无法解决任何实际问题 萧露台也描了一眼墙上的挂钟 时针指向数字 一合二 得正中间位置 下午一点半 他暗自私存着 与其在这里苦思冥想 倒不如亲自跑一趟塑料厂 和林老板当面谈一谈这件事 行动不如行动 萧露随即向妻子告知一声 便匆匆出了门 他迅速启动 那辆半星不救的拖拉机 伴随着阵阵轰鸣声 向着城外急驰而去 一路上 萧露心里不停地盘算着 等会儿到达目的地后的计划 他打算先洋装城去找流量的样子 从他那里探听一下近期塑料厂的情况 然后再使情况做出相应的决策 幸运的是 塑料厂距离城区并不遥远 由于出城道路畅通无阻 萧露仅用了短短二十分钟 便抵达了塑料厂 他将车稳稳地停靠在一旁后 迈步走进厂里 门口的保安早已与他熟识 远远地瞧见他的身影 便热情地上前打招呼道 萧总 您今天又过来拉货了 今天不拉货 过来有点事 萧露从兜里掏出一支烟来递给他 那保安没想到 自己随便打个招呼 就能得到一支大前门香烟 他对着萧露感谢不已 萧总 你来找谁啊 流量今天没来 你来办什么事啊 我可以帮你找人 萧露没想到 人算不如天算 自己做好的计划 流量今天却没有上班 看着门口的保安 萧露脑子里灵光一闪 他又抽出一支烟来递过去 说 最近厂里生意怎么样 前几天听说 你们老板想把厂子对出去 现在生意好点没 保安有些受宠落惊地 看着萧露再次递过来的香烟 手忙脚乱地接过来后说道 生意也就那个样子呗 也没见有几辆车过来拉货 不过呢 这几天倒是有挺多人 过来找我们老板的 但看他们那样子 估计谈得不太顺利 萧露闻言挑了挑眉 追问道 哦 你怎么知道 谈得不好 那保安深吸一口烟 吐出一个烟圈后 兴致勃勃地打开了话匣子 萧总 您这么一问 那我可就得跟你好好说道说道了 这几天啊 每天都有好多人来找我们老板 可人走了以后呢 老板还是整天愁眉苦脸的 而且 我还经常听到他念叨着 说那些人根本出不起价钱 您说说 这不就是没谈拢吗 萧总 您觉得我说的对不对啊 萧露听了保安的话 心里也有些发毛 竞争对手看样子挺多的 相比一下 他就没什么优势了 他抽完手里的香烟 熄灭了烟头 对着保安问道 说 林总在吗 我本来找刘亮 他不在 我找林总谈吧 在呢 上午刚回来 中午在厂里吃的饭 这会儿在办公室呢 保安大叔指了指楼上的办公室 萧露到了卸网上走去 萧露来到林总的办公室门前 敲了敲门 请进 里面传来林总的声音 萧露推开门 看到林总正在看文件 林总 你好 我是萧露 哦 是萧总啊 有什么事吗 林总抬起头 笑着问 林总 你叫我萧露就行了 萧露笑着坐下 说了一句 就开始说起自己的来意 是这样的 林总 我上次听你说 想把塑料厂转让出去 我想问问 您还有没有改变主意的可能 嗯 林总沉思了片刻 其实 我也在考虑 是否要继续经营下去 现在生意难做 入不敷出 但是转让 这也是我的心血 这几天有兴趣来看的 都出不起家 林总 我有个想法 不知道您敢不敢兴趣 萧露说 我想入股你的塑料厂 和你一起把它做大做强 林总听了 眼中闪过一丝惊讶 你真的有这个打算 是的 林总 我对塑料厂的未来很有信心 而且我也有一些管理经验 如果您同意 我们可以详谈具体的合作方案 萧露诚恳地说 林总笑了笑 好吧 萧露 你要我考虑一下 不过 我得提醒你 入股可不是一件小事 需要谨慎决定 我明白 林总 谢谢您给我这个机会 萧露感激地说 萧露 你这个人 我是很看好的 但是你对这行 没什么经验 为什么一定想要 做塑料呢 林红的疑问 萧露思考了一下 决定老实回答 她真挚地 看着林红的眼睛说道 林总 其实我真的看好这一行 而且我敢肯定 几年之内 塑料行业 肯定会迅猛发展的 林红没想到 这个年轻小伙子眼光 如此独到 他们在港城 塑料行业 确实算是朝气蓬勃 但是内地 还完全没有起色 她不想放弃 但又没时间经营 现在这个厂子 就像是一个鸡肋 实之无用 弃之可惜了 见林红在思考 萧露又趁机说道 如果你有这个想法 我们可以 马上转换方向 主要往包装方面发展 塑料包装 食品包装 这些都是业务 我还认识一个化肥厂 经理是我朋友 到时候 我可以让他们换成 我们这里的包装 林红没想到 萧露准备这么充分 连业务范围都想好了 但是萧露 毕竟是外行 她心里 还是有些不安 萧露 你说的我知道了 你让我再想想吧 你也回去再想想 等两天 咱们再见面 怎么样 好啊 那林总 我一周后 再来可以吗 不用那么久 三天就行 萧露离开了林总的办公室 心中充满了期待 她知道 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如果能够成功 入股塑料厂 她一定会努力经营 让她焕发出新的生机 第142章 做好事 结束谈判 萧露开着车子 准备回家去 没想到 在城门口 遇到了不少人 原来是西城门的店铺 失火了 几家人的东西 全部搬出来 把城门口堵住了 萧露过去看了看 东西多得很 一时半会儿 肯定疼不出来 矿街里面 还在冒烟 政府派了人 在门口守着 萧露看了一会儿热闹 知道短时间 肯定通不了路了 想着绕路回去算了 萧露开着拖拉机 想着 从东城门绕路回去 没想到 开到一半 路上也堵了 哥 怎么样 能修好吗 估计够呛了 我也不会修了 那我现在 跑进城找修车的招儿过来 来不及了 我们能等 鱼不行了 萧露前面路边 也停了一辆拖拉机 只是车子老旧了 几个人 站在路中央说话 萧露凑过去一看 竟然还是熟人 原来几个人 正是刘赖子 和他的几个跟班 他们去乡下拉鱼回来 谁知道城门口堵住了 在那儿等了一阵 没有通路 眼看鱼快不行了 又要绕路 谁知道走到一半车坏了 哥 怎么办 我去叫人开板车来推吗 太慢了 咱们车上一千斤鱼 要推到什么时候 两个人还在商量 忽然看见后边 开来一辆拖拉机 刘赖子脸上一洗 正想去打个商量 没想到 看见车上的人之后 嘴巴就像被502胶水 给沾上了一样 怎么也张不开 萧露本来还想挖苦几句的 但看着路边几个桶里 全是大鱼 看着有些缺氧了 知道耽搁不得 也不开玩笑了 他走上前去说道 快把鱼放我车上去 两个小弟 看到是萧露 还有些犹豫 都把目光 看向刘赖子 还不动手 愣着大麻 鱼要紧 快 装车 萧露喊了一句 刘赖子也想通了 立刻让装车 几个眼急手快 三两下 就抬着鱼放上了车 来两个人跟着我 要拉到什么地方 在哪里卸货 萧露发动了车子 坐上了拖拉机 刘赖子 想了想自己坐了上去 他又喊了另外一个人 也爬上车子的后洞 留下一个人 等修车的人来 三个人 就开着拖拉机 扬长而去 萧露一路上 家族玛丽 十分钟 就到了东城门 开着车子 一路到了水产市场 萧露才知道 他们在摊位里面 也修了鱼池 还有自制的氧气机 跟现代的制氧机 应该是一个原理 只是更原始罢了 几个人一到 就立刻下货 把鱼全部放到了池子里 氧气一开鱼儿们 立刻游开了 几个人看到 都松了口气 刘赖子挠挠头 走向萧露 有些别扭地开口道 那个 这次多谢了呀 萧露笑了笑 摆摆手 都是熟人 互帮互助吗 刘赖子听了 更加不好意思了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些钱 递给萧露 这是车费 萧露连忙推辞 不用了不用了 不过是顺路的事 刘赖子硬 把钱塞给萧露 你不说我心里过意不去 以前是我不对 总是找你麻烦 以后你有用得找我的地方 尽管说 萧露拗不过他 只好收下 刘赖子还想说些什么 但是始终说不出口 萧露也不抢球 笑了笑 就开着车走了 两个人互相没看对方 但双方都在笑着 颇有些一笑敏恩仇的意思 萧露开着车子 回了家里 陈芝不在 萧露估计 他去了干妈家里 回家把里里外外的卫生 打扫了一遍 正准备过去接她 谁知道 他自己推开门进来了 你回来了 萧露还没开口 陈芝倒是惊喜地问话 脸上洋溢着笑意 一看就知道 他心情很好 萧露不知道 他在开心什么 看媳妇开心 他也开心 笑着问他 什么事这么开心啊 你猜 我猜 你们接到新订单了吗 差不多吧 萧露一看陈芝脸上满足的样子 就知道肯定是关于刺绣的事了 只不过他不知道 具体是什么尸把了 不卖关子了 告诉你 也没什么 前几天我和干妈不是 做了一批绣活吗 反响挺好的 那是裁缝店给我们的生意 交了货 大家可喜欢了 萧露本来就猜到了媳妇 因为这是开心 眼下自己猜对了 她也没有意外 笑着说道 我媳妇 越来越厉害了 再多练练 以后说不定是个大设计师 还能创立品牌呢 萧露本来想着 夸夸媳妇 画个大饼玩 没想到 陈芝一脸疑惑地看着她 什么是设计师 品牌是什么 品牌就是指你的客户 对产品 及产品系列的认知程度 萧露解释道 比如衣服 或者鞋子 都有自己的牌子 那如果我们 有了自己的品牌 是不是可以卖更多的钱 陈芝的眼中 闪过一丝兴奋 萧露点点头 当然 如果品牌做得好 还能赚大钱呢 陈芝高兴地说 那我们也要有自己的品牌 我要成为大设计师 萧露看着陈芝 自信满满的样子 心中也充满了期待 好 那我们一起努力吧 萧露一番话说的 陈芝热血沸腾 看着媳妇 一直傻笑的样子 萧露也开心不已 陈芝如往常一样 开着电视 萧露今天也得了空闲 晚上她做了肉丝面 两口子简单吃了一点 就坐着看电视 萧露以前不在家里 偶尔在家 也很少看电视 今天有了机会 坐着看看 电视上正在播新闻 萧露一看 中国第一辆桑塔纳轿车 组装成功 并且成功实行的消息 在新闻上大肆报道 萧露看着媳妇 指了指 电视上面的汽车说道 媳妇 咱们以后也买个 陈芝还没有反应过来 回头看着她问道 买什么 萧露又指了指 电视上面 正在路上跑着的桑塔纳 小汽车啊 这个 陈芝还觉得 有些不可置信 她疑惑地看向萧露 许久才问了一句 这怕是要不少钱吧 萧露看着陈芝 一本正经的样子 觉得很搞笑 伸手 捏了捏她的脸说道 我媳妇真可爱 陈芝被萧露说得 脸上一红 害羞道 成天没个正行 你真想买这个小汽车啊 陈芝前段时间 就看到这个新闻了 说是第一辆车 在国内组装成功 新闻上 铺天盖地全都是 陈芝当时 没放在心上 没想到萧露 竟然想买这个车 看着电视上 飞驰的汽车 陈芝不知道 多少钱才能买到 萧露看着媳妇 微皱的眉头 觉得有些好笑 她凑上去 在她脸上亲了一口 陈芝忽然被偷袭 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不解地 看着自己的男人 眼神里全是疑惑 等过两年 咱们有钱了再买 现在还不行 萧露笑着解释 陈芝悬着的心 终于放下 今天家里 最后一点钱 也给萧露投资了 虽然钱还没拿走 但是萧露 又想买车的话 陈芝还是觉得 压力山大 第143章 拉木财 车子萧露 肯定是要买的 只不过不是现在 按照她现在的身价 还没必要买小汽车 也买不起 不过等后面赚了钱 她肯定还是会买的 跟媳妇又聊了一会儿 两个人才睡觉 萧露想到 白天遇到的流赖子 要不是这个偶然的机会遇到 说不定 两人还得针锋相对很久 不知不觉之中睡着了 第二天醒来 萧露竟然有些茫然 来了这里一年多 她每天基本上都有安排 有规划 今天起床 却忽然不知道该做什么了 村里的事都忙完了 前几天回去 萧露看萧天 已经安排人 把红薯玉米都种上了 她买的小麦种子也下了地 村里这下是真的没事了 城里的店下个月 就给小赵经营了 萧露一时之间 还真想不到自己接下来做点啥 正想着 陈芝就进来了 萧露 你今天不过出门啊 怎么醒了还不起来 陈芝忽然进来 打断了萧露的胡思乱想 她坐起来轻轻拉拉拉媳妇 陈芝一下子倒在她怀里 她轻轻拥住媳妇 我这不是等你来叫我吗 萧露抱着自己媳妇 又调侃起了脸皮薄的媳妇 陈芝听到她的话 果然脸色一变 萧露知道她不好意思了 才慢慢松开她起床 今天没什么事 我就睡个懒觉 既然媳妇来叫我了 我就起来吧 萧露起床还在打去媳妇 陈芝的脸微微红了 现在的她也不像以前了 内心强大了 萧露一般的调侃 她还是能挺住的 哎 上次你说去年买的木材 已经风干了 要不然你去拉回来吧 趁着有时间 咱们把家具打了 陈芝一提醒 萧露这才想起这个事 芝芝 要不是你提醒 我还真忘了 前几天我还想着这事呢 你说怎么过了 两三天就忘了 我是不是被你影响的 哎呀 你就别说了 快起来吧 你这话一多起来 我还有些不习惯了 陈芝催促丈夫起床 萧露也不好再说了 乖乖的起来了 吃完早餐 就开着拖拉机回老家去了 萧露现在拖拉机开得久了 技术越发好了 现在回趟老家 有时候出城不堵的话 一个小时都不要就到村里了 今天就是这样的情况 萧露开着车子 不到一个小时就进村了 停好车子 萧露顺路去半山腰看了看人参 盖了地磨就是不一样 大部分都长出嫩芽了 而且没什么杂草 萧露感慨 自己当初的选择很正确 扑上磨省了后面不上事 萧露下山又去了一趟养猪场 刘沈天天都在这里 自从领了养猪的活 她那时白天也看 晚上也瞧 生怕这些猪出什么问题 现在这一批猪都长大了不少 一个个都是三四十斤的小猪了 正是长肉的时候 萧露进去养猪场 挨个圈看了看 刘沈还在洗猪卷 萧露忽然冒出来 还吓了她一跳 萧露 你今天怎么有空来了 你不是在城里吗 沈子 这不是去年在你那买的木头干了吗 我回来拉去城里 准备打家具 哦 原来是这回事 现在打也好 再等一段时间吱吱盖生了吧 刘沈不知道 陈芝具体的预产期 只知道快乐 此时问萧露 萧露也爽快地回答 沈 还有接近两个月了 快乐 刘沈闻言才知道 还有两个月 想着萧露家爹妈都不在了 陈芝生孩子坐月子 肯定没人照顾 刘英家里那么多兔子 还有两个孩子读书 萧天爷要管地理的那么多事 心里立刻有些担心地问道 萧露 芝芝生孩子 坐月子找谁照顾啊 你们有人吗 要是没有 到时候沈子过去帮你 萧露还没想好这个事 本来想着 今天回来 就是跟嫂子商量这个事的 没想到碰到刘沈了 她笑着说道 沈子 这事我也还不知道怎么办呢 芝芝在城里 我倒是能给她做饭洗衣 就是刚出生的孩子 我没带过 今天回来 也是想跟嫂子商量一下这个事呢 那还商量啥 你嫂子家里那么多兔子 你哥弟里那么多活 还有两个孩子 到时候 沈子去帮你吧 萧露不知道这个事 陈芝是怎么想的 按理说 他们现在认了沈教授两口子 做干爹干妈 干妈应该会过来帮帮忙的 只是 毕竟不是自己的父母 萧露也不知道 他们会不会过来 更不知道陈芝跟他们 聊过这个事没有 眼下留审这么热心 萧露也不好拒绝 笑着说道 沈子 我先谢谢你了 只是你走了 陈叔一个人在家没问题吗 再说了 养猪场怎么办啊 你陈叔的脚都好得差不多了 拐杖都不用了 只是走路还有点薄 阴雨天有些痛 不过不影响生活 医生说是正常的 多养一段时间就好了 萧露想着 自己确实很久没看见他了 上次见他 还是快过年的时候了 确实是不知道他现在的情况 正想说点什么 找不一下 刘沈又说道 不过 你要是说养猪场 我还真有点放心不下 你看老王家的 和老金家的媳妇 每次来喂猪都像是赶时间一样 也不好好喂 猪圈也不打扫干净 萧露看刘沈的样子 怕是要老生常谈了 萧露想着找个借口走了 刘沈 接下来的话 却让他停下了脚步 萧露啊 你看这些猪 架子都长起来了 现在一个个的都是34斤了 你看那两个大的 估计五六十斤都有了 现在正是关键时候 要好好养 尤其是这猪圈 一定要打扫干净 要不然啊 这猪要是生病 这损失就大了 刘沈的画像是一记重锤 锤在萧露的心上 他看着天气越来越热 也觉得刘沈的担忧不无可能了 现在这猪不像是小猪了 这么大一头 要是生病丢鸡头 那真是怂人 刘沈 芝芝那边的事还不急 我到时候要是实在找不到人再说 这养猪你有经验 这段时间天气热了 你们养猪要注意一下 别让猪中暑了 还有猪圈的卫生 也要每天打扫 你放心吧 这事我天天看着呢 你下次从城里回来 带点石灰回来 我给圈里削消毒 萧露点了头 对刘沈刮木香看了 以前萧露觉得 她就是一个朴实的农村妇女 但是现在 她觉得真是360行 行行出状元 第144章 侄子 萧露说是回家拉木材 但是回村转了一圈 还没回家里 萧露跟刘沈 安排了猪圈里的事 又去看了下 鸡鸭的情况 鸡长得挺好的 只不过 萧露没看见鸭子 找刘沈问了才知道 管鸡鸭的老陈 在河里拦了一截 用竹子拦住了河道上下两边 每天都把鸭子 赶到河里放 萧露感慨 还是这些老前辈 会想办法 要是让他来养 肯定图省事 全部关在圈里 还有几个人监督 一般也出不了什么事 而且养这些牲畜的 都是合作社的股东 都很上心 萧露也放心 看了一会儿 萧露就慢慢回到家里 看着自己那一堆木材发愁 这萧天不在家 萧露一个人也没办法 只能等着哥哥回来了再说了 本来他还想着上午赶回去的 现在只能下午再说了 刚好看见刘英过来喂兔子了 萧露连忙上去帮忙 刘英看着萧露回来了 也有些惊讶 萧露 你前两天回来 不是说没什么事 暂时不回来了吗 这咋又回来了呢 嫂子 我回来拉木材 上次看都干得差不多了 想着趁支支生之前 把家具打上 要不然到时候 孩子出生了 连个像样的床都没有 嗯 那是应该了 到时候还得办满月酒吧 你那房子没有家具 确实不方便 客人来了 连坐的地方都没有 萧露还以为嫂子 过年在自己家 感受不错呢 没想到 嫂子在这里 说出了真话 想到自己家确实是 虽然大 但太空了 不过 这批家具拉回去 就能做好了 到时候每个房间 都做一套 萧露早就想好了 就算家里来几十个人 也能住下 嫂子 我哥去哪了 我在山上没看见人 地里也没有 养猪场也没看见 他今天去哪了 萧露本来随口一问 没想到 刘英脸上的表情 一下子有些变化 萧露看见 吓了一跳 想着哥哥和嫂子 是不是吵架了 你哥 去隔壁村了 小虎在那边上学 老师被欺负 你哥去找他们老师了 萧露没想到 自己想岔了 一下子又有些 没反应过来 看见嫂子 表情有些沮丧 才仔细问他 嫂子 萧露怎么了 他是被同学欺负了吗 唉 就是小孩子打闹 问小虎他也不说 萧露想着 应该是小孩子之间 打得闹闹罢了 没什么大问题 没想到中午大哥 却领着孩子回来了 萧露走上前一看 大哥脸色不好 侄子小虎脸上 还有好几处挂彩了 萧露一把抱起侄子 仔细看了看 对着萧天问道 大哥 你打孩子了 刘英这时候也出来了 看见孩子脸上 好几处都擦伤了 心疼不已 这是咋回事 早上出去都没有 小虎 告诉妈妈 这是你爸打得 还是摔跤了 萧露和刘英问话 小虎却一直不说话 急得刘英都掉了泪 萧露看着大哥的脸色 不像是哥哥打的 想到刘英早上说的话 萧露有些担心地 对着刘英说道 嫂子 孩子累了 让他去休息吧 做点好吃的给他吃吧 刘英抹了一把泪 放孩子进了屋 萧露才小声问大哥 大哥 怎么回事 孩子走了 你说吧 萧露 孩子一定要去读书吗 萧露等着大哥说情况 没想到 他忽然说出这句话 萧露有些摸不着头脑了 刘英也是看着萧天 脸上带着愤怒 大哥 到底怎么回事 好好的 干嘛说不读书了 今早 上我悄悄跟着小虎去了学校 没想到他们班上的孩子 都是一个村的 和其虎来欺负小虎一个 我在后面看到 那么多孩子推他 故意办他 当时都气死了 刘英还以为是丈夫打孩子 好好的孩子 给打成那样 心里怨恨得很 此时萧露说出事情原委 刘英愤怒不已 大喊道 是哪家的孩子 这么缺管教 是谁 我小虎才七岁 他们就合起伙来欺负他 简直太不是人了 我找他们去 嫂子 你先别急 听我哥说完先 两个人都盯着萧天看 萧天脸上 也还有些愤怒的神色 他接着说道 我当时就冲上去了 把那些孩子都修理了一遍 还找了他们老师 老师把他们家长都叫来了 家长和老师都说是小孩子玩闹 还说大家都欺负小虎一个 是因为他不合群 放他M的屁 是哪个家长说的 哪个老师说的 我孩子 好好地送到他学校去的 现在给我搞成 这样回来 他们还说是 孩子不对 我找他们去 萧露也觉得这件事 不能不了了之 不过都是七八岁的孩子 不好处理 总不好带着人过去把孩子们打一顿吧 但是老师的教育方式 也明显有问题 这简直就是校园霸凌的早期版了 不管的话 以后孩子怎么办 萧露想到 这还是侄子 要是自己没出生的孩子以后 被这样对待的的话怎么办 光是想想 萧露就觉得心里不舒服了 哥 你见那些家长 他们都是隔壁的村民 应该认识你啊 好好回去 说说孩子就行了 怎么会闹成这样 是认识几个 不过平时都是见面打个招呼而已 主要是他们班的孩子都是一个村的 有的还是亲戚 就小虎一个外村的 他们就合起伙来欺负他一个 萧露想着隔壁村 他去收兔子的时候 那些人还挺老实的 没想到 现在竟然是这副嘴脸 他看着挂彩的侄子 心里不是滋味 哥 嫂子 咱们再去一趟学校 去找校长 啊 这这个事 用找校长吗 嫂子 别看孩子小 要是不处理好 孩子以后 心里会有阴影 有的孩子一辈子都放不下这些事呢 刘英本来还觉得没那么严重 但是想到萧露说的 再看看自己孩子 以前没去学校的时候 整天朝气蓬勃的 现在没上半年学 回来话都少了 心里顿时气愤不已 走 咱们去找校长 要个说法去 萧天本来是个 不爱惹是生非的人 现在想到事关孩子 心里也不扭捏了 两口子跟着弟弟 就往学校走 第145章 闹事 萧露带着哥嫂正准备走 后面想到小侄子 决定还是带着他一起去 萧天两口子不明所以 但是萧露一向有想法 值得随他了 隔壁村就在路边上 萧露开着拖拉机过去 刘英坐在车上 看着自己孩子 心里不是滋味 车子开了一会儿 就到了隔壁村 拖拉机轰轰地开进村子 隔壁的人一看是萧露来了 以为他是来收兔子了 地里的活都先撂下了 跑回家捉兔子去了 萧露把车子停在路边 几个人走路去学校 路上有人遇见萧露 还给他打招呼 上次不是说这个月不来了吗 嗯 我去一趟学校 有事 跟人说了几句话 萧露就往学校走去 到了学校 还没放学 今天是孩子被欺负了 萧天就提前把儿子带回家了 萧露几人现在过来了 孩子们还在上学 萧露进去里面 找到了侄子的老师 他正在上课 萧露走过去敲了敲门 你好 这位家长 你找谁 我们还没下课呢 老师 我是萧英虎的叔叔 我是来找你的 上课的老师姓庞 他也没想到 小孩子打闹一下 今天家长 来找两次了 他在农村教书十多年了 见过不少孩子打架 瞬间觉得他们小题大做 他声音有些不愤道 哦 又是萧英虎的事啊 刚才他爸不是来了吗 都说是小孩子打闹了 你们怎么不依不饶的 孩子就是这样 皮得很 你们做家长的 也不能什么都惯着孩子 萧露一听着老师说话就知道 他是个霍西尼高手了 自己还什么都没说呢 他倒是先给你安一大堆罪名了 正想着去找校长 刘英却听不下去了 放你M的屁 你是什么老师 有你这样做老师的吗 孩子被打成这样 你还说是瞎闹 这位家长 你嘴巴放干净点 我又没打孩子 你冲我喊什么 就是因为有你 这样的家长 孩子才会不合群的 这个老师火上浇油的能力 非同小可 就连萧露听到了他说的话 都火冒三丈了 他撸起袖子 就往前走了几步 那老师以为萧露要打他 立刻从讲台跑到后门 打人了 家长打人了 我告诉你 这年头打人是犯法的 那老师边跑边喊 教室里的孩子吓得哇哇乱叫 隔壁几个教室的老师 也往这边来了 萧露没有理他 走到讲台上拿起教鞭 狠狠地在讲桌上拍了几下 拾木的桌子 发出震天的响声 孩子们都被吓到了 不敢出声 你们是谁欺负萧英虎了 站起来我看看 萧露站在讲台上 大声说话 吓得底下一众人大气不敢出 萧天看着弟弟的样子 又像是以前做混混的时候了 一时间他不敢肯定 萧露是不是恢复记忆了 看着这样的萧露 萧天不知道是福还是祸 外面急急进来一个人 看起来五十多岁了 他一进来 那个庞老师立刻喊了一句 校长 您看看 这个家长也太野蛮了吧 这位家长 请您先别激动好吗 有事咱们可以慢慢说吗 您这样突然闯进教室 大吵大闹 不仅会影响到其他学生正常上课 而且对解决问题 也没有任何帮助啊 相比起庞老师略带讽刺意味的话语 校长的语气明显要温和许多 刘英原本气势汹汹地冲着庞老师发火 但谈到走进教室的人竟是校长后 他不禁有些怯懦起来 毕竟在这些农村人的观念里 能够当上校长的人肯定都是饱读诗书 很有学问的知识分子 自己跟人家比起来差得太远了 于是刚刚还理直气壮的 刘英瞬间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般 原来 您就是校长啊 我侄子就在你们学校读书 结果却被全班同学欺负 校长 我就想问问您 学校里发生了这么严重的事情 您难道一点都不知情吗 更让人生气的是 这位老师 他对学生不负责任也就算了 居然还在中间霍悉泥 出了事不但不去追究那些施暴者的责任 反而指责我侄子有错 这样的人怎么配教书育人呢 简直就是毫无事得可言 萧璐越说越气愤 声音也不自觉地提高了巴度 校长听完萧璐的话后 转头看了一眼站在一旁的庞老师 他作为一校职长 平日里既要管理整个学校的事务 又要亲自给学生们上课 批改作业等 忙得不可开交 确实不清楚竟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直到此时 此刻听到萧璐的控诉 他才算是弄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这位家长 我明白你的心情 但是孩子们都小 咱们在教室里也影响他们学习 要不然我们去办公室说吧 萧璐发泄了心中怨气之后 也觉得底下都是一群小孩 没必要跟他们计较 校长的态度不错 他想着跟校长一起出去算了 走之前 他又站上讲台说了一句 你们以后谁再敢欺负萧鹰虎 到时候我亲自来揍你们 说完他又把教鞭在桌子上 狠狠打了两下 震天的声响 吓得底下的小屁还每一个个都不敢动作 萧璐 你一个邻村的跑来 我们村欺负孩子 真到我们村没人了是吧 萧璐正准备走 没想到几个村民 以为他来收兔子 等了半天没见人 知道他来学校了 就找过来了 刚好看见他放狠话的一幕 随着时间推移 进入房间内的人 愈发增多起来 人头攒动间 只瞧得校长一阵 头皮发麻 此时此刻 拥挤不堪的人群中 传来阵阵嘈杂声 人们七嘴八舌地 向校长询问这事情 发生的前因后果 小鹿啊 小孩子之间打的闹闹 很正常了 能有多大点事呢 何必要如此叫真 上纲上线呀 想当年我们小时候 不也是这么过来的吗 就是就是 你一个成年人 和小孩子叫什么劲哪 发这么大脾气至于吗 一时间 周围众人开始 煽风点火起来 面对此情此景 萧露气的火冒三丈 他静止走到嫂子跟前 一把将其怀中的侄子 用力拉扯了出来 怒目原争地质问道 孩子打闹 你们睁大眼睛 好好瞧瞧 如果这也称得上是 普通的孩子打闹 那行 把你们家自己的小孩 送过来 我来照葫芦画瓢 也给他们 弄出同样的伤痕 你们觉得如何 这些人一看到 萧露侄子 就不吭声了 这么小的孩子 伤成这样 确实惨不忍睹 其实小虎伤的 不是特别重 只不过擦破皮了 现在时间久了 伤口附近又绿了 看起来轻一块肿一块的 第146章 出气 孩子看着这样 确实是有些惨 但是班上的孩子 都是自己村的 村民肯定帮着自己人说话 众人三五句劝着 萧露 小孩子打闹 确实是手 有点重了 你侄子委屈了 我们回去 肯定会说孩子们的 你也少说两句吧 村民你一句 我一句 人多占优势 萧天和流音器 已经消了大半 看着对方人多 害怕惹事 也拉了拉萧露 事已他算了 站在后门的庞老师 此刻又开口说道 就是嘛 小孩子打闹正常的 别说这么多小孩了 就是你家一个小孩 也会磕磕碰碰啊 哪有你们这样的 一不如意 就大闹学堂 那我们课还上不上了 是啊是啊 又不是什么大事 值得吗 萧露本来已经散伙 此刻庞老师一句话 他又火冒三丈 刚才我说的话 你们都当没听见是吧 谁要是觉得 这是普通打闹 就把你孩子送来 老子保证 绝对把伤口弄得 和我侄子一模一样 众人刚才还在劝 萧露此时说话 众人都不吭声了 校长 我侄子伤成这样 你们学校和班上 每个同学都逃不了 你们每个人 都得出医药费 给我侄子赔钱 好啊 萧露 我说 你们闹什么呢 原来是想在这里 来挣钱来了 你一个大人 要小孩子赔钱 不亏心吗 对啊 都是孩子 至于吗 人群里 又传来不同的声音 萧露听到气死了 他从兜里 掏出一把钱来 高高举起来 睁大你们的眼睛 看清楚 我兜里 随随便便掏出来的钱 比你们存款都多 你们说我挣钱 你们哪个 没在我手里挣过钱 老子今天来 是讨公道来了 众人看着 萧露手里的一打钱 少说也有五六百 大家都不明白 以前的街溜子 现在怎么变得 这么有钱了 但是萧露说的确实是 他兜里 随便掏出来的钱 都比自家的存款多 看着萧露量钱 大家都不敢再说 他拿学生赚钱的事了 萧露本来 不在乎什么钱不钱的 但是这些家长和学生 都对这些事不以为然 萧露知道 现在钱难挣 只有让他们财产上损失了 他们才能真正长记性 校长 我侄资医药费 营养费 精神损失费 加起来三百块钱 班上加上老师多少人 平分吧 萧露 你别太过分了 什么医药费那么贵 三百块钱都够买投注了 听到萧露要赔偿了 底下的人终于急了 他们有些人的孩子 就在这个班上 此刻萧露要三百块钱 班上孩子 加上老师才二十八个 那不是一个人 要赔十多块了 况且有的人 还有两个孩子在班上 一听到要赔钱 全都不干了 大喊大叫 想着声音大就有理了 看到眼前混乱的局面 校长吓得一句话也说不出 人群情绪激昂 如果这事站出来 恐怕会引发更大的骚乱 说不定自己这个校长职位 也难保 既然你们不想赔偿 那就把孩子带来 我同样在他们身上 搞一道口子 这是 就算扯平了 萧露此话一出 现场顿时炸开了锅 大家议论纷纷 萧露 你别太过分了 哪有成年人 动手打小孩的道理 萧露面无表情地反驳道 这不行 那不行 难道仗着你们村里人多势众 就能瞒不讲理吗 好啊 赔偿尽我一分不要 以后我再也不会来 你们村子收兔子 你们也休想卖给别的村子 只要让我发现 连同那个村子一起拒收 我今天把丑话说在前头 你们村子挣不到钱 可别怪到我头上 要怪就怪这群 不负责任的家长 萧露说完 就带着侄子往外走 萧露两口子跟在身后 村民这才反应过来 全都跟着出来了 他们来这里 本来就是找萧露卖兔子的 本来想着今天挣一笔钱 哪里知道 以后都挣不到钱了 他们本来就没什么收入 全靠萧露来收兔子 每次赚几十块钱 高的时候 甚至有一百多 哪想萧露因为这事 以后不收他们村的货了 众人着急地追出来 萧露 都是小孩子之间的事 没必要影响大人 我们让他们大人 好好给你们道歉 赔钱吧 你看 这兔子 我们都装好了就等你呢 是啊是啊 没必要 对啊 这叫什么事啊 你要不收 就不收那几户人家的吧 我们孩子不在那班上 众人你一言 我一语 试图让萧露不要迁怒于人 再加上萧露开了合作社 他们村 很多亲戚 都在萧露他们村 大家都知道 他们现在做工有工资 还等着萧露以后 药田上肥 除草 收割的时候 请他们去做工呢 现在倒好 别说做工赚钱了 就是兔子这项收入 都保不住了 想着自家一窝窝 刚出生的兔子 上午还觉得都是钱 现在倒是砸在手里了 萧露没有理会这些人 到了村口发动车子 开着拖拉机就跑了 众人跟到村口 看着自己的兔子 摆在路上 萧露真的不收了 顿时气不打一处来 你们看看 不知道 你们是怎么管教孩子的 好好的 害得我们全村 都赚不到钱了 怎么办 你们几家赔吧 对啊对啊 我们家 还有七十多只兔子呢 你们全部买过去吧 对啊 我们家也还有 四十多只 你们买了 他们村是大村 人口多 一百多户人 眼下萧露不收 他们的货了 他们只能悄悄便宜 卖给邻村 还有被发现的风险 人家还不一定要呢 眼下全村养兔子的人 都在骂这个班上的 十几户人家 纷纷把兔子送到他们家里 让他们出钱买走 这些人哪里有钱啊 之后 很长一段时间 他们这十来户人家 都不敢在村里冒头 每天早出晚归 家里关门插锁的 晚上 老是打孩子 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萧露带着几人 回到家里 刘英给孩子 简单上了点药 又给他们做了肉饼 刚才他们把小儿子 也接回来了 刘英仔仔细细地 检查了一遍 小儿子身上 没什么问题 刘英心里更气了 都是一个村里的孩子 小儿子在班上 就好好的 大儿子班上的学生 就饿一些 萧天忧心忡忡地 找打萧露 萧露 小孩子之间的事 没必要搞成这样 你真不收 他们村的兔子了 哥 你脑子怎么不会转弯 我不收 他们村的兔子 他们村其他人 自然会针对这十几户人家 不用我们出手 他们在自己村 就有苦头吃了 到时候我再找个 其他村的中间人 去他们村收货 价钱压低一块 到时候我货有了 钱也赚了 至于那十几户人 肯定会被村里人 排挤一段时间了 萧天看着侃侃而谈的弟弟 一时间觉得 他跟以前相比 完全是两个人 这心眼 简直比偶还多 第147章 聊天 萧露因为一个孩子 不收兔子的事 在附近传得沸沸扬扬的 萧露的村子叫陈家村 隔壁就是刘家村 他们村子挨着的 还有王家村 王铁柱就在这个村子住 另外一个相邻的 就是金陵村了 金陵村最大 人口也多 很多都是外地迁来的 这几天 萧露对外说了 不收金陵村的兔子 附近几个村都不知道情况 人心惶惶的 后边一打听才知道 是因为小孩子的事 有些人感慨 萧露小题大做 另外也有人感叹 金进村一个村的人 欺负一个小孩 实属不该 不过这都不算什么 毕竟他们赚不到 萧露这里的钱 才是最重要的事 这么好赚的钱 他们村一百多户人 就这样没机会赚了 附近几个村子 都在谈这个事 自从萧露收兔子 附近几个村 前前后后都养了不少 像金陵这种大村 起码也有七八十户都养了 这是一门稳定收入 兔子吃不了多少东西 大部分时间 都是在外面割草回来 占地面积小 又不费多少精力 大家都想赚这个钱 不管是跟风还是什么 大家都养了不少 萧露那边去学校闹了一场 萧天带着两个孩子回了家 刘英想着 自己几个人在学校打闹了一场 第二天死活 不愿意送孩子去读书了 萧天本身是六零年代出生的人 自己没读过什么书 眼下孩子不去了 他也没有强硬地送他去 萧露那天拉了木材回城 萧天也跟着去卸货了 萧露想着 带着哥哥去也行 实在不行 就把孩子送到城里读书 一晃过了五六天了 萧露去城里的学校问了 都说可以送来 但是要下学期开会才行 萧天倒是没说什么 孩子在家也行 不过萧露不这么想 他想着趁今天有空 去问问干爹沈教授 有没有这方面的门路 想想办法 陈芝一早就过去了 最近他也不去店里了 萧露有空的时候 偶尔过去帮帮忙 陈芝就每天都到干妈家里去刺绣 两个人在一起 不仅能说话姐们 干妈还能时时给他指导 萧露就在这时候过来了 他还提了好多东西 看样子 就是今晚在这边吃饭了 萧露 你提这么多东西来做什么 干妈 我今天晚上下厨 请你和干爹 吃顿我的新菜 哦 什么新菜啊 我倒是想试试了 干爹听到萧露来了 从房间里出来 没想到听到萧露说 要找他们试菜 别的不说 要说吃 他是最喜欢的了 光是萧露的手艺 那不是一般的好 每次做的菜 他都吃得津津有味 也不知道 萧露从哪里学来 那么多奇怪的菜式 干爹 我今晚上做排骨 蒜蓉味的 哦 蒜蓉排骨 这倒是吃过 就是不知道你怎么做了 不过用大蒜做排骨 味不是很冲吗 沈教授倒是吃过 大蒜炖的排骨 说实话 味道一般 而且有很大的蒜味 他对蒜倒是 没什么抵触 只是确实是味冲 眼下萧露也说做 蒜蓉排骨 他倒是有些期待了 干爹 我这排骨不是炖的 用来蒸 反正啊 你就等着吃吧 指定好吃 好好好 干爹 干妈 我去做饭了 干妈见状连忙起身 跟着萧露进厨房 这好歹是他家 虽然萧露现在是自己半个儿子了 但当妈的 哪能让儿子一个人在厨房忙碌 他起身跟着进了厨房 沉枝也不秀了 放下手里的活 就往厨房走去 看着几个人都去了 干爹沈教授 也像是凑热闹一样 跟着进了厨房 几个人在里面忙忙碌碌 萧露虽然没让他们动手 但是他们包算洗菜 也搞得不亦乐乎 几个人在厨房说说笑笑 很快一餐饭就做好了 几个人围在一张桌子上吃饭 一家和睦的场景 几人都有些触动 酒足饭饱之后 萧露才慢慢开口 干爹 其实我还有个事 想看看你能不能帮忙 哦 你还有需要我帮忙的事 沈教授跟萧露认识这么久 萧露从来没找过他帮忙 眼下 竟然主动找自己帮忙 沈教授知道 这肯定是自己能做到的事 干爹 其实不是什么大事 是我侄子 他在乡里的小学发生点事 不太合群 我想把他转到城里上学 但是学校说要下学期才行 我想着 现在离放假 还有接近两个月呢 孩子在家待着 也不是个事 就想着问问你 看看认不认识什么人 萧露一说完 干妈倒是先开口了 确实不是什么大事 只是芝芝马上要生了 你把侄子送到城里来了 到时候谁照顾他 我听芝芝说 你前段时间 还想着去塑料厂上班 沈教授还是第一次听到 萧露要去塑料厂上班的事 也好奇地看向他 萧露 你合作社不是搞得挺好的吗 怎么想着去塑料厂了 怎么 遇到困难了 几个人的眼神 都向萧露投过来 萧露无奈地笑了笑 干店 干妈 我不是想去那上班 是投资 那个厂子是港城人开的 他现在想对出来 但是我没那么多钱 我就想着入股 入股 你不是说 港城人都不想干了吗 你还想入股 别人那么聪明都不干了 你这时候入股 不太好吧 萧露何尝不知道这个道理 只是一文钱难倒英雄汉 他现在确实没钱了 看着干爹的眼神 直愣愣地盯着自己 似乎在等自己解释 萧露只好硬着头皮说道 干店 其实我是想 直接把厂子接过来 自己干的 但是你也知道 我没那么多钱 前段时间 我还找了面粉厂的郭坤 想着跟他一起合伙 但是他不感兴趣 这事儿 只能不了了之了 沈教授脸的表情 更加不赞同了 与其带着些 质问的兴致 郭坤蹲过大狱的 你怎么想的 竟然想跟他合伙做生意 他那组上 就是贪官 你跟他合伙 能落着好吗 干爹一下子 把郭坤的牢底 都抖出来了 萧露这才明白 郭坤家 为什么那么有钱 不过他以前也猜到过 郭坤家族上是做官的 现在干爹证实了 果然如此 第148章 梦想 萧露原本确实觉得 郭坤财大气粗 资源丰富 如果能与之联手 经商必定事半功倍 但如今 既然连郭坤 对此都毫无兴致 那他也只好 先将此事搁置一旁了 干爹啊 我前两天 特意去了塑料厂 表达了想要参股的意愿 但是 人家老板 显然没兴趣来 只说 三日之后再谈 结果呢 我昨日再去 他人压根儿 就不在场里 萧露的语调 满含着沮丧之情 其神情 亦显得颇为落寞 这让一旁的沈教授 不禁心生怜悯 沉默片刻后 沈教授忍不住 开口询问道 萧露啊 你为何 会对这家塑料厂 如此关注在意呢 说到这里 萧露就有话说了 他脸上 又带着笑意 看着几人说道 我这段时间 一直都有关注时事 电视上的新闻 也看了 未来塑料行业 肯定会蓬勃发展的 要是入行早 我肯定会是 先吃螃蟹的那个人了 真有那么赚钱吗 沈教授看 萧露信心满满的样子 有些感兴趣地问道 干店 挣钱只是一桩 主要是入行早 发展机会大 以后用心经营 说不定能成为 知名大企业呢 沈教授 在一旁听着萧露畅想 他只觉得 自己这个干儿子的眼界 有时候 甚至比自己 这个大学教授 还要开阔许多 很多他都想不到的事情 萧露已经想好了 沈教授觉得 这应该就是年轻人 和老年人的差距了 他快60岁了 萧露才20多岁 他们年岁 相差30多年 思想上 肯定差距很大 沈教授 越发觉得自己这些年 因为过去的事 耽误了自己 没有学习 也没有进步 他隔了一会儿 才缓缓开口说道 你侄子的事 我有办法 我有个学生 就是小学的副校长 到时候我跟他说 一下就行 只是你干妈说的话 也确实是个问题 你带两个孩子来 谁照顾他们 萧露也还没想好 这个事呢 他想着 先落实了学校的事 再跟哥嫂说 这个是的 眼下干爹问起 他只能如实回答了 干爹 这个问题 其实我还没有考虑 我想着 等学校的事定下来了 再跟哥嫂商量呢 我准备让嫂子进城 来照顾两个孩子 这不是芝芝马上 要生了吗 我又没有经验 不会照顾小孩 我本来也想着 让嫂子来帮忙呢 萧露这个打算 也是这两天才有的 原本侄子 没出那时之前 他还想着 让干妈到时候 来帮帮自己 现在刚好了 只是家里的兔子 有点麻烦了 萧露家里的兔子 是全村最多的 这下都进城了 家里只有大哥一个人 萧露还有点担心 萧露 你这个想法也不错 等明天 你回去好好 跟哥哥嫂子商量一下 就算你嫂子不来 你也不用担心 至至这里 我到时候 肯定也会来帮忙的 干妈的话一出口 萧露的心里 轻松了许多 她没有爹妈帮衬 陈芝那边也没有个靠谱亲切 全靠哥哥嫂子 但是哥嫂也有孩子 家里还有那么多事 现在干妈愿意帮忙 萧露感觉浑身松快不少 端起酒杯 就敬了她一杯 干妈 谢谢你了 我敬你一杯 萧露说 完端起杯子一饮而尽 吓得干妈 立刻伸手 去夺她的杯子 陈芝也吓了一跳 几个人都觉得 萧露是喝多了 有些醉了 萧露喝完放下杯子说道 干店 干妈 实话说 照顾支支我 倒是不担心 就是照顾孩子我 没有经验 我想到孩子那么小一团 像支兔子一样 抱一下 都不敢了现在干妈 愿意帮忙照顾他们 我放心多了 萧露借着酒意 说出心里话 干爹干妈都在笑她 陈芝看着她这样 默默地端了一杯茶地给她 心里满是感动 不是陈芝爱感动 而是她出生到现在 一直在老家 见过多少女人生孩子 别人虽然也关心 但是从来没见过 有人像萧露 对她这么好 一怀孕 什么不让做 好吃好喝的供着 前几天还担心自己难产 现在孩子还没生下来 又担心孩子了 陈芝觉得 就算是大哥萧天 也比不上萧露 以前大嫂怀孩子的时候 不也一样 家里家外一把抓吗 龙忙的时候 还得下地干活 眼下自己能过上 这么好的日子 都是萧露给的 她能不感动吗 萧露 你这孩子 对媳妇是真好 不过对媳妇好的时候 也别忘了自己 保重自己的身体 你的老婆孩子 才有靠山 干妈这话说到 陈芝心坎里去了 陈芝对着萧露 蒙点头 像是小鸡啄米似的 看得萧露和干妈 都笑哈哈的 萧露 其实我在意 你能挣多少钱 咱们现在的钱 也够用了 我不希望 你那么累 陈芝看着现场气氛好 把自己心里话 说出来了 萧露听到 只是笑了笑 伸手摸了摸她的头发 萧露知道 这也不能怪陈芝 陈芝毕竟是在农村长大的 眼界学识都只有那么多 现在他们赚的钱 已经是老一辈 一辈子都没见过的那么多了 也够用 陈芝当然不想她折腾了 萧露正想着怎么委婉地 跟陈芝说说这个事 她现在快到产期了 萧露不想她 因为这些事不开心 她正犹豫着该如何回应时 干爹却率先开了口 芝芝啊 你这么说 可不对哦 男人们在外打拼 无非就是想让这个家 过得更好些嘛 怎能因为眼下手头宽裕些 就松懈下来 不再努力奋斗了 未来的事情 谁都说不准呢 即便你不替自个儿着想 那也得剃度里的宝宝 盘散一下吧 干爹言辞犀利 语气略重 萧露生怕这些话 会令陈芝心生不悦 赶忙想要圆长解释一番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 陈芝听完后 尽似有所悟 干爹 您误会了 其实我并不是不支持她 只是心疼她太过劳累 希望她不要背负太大压力罢了 芝芝啊 放心吧 我没事 我所做一切努力 皆是为了能让你们过上 舒坦的好日子呀 不仅如此 将来咱的孩子 孙辈们都能跟着享福里 未等陈芝把话说完 萧露便急忙插话 表明心境 陈芝肚里的宝宝尚未降生 萧露却已提及孙儿之事 这番言语 着实令她羞涩难耐 不禁满脸通红起来 干妈目睹着眼前这对小夫妻 恩恩爱爱的模样 心中一身感欣慰愉悦 夜已深了 萧露两口子起身告辞 沈教授让他们回去路上小心些 另外让萧露抽时间 再来找他一趟 萧露不知道干爹还有什么事 反正痛快地答应了 第149章 都进城 萧露把学校的事儿落实了之后 心里的担忧也少了些 毕竟自己到学校大闹一番 侄子没有学校读书了 虽然金陵小学没有明确说 不让去读了 但是萧露知道 自己这么一闹 以后侄子在学校也不好做了 干脆转学是最好的 萧露早上一起来 就开着拖拉机回村了 他还想着 收一车兔子来卖了 这段时间忙着忙那的 又有好几天没有卖兔子了 一大早 拖拉机的轰鸣声 就打破了小村的宁静 村里人都早早起来了 家里养了牲畜的 都要早起去割草来喂 有的在娘家种了粮食的 也早早起来去地理了 萧露回到家中 刘英也早早地在喂兔子了 嫂子 你一个人在家呀 小虎他们呢 跟你哥去地理了 说是要去养猪场看猪呢 萧露也上去帮嫂子搭把手 喂了些草料给兔子 才慢慢说道 嫂子 芝芝还有两个月就要生了 我没养过孩子 没经验 到时候 还得嫂子进城帮我才行 刘英回头惊讶地看着萧露 仿佛不理解 她为什么说出这种话 萧露 这是还用说吗 嫂子肯定会进城帮你的 都是一家人 说这话不是见外吗 萧露有些不好意思 虽然是一家人 但是毕竟是自己的孩子 怎么能强行要求嫂子来帮忙呢 她连忙说道 嫂子 我这不是怕你忙不过来吗 家里这么多事 两个侄子也需要人带 嗨 我和你哥早就商量好了 到时候家里他在 我去城里照顾芝芝坐月子 你们那条件好 我这去啊 不干家里的事了 那是享福了 萧露知道 嫂子是安慰自己 兔子喂完了 萧露把自己 从城里带的肉和菜 拿出来递给刘英 嫂子 中午坐来吃 我们一家人吃顿好的 刘英一看 里面肉也有 萧露还带了卤菜 还有些乡下没有的菜 不知道萧露又有什么好事 刘英点了点头没说什么 直接做饭去了 听说 大哥去了养猪场 萧露也跑过去了 前两天他才去过 今天再去看看也没什么 谁知道还没到 就在半路上碰到大哥了 萧露 你咋又回来了 萧露才进城两三天 萧天都觉得 他最近回来的情 这段时间地里没什么事 按理说 家里没什么事 不用回来这么情 大哥 我回来 找你们有事商量 那 回去说吧 两兄弟带着孩子往家的方向走去 萧露在半路上 还想逗逗侄子 萧露 你想去学校上学吗 二叔 我想上学 但是我不喜欢班上的同学 萧露本来只是随口逗孩子 没想到萧露竟然回答得这么具体 他和萧天对视一眼 双方眼神都有些惊讶 好啊 那到时候 二叔给萧露换个学校 好不好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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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龙 也要换个学校 小侄子也跟着帮腔 萧露好笑地问他 懂不懂换学校是什么意思 小龙自己傻笑起来 两个人到了家门口 又去鱼塘看了看鱼 萧露跟着去看了下 这些鱼长得确实好 有的浮在水面上 差不多两斤了 萧露知道 萧天对这些鱼很上心 为的情不说 还找了很多长肉的东西味 哥 这鱼长得可真快 看样子 年底能卖不少 萧露 年底我可不想卖 两三斤卖了不是亏吗 鱼大些才好卖啊 萧露知道 哥哥对鱼的执着 也不说话了 只当是默认了 反正离年底还早 回到家里 刘英已经在炒菜了 肉的香味一下 就窜出来了 整个房里都弥漫着香气 不知道刘英怎么炒的 就连烟囱里的油烟 都飘出很大的香味 嫂子 你这怎么做的 这么香呢 我哪有你做的好吃 这不是随便乱炒的吗 饭菜一上桌 两个小孩就先抢着吃肉 看得萧天直皱眉 刘英给他们一人夹了一碗 两个孩子到坝子里的小桌上吃饭 屋子里才算安静下来 萧天和刘英都猜到 萧露今天回来 是有什么事跟他们商量 所以 吃饭的时候都漫不经心的 似在等着萧露什么时候开口 萧露吃了几口 见哥嫂都有些没胃口 这才放下筷子 哥 嫂子 你们反正没胃口 我就说说吧 我今天回来是有件事 想跟你们商量 你们看看能不能行 刘英和萧天 都有些仗二和尚 摸不着头脑 互相看了看 萧天才开口道 一家人有什么不能行的 什么事 你说说吧 哥 嫂子 我想把两个侄子 带到城里读书 学校已经找好了 你们觉得怎么样 刘英没想到萧露 说的是这个事 她还以为 是要说 进城给陈芝带孩子的事 没想到萧露 这么在意自己两个孩子 连学校都找好了 刘英瞬间觉得 感动不已 萧露 孩子去了城里 谁照顾啊 芝芝大着肚子 你每天又那么忙 嫂子 所以我才回来 跟你们商量 我想让你也进城去 我今天回去 就让木匠来做家具了 到时候几个房子 都有家具了 你过去了 正好照顾两个孩子 到时候芝芝生孩子了 坐月子的时候 也能帮称我一下 刘英文言 看了一下萧天 她试探性地说道 照顾芝芝我 当然没什么问题了 只是孩子 进城去了 会不会跟在精灵上学一样 到时候 都是城里的孩子 不会受欺负吧 还有 我走了 家里怎么办 你带孩子去 家里还有我 萧露还想说 让刘婶过来 帮忙养兔子呢 萧天就先开口了 萧露也有些 意外地看着她 哥 我还以为你不赞成呢 孩子上学是大事 我这段时间 也意识到了 多学知识 才不会被欺负 我也不想让孩子以后 跟我一样 整天都在地里 要说最意外的 还是刘英了 她一直以为萧天 不想让孩子读书呢 现在萧天表现出这么主动 刘英 当然没什么话说了 还是萧露 担心自己大哥 一个人在家忙不过来 笑着问道 哥 家里兔子这么多 还要喂鱼 你还要去地里看 忙得过来吗 这点活 有什么忙不过来的 不比以前挣公分的时候 轻松多了 萧露倒是没有挣过公分 不过看哥哥的样子 不像是作假 立刻说道 既然你们同意 嫂子就把东西收拾一下 咱们明天就进城去 每周孩子 放学了咱们就回来 周末过完 又进城去 刘英 也是这样想的 过年的时候 她进城早就 喜欢上了城里的繁华 现在她也要进城了 心里的激动 不是一点点 她连忙端起碗筷 猛吃了几口 平时最喜欢的肉 在她嘴里 也没什么味道了 第150章 收获 安排好家里的事 萧露又出门 去收兔子 点好树后 约好第二天去收 萧露自己村里的 收得差不多了 这次主要是在 隔壁两个村里收获 除了萧露家 附近几个村 就属嫂子刘英的 娘家养的最多了 萧露刚好到了刘家村 最先就去了 嫂子娘家 刘田老远就看到 萧露来了 端来凳子让她坐 这种情况 不是一天两天了 不是萧露显眼 主要是 她那拖拉机 声音太大了 每次路过 轰隆隆的 村里的狗 都要狂吠许久 萧露 今天来收兔子 快坐吧 萧露还没到坝子里 刘天就开口叫她了 萧露连忙小跑 两步上去 哥 我自己来 明天进城 想着今天来收点兔子 你们家 还有多少啊 萧露 来喝茶 王玉莲热情地 端了一壶茶出来 还拿了一袋 红薯干过来打开 放在小桌子上 萧露连忙道歇 萧露 听说你不收 精灵村的兔子了 是怎么回事啊 王玉莲好奇地问她 这段时间 他们都没出过村 昨天下地 干活的时候 才听别人讲这个事 王玉莲 今天见到萧露 忍不住好奇心 直接问她 嫂子 你不知道这个事 不知道啊 我跟你哥这段时间 没出村 这不浓忙吗 家里的地 这才拨弄完 萧露这才把事情的 来龙去脉 都说了一遍 听得刘田 这个当舅舅的大为光火 王玉莲这个舅妈 也骂得活该 萧露 你这事做的应该 要不是你 刚好在他们村做生意 要是别人呢 不是白白被欺负吗 王玉莲这时候 发表自己的看法 就是 咱不能让人随便欺负 刘田附和道 萧露喝了口茶 笑着说 不过 说到底大家都是 邻里邻居的 我也不想 把关系搞得太僵 所以 我打算请嫂子帮忙 当个中间人 去跟他们村说说 王玉莲犹豫了一下 说 我怕我说不好 再说我一个辅导人家 萧露知道 他误会自己的意思了 笑着说道 嫂子 我让你去说 可不是去认错的 我现在 已经放出话 不收他们村的兔子了 嫂子到时候 可以出面低价 把他们的兔子 全部收来 其他几个村 没人敢收的 你现在出面 就是帮了他们大忙 他们还要感激你 王玉莲没想到 萧露的花花肠子这么多 心里想着 确实是这个道理 只是他要出多少钱呢 萧露 你说低价收购 那我出多少钱合适呢 那就看嫂子你了 我觉得两块钱 他们都会卖 这东西 卖不出去 每天要吃不少东西 他们不卖 不是砸手里了吗 王玉莲眼中金光 一闪却没有说话 萧露知道他的心思 刘田见王玉莲 迟迟没有答应 看着对面的萧露 正在看其他地方 他狠狠地拉了 媳妇的袖子 示意他赶快答应 刘田的想法 也很简单 萧露是姐姐的小叔子 还带着自己家 赚了这么多钱 论亲论理 都该帮这个忙 但是王玉莲 一贯是个 见钱眼开的 看见萧露没说 给他好处 他也一直没有发话 萧露隔了一会儿 才说道 嫂子 这活我也不让你白干 只要你两块收到货了 我出两块五全收了 王玉莲听到 萧露这话 立刻心花怒放了 笑着说道 哎呀 都是一家人 说什么钱不钱呢 萧露 你放心 这事我肯定给你办的 他这变脸的速度 让萧露都叹为观止 刘田 直接狠狠地瞪了媳妇一眼 谈完这个事 王玉莲又去村上问了问 每户人家里 还有多少兔子 隔了一会儿 就都来报数了 萧露一下子 又收了三百只 约好第二天早上 到村口拉货 萧露就紧赶慢赶地 朝自己家里走去 刘英在家收拾了一个下午 总感觉这里做完 那里还有事 虽然要去城里 有些激动 但是他还是有些 放心不下家里 萧天一个人 在家他也担心 万一忙不过来 怕他太累 忙了一个下午 还没收拾 两个孩子的东西 萧露回来 正帮了刘英大忙 他连忙上前问道 萧露 你回来得正好 这大宝小宝进城 都要带什么东西去啊 我这忙得找不着北了 也是第一次进城去住 不知道带什么好 嫂子 你把两个孩子的衣服带一点 还有你们 每天要用的东西 两个孩子的书本 一定要带上 萧露不说 刘英真想不起 要带书本 这下手忙脚乱的剧桩 看得萧露一阵好笑 嫂子 慢点收 明天才走呢 不接 刘英虽然放不下家里的事 但他很期待城里的生活 在老家这么多年 他没想过自己有机会 去城里住 眼下东西 总算是收好了 萧露看着满满当当的几个大包 心里还有些担忧 明天车子 能不能装下 你收这么多做甚 又不是不回来了 萧天一回家 就看见地上的大包小包 没好气地对了刘英两句 萧露也笑着说道 嫂子 冬天的衣服就不用带了 就带夏天穿的 给孩子 带几个薄外套就行了 刘英收完才发现 自己确实太夸张了 这下萧露也发话了 刘英也觉得 有些不好意思 我这些冬天都不带去 我是想着收起来 到时候找也方便 刘英看了下萧天的脸色 自己悄悄找不了两句 几个人 简单吃了一顿晚饭 两个孩子知道 要进城去读书了 高兴得很 在屋子里上蹦下跳的 萧天把两个孩子 叫到自己面前叮嘱道 你们进城以后 要听话 不能到处乱跑 要听妈妈 叔叔和婶婶的话 知道了吗 知道了 到了二叔家 不要到处乱跑 婶婶肚子里有宝宝 千万不能冲撞 知道了吗 知道了 萧天把两个孩子 训得像是犯错的安纯一样 萧露才连忙解围 让两个孩子 早点去休息 第二天一早 萧露就带着几个人上路了 因为要去收兔子 早上骑得早 萧天不放心 两个孩子坐车 跟着一起 送到了隔壁村 萧露装完兔子 萧天又把母子三人送上车 看他们坐好了 车子往城里走了他 才慢慢回去 这还是他第一次 跟老婆孩子分开 虽然是孩子去读书 但是他心里也有些失落 总觉得空落落的 第151章 脱关系 萧露早上进城 就先把嫂子和侄子 带回家去 才开车去送货 陈芝早就在家等着了 萧露昨天回去接人 但是也不一定今天会来 陈芝还是早早就起来 去百货店 买了小孩子爱吃的糖果和饼干 在家等着 直到拖拉机的声音响起 陈芝知道是萧露回来了 立刻开门迎了出去 嫂子 你总算来了 芝芝 你出来做什么 快进去 我自己拿 你别动手 别累着你 两周里已经好久不见 这是一见面 感觉分外亲切 萧露帮着 把东西拿进去以后就走了 陈芝家今天有匠人做工 刘芸一进门 就看到院子里三个人在居木头 她还有些意外 嫂子 他们来做家具 也是今天才来的 我让他们先坐床 到时候先放在你们的房间里 刘芸文言感动不已 笑着跟弟妹说道 芝芝 我们不将就这些 再说了 那屋里不是有炕吗 我们睡炕就行 嫂子 这两天肯定要睡炕 等床睡好了 就可以睡床了 到时候床也有 炕也有 随你们怎么睡 陈芝领着嫂子进屋 东西一放 又带着两个孩子去看电视 刘芸早就听说 萧露买了电视 只是她没见过 这下子陈芝 把电视一打开 刘芸就嘖嘖称奇了 芝芝 我早就听说 你们买了电视 村里几个 在你们家看过电视回来 还炫耀好久呢 没想到是这样的 电视可真好看呢 陈芝笑着 拿出糖果和饼干 两个侄子高兴不已 笑着一人抓了一把 芝芝 你每次都惯着他们 买这么些东西 花不少钱吧 嫂子 这要不了多少钱 孩子吃能吃多少 刘芸觉得 自己这个弟媳妇 虽然没有爹妈 但是不小气 比自己的亲弟媳妇 那是好多了 王玉莲那真是 无力不起走 要是没有好处给她 那做事简直太会甩脸子了 刘芸这个出嫁的大姑姐 早些年回娘家 那也是看了不少脸色 幸好现在日子好过了 刘芸看着笑容满面的陈芝 知道她是真心带自己 她也不是那没良心的人 肯定也会真心带她 芝芝 这些匠人中午在哪吃饭啊 刘芸一看天色不走 要是匠人要在家吃饭的话 现在就得做了 嫂子 中午我们包一顿饭 我菜都弄好了 只等着等下炒就行了 那行 我去看看 等下我来做就行了 嫂子 那哪行啊 你今天才来 就让你做饭 还是我做吧 陈芝想着 嫂子第一天来了就做饭 要是多心的 还以为是来做杂工的呢 还是坚持自己来做中午饭 刘芸看她带着肚子 哪里能同意 芝芝 嫂子又不是外人 说什么见外的话呢 再说了 在家又不是没吃过我做的饭 那好吧 我们一起做 陈芝笑着同意 两个人往院子里走去 黄木匠刚才就听到 两人谈话了 笑着打趣道 我看 你们俩都别做 等肖路回来做 那小子做饭好吃 两轴李文言相识一笑说道 那感情好 笑路前几天木头拉回来 就找了黄木匠来看了 家里几间房 要做什么东西全都说了 黄木匠看了 工程量不小 这么多木头 都是原木 光是锯木头 就费不少时间 她带了两个徒弟来 笑路家桌椅板凳 床 还有几个衣柜 小柜子什么的 估计没有十天半个月 是做不出来的 这时间她都在家里画图 只有图纸做好了 后面动工才快 她接了这一单 能赚不少钱 而且这木头好 做起来也好做 笑路送完货就回来了 她每次去送货 几个老板都让她多送点 笑路跟他们瞎聊了 一会儿才回来 一到家 她就带着两个侄子 去隔壁给沈教授道谢 中午吃了饭 下午笑路就带着他们 两去办了入学手续 新学校就是笑路家附近 下午笑路带着嫂子和孩子 就去了一趟学校 填了资料交了费 就可以去上学了 刘英特的子子细细地 看了看周围的路 生怕自己送孩子上学的时候 找不到路了 回到家里 笑路又跟两个小侄子 做了很多思想工作 两个孩子晚上 很早就睡了 笑路三个人 才有时间看会电视 笑路 吱吱 给你们添麻烦了 刘英知道 半路入学有些费事 笑路他们 肯定找了关系 说不定还花钱了 他不知道怎么办 只能感谢了 嫂子 说什么话呢 都是一家人 再说了 干爹的学生 就在小虎他们学校 当副校长 我们这次能进去 也是干爹帮忙 你要谢啊 下次见面 就谢他吧 你看 孩子读个书 还要麻烦沈教授 哪天得空了 我下厨做点好吃的 到时候你们叫上 你干爹过来吃吃饭 喝点小酒 我再感谢他一番 刘英这话说的 肖路和陈芝都乐了 肖路一个劲地点头 指着陈芝道 你跟芝芝商量好就行 他天天都在那边呢 刘英的目光 又看向陈芝 期待地问道 芝芝 你觉得怎么样 嫂子 我觉得挺好的 哪天 你定好时间了 就跟我说 我到时候 邀请他们就行 好嘞 刘英说完脸上 就露出一抹笑意 孩子上学的事弄好了 心里的一块大石 也落下了 刘英 一下子觉得 轻松了不少 几个人一起看电视 现在还在播新闻 肖路 没有错过一条信息 仔细地看着 新闻上面 都在说 改革开放之后的发展 尤其是南方 发展迅猛 以前的小渔村 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 现在大开发了 肖路知道 那是深城 未来的超一线城市 他迟早要去一次那边 不过还不是现在 芝芝 干爹前天让我去一趟 竟然我带着两个孩子去了 他又没说什么 你知道 他要找我说什么事吗 肖路忽然想到 白天去沈教授那 说了几句话 就出来了 他也没说什么事 想着干妈 是不是给陈芝说过了 这才好奇地问他 谁知道陈芝 也是一脸茫然 疑惑地看着他 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啊 他们没跟我说啊 肖路见状 也没有多想 只当是他们年龄 大得记不住是了 没事 我明天过去问问就是了 几个人看完新闻 天还没完全黑 夏天到了 天黑得晚了 电视上竟然播起了连续剧 刘英这个 从来没看过的人 看得津津有味 眼睛都直了 要不是明天一早 要送孩子去学校 估计要把两集看完 才去睡觉了 第152章 转学 第二天一早 肖路就起来了 他去店里 拿了几个肉包子回来 因为今天是两个侄子 第一天去学校 肖路也没有做早餐 一早就去店里 拿了包子回来 大家吃了 也就算一顿了 吃完饭刘英 就送两个孩子去学校了 肖路还特意嘱咐 他们中午回家吃饭 两个孩子也答应了 学校有食堂 肖路让他们回家吃饭 陈芝倒是挺好奇的 他疑惑地问肖路 肖路 学校不是有饭吗 带米过去就行了 隔壁王审的孙子 就在学校吃的 你干嘛让两个孩子 回来吃啊 多折腾 陈芝不知道肖路 心里的想法 有什么不理解的就问他 肖路也不卖关子 直说道 孩子们第一天去上学 我怕他们不适应 中午回来 好好问问他们 等熟悉了 我们再送米过去 到时候两个孩子 都可以在学校吃了 原来是这样啊 你想的倒是挺周到 那是 我去买点菜 你中午想吃什么 肖路想着买完菜 就去一趟干爹那里 所以心情挺好的 陈芝不知道 他又在高兴什么 笑着回他 你买什么就吃什么 我又不挑 那行 我看着买吧 肖路拿上菜篮子 就出门了 买菜回来的时候 嫂子已经回来了 看见肖路回来了 热情地迎上来 肖路 这次可都好好 谢谢沈教授啊 你哥不在 你帮我跟他说说 这个学校 可比精灵小学好多了 我早上 送孩子去的时候 班上的孩子 都可喜欢他了 还有老师 说话也轻声细语的 可温柔了 刘英跟肖路说了一大串 肖路默默地听着 最后嫂子说完 才看见肖路手里的菜 高兴地接过去 说是中午他做饭 有人做饭肖路 也不去争了 就去了隔壁 干妈家每天都关着门 这是他们以前的习惯 现在虽然肖路他们 住在隔壁了 但是习惯 哪有那么容易改 肖路上去敲了几下门 干妈就过来开门了 肖路 你来找老婶啊 干妈 干爹上次不是说 有话跟我说吗 前几天忙两个 侄子上学的事了 今天特意来找干爹聊聊 你快进来吧 我听动静 你嫂子也过来了 两人边走边聊天 肖路见聊到嫂子了 连忙说道 昨天嫂子也来了 今天才把孩子 送去学校 刚才还说呢 新学校好 嫂子说了 等两天 他做好吃的 请你和干爹吃饭 到时候干妈和干爹 一定要来啊 哎呀 何必那么麻烦 你干爹也没帮上什么忙 就是打个电话 干妈 要不是干爹 打那个电话 我两个侄子 现在还在家里玩泥巴呢 你就别谦虚了 到时候直接来就行了 干妈还想说什么 却被丈夫的声音打断了 两个人边走边聊 声音传到了沈教授的书房 他在里面喊了句 是不是肖路来了 干爹 是我干妈 肖路对着干妈 指了指书房的方向 干妈也不说什么了 直接冲他点头 让他快进去 肖路小跑两步 到了房门口 还向征信地敲了敲门 沈教授听到了 直接让他进去 干爹 我来了 您再写字啊 写得真是太好了 肖路快步上前 一眼便望见书桌上那幅 尚未干透的墨宝 只见笔风劲道十足 字迹 犹如飞鸟般 灵动飘逸 以往而知定是上乘之作 肖路啊 你侄子上学去了吗 沈教授并未抬头 依旧专注于眼前的纸张 干爹放心 今早已经送去学校了 我嫂子还托我向您道谢呢 多亏有干爹相助 肖路一边回话 目光却被桌上的 书法作品牢牢吸引 然而此时此刻 沈教授的脸色 似乎并不太好看 显然对于自己 刚刚完成的这幅作品 并不是十分满意 他紧紧盯着纸面 眉头微皱 若有所思 一家人何必沿线 快坐吧 沈教授微微摆了摆手 示意肖路坐下 随后 他伸手指了指一旁的沙发 肖路却静止走向 角落里的一把主意 安然落座 沈教授见状也不多言 转身走到房门口 轻声呼唤了一句 没过多久 干妈便捧着一只木箱子 走进屋内 面对眼前的情景 肖路一时有些摸不着头脑 他暗自揣测着二人 今日的举动究竟有何深意 却又不好 贸然开口 只得默默观察等待 干爹 您上次叫我过来 是有什么事情 要交代吗 眼见沈教授 沉默不语 肖路终于按捺不住心中的疑惑 主动发问 肖路 你上次说 想把塑料厂接手过来 需要多少钱 肖路不妨他们 还在想着这事 笑着问道 干爹 你也有兴趣啊 多少钱不知道 他们规模挺大的 估计那老板 想卖十几万吧 或者更高 也说不定 不过干爹 你对这行也感兴趣啊 肖路知道 他们肯定不会 对塑料厂感兴趣 多半还是劝自己 不要冲动投资吧 笑着 打去了干爹几句 沈教授听完后 也皱眉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 才说道 需要这么多钱啊 接手过来 真的赚钱吗 肖路 你想好了吗 干爹 你放心 我不会乱投钱的 再说了 我也没有那么多钱 能吃下这个厂子 不过这想以后 肯定会赚钱的 我也不急 等过两天 那老板回来了 我再去找他一下 看看上次 我提议的入骨那时 他怎么想的 沈教授听见 肖路的话陷入了沉思 肖路也没有打断他 等着他接下来的说教 隔了好一会儿 沈教授才伸出手 干妈把箱子 递到他手上 他转手 又递给了肖路 肖路不明所以 打开箱子一看 里面竟然全是钱 他吓得立刻合上箱子 干爹 干妈 这么多钱 你们怎么不存银行去 放在家里多危险啊 肖路 这盒子里 有十万块钱 是我们以前存的 你拿去吧 肖路没想到今天 来干爹这里的情况 这么复杂 看着手里的十万块钱 又看着干爹干妈两口子 肖路一时 竟然不知道说什么好 反应过来之后 他下意识地拒绝道 干爹 干妈 这钱我不能要 第153章 巨款 话未说完 干妈就打断了他 肖路 拿着吧 我们老了 这钱拿着 也没什么用的地方 现在你正需要钱投资 先拿去用吧 肖路文言感动不已 他没想到 自己偶然认识的一队老人 竟然愿意这样帮自己 十万块钱 在这个年代 那简直可以说是做什么都不愁了 他们就这样给自己了 感动归感动 肖路却还是知道 这钱不能要的 他笑着说道 干爹 干妈 这钱是你们的养老钱 我不能要 再说了 我这投资也不是必须的 有钱就多投 没钱就少投呗 肖路 你拿着吧 你现在也是我们半个 我们没什么给你的 就这点钱你拿去 不管你是投资也好 自己用也好 都算是我们的一番心意 你不用担心我们 我们还有钱 再说了 你现在是我们干儿子了 将来养老 不是还有你吗 二人执意要给肖路钱 他也拒绝不了 思虑一番 便走到了沈教授的书桌前面 拿起笔写了一张借条 爹 妈 既然你们执意要给 这钱我就收下了 不过这钱我不白拿 我写了借条 这钱算是我借的 两三年之内 肯定能还上 沈教授接过那张借条 看了看 有些意外地说道 肖路 你毛笔字写得挺好的呀 不是说 你只上过小学吗 肖路没想到 干爹的关注点 竟然在这上面 一时间不知道怎么解释了 笑着说道 爹 我们小学老师 以前是教私塾的 上学都让我们写毛笔字 所以 我也会写几个字 嗯 不错 你写的字有型 以后不要荒废了 有空多练习 我再给你指导指导 到时候 说不定也是一方大能 肖路这毛笔字 是他以前练了 十几年的水准了 少年功就开始学 学了十几年 才有现在的水平 哪里是沈教授以为的天才 他自己知道 不是那块料 连忙笑着说道 爹 我这字也就这样了 到时候我有时间了 再来找你指导 这个借条你们收好 钱我拿了 但是你们放心 我肯定会还的 都是一家人 说什么还不还的 我们也希望 你们能过得好 我自己儿子没了 现在芝芝 就当是我亲生女儿一样 只要你们以后过得好 我们就好了 干妈这时候 说出自己的肺腑之言 肖路大为感动 上前轻轻抱了抱干妈 反应过来之后 又抱了抱干爹才松手 几个人又说了好久的话 肖路才抱着 这个沉甸甸的盒子回家 这里不仅仅是钱 还是两位花甲老人 对他们的全权慈爱之心 肖路回去的路上 在心里默默地发誓 将来不管发生什么 一定要对这两个老人好 虽然他们之间 没有血缘关系 但是正因为如此 他们对自己 竟然能这样付出 肖路想着 以后一定要好好回报他们 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决心 那就是 努力赚钱 上进 不辜负这么多 看好自己的人 不辜负这么多人的 无条件支持 肖路回到家里 陈芝和嫂子 已经在厨房忙碌了 肖路去叫了陈芝出来 陈芝跟着肖路进了房间 一路上都在看她 到了房里才开口问她 怎么了 一路上小心翼翼的 也不说话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做了什么亏心事 芝芝 你看这里 肖路打开钱箱子 陈芝凑上来一看 倒吸了一口凉气 肖路 这这哪来这么多钱啊 你你是不是 陈芝一下子 在自己家看到这么多钱 心都凉了 她瞬间 就以为肖路又像以前一样 干了些偷鸡摸狗的事 才得来这笔巨款 吓得腿都软了 肖路见状 立刻接住她 慢慢地 扶她到床上坐着 又给她拍了拍背 芝芝 这是干爹干妈给我的 陈芝正气急 听见肖路说是干爹给的 心里疑惑不已 不过知道 不是肖路通过歪门邪道搞来的 心里倒是放心了不少 肖路 干爹干妈给你这么多钱做什么 你记得前几天 咱们一起吃饭 你说了塑料厂的事 我不是说咱们没钱吗 干爹听到了 上了心 让干妈把存款取出来了 说是给我投资 陈芝听见肖路又在说投资的事 心里有些慌乱 肖路上次说是把家里的存款都拿去入股 他心里已经挺害怕的了 没想到 现在干爹又给了这么多钱 他心里更慌了 怕肖路亏钱 更怕以后还不上 欠干爹干妈人情 他认他们做爹妈 本来什么都不图 只是希望有个爹妈的 现在拿了钱 要是以后还不上 那让人觉得他们就是 图他们的钱才认得爹妈 陈芝越想越心急 肖路见他神色不对 立刻出声安抚他 芝芝 你在想什么呢 脸色都变了 陈芝这才反应过来 他拉着肖路的手说道 肖路 这塑料厂非干不可吗 咱们现在也不缺钱 我不想用干爹干妈的钱 要让别人知道了 我们成什么人了 肖路了解陈芝 性子软 又善良 早就猜到他会这样想了 听他说出来了 他也轻声安慰他 芝芝 我说了不要 但是两个老人坚持要给 我写了借条 这钱 就算是我借的 陈芝听到这话 心情好了一些 但是看着肖路 他还是很担心 肖路 借这么多钱 还不上怎么办 芝芝 你这么不信任我 你想想 咱们以前过的什么日子 这一年多 我们赚了多少钱 虽然现在没钱了 但是咱们有产业啊 家里的猪 鸡鸭鱼 兔子 地里的中药 到时候卖了 都是钱 陈芝一听 也是这个礼 想了想心情 释然了很多 你决定吧 反正不管你有没有钱 我都跟着你 陈芝也想通了 有钱有有钱的活法 没钱 有没钱的活法 大不了 再回乡下种地呗 肖路笑着 捏了捏媳妇的脸 问道 你是我媳妇 不跟着我 还想去哪 陈芝被他说得脸红 笑着打了他两拳 你明知道 我不是这个意思 知道了 你不是这个意思 给 把钱放好吧 肖路把这笔巨款 递给陈芝 这可难倒他了 他也不知道 这么大一笔钱 放哪里合适 总觉得放哪都不放心 家里还有工人 陈芝的心 都扭成麻花了 第154章 投资 陈芝把钱一会儿放在这儿 一会儿放在哪儿 看得肖路多揪心了 他接过箱子 把他放到了 以往放钱的地方 轻声说道 先放这儿吧 我明天就拿走 放这儿会不会不安全 陈芝还有些不放心 肖路好笑地看着他 轻轻拉着他的手出去 陈芝不放心 又返回 去把门锁上了才出去 肖路不让陈芝进厨房 自己进去做饭 把嫂子也赶出来了 让他们两人看电视 陈芝想着屋子里的钱 也不敢走动一步了 就坐在电视机前 看了一上午 直到肖路喊吃饭他 才往厨房走去 走之前 还看了看门锁 刘英 也被他这反常的行为 搞得摸不着头脑 芝芝 你是不是不舒服啊 脸色不好 嫂子 没有 就是有些心慌 刘英刚才去接了孩子 不知道他们发生什么事 还关心地问道 心慌 肚子有没有不舒服啊 陈芝知道 嫂子误会了 连忙解释道 嫂子 你别担心 没什么事 应该是天气太热了 我有些不耐热 刘英看了看天上 火红的太阳挂在空中 她不耐烦地说道 这天气 是有点热 你要注意 有什么不舒服 一定要说 尤其是肚子痛 发警这些都要说 知道吗 陈芝听话地点了点头 几个人去了饭厅吃饭 陈芝今天吃饭 都心不在焉地 一直望着自己卧房的方向 看见 有工人吃完了往外走 她也立马 放下筷子不吃了 这样反常的行为 看得刘英不明 所以 肖露倒是猜出 媳妇的想法了 她无奈地笑了笑 嫂子 你们吃吧 我去看看她 那你快去看看吧 她今天 一直很反常 肖露过去一看 陈芝果然 又去了房间 肖露推门进去 陈芝吓了一击铃 你竟然怎么不说一声 吓我一跳 哎 我本来 还想明天再去吧 看你这个样子 我还是现在去吧 你把钱放好 我去一趟塑料厂 陈芝听见肖露 要去塑料厂 心里着急 但是看见家里这么多人 又不好明说 只能锁好门追出来 肖露 要是没弹龙怎么办 这钱要不要 还给干妈他们 肖露心里也没底 这钱想要转 那么大一个厂 估计还是不够的 只是肖露也不知道 现在的行价 那些机器的有的 也是二手的 肖露也不清楚价格 现在不知道情况 等我去了再说吧 再说了 人家老板 去南方了 说不定没回来呢 陈芝文严心头 更加着急了 这么多钱 放在家里 他心里始终不安 不过家里外人多 他倒是不好表现出来了 肖露换了一套衣服 就开上车子出门了 本来他还想着 过两天再去的 但是没料到 干爹干妈 给钱这装饰 陈芝担心的也有道理 这么多现金放在家里 久了不是个事 他想着先去看看 碰碰运气 万一老板回来了呢 城里到塑料厂并不远 肖露开车十多分钟 就到了 看门的大爷 都认识肖露了 尤其是上次 肖露给他抽了 两支香烟之后 对他的印象更深了 看见肖露的车子来了 他立刻出来 打招呼了 肖总 你又来了 是啊 大爷 今天林总在吗 肖露又从兜里 拿出香烟 递给大爷一支 那大爷仔细一看 不是上次抽的万宝露了 不过点燃一抽 味道也很好 心里感叹 肖露肯定是大老板 身上的烟都是多少种 肖老板 你找老板什么事啊 你来得巧 他昨晚上刚回来 只是啊 我看着他心情不太好 今天上午 就有两三部人来找了呢 哦 这么多人 你知道 是什么事吗 那大爷上次 好像说自己姓赵 肖露也记不清他姓什么了 不敢贸然叫 怕万一叫错了尴尬 大爷自己也不藏私 什么都跟肖露说 肖露心想 自己要是接手 这个厂子了 一定得跟大爷上上课 不能什么都往外说了 肖老板 我们老板 想把厂子转让出去 这两天来的人 都是来谈价的呢 有的 还是老板的老乡呢 只是价格 肯定没谈拢了 肖露了解了情况 也不跟大爷多说了 直接跟他打了个 招呼就上楼了 肖露一路上 都在想着林红 到底想要多少钱 但是实在想不到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他到了楼上 轻轻地敲了敲门 请进 里面传来林红的声音 肖露推门进去 林红也很意外 肖露 你上次来 我临时有事 去了深城 这次你来也好 咱们说说上次 你的提议 林红坐 在自己的办公桌上 见肖露来了 端起杯子 往沙发走来 肖露也坐到了他的对面 两人隔着一个茶几 相对而坐 林总 我上次说的是 你考虑的怎么样 有兴趣吗 林红拿出香烟 递给肖露一支 没有马上答复他 肖露见状也不着急 点燃香烟抽起来 吐了一个烟圈 在空中慢慢散开 肖露啊 其实我是不想放弃 这个场子的 只是我现在缺钱 你上次提到入股的事 我想你的资金也不多吧 我前几天去南方考察了 我准备 在那边再建一个厂 这里的厂子 我肯定要转出去的 肖露 在楼下听到赵大爷 说来的几拨人的时候 就猜出来了 只不过他心里没底罢了 此时林红实话实说 他心里也有很多疑问 林总 你去南方建什么厂 还是塑料吗 肖露啊 你也看新闻了 改革开放 南方沿海 船只出入方便 进出口便利 只要建厂 不管做什么都赚钱的 林总 你上次不是说要建厂房 对啊 我就是建厂房啊 我准备建一个工业员 建好之后 厂房出租 还有多余的钱的话 我可以再开一个厂子 等租金到位 我又可以再建工业员 再出租 你说这是不是厉鬼厉的声音啊 林红的声音 传到肖露耳朵里 肖露就算不看他都知道 他此刻肯定在笑 肖露想着这生意 确实是赚钱 只是投资也不小 前期需要资金不少 林总果然 是做大生意的人 这买卖确实不错 只是投资太大了 我们这些小本 生意人做不了 第155章 谈成了 听完肖露的话 林红有些得意 他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 拿出了一只雪茄点上 肖露没想到 他先递给了自己 抽一口试试 古巴雪茄 这玩意儿 就算在岗城也难弄到 你试试 林红的声音 在肖露耳边响起 他急切地想让肖露 试试这个味道 肖露也配合地 拿起来抽了一口 这玩意儿 他以前抽得多了去了 以前他也是机关单位上班的 这点市面 还是见过的 他猛抽了一口递给他 不过 这味道 肖露 不瞒你说 我很欣赏你 要是你能跟我一起 去南方就好了 林总说笑了 我这点家底 在你们面前哪够看啊 林红笑了笑 又开始给肖露 讲起他这次去深城的事 肖露 不瞒你说 这次过去 我们已经买一块地 我们打算建一个大工业员 十栋厂房 光是造价就是这个数 林红给肖露比了个数字 肖露看了之后 惊呼出声道 两百万 哈哈 你还算有见识 我跟其他人说的时候 他们都说的二十万 十栋厂房 二十万怎么够 肖露虽然不懂行情 但是大概物价还是知道的 只不过 这个一万块存款 都家喻户晓的时代 二百万对于普通人来说 确实是天文数字了 林总果然是办大事的 两百万 普通人一辈子 也见不到这么多钱 肖露发自内心恭维道 肖露 我虽然是港城的 但是也没那么多钱 我们几个老乡 合伙的 五个人 我排第三 我上面还有大股东 二股东 他们出的多 我出四十万 肖露的恭维灵红很受用 实话跟肖露说了 这年代 四十万也够多了 我们人均收入才多少 几百块钱 四十万多少年也赚不来啊 肖露说的话 的确是事实 四十万就算到了千禧年 普通家庭也很难拿出来了 林红点头笑了笑 接着说道 所以啊 四十万也算是比大钱了 要我拿也拿得出 只是我以后在南方发展了 这个塑料厂实在是无力经营 所以我想着把厂子转出去 弥补空缺的一部分 肖露听到这里总算听懂了 林红的意思是 告诉她 入股是不可能的事了 因为她早已下定决心 不再回来这里了 肖露 你说的入股 要是以前的话 我肯定会同意 不过现在不同了 政策在变化 我们做生意 也要懂得跟锦时代的潮流 这样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肖露知道 她要赚大钱了 看不上塑料厂这点小钱 只是她都来了 肯定要探一探她的底价了 林总 听说你想把厂子全部转出去 我能问一下 你的心理价位是多少吗 林红都说得这么明白了 肖露还在问价格 她觉得 她肯定是看新闻看魔证了 不然怎么就紧紧盯着这个塑料厂呢 肖露 你问这个做什么 前面来的不少人都出不起价 其实我也急 只是我虽然急 却不可能做亏本生意 林红伸出手比了个二 肖露一看 又是二 心里觉得好笑 二十万 林红点了点头 肖露心里觉得贵了 但是不好明说 林总 二十万是厂房一起赚吗 那是自然了 厂房是我自己建的 这么大的厂子 要转肯定一起赚了 肖露手里的钱 全算上也只有十二万 她心里觉得 自己拿下厂子的希望不大 但还是不死心地问道 林总 最低价多少 林红被她这番话 问得有些发猛 她满脸疑惑地看着肖露 似乎想从对方的眼神中 找到答案 沉默片刻后 肖露终于打破僵局 用坚定而又真挚的语气说道 要不是真的对这家工厂感兴趣 我也不会三番两次地跑过来了 接着 老板林红继续说道 其实今天上午已经有人来看过了 但我跟她说了最低十五万 可她还是拿不出那么多钱 肖露啊 你这个年轻人挺不错的 我非常看好你 如果你是真心想要买下这家厂 我可以再便宜一万卖给你 只要十四万就行 听到这里 肖露心中暗自盘算着 十四万对于这个小厂来说 确实不算贵 而且之前她自己也去车间考察过 里面的机器设备种类还算比较齐全 然而 现实总是残酷的 尽管价格已经如此优惠 但肖露手头最多也只有十二万而已 剩下的那两万块钱 对她而言 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一时之间根本不知道该从何处去筹措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 肖露咬咬牙开口道 林总 实不相瞒 我目前手里只有十万块现金 如果您能够同意 以十万块的价格将厂子转让给我 同时厂房仍然归您所有 我会按照市场行情支付租金给您 您看这样是否可行 等过两年我资金宽裕些了 你要是愿意卖 我可以把厂房买过来 你觉得如何 说完这些话 肖露紧张地盯着老板 期待着他的回应 林红听到肖露的话也有些震惊 他从认识肖露开始 就很看好他 没想到肖露一直在给他惊喜 望着眼前这个真挚的年轻人 他觉得肖露迟早会成为一个大人物 他思虑许久说道 肖露 十万块 厂子可以给你 厂房也可以给你 肖露听完大为震惊 一股巨大的惊喜从心腔蔓延开来 他简直就想立马道谢了 林红却接着说道 我要百分之二十的股份 听到这里 肖露意外极了 他不解地看着林红问道 林总 你不是说不想再经营这里了吗 林红拿起雪茄 又抽了一口道 刚才跟你谈话 我脑子里又有一个想法 凡是留一线 以后我说不定还要靠这个厂子呢 肖露觉得 十万块买百分之八十的股份 也很划算 只是他现在不知道厂里的实际经营状况 亏损情况 还有厂里有没有欠账 这些都是问题 林总 我要考虑一下 还有 厂里的账目 我要看看 林红卿亚于肖露的敏锐 前几天陆续来了不少人 他们只知道杀架 从来没想过 问问厂里的经营状况 更没想过查账了 林红更加觉得 自己的决定没错了 第156章 方案 肖露这次下了决心 想要接手塑料厂 林红卿自带他去车间 看了一次 这一次肖露看得很仔细了 车间里面工人不多 加起来就12个人 主要是产业单一 肖露注意看了 他们现在生产的 主要就是各种薄膜 现在量确实不大 不过好在吹膜技术还行 做出来的薄膜质量都不错 肖露挨个挨个地看 每台机器是好事 坏都细心地问了 肖露还揍了记载 他连模具有多少 套都记录了 林红看在眼里 心里也很佩服这小子 别看塑料厂机器多 其实光机器没什么用 要是没有模具 做什么都不行 现在这边开模具的技术不行 这些模具 都是他这几年陆陆续续 从港城开来的 全是宝贝 肖露 你小子说你不懂塑料 我现在完全不相信了 你该不会是内行吧 林红看肖露的样子 轻车熟路的 看起来哪里像是不懂的人 肖露表现出来的样子 确实像是懂行的 他也不谦虚了 直接糊弄道 我这不是一心想入行吗 这段时间请教了不少 干这行的人物 所以现在才知道 要看什么呀 林红笑着点了点头 他觉得 自己的这个厂子 真交到肖露手里 说不定可以发扬光大 林总 我看了 东西都没什么问题 就是账目了 厂子没签外账吗 肖露 你要是同意我的方案 我自己也有股份 怎么会骗你 你可以找人来查账 查完没问题 我们再签合同 肖露紧跟着林红的脚步 将工厂里里外外 每一处都仔细查看了一番 厂里的工人们 看到这个情景 心中暗自揣测 看这样子 肖露恐怕是要接管这家厂子了 一时间 众人不禁 纷纷摇头叹息 感慨厂子 怕是要撑不下去了 这些工人心里都明白 原先的老板 好歹还懂些经营之道 厂子多少 有些生意 大家也能按时领到薪水 可如今 让一个完全不懂行的 外人肖露来接手 谁知道 会怎样呢 搞不好过不了多久 厂子就得倒闭 关门大吉 要说对此事 最为惊讶的 当属流量和 看门的赵大爷了 流量 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一直打交道的客户 竟然摇身一变 成了自家老板 而赵大爷 则更是觉得难以置信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实在让人措手不及 等到把整个厂子 都巡视完毕时 时间已悄然来到 下午五点钟 萧露心想 还是先回家 与家人商议一下再说 于是便委婉地拒绝了 林红一同用餐的邀请 林总 厂子已经看过了 关于您提出的建议 我需要回去 好好考虑一下 最晚后天 我会给出明确答复 到时候 我会再找其他人 一起来核对账目 可以吗 林红听后 满不在乎地摆了摆手 回答道 我能有什么问题 你尽管去查好了 萧露看林红的样子 就知道 厂里的账 肯定没什么问题 只是稳妥起见 他肯定还要找人来查的 林总 我今天先回去了 饭就过几天再吃吧 那好嘛 你回去商量好 萧露跟林红说好之后 就开车往家里赶 一路上都在考虑他说的方案 萧露自己的想法 是自己把厂子盘下来 独立经营 但是现在 实在拿不出钱来 要知道 两万多块在现在来说 就算你把身边亲戚 都借一遍也凑不起 再说了他身边 都是农村亲戚 怎么拿得出那么多钱 厂子离城里近 萧露还没想着门路出来 就到自己家了 他停好车回去 两个侄子都放学了 二叔 二叔回来了 见他回来 两个孩子都向他奔来 萧露伸手 摸了摸他们的头问道 萧露 萧露 你们今天在学校怎么样 跟同学打架了吗 二叔 老师说不能打架 打架不是好学生 萧露一提这事 侄子小虎 立马搬出老师说的话 教训他 萧露一听就知道 今天侄子 在学校肯定过得不错了 嫂子见萧露问 也笑着上前说道 我刚才去接孩子 老师说他们 在学校表现得可好了 班上的同学 也喜欢他 萧露今天才去 都交到不少朋友了 是吗 那太好了 只要适应 就没什么问题了 谁说不是呢 对了 我跟芝芝说过了 晚上请你干爹他们吃饭 萧露 你去打点酒来吧 我也不知道 哪里的酒好喝 刘英说完 就从兜里 掏出二十块钱 递给萧露 萧露立马推拒了 萧露 拿着吧 这是我请他们吃饭 喝酒也得我买 嫂子 你这说的什么话 都是一家人 还分什么你我 主要是我干爹 上次得了心肌炎 从那以后就戒酒了 刘英 这才想到这个事 过年的时候 他好像也没有喝酒 那既然不喝酒 我再去 多烧两个菜 你快过去看看 他们还有多久过来 刘英说完 还默等萧露答复 就往厨房去了 萧露无奈地笑了笑 又往隔壁走去 不过 他们这突如其来的安排 也正和萧露的意思 他本来想着 跟干爹商量 一下塑料厂的事 现在正好了 他到了隔壁 敲了敲门 萧露 我们正准备过去了 老沈 你快点 萧露都来催了 干妈开了门 还默等萧露说一句话 就立马冲着屋里的干爹喊叫 萧露拦都拦不住 只缓缓说了句 干妈 不接 干妈喊了之后 干爹又过了一会儿 才从屋子里走出来 一路上还在捋自己的衣袖 到了门口看见萧露 立刻说了句 这是你嫂子 第一次正式请我们吃饭 我们都稍微打扮了一下 你呀 老不休 就换了套衣服 说什么打扮 萧露只是笑了笑 看着老两口斗嘴 也是一桩去世 三人关好门 才缓缓往隔壁走去 虽说就在隔壁 但是每次出来 都要开门关门 还得沿着围墙绕一圈 萧露觉得很麻烦 他突发奇想说道 干爹 干妈 要不咱们把中间的围墙 打通修个门 这样咱们以后 就不用走这么远了 也算是住在一起了 萧露话一出口 干妈的脸上露出笑意 大家以前仿佛都没想过这个事 现在萧露忽然提议 都觉得耳目一新 我觉得不错 每天找两个匠人 过来办吧 干爹竟然先表态了 萧露笑着点了头 几个人也走到了萧露家 听见客人的说话声了 刘英立刻出来热情接待 第157章 找会计 干爹 干妈 你们来了 快进去坐吧 我这也跟着萧露和芝芝叫你们 希望你们别介意啊 刘英上去迎客 客套了一番 干妈立马接过话头 她嫂子说什么呢 都是一家人 我们巴不得多几个家人呢 一家人欢欢喜喜 热热闹闹地围在一桌 萧露先让两个侄子 来给爷爷奶奶行了个礼 干妈立刻掏出两个红包递给他们 刘英死活不要 但是干妈又非要给 双方拉扯了一会儿 最后还是萧露出面让收下 刘英才主动收了 坐上桌子一看 刘英做了八个菜 刘英拿手的 就是饺子包子 面食 萧露看 桌上还做了红烧肉 炖猪蹄这些菜 一看就知道嫂子用心了 干爹干妈也看出来了 干妈立刻说道 刘英啊 谢谢你 用心了 下次别搞这么多了 都是一家人 刘英本就是为了感谢他们劳两口 为了孩子上学的事 操心不守 听见干妈说这话 立马不干了 干妈 瞧你这话说的 刚才还说一家人不客气呢 以后咱们都是一家人 不用说这些 几个人高高兴兴地吃了一顿 萧露还喝了二两白酒 她以前酒量还行 来了这里喝酒的时候不多 现在反而酒量不如从前了 几个人吃完饭 刘英再三感谢了一番 两个孩子闹着要看电视 几个人又一步去了客厅 萧露把电视开着看 沈教授不知道 萧露已经去了塑料厂 所以也没问他厂里的事 倒是萧露主动提起来了 干爹 我下午去了一趟塑料厂了 沈教授文言脸上露出意外的表情 随后感兴趣地问道 这么快就去了 你不是说老板去南方了吗 也是运气好 我下午一去 他们老板昨天就回来了 而且 今天上午又去了好几拨人看厂子 只是出不起价 老板不愿意卖给他们 沈教授一听就猜到 这厂子转让费怕事不低 他立刻问道 你的钱是不是不够 还差多少 我再去想想办法 萧露立刻阻止道 干爹 钱是差一点 但是不是大问题 我下午跟老板说好了 十万块他可以转给我 那是好事啊 沈教授还以为缺不少 没想到萧露已经谈好了 干爹 十万块只能买80%的股份 林老板的意思 他占股20% 跟我合伙 沈教授一听 立马猝眉 他思虑片刻后问道 你不是说他不想 做这行了吗 怎么忽然 又同意入伙了 我不懂做生意 不过我觉得 做生意 还是要自己一个人做好 合伙生意 就怕后面出现分歧 萧露何尝不懂他的想法 只是现在形势逼人 他没有那么多钱 再就是 下午他去看车间的时候 发现一个问题 让他觉得 合伙也未必 是一个不好的选择 他考虑片刻后说道 干爹 我觉得合伙也不是不可以 我占股多 以后公司决策 他不会做主 只是年底分账就行 萧露 你把我说糊涂了 既然不需要他做什么决策 企业也是你管 那你何必帮别人挣钱呢 沈教授尽管身为大学教授 但由于他们经历过封建社会 且教授中文专业 对于经商领域确实不够熟悉 一旦心中产生疑惑 便会毫不掩饰地直接发问 萧露微笑着解释道 干爹啊 等将来我接管工厂后 计划朝包装方向拓展业务 这其中不仅涉及到开设模具 销售推广 甚至可能还有出口贸易等环节 咱们这地处偏僻 无论是交通 通讯还是运输条件都十分不便 而林洪来自港城 其人脉广泛 所在地区也相对发达 所以日后我常理许多事物 都得借助他的关系来处理呢 经萧露这么一解释 沈教授顿时恍然大悟 当他想到萧露所说 未来产品还要走向国际市场时 不禁感叹萧露志向高远 紧接着 沈教授又担忧地问道 听你这么一说 我自然是明白了的大概 不过 此人品性怎样呢 毕竟大家要合伙做生意 可千万别到实书什么岔子才好 林洪的人品如何 萧露也不是很了解 只是他现在没钱 这已经是最无奈的选择了 就算他品行不端 萧露也不可能放弃这次机会 干爹 我和他接触过几次 他这人应该还行 家底也厚 本来厂子他是要20万转的 后面说了最低15万 我后面给10万 他也不在意 应该是在港城 家资颇丰了 沈教授一听才知道 原来自己给萧露的钱 还远远不够 竟然差5万之多 他虽然是大学教授 但是因为过去的事 早已不在岗位了 现在收入 也只有一点微薄的退休工资 5万块对他来说 也是一笔巨款了 他斟酌了许久 才对萧露说道 萧露 你是真觉得 想用他的关系 还是因为钱不够 才做这样的选择 要是因为钱 我还可以再想想办法 萧露一听哪里 还能同意 他知道 10万块钱 已经是劳两口的养老钱了 他要是还说要钱 干爹只怕 要拉下脸子去借了 干爹 我是真的觉得这样挺好的 再说了 有个人帮着承担风险 也挺好的 好歹他有股份 到时候需要他了 他肯定会积极帮忙的 沈教授一听就知道 萧露这是托词了 不过现在的情况 这个已经是最好的选择了 他虽然有些学生 但还是拉不下老脸 这要是请人家帮忙就算了 但是一开口就是借钱 他只是想想 也觉得有些开不了口 萧露见干爹没有发言 又继续说道 干爹 其实我还想请你帮个忙 我需要找个会算账的人 最好是会计类的 我想着签合同之前 肯定要先查查账目 看看厂子的实际经营情况 再有就是看看 账面上有没有欠款一类的 萧露一开口 沈教授就露出赞赏的目光 面带笑意地夸他 萧露 你能想到这些 证明你是实实在在地想过的 我觉得 你以后接手厂子了 肯定大有作为 找人的事你放心吧 我有几个学生 就是做会计的 我到时候找两个跟你一起去 什么时候去你跟我说一声 萧露一听 立刻洗上煤烧 笑着说道 干爹 后天就要 沈教授看了他一看 深觉他就是个急性子 第158章 查账 萧露跟沈教授说好之后 便开始期待着 那个约定的时刻到来 终于 到了约定的时间 沈教授家中 迎来了两位特殊的客人 两名学生 这天清晨 萧露早早地来到 沈教授家 准备认识一下这两位 即将与他共事的伙伴 沈教授按照计划 叫来了那两个学生 他们目前都从事会计工作 其中一人在鞋场上班 而另一个 则最近刚刚下岗 暂时没有事情可做 当沈教授发出邀请时 两人都毫不犹豫地来了 萧露见到他们后 主动上前与之 相互介绍 这两个学生 都是男性 一个名叫王健 另一个叫做周周 光是听到他们的名字 萧露就不禁感叹 其独特之处 毕竟 在这个时代 女孩子们的名字 往往是珍娜 丽娅之类的常见字 而男孩子们 则大多被取名为建国 建军 甚至还有像二狗 铁住这样 朴实无华的称呼 如此看来 想必家里人 也都是读书人 这两个人 能够考上大学 也就不足为奇了 经过一番简短的寒暄 萧露对这两个 心结石的朋友 有了初步了解 随后 他带领着王健和周周 一同前往塑料厂 开始了他们 今天的共同事业 一路上 三人谈笑风生 彼此之间的距离 也逐渐拉近 他们谈论着各自的经历 兴趣爱好 以及对未来的憧憬 萧露也很庆幸 自己今天 能够遇到这么有趣 且志同道合的人 到了塑料厂 萧露立刻去找林红 今天他再来 看门的赵大爷 对他的态度 都跟以前大不相同了 大概是知道了他以后 很有可能是这个厂子的老板了 萧露到了之后 林红都感到很意外 他还以为萧露前天 说回去商量 已经没有结果了 见他今天来了 心里兴奋不已 萧露 你今天真的来了 我还以为你回去商量后 不来了呢 林红的语气充满感慨 仿佛没想到萧露 竟然真的遵守承诺来了 林总 我们开始看账吧 我带了两个朋友 都是会计 如果他们看完没什么问题 我们今天就可以签合同 萧露语气爽快 林红也很开心 立马站起来 带着他们往外走 走 我带你们去财务室 林红做事雷厉风行 几人跟着他一起 就去了财务室 财务早已听到风声了 最近整个厂子 都在传这个事 本来大家都想着 有一份工作 每个月都能有一份固定收入 现在来了一个外行接手 整个厂子的工人 这段时间都在唱衰 林红一去财务室 里面的老财务 立刻就站起来了 林总 您来了 张姐 把我们的账本 拿出来给他们看看 你就在这里陪着 有什么不明白的 就给他们解释一下 林红一吩咐 那人立马点头 萧露看了一眼 这个财务 差不多五十岁左右 看起来很有经验 只是不知道 实际作账如何了 张姐端来一落落账本 萧露看了 一下陈年老账都拿出来了 他立刻阻止道 张姐 最近两年的往来记录 拿掉看一下就行 那人立刻在一堆账目里去翻找 萧露随意打开了一落账本 上面记录的都很详细 萧露一看就察觉到了 估计这个张姐以前 是大队会计出身 做的账一目了然 看得很清楚了 萧露成本账这些 其实都会看 现在税收也简单 不像后面一样避税什么的 所以大部分他都能看懂 只是他今天来不是为了看懂的 他查账的目的 只是为了看看 这个厂子在外面有没有欠账 坏账 税务上面有没有问题 这些都不是他的专业 所以他特地请干爹 找了两个专业的人来帮忙 就是这个原因 几个人从早上看账 一直看到了下午三点 近几年的账本才大致看完 萧露把王健和周周都叫到一边 三个人仔细地聊了聊 萧哥 这家厂子账没什么大问题 只是记录上有些小瑕疵 到时候 你接手了完全可以改过来 说话的人是王健 萧露听完又看了看账 在一旁的周周 只见他也冲自己点了点头 萧露才勉强放心 他刚才查账 已经大概看了厂子里的供应商 和客户的来往资料 生产成本这些都大概有数了 萧露 刚才查账 我发现这个厂子也不赚钱 你为什么要接手啊 现在这个厂子的收入 只能勉强维持运转 一个月才赚一两千块钱 这么大的厂子 一个月才这点收益 明显跟你的投资不成正比啊 周周本来是答应帮老师的忙 过来帮萧露查账 但是几个人一天接触下来 周周觉得萧露人不错 现在要接手这个不赚钱的厂子 周周只好多嘴说了几句 周周说的 萧露自然知道 刚才他看账本就知道了 庆幸的是 这个厂子还能运转 没有完全亏损 而且最主要的是工人都在 只要工人和技术都在 萧露就不愁赚不到钱 周周 你说的我也发现了 但是你要知道 厂子要是赚钱的话 老板也不会转让了 周周也在厂里当了几年会计了 这是他自然是知道的 但是他觉得萧露人不错 和自己聊得来 还是免不了多劝几句 萧露 你要知道 现在看厂子运转正常 一个月才赚一两千块 要是订单忽然中止 或者出什么变故 你很可能会亏钱的 到时候你厂子转让费 加上这么多工人的工资 加起来也是很大一笔钱了 你要慎重考虑 周周比萧露大几岁 思想成熟 说起话来头头是道 萧露连连点头 周周 见萧露已经了然于心 什么都不说了 笑着伸出手递到萧露面前 那就助你 心想事成 早日发财吧 萧露立刻伸出手握上去 周周 承你急言了 三个人又聊了许多 详细地从头到尾 梳理了一遍 没发现什么遗漏的部分 萧露这才带着二人 去了灵红的办公室 第159章 争执 见他们来了 灵红起身迎了一下 萧露三人都坐到了 灵红办公室的沙发上 萧露 怎么样 我没骗你吧 我们做生意 诚信最重要 况且 咱们以后还是合作关系 我不会骗你的 灵红递了一支烟过来 萧露站起来 伸手接过来点上 他抽了一口 笑着说道 好烟 一点也不呛 灵红笑了笑 拿出了早就打印好的合同 萧露拿起来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 跟他们谈的内容相差无几 他还让细心的周周 也看了一遍 周周和王健也拿起合同 逐字逐句地看了 基本没什么大问题 萧露谈了谈烟辉 看着灵红说 灵总 合同的其他条款我没什么意见 但我有一个要求 你不能干预厂子的决策 灵红皱了皱眉 心想这个要求有点过分了 但他想到 要是萧露没办法了 到时候还是会找自己做决定 他思虑片刻 还是点了点头 可以 不过我也有个条件 我要派一个财务监督 萧露考虑了一下 觉得这个要求还算合理 便答应了下来 行 那就这么定了 两人随后又商量了一些细节问题 最后终于达成了共识 萧露走出办公楼 深深地吸了口气 感觉心情轻松了许多 两个人刚才已经谈好了合同细节 萧露说好了 明天送钱来 到时候签完合同就给钱 免得夜长梦多 灵红也惊讶于萧露办事的速度 笑着点了头 晚上萧露请王健和周周吃饭 但是两个人见天黑了 一个要赶回厂里 一个要尽快回家 都没有吃饭 萧露想着 到时候厂子接手过来 他肯定还是会办一场酒席的 到时候请他们过来 一起吃一顿蒜了 三个人到了城里就分道扬镳 萧露也没有多留 只是留了个地址 说好过几天再找他们 就各回个家了 晚上萧露回家 嫂子已经做好饭菜了 萧露洗手上桌 心情特别高兴 萧露 干嘛呢 什么是这么高兴 叫你几次都没应声 嫂子声音传来 萧露这才如梦初醒 激动的心情还是无法隐藏 她笑着说道 嫂子 是有件高兴的事 陈芝一听也放下了筷子 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她 她大概猜到了 肯定是塑料厂的事成了 嫂子 芝芝 有件事要告诉你们 萧露很正式地通知桌上两人 刘英都不好意思 再吃了 默默地放下筷子 萧露 什么事啊 你别吓我们啊 陈芝见状笑着安慰嫂子 嫂子 别怕 看她的样子就知道是好事了 陈芝一安慰 刘英也放心不守 她好奇地看向萧露 到底是什么事啊 你快说吧 神神秘秘的 我们心都悬着放不下来呢 刘英的话 逗笑了萧露和陈芝 萧露放下筷子 站了起来 郑重地说道 报告嫂子 报告媳妇 明天开始 我就是红发塑料厂的老板了 萧露说完这句话 桌上没什么声音 陈芝刚才就猜到了 所以根本没感觉意外 刘英则是根本没听懂 隔了一会儿 见无人说话 刘英才轻声打破僵局 萧露 你刚才说的什么意思 我咋听不懂呢 萧露正想解释 陈芝却比她还要着急 嫂子 萧露在城外盘了一个厂子 做塑料的 说是挺大的 工人都有二三十个呢 陈芝这话 把刘英雷的 可以说是外焦里嫩了 什么厂子 她前几天 根本一点风声没听到 萧露他们在家 也没说过这件事 眼下忽然说 她盘了个厂子 刘英只觉得云里雾里的 好办上 她才找回自己的声音道 萧露 芝芝说的是真的 萧露笑着点了点头 刘英这下才有实感了 她斟酌地问道 你前几天咋什么都没说过啊 这事你哥知道吗 你跟她说过吗 萧露还以为嫂子怪她 她摇了摇头 正准备解释 没想到嫂子忽然笑了 没说就行 到时候我跟她说 保管她精掉下巴 萧露没想到 嫂子在意的 竟然是这个 立刻笑着点了点头 刘英刚才听见 萧露说什么红发场 现在搞清楚了 立马又问她 萧露你说红发场 是谁起的名字 我觉得不好听 不然你改成路发场 我觉得不错 嫂子刘英的话一出 萧露虽然觉得好笑 但是也提醒了她 嫂子 你还真提醒了我 我还没想过名字的事呢 不过等 我们明天把合同谈妥了 钱交了 到时候是要好好起个名字 刘英以为萧露 已经是老板了 没想到还没签合同 上次村里租地 她签过合同 她也知道签合同的意思 一听到 萧露还没给钱 立刻关心地问道 萧露 那么大个厂子 你花了多少钱 支支说工人 都有二三十个 那恐怕要两三万吧 刘英对钱没什么概念 村里的养猪场 她觉得已经够大了 盖起来也没花什么钱 现在萧露盘的塑料厂 刘英觉得 两三万已经很多了 萧露伸手比了个一 刘英觉得 有些超乎她的预估了 一万啊 那还行啊 不算多 我还以为 要两三万呢 嫂子 是十万 陈之无奈的声音响起 刘英听到 却立刻炸毛了 她惊得一下站了起来 多少 十万 刘英震惊不已 十万 那可是十万 她奋斗了大半辈子 连一万块钱都没见过 现在萧露 竟然拿十万块 去开什么塑料厂 刘英觉得自己 整个人都不好了 一会想着萧天不在 劝不了她 一会想着 萧露有十万 竟然都没有表露出 一点风声 十万块 这十万块 拿来做什么不好啊 萧露这个败家子 非要开什么厂子 刘英觉得 要是萧天知道了 肯定会怪她没有劝 她立刻组织 语言开口道 萧露 十万块啊 你不是红嫂子的吧 你们那个店 就算再赚钱 你这么快 就存到十万了 你租地不是 花了两万多吗 你哥都跟我说过了 萧露知道 嫂子一时之间 接受不了 立刻安抚嫂子 坐下听她解释 嫂子 这钱 是我干爹给的 他们的养老钱 借给我去投资的 刘英听完 更加气愤了 立刻又站起来说道 萧露 你干爹干妈的养老钱 都给你了 你拿去投什么字啊 存银行每年有利息 不是更保险吗 第160章 接手了 刘英虽然知道 隔壁老两口以前 是教书的 文化人 但是没想到 他们那么有钱 一出手 就是十万 况且萧露 只是认他们 做干爹干妈 他们竟然舍得 把自己的养老钱 就这样给他了 刘英不懂 萧露拿钱 做什么投资 只知道 十万块钱 要是萧露拿去亏掉了 到时候人家 上门要钱 说不定还会要到自己头上 他又冷静了一下 笑着说道 萧露 要不然你明天先别去签合同了 等我明天回老家一趟 跟你哥说说这个事 你们兄弟两个商量一下 萧露没想到 今晚上弄巧成桌 嫂子竟然对他投资的事 这么反对 一时间不知道怎么说了 陈芝已经暗暗猜到 嫂子的心思了 毕竟以前他们没钱的时候 嫂子也是这样 对他们的 他想了想对萧露说道 萧露 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吧 我永远站在你这边 再说了 今天干妈也说了 那钱 你拿去用就行了 等以后 你挣到了 咱们加倍还给他们 陈芝这话 已经是隐隐在表态了 刘英已经是个人惊了 哪里会听不懂 他刚才 也是一时情急 太激动了 现在转面一想 自己吃住 都是在弟弟家 还带着两个孩子 兄弟没说什么 就算是大好事了 况且那钱 还是人家干爹给的 跟自己毫无关系 他有什么立场阻拦呢 刘英想了想又找补到 萧露 别怪嫂子 嫂子是个急性子 听见那么多钱 一时之间 没了头绪 嫂子也是 害怕你年轻 识人不清 想着请你哥一起去看看 嫂子的心思 萧露也猜到了几分 但是都是一家人 萧露也不想说两家话 嫂子现在说软化了 萧露却觉得 自己没有做好 嫂子 大家都是一家人 说这些做什么 厂子的事 我已经看好了 都是干爹找的人 我们去看了好几次 里里外外也检查了 都没什么问题 明天签合同以后 厂子就是我的了 刘英一听 是沈教授找的人 他就更没话说了 沈教授是大学老师 手底下学生多 又多有学问 随便找两个人 也比自己两口子强了 刘英听完没说什么 默默点了点头 萧露和陈芝都知道 嫂子今晚上不开心了 但是 这件事已经定下来了 没办法更改 萧露想着 转换一下气氛 笑着说道 等厂子 到了我手里 我还要把工人 和这段时间帮忙的人 都请过来吃顿饭才行 我想着 就在店里扮鸡桌 你们说 要做些什么菜色 萧露这话 明显是转移话题了 但是陈芝和刘英 都没听出来 一听到要请客 陈芝都着急起来了 这么大的事 是该请客 只是我现在大着肚子 帮不了什么忙啊 要不然还两个月 等我生了再说 刘英一听 立马接过话查道 芝芝 咱们这么多人 哪里去你帮忙了 到时候我过去 再把你哥叫来 实在忙不过来 再把刘田两口子 叫过来帮忙 只要有菜有肉 几桌人那不是小问题吗 嫂子说的对 家里这么多人呢 你就好好待着 等着吃席就行了 刘英接过话查 萧露也立马搭枪 几个人心有灵犀的 略过方才的事 像是从没发生过一样 萧露又把请客的事 跟两个人商量了一番 几个人 把什么都计划好了 那样子 就好像八部的明天 就开始一样 萧露第二天 一早就起来 穿戴一心 他拿着钱 就开车往城外走去 一路上他也激动不已 今天过后 他就有工厂了 在83年就有自己的工厂了 萧露坚信 只要好好经营 他的未来一定很美好 末一会儿就到了地方 萧露本来想带几个人一起来的 但是身边没什么人 干爹不出席这种场合 大哥在老家没过来 昨天认识的周周也要上班 只有王健目前没有工作 萧露昨天约他今天没事的话 就一起来 到时候要是 还需要签什么东西 王健也能帮忙看看 萧露的想法是挺好的 毕竟一个人不是机器 再缜密都会有疏漏 多几个人 看总能看出点不一样的东西 刚好王健今天也没事 跟着萧露一起来了 萧露一来 厂子的大门敞开 都知道今天签约了 只是大家不知道 具体是什么约定 但是财务部的人 昨天在说 老板还是在厂里 不会走 就是不是大股东了 今天萧露一到 厂里的人都热情不已 萧露打了个招呼 直接上了三楼 萧露来接手塑料厂 最意外的就是刘亮了 他没想到 竟然是萧露来接手厂子 想起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刘亮根本没看上萧露 没想到 这才没多久 他就摇身一变 成了自己的老板了 萧露今天来 也是刘亮下来接的 老远看见他到了 刘亮就过来赢了 萧总 您来了 林总和厂里的同事 已经在上面等了 我们走吧 刘经理 今天不就是签合同吗 萧露听见他说 厂里的人都在等 有些不解 萧总 林总昨天都安排了 签了合同 以后您就是大老板了 厂里的同事和工人 不得跟您认识认识 萧露一听也是 他本来还想寻个正式的场合 介绍一下的 但是现在 显然没那个必要了 萧露跟着刘亮上了三楼 往日宽敞的大厅 今天站满了人 见到萧露来了 全都站起来了 萧总好 萧总总 萧总好 各种问号声此起彼伏 萧露边走边打招呼 稳如泰山 看得林红一直称奇 一般这种场面 是个人都会有些不一样的感受 但是萧露这个 才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脸上 完全看不出什么来 他整个人 楚遍不惊 波澜不新的 看起来完全不像是 二十来岁的年轻人 只是他哪里知道 萧露以前 在机关上班的时候 比这还大的阵仗 见过不少 早就习惯了 林总 早 萧露上前跟林红握手 今天大办公室 摆了一张桌子 上面放着两份文件 萧露一看 桌子上面还搞了红布 看起来还挺正式的 萧露和林红坐上去 助理很快拿了两份文件 萧露拿起来 递给王剑一份 两个人看了一下 就是 昨天敲定好的那份 没有改动 萧露检查无误之后 拿起桌上的笔 签下自己的名字 又用印尼盖上了手印 林红也照样签好 两个人的合作 就算是正式开始了 林总 合作愉快 萧总 合作愉快 两个相差将近四十岁的人 站起来在人潮中 伸出手紧紧地握住对方 第161章 当老板 签好合同之后 萧露几人都去了 林红的办公室 萧露 以后这里 就是你的办公室了 今天是我最后一次 在这里给你泡茶了 林红一边泡茶 一边打去萧露 萧露也只是笑笑说道 林总要是想来 随时都可以来 你也是这里的股东 哎 你也知道 我在南方的事业 才当当起步 以后 可能一年来一两次这里 萧露明白他这样 说是想让自己安心 不过他来不来 都没什么关系 对自己没有影响 反正厂里的事 他也做不了决定 萧露把自己带的钱拿出来 林红接了过去 随手放在一边 萧露见状说道 林总 还是点一下吧 不用 我信得过你 林总 这么多 还是点一下好了 咱们当面清点后面 才不会出岔子 林红见萧露这么坚持 只好把钱 递给站在一旁的财物 萧露看这个财物 还以为 他是大队会计出身 今天问了刘亮才知道 他是林红在这边的亲戚 像是什么表姐 林红能在这里开场子 就是他找的门路 萧露想着 他可能就是林红说的人了 财务一事事关重大 萧露想着 最好 还是要找个自己的人 来做财务好点 他隐晦地看了看 站在旁边的王健 心想 王健虽然是专业出身 但是年轻 而且从昨天来看 王健这人习惯独善其身 关键时刻不会提意见 要说真的要找个财务 萧露觉得周周就不错 只是周周 现在在厂里上班 工作稳定 想必不会来他这里 萧露摇了摇头 整理了一下思绪 这些杂事等到后面慢慢再说了 那会计很一张张清点 数了好一阵才点完 怎么样 没问题吧 见他点完了 萧露问了句 萧总 林总 这里是十万整 刚好 女会计说了话 林红对他点了点头 他就慢慢出去了 屋里 只剩下萧露三人了 萧露 以后厂子就是你的了 我希望你好好干 以后我还只要你赚钱呢 那是自然 只是有不懂的地方 我还得请教林总才行 嗯 我南方的电话留给你 有什么需要 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 萧露的谦虚 林红很喜欢 他不怕别人问 就怕没人问 他这个厂子 之所以到了现在的地步 就是因为他不在这边 整个厂子里的人 不懂业务 也不变通 所以他才会把厂子转让出来 但是 这也是他的心血 不过现在有更赚钱的项目 他没精力在这边管了 签完合同交了钱 两个人又去了政府办手续 公司的章程修改 还有厂子的房器 地气都要修改 两个人一起过去 林红没有这边的身份证 当时是用他表姐的身份办的 萧露跟会计一起去 路上才知道 他姓张 林红的母亲是他阿姨 早年嫁到港城去了 萧总 办完手续 厂子就是您的了 以后您对厂里有什么不了解的 就问我吧 说话的是财务张姐 厂房都登记在她名下 平时这些东西 都是她在处理 张姐 你们家和林总家是亲切 他们那么远 你们也没断往来啊 萧总 实际上前些年没什么往来的 只不过 我们一直在这边 没有搬家 改革开放后 他们回来寻亲 我们又联系上了 他这么一说 萧露才明白 他们一家人没有断往来 原来是这个原因 前几年林红回来寻亲 又和他们联系上了 后面他想开场 就找上了他 他那时候 在国营厂里做会计 自己表弟需要人 他就出来了 在这里一干就是五年 两个人一起去交了资料 萧露又送他回厂子里去 从今天起 他就是塑料厂的老板了 萧露站在厂子门口 许久都没有进去 他掏出怀里的烟 出来抽了几支 手续办好之后 萧露中午在厂里食堂吃饭 看着这食堂也不小 萧露觉得请吃饭太麻烦了 不如买点好吃的东西 到食堂来加餐 员工们吃了 也算是请客了 手续办好了 萧露又上了楼 林红已经在等他了 萧露一进去 还有些诧异 林红把办公室都收拾好了 萧露 以后这就是你的办公室了 林红没什么东西 就是一点私人物品 他毫不费力就收完了 萧露震惊于他的神速 笑着说道 林总 不用这么速度吧 我还有很多事想请教你呢 林红走过来 拍了拍他的肩膀道 萧露 这个场子以后就是你的了 只要用心经营 我相信 你肯定能做起来的 萧露这话不是说说而已 他确实很多事情想要请教 只是现在看样子 林红想要走了 林总 你这是要走了 我还想跟你聊聊 场子未来的发展呢 林红表情一顿 坐在沙发上 给萧露倒了一杯茶道 行啊 有什么想说的 想问的 咱们现在说吧 萧露有些意外 他没想到林红这么着急 自己今天也没准备啊 他看向林红的表情有些不解 林红见状才慢慢解释 我前几天联系了机械厂的车队 让他们去南方送货 就通知我 我跟着一起去 昨天人家来信了 说是明天就出发 所以我这不是想着场子里 也没什么事了 就答应了 萧露以为他以前是坐火车的 没想到 竟然是坐机械厂的顺风车 林总 原来你是坐的机械厂的车子 难怪上次那么快就回来了 他们有车队 我跟他们队长认识 明天你过来 我介绍你们认识 以后要是有带到南方的货 也可以托他们带 给运费就行了 萧露想着这倒是个好门路 安全稳定 速度也快 他看了看林红 心想不愧是外面来的 这脑子挺好使的 两个人又坐下聊了许久 萧露把自己 未来想主要往包装方面发展的事 跟他说了说 林红也觉得不错 他说了几个人的名字 萧露全都记下来了 这些都是技术骨干 到时候打样 可以直接让他们来 林红又给了他一个电话 是他以前开模具的厂家 萧露拿起来一看 心里有些惊讶 林总 我还以为 你们以前从港城开模具 以前是 现在发展起来了 都在南方开厂了 所以这也是我 为什么一直想去南方的理由 萧露点了点头 两人又聊了许久 第162章铁柱建议 萧露那天晚上 和林红喝了几杯小酒 晚上很晚才回去 嫂子和陈芝在家都很担心 还以为她出什么问题 林红第二天一早 果然就走了 萧露第二天 很早就过去送她 顺便认识了车队的队长 萧露望着林红登上那辆 朝南行驶的客车 心中暗自私存 看来 我早晚也得亲自去南方走一趟 自从接手这家厂子后 萧露马不停蹄地 召开了全体员工大会 会上 她激情澎湃地 向每一位员工传递信心 表示 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地 坚守岗位 尽职尽责 紧接着 萧露召集了几位技术人员 共同商讨新产品研发计划 经过深思熟虑 她决定着手生产 塑料袋和包装袋 上一次萧露去化肥厂的时候 萧露已经看上了 化肥厂的包装业务 只不过那时候工厂 还不是她的 如今顺利接管工厂 她迫不及待再次拜访该化肥厂 并通过好友王铁柱 结识了厂长 在与化肥厂厂长交谈过后 凭借自身实力及王铁柱引荐 厂长爽快地答应 让萧露在下月送一半货物 至厂里试用 这个好消息令萧露欣喜若狂 尽管数量有限 但毕竟是成功谈成的手笔订单 此刻 她内心无比激动 仿佛看到 美好未来正铺展在眼前 萧露和厂长 谈完约了王铁柱 找了一个小酒馆 看着坐在自己对面的王铁柱 萧露也没想到 自己厂里第一笔订单 竟然是托她的关系拿到的 萧露 你合作社干得好好的 怎么又去塑料厂做业务了 王铁柱不知道萧露 现在买下了厂子 还以为她跟刘亮一样 也去了塑料厂做业务 我觉得这行前景不错就来了 你呢 最近生意如何 最近还行 这两年厂里宣传 加上政府股动 很多人种地都要加化肥了 我们这段时间产能还跟不上了 生意这么好 萧露也有些意外 不过转念一想 前段时间是播种的时候 化肥用得多也不奇怪 萧露 你要是觉得这行有前景 也找个有实力的厂子 上次流量来进货 我听她说厂子业绩不怎么样 她生活都保障不到 你怎么跑到那个地方去了 王铁柱心里猜想 是萧露的合作社没钱了 萧露以前赚了钱 但是都投到合作社去了 王铁柱也知道这个事 这几百亩土地 收成又要两三年 工人那么多 每个月还要发工资 王铁柱猜想 萧露肯定是没钱了 手头拮据 萧露 要不你来我厂子里 卖化肥吧 我现在也是个经理了 一个月的收入不低 你要是来 我保管你一个月能赚这个数 王铁柱伸手 在萧露面前比划了一下 萧露看了一眼 王铁柱张手比了个五 萧露知道化肥厂赚钱 但是看到 王铁柱的手势 还是有些不确定地问他 五百块 哎呀 你小声点 萧露声音太大 引得旁边两桌的人 都回头看向他们这桌 王铁柱尴尬不已 端起桌上的酒杯 装作无事发声 萧露 你是我兄弟 才有这么高的 其他人 没有那么高的 萧露听完这话 心里还有些感动 没想到 自己在王铁柱心里地位这么高 铁柱 你们厂子那么赚钱啊 卖化肥一个月 都有这么多钱了 嘘 你别出去说 我这也是看你是我兄弟 才告诉你 其他人没那么高的 一个月顶多两百块钱 但是你来我肯定照顾你 多给点订单给你 一个月四五百块 不是很稳当吗 萧露仔细看了一眼王铁柱 确实和以前不同了 上一次萧露见他的时候 他虽然穿着打扮改变了 但是气质上 还是个农村人 这才过了多久 萧露觉得 王铁柱已经完全换了一个人了 铁柱 你现在 确实是完全变了一个人了 气质是骗不了人的 嘘 以后别叫我这个名字 叫我杰瑞 萧露不知道 这王铁柱是走了 什么狗屎运了 看样子 现在是挺赚钱的 穿得似的雀梁 梳着大背头 脚上 蹬了一双大头皮鞋 手里拿着一个公文包 看样子 还是牛皮的 不过想到 他毕竟在化肥厂上班 又当上了经理 这种肥差 想必条件 肯定是不差的了 萧露 你以后 就靠我们厂子这点订单 也不行啊 这么小的量 也赚不了什么钱吧 我这才开始 后面慢慢会好起来的 王铁柱听到 萧露的话 还是摇头 端起桌上的杯子 又喝了一口 继续道 萧露 要我说啊 你自己有拖垃圾 平时就到我们 厂子里拉化肥 到附近村子里卖 我给你加个低点 到时候你左手换右手 一倒手 就赚钱了 不比你干这个赚钱啊 萧露文言 又仔细看了演作 在对面的王铁柱 心里十分纳闷 萧露还有个荒唐的猜测 这人 是不是跟自己一样 换了性子了 怎么忽然变得这么聪明了 不过王铁柱说的这个 确实是个赚钱的门路 萧露想了想说道 铁柱啊 不是杰瑞 你说的这是 确实是的办法 只是附近的村子 你们厂子 不是都卖过了吗 我再去拉 哪里还能卖得出去 王铁柱倒是没想过这么多 他喝的有点多 已经带了些醉泰了 只见他笑着说道 那你们厂子里的流量 不也是经常来拉货吗 虽然不多吧 但是人家隔几天就来一趟 也全卖光了呀 要不你回去问问他 都卖给谁了 萧露想着流量 在塑料厂的业绩不怎么样 给自己干倒是干得不错 两个人又喝了两杯 王铁柱已经完全醉了 萧露喝酒了 也不开车了 想着把他带到自己家 住一碗算了 两个人跌跌撞撞地往回走 到了地方王铁柱 却是死活 不肯进去 吵闹声惊醒了 陈芝和嫂子刘英 两个人都跑出来看 哎呦 这不是隔壁村王铁柱吗 萧露 你咋又和他混到一起去了 嫂子刘英一看喝得 醉熏熏的两人 心里有些恨铁不成钢 连带着跟萧露说话 不带点埋怨 第163章 创意 嫂子 王铁柱现在能耐了 在化肥厂当上经理了 陈芝看刘英不知道 悄悄地在他耳边说了一句 惊得刘英瞪大了双眼 真的 他不可置信地看向陈芝 眼里满是惊讶 陈芝看嫂子这个样子 觉得有些好笑 笑着对他点了点头 刘英抬头仔细观察了一下王铁柱 发现他确实跟以前不同了 错了 刘英正想上前帮忙扶他一下 王铁柱嘴里大喊错了 几个人都不明所以 互相看了看 什么错了 还是萧露问了他一句 他拎着王铁柱 手都酸了 此时有些不耐烦 我家不在这里 在二道胡同 萧露和陈芝都听到都有些意外 二道胡同就在城里 离他们家也不远 就两公里的样子 只是现在这时候了 万一王铁柱喝醉乱说的话 他不是又要把人弄回来 萧露还是想着 把人弄到自己家睡一晚算了 没想到他和嫂子两个人拉 王铁柱死活不进屋 萧露简直是气死了 王铁柱死活不进屋 萧露两个人拉都拉不动 没办法 他只好认了 让嫂子和媳妇进屋 自己又扶着他往二道胡同走去 萧露知道 他以前是在化肥场住 现在二道胡同 不知道是不是他租的房子 或许是他喝醉了 说胡话也说不定 萧露扶着他一路走一路后悔 心里想着 今天就不应该跟他喝酒 吃顿饭不就行了 他拉着他 亮亮呛呛地往二道胡同走去 走了半个小时终于到了 看着胡同里的七八户人家 萧露头大得很 他也不知道王铁柱到底住哪 铁柱 醒醒 醒醒呢 到了 到了 到哪了 萧露一听就气上心头 心想 这小子肯定是喝醉了 发酒疯了 怒骂道 二道胡同啊 你不是说你住这儿吗 王铁柱一听见二道胡同这几个字 立刻像是来了精神一般 静止朝里走去 走到一户人家门前 萧露还没反应过来 王铁柱走上去 狠狠敲了几下门 萧露看他这样子 也不知道他是真住这儿 还是喝醉了乱来的 他忐忑不已 想着 要不还是把他带回自己家算了 谁知道门这时候开了 萧露抬头看去 竟然吓了一跳 门开之后 里面出来一个二十来岁的女子 长得浓眉大眼的 挺好看 他看了一眼屋外的两人 立刻走过来 结果王铁柱说道 怎么喝这么多酒 嗯 我们一起吃饭 喝了点小酒 他喝多了点 萧露不知道 眼前这女子是谁 但是看她的样子 显然认识王铁柱 萧露见过王铁柱的媳妇 就算是华成辉 他也认识 眼前这个人 显然不是他媳妇 他不知道他们什么关系 但是王铁柱有家事 他把她送来这里 显然有些不同 他正准备问清楚 那女子扶着王铁柱 直接进屋了 萧露还想跟进去看看 里面又出来一个 五十来岁的大妈 珍珍 这么晚了 是谁啊 哎呦 怎么喝成这样了 快扶进去吧 萧露跟了上去 走到那大妈身前 你是谁啊 大妈 我是铁柱的朋友 我送她回来的 我想问问 她是住这儿吗 我记得 她在这里没有亲戚啊 哦 你是铁柱的朋友啊 我是她表姑 刚才那个是她表妹 她隔段时间 就会来我们这里住一两天 萧露一听 彻底放下心来 想到是亲戚 倒也没什么担心的了 大妈 那你们好好照看她一下 我先回去了 好嘞 小伙子 你慢走啊 萧露看王铁柱进了屋 她才告辞走了出来 也不是她谨慎 王铁柱有家事 想到她那老婆孩子 萧露觉得 自己谨慎是应该的 这年头 一不小心 就给你判个流氓罪 工作 前途都毁了 送完她 萧露三步并坐两步往回走 十分钟就到了家里 本以为他们都睡了 没想到家里灯火辉煌的 萧露走到客厅一看 陈芝和刘英都没睡 坐着看电视呢 嫂子 芝芝 你们怎么还不睡啊 这不是等你吗 萧露 王铁柱送回去没有 嫂子迫不及待地发言 萧露见她这么积极 还觉得有些意外 嫂子 送回去了 那二道胡同 是她堂姑家 她在那借宿一宿 是吗 她家还有城里的亲戚吗 倒是没听说过 也没听过她还有个姑啊 萧露简直觉得无语 嫂子操心人家 这些作甚 嫂子 人家不是说了吗 是堂姑 再说了 你又不是他们家亲戚 哪里还知道 人家家里有哪些人啊 刘英也是随口一说 见萧露不耐烦说这个 立马又换个话题 萧露 你说这王铁柱 走了什么狗屎运了 竟然一下子 这么出息了 都混到化肥厂干经理了 这人的事哪说得定呢 嫂子 说不定等两年啊 你都成为大富翁了 刘英听到这话 立刻笑得合不拢嘴 高兴地说道 要真是那样 可太好了 嫂子 早就盼着这一天了 萧露 你还别说 这王铁柱 现在打扮起来了 还真是人模人样的了 萧露知道 嫂子的意思 就是王铁柱气质 和以前大不相同了 自己今天见面的时候 都觉得很意外呢 嫂子 那叫人靠衣装 佛靠金装 陈芝事实发话 两个都朝他看过去 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萧露 你怎么和他喝上酒了 嫂子刘英又有些好奇 随口问了一句 我不是接手塑料厂了吗 他们厂里的包装袋 我今天去谈下来了 以后就有我们厂子供货了 这也亏了他介绍 所以我晚上请他喝酒 谁知道他喝多了 刘英和陈芝先前还有些担忧 没想到 现在萧露说了 竟然是因为这样 陈芝没说话 只是恶然地笑了笑 没想到 这小子现在 还有这能耐了 竟然能给你拉生意了 不过萧露 你不是做塑料的吗 我看人家的酒壶 就不错呀 你厂子不能生产吗 你看我们村的人去打酒 都拿个玻璃瓶 又小装不了多少 还容易打烂 萧露听到嫂子一提 灵机一动 是啊 塑料壶不错呀 嫂子 你简直就是个天才啊 萧露忽然夸奖 刘英和陈芝 都不明所以地看了看对方 眼里全是不解 第164章 去南方 嫂子的话提醒了萧露 塑料水壶 这类物品 在现在是最好卖的 而且工艺很简单 也是吹速就能做 萧露想到 后续人们用水壶装水 有 酒各式各样的都有 这下 她真是觉得嫂子点醒她了 她坐在桌子上 思考着这个项目的可行性 脸上露出笑意 陈芝和刘英 看着这样的萧露 眼底都是不解 芝芝 你看萧露是不是喝多了 怎么看起来神神叨叨的 陈芝也在观察萧露 听见嫂子的怀疑 她觉得也有可能 嫂子 估计是 咱们把她弄进屋睡觉去吧 好 你别动 她喝多了 别碰着你 我来就行 刘英上前拉起萧露 打断了她的思路 看着媳妇和嫂子 有些担忧的面容 萧露只好回去睡了 等着明天去厂里 跟技术商量一下这个事 几个人说了两句 萧露就去睡觉了 她本来有些醉意了 此时又折腾了许久 早就累了 萧露躺上床 就睡着了 刘英过去看了眼 又看了看陈芝 芝芝 你别和萧露睡一起 她喝了酒 万一磕碰了你 陈芝本来也是这样想的 她现在月份大了 比较敏感 萧露这一身 酒气她闻着 都想吐了 嫂子 我就给她盖好被子 我去东屋睡 嗯 那你早点睡 我去睡了 几个人睡下 已经是夜里十点了 十点虽然不晚 但在这年代 已经算是晚的了 要是在老家的话 黑一灯瞎火的 看都看不见 大家都是天黑 就上床睡觉了 萧露这一觉起床 神清气爽 她昨晚上 虽然有些醉意 但是没达到 烂醉的程度 甚至感觉一晚上做梦 都在想塑料壶的事呢 此时起床了 她起来 随便吃了两口早餐 就往厂里去了 她准备今天去厂里 把这个事定下来 到时候东西一生产出来 萧亮肯定不用愁 吃完早饭 她就心急火燎的 骑车去了厂里 前两天 她为了上下班方便 买了一辆自行车 还是凤凰牌的 质量好 骑车上班省事多了 一到厂里 萧露就叫了几个技术 来她办公室 她坐在椅子上 畅想着未来 几个人就陆续到了 萧总 您找我们 你们来了 快坐吧 萧露给他们一人 倒了一杯茶水 递到面前 自己也坐下来 谢谢萧总 几个技术 和她接触还不多 生疏的道谢 我有个想法 你们看看可行不可行 萧露说着 拿出了一张图纸 上面画着塑料壶的样式 我想做一批这样的塑料壶 你们看看技术上 能实现吗 几个技术员 传越着图纸 讨论了起来 萧总 这个形状和尺寸 倒是不难做到 不过材料方面 可能需要一些特殊的配方 其中一个技术员说道 萧露点点头 材料我可以想办法解决 你们先研究一下 制作工艺 如果能够成功 我们公司就能推出一款 全新的产品 市场前景一定很好 萧总 除了材料 我们也没有模具啊 要想测试 得先开一套模具才行 萧露本来也想到了 听到他们提出来了 立马表态道 模具的事 我有门路 今天找你们来 也是为了了解技术 和生产上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什么难度 我现在立马找人开模具 几个技术员也没想到 萧露一上台 就开始创新了 这种东西 他们以前虽然没有生产过 但是技术上并不难 技术员们 纷纷表示 会尽力尝试 萧露满意地笑了笑 心中充满了期待 他仿佛看到了工厂里 忙碌的生产线 和源源不断的订单 几个人一走 萧露就找出自己的笔记本 上面记录的是 林红给他的电话号码 他满怀期待地拨号过去 电话响了几声 就接通了 一个略带港城口音的人 接起了电话 喂 喂 你好 我是红发塑料厂的萧露 我想开一套模具 林红介绍我 联系你们呢 电话一通 萧露立刻抓紧时间讲话 对面听到之后 回忆了一下说道 我知道你 他跟我说过 厂子卖给你了 你要开什么木具 水壶 一种以前没有的水壶 哦 什么样的水壶 你把图纸发到 我们公司的传真机上吧 我看了之后 回复你 萧露点头挂断电话 谁知道公司 没有传真机 萧露又找来秘书问话 才知道 公司没有传真机 连打字机都是 从港城带过来的 萧露没想到 一切都很顺利 唯独到了这里卡住了 他拿上图纸 带着对方的传真号码 就出门了 想着去城里找找 什么地方有传真机 没想到整个县城 他都逛了一遍 硬是没找到传真机 这下真是大头了 没有传真 仅靠描述 别人也做不出来啊 他思来想去 也没什么靠谱的办法 这年头 手机没有 传真没有 图纸一类的资料 那真是没办法了 做远处的生意 就是这样 想了一会儿 萧露决定 去问问机械厂的车队 问问他们下次 去南方送货 是什么时候 没想到萧露一去 正好后天 就有两个车 要出发去南方 路上开车要三天 来回卸货家上 就要十天了 萧露考虑了许久 决定自己 亲自去一趟南方才行 一是想法 能当面沟通 再就是他想着 去了就多做几套 他还想着 做点农药瓶之类的瓶子 以前这些 都是用玻璃瓶包装的 重不说 不好保存 易碎得很 现在他做点塑料瓶 到时候肯定好卖 而且萧露 想着现在过去一趟 到时候 他也能多找几家供应商 跑几次的话 说不定还能找几个客户 萧露计算了一下时间 觉得这个方案可行 立刻回了厂里 安排了接下来的生产之后 就回家和陈芝 商量这事了 出差的事 他倒是觉得很正常 只是陈芝快要生了 他有些不放心 虽然预产期 还有一个月 但是孩子 提前出生的情况 比比皆是 回到家里 萧露第一时间 就找到了媳妇和嫂子 两人看萧露神色 以为他遇上了什么男士 萧露 你怎么了 陈芝担忧地问道 芝担 我厂子里有点事 可能需要去一趟南方 嫂子也站在旁边 听到萧露这时候 要去南方 看了陈芝一看 又看了看萧露 想说些什么 但是犹豫了一下 没有开口 第165章 南下 陈芝知道 萧露这时候去南方 肯定是有重要的事 虽然知道 但是心里还是觉得 不想让她去 这时候交通不便 坐火车去一趟南方 就得七八天 况且还要办事 来回的话 就要差不多一个月了 陈芝眼看要生孩子了 她还是有些害怕的 希望萧露陪在自己身边 实在不是她矫情 主要是这年代 女人生孩子 就像是在鬼门关走一遭 陈芝害怕 到时候萧露不在 自己万一出什么事 连最后一面都见不上 芝芝 我这次去 是坐机械厂的送货车 去 来回家起来 十来天就能搞定了 肯定能在你生孩子 之前回来的 陈芝没想到 萧露想了这种办法 虽然萧露说 只要十来天 但是路上万一出什么变故 耽搁的话 就不止那么点时间了 再加上 孩子不一定是在 预产期之后出生 很可能提前也说不定 萧露 一定要现在去吗 等孩子生下来再去 不行吗 萧露心里 其实对陈芝的想法 心知肚明 并且非常能够体谅她 此刻纠结的心情 但这件事情脱不得 必须尽早解决才行 经过一番短暂思考之后 萧露压低声音 缓缓开口 倒也不是完全不行 只不过距离你分娩 还有一个多月时间呢 而且 生完宝宝 还要做一段时间月子 如果我选择现在出发的话 差不多十天就能回来了 等那个时候 产品制作完成 就可以直接拿去售卖了 但要是再等两个月 才动身前往目的地 那三十多位员工的薪水 可就是好大一笔开销啊 你也是清楚 咱们厂目前没有盈利能力的 这些情况 之前都和你提过呀 陈芝原本内心 就已经有些摇摆不定了 听完萧露 提到这么多人的工资问题后 瞬间变得无比紧张 确实如此呢 早点过去 就能多挣两个月的钱吗 那你赶紧去吧 不过一定要记得早日归来 一直默默站在一旁的刘英 这时也开口表示赞同 对呀 萧露 你还是早点动身吧 早去早回 知知这边有我照顾着呢 等到快生产的时候 我会叫你大哥 过来帮忙照看一下的 萧露转头看向嫂子 并用力地点了点头 脸上流露出充满感激之情的笑容 嫂子 要是遇到麻烦事 您尽管去敲隔壁干爹干妈家的门 他俩肯定会帮忙的 萧露拍着胸脯 向嫂子承诺道 听闻此言 两人纷纷露出欣慰的笑容 并连连点头表示赞同 萧露接着补充说 我后天就要启程了 估摸十天左右就能回来 所有行程都已经安排妥当 应该不会出啥岔子 然而 沉滞的眉宇间 仍流露出一丝忧虑之色 萧露将这一切尽收眼底 但爱与嫂子在场 不便多言 相信到时情况一定会有所改善 毕竟距离出发上一天 时间还算充裕 晚上陈芝躺在床上 翻来覆去睡不着觉 萧露看在眼里 又起身 给陈芝聊了几句未来的畅想 还有孩子出生之后的规划 陈芝听得也是向往不已 萧露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总算是打开了陈芝的心结 两个人开开心心地睡下了 第二天一早 萧露就回了厂里 带上了需要的东西 就回家收拾东西 这一路上要走好几天 萧露去供销社买了几个罐头 还有一点干粮 想着路上不便的时候吃 萧露之前打听过 一套模具 在这时候 已经卖到二百到三百块了 萧露想着 幸亏自己的两万块没有用 不然这时候 真是捉襟见肘了 他收拾好东西 第二天一早 就带了五千块上路了 陈芝还说去送一下 但是萧露不让他 也就不强求了 现在月份大了 他走路都有些不方便 最好还是 在家待着 萧露一早就赶到了机械厂 大门口停着几辆货车 萧露探头 看了一眼 机器已经上车了 现在还在装小剑 估计是一些组装的零件 萧露眼间 看见了运输队的队长 立刻上前打招呼 宋队长 早啊 那人回头一看 有些吃惊地问道 萧露 你怎么这要早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 吃完早饭慢慢来吗 你看我们还在上车呢 恐怕还得等一会儿 宋队长 我已经吃过饭了 我来早点没什么 我一个人等你们好过 整个车队等我一个人 况且 我先来看卡 也能长长见识 萧露客气地回应道 那行 你先找个地方坐会儿 我们装好车就可以走了 好嘞 宋队长 不用管我 你们先忙 萧露连忙上前回话 他看见 厂门口有座桥 立刻往前走了几步 坐到了桥墩上 他没带什么东西 只有一个解放包 里面装了一套衣服 和几个罐头干粮 男人出门 就是这样 简单 东西 没有到了地方可以买 再说了 他也不在乎这些 衣服这些 有套换洗的就行了 他静静地坐着 看着他们装车 大件应该是 厂里的吊车上的货 小件全是人工拉上去的 萧露不知道 现在有没有插车 反正他是没看见他们用 像这种东西 有插车的话 上下货就方便得多 一群人在门口忙活 隔了半个小时 萧露看见厂里 出来好几个人 穿着厂服 但是颜色和别人不一样 几个人都带着背包 看起来是要跟车子 一起去了 只是看他们的样子 不像是普通的工人 倒像是干部 萧露不知道他们 跟着去做什么 好奇地看着 又过了半个小时 总算是装好车了 几个司机 这下全都出来了 他们长途一辆车 都配得两个驾驶员 萧露站起来拿起 背包轻轻 拍了拍上面的灰尘 看这样子 他就知道要出发了 萧露 快过来 出发了 他正准备过去 宋队长的喊声 就从前面传来了 萧露立马 小跑两步 来了 坐这里 宋队长站在一辆 解放牌大卡车 前面喊他 萧露冲他点头之后 朝他的那辆车子走去 兜兜转转 总算是上了车 萧露一个人 坐在后排 前面是两个司机 宋队长 还亲自开车 萧露觉得这趟行程 肯定很顺利了 第166章 打听 所有人都上了车 车队终于出发了 萧露也正式踏上了 难行的道路 他坐的车子 是宋队长 和一个姓王的大哥 两人轮换着开的 宋队长开到下午 换了那个王大哥开车 萧露这才有机会 和他闲聊几句 宋队长 上午我看你们 后面几辆车上了很多人 穿的衣服 也和你们不一样 像是领导 你们送货 这么多领导压车吗 萧露上午就想问了 但是宋队长 一直在开车 而且路不好走 他不好让人分神 一直没问 你说后面那些啊 他们都是厂里的技术 我们送的机器 到了地方 不得给人家安装吗 他们都是过去 做安装和调试的 原来都是技术工啊 萧露倒是没想到这个 他还以为这次 是什么大订单 去这么多领导 萧露 你去南方做什么 你说你去广城 可是上次临红区的神城啊 宋队长也不是存心打听 只是闲着也是闲着 他还不困 聊聊天也没啥 宋队 不瞒你说 我去那边做几套模具 我们这边没有 说起来倒是真的有些伤感 这么大的县城 连船真机都没有一台 宋队长听到萧露的话 却有点疑惑地看着他 你做啥模具 我们机械厂那么大 不能做模具吗 宋队长的提醒倒是点了萧露 但是他也不认识机械厂的人 宋队长 我去你们厂里问过了 没有模具科啊 我也不认识人 打听了你们厂里 没做就只能去南方了 我们厂里是没有模具科 不过你这个东西 应该不费什么事 晚上吃饭的时候 我问下技术员 就后面车子上那个 厂里技术骨干 什么都会 宋队长说完 还用手指了指后面 萧露笑着点了点头 要是能认识他们厂的技术 就更好了 到时候 需要什么可以直接在他们厂里做了 只是这是国营厂 要是没这个车间 应该也更难吧 两个人又闲聊了几句 宋队长瞌睡了 萧露也不打扰 闭嘴不言 车子摇摇晃晃地开着 车里 只有王大哥踩刹车离合的脚步声 混着宋队长的憨声 萧露也觉得困倦 不知不觉睡着了 再次醒来天已经黑了 萧露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了 外面黑漆漆的一片 只有一排车灯在路上明晃晃地亮着 醒了 再等一会儿 到了前面 有一个加油站 等一下我们可以到 那对面的坝子里吃饭 看见萧露醒了 宋队长的说话声 立马就传过来了 宋队 咱们晚上还开吗 照常开啊 只是晚上开慢点 这货送过去 人家还等着呢 路上不能耽误 萧露点了头 果然没过多久 就到了加油站 车子没油的加上油 萧露看他们车上的几个油桶 也加满了 这一路上 估计不会再加油了 车子开到了 加油站对面 不远的大坝子里 几个车灯打开了 开始吃饭 他们都是带的干粮 面饼这些 架个锅子 就可以煮了 中午的时候 他们还是在店里去吃的 但是晚上 这一段路 都是山路 没有电了 离城区也不进 车队以前 经常走的 都习惯了 现在出行 都带着这些东西 萧露拿出自己买的罐头 那做饭的 两个司机一看见 这东西眼睛都亮了 兄弟 你想的可真是周到啊 罐头都带了 其中一个人拿到罐头 笑着调侃道 他的话一出口 旁边几个技术员 都回头往这里看过来了 萧露见状立马说道 出门在外 这玩意儿方便些 有时候饿了能对付几口 可不是吗 就是这东西贵 量还少 一个都能买筋肉了 我媳妇有收买 我还是觉得吃肉划算 几个人你一言我一语的 萧露倒是不觉得有什么 这玩意儿 就是个干粮 和火腿差不多的东西 萧露 这位就是我下午 给你说的技术员 姓文 你叫他文工就行 宋队长坐在不远处 指了指他身旁的人 给萧露介绍道 萧露立刻起身前去 走到宋队长身边 找了块石头坐下来 文工 你好 我是萧露 现在在城南的塑料厂工作 你好 叫我文涛就行 宋队都跟我说了 听说你现在是塑料厂的老板啊 你去南方开什么木具 文涛显然对萧露也有些兴趣 况且人家还是个大老板 虽然他们在国营厂上班 算是铁饭碗 但是人家有钱啊 文涛其实也挺向往的 就像刚才的罐头 他们平时虽然也吃 但是萧露煮个面 就拿了三个出来 还都是给不认识的人吃 换做他们 虽然吃得起 但是没那么大方啊 文工 你看 就是这个 我准备生产这个塑料水壶 就是模具 我们这边没人做这行 只能去南方开了 萧露从包里 拿出了自己的图纸 给他们看 几个技术都围过来了 萧露倒是不怕图纸泄漏 这地方塑料厂 就他一家 其他人就算拿去了 现在这个社会 连个传真机都没有 想发出去 都是一大难题 更别说 后续生产和销售了 萧露 你这个想法好啊 做出塑料的 又轻 装的还多 到时候 我肯定买好几个 哎 我也是 我也要买 我们家现在 都是玻璃瓶装的 孩子隔三差五 打烂油瓶 瓶子倒是不值钱 就是可惜我的油了 对啊 这个东西 还真是不错了 你怎么想到 做这个了 几个人 看着图纸七嘴八舌的讨论着 萧露也没想到 自己给他们看了下 图纸他们这么激动 他笑着说道 等我的模具开好 这个东西 很快就能上市 到时候 你们在街上 到处都能买到了 萧露 这个就叫模具啊 不就是我们说的扣件吗 一个技术员 对着文涛问道 基本上是这个意思 叫法不同罢了 这个东西 我们确实没做 但是厂里有人会 我们的器械 都需要做这些 只是我们是国营厂 没对外经营 萧露一听眼睛 都亮了几分 他早就在想着这个问题了 这么远去一趟南方 实在是不方便 要是自己这边 能做的话 以后有新产品 就方便多了 文公 到时候 你能帮忙问问厂里吗 要是能帮忙做的话 我也一样给钱的 我不知道 得回去问我们主任 到时候有馅了 再告诉你 好啊 那就多谢你了 萧露说完从口袋里 掏出一包大钱门 给每个人都拿了一只 面很快就煮好了 一行人 坐在地上三两下 解决了 就又开始上路了 第167章 做模具 萧露跟着车队 开了四天三夜 总算是到了南方 到了地方 他们的方向就不同了 萧露下了车直奔车站 坐上了去广城的大坝 和车队约定好时间后 萧露饭都来不及吃 就赶着去模具厂 中间只有几天时间 他害怕赶不上回去的车 所以先去厂里谈好了 心里就安心些了 坐了三个小时的汽车 总算是到了厂里 他进门就找去了联系好的人 同样是港城人的林总 咚咚咚 进来 萧露轻轻敲了几声 里面就传来了说话声 萧露轻轻推门进去 里面的人也是看起来四十多岁 穿着打扮都是典型的港城特征 你是 这个林总也姓林 和林红据说是一个村的 看见萧露来了 他还有些猛 林总 我是萧露啊 宝定来的 前几天跟你说好的 哦 萧露啊 我想起来了 你真的来了 这么远 就会开一套模具 这个林总显然没想到 萧露真的会来 这年头这么远的路程 来去一折腾 就要花费不少时间和精力 他也想不到 真的有人这么远过来 开一套模具 林总 我这不是我们那边 没有厂家吗 我只能自己来了 萧总 快坐吧 林红其实是我的 一个同族的堂哥 当时他在那边 办厂的时候 我们就劝过了 但是他不听啊 现在好了 开垮了 林总给萧露 倒了一杯茶 缓缓地讲述着 他们家的陈年旧事 林总 没垮呢 萧露淡淡地接话 厂子都卖了 不是垮了是什么 那边那么远 回一趟老家都不方便 真不知道 他当时怎么想到 去那边开厂子的 林总还在坚持自己的观点 萧露也不想和他争执 从包里 拿出自己的图纸出来 递给他 林总 这就是我要开的模具 你看看能做吗 林总接过图纸看了看 脸上也露出一些新奇之色 萧总 这个想法是你自己的 还是别人告诉你的 你这想法很不错啊 我们在国外也见过这种东西 只是形状不一样 萧露没想到他以前见过 既然见过 那就更好了 不用过度说明 林总 能做吗 当然可以做 只是我需要画图 你在这边待多久 我们做这个 至少要三四天才行 萧露想着 三四天刚好合适 宋队走的时候说过 他们至少要在这边待六天 萧露想着 就算是拖一天 时间上也是够的 那林总 今天就安排做吧 我在这边的时间有限 尽快做好就更好了 好啊 我这就安排下去 林总说完就叫了一声 一个秘书很快进来拿走了图纸 萧露想着 自己来这么远 只做一套显然不够 他又对林总说道 林总 我其实还想做几套其他的模具 只是我的画画功夫不行 你能不能给我找个技术员 我说他帮我画出来 林总也没想到 他要做的那么多 不过他做的多 显然是一笔大生意了 他笑着说道 这有什么不行的 我这就叫他来 刚来的秘书又来了一趟 林总吩咐后 他很快就出去叫人了 萧露坐在林总的办公室 悠闲地喝着茶水 忽然想到 自己还没有出去订宾馆 林总 你们这附近有招待所吗 萧露客气地问道 林总有些意外地看向他 萧总 你还没订房间啊 是啊 下车就直奔 你们这里来了 萧露坦白回答道 林总没想到 萧露这么急迫 顿时觉得 现在的年轻人 做事也不输他们 行动力强 萧总 你要是不嫌弃 就在我们厂里住吧 反正就几天时间 不用出去住了 再说了 外边这治安也不算好 萧露听完 脸上带着笑意 他也没想到 这个林总这么热情 不过人家 都安排住处了 那就是最好的安排了 立马笑着说道 那就麻烦林总了 我这次来得匆忙 下次有机会 过来的话 一定带点我们北方的特产 给林总试试 萧总客气了 人来了 这是我们厂的技术骨干 王征 萧总直接跟他去吧 萧露回头一看 来的人 也是一个年轻小伙子 大概26、7岁 长得白白净净的 看起来就是 很受女生欢迎的类型 你好 萧露伸手过去握手 你好萧总 叫我小王就行 我带你去楼下办公室吧 王征很热情地跟他握手 萧露跟林总打了个招呼 就跟着一起下楼了 两个人到了王征的办公室 闲聊了几句 萧露按着记忆里的样子 又画了几个图 王征按照他画的意思 重新按照标准 画了图纸 萧露一看 这王征虽然年轻 但是技术老练 他说的东西 他都能轻易领会 几个水壶的样式 又想着做些农药瓶子 到时候也可以去卖 想到今世的药厂 萧露觉得 到时候也可以去试一试 就这样 两个人在办公室 埋头画了一天 总算是画出了 八九个新的产品 看着眼前这一堆图纸 萧露心里觉得 无比舒畅 萧总 你这些东西 肯定能大卖的 王征的声音 在他耳边 适时响起 萧露立刻回头 看向他 王公 你也觉得 这些东西不错吗 他激动地看着他 眼里带着稀奇的问道 王公也不含糊 立刻笑着说道 肯定会的 我做了两年了 你这个想法 是最好的 样式和质量 都是外面没有的 而且主要是 你这个东西 还实用 来自王征 这个技术骨干的肯定 让萧露的心里 更增加了一份信心 他投资了这么多进去 就是想着 能够一下子打开市场 到时候他的塑料厂 肯定能大干一场的 萧总 你这些东西 都需要瓶干 我看你的图纸 没画瓶干啊 啊 这不是一体成型的吗 萧露如梦初醒 他没想到瓶盖 竟然不是一起做出来的 一体成型 只能做瓶身 瓶盖要单独做个模具 你厂里 有注塑机吗 萧露想到自己厂里 有好几台注塑机 立刻转优为喜 有 有四台我记得 那就没事了 我给你开一套瓶盖的模具 到时候 你直接在厂里生产就行 萧露对着王征 拼命点了点头 心想着要不是他 自己说不定 还得来一趟这边 第168章 赚钱的生意 萧露在这个模具厂里住了两天 这两天他的模具 已经在生产了 这批模具萧露 就花了三千多块 算是厂里的大客户了 这两天 他吃住都在这里 现在已经在生产了 他也想出去看看 这天没事了 他早上起来 就出去逛了逛 附近都是工厂 萧露一路看过去 服装厂 鞋厂 还有电子厂 什么厂子都有 萧露感叹了一下 不愧是南方 就算是小作坊 这边都比比皆是了 不像他们老家那边 现在还主要靠重庄稼为生 这边的人 现在已经可以去工厂 打工了 萧露看见前面 就是县城了 他往那边过去逛了逛 萧露看着南方的街道上 卖的东西 都是新鲜玩意儿 很多东西 他们老家那边 根本看不到 怪不得那么多人 都要来南方发展 萧露想着也是 南方现在可以说是 遍地黄金 也不为过了 走到一家店前面 萧露看见摊子上 竟然有皮鞋 这年头皮鞋可算是奢侈品 这边既然大街上 就能买到 老板 进来看看吧 全是真皮的 新品 都是爆款 男款女款都有 看见有人站在店外 老板热情地 招呼着他进店 萧露也确实 被新奇的款式吸引了 他缓缓走进店里 看着这些新潮的款式 想着给媳妇和嫂子 他们买一双回去 老板 你这些都是真牛皮吗 肯定真啊 这些都是新款 才出来的 说的是国外的设计师打的版 怎么样 全广城也找不到几家 跟我这样的 老板自豪地说道 萧露看他店里的款式 确实是新潮 他出来乍到 也怕上当 谨慎地问道 多少钱一双 一百块 那老板比了个一 萧露还是觉得 有些吃惊 这年头 布鞋才一块二一双 一双皮鞋 要是一百块 那真是太贵了 哎呀 哪里是一百块 十块了 老板见他误会了 立马解释道 萧露文言大吃一惊 这么好的东西 才十块一双 他觉得真是便宜 萧露又拿起那皮鞋 仔细看了看 外表和做工 真是和他们那边的鞋 不是一个档子 他们县城 就有一个鞋厂 萧露以前 还送过蘑菇 那鞋 他也进去看过 全是胶鞋 看着眼前精美的皮鞋 萧露系上心头 他们那边想要 买一双皮鞋 要四五十块 而且只能上商场去买 自己要是在县城 开个鞋店 从这边进货的话 那不是稳赚不赔的生意吗 老板 你说 这是你们厂子生产的 萧露不确定地问道 自然是了 我们家 自己开的加工厂 也给国外供货 我们自己也买 萧露一听 灵光一闪 记上心头 老板 要是我在你这里进货 是什么价 那老板 听到萧露问话 心里还有些谨慎 看着他 久久没有出声 萧露看他不作声 心里大概 猜到他在想什么 立马开口说道 放心老板 我不会跟你抢生意 我是北方人 这趟来 也是进货的 那人一听萧露是 北方来的 立刻脸上带着笑意 看着萧露 眼神亮晶晶的 你真是北方来的 仿佛还有些不幸 真是 保定府 你知道不 我从哪来的 萧露无奈地解释道 那人看了看他 左瞧右瞧 之后看了看外面没人 才拉他进去 缓缓说道 你要多少货 萧露想着 当然是越多越好了 只是现在 要看他给什么价了 老板 不瞒你说 我这次来是送机械的 回去的时候 有四个货车 都是空的 只要价格合适 我可以多拿点 那老板 听到四个大货车 眼前一亮 立刻认真的看着他 你要是能拿200双 我八块卖给你 要是拿到500双 我六块卖给你 怎么样 萧露一听 觉得价格确实不贵 六块钱运到北方 加上运费一起 卖20一双 也能赚十块 简直是一本万利的生意 价格和品质 都跟你店里的一样吗 萧露不确定地问道 那老板 一听觉得有戏 立刻吹嘘起来 老板 我这货的品质 不说 在广城独一份 那也是个顶多的好 不信你可以出去看看 谁家的款式 和质量 有我家的好 六块太多了 我加上运费运回去 就没得赚了 你再少点 五块 我第一批货 可以买500双 到时候回去要卖得好 我后续还会找你买 那店老板 显然没想到 自己能做这么大一笔生意 但是价格的是 他也做不了主 立刻说道 你等着 我打个电话 说完他就立刻进屋 不一会儿里面 就响起谈话的声音了 萧露算了一下 自己贷了5000块 身上还有前段时间 没用完的2200块钱 加起来7000块 算上开模具的3200 自己还剩4000 要是5块一双的话 还真能买500多双 摸过一会儿 那人就出来了 笑着回复道 老板 我打电话到厂里问了 你要是想拿5块一双 也不是不行 就是没有包装了 他只给萧露看了看 原来是没有鞋盒 萧露想着没有鞋盒 那不是 容易压变形吗 现在自己的钱还够 又是第一次拿货 他想着 还是要盒子好了 回去了也好卖 看着高档 那算了 我还是要鞋盒吧 那老板 显然没想到 他竟然愿意 多一块净价买个盒子 怕他不懂 还劝解道 老板 你要了盒子 到时候包装起来 500双鞋 也是很大的一车了 你确定吗 萧露听他的意思 没有盒子的鞋 肯定是和有盒子的 质量不一样 要不就是处理货 他立马坚决地说道 我就要有盒子的 几天能出货 那人见他态度坚决 也没再劝说了 你要是给了钱 三天就能出货 三天 时间上倒是差不多 你的电话 能借我用用吗 我先跟我的车子 联系一下看看 那老板本以为 萧露是夸大其词 没想到 他真的有车子 他暗暗想着 今天真是走运了 遇到个大客户 我带你去吧 他带着萧露 进了店铺里面的房间 一台老旧的座机 摆在那里 萧露心想 幸亏自己今天出来 带着笔记本 要不然还记不住 宋队长在那边的电话 他按照本子上的号码拨过去 那边很快就接通了 第169章 找车子 喂 你好 找哪位 你好 请帮我找一下 定峰机械厂的宋军 就是过来给你们 装机器的那个厂子 电话一接通 萧露立刻说话了 哦 定峰厂宋军是吧 稍等一下呀 隔了大概五分钟 那边总算来人了 喂 谁呀 宋队长 是我 萧露 萧露啊 怎么了 我不是说了 要在这边待六天吗 怎么你等不及了 宋队长显然没想到 萧露会打电话来找他 心里还有些诧异 萧露见对方误会了 连忙解释道 宋队 不是这样的 你们回去的时候 是空车吧 我在广城进了点货 想看看 你们车子能装下不 原来是这个事啊 我们回去 车子都是空车了 你进什么货 多吗 有点多 大概要两车 你们回来的时候 能进城来接吗 到时候我给车费 萧露害怕他们 接了其他的订单 自己订这么多货 万一装不下 那不是白瞎吗 可以啊 到时候我开两个车过来 在哪里会合 萧露又跟老板 问了一下出货的地址 那老板兴奋地写了过来 萧露一字一句地 告诉了宋队 直到那边说记录好了 萧露才挂掉电话 老板 怎么样 鞋垫的老板 显然等不及了 见他挂断电话 立刻过来问了 可以下单 到时候会来两个车 怎么都能装下了 你带我去厂里签合同吧 听到这话 那人喜上眉梢 出门叫了一声 一个老太婆 立刻走过来看店 老板 走吧 我带你去 那店家殷勤地说道 萧露跟着他一起 七拐八拐 走到一家厂子门口 萧露看了一下 这厂子不算大 比那种家庭作坊 要大很多 但是规模比不上大厂 老板 不是我吹 你别看我们厂子小 我们做的东西可不差 我们的东西全都出口了 送到老美那边去了 那人一边带他进去 一边给他介绍 萧露随手拿起鞋子一看 确实是质量挺好 最主要是款式很新潮 萧露在北边生活了一年多 还没看见过这些款式呢 很快 他们走过车间 到了二楼一个办公室 一个销售拿着份合同过来 萧露仔细检查了一下合同细节 没什么问题就签字了 当时就给了1800块定金 剩下的交货 当天检查完品质再给 签了合同 萧露和那个店老板 脸上都带着笑意 两个人都觉得自己赚到了 老板 你们这种北方的老板 要是多来些就好了 我们这边的厂子多 天气热 都不爱穿皮鞋 萧露这才知道 原来皮鞋在这边不受欢迎啊 想想也是 这么热的天 谁整天穿的短袖配皮鞋呢 那不是找难受吗 你们怎么不去其他省份卖呢 老板 说得轻巧 这年头出去一趟 哪里那么简单 交通不方便 运输成本高 而且在当地没有熟人 生意也不好做啊 萧露一想 也是这个道理 主要是有的地方还很穷 就算开店了 人家也不一定买啊 那老板带着萧露 又回到了店里 萧露沿着来的路回去 一路上都在到处逛 看到有家店卖孩子的衣服 很好看 萧露没忍住进去了 里面的衣服 都是做好的成衣 小孩子的 花花绿绿 可爱得很 萧露他们那边 都是自家 买不回去做衣服 哪里见过这么好看的款式 他进去之后 立刻选了几件 全是选的中性的颜色 男孩女孩都能穿 又想到自己的两个侄子 又给他们一人买了两套 这一趟出来 萧露又花了不少钱 带来的七千 也只剩几百块了 到时候回去给完运费 应该就没有了 不过买到这么多东西 萧露还是很高兴 旁边有个大人的成衣店 萧露进去 一眼就相中了 里面的一条裙子 他觉得陈枝穿上 肯定好看 他进去选了四条裙子 这些裙子都不是碎花的 看起来很新潮 他给嫂子和媳妇 一人买了两条 这趟南方 萧露觉得来得太值了 萧露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 回到了厂里 他买这么多 厂子里的几个人 都有些惊讶地过来围观 他把买来的东西 一一展示了一遍 然后小心翼翼地 叠好放在包里 到了约好的时间 萧露早早起了床 收拾好房间 就来到和送队 约定的地点等待 没等多久 就有两辆卡车缓缓驶来 萧露心中一喜 赶忙迎了上去 货物装载完毕后 萧露坐上了其中一辆车 踏上了回家的路途 一路上 萧露归心四见 他期待着 将这些新鲜的物品带回家 与家人分享这份喜悦 他们来到时候 花了四天三夜 在广城待了六天 回去开得快 也是三天三夜 到了萧露家的时候 距离他出门 刚好十四天 和他预计的差不多 卡车停在了萧露家门口 萧露慢慢地指挥着 他们倒车 屋里的人听到动静都出来观望 人都有些吃惊 萧露 你回来了 嫂子和陈芝都走到门口 连干妈也在 看着萧露指挥车子 拉着这么多东西 大家心里都有些不解 萧露先去的厂里 把模具下了才回来的 这时候只有一辆大卡车 但是车上这么多东西 还是震惊了屋里的人 萧露 你这是带的什么玩意儿 这么多 在萧露家里做家具的老黄 看到这么大一车 都忍不住了 跑出来看热闹 好东西 老黄 让你徒弟也出来 给我帮下忙 下祸 萧露看着老黄 心想着正好确认 好啊 我这就喊他们 他转头还没喊 两个徒弟 也出来看热闹了 刘英和陈芝 立刻打开大门 看着这么大一车祸 心里也直犯嘀咕 刘英以为这是萧露 去南方做的东西 立刻出声提醒道 萧露 你这些东西 不拉去厂里能行吗 到时候再拉过去 不是费而道是吗 萧露知道 嫂子误会了 连忙解释道 嫂子 厂里的东西 已经拉过去了 这些是要放在咱们家里的 看到这么大一堆东西 刘英和陈芝 对视了一眼 都从互相的眼神里 看到疑惑 实在是猜不出 这是什么东西 第170章 神秘礼物 一群人忙着搬东西 闹哄哄的 几条巷子的人 都出来围观了 看萧露拉 这么大一车东西回来 都有些不解 萧露 你这是啥呀 买这么多 对啊 你不是去南方了吗 带了什么好东西 一群大姐 七嘴八舌地问着 看着萧露他们下车 还上赶着帮忙 萧露这些鞋 都用尼龙袋装好的 外面看不出来是啥 包起来都有鞋盒 其他门 就算是抱着 也感受不到里面是啥 这都是 我在南方 带回来的好东西 几位嫂子 你们猜猜是啥 萧露一边搬东西 一边故作疑惑地回答 一群人 很快就搬完了东西 都聚在萧露家里不走 多谢几位嫂子帮忙了 大家坐一下 我马上打开 给大家看 萧露知道 大家都好奇里面的东西 想着现在 打开它们 还能帮自己宣传宣传呢 刘亦没想到一下来 这么多人 幸亏这段时间 黄木匠做了不少东西 凳子这些现在 是不缺了 要不然还真是 坐的地方都没有 他立刻端来几条长凳 这些人 全部坐上去等着萧露 萧露端了个椅子 让陈之座在上面 看他拆包 萧露打开 自己随身的小包 里面拿出一堆衣服 他随意拿起一件来 周围赞叹的声音 此起彼伏 哎哟 这么好看的小衣服 是啊 这太好看了吧 这个样式 我咋想不到呢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 陈之看到衣服的瞬间眼神 也亮了不少 萧露 这太可爱了 贵不贵 给孩子买的 贵些也没事 况且这都不算贵 陈之听完萧露的话 心里暖洋洋的 像是喝了蜂蜜一样 萧露拿起 另一个包地给嫂子 刘云见状 连忙接过去 嫂子 这是给两个侄子的 一人两套 刘云打开包一看 两套衣服 可精美了 这穿上哪还像的 农村孩子 萧露 你买这些干什么 两个孩子都小 白白糟蹋了 这么好的东西 看着这么好的衣服 刘云嘴上心疼 但是心里 可高兴了 嫂子 说这些做什么 都是孩子 穿什么不是穿 她说完 又拿出两个袋子 看了看里面 一包递给了陈之 另一包递给了刘云 哎哟 萧露 你还给我带了 这样式 也太好看了吧 刘云 一下子接过去 打开一看 里面竟然是两条 从来没见过的长裙 样是新潮 立刻兴奋地大叫起来 边上看热闹的人 看到这款事 都羡慕不已 全都站起来 每个人都想摸一下 刘云紧张地看着 心疼得很 生怕他们谁的手上 有老茧 给自己的裙子 勾丝了 芝芝 你得也打开看看 萧露看着嫂子 这么兴奋 觉得自己买对了 立刻催促媳妇 打开看看 陈之文言 也笑着打开了自己的袋子 里面也是两条裙子 这两条 是萧露用心选的 好看的景 边上的人 全都夸起来了 萧露 你这眼光可真是好啊 买的衣服 都这么好看 哎 年轻就是好啊 是啊 是啊 不像我男人 去哪儿回来 只想着孩子 回来 也还是给孩子 带点吃的 从来想不到我们 谁家不是呢 年轻人就是好 我们家的 都是鱼木脑袋 几个人夸了又夸 萧露一个人 站在中间 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她轻声问了一句 媳妇 喜欢吗 陈之笑着点了头 萧露也开心地笑了 萧露 你别光顾着说啊 快打开看看 这是什么东西啊 我们可是好奇死了 对啊 快打开看看啊 几个人早就等不及了 迫切想知道 萧露这大包小包里面 是什么 竟然还用卡车拉回来 别说他们了 就是刘英和陈之 也是好奇不已 好了 我马上就打开 各位嫂子 不要急 萧露拿出一把剪刀 缓缓剪开尼龙袋 里面的盒子露出来了 众人才惊觉到 萧露 你去南方买这么多鞋回来啊 我们这里就有鞋场啊 你怎么还去那么远 买这么多啊 这个大姐是隔壁巷子的 她一开口 陈之和刘英也有些担忧 不知道萧露 为什么买这么多鞋回来 萧露没有答话 把袋子里的鞋盒 全部拿出来 里面有二十双 萧露打开盒子 众人只觉得 亮瞎了眼 哇 这不是皮鞋吗 这只款式太好看了 以前也没见过啊 萧露挨个打开 里面全是女鞋 二十双 什么款式都有 一群围观的人 这些彻底说不出话来了 就连刘英也站起来 加入到围观的队伍了 萧露 你这些卖吗 一个大姐忽然出声问道 萧露笑着回复道 嫂子 我进这么多货 就是回来卖的 你们要买可以试试 这些款式 他们从来没见过 就连陈之也慢慢 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她走过去 挨得看着 这些鞋子的样子 她觉得真好看 就连城里的商场 里面都没有这种款式的 几个人 听到萧露说要卖 立刻就要上脚式 萧露连忙拿了一块薄膜出来 垫在地上 一群人每个人 选了一双心仪的上脚 大家穿着皮鞋 在屋子里走来走去 声音响出屋内 萧露 你进这么多货来卖啊 嫂子 悄悄在萧露耳边问起 她笑着点了点头 刘英看着这些皮鞋 简直太好看了 就算是她没钱都想买 更别说 这些有钱的人了 萧露 这鞋怎么卖啊 一位嫂子 神神秘秘地问道 萧露也还没定价 看着都是熟人 笑着说道 嫂子 这些皮鞋 在商场都要40 我们是熟人 我本来要卖30的 你们几个 要是买的话 就给20吧 算是感谢 你们平时帮我照看家里 几个人没想到 萧露这么好的鞋 卖这么便宜 一时间心花怒放 竟然全都要买了 萧露 我回去拿钱 这双你给我留着 给我留着啊 几个人 说完就坐鸟受散 搞得一屋子 狼藉不已 见人都走光了 陈芝和刘英 立刻过来想着收拾 萧露立刻阻止道 不用收了 他们等一下就来拿走了 刘英忍不住问道 萧露 商场卖40 你这么好的东西 20就卖了 怎么不卖糕点 嫂子 都是熟人 卖给外面的人 肯定不能那么低了 萧露一解释 陈芝也跟着点头 毕竟这些都是邻居 平时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第171章 买了特产 一转眼 人都跑光了 刘英这下 也走到这些皮鞋前面 挨个看了一遍 萧露笑着说道 嫂子 你喜欢哪双 直接拿去穿吧 刘英文言 直接抬起手拒绝道 我不要 我就是看看 再说了 我们农村人 哪有什么场合 需要穿皮鞋啊 这么好的鞋 你拿来卖吧 萧露没有在说什么 因为做家具的木匠老黄 和两个徒弟都来了 他们慢悠悠地走进来 对着一地的鞋子挨个地看 萧露 这鞋怎么卖啊 黄木匠看到这些 精美的皮鞋也没忍住 想着给媳妇带一双回去 萧露朝他们看过去 黄木匠倒是没什么特别的 就是他的两个徒弟 眼神亮晶晶地 透露着一抹西迹 你们都想买啊 你们要的话 21双 男鞋也有 要吗 黄木匠显然没想到还有男鞋 期待地看着萧露说道 男鞋也有 快拿出来瞧瞧 萧露又去一大堆 尼龙袋里找了半天 终于找到一袋 写着男鞋的包装 他费力地提出来 用剪刀剪开了包装 一堆鞋子立刻滚了出来 看吧 就是这些款式 只是尺码不同了 萧露拿了十多双 出来给他们看 黄木匠看的眼睛 都发光了 萧露 男鞋女鞋一个价吗 他兴奋地问道 萧露看他的样子就知道 这点钱对他来说 还算是便宜了 不过自己毕竟不是商场 不可能卖那么贵 要是价钱差不多 那别人不都直接上商场买了吗 再说了 都是熟人 一个价 黄木匠选了一双男鞋 一双女鞋 两个徒弟没舍得给自己买 一人给媳妇买了一双最新款 没过多久 方才回去的七八个嫂子 全都拿着钱来了 到了屋里 又挨个试了一遍 最后才心满意足地 抱着自己看中的鞋子回家了 萧露在家收拾了一阵 等弄得差不多了 天也黑了 萧露出来 刘英就喊吃饭了 他连忙上去帮忙 两个侄子回来看到 萧露带回来的糖果和饼干 都高兴得不得了 饭都不想吃了 被刘英狠狠地训了一顿 萧露上前给两个孩子 一人端了一碗饭 看着他们 坐到小凳子上边看电视边吃饭 两个小家伙才停止了苦恼 三个人坐着吃饭 陈芝和萧露都不说话 还是刘英忍不住了 主动问道 萧露 你买这么多鞋回来 是准备开店卖啊 嫂子问话 萧露立刻放下筷子回道 嫂子 我这些买回来是要开店 不过 我想让你来卖 我 刘英不可置信地看着萧露 像是不相信一样 眼神里 还透露着一丝喜悦 嫂子 你来我们家帮我照看家里这么久 也没有收入 我进的这批鞋子 质量都挺不错的 明天就在咱们家门口搭个棚子卖 到时候 你和芝芝在门口坐着卖 这样既能方便照看家里 又能有点额外的收入 替自己着想 不禁感到十分诧异 她不禁回想起这段时间以来 自己带着孩子 一直在这边蹭吃蹭喝 如今萧露不仅没有丝毫怨言 反而主动提出 让她帮忙卖鞋赚钱 这让刘英顿时觉得无地自容 羞愧难当 萧露啊 我毕竟是你嫂子嘛 照顾你们 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而且 我每天也就是 做做饭而已 并没有干什么重活累活啊 况且 我和孩子住在你们这儿 日常开销都是花的 都是你们的钱 我怎么还好意思要什么收入呢 嫂子可不是那种贪得无厌 不懂得知足的人 其实萧露原本并没有打算 去找别人来帮忙卖鞋 早在去进货的时候 她就已经盘算好了一切 自家门口地方宽敞 正好可以搭个棚子摆地摊 更何况 之前嫂子也提到过 在家无所事事 感觉有些无聊 所以 这个想法 可谓是一举两得 萧露知道 嫂子不愿意占她便宜 想了想 立刻又换了种说法 嫂子 就当是我开店 请你给我打工 卖一双鞋 我给你三块钱提成 你觉得怎么样 刘英没想到 萧露竟然这么大方 一双鞋给自己三块钱 萧露 你这些竞价多少 准备卖多少钱 今天你也看到了 这么好卖 给我三块算什么 我不是占便宜吗 我帮你卖可以 不要钱 反正我天天在家 也没事干 刘英在大是大非面前 还是讲理的 知道自己在这里吃住 都是花的萧露的钱 哪还好意思要钱呢 陈芝也看着萧露 不明白一双鞋的利润有多少 但是嫂子在这里 她也不好详细问 嫂子 这个是长久生意 不是一天两天 这一批卖完了 我还会进货的 你要是不要钱 我就在外面请人 你愿意这钱给外人赚 不得不说 萧露对自己这个嫂子 还是很了解的 听到萧露说 在外面请人 立马跳脚了 萧露 你真是的 这三块钱一双 你这五百双 就是一千多块了 这么多钱 你干嘛给别人挣啊 刘英嘴里数落着萧露 心里骂她不懂的节约 萧露和陈芝对视了一眼 都笑了 嫂子 别人正也是正 我们当然希望你正了 到时候孩子生了 你们两个人在家 可以照看孩子 又能赚钱 这不是一举两得吗 萧露的话算是 说到刘英的心里了 刚才萧露说的时候 其实她已经动心了 但是想着都是一家人 不好什么便宜都占 但是 萧露现在说要从外面请人 刘英当然不乐意了 这么多钱 哪有给别人的道理 那我就先坐着 到时候赚钱了存起来 你们需要的时候 我又拿出来 刘英想着自己这番话 说得毫无破绽 就算是萧天来了 也不好管她了 萧露和陈芝 看着嫂子这样子 也觉得有些好笑 两人悄悄地笑了笑 晚饭就在这 欢乐的气氛中结束了 萧露今天才回来 路上也没怎么休息 只感觉太累了 吃完饭就去洗了个澡 躺在床上 原本想和媳妇说几句的 谁知道太困了 刚沾上床就睡着了 陈芝看着十几天不见的丈夫 黑了些 还瘦了一些 胡子都没怎么刮过 她知道她都是为了 这个家才这么辛苦 心里心疼不已 第172章 收拾鞋子 第二天一早 萧露起床 就让嫂子先把鞋子整理一下 等着她回来搭棚子 刘英昨天晚上就很兴奋了 早上萧露一安排 她做完早饭就开始整理了 鞋子整理其实不累 只是太多了 同一个款式 要把马术全部找出来 男鞋女鞋 加起来也够麻烦的 萧露回到厂里 就叫了几个技术开会 她在广城开的模具 像瓶盖一共十套 为了节约成本 瓶口设计都是一样的 这样就可以共用瓶盖了 十套有的是瓶子 水壶 还有农药瓶 萧露当时 想着家里用的水盆 水瓢这些 现在都没有塑料的 她也出了一套模具 就是不知道好不好卖了 就像现在这些水盆 都是用的铁的 或是铝的 不过萧露想着 既然来了 就一起做好 安排完技术的工作 萧露给家里打了个电话 上回她在合作社 也装了个电话 现在村里也能打接电话了 有急事的话 可以直接打回去 萧露拨通了电话 那边一直没接 她过了五分钟 又打过去了 喂 陈村合作社 找谁啊 是美丽姐吗 我是萧露啊 麻烦你叫我大哥 来接下电话吧 哦 萧露啊 你等着呀 我这就通知 合作社的电话 装在村委会的 因为合作社 没有办公室 只能装在 里养猪场不远的村委会 不过说是说村委会 其实也只是一个 没人住的空房子 以前是村里的保管室 萧露很快就听到电话 那头王美丽的声音 村里只有一个大喇叭 王美丽通知 萧天接电话的声音 响彻整个村子 萧露想到 那场景就笑了出来 隔了五六分钟 电话被接通了 喂 谁啊 哥 是我 你今天有空没 进城来一趟吧 顺便带几根竹子过来 竹子 要竹子干什么 萧天忽然接到电话 还是这么怪异的请求 一时有些摸不着头脑 萧露也不解释 只是着急地说道 你就照我说的做吧 来了就知道了 用马车拉过来 多砍几根吧 萧天见萧露没有解释 也没有多问了 挂了电话 就去砍竹子 现在时间还早 砍好竹子进城 应该还不到中午 萧露这边打完电话 又去车间巡视了一圈 到处看完 才去销售部门 看了看最近的订单 外面零售点 还是跟以前一样 按时在拿货 只不过买的也不多 换不换老板 对他们来说 完全没什么影响 萧露看了一下 盈利签把块钱吧 不过现在 这种情况 还能盈利销路 就谢天谢地了 签多块钱 在这个时候 算是很赚钱了 但是对于销路 这么大的厂子来说 风险很大 一旦出点问题 就容易不赚钱 而且还有这么多员工 要发工资 销路看了眼报表 财务状况 还是堪忧的 需要尽快 把新产品生产出来 流向市场才行 到时候销量起来了 厂子的利润 应该要好很多了 看完所有 销路去仓库 领了两卷很厚的膜 扔上拖拉机 就开着回家了 销路到了之后 没看见自家的马车 猜到大哥 没那么快过来 他把车停在巷口 就进屋 看了看 嫂子这边的情况 进屋之后 里面一片狼藉 原来是刘英 不懂怎么看 马术和款式 一下子打开了 好几包鞋子 还把每个鞋盒 都打开了一一归类 这样的操作 看得销路头大 就连大肚子的沉肢 也在跟着整理 看到销路回来了 刘英有些心虚 眼神躲闪地说道 销路 这些鞋子 实在太难收拾了 完全就是乱糟糟的一团啊 咱们忙活了 整整一个上午 也就只找到这么点 他一边说着话 一边伸手指向 墙脚那堆鞋子 销路顺着他手指的方向 瞧去 粗略估算了一下 墙脚那里 大约有二十双鞋子 他露出一抹 无可奈何的笑容 然后迈步走进屋里 弯腰捡起 放在地上的盒子 并开口道 嫂子 芝芝 你们过来看 这盒子上面 都写明了具体信息 包括款式和尺码什么的 只要照着盒子 来整理 把相同的 放到一块就可以了 刘英做梦 也想不到 销路刚一回来 原本让人头疼不已的问题 居然变得如此轻而易举 就能解决 回想起自己刚才 心急火燎的 一下子拆开了三包 结果反倒把事情 搞得愈发错综复杂起来 他不禁感到一阵 羞愧难当 销路 都怪嫂子 我太不中用了 还傻乎乎地以为 必须要逐个打开查看呢 刘英满心愧疚地自责道 嫂子 您可千万别这么讲 大家都是头一回 做这种事吗 不清楚状况 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对吧 销路 沉直与气轻柔地宽慰着嫂子 同时目光直直地凝视着销路 似乎在期盼 他能认同自己所言 给予嫂子更多的安抚 销路也冲着嫂子笑了 点头说道 怪我早上没说清楚 不过现在知道方法 就很简单了 咱们快整理好吧 看见大门敞开的 院子里面还有说话的声音 他轻声走进院子 看见正在做木工的几个木匠 拿起他们做好的东西 仔细打量了一下 黄木匠以前 见过萧天一次 知道他是销路大哥 立刻打了声招呼 你来了 他们都在那屋里呢 他指了指西屋的方向 销路一眼就看到了 站在门口的陈芝 他大步朝着那边 走了过去 不知道销路叫他 砍竹子来做什么 听到脚步声的陈芝 以为是黄木匠挤人 也没有回头 等销天到了门口 陈芝才发现 是他来了 他惊喜地叫了一声 大哥 第173章 请嫂子 他的这声呼喊 如同一道惊雷 划破了屋内原本的宁静氛围 将正在埋头苦干的两个人 猛地惊醒过来 其中反映最为激烈的当属刘英 他已经有20多天 没有回过老家了 此刻突然听到这阵喊声 便立刻如触电般抬起头 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 当看到萧天时 刘英的脸上 瞬间浮现出欣喜若狂的神情 呀 你怎么来了 你们在这忙活着干啥呢 萧天的声音不紧不慢地传来 萧天的目光被满地堆积如山的物品所吸引 但由于不清楚 这些袋子里究竟装着些什么 心中充满了好奇 于是开口询问 哥 你来了 那些竹子都砍好了吗 这时 萧路也轻轻地插话问道 听到这话 两位轴里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是萧路打电话叫来了大哥 萧天来了 几个人都有些兴奋 一时间 房间里弥漫着欢快愉悦的气氛 萧路见状 赶忙轻声向众人解释道 我一个人搭建棚子 实在有些没办法 所以 只好给大哥打个电话 请他过来帮帮忙 另外 正好也可以让大哥挑选一两双鞋子 带回家穿 萧天听到这话才知道 这些都是鞋子 几个人帮忙 这些鞋子 很快就分门别类地整理好了 萧天这才想起 拴在外面的马车 他朝着萧路的方向问道 萧路 你叫我砍竹子来做什么 萧路正想回答 刘英立刻接话了 萧路 我还想说 砍几根竹子来呢 没想到你先想到了 我们镇上那些小店 不都是用竹子和油不搭的棚子吗 结实得很 萧天听到才知道他们要搭棚子 只是他四下看了看 不知道萧路要搭在什么地方 院子里的木头都遮住的 应该不用另外搭了 看着时间快到中午了 他温声说道 不是要搭棚子吗 搭在哪 现在开始干吧 萧路点了头 就往门外走去 他们这院子外面 有很大的面积 搭个棚子 绰绰有余了 萧天看着满屋子的鞋子 在联想到弟弟萧路此刻 正在屋外搭建棚子 心中不禁暗自揣测起来 他隐约猜到了萧路的意图 但还是忍不住开口问道 萧路 你这是打算卖鞋子吗 我记得你嫂子之前说过 你排了一家塑料厂啊 怎么现在又要卖鞋了 萧路听着兄长的询问 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轻轻点头表示回应 然后 他随手扔掉手中的竹子 从一都掏出一只香烟递给萧天 并说道 哥 这次我去南方的时候 发现那里的皮鞋 不仅款式新颖多样 而且价格也非常具有竞争力 咱们这儿 可没有这样物美价廉的好货呢 正好回来 有车子方便带货 所以就顺便进了一批 我计划在门口搭个棚子 让芝芝和嫂子 帮忙照看摊位 试着卖一卖看 萧天听闻此言 对于萧路 让自己媳妇参与经商一事 心生疑虑 他担忧地问道 你嫂子 他真的行吗 万一弄不好怎么办 别到时候给你添乱 毕竟在他眼中 自家媳妇一直都是操持家务的能手 对于做生意这种事情 可能并不擅长 他生怕媳妇 因为经验不足 而把事情搞砸了 辜负了萧路的一片好意 萧路看昨天的情况 觉得这些东西 在这边应该是好卖的 但是以后的事 没有发生 谁也不知道会怎么样 哥 我们的鞋子 都是订好价直接卖的 到时候直接选码收钱就行了 再说了 哥 你也别小看嫂子 平时我不在家 家里家外全靠嫂子张罗了 这么点小事 嫂子肯定能搞好的 萧天听完也点了点头 自家媳妇的性子他了解 天天在家不做事 肯定觉得难挨 现在有个事给他做也好 那你平时多注意 有什么都要给他说说 别让他搞错了 到时候给你搞亏了 萧路点了点头说道 大哥 你就放心吧 嫂子肯定能行的 他可是从昨天晚上就准备好 准备大概一场了 哥 你也加油啊 说不定嫂子到时候赚的比你多 萧天听到弟弟的话 忽然反应过来 严肃地看着弟弟问到你给他钱了 萧路知道 大哥肯定又跟嫂子一样 不想要钱 立刻笑着说道 总得拿点工资 萧天听到这话就猜到 估计是 刘英又见钱眼开了 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丢下手里的竹子就想进去找他 萧路见状立刻拉住哥哥 哥 你这是做什么 萧路的语气也带着一丝怒气 说话的声音也有些大 你嫂子 你侄子 吃住都是用的你的 他怎么好意思要你的钱 真是钻前眼里了 你让芝芝怎么看 萧路思考了一下说道 大哥 嫂子在我这里也不是白吃白做 每天还要给我们做饭 洗衣服 打扫卫生 到时候孩子生下来还得依靠嫂子 你想啊 做这么多 就算是在外面请个人 要花多少钱啊 萧天还是不依不饶道 都是一家人 说什么钱 再说了 就是洗衣服做做饭 能有多大事 萧天这老古董思想 萧路听到他的话头都大了 立刻拉着哥哥走远了些 历生说道 哥 人人都是平等的 没有说哪些活就该谁做 洗衣做饭 看着不算大事 但是每天都要做 而且还是每顿做 其中的辛苦 你这段时间天天一个人在家 应该也体会到了吧 萧路的问题一抛出来 萧天也不说话了 萧路看着哥哥息怒了 立刻又劝解道 嫂子昨晚上也说了不要钱 但是我这个是长久的生意 不要钱一天两天可以 一个月呢 一年呢 再说了 我反正也要雇人的 嫂子来帮忙 就算是我花钱雇她来上班 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萧天现在的气消了大半 萧路又给她递了支烟 想到合作社的事 她缓缓转移话题道 哥 我们家还有多少兔子 全部卖给合作社吧 让养鸡的来养兔子算了 萧路的话算是 成功吸引了萧天的注意力了 见萧路这样打算 立刻就问她 我在家养得好好的 做什么 把兔子卖了 这兔子 本来是你一个人的产业 卖到合作社 不是给大家赚钱了 哥 有钱一起赚吗 再说了 这世上这么多钱 一个人哪里赚得完 第174章 赚钱的路子 萧天这下 是彻底看不懂萧路的想法了 萧路也不着急解释 萧天倒是稳不住了 萧路 你究竟是怎么想的 说啊 萧路慢慢抽完手里的烟 吐了个烟圈 烟雾缓缓 在二人眼前散开 她淡淡地说道 咱们一家都在城里 你一个人 在老家始终不是个事 合作社现在 也没什么事了 咱们一个星期 回去看一两次就行了 萧路的话 萧天并不认可 声音有些低沉地说道 咱们都是农民 离开了土地 能做些什么 萧路的哥哥 已经32岁了 比萧路整整大了9岁 当时生萧路 也算是爸妈的老来子了 萧路和萧天年龄差距大 思想上也有悬殊 萧路想到 王铁柱上次的提议 扔了烟头在地上 又踩了两脚 确认烟火熄灭了 才上前说道 哥 我嫂子以后 给我打工 卖双鞋 就有三块钱 你要是在村里不出来 长久没有收入 嫂子比你挣得多 你心里好过吗 萧路知道 哥哥是以前的人 大男子主义 思想严重 一说钱 他肯定会好好考虑 他的提议的 萧路 你给你嫂子那么多钱 就是为了这个 萧天的语气不卑不喜 很平稳 听不出什么特别的 但是萧路知道 他生气了 萧路看着哥哥 他还很少有机会 看见哥哥这种表情的 想着自己 哥哥那拧巴的性子 他也不含糊了 立刻拉着哥哥的手说道 哥 如今咱家日子 好过起来了 我肯定得拉你一把呀 毕竟咱俩 可是亲哥俩 我哪能只顾着 自个享福 而不顾你们呢 当然了 我并不是不让你种田 而是如果咱家 不再养兔子了 那你就能腾出更多时间 来做点别的事情吗 萧天听后 仍然有些不悦 低声嘟囔道 我待在家里头 既不用下地干活 又没其他事可干 要那么多闲暇时光 能干啥呢 还不如去喂喂兔子 喂喂鱼来的自在呢 正好可以打发下时间 实际上 萧天倒也并非真的 在生弟弟的气 他心里清楚 弟弟这是好意 但同时又觉得 自己特别窝囊废 眼看着弟弟 如今有房有车不说 还经营着合作社 开办了塑料厂 饭店也经营得 有声有色的 眼下又琢磨起 卖鞋子的生意 再回过头看看自己 真是一事无成啊 一天到晚 只知道守着自家 那一亩三分地 如今连媳妇都得出去 挣钱养家糊口 他越想越觉得 自己活得太失败了 萧露不知道 哥哥在想什么 看他的样子 有些挫败 萧露想着 自己不会是要瞎猛了吧 把哥哥斗志都说 没了就不好了 他斟酌说道 拖拉机你也会开 我是想着 把家里的兔子 拿到合作社去养 反正他们领工资的 你到时候 主要就是 做管理工作了 萧天还是 有些不愿意地说道 我现在 也能管理啊 也不影响啥 萧露见自己这个哥哥 真是性子降得很 他想了想 换了温和的语气说道 我前几天去了花肥厂 你知道 现在他们厂里的生意多好 厂子的机器晚上 都没停过 根本坐不过来了 萧天不明所以 问道 那王铁柱不是挺好了 听说他现在在那里面 混得不错啊 对啊 他还让我去他那上班 一个月给我这个数 萧露伸手笔划了一下 萧天看到吃惊地问道 这么多 王铁柱真是出息了 你想让我去他们厂里 萧天算是 品出一点萧露的想法了 只是自己 从来没进过厂里 不知道 能不能做好啊 再说了 村里还有那么大产业 他再出来了 他们一家 就没有一个人 在村里了 萧天始终觉得不踏实 只是萧露说的门路 也确实是赚钱的门路 现在这个时候 去哪能赚那么多钱 萧露见哥哥误会了 立马解释道 你要是进厂里了 工作辛苦 而且老家的事 没办法照看 我的意思是 你可以开着拖拉机 去拉话肥到附近 这些村里卖啊 萧露话一说完 萧天眼睛都亮了几分 他激动地看着弟弟 萧露 你这脑子是咋长的 我们咋想不到这些呢 萧露文言觉得哥哥 有时候也挺可爱的 他笑了笑说道 哥 你也别以为这生意好做 反正王铁柱说了 到时候给我们低价 净价低 到时候只要卖出去 就是捣手买卖 我想这一个月 肯定能赚不少 只是 也别小看了这生意 没你想的那么好做 萧天文言也点头 现在农村很多人种地 还不会用肥料 大多是农家肥 但是产量也低 我知道 农村的生意不好做 但是你说的这个门路 倒是行得通 萧露看哥哥的样子 就知道他感兴趣 他又跟他说了很多 包括自己厂里的流量拉化肥 去卖的事 都跟他说了 萧天听完了 只说回去考虑考虑 萧露倒觉得 没什么可考虑的 他笑着说道 哥 你就大着胆子去做吧 我们的地里也需要化肥 你先拉两车去卖 到时候 要是真不能脱手 大不了咱们 自己用在地里 萧露的画像 是给萧天打了一记强心针 他有了底气 瞬间也觉得 豪情万丈 好 我过两天就去试试 行 你定好时间 就打电话过来 到时候 我提前把车子留给你 两兄弟边搭棚子 一边聊细节 萧天又问了 萧露场子里的情况 萧露一五一十地说了 听见场子现在 还是盈利的 萧天也没有太担心 萧露没跟哥哥具体说 他们和自己不一样 心里压力大 说了怕他们想太多 两兄弟棚子搭了一半 留音饭也做好了 两个孩子 现在中午都在学校吃 没有回来 萧露两兄弟 加上木匠三个人 喝了几杯小酒 下午 萧露两兄弟接着干 骨架全部都固定得 严严实实 上了钉子 又是铁丝什么的 一般的风啃 定吹不垮 萧露拿出场里的薄膜套上去 这个棚子 就算是成了 黄木匠上午 就搭好了三匹大木板 萧露搭好之后 看了看 正好 这个棚子 大概能摆五十来双鞋 已经算是很大了 早上留音 送完孩子回来摆摊 时间刚刚好 第175章 卖鞋子 萧露两兄弟一起干 下午就把棚子搭好了 萧露拿鞋子 出去试了试 还能摆四五十双 面积算是很大了 萧天本想回村去 但是想着自己二十多天 没看见孩子了 心里还是有些想他们 当时想着 留下来吃了饭再走 两兄弟晚上喝了两杯小酒 晚上萧天也不走了 第二天一早 萧露就去了厂里 刘英送完孩子回来 萧天就帮着 一起把摊子摆上了 没想到还在摆摊的时候 就有两三个人 看上这些皮鞋了 一心想着试一下 萧天见有客人 立刻让刘英接待 自己进去搬货 两口子摆得差不多了 沉枝也出来了 萧天这才想着回家了 大哥 要不你就在这里 住两天再回去吧 等一下让萧露 给刘神打电话 让他帮忙喂一下吧 大哥来了都没怎玩过 每次过来都是来帮忙 沉枝一直挽留他再留两天 刘英看着萧天的表情 就知道他不会再留的 自己男人的性子 他还是知道的 芝芝 我还是回去了 家里还有那么多牲口 不回去我不放心 池塘里的鱼也要喂了 萧天一说起来 只觉得到处都是活 刘英知道他的性格 也不再劝说了 芝芝 你哥那人你还不了解 什么都没有他的地重要 就让他回去吧 就算他在这儿 也待着不安稳 嫂子说的话挺有道理的 陈芝也是 无奈地笑了笑 对着萧天说道 那大哥呢 回去路上慢险 萧天这才点头 同两个人告别 走之前看着自己的媳妇 心里还有些别扭 他板着脸说道 你给萧露卖货 可放机灵点 别忘记收钱 眼睛要紧心点 别让人钻了空子 刘英本来挺开心的 听见萧天这一顿嘱咐 心情立马受了影响 气得说道 知道了 你快走吧 萧天牵上马车 就头也不回地走了 这马昨晚上就为了些菜叶子 今早上起来也没吃什么 萧天知道 在路上肯定走不快 见自家男人走了 刘英心里也有些心酸 毕竟以前还从来 没有分开过这么久 陈芝看见嫂子的样子 猜到他可能有些伤感 想着转换一下气氛 立马笑着说道 嫂子 这些看样子还挺受欢迎的 这么一会儿 都好几个人来看了 刘英一听到这话 立马来劲了 笑着说道 是啊 早上这一会儿 就来了五六个人了 刚才那两个大姐 我看他们很心动 估计是看上了 说不定啊 等一下还会回来买 芝芝 你信不信 刘英自信地问道 陈芝看着嫂子的样子 不忍扫兴 只是笑着点头 要不是萧露说的 二十五一双 一分钱不少 刚才要是少几块 估计他们就买了 那两个客人没拿下 刘英还有些遗憾 这下跟陈芝感叹 萧露的定价 是不是太高了 陈芝也不知道是不是 按她来说的话 这些鞋子 款式好看 做工也精细 一看就是上等货 卖这个价 她真觉得不贵 嫂子 说不定他们去商场 比价去了 等一下就回来了 陈芝随便想了个理由安慰道 刘英听完 果然神清气爽 没过多久 又有人路过了 看见他们摊上的鞋 全都好奇地跑过来看 哎呀 你们这鞋是哪里来的 这些款式 以前没见过的 这个大姐手提着菜篮子 看见这么好看的鞋子 有些心花怒放 姐 喜欢吗 这都是南方的最新款 看上哪双可以试 有客人来了 刘英也不抱怨了 立刻上前帮着参谋 这条路是条大路 买菜的人都会经过这里 全是些附近家属院的女人 看见这里热闹 全都围了上来 哟 这都是什么鞋 这些皮鞋的样子 咋这么好看 哎 张大姐 快过来看看 来了来了 哎呀 还真是 这双不是我们隔壁陈大姐 昨天穿的那双吗 原来是在这儿买的呀 昨天问她 在哪儿买的她 还神神秘秘不给说 一群女人七嘴八舌地围上来 看了这双看那双 刘英的眼睛 都有些忙不过来了 陈芝也在聚精会神地看着 生怕谁不注意钻了空子 一群人左挑右选 总算选上了自己心仪的皮鞋 这年头有一两双皮鞋 可是成林女人的标配 毕竟她们之中有好些 男人都在体面的单位上班 哎 大妹子 我那双给我留着啊 我这就回家拿钱去 别卖啊 好嘞大姐 那你快去快回吧 刘英兴奋地答应着 这一群人蜂拥而来 又全部一起散去 刘英看着手里的钱 数了一遍又一遍 芝芝 这鞋子还真是不错 这么一会儿就卖了六七双了 刘英数了一遍手里的钱 一遍又一遍 确定没错才放进钱箱里 陈芝 还有半个多月 就到预产期了 占不了多久 她笑着说道 嫂子 我也帮不了你 辛苦你了 刘英看着盒子里的钱 卖一双 她就有三块 心里的劲儿得很 哪里觉得辛苦 芝芝 这点事 说什么辛苦 你忘了咱们 以前在老家的时候了 那时候 可是真辛苦啊 一年到头 连炖像样的饭 都吃不到 刘英回忆起以前 陈芝也想起了 自己过的那些苦日子 两周里都有些伤感 没过多久 刚才看到那两个人 真的回来了 刘英看见 两人朝这边走来了 立刻看了陈芝依然 给了她一个笑脸 脸上透露着 果然如此的感觉 陈芝也笑了 怎么样 两位大姐 我说的吧 我们这些 子制两款式 都是顶好的 其中一个回答到好是好 就是太贵了 能便宜不 价钱是最低的了 刚才都卖了六七双了 还有些是人家回家拿钱了 你看这两双 都是卖出去了的 你看看我们的鞋 跟商场的比一点不差 你要是上商场去 那不得要你四五十一双啊 那两人犹豫了半生 还是掏钱买了 刘英第一次觉得这么高兴 自己凭本事 赚钱就是好啊 两个人忙活一上午 卖了八双鞋 中午刘英 回去做饭 让陈芝 在门口看摊子 陈芝想着干妈 还没有皮鞋 立刻走到了隔壁 让她来选两双 第176章 要生了 陈芝的干妈 来店里看了一圈后 表示这些鞋子 确实很好看 但他们夫妻俩 却一直推托着 不肯收下 陈芝见此情景 便亲自挑选了 两双适合他们的鞋子 并费尽口舌 劝说干妈 收下这份礼物 最终 干妈实在拗不过陈芝 只好满心欢喜地 将鞋子带回了家 此时此刻 陈芝不禁想起 萧露第一次 去金氏时的情景 那时的萧露 因为没有皮鞋穿 还是干妈特意找来一双 她儿子穿过的旧皮鞋 给她应急呢 可如今才过去没多久 他们家里的鞋子 已经多得快摆不下了 夜幕降临 萧露下班回到家中 正好碰上刘英 也从外面接孩子回来 萧露连忙上前 帮忙收拾摊位 而刘英泽 兴高采烈地捧着钱盒 走到萧露面前说道 萧露啊 你猜猜看 今天我跟芝芝 一共卖出了多少双鞋子 嘿嘿 告诉你吧 整整十六双呢 厉害吧 话音刚落 刘英就迫不及待地打开钱盒 把里面的钞票 仔细数了一遍 然后递到萧露手中 萧露看着嫂子 那喜笑颜开的模样 心中明白她 有多么开心 其实别说嫂子了 就算是现代社会中的 家庭主妇们 又有谁不希望 每天送完孩子之后 还能在家里 做点小生意 赚些零花钱呢 这样既能补贴家用 又能让自己 感到充实和满足 再说了 嫂子这一天赚的不少 一天能卖这么多 还算不错了 我还怕卖不出去呢 萧露由衷地感叹道 陈芝健壮 立刻接话说道 这都亏了嫂子 会做生意 嫂子说起话来 那是一套一套的 那些大姐 被嫂子夸的 不买都不好意思了 刘英被说的 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但是萧露两口子都知道 她心里 还是有些自豪的 这个鞋垫 就这样开下去了 一天生意 不算特别好 平均每天能卖个十多双 有时候 还能卖二十来双鞋子出去 陈芝每天收到钱 全都存起来了 给嫂子是 每天献结的 大家都很开心 日子就这样 不紧不慢地过了十来天 萧露的模具拿回来 厂里 已经测了了几次 但是材料 还有些不匹配 做出来的东西 有些瑕疵 这段时间 陈芝也快要生了 她都是家里厂里两边跑 她怕陈芝晚上 忽然发作 特意去店里 把三轮车开了回来 让小赵他们这段时间 买菜 就自己走路去 辛苦几天 小赵听说 嫂子要生了 也有些激动 让萧露生了 就通知她 到时候 她送些鸡蛋过来 萧露看她的样子 就知道 她这段时间挣钱了 也没拒绝 只说 还不知道 具体哪天生 店里生一忙 萧露过去 说了几句 就回家了 这段时间 陈芝的肚子 倒是挺稳定 过了预产期了 还没有发动 这天吃饭 陈芝有些着急 上火地问道 萧露 你说我这怀的 不是个哪吒吧 怎么过了时间了 还不出来呢 听到陈芝的话 刘英倒是先笑了出来 哈哈 芝芝 你也太心急了 孩子嘛 到了该出来的时候 肯定会出来的 你别急嘛 刘英的态度 倒是挺轻松的 萧露跟她想的倒是不同 她毕竟是现代人 知道过了预产 七九了不生的话 养水容易不够 孩子会缺养 思来想去 她对着陈芝说道 吃饭吧 咱们明天 去医院做个必烧查一下 看她孩子的情况 刘英自己生了两个孩子 从来没做过什么必超 听到萧露 还要去检查 立刻有些不以为然 萧露 不是我说你们 还没发作 就是孩子 还不想出来 你们两口子 就是心急 等两天又怎么了 这生孩子 又不是医生说 多久出来 就多久出来 你得耐心点 陈芝也觉得 嫂子的话 有些道理 安慰道 再等两天吧 要是还不出来 我们就去检查一下 陈芝心里 还是有些害怕的 要不是肚子里的孩子 天天在里面动态 她肯定跟萧露 一样担心了 萧露见他们两人坚持 自己也不说啥了 只是想着只等两天 到时候还没发动的话 说什么 也要去医院检查一下才行 几个人吃完晚饭 萧露正在帮嫂子 收拾碗筷 陈芝坐在桌上 起身的瞬间 感觉到身下一阵热流 她吓得大叫了一声 萧露 怎么了 萧露以为她不舒服 立刻走过来 我 好像是尿了 陈芝没想到 会遇上这种尴尬的状况 有些不知所措 但是萧露 是自己的男人 她也没觉得 有啥不好意思的 萧露听到她这话 也吓了一跳 立刻扶她坐到了椅子上 大声喊道 嫂子 吱吱要生了 听见萧露喊叫 陈芝有些拉不下脸 担忧地说道 萧露 我还没感觉痛啊 你咋说 我要生了 嫂子听到声音 立刻跑了过来 萧露说了一下情况 嫂子 立刻拿了一套衣服过来 边走边说 破水了 肯定要生了 去医院吧 几个人慌里慌张的 隔壁的干妈 也听到萧露那声叫喊了 立刻赶过来 萧露拜托干爹 照看家里两个孩子 自己骑着三轮车 就朝医院开去 到了医院医生一检查 确实是羊水破了 芝芝 怎么样 痛吗 萧露 有些紧张地问道 陈芝虽然紧张 但是确实还没感受到痛感 她总不可能 不痛偏要说痛吧 只是轻轻摇头 刘英走到半路 又回去拿孩子的衣服和被子 这时候 只有萧露和干妈 陪在她身边 医生给她挂了一瓶药水 陈芝也不知道是啥 她静静地躺在医院的床上 等着肚里的孩子发作 陈芝躺在床上 到了半夜 果然开始痛起来 刚开始她还能忍受 到了后面 越来越痛 她也忍不住叫了起来 女人生孩子 就是过鬼门关 看到陈芝难受的样子 几个人都紧张地不行 萧露更是急得眼角寒泪 医生隔一会儿 就过来检查 急得等了许久 陈芝已经痛得死去活来了 隔了一个小时 医生又来检查 可以了 推进产房吧 第177章 生孩子 哇的一声嘹亮 而清脆的啼哭 仿佛一把利剑刺破了 寂静的夜空 响彻了整个楼道 萧露和其他几个人 紧紧地站在产房门外 他们紧张的心情 终于稍稍放松下来 生了 肯定生了 我听到孩子的哭声了 刘英激动地满脸通红 声音有些颤抖地喊道 一旁的干妈脸上 也洋溢着欣慰的笑容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大约过了好几分钟 产房的门缓缓打开 一名年轻的护士走了出来 他环顾四周 然后高声问道 陈芝家属在哪里 萧露如梦初醒般回过神来 急忙迈步向前 大声回答道 医生 我是 我是他丈夫 声音中 难掩兴奋与期待之情 护士微笑着看着萧露 眼中流露出一丝赞赏 轻声说 恭喜你 你老婆 生了个儿子 六斤八两了 这句话 犹如一道晴天霹雳 在萧露的脑海中 轰然乍响 一时间 他竟然有些恍惚 似乎无法相信这个事实 自己如今 已成为一名父亲 他呆呆地站在原地 心中涌起一股 难以言喻的感觉 寂寞生又兴起 这种感觉 如此复杂 让他不知该如何去描述 但在内心深处 他清楚地知道 从此刻起 他的人生 将彻底改变 愣了片刻后 萧露终于回过神来 连忙追问道 医生 我媳妇她还好吗 护士看了他一眼 眼神中满是温柔与肯定 笑着回答道 她很好 休息一会儿就能出来了 听到这话 大家悬着的心 总算落了地 脸上纷纷露出 如释重负的笑容 几个人又等了半个多小时 产房的门终于打开了 两个护士 推着沉枝的产床走出来 萧露立刻上前 查看自己的媳妇 芝芝 你感觉如何 你真的好勇敢啊 已经成为母亲了 萧露面带喜色 与无伦次的喊道 此时此刻 任何言语 似乎都难以 完全传递出 他内心激荡澎湃的情绪 于是便随口说出 脑海中的念头 陈芝静静地躺在病床上 眼眸中满含笑意 但看上去略显疲态与虚弱 不过庆幸的是 他身体状况良好 并无大碍 这时 跟在后面的护士突然发问 谁来抱抱抱抱抱呢 方才如梦方醒般回过神来 纷纷争抢着凑上前去查看孩子 眼前这一幕 让陈芝不禁又好气又好笑 萧露 这小家伙长得可真像你啊 高高的鼻梁 宽阔的额头 至于皮肤嘛 则随了芝芝 白白嫩嫩的 刘英怀抱着孩子 不停地向萧露描述着宝宝的模样 终于 萧露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 急切地 想要亲眼见见自己的孩子 这个崭新的小生命 因他与陈芝的结合 而诞生于世 直至此刻 他仍然深感 一切皆如此不可思议 萧露慢慢地凑近过去 谨慎而轻柔地瞥了眼 只见那小家伙 紧闭双眼 安静地睡着觉 小脸蛋洁白如雪 娇嫩欲滴 额头和鼻梁 正如嫂子所言 确实与自己 有着些许相似之处 尽管如此 萧露仍然目不转睛地 凝视着眼前这个可爱至极的小人 仿佛永远也看不够似的 这个小小的生命 难道真的是自己血脉的延续吗 此时此刻 萧露已然无法分辨 所处之地究竟是现实还是梦境 甚至开始怀疑起 这一切是否只是一场虚幻泡影而已 难以置信的是 自己居然拥有一个儿子了 萧露久久凝视之后 仍意犹未尽 于是便小心翼翼地 从嫂子手中接过孩子 轻轻将其拥入怀中 孩子柔软地宛如一团棉花糖般 抱起来 就如同捧着一只乖巧温顺的小猫咪一般 萧露满心欢喜 但又生怕弄疼了宝宝 所以抱得格外小心翼翼 站在一旁的嫂子和干妈 目睹此景 接面如微笑 萧露啊 你可得小心点哦 记得要拖住宝宝的头部再抱呀 干妈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关切之情 轻声提醒道 萧露听后 连忙调整了一下姿势 用手稳稳地拖住孩子的头部 她左瞧右瞧 心中暗自私存着 似乎有一种神秘莫测的力量 在冥冥之中牵引着自己 冥冥这才是初次相见 然而她却深深感受到了那份传说中的父爱 这种感觉既陌生又熟悉 让萧露不禁沉醉其中 哎呀 别看了 先把产妇推进病房吧 你们堵住门了 护士的声音响起 几个人才反应过来 立刻从门口散开 两个护士把人推进来 萧露轻轻把媳妇抱到了床上 沉知这才算是安稳了许多 她从来医院的时候 心里就一直不安定 害怕的情绪始终围绕着她 让她紧绷的神经一刻也不敢放松 直到现在她才觉得有些真实 她静静地凝视着萧露 眼中满是温柔与欣慰 只见萧露紧紧地将孩子抱在怀中 动作既谨慎又显得有些生疏 但那股浓浓的父爱却溢于言表 眼前这幅充满温情的画面 令她不由自主地微微上扬嘴角 然而就在这不经意间 一股倦意如潮水般涌上心头 她缓缓闭上双眼 进入了梦乡 萧露怀抱着孩子 轻轻打开了一罐奶粉 这罐奶粉可是她特意从遥远的南方带回来的 当初就是担心沉脂产后奶水不足 如今果然派上了用场 一旁的嫂子健壮不禁心生疑惑 连忙问道 萧露啊 这是奶粉吗 孩子最好还是吃母乳吧 这样身体会更健壮些呢 她与其温和地劝解着 希望萧露能明白其中的道理 萧露听闻嫂子所言 脸上露出一抹微笑 表示认同的点头应道 嫂子说得对 我也是怕吱吱这几天没有足够的奶水 所以才想着暂时给宝宝喂几顿奶粉 等过段时间有奶了 就能恢复母乳喂养了 听到这里 刘英才稍稍安心下来 暗自感叹 萧露考虑的还算周全 那就好 如果实在没有母乳 也不必过于担忧 可以给孩子喝点米汤吗 萧露感激地看向刘英 心中涌起一股暖意 她深知家人的支持与理解 对于自己和陈芝来说是多么重要 在这个特殊的时期里 他们需要共同面对各种挑战 而相互关爱 互相扶持 正是度过困难时刻的关键所在 第178章 起名字 孩子总算是出生了 母子平安 这件事 就是萧露这么多天最期待的 眼下孩子生了 她心头的大石也落下了 看着病房里的干妈 熬夜一晚上 明显精神差了很多 她立刻上前劝导 嫂子 干妈 你们先回去吧 回去休息一下 我在这里看着就行 萧露 你没什么经验 还是我在这里吧 到时候孩子醒了好照看 嫂子的声音立刻传来 萧露想到两个侄子自己在家 心里有些不安稳 嫂子 你还是回去吧 两个侄子在家 你回去看看 明天送完孩子 你又过来替我吧 萧露一说到孩子 刘英也没那么坚持了 两个孩子自己在家 虽然说干爹也在旁边 但是始终是不放心 那行吧 我明天早上送完孩子 就来替你 你晚上关着门睡觉 静心点 隔一会儿看一下孩子 换尿布这些 知道吗 刘英说走 但是心里 还是有些不放心 不停地叮嘱道 嫂子 我知道了 干妈 你也跟我嫂子 一起回去吧 萧露对正在看孩子的干妈说道 干妈看了一看孩子 又看了看 陈芝问道 你一个人能行吗 萧露指了纸墙上的石钟说道 这离天亮 也没几个小时了 我能行 再说了 干妈 这生了孩子吃什么 我没有经验 麻烦你明早上 给芝芝送些吃的来 干妈 原本还打算再撑一会儿 但当她听到 萧露安排的任务后 也觉得这是个要紧事 于是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 并再三嘱咐萧露 一定要细心照顾孩子 她特别强调 不能让孩子 跟陈芝一块睡觉 担心陈芝睡着后 会不小心 伤到孩子 萧露连连答应 表示 会牢记在心 两人忧心忧忧忧地 离开了房间 没走几步 便忍不住回头 张望一眼 刘云心想 等明天一早起床后 得赶紧给家里打个电话 让萧天过来帮忙照看孩子 毕竟这段时间 她既要往医院跑 又得顾着家里 实在是忙不过来 等人都走光之后 萧露独自一人静静地凝视着 熟睡着的妻子 然后将目光 转向躺在一旁的孩子 此刻 她内心充满了 无法言喻的激动之情 望着孩子 那可爱的小脸 她终于真切地感受到 自己真的成为了一名父亲 她动作轻柔地抚摸着 孩子的脸庞 接着又伸出手轻轻 触摸孩子的小手和小脚 小家伙那么小巧玲珑 浑身软绵绵地 还散发着淡淡的香气 萧露越看越是喜欢 总觉得 怎么也看不够似的 萧露坐在床边 眼神一刻 也没有离开过孩子 她想着未来 要给孩子最好的生活 让他幸福快乐地成长 这时 孩子突然动了一下 小嘴微微张开 像是在做梦 萧露轻声笑了起来 自言自语道 小家伙 你在梦里 看到了什么呢 她轻轻拍了拍孩子 哄着她入睡 看着孩子安静下来 萧露也感到一阵 困意袭来 她靠在椅子上 闭上了眼睛 享受这片刻的宁静 不知过了多久 萧露被一阵哭声吵醒 她一下子坐直身子 看到孩子 正在哇哇大哭 萧露有些手忙脚乱 她赶紧抱起孩子 轻轻摇晃着 试图安慰她 宝宝不哭 爸爸在这里 萧露一边说着 一边检查孩子 是不是饿了 或者尿湿了 经过一番努力 孩子终于停止了哭泣 再次进入了梦乡 萧露松了口气 心中充满了 出为人妇的喜悦 和责任感 孩子是睡着了 陈芝却被这动静吵醒了 萧露抱着孩子 轻手轻脚地 走到陈芝身边 媳妇 你醒了 当当孩子哭了 我哄了好久呢 陈芝看着眼前的男人和孩子 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萧露 谢谢你 我感觉好幸福 萧露轻轻 亲了轻陈芝的额头 你辛苦了 好好休息吧 说完 萧露将孩子 放在陈芝身边 然后自己躺在另一侧 轻轻握住陈芝的手 萧露 我们给孩子 起个名字吧 陈芝侧过头 看着萧露说道 好啊 你有什么想法吗 萧露温柔地问道 我希望孩子以后 健康快乐就好 陈芝笑着说 萧露想了想 那就叫萧乐吧 希望他一辈子 快快乐乐的 萧乐 这个名字好听 只是 会不会太随意了 陈芝点点头 老公 你真好 萧露看着陈芝和孩子 心里满满的 都是幸福 我会一直对你们好的 我们一家三口 一定会幸福的 陈芝还在想着孩子的名字 觉得萧露 虽然是随口说了一个名字 但是他却觉得 这名字好 越想越觉得好听 但是 想到大哥的孩子 一个叫应龙 一个叫鹰虎 陈芝觉得名字 还是应该先别急 等回家之后 好好想想才行 生完孩子之后 体力有所下降 陈芝感觉 还是很困倦 不知不觉 又睡着了 萧露小心翼翼地 将孩子倾放在 媳妇身旁 然后拿起水瓶 快步走出房间 去接一壶滚烫的开水 他心里琢磨着 小家伙待会儿睡醒后 必定会饿得哇哇大哭 所以得提前做好准备 免得到时候 手忙脚乱 当萧露回到房间时 发现孩子已然苏醒 而陈芝正温柔地 萧露急忙走上前去 从妻子怀中接过宝贝 心疼地对她说 来 把孩子放床上吧 我来给她冲奶粉喝 你才刚刚生产完 身体还很虚弱 尽量别抱孩子 不然将来容易落下病根 手会疼呢 萧露轻声细语地哄了两句 便轻柔地 将孩子放置在床边 顺手拿起桌上的奶粉 仔细地冲泡了两勺 毕竟新生 食量有限 他估摸这两勺 应该足够孩子享用了 宝宝乖 快来喝奶奶哥 萧露一边轻声呼唤着 一边将泡好的奶粉 小心翼翼地送到孩子唇边 只见那小家伙 如鸡似渴地瞬息着奶嘴 大口大口地 吞咽着香甜的乳汁 初次为人父母的小两口 满含爱意地凝视着 这个宛如小猪般 可爱的小生命 脸上 情不自禁地绽放出 幸福满足的笑容 第179章 杂围墙 次日清晨 晨曦微露 干妈便早早地带着食物 前来探望 她所带来的东西 皆颇为温和 并非那种大补之物 此时 陈芝已然醒来 不得不说 经历过昨夜那一番折腾后 她着实感到鸡肠碌碌 芝芝 你一定饿坏了吧 干妈尚未踏进房门 便关切地询问道 陈芝与萧露听闻此言 纷纷转过头去望向她 干妈 您怎么这么早过来啊 昨晚您怕事 没有休息吧 萧露快步上前两步 接过干妈手中提着的一堆物品 并好奇地问道 回去睡了一会儿就起来了 芝芝生孩子 今天肯定饿得早 我就早点来了 干妈带来了许多东西 只见那些包裹鼓鼓囊囊的 其中不乏数个精致的饭盒 萧露定睛一看 眼前这五花八门的食材 让她不禁有些目不暇间 干妈 您准备得如此丰盛 真是辛苦您了 若不是有您在身边 恐怕我一个人会茫然试错呢 萧露凝视着眼前琳琅满目的美食 满心感激地对干妈说道 谢什么 芝芝叫我一声妈 也算是我半个女儿了 当妈得给女儿做点吃的算什么 萧露和陈芝两口子 看着丹妈送过来的吃的 都开心地笑了 刘英一大早就起来了 做完了孩子的饭 就送他们去学校 回来之后 立马给萧天打去了电话 萧天听见地习声了 也有些惊讶 她放下家里的活鸡 立刻去养殖场 抓了两只母鸡 这鸡养了五六个月了 还是挺大的 一个也有五六斤的样子 正是能吃的时候 她又在养鸡场拿了些鸡蛋 这段时间 这些鸡才开始下蛋 鸡蛋不多 她今天全拿了 一共才六十多个 不过现在很多鸡都开始下蛋了 后面的蛋 肯定会越来越多的 萧天收拾了不少东西 又想着去捞点鱼上来 到时候给陈芝熬鱼汤喝 可惜捞了半天没捞到 都是些草鱼 鸡鱼要掉 萧天想着 自己先进城 过两天回来了 慢慢掉也行 她迅速地将所有物品 整理妥当后 便牵着马车 朝着城中进发 一路上 村里的人们 纷纷投来好奇的目光 并急切地询问着 她此次进城的目的 萧天心想 如今孩子都生下来了 没有隐瞒的必要 况且将来还得 设宴邀请亲朋好友 共同庆祝孩子的满月之喜呢 于是乎 她面带微笑地 向众人分享了这个 令人欣喜若狂的好消息 听闻此讯 村民们无不欢欣鼓舞 忠心祝福 抵达城内后 萧天一刻也不敢耽搁 静置赶往医院 当她终于寻得了目的地时 时针已然悄然指向 临近正午时分 好几个人轮流在医院 悉心照料着陈芝 经过漫长而焦急的等待 陈芝终于得以康复出院 可以返回家中调养身体了 此时此刻 正值夏日炎炎之际 酷热难耐 萧路驾驶着一辆三轮车 缓缓地将虚弱的陈芝 载回了家中 到家之后 萧天带来的那只老母鸡 终于派上了用场 刘英当机立断 立即宰杀 并熬成鲜美可口的鸡汤 端至陈芝面前 让其享用 目睹着眼前 陈芝所享受的优厚待遇 刘英心中 不禁涌起一丝 难以言喻的酸楚滋味 遥想当年自己分娩之时 别说这些滋补佳肴了 哪怕能够填饱肚子 都算得上是一种奢望 然而时过境迁 今非昔比亚 萧路这段日子 也每日在家服侍产妇 萧天回去了一趟又过来了 两兄弟最近最为难的事 就是给孩子起名字了 萧家一直遵循着 以英字作为辈分的传统 萧天希望弟弟 也能依照此例取名 然而 萧路却并不喜欢这个想法 他自行琢磨出了几个名字 但总觉得不够满意 这几日来 两兄弟都因起名一事 而倍感困扰 这段时间里 萧路一直留在家中 悉心照料产后的妻子 与此同时 厂里的生产工作 也在热火朝天地开展着 上次萧路 从外地开完模具带回的新产品 如今已成功研制出来 前两天他去厂里时 吩咐工人们 先制作一小批是试水 数量不多 投放到市场上去 观察一下消费者的反馈 目前这些产品 已经开始投入生产 萧路计划过两天 再去工厂 查看一下进展情况 自沉枝生下宝宝 至今已有十余日 近几晚 萧路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 每当夜半时分 孩子哭闹不休 他便不得不起身更换尿布 此时此刻 望着手中的尿布 自己脸上浓重的黑眼圈 以及不断脱落的头发 萧路才真切地意识到 自己已然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奶爸了 这几天产品已经上产线了 萧路却是时不下宴 总觉得不安 萧天看弟弟日见萧瘦 忍不劝说道 萧路 你去休息一下吧 孩子睡着了 我给看着 哥 那你看着点 我去觅一会儿 昨晚上起来好几次 没怎么休息 萧路轻快地答道 行 别说了 快去吧 这段时间 整个家里都很忙 萧天来了 也觉得忙不过来 刘英要照看外面的摊子 还要时不时来看孩子 毕竟萧路两口子都是新手 每天接送孩子 还要给陈芝做营养餐 干妈虽然也过来照顾 但是萧路上次说的 围墙上打个门 一直没时间去弄 白天过来看了 有时候孩子在睡觉 晚上都关门插锁 想来也来不了 萧路厂子里也要忙 萧天这几天都在外面帮忙看摊子 还别说 这摊子生意还挺好 萧天觉得自己不善言辞 客人来了也没怎么说 只是帮帮忙找下马术 一天也能卖十多双 他这次来才知道 萧路卖一双就给媳妇三块钱 这一天卖十多双 就要挣三四十块 这么轻松的活 挣钱这么快 萧天觉得 真是打破了自己的认知了 他看着媳妇每天挣钱 心里也有些不适滋味 想着萧路上次说的提议 萧天觉得 不管怎么样都要去试试 他决定等陈芝出了月子 这里不那么忙了 他就跟萧路说说这个事 第180章 半酒席 陈芝坐月子期间 对于萧路来说 既是一段幸福时光 又是一份甜蜜的负担 因为此时厂里 正推出一款全新产品 并进入市场推广阶段 所以萧路异常忙碌 但这些并非关键 问题真正让他心神不宁的是 对新产品未来前景 及市场接受度 充满担忧和疑虑 昨天首批货物 终于生产完成 萧路专程前往工厂查看 却惊讶地发现 所有货品竟然堆积如山 滞留在仓库里 面对此景心中 满是疑惑 于是毫不犹豫地找到 销售部门负责人 刘亮询问情况 不出所料 当刘亮见到萧路时 便已洞悉起来意 甚至未等萧路 开口主动说道 萧总您此次前来 想必是想了解 新产品相关事宜吧 萧路并未答话 直接切入主题质问道 为什么这批新产品 还没发货给经销商呢 仓库里 还有这么多存货 事实上刘亮 此刻亦有苦难言 毕竟过去萧路 曾是他手中客户 如今身份陡然转变 成为自己顶头上司 而且还知晓自己 在外谋取私利之事 这使得每次 与萧路面相对立时 刘亮总有种 赤身裸体般 无地自容之感 心底始终觉着 亏欠于对方 因此在萧路面前 总显得有些气短理亏 萧总 我已经跟经销商们说过了 但他们都不敢多拿 担心卖不出去 而且还有一些 没来拿货的经销商 表示这个东西之前 从未销售过 那些镇上的小经销商 更是谨慎 有些人只拿了四五个而已 萧路惊讶地发现 竟然是这个原因导致的 但他认为 只要产品不存在质量问题 其他方面 就不算太大的难题 萧路镇定自若地说道 别着急 我们耐心等待即可 任何新产品 都需要一个适应市场的过程 只要确保产品 没有质量和设计上的缺陷 我坚信 它被市场所接纳 仅仅是时间问题罢了 萧路展现出 充满自信的态度 流量则不断点头 表示认同 然而 实际上流量并没有像萧路那样 拥有如此坚定的信心 在他看来 这款产品并非必需品 能否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中 展露头角还是未知数 而萧路内心深处 其实也并非完全有把握 他的这份自信 更多源自于他脑海中的记忆 在他的记忆中 这些物品 曾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 广受欢迎 正因为如此 他才对其抱有极大的期望 萧路今天来厂里 其实还有一件事 那就是发喜堂 他带了一大包过来 流量来了 正好给他分一包 这个是他们这边的习俗 家里添丁了 要给周围的亲戚朋友 发喜糖洗饼 萧路一前两天 就准备好了 瓜子 糖果 还有饼干 都是好货 他们自己 在家分装了几十小包 就等着发给亲戚朋友 萧路没回老家 就先发给城里的亲戚朋友 等孩子满月了 再回来家拌上几桌 请村里人吃一顿 他拿起袋子里的一包糖果 递给流量 流量 这个给你 我老婆前段时间 给我生了个儿子 这个糖给大家 沾沾喜气 流量接过喜糖 连连道贺 心里却在犯嘀咕 萧总怎么在这个结果眼上 还想着发喜糖的事情 难道不应该 赶紧想想办法 解决新产品的销售问题吗 他一边琢磨着 一边应承着萧路 答应会帮忙 把喜糖分发给其他人 萧路似乎看出了流量的心思 拍了拍他的肩膀说 发喜糖和工作 并不冲突吗 再说了 喜事当头 人也会更有干劲 咱们得乐观一点 说不定这喜糖 能给我们带来好运呢 流量听了 也只好笑着点点头 出了房间后 流量看着手中的喜糖 不禁叹了口气 他决定暂时放下心中的顾虑 按照萧路的指示去做 也许真如萧路所言 积极的心态能带来转机 萧路分完东西 又在场里巡视了一圈 看了下车间的货物 堆放情况 又不放心地嘱咐了车间主任 注意生产安全 才慢慢回家 萧路还要去一趟店里 把三轮车拿过去 顺便给小赵他们几个人送喜糖 这段时间虽然忙碌 但是萧路一直觉得心情舒畅 夜深人静之时 他经常会睡不着 一直盯着孩子的小脸蛋 幻想着他长大后的样子 虽然表面上看萧路才23岁 但是实际上的他已经30了 正是期盼孩子的年纪 有时候 他甚至觉得孩子哭起来的样子 都能看出来以后的不凡 这就是每个父母的通病 都觉得自己的孩子是天才 萧路以前结婚 据说没办酒席 那时候家里穷 就是亲戚朋友吃了一顿饭 这次陈之生孩子 萧路的想法是大半一场 他想着时间过去十多天了 也可以策划了 从店里回去的路上 就开始琢磨了 回到家 看到大哥在门口看摊 萧路也没有进门 直接坐在摊子上的凳子上 哥 我有个事想和你商案一下 萧天有些意外 不知道萧路这个时候 要说什么 他正色问道 什么事 直接说就成 萧天整理了措辞 慢吞吞地说道 哥 我和芝芝结婚的时候 也没办酒席 那时候咱家里穷 所以 所以我想 这次满月酒办的风光点 你觉得怎么样 萧天道没想到 是这个事 他有些意外地看着萧路说道 这是 还用商量吗 你想怎么办 直接办就是了 这不是要你帮忙吗 还有就是 你们两兄弟 嘀咕什么呢 萧路说到紧要之处 刘英忽然出来了 看见两人低声讨论 他也没多想 出声打断了两人谈话 萧路见他来了 立刻笑着说道 嫂子 你来得正好 我们正在讨论 满月半酒的事 你觉得 我们在哪里办好 哪里办 你的意思 不在村里办 刘英听萧路的意思 就猜到他的想法了 脱口问了出来 听到不在村里办 萧天也抬头看向萧路 脸上满是不解 哥 嫂子 不瞒你们说 我在城里 也认识不少人 要是回老家办 他们肯定不会去 不妥 况且我厂里的工人 上次说请他们吃一顿 也没请了 刘英听到 也觉得萧路说的有道理 毕竟他现在好歹 也是个老板了 身份跟以前不同 第181章 商量 刘英的一番话 恰好说到了萧路心坎里 但萧天却认为 萧路毕竟还是陈家村的人 如果在城里举办酒宴 村里的父老乡亲们 会做何感想呢 于是他皱起眉头 声音略微低沉地问道 萧路啊 你要在城里摆酒席 老家那边的人 要是知道了会怎么想 大家好歹都是同村的 难道不邀请他们吗 萧路连忙解释道 当然邀请了 大哥 我的意思是把大伙 全都请来城里 早上让他们吃过早饭再过来 中午就在咱家这儿 一块吃顿饭 下午还能带着他们 去城里四处转转 溜达溜达 萧路对自己的这个主意 颇为得意 不过心里也没底 不晓得大哥是否赞成 萧天听后 也开始思考起 萧路的这个建议 究竟可不可行 这时 一旁的刘英兴奋地插话道 我觉得这主意很棒啊 咱村子里好多妇女 几乎都没进过城了 每次遇到事情 都是你们男人们进城处理 就好比村头的刘嫂 前阵子还念叨着 自己从没进过城了 这回刚好趁着这个机会 请大伙一块过来热闹热闹 岂不是很好吗 萧路和刘英都觉得挺不错的 萧天也没机会反驳了 只是陈生说道 既然想好了 那就要把事情安排好 酒席要计划宽敞些 别到时候人来了 没地方坐 那是自然了 哥 咱们家摆酒 你还担心这个 就是嫂子卖鞋子挣的钱 我拿出来摆酒 也绰绰有余了 我主要还是想着热闹一下 萧路温声解释道 几个人商量好了 萧路又回去 跟陈芝说了这个事 陈芝也觉得不错 她原来还担心要回家摆一次 这边摆一次 两边跑呢 萧路 到时候 你还是得亲自回去请客 免得别人说 咱们有钱了 看不起他们 不重视 陈芝抱着孩子 一边哄娃 一边跟萧路说着自己的担忧 确实是要自己亲自回去一趟才行 不然免不得有些人说嘴 你放心吧 我都想好了 过几天 我们订好时间了 我把洗堂也带回去 叫上村长和大哥 挨家挨户去请 也好让大家来认认门 萧路安排的也算是周祥了 陈芝没说什么了 这次孩子满月 村里就有接近十桌人 萧路厂里还有三四桌 还有其他认识的人 大概也能凑三桌人 陈芝仔细数了一遍 发现总共差不多有将近二十桌客人 他从未料到 萧路竟如此大张旗鼓地操办此事 原本 他只是打算回到村子里 请大伙简单聚个餐就行了 然而转念一想 如今萧路的事业日益壮大 结识的人也越来越多 如果只邀请其中一部分 而漏掉另一部分 那确实有些不妥当 陈思片刻后 陈芝亲身问道 萧路 我们宴请这么多人 花费会不会很高呀 此时 萧路刚刚给孩子换好尿布 顺手将脏尿布扔进盆子里 然后洗净双手 回应道 花不了多少钱了 而且 这点小钱对我们来说 还是负担得起的 当初咱俩结婚时 并没有白酒席庆祝 现在孩子出生了 家里经济状况也有所改善 理应邀请亲朋好友们 过来欢聚一堂 热热闹闹一番吗 更何况 几位姑父 堂哥 还有表哥他们 都还没到过咱城里的家呢 总得找个机会 让人家来认认家门不是吗 萧路的话刚刚说完 陈芝瞬间陷入了沉默 然而内心深处 却涌动着一股温暖的热流 他又怎么会不明白呢 萧路这样做 其实也是在顾及他的颜面 弥补他当年结婚时 未能举办酒席的遗憾 仔细回想过去 自从父母离世后 大伯一家便侵占了自家的土地 而萧路家支付了三十元的彩礼 就将一无所有的自己迎娶进门 甚至连房屋也被大伯家霸占 那时的沉直心里 没什么想法 就是这般空手而来 嫁给了萧路 如今萧路的生意越做越大 他原本还心存忧虑 害怕萧路会如同某些人一般 开始瞧不起自己 但此刻看来 这些担忧完全是多余的 起初 沉直并未考虑过这些问题 只是在怀孕后 结识的人渐渐增多 那些人整日闲言碎语不断 久而久之 他的心思也变得越发沉重起来 于是 沉直暗自下定决心 既然孩子已经降生 那么日后 他也要寻找一些事情去做 绝不能再如从前那般 与那些爱般弄是非的 长舌妇人为伍 平白地损害夫妻间的感情 他笑着说道 萧路 以后孩子大些了 我也想找个事做 你觉得 我做什么比较好啊 萧路正在整理孩子的衣服 这孩子小 鸟多 一天要换好几套 萧路才把晒单的衣服收进来 沉直忽然发问 萧路还觉得 有些意外 芝芝 你怎么了 这孩子才生下来 还没满月呢 你怎么忽然想起说这个了 沉直听闻这话 脸色略微变得暗淡无光 嘴唇清起 声音轻柔地说着 我没什么事了 我只是感觉 大家都忙碌着各自的事情 而我却似乎没有太多用处 萧路凝视着沉直的模样 心中暗自私存 她深知女性生产后 往往会经历这样一个阶段 如今流行的说法 称之为产后抑郁 萧路突然意识到 应该给予妻子更多关怀 于是 她温柔地对沉直说 芝芝啊 等宝宝满月之后 你就能外出活动了 那时候 你可以与嫂子 一同经营那家鞋店啊 你不是曾经和干妈 一起学习刺绣记忆吗 沉直微微一笑 表示回应道 确实如此 但一直待在家中 总觉得 不像你们所从事的工作 那般正式规范 直知 职业并无高低贵贱之分 更无关乎工作场所 我曾目睹过你们 精心制作的刺绣作品 真的非常出色 近年来 或许经济稍显拮据 但我坚信 再过几年 你们的手艺 必定会大受欢迎 掀起一阵热潮呢 然而 关键在于 你需要持之以恒 坚守这份热爱 萧路语重心长地 鼓励着她 陈芝听完点了点头 也觉得自己有些 过于看低自己了 她默不作声地 陷入了沉思 第182章 坐月子 陈芝坐月子 连房间门都没有出过 每天不是喂孩子 就是睡觉 萧路看出来 她的精神状态 确实是大不如前 她默默地 给她更多关怀 自己也经常带孩子 白天的时候 也让陈芝穿后点 去院子里走走 这样过了几天 陈芝的精神 果然好了很多 萧路暗中松了口气 看来是观太久导致的 现在每天出来逛逛 见见人也不错 干妈每天都过来帮忙 但是两家隔着一个围墙 始终不那么方便 再加上他们出月子之后 要半久 这天干妈来了 萧路正好商量 干妈 你别忙了 过来坐坐 我有点是想和您商量 干妈还在帮忙洗尿布 陈芝抱着孩子 在晒太阳 这段时间 天气算是稍微有些热 外面一丝风都没有 陈芝每天都在院子里 坐久了 就进屋休息一下 精神状态非常好 看见萧路叫 陈芝也连声劝道 干妈 你快坐吧 这些不用你坐 萧路会洗的 哎呀 就让我做点事吧 我这每天过来看一眼 也没帮上什么忙 原本想晚上搭把手的 但是咱们又不住一块 只能做这些了 干妈手上动作没停 萧路文言 眼神一亮 她笑着说道 干妈 我本来也是想跟您商量这个事 上次咱们不是说 在围墙上开个门吗 这两天有空 我想着请人来坐 您看行吗 干妈听到萧路的话 放下手里的衣服 看着她说道 那你去找人就行了 这样咱们以后 来往也方便些 萧路想到自己过两天 办满月酒的事 觉得有必要跟干妈解释一下 干妈 其实是我们 准备在孩子满月的时候 办满月酒 我们算了一下 怕是有二十桌 我想着到时候 借用你们的院子 也摆计桌 您看方便吗 萧路斟酌着用词 说话还有些小心翼翼 干妈笑着说道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 我们还巴不得呢 不瞒你说 我们老两口 家里 除了你们 已经很多年 没来过人了 有人来我们高兴 听见干妈的回答 萧路心里的石头 总算有多半落了地 她还是谨慎地说道 干妈 要不您回去 跟干爹说说 我怕到时候客人多 打扰他 哎呀 不用 你干爹 每天在书房也没什么事 就是写文章 你还不知道吧 自从在你们老家 过年回来 你干爹 一直在写文章 说是写什么书 我也没仔细问 反正就是每天都在书房里写 要不是你们啊 我都快发霉了 无聊 干妈说完自己觉得 也有些好笑 爽朗地笑出声来 外面看探的流音不知道 里面几人在笑啥 好奇地探头 进来观望 干妈 那就这样说好了 我明天就找人来做工 大概一两天就能做好了 到时候咱们 互相来往就方便了 行 你找人就行 我回去 跟你赶紧说说 几个人说完就散了 萧路在院子里走来走去 看具体开门的位置 她想着两家院子 连通了也好 到时候做什么都方便 他们俩的老年人 在家有什么事 自己也很快就能赶到 萧路的动作很快 头天说完 第二天就找了工人 过来施工 一天的时间 就把墙砸了重新粉刷了 在原来的围墙上 做了个远拱门出来 一边的刘英 看着隔壁的院子 笑得合不拢嘴了 她的心里 其实有很多私心 想着萧路干爹 干妈没有子女 以后养老肯定是靠萧路一家了 等他们百年了 这房子 肯定也是留给萧路了 她想着萧路 现在有房子了 到时候隔壁那套 凭萧路和他们的关系 肯定是给自己了 她想得长远 现在看着工人施工 就已经在畅想自己 住在隔壁的事了 等反应过来了 她才整理了自己的思绪 这点想法 只能她自己 在心里想想 千万不能透露出去的 不然别人知道了 只会觉得自己想吃绝户 沉汁快出月子了 萧路和萧天 也看好了时间 他们找干爹 也看了一下 干爹看了看历叔 也觉得 萧路选的日子可以 几个人一商量 都觉得日子不错 萧路和萧天 选了个天气好的日子 一起回了趟老家 她回去之后 先到了村长家里 王美丽看见萧路来了 老远就笑得合不拢嘴了 萧路 听说你媳妇生了呀 恭喜啊 谢谢美丽姐 姐 村长在家吗 萧路递给她一包喜糖 王美丽立刻伸手接过去了 她在家 你们等着 我这就去叫她 王美丽说完 也不等萧路他们说话 立马往房子后面的地里去了 萧路二人 自己在她家里端了的凳子出来 坐着 没多久 村长就回来了 萧路 你找我啥事啊 不是说你媳妇 给你伤了的小子吗 你不在家伺候月子 怎么回来了 村长说话 一气呵成 完全不带停顿的 萧路听完 都不知道回复哪沟了 她给村长递了支烟 笑着说道 村长 我今天回来 就是为了这事 我孩子快满月了 我们想到时候 在城里办满月酒 到时候 把村里的乡亲 都请不去玩玩 所以我特意来找你帮忙 去城里办 这倒是新鲜 只是我们村 以前也没人 在城里办过呀 不知道 他们去不去了 村长以前 也没做过这事 心里没有把握 只能说话说一半 王美丽却觉得 村里人肯定想去的 立刻笑着凑上来说道 肯定会去的 村里好多人 平时都没怎么去过城里 现在有机会去玩 还有饭吃 有地落脚 他们肯定愿意去 王美丽的话 倒是和嫂子刘英 说得不谋而合 萧路也觉得不错 她笑着说道 村长 劳烦你跟我一起去 我最笨 不会说话 怕得罪人 到时候 要是哪句话说得不中听 你帮我援一下 村长这下算是弄清楚 萧路想要做什么了 她心里也觉得去城里不错 有吃有喝的 顺便玩一趟 萧路现在请她帮忙 她自然要去了 那你等我 我去换双鞋 哎呀 又不是让你现在进城 换啥鞋啊 瞎讲究 赶紧去吧 王美丽的声音传来 村长听见自家媳妇 这么不给面子 脸上有些尴尬 笑着说了句不换了 就跟着萧路 两胸的走了 第183章 发喜堂 他们三人手提喜庆精致的喜堂 满脸笑容地穿梭于村落之间 逐门逐户地派送着 这份甜蜜与喜悦 当得知萧路邀请众人 前往城中复宴时 村民们不禁流露出一丝迟疑之色 然而家中的女人们 却难掩兴奋之情 他们渴望借此良机 进城游玩一番 毕竟村长已然发话 众人纷纷阴韵下来 萧路心里明白 届时或许会有一部分人 未能如约而至 但既然已发出邀请 是否出席 便由他们自行决定罢了 不过令人欣慰的是 那些合作社的股东们 听闻萧路筹办酒宴之事后 无不大喜过望 并踊跃表示 必定参加 萧路请客时 还特别强调 希望每家 每户全员出动 宴席早已精心筹备妥当 众人闻此皆汉手撑上 表示赞同 就连往昔与萧路等人 不慎和睦的刘家 萧路亦亲自登门拜访 并盛情邀约 自那次地租事宜圆满解决后 刘家与萧路他们 在某种意义上 实现了和解 如今萧路再度亲访相邀 刘家自是满口硬承下来 解决了村里的事后 这一天也接近下午了 萧路又去地里 看了看药材的掌势 萧天也跟在后面 看着萧路去看黄旗 萧天立刻说道 这个长得不错 不知道是不是下了猪粪的原因 上次 我看到 有几猪都长了很长的根了 萧天说完萧路也有些惊讶 他不可置信地问道 真的 这么快吗 我还在想 两年怕是收割不了 我们后续追肥的话 应该不错 王奇树走的时候 跟我说了下 我挖出来看了 情况跟他说得差不多 算是长得好的 萧路一听也笑了 觉得一切 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走之前 他又去了一趟养猪场 这段时间 红薯还没出来 猪都是吃的玉米面 配红薯腾 一个个吃的肥头大耳的 不过萧路 看了合作社的账本 这么多猪 每天吃的也不少 还好萧路把村里的地都租下来了 不然还真是 买吃的就要花费不少 萧路 前段时间种水稻 也要收了 这么多 你收来准备怎么处理 萧天指着一片稻田问道 萧路顺着他的方向看过去 风吹过稻田 一片金黄 到了丰收的季节 他也觉得欢喜 哥 到时候交了税 看看还剩多少 村里人的地都租出来了 到时候 成本价给村里人卖先 剩下的咱们自己留着吧 萧路这时候 还能想到村里人 萧天也很欣慰 他也是这样想的 这么大一片稻田 村里人早就在问了 眼下丰收了 能卖些给村里人也好 这样 他们也不用去城里买了 再说了 今年收成这么好 要是一毛不拔 萧天也怕明年那些人不愿意租的了 萧路也是考虑到这点了 才做了这个决定 毕竟这点水稻 也赚不了多少钱 到时候 让他们成本价买些也好 算是造福相礼了 哥 你今天回城吗 我准备回去了 萧路看着天色不早了 淡淡地问道 萧天见萧路要走 立刻出声阻拦道 萧路 你酒席吃的鱼 我们从池塘里打吗 萧路听完这话 眉头微皱 哥 那鱼太小了 留着吧 鱼的事儿 有地儿满 再说也吃不了几条 萧天想着 也是这个道理 看着天色有些晚了 笑着说道 你回去吧 我过两天再过来 要是还需要带啥 你到时候打电话回来 我好带来 萧路点了头 出了村口 开着拖拉机 就回家了 第二天一早 萧路就去了水产市场 远远就看见 刘赖子在卖鱼 萧路不声不响地走过去 买鱼吗 要什么鱼 萧路站在摊位前 刘赖子看见有人 头也没抬起来 直接发声问道 萧路久久没有说话 刘赖子破完手里的鱼 抬起头 才看见是萧路 他的动作顿了一顿 隔了一会儿 想到萧路上次的帮忙 还是笑着问道 萧路 你来买鱼啊 今天不买 萧路笑着回答 刘赖子见他不买鱼 站到自己摊位上 想必是找他有事了 他想起上半年 说的摊位 犹豫了片刻说道 你找我有事 萧路笑了笑 看着刘赖子 有些不自然 他也不再卖关子了 直接说出自己的来意 刘哥 我想过两天买几条鱼 要大些的 五六斤那种的 到时候你们 能不能送到我家去 刘赖子都做好 准备带萧路去找摊位了 没想到 他竟然是来买鱼的 他没多说什么 公事公办地问道 要多少啊 三十斤吧 多点也行 但别抄太多 这东西不能放 刘赖子闻言 有些意外地抬起头 看了他一眼 随口问道 买这么多 吃得完吗 你家办席啊 是啊 有空过来吃席 萧路的回复 让刘赖子 和隔壁边上 两个摊位的人 都回头看向他 萧路没想到 自己这句话 竟然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他有些甘大地说道 我媳妇 给我生了的大胖小子 到时候大家有空 都可以过来我家吃席 时间就是下个月初二 萧路心里暗自琢磨着 反正酒席已经摆好了 就不怕人来吃 此时 此刻邀请他们前来 不仅可以趁机 化解往昔的恩怨情仇 而且还能让 彼此之间的关系 得到改善 然而 对于他们 是否会应邀而来 萧路心中 实在没谱 好的 我明白了 到时候会提前 把鱼给你送过去 听到刘赖子 那不冷不热的回应后 萧路不禁心生疑惑 完全猜不透他们 最终究竟会不会出席 这场宴席 在预定好献瑜之后 萧路紧接着 前往了国营饭店 毕竟与郭经理相识已久 无论如何 也要邀请他一同赴宴 至于对方 是否愿意赏光 那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一整天下来 萧路四处奔走请客 将自己相熟之人 统统邀请一遍 随后 他马不停蹄地赶回工厂 诚恳地邀请工人们 届时立临家中用餐 并善解人意地 给大家放了一天假 厂里的工人们 纷纷积极响应 表示必定按时赴约 经过这一番忙碌 当萧路终于拖着 疲惫不堪的身躯 回到家中时 整个人仿佛被抽干了 力气一般 他由衷地感叹道 仅仅只是与人 交谈几句话而已 竟然也如此耗费精力 第184章 来客人 萧路回老家 安排好了一切 城里的房子 他们也抽空打扫了 搞得窗明激进的 看起来都很舒心 到了初一这天 萧路请了隔壁几个嫂子 过来帮忙 大家也全都来了 萧路早就跟小赵说了 初二这天 把店里的桌子 搬过来用一下 小赵也高兴地答应了 一群人做着准备 洗菜洗肉的人 忙得不亦乐乎 刘英这两天 也没有摆摊了 家里要办席 这么大的事 来来往往的人也多 再摆着 摊看着不太好 萧路也预估不了 到底有多少人来 反正备了20桌菜 到时候有剩的晚上 还可以接着吃 要是少了不够 吃那真是没办法 初一就把第二天的菜 全都备齐了 第二天只需要 做些汤和炒菜 客人来了也方便 晚些时候 刘赖子就把鱼送来了 萧路也没想到 就这六七条鱼 他竟然亲自送来了 刘哥 既然来了 留下吃完饭再走吧 萧路客气地邀请道 不用了 店里的鱼还没收 我明天再来 刘赖子的话 让萧路也有些吃惊 他还以为他不会来 没想到 他竟然说明天会过来 萧路觉得 自己的努力 总算见了些成效 看样子刘赖子 和自己的恩恩怨怨 离宾市前嫌也不远了 那你等一下 我给钱给你 萧路说完就掏钱出来 他也不知道 具体多少斤 掏了五十块钱出来 不用了 算是你 上次帮忙的谢脸 刘赖子没有收钱 就要走 萧路立马追上去 刘哥 这钱你收着 一马归一马 萧路把钱硬塞到他手上 刘赖子本身 和萧路关系不太好 也没抓扯 萧路既然非要给 他也只好收着了 两个人说完这点话 就相对无言了 刘赖子骑上三轮车就走了 看着远去的三轮 萧路觉得 和刘赖子 彻底和解这条路 还有很长的距离啊 第二天一早 萧路一家人都起来了 昨天晚上店里的八张桌子 全都拉过来了 小赵也过来帮忙了 今天店里歇业 萧路自己家里有四张桌子 隔壁干妈家里有三张 她又在隔壁 几家人家里 借了几张桌子 凑了二十多张桌子 就算有多的人来 也是有多余的了 天刚蒙蒙亮 帮忙的人就陆陆续续地来了 他们洗菜的洗菜 切菜的切菜 忙得不亦乐乎 今天萧路给萧天安排的 就是接客 害怕老家的人过来不认路 萧天早上吃完饭 就去城门口等着了 就怕他们来得早 萧天的表现 萧路少见得没说什么 一是农村人本来起来得早 再就是万一去晚了 没接到人 难免有招待不周的嫌疑 萧路不想自己家办席 有什么难听的话传出来 哥哥吃完饭 萧路还催他快些去 其实村里人哪里有那么早 现在虽然不冷了 但是村里人吃完饭 还要把家里的事 里里外外安排了才会出发 到这边了 估计都九点多了 萧路家里如火如荼地忙碌着 那边厂里的工人 也三五成群地来了 他们也是第一次来老板家里吃席 都想着来早点 帮点忙 萧路一看 时间才八点多 就有客人上门了 一时间手忙脚乱地招呼 刘亮 你帮忙招呼一下 院子里都可以坐 让大家随便坐 好的 萧总 你先忙吧 他们都是想来早点 过来帮忙吧 萧亮一边帮忙端凳子 一边说着这事 萧路满脸笑容地 与他闲聊了片刻 时间悄然流逝 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后 萧天领着一大群人 声势浩大的回来了 萧路见状 知道是同村的乡亲们来了 赶忙出门相迎 陈芝和刘英更是喜不自禁 见到平日里的好友纷纷前来 心中欢喜万分 众人一拥而入 喧闹声此起彼伏 当看到萧路如今宽敞气派的居所时 终于确信 萧路的确是飞黄腾达 发家致富了 村里的人们 有的去逗弄孩子玩耍 还有许多人 对这座新奇的房屋充满好奇 想要好好参观一番 刘英见状 自告奋勇地带领大家 在各个房间中转悠了一圈 当初萧路提出 要在城中举办这场聚会时 刘英便暗自盘算着这个念头 他心想等村里人来了 亲自领着他们 逛逛这座位于城市中的四合院 那可真是脸上有光 倍感自豪之事 这时 几位往昔与刘英交情甚好的嫂嫂 压低声音向他询问道 英子 你们一家住在哪个房间呀 刘英微笑着伸手 指向自己居住的屋子 回答道 就是那一间了 我和孩子都住在那里呢 几个人又往他住的那间屋子走过去 里面是正三间房子 宽敞气派得很 看得一群人眼睛都化了 英子 你们一家的日子算是好过了 全靠你小叔子啊 一个嫂子感叹道 刘英带着他们 在几间房屋里穿梭 这些家具 都是前段时间才做好的新家具 每个屋都有一套 有的屋里还做了柜子 一套的黄花梨木 气派得很 可不是吗 这要不是肖露这两年混出来了 我们的日子 还不知道怎么样呢 几个人在院子里四处逛着 看见那个新开的拱门 几人忍不住问道 英子 那边还有个院子 也是你们的 刘英知道他们问的是干爹家 立刻笑着解释道 那是芝芝任的干妈 他们一家和肖露把墙打通了 现在都是一家人了 村里人久没见过陈芝了 没想到他现在竟然还认了干妈 笑着说道 这可不能让他大伯知道 要是知道 他们现在过得这么好了 指不定要来捣乱 他敢 我们没找他麻烦 就算不错了 他还敢来 刘英的声音 不知不觉大了起来 院子里的人 都往这个方向看过来 几个人立刻笑起来 村里的男人来了这里 都安静地坐着 没有动作 反倒是女人们 大大方方地到处观看 后面人多了 大家也恭敬地 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不再四处走动了 美丽 这次进城来 确实是变化大哈 你看萧露家里帮忙的 一个个的都打扮得这么好 萧露真是闯出些名堂了 一个妇女挨着王美丽 小声地 谈论着萧露的事 隔壁桌的另一个嫂子 立刻接话道 我刚才过去问了 他们都是萧露厂里的工人 今天特意来帮忙的 听说萧露 又在城里开了个塑料厂 真的 桌上的人都看向说话的女人 仿佛不相信她说的话 第185章 满月酒 我怎么可能会骗你们呢 如果不相信的话 你们完全可以亲自过去问一下吗 瞧见没 那边站着的那两位就是了 他们都说了 是萧露邀请过来吃宴席的 不过呢 他们也是好心肠 想着早点过来帮帮忙啥的 所以啊 比咱们来的还要更早一些呢 则则则 照这样子看起来 萧露可真是发财了 如今竟然连工厂都开办起来了 只可惜啊 上次那个合作社 我没能参加进去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的议论纷纷 院子里的人数也变得越来越多 没过多久 又有几个人走了进来 他们穿着打扮 十分讲究得体 一进院子 便默不作声地站在一旁 静静地听着其他人闲聊唠嗑 直到后来 众人才得知 原来这些人 乃是国营饭店的经理 过了一阵子 又陆陆续续来了好些个人 据说是机械厂的工人 和技术员之类的人物 这下子 村子里的人们 可算是长了见识 大饱眼浮了一番 大家心里都很清楚 萧露现在结识的人脉 如此广泛 日后恐怕会成为村里 首屈一指的富裕人家了吧 这顿饭虽然吃得美味可口 但其中 却有一部分人心里面 总觉得不是个味 甚至还略带几分酸楚之感 忙着接客的萧露 倒是没注意到 他们的心里在想什么了 客人如期而至 有的还带了家眷来 萧露开心得很 这说明了 大家都给他面子 萧露将自己 在城中结识之人 悉数邀请前来 陈之则怀抱着孩子 静静地立于后方 每当有人到来时 都会好奇地看一眼孩子 如此众多 宾客纷至踏来 令陈之心中 喜悦之情 溢于言表 萧天意始终关注着 院子内的动静 见到有些客人 没有座位 便主动引领 他们找寻 合适的位置入座 经过一番忙碌 终于迎来了正午时分 萧露原本预计 安排20桌宴席 但到了午餐时间 实际落座的共有 18桌冰棚满座 萧露夫妇 抱着孩子登上讲台 简短地表达了 几句感激之言后 宴会正式开始 萧露筹备的这场酒席 算是奢华了 共设有12道热菜 和3道凉菜 在这个年代 这样的一桌酒席 堪称奢华至极 要知道 即便是早些年 哪怕是乡村的富裕 地主家庭举办酒宴 也不过是 摆出传统的酒大碗而已 这桌上的菜肴 大多以荤食为主 众人尽情享用 无不大呼过瘾 人人皆对这顿美餐 感到心满意足 吃完了席下午 萧天两口子 又带着有些 想出去逛的村里人 出去逛街 有的人 以前没来过城里 这一下来了 全都好奇不已 以前村里的人 有事进城 就是家里的男人来 就是怕女人进城 看见稀罕物太多 管不住钱包 不过那些年苦 也能理解 现在大家都有点小钱了 尤其是村里的女人 不仅养兔子赚钱 还有在合作社打工 也能赚钱 跟以前比起来 那是天差地别 现在腰包鼓起来了 腰杆也硬起来了 来了城里 也能自己逛逛 看见稀奇的 也能自己给自己买 别提多高兴了 一群人逛到下午 都准备往回走了 萧璐送他们到了城门口 和乡亲们一一道别 他注意到大家手里 都提着不少东西 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 这次大家玩得开心吗 萧璐笑着问道 开心开心 众人异口同声地回答 以后大家进城了 就都来我家玩 萧璐说道 乡亲们纷纷表示感谢 然后各自回家 萧璐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 心里充满了成就感 他知道 自己的生活已经改变了 不仅仅是因为赚了钱 更是因为 有了这么多支持他的人 萧璐决定 以后要更加努力 让家人和乡亲们 都过上更好的日子 萧璐孩子满月宴 这一次 可算是在乡邻之间 大大的出了风头了 村里人回来之后 许久都还在聊着 这次进城的建文 萧璐的房子 萧璐的厂子 萧璐家的酒席 都成为了 附近几个村的谈资 尤其是好多人 听到萧璐又开场了 羡慕不已 有些人想着 跟萧璐攀上些关系 让他带着一起发财 一时间 萧璐家的亲戚 都被骚扰了许久 大家都想 跟着萧璐赚钱 满月酒的事 告一段落之后 萧璐全部精力 都投入到了塑料厂 前段时间 做的水壶 虽然说 销量不算是爆发 但是这段时间 也慢慢的起量了 昨天第二批货 已经投入生产了 萧璐的心 也总算是放下一些了 他还怕这货卖不出去 毕竟这是他第一次 在厂里指定的发展方针 要是一堆货出不去 那真是没眼看了 销售部 又新来了两个小伙子 萧璐把自己 农药瓶子的思路 给他们说了 还做了一批样品 几个人跑客户 那是相当有劲 这段时间 就连流量 也觉得 做起事来 也觉得干劲十足 以前他们都没有走出去 真正拜访过客户 自从萧璐交了他们之后 一个个的都觉得 自己前途远大 陈芝满月之后 孩子也大些了 偶尔抱出去走一下 多数时候 还是在家里 刘英看着门口的摊子 陈芝和干妈 给孩子做一些衣服 自从两家房子 打通了以后 干妈过来这边 更方便了 随时都可以过来 陈芝也喜欢跟着干妈一起 又可以学习 还没那么无聊 日子就这样 不紧不慢地过着 这天萧璐 在厂子里上班 销售部忽然转过来 一个电话 说是他们做不了主 看着桌上响起的铃声 销路不知道 到底是什么业务 业务部的人 还谈不下来 喂 华路塑料厂 请问您的订单 是哪种类型 您好 你是工厂负责人吗 隔了一会儿 那边传来了声音 我是 您可以直接说 销路不知道 对方到底什么情况 为什么一定要找负责人 您好 我总算找到负责人了 我是想做一种包装 但是你们刚才接电话的人 无论我怎么说 都听不懂 所以我才坚持 要找负责人呢 那边说话的是一个女生 听声音估计四十来岁 音调和这边不同 销路估计 对方很有可能是港城人 第186章 来订单 销路吸了吸气 尽量让自己 发出沉稳的声音 轻声问道 你们需要做哪种包装 那边见他询问 立刻解释起来 就是一些玩具 小孩子的 你知道吗 我大概知道 您说的类似吸塑那种 销路想到 现在的玩具 包装也就是这个类型 脱口而出回答对方 那边的人激动地说道 Oh my god 就是这个 我终于找到理解的人了 销路想着 现在还没有 给这些东西分类 他说的一般人 确实没法理解了 他接着问道 你要做什么类型的 要多少 你们有住宿机吗 我有模具 可以直接生产 我需要十万套 这个月底就要 现在才十月二号 月底出十万套 销路的心里也没底 而且 对方的模具什么样子 他也不知道 他有些着急地问道 月底能不能出 得看你的模具在什么地方 你人在哪里 销路不知道 他的模具有多大 自己机器虽然多 但是模具太大的 他符合情况的住宿机 只有三台 生产中还有坏的可能 因为都是二手的 我在京市 我的模具需要卧室的住宿机 而且我打听了整个北方 只有你们常有 销路这才猜到 多半是灵红介绍来的 要不就是他以前的客户 介绍的了 别人还不太知道 他们的厂子 他算了算时间 要是顺利的话 应该来得及的 我们厂里确实有 要不你把模具带过来 我们面谈 我们也要是装了以后 才知道行不行 那人见销路肯接业务 立刻兴奋的英语 销路挂完电话 内心的悸动 久久不能平息 他心心念念的大业务 总算是来了 只要做成这一单生意 以后就不怕没有订单了 销路又大概算了算成本 心里盘算着大概报价 等他算好了以后 时间已经到了下午 销路估计 那人明天就会到了 他通知了技术部门 也过来开会 制定明天的方案 开完会 销路又给那边去了个电话 问了那边具体的到达时间 那边客户 这才有时间跟他互相介绍 那人姓卢 确实是港城人 他是做玩具的 这一次 他们接到一个大订单 是出口送到美国的 只是他们要求高 对包装都有硬性要求 他们谈了很久 对方都不肯让步 只能临时找厂家生产了 只不过 他们以前的包装 都是自己的模具 找到港城的工厂生产的 只是这次时间紧急 赶着出货 来不及了 销路大概了解了他们这个订单 这时候出货 应该是送到美国赶胜蛋结的货了 两个人约好了时间 销路明天下午去车站接人 大概信息 对好之后 销路就挂断了电话 他想着这次的订单 必须拿下 这个单量这么大 要是坐下来了 肯定能赚不少钱了 销路想到 自己塑料厂都是借钱盘的 心里始终有些压力 本来以为生产的新产品水壶 能够销量猛涨的 谁知道从上市到现在 已经一个多月了 还是不温不火的 销路虽然表面上 再鼓励员工不要着急 但是自己心里 其实也挺焦急的 毕竟他不知道 这个货到底什么时候活起来 安排好厂里的事情 销路就回了家里 第二天 因为要接人 他上午就没出去 在家里带了一上午孩子 陈芝和干妈看了 还觉得有些意外 不知道 销路怎么忽然不去厂里了 还是刘英忍不住问他 销路 你今天怎么不去厂里 平时不是吃了饭就走了吗 陈芝和干妈也看向他 眼里满是探究 销路抱着孩子 逗了他几下 他只是愣愣地看着 现在还不怎么会笑 他轻声解释道 下午有个客户要来 从隔壁过来 我下午去车站接他 原来是这样 我说呢 怎么忽然不去厂里了 哎 销路 是什么客户啊 订单大吗 刘英好奇地问道 陈芝文言 也抬起头来看着销路 眼神直勾勾地盯着他 表示他也想知道 销路看着自己的媳妇 觉得有些好笑 他笑着解释道 是个大客户 港城来的 说是要订十万套货 十万套 刘英忽然大声喊了一句 陈芝也吓得 一下子站起来了 销路都被嫂子 这一惊一乍地吓了一跳 孩子也哭起来了 销路轻轻地哄着 隔了一会儿 他哭累了 就睡着了 嫂子 你这么大声音做什么 吓了我一跳 销路好笑地抱怨着 抱歉抱歉 我这不是听到你说 客户盯那么多货 吓到吗 销路 这么多货 要多少钱啊 刘英试探地问道 销路也不知道到底要多少钱 现在不知道他的东西 有多大 要多少材料 几道工序 所以他也没办法估计 大概几万块钱吧 具体还不知道 要看货有多大了 院子里几个人听到几万 眼里都有些兴奋起来 尤其是陈芝和刘英 当初开场子 他们两人都不同意 现在销路一个订单 就是几万的收入 刘英现在竟然觉得庆幸起来 他无厘头地对着销路说了句 销路 幸亏你当初坚持 销路和陈芝 互相看了眼对方 默契地笑了 干妈不明白 他们三个在打什么哑谜 有些懵懂地看着他们 就在几人讨论不休的时候 刘英站出来打断了打架 他抬手看了看表 然后对众人说道 好了 先别聊了 我得赶紧去做饭了 芝芝 你过来帮我看一下摊子吧 早点把饭菜准备好 销路吃完 还得赶着去接客户呢 这可是一笔几万块钱的大生意哦 销路啊 听嫂子一句劝 这种事情赶早不赶晚 我们早点吃完饭 你就可以提前过去 等着客人上门啊 刘英说的 确实有几分道理 萧露和陈芝 纷纷点头表示赞同 原本陈芝打算出去照看摊位 但萧露考虑到今天风大 担心她带着孩子 在外边吹风着凉 便劝说她 留在院子里 陪干妈玩耍 由她亲自出门 看守店铺 不得不说 刘英做起事 来雷厉风行 干净利落 莫过多久 她就像变戏法式的 端出满满一桌 丰盛的菜肴 萧露热情地邀请干妈 一同用餐 但干妈却执意要回家 自从院子打通后 萧露曾提议过两家 干脆每天一起吃饭得了 但由于 干爹干妈的生活习惯 与年轻一代有所不同 饮食口味也较为清淡 所以最终 这个想法只能作罢 第187章 接客户 萧露匆匆忙忙地 扒拉碗碗中的饭菜后 便马不停蹄地驾驶着 发出阵阵轰鸣的 还算干净的拖拉机 向车站急驰而去 抵达目的地后 他将拖拉机 稳稳当当停靠在路边 然后慢慢走进 后车大厅内等待着 由于事先并未见过面 萧露根本无从知晓 对方究竟长得啥模样 无奈之下 只得找来一块硬纸板 并在上面歪七扭八地写下 几个大字充当接站牌 好在他清楚 所要迎接之人 乘坐的班车 大约三点才能抵达 时间尚且充裕 倒也不必过于着急上火 萧露百无聊赖地 在座位上坐了好一会儿 他也瞄了一眼墙壁上 悬挂的时钟 发现时针 已悄然指向两点位置 他伸了个懒腰 随后晃晃悠悠起身 前往车辆近站口处 继续苦后 说起来 这已经是萧露第二次来此 故地重游让他倍感 亲切与熟人 等到了三点半 期待已久的班车 宛如一头疲惫不堪的老牛般 缓缓驶入站台 萧露见状 急忙高高 举起手中的接站牌 目不转睛地盯着 每一位走下车厢的旅客 过了一阵子 萧露心中暗自笃定 眼前这位女子 必定就是自己等的人了 只因为这个女子周身的气质 与旁人看起来大不相同 她的穿着打扮 和这个地方 可以说是格格不入了 于是乎 她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 与喜悦之情 兴高采烈地 将接站牌举至胸前 并快步走到她面前 拦住去路 指尖那位女士 稍稍愣神片刻 旋即压低声音 开口问道 请问您是华路塑料厂派来的吗 没错 就是我 想必您就是卢小姐吧 我叫萧露 萧露面带微笑回应道 卢小姐身后 也跟着一位男士 看见有人来接了 立刻喜笑颜开 她提着两个半大的箱子 跟着萧露打招呼 你好啊 我是卢小姐的同事 我叫段渠 萧露立刻伸手过去说道 你好段先生 我叫萧露 我们走吧 车站太多人了 这时候的车站也不安生 萧露不想在此久留 免得出什么纰漏 带着两个人就想走 那卢小姐和段先生 却让他等一下 萧露 你们厂就派了 你一个人来吗 卢小姐好奇地问道 萧露知道 他们怕是以为自己是 工厂的工人了 笑着说道 只有我一个人 是还有什么东西吗 萧露忽然想到 他们带来的模具 心知自己大意了 还有模具 在车上 卢小姐笑着回答她 果然跟萧露猜测的一样 几个人等了一会儿 车上的人全都下来了 司机才慢悠悠地下车 打开了大巴车的行李盖 一堆很大的铁躺 在里面 萧露这才知道 自己失算了 和司机几个人一起 才把那模具抬出来 萧露和段曲两个人 肯定抬不动的 他只好让他们等着 去站上 找了几个劳力过来 五个人 一会儿的功夫 就把几套模具 全部抬到萧露的拖拉机上 卢小姐和段曲都很好奇 萧露怎么这么快 找到这么多人的 只见萧露拿出钱包 一人给了两块钱 还给他们每人递了一支烟 其实萧露 只是去车站里面 喊了一嗓子台下东西 两块钱一趟 人群蜂拥而至 萧露选了几个罪状的 卢小姐也没想到 还能这样操作 看着萧露眼里 都是赞赏 两个人坐在拖拉机上 萧露让他们坐好以后 就出发 车站到场里 也就十多分钟的路程 拖拉机开在路上 摇摇晃晃的 萧露想着 等有钱了 还是得买一辆轿车才行 不然以后 有大客户来 每次都开拖拉机接人 都没有什么好印象了 只是这时候的车子贵 一台桑塔纳 都要十多万 以他现在的经济能力 实在是买不起 萧露开着拖拉机 一路颠簸总算到了厂里 卢小姐和段区 一下车看见萧露的厂房 两人都露出满意的笑意 萧露知道他们 是对厂子的规模 感到满意 萧露看着他们 带来的两套模具 安排了工人下了车拉去装上 这两套模具挺大 传统的 住宿工艺机器小 根本做不出来 萧露倒是有两台大机器能做 但是 那两台机器也是 以前林红 在港城逃来的 他没接过这个订单 机器都没有用过 萧露也不确定 机器的情况 萧露带着两人到了办公室 一路上别人都叫他萧总 两名客户 这才知道 眼前这个年轻人 竟然是这个厂子老板 他们街面露惊恶之色 最终还是断曲 率先打破沉默 开口询问道 真没料到 萧总年纪轻轻 便坐拥如此庞大的产业 实乃英雄出少年呢 一旁的卢小姐 文言一频频汗手 表示赞同 萧露面带微笑回应道 严重啊 实际上这家工厂 是我与他人合资的 它同样来自港城 但如今 已前往南方拓展 更为宏大的业务 现在看不上 这小买卖了 因此 由我接手经营 常理 大小事务 皆由我负责打理罢 听闻此言 断曲不禁赞叹有加 原来如此 然而萧总 如此年轻有为 这般龟工厂 奇才干 着实令人钦佩 面对赞誉 萧露锦微微一笑 随即起身为 二人珍满茶水 此时此刻 卢小姐 早已按捺不住内心 对于参观工厂的 急切渴望 由于她的普通话 说的并不标准 只得仰仗断曲 帮忙转达意愿 只见卢小姐 用期待的眼神 望着断曲 而断曲瞬间 领悟到她的意图 旋即转头 笑着对萧露询问道 萧总 不知您是否方便带领 我们参观一下柜场呢 说话间 目光紧紧锁定 在萧露身上 自然可以 我带你们去吧 萧露说完 就拿起桌上的本子起身 两位客户 也跟着她一起来到了车间 萧露指着 正在安装的机器说道 我本来以为 你们的产品 普通成型机 就可以做了 没想到 模具这么大 现在 只能用这两台机器做了 但是我这两台机器 很久没用过 有些年久失修 只能先试试 二人文言 都望着萧露指的方向看过去 看见两台机器 都笑了 今天能测试吗 卢小姐 用不怎么标准的普通话问道 萧露知道她 才是这批货的老板 立刻笑着回道 刚才已经通过电了 机器应该是没问题 就是不知道 模具安上之后 能不能正常使用 顺利的话 等一下就可以是出来了 两人文言 都惊喜地点点头 眼里露出期待的神色 第188章 是机器 萧露的话 让两人暗含期待 他们还准备萧露这里 要是不行 立刻回港城 找厂子试试 只是那实在是 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而且不能保证 按时交货 他们的货 也要发到港城去包装 这样一来 他们的成本 会大大的提高 这样的事 是他们不希望看到的 萧露带着两个人 在车间里逛了一圈 他们看见厂里的设备 都有些惊讶 莫想到 在这个地方 竟然有设备 这么齐全的厂子 卢小姐的脸上 也露出一丝赞赏的目光 萧总 你们厂的设备很齐 希望你帮我生产 他用别角的普通话说着 萧露听到之后 心情激动不已 这不就是他期待的大客户吗 他笑着说道 只要能做 我们肯定会好好做的 萧总 您过来一下 装机的技术 过来小声地叫他 萧露不明所以 跟着过去 两个客户 也好奇地跟过去 怎么了 萧露见识 技术部的老总在装机 走过去 轻声问了一句 萧总 装好了 可以试了 要让客户亲自看吗 这个是技术部的主任 叫王谦 知道这两个客户 是萧露拉来的大客户 不知道萧露带他们过来 是不是要亲眼看 所以小声地询问 萧露听见 可以测试了 心里也很高兴 他笑着说道 下料吧 萧总 现在是装好了吗 段曲走过来 好奇地问道 卢小姐的眼里 也带着喜色 他觉得这批货 能不能按时出货的关键 就在这里了 萧露笑着解释 才装上 马上下料 过十分钟 就可以测试了 他话音刚落 卢小姐和段曲的脸上 都带着笑意 几个人都期盼地 看着眼前的机器 整个工厂的工人 都在不时观望这边 他们听说 这是萧露带来的大客户 心里好奇得很 不知道 究竟是做什么东西 竟然要用到以前 从来没用过的机器 众人翘首以盼 机器温度 总算是升上去了 王谦在万众期待的目光注视下 开启了机器 那机器果然运转起来了 几个人都欣喜不已 刚开始的 几磨出的产品并不好 过了十多磨之后 产品就好多了 萧露拿出来 给他们两人看了 都觉得挺满意的 几个人站在原地 看了半个小时 机器温度上来之后 做出来的东西 都一个比一个好 萧露暗中观察 卢小姐的脸上 一直露着笑意 他猜测他们 应该是很满意 这个效果了 卢小姐 段先生 怎么样 这种品质 能达到要求吗 萧露出声问道 卢小姐和段曲 都相识一笑 很好 按照这个速度的话 月底应该能交货吧 还要把其他两副模具 上好再看 你们就只有 这三种样式吧 萧露温声问道 三个人又看了一阵 萧露带着他们 去了办公室 又叫来了流量 和一个新来的小伙子 过来旁听 几人都在等着 下面装机测试的结果 眼见时间接近黄昏了 萧露小声问道 你们定住处了吗 两人都摇头 萧露这才笑着说道 我家离昭待所不远 晚点我带你们过去住 那太感谢了 我们人生地不熟 还担心找不到住处呢 断曲不是港城人 说起话来 声音温和 很懂礼节 让人听了就很舒服 萧露立刻笑着说道 真找不到地方 就到我家去住 我家有的是地方 那是真的 我们萧总家里可大了 四合院呢 一旁的两个新来的业务员 立马接过话头 几个人都笑着点头 隔了一个小时 楼下还没装好 萧露看时间也不早了 带着两个人往城里去 萧露开着拖拉机 把他们带到了招待所 开了房间之后 又带他们去了国营饭店吃饭 郭经理见到萧露来了 还有些意外 他朝着这边走过来 笑着说道 萧露 你今天怎么来我们这里了 郭经理 我带两个客户过来吃饭 萧露站起身来 和他打了个招呼 郭经理立刻跟萧露 带来的两人打了招呼 萧露笑着介绍道 这位是饭店的经理 我的老熟人了 也是好朋友 两个人也站起来了 笑着介绍了 自己就落座了 萧露点好了菜 三个人就坐在座位上交谈 郭经理看着萧露 觉得他这一年多的变化 实在是太大了 他还记得第一次见他的时候 他来卖蘑菇 没想到一年过去了 他现在已经成了老板 有了自己的厂子 现在还带着港城的客户 来他这里吃饭 他以前觉得 自己在国营饭店是铁饭碗 工作体面 现在看到萧露 竟然感觉自己有些其他心思了 萧总 你们厂里还在做吹磨吗 我刚才看你们车间 有生产这个 段曲好奇地问道 萧露没想到 他对薄膜感兴趣 给他们倒好茶水后问道 段先生 对这个有兴趣 我们工厂以前主要就是做磨的 只是生意一般 我接手之后 又发展了其他业务 现在是全面开花 只要能做的 我们都做 卢小姐普通话不好 但是萧露说的标准 他都听得懂 只是苦于没法表达 有些着急的干瞪眼 段曲立刻领会到意思 笑着说道 萧总 你们的磨有没有想过出口 萧露闻言一惊 他倒是没想过这个问题 下意识地问道 这么简单的东西 国外没有人做吗 不是没人做 我们公司是专门做进出口贸易的 我们主要客户是欧洲国家 那边的环保管的很严 工厂很少 所以 这些东西 大部分都是依赖进出口的 这个萧露当然知道了 只是他没想到 一个塑料膜还要出口 这玩意儿 要是出口当然可以了 他也想厂里的效益更好 这东西 出口的程序挺复杂吧 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怕是不好做吧 萧露现在没有精力做这么多 他这样说 也是想看看对方的诚意 要是他们真的有心 肯定会想直接下订单 萧露安排生产就行了 我们可以下单给你们 你们做好 有我的公司 安排后续的出口事宜 卢小姐实在是憋不住了 用别角的普通话 着急地说道 萧露觉得 这个卢小姐 真的是自己的贵人 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他脸上不显 笑着说道 那当然好啊 卖给谁都是卖 只要程序符合 我们自然可以卖了 第189章 进出口 卢小姐和段曲听到这话 开心不已 他们前段时间刚好 去过一趟国外 有个大公司 正在采购这个磨 他们在国外做大棚 还有种植蔬菜 全都要用 卢小姐刚才去车间 第一眼就看到 萧露他们做的磨了 早就想问这个了 萧总 你们这个磨的价格怎么样 段曲笑着问道 服务员这时候开始上菜了 萧露也没有立刻答复 帮着上菜 把盘子 都往他们二人面前放了些 等服务员走了 他才笑着说道 我们卖给经销商什么价 就给你们什么价 当然了 那只是常规产品 你们要是需要定制的话 当然价格不一样了 卢小姐文言点了头 段曲继续说道 我们目前最需要的 就是地磨 还有一种很厚的 做塑料大棚那种磨 萧露刚才要了白酒 这时候上来了 他给他们一人倒了一杯 他端起酒杯进了二人 三人都一饮而尽 萧露这才说道 我们这里倒是都可以生产 你也看到了 我吹速机就有五台 产量大 只是不知道 你们要的多还是少了 你也知道 量大和量小的价格 肯定会有些差距的 萧露的回答 让段曲也在心里赞叹他精明 还没谈实际价格 就在打探他们的量了 显然是一个业务老手了 只是他看起来实在是年轻 让人容易轻视他 量自然是有的 只要产品质量过关 这个订单都会持续有的 陆小姐也忍不住想要加入谈话 尽管她的普通话不怎么好 但是萧露他们能听懂 几个人说说笑笑地吃完饭 萧露今晚上也喝了些酒 平时她是不怎么喝酒的 只是今天她开心 她觉得她苦等多时的机会 就要来了 对了 卢小姐 段先生 你们是怎么找到我们厂子的 是林红介绍的吗 萧露笑着问道 两人文言都有些摸不着头脑 有些不解地看向她 林红是谁 我们是找了政府 查了附近几个市的营业执照 注册资料 才找到你们的 萧露没想到 还可以这样操作 也有些震惊 同时她也深感广告的重要性 她笑着解释道 林红是我的合伙人 也是港城的 我还以为你们 是她介绍过来的 两人文言都摇头 萧露也不知道 他们具体的关系 看他们的关系是同事 但是举止又有些亲密 一个是大陆人 一个是港城的 萧露判断他们 不可能是夫妻 只不过这是人家的私事 她无法过问 只是心里猜测罢了 吃完饭 她就送两人去了招待所 约好第二天早上 来接他们之后 萧露就回去了 她把拖拉机 停在了招待所门口 嘱咐了前台帮忙照看 反正他们晚上 也要上夜班 萧露拿着车子的点火器 就一摇一拐地回家了 陈芝还没有睡觉 刘英也在看电视 看见萧露回来了 两人都立马走出来迎接 哎哟 怎么喝这么多 老远就闻到酒气 刘英立刻感叹了一句 陈芝伸手过去扶住她 轻轻坐在椅子上 她倒了一杯热水 递给她 小心烫 萧露接过热水 喝了一大口 整个人感觉 比刚才清明许多了 看见她清醒一些 刘英忍不住问道 萧露 怎么样 今天不是接大客户吗 谈成了吗 刘英好奇地问道 陈芝也有些期待 两个人都睁大眼睛看着她 萧露笑着拉过陈芝的手 紧紧抓住 笑着说道 芝芝 咱们要发财了 她眉头莫尾地说出这句话 刘英和陈芝两人 都有些摸不着头脑 只是萧露喝醉了 他们也不好多问 两个人扶着她 到了床上 刘英不确定地对着陈芝说道 看样子肯定谈成了 嫂子 也不一定吧 她都喝醉了陈芝有些犹豫地说道 她不是说要发财了吗 我觉得肯定谈成了 还是一笔大钱 刘英越发肯定自己的想法 陈芝也没再说啥了 等她明天醒了就知道了 芝芝 你们早点睡吧 等下孩子又要醒了 我也去睡了 刘英本来也是陪着陈芝等萧露 现在萧露回来了 她自己也想睡觉了 陈芝笑着点头 送嫂子出了屋子 给萧露盖好被子她才关门睡觉 第二天一早 刘英起来做了早餐 煎了饼蒸了馒头 还炒了叠咸菜 谁知道 萧露起床饭 也不吃就要走了 急得刘英大叫起来 萧露 这么早就要走了 饭吃了再去吧 陈芝听到声音 也抱着孩子出来 看着萧露 萧露这才解释道 嫂子 芝芝 客户住在招待所呢 我得带他们去吃早饭 我到时候 跟他们一起吃了 陈芝这才走过来 她有些心疼地看着萧露 那你记得 一定要吃啊 昨晚上 又喝那么多酒 吃点早餐 对味好 萧露 你跟嫂子说说 那订单 谈成了吗 能赚多少钱 刘英昨晚听到萧露说 要发财之后 心里就一直七上八下的 始终在想着 到底赚多少钱 现在萧露出来了 她哪能放过这个机会 几没弄眼地问道 嫂子 今天就有结果了 等我晚上回来再告诉你们 她话一说完 就急冲冲地走了 两人在后面 看着她的背影 刘英还在猜测着 到底赚多少钱 萧露到了招待所 等了十多分钟 断去就闲下来了 看见萧露这么早就来了 她还有些惊讶 萧总 这么早就来了 不早 我专程来带你们 去吃早餐的 萧露笑着说道 卢小姐也下来了 看见萧露来了 也有些吃惊 他们本来还说 自己在附近转转 看看有什么吃的 卢小姐 我带你们去吃肠粉 可以吗 萧露试探性地问道 她本来是港城的 应该喜欢吃这个 卢小姐听到萧露的话 脸上露出 不可置信的表情 这里有肠粉 我已经半年没吃过了 萧露闻言笑了 带着他们二人 左穿右走 到了自己店里 小赵正在给客人做早餐 看见萧露来了 高兴地喊道 萧哥 你咋来了 小赵 我带客人来吃肠粉 给我们上三分大的 什么都加的 萧露笑着回复 好嘞 萧哥 马上就好 小赵笑着回复道 没多久三人面前 就上了大份的肠粉 卢小姐 期待地加了一筷子 高兴地说道 太好吃了 是那种味道 萧露就猜到 会是这种结果 笑着给小赵 比了个大拇指 几个人 在店里吃完早餐 萧露开着车子 又拉着他们 去了厂里 第190章 签订合同 清晨 阳光透过淡泊的云层 纷纷扬扬地落在了地上 萧露领着另外两人 享用过早餐后 方才悠然自得地 朝着工厂走去 抵达目的地后 他们甚至来不及 喝口茶润润喉 便迫不及待地 赶往车间 查看时机的成果 萧露心中 同样焦急万分 如今这个年代 什么都不方便 既没有便捷的 通讯工具可以使用 凡事又都必须 亲力亲为 赶赴现场 才能了解真实状况 至于昨晚的 试验结果究竟怎样 萧露此刻也是一无所知 但无论结局 是喜是忧 也只能待会儿 再见分晓了 当三人踏入车间时 萧露一眼就注意到 那台静止不动的机器 一种不祥的预感 涌上心头 正当他打算 去找王谦询问具体情况时 只见对方 带着两名工作人员 朝这边走来 萧总 您终于来了 您瞧 这些全都是咱们 昨晚制作完成的样品了 说吧 王谦从身后硕大的箱子内 取出一大落东西 递给萧露 萧露接过手定睛一看 顿时喜出望外 心情犹如怒放的鲜花般 灿烂无比 这简直太棒了 照此情形发展下去 这批货物 肯定能够如期交付了 一旁的卢小姐 难掩激动之情 操着一口浓重的港式普通话 滔滔不绝地表达着 内心的喜悦之情 引得周围 几位工人忍俊不惊 暗自偷笑起来 萧露心情也很激动 他觉得 这一次真是他的机会 他真的能接下这个订单 萧露 既然你们机器可以生产 那这个订单我就交给你做 你能接下这个单子吗 萧露心想 送上门的订单 哪有推走的道理 无论如何 他也要做了 他立马接过话头 当然可以做了 我们不做的话 何必做这么多麻烦事 我们去办公室谈吧 那太好了 我这批货能不能按时交货 你们厂的包装盒 就是关键了 卢小姐解决了麻烦 非常开心 萧露也很开心 只是这个成本 他还没核算出来 实在是不知道怎么报价 三个人到了办公室 萧露让秘书给他们倒了茶 自己就拿起本子算起来 按照原料来算 这个稀素的成本 只有三分钱 只是还要算上人工 电费这些费用 萧露不知道他们以前的价格 担心自己报价太高 萧露算好了之后 坐在位置上没有说话 断曲倒是看出来一些他的想法 卢小姐等了许久 萧露都还没有答复 他有些心急了 他本来就想快些签了合同 最好是下午就安排生产 这样他也能快些包装出来 到时候好按期交货 要知道他赚的是美元 不能按时交货 损失的不是一点点钱了 萧露 还有什么问题吗 卢小姐开口问道 萧露斟酌了半天 还是觉得不如直接问 卢小姐 我们也是第一次做这个产品 风险这么高 价格方面 价格没问题 我们以前在港城做这个 都是一块钱一个 你的人工成本低 报价肯定不能超过 我在港城的价格吧 卢小姐见萧露不说话 心里有些担心 她觉得萧露肯定要趁火打劫了 心里有些不喜 着急地说道 萧露 我们以后还有合作 你要考虑到 我们以后的订单 报价也要合理一些 段曲也在旁边点头 萧露知道 他们误会了 他只是在算辉率罢了 港城一块钱一个 折合成这边的钱 就是八毛多了 但是他们这边人工水电 肯定不能跟那边比了 萧露思虑许久 报了一个还算重肯的价格 四毛一个 怎么样 能接受这个价格吗 卢小姐本以为 萧露要趁机狮子大张口 要一笔天价了 没想到 萧露只要这点钱 对她来说 这简直就是九牛一毛了 她和段曲对视了一眼 双方眼里都有些惊喜 萧露本来想报两毛钱的 只是他们说 在港城一块 她长了个新眼 稍微报的高鞋 双方都对这个价格很满意 萧露见他们没有异议 立马安排了签合同 卢小姐当即给了三万订金 交货之后 再付剩下的尾款 萧露第一单 就做了这么大一笔生意 心里澎湃得很 她也知道 交期很重要 立马打电话订原料 幸好有个大石化厂 就在他们隔壁 以前林红决定到这里 来开厂也有这个原因 那就是背靠石化厂 原料采购方便 而且运费成本 比其他地方低很多 所以采购价格也便宜 财务张姐收到钱之后 也觉得有些意外 萧露一来 就做了这么大一个订单 张姐收钱的时候 还在夸她 萧露看着财务市 只有她一个人 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她觉得无论如何 财务市还得有个自己人才行 其实萧露挺看好周周的 她年纪不大 工作经验丰富 做事也沉着冷静 只是她现在 在国营厂干 恐怕轻易不会出来了 萧露想着 等这批货交货了 要想办法 去找个财务来 财务不是小事 还要自己人才放心 不过这是不能急 萧露想着边找边看吧 签好合同之后 卢小姐和段区下午就走了 他们回去 还有其他事 现在这个包装的事 处理好了 得赶去其他地方解决问题 客户一走 萧露就立马 找了车间主任 过来安排工作 这个订单 不在萧露的计划之中 完全是意料之外的 这个货萧露满打满算 成本才八分 就算是多加一点 一毛钱顶天了 现在一批货 能赚三万块 萧露觉得 这是天赐良机 很快几个车间的生产负责人 和技术员都来了 萧露让他们 坐下开始开会 林主任 今天咱们 接到订单的事 你也知道了吧 明天开始 就安排生产 必要的话晚上 加夜班 一定要在月底之前 把这个单子做出来 萧总 我等一下就安排 林主任满口答应 萧露怕他出纰漏 还是强调了一遍 这个订单关系着咱们以后 我们的报价 比他们在岗城的低很多 况且他们模具 都拉来了 轻易不会换场子 只要咱们做得好 按时交货 产品质量过关 以后订单有的事 萧露想到了什么 又轻声说道 你下去 安排一下 如期交货 产品质量没问题 每个员工月底 奖励15块钱 你们两个主任 奖励80块 以后有大单也是一样 只要干得好 都有奖励 萧露话音刚落 林主任和王谦的眼里 都有些惊喜 萧露知道 说什么都是假的 只有钱 才是最实在的 古往今来都是如此 第191章 打广告 80块在这个时候 有个工人 一个月工资 还没有这么多 萧露竟然这么大方 奖励就给了这么多 你让人怎能不动容 要知道萧露店里 那个帮厨 也才80块钱 一个月的收入 两个主任 在萧露这边 开完会之后 就下去安排生产了 后面还主动上了夜班 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萧露接了大单 心里美滋滋的 他觉得 现在市场 是空白的 很大 只是需要一种媒介 来传播消息 萧露知道 需要做广告 只是传统的广告 要想推广自己的厂子 只能出去跑 但是全国这么大 摸个地址 也没个方向 实在是不知道 往什么地方跑啊 萧露一直都在 想着这个问题 要是能有什么办法 做点广告就好了 萧露回到家后 一直在思考 如何做广告 只是一时半会 也没有什么思路 到了家里 刘英已经收摊了 正在厨房做饭 萧露回去 打了个招呼 就去看孩子 陈之正 在给孩子换尿布 看见萧露回来了 立刻逗着孩子说道 乐乐 看看是谁回来了 爸爸来了 他们两口子 思考了许久 还是决定 叫萧乐 这个名字 也挺不错的 现在他们 都管孩子叫乐乐 萧露看见孩子 心里也开心 这么小的孩子 一天一个样 才一天不见 萧露觉得 孩子又变了许多 他轻轻抱起孩子哄着 乐乐 看爸爸 叫爸爸试试 他轻声哄着孩子 萧露的话 让陈之 在边上都看笑了 他笑着说道 乐乐还这么小 哪里会叫人 你啊 我知道 这不是逗着好玩吗 萧露看着自己的孩子 觉得哪儿哪儿都好 看着就喜欢 他忍不住 轻轻在他的脸颊上 亲了两口 嫂子没过多久 就喊吃饭了 两个侄子 这几天都在隔壁干妈家里玩 有不惠的功课 就问干爹 两个孩子 可喜欢那边了 不到吃饭的时候 都不会归家 萧露也觉得挺好的 有两个孩子在家里 干爹干妈 不会觉得无聊了 整天收拾 都忙不过来了 刘英做了三菜一汤 萧露吃得快 三两口 就吃完了 坐在桌上喝汤 刘英想到 工厂的事 忍不住问道 萧露 你早上说 今天就能有结果了 怎么样 订单拿到了吗 萧露神秘一笑 你们猜一下 陈芝看萧露得意的样子 就知道结果了 他故意说道 肯定没成 萧露立刻着急解释道 怎么没成 四万块呢 四万 这真是没想到啊 一个订单 就这么多钱 赚钱吗 刘英大声感叹着 萧露笑了笑 隔一会儿才慢慢说道 赚钱 过年的钱都有了 刘英知道 肯定是不会少了 他嘱咐了萧露几句 大概就是要好好做 质量把官之类的 萧露一一印了 咱们出去散散步 萧萧实吧 现在天还没黑 萧露今天心情高兴 晚上也想出去逛逛 陈芝也好久没和萧露 一起逛街了 正想答应 刘英就从厨房钻出来了 萧露 芝芝 你们可不能出去 这么晚了外面那么黑 孩子出去会吓到的 你们听嫂子的准没错 刘英的话 如当头一棒 敲醒了二人 萧露和陈芝对视了一眼 互相笑了笑 有了孩子就是这样 不如以前自由了 两人相视一笑 均感无奈 刘英见他俩打消了外出的念头 这才松了口气 转身朝屋内走去 并随口说道 屋外黑漆漆一片 能有啥好看的景色哟 倒不如坐在家中 看看电视 来得惬意自在些 话音未落 萧露也跟着笑了起来 表示赞同地附和道 好嘞 那就进屋看电视去吧 电视 嘿呀 我咋就没想到 可以看电视呢 萧露一边喃喃自语 一边暗自懊悔自己 怎会如此愚钝 此时 陈芝听闻其声 不禁好奇 回首张望 但见萧露坊 若魔症一般 突然间便开始在房间内 四处乱窜 手忙脚乱地翻找起 各种物品来 面对眼前这一幕 陈芝茫然无措 全然不知萧露 究竟意欲何为 眼瞅着萧露 如同一只无头苍蝇般 在家中东翻西找 陈芝一不免心生焦虑之情 终于按捺不住性子 她扯开嗓门 高声呼喊道 萧露啊 你究竟在找什么啊 直至此刻 萧露坊才如梦初醒 旋即迫不及待地 开口询问道 直至 咱家的那些 就报纸平日里都搁在哪呀 就报纸 厨房啊 我都受着萤火呢 刘英这时候 从厨房出来了 萧露文言眼前一亮 一个箭步 就往厨房跑过去了 刘英和陈芝 也是一头雾水 两个人 跟着她一起去了厨房 见萧露还在乱翻 刘英过去 从灶孔旁边的小洞里 掏出几张报纸递给她 给 都在这儿呢 嫂子 谢谢你 萧露拿着报纸 有些兴奋 她拿起来 仔仔细细地翻看 果然看到背面的地方 有很小的一个版面 专门用来打广告的 萧露拿起桌上的报纸 一眼便瞧见了 那则醒目的猪饲料广告 接着 她又翻起了其他几期 发现每一期的广告内容 都不禁相同 看着这些密密麻麻的文字 萧露心中 暗自私存着什么 然而 令她感到困惑的是 找遍整张报纸 始终未能寻得 报社的联系方式 她焦虑地翻动着页面 目光最终停留在页角处 那里 仅仅印有出版社的名称 面对眼前的困境 萧露一时 不知如何是好 突然间 一个念头闪过脑海 或许干爹会知晓此事 于是 她毫不犹豫地抓起报纸 迈不向门外走去 此时此刻 屋内的两肘里 对萧露的举动 全然摸不着头脑 眼见着天色已晚 萧露竟还要外出 不禁焦急万分 萧露 这么晚了 你要去哪里 陈芝的话音未落 萧露已走到门口 听到陈芝的询问 萧露这才回过神来 连忙解释道 我去干爹那边一下 你们继续看电视吧 不必担心我 说吧 她匆匆离去 得知萧露并非远行 而是前往隔壁义父家后 两人方才稍稍安心 但内心深处仍充满了强烈的好奇心 实在想不通 为何萧露今日如此反常 第192章 想办法 萧露脚步匆匆 风风火火地赶到隔壁房间 此时干爹干妈 正坐在饭桌前用餐 见到萧露突然到来 干妈显得有些惊讶 萧露啊 你吃饭了吗 要不要过来一起吃点 萧露连忙摆手回答道 谢谢干妈 我已经吃过饭了 你们慢慢享用吧 说完 她便在一旁的椅子上坐下来 静静地等待着 沈教授一边吃着饭 一边观察着萧露 心里暗自揣测 这孩子此番前来 怕是有事情找自己帮忙 于是 她放下手中的筷子 开口询问道 萧露啊 看你的样子 似乎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吧 听到干爹主动发问 萧露赶忙从椅子上站起来 走到餐桌旁坐下 脸上露出谄媚的笑容解释道 嘿嘿 干爹果然会眼如距 我确实是有点小事 想要请教您 但也不是特别着急 可以等您先吃完饭再谈 干妈文言也附和着说 既然不是什么紧急的事情 那还是先好好吃饭吧 等吃完饭 咱们再聊 说话间 她还不停地往沈教授碗里加菜 沈教授原本也吃得差不多了 听他们这么一说 便又随便加了几口菜后 便放下了碗筷 看到这一幕 萧露心中不禁懊悔起来 觉得自己来得太过仓促 应该等干爹干妈吃完饭之后再来才对 她略带歉意地看着干爹 关切地问道 干爹 您吃饱了吗 需不需要我再给您盛点饭菜 差不多了 我本来吃的也不算多 你找我什么事 咱们去书房吧 萧露觉得 这点事倒也不必去书房说 不过他们文化人就是这个习惯 什么事都要去书房才显得正实 萧露也只能跟着去了 沈教授来到书房后 先是不慌不忙地 给萧露倒了一杯热气腾腾的白开水 并关心地嘱咐到 晚上尽量别喝茶 不然可能会影响睡眠质量 还是喝水好一些 萧露赶忙道谢 谢谢干爹 沈教授终于缓缓坐在了椅子上 他目光慈祥地注视着萧露 温和地开口询问 好了 孩子 有什么事就直说吧 听到这话 萧露这才轻轻放下手中的水杯 或许是觉得 自己与沈教授之间的距离有些远 他稍显迟一后 便站起身来 静止走向位于沈教授书桌正对面的那把椅子坐下 待坐稳之后 萧露深吸一口气 鼓起勇气对沈教授坦白 干爹 其实也不是什么要紧的大事 我就是想打听一下 您是否认识一些报社或者杂志社呢 我最近写了点东西 想试着投稿看看 然而 让萧露始料未及的是 他的话音刚落 沈教授的脸上 立刻流露出欣喜若狂的神情 沈教授满脸不可思议地追问道 萧露啊 真没想到你居然还会写稿件呀 写的都是些什么内容呢 快拿给我瞧瞧 面对沈教授如此强烈的反应 萧露顿时感到手足无措 甚至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在干爹充满期待的眼神注视下 萧露满心愧疚地低声回答 是 广告 广告 沈教授有些不理解 一脸茫然 萧露见干爹误会了 不忍再让他接着误会下去 立马解释道 干爹 我的塑料厂这两天接到一个大单 这个单子 作案能赚不少钱 客户是港城那边的 沈教授还是一脸茫然 不明白这个和报社有什么关系 他斟酌问道 那不是好事吗 但这跟广告有什么关系呢 干爹 我问了一下 他们找不到供应商 竟然是通过政府注册那里 查到我们的厂子 这才找来的 我觉得我们厂子的知名度不行 所以想着 在报纸上投写广告 沈教授原本还带着期望的眼神 现在重归平静 他笑着说道 你说的有道理 你在经商意图 还是很有想法的 以后肯定能成功的 干爹的夸奖 让萧露有些不好意思 方才看到干爹的眼神 萧露就猜到 他在想什么 估计 还是以为自己写了什么文章 想要投稿了 我倒是知道几家报社 只是不知道 他们接不接广告 接的 干爹你看 我刚才在家里看到了 才想到这个方法 只是我实在是不认识 什么报社的人 这上面也没留电话 只有出版社的信息 我想着问问您看看 有没有办法 行 我帮你问问 只不过没这么快 明天早上 我就打电话过去问问 萧露冲着干爹点了头 笑着说道 干爹 不急 我也是忽然起了念头 怕自己转头就忘了 这才急着过来找你了 嗯 年轻人做事 急一些也好 总好过慢悠悠的 没有效率 萧露眼神一瞟 看见干爹桌子上 放着很多稿件 立刻来的兴趣 他笑着说道 干爹 听干妈说 你在写说 聊到这个 沈教授的眼神都更亮了 他笑着说道 其实 我不是在写说 你也知道 我以前是教中文的 现在虽然退下来了 但是看见 你们都在奋斗 我也不想 每天就这样 前段时间 有几个志同道合的人 约我一起创办一个报刊 只是发行了几期 销量都不行 可以说是无人问津的程度 干爹静静地说着这件事 萧露没想到 干爹快六十的人了 还这么有理想有报复 他忽然想到 金庸以前 卖杂志也是这样 后面才想到 写小说连载提升杂志的销量 他们也可以效仿啊 萧露不知道干爹 会不会觉得 这个办法有用 他还是忐忑说道 干爹 你们其实可以不要把版面 全部写上正经内容 留一部分写上些其他的 沈教授的脸上有些兴趣 他笑着问道 其他的 萧露小心翼翼地说道 比如说 小说或者鬼故事之类的 不要一次性写完 要连载 就是留一部分到下期 引起大家的兴趣 下期报刊出来了 他们自然又来购买了 萧露的话音刚落 干爹就笑了 他觉得 萧露这个点子确实是不错 他越来越觉得 萧露真是个 与众不同的人才 明明出身农村 又没读过什么书 可是眼界和见识 都完全不像的农村人 真是像被人夺舍过一般 第193章 出货 萧露的办法 还真是个不错的主意 就连沈教授也连连夸赞 两个人又聊了一阵 天色不早了 沈教授爽快地硬承下来 表示会帮忙询问 关于报纸的事情后 萧露这才放心地转身回家 当他踏入家门时 发现孩子早已进入梦乡 而妻子陈之正与嫂子 一同坐在客厅里看电视 两人见到萧露归来 脸上皆流露出好奇之色 嫂子向来性子急躁 藏不住事 见萧露一回来 便迫不及待地凑近问道 萧露啊 你方才急匆匆 拿着报纸跑去找你干爹 到底所为何事啊 陈之心中 虽同样充满好奇 但更多的还是担忧 他见萧露之前 那般焦急模样 不经心生疑虑 生怕常理出了什么乱子 然而 既然萧露以前去找了干爹 想必问题不会太大 此时此刻 萧露心头的重担已然卸下 心情格外舒畅愉悦 面对嫂子的发问 他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嫂子 我突然灵机一动 想到 可以在报纸上 刊登一些广告 来宣传咱们场 可我又不认识 报社那边的人 所以就只能拜托干爹 出面帮忙牵线搭桥了 两人一听 都有些疑惑 陈之轻声问道 什么是打广告 萧露没想到他们 不知道什么是广告 觉得有些诧异 但是转念一想 也正常 他们一直生活在农村 以前连城都没怎么进过 哪里会关注这些 广告就是一种宣传手段 就像是 我们买肥料 袋子上 印着厂家的名字 也是广告 还有就像咱们以前卖兔子 别人最开始不知道 后面咱们走街串巷 好多人知道了 后面有人买了 回去之后 觉得好吃 又介绍其他人也来买 这个就叫广告效应 萧露解释的自白 两个人倒也听懂了 只不过没什么大的兴趣罢了 电视上 正在放着歌舞剧 这时候电视 就一个中央台 一个本地台 都没什么节目看 晚上过了八点 就寄雪花了 想看也看不了 几个人聊了一会儿 就回去睡觉了 这段时间 萧露一直在厂里忙着 盯着厂里的生产 这批货 是他们做的第一批货 质量肯定要好好把棺材行 所以萧露 基本上每天 都要去一趟工厂 不过 自从他说了发奖金以后 工人们都热情高涨 萧露明显感觉 这段时间做起事来 比以前要快很多 这个月灵主任 安排了白班夜班两班道 还没到月底 货就做好了 萧露看着堆成山的货物 心里开心极了 什么都做好了 萧露仔细检查了 一下产品品质没问题 就想着 给客户那边去个电话 他也没有耽误 从车间一出来 就去了办公室 萧露拿起电话 拨过去 那边很快就接通了 喂 找哪位 电话那边 响起一位男士的声音 萧露听出是断曲的声音 他有些兴奋 段先生 你好 我是华路塑料厂的萧露啊 萧露 现在打电话过来 是出什么问题了吗 还没到交货时间 这时候打电话过来 根据段曲的经验 一般都是出了问题 他有些着急 声音还有些微微颤抖 萧露见对方误会 立马解释道 不是 我是打电话通知你们 可以提货了 上次你们说很急 我们加班 加点赶货 今天总算是做好了 你们明天 就可以过来提货了 段曲仔细听完萧露的话 还是觉得不可思议 他们本来还担心 不能按期交货 说不定还得延迟几天 想不到现在 才22号 萧露就打电话来了 他又复述了一遍问道 萧露 你说的是货全部做好了 明天就可以提货了 对啊 今天都可以来了 只是现在时间晚了 你们要是急的话 我们也可以通知加班 就是晚上有些黑 啊 不必了 我现在就安排 明天车子 过来你们厂里提货 萧露 你这是太让人意外了 段曲还感叹了一句 萧露不明白 按期交货 不是很正常吗 毕竟签了合同的 肯定的 有契约精神才行 不知道 他在感叹什么 段曲又接着说道 萧露 我现在就给卢小姐打电话 他回港城去了 明天就可以打钱给你们 过两天 你就可以收到了 萧露听到钱的事 也觉得应该如此 笑着说道 那就谢谢你了 他挂完电话 又找了领主任 嘱咐了一下 明天出货的事 几个新来的业务员 也来了萧露办公室 萧露想着 订单光靠自己去拉 肯定不行啊 他把几个业务员都叫来了 以前刘亮是业务经理 不过这段时间 他一直没什么表现 萧露不知道 他心里是不是有什么想法 不过马上过年了 这么多员工 等着工资 年礼 奖金要发 萧露不可能 去顾忌他在想什么了 萧总 您叫我们来开会 主要是说 哪方面的事 新来的业务员 小张问道 萧露看了眼流量 他像是 做了什么亏心事一样 一直没和自己对视 萧露心里觉得 有些奇怪 但是没有表露出来 今天叫大家来 主要是为了厂里的业务问题 我前段时间 不是去了南方吗 开了几套模具 大家都知道了 萧总 这个厂里都知道 还知道您去了趟南方 回来就接了卢小姐的订单 是的 我叫你们来 主要是想给你们 讲讲这些模具的用途 大家也可以去找找 相应的客户 虽然前段时间的水壶 销量不算好 但是也有人买单 我觉得咱们 还是要主动出击才行 我给大家讲了以后 大家看看有没有 什么适用的对象 咱们走出去 上门去拜访 迟早会接到订单的 萧露的话一说完 两个新来的业务员 像是打了鸡血一般 他们本来年龄就不大 萧露这一记强心 真打下去 两个人都感觉干劲十足 反倒是业务经理流量 倒像是真的 做了什么亏心事一样 萧露说什么 都记不记水话 平静地 让人觉得反常 萧露不知道 他这两天出了什么事 想着等明天出了货 找他好好谈谈 第194章 欠账 断曲的动作果然很快 萧露昨天下午打完电话 第二天一早 也不知道 他们从哪里找的车 来了两个大货车 直接把货提走了 至于那一万块钱 卢小姐说是汇款过来 但是这个时候 汇款没那么快到账 一般都要好几天 萧露也不着急 反正只剩一万块 再加上他们的模具 还在这里 肯定不会差钱的 萧露本来还有些担心 来了这么大两个车 万一他们 把模具一起拉走了 但是幸好 模具还在萧露厂里 断曲和卢小姐 都没说模具怎么处理 萧露知道以后 肯定还会有订单的 所以也不着急 这个月光 这个订单就赚了三万多 萧露觉得 总算是看见点希望了 只是上次卢小姐 问她的薄膜出口的是 她不知道 他们什么时候 再把这个事提上日程 她肯定希望 快点把这个事落实下来 毕竟时间就是金钱 早落实就早赚钱了 货拉走了 厂里一下子空了很多 没有前段时间的忙碌 别说工人了 萧露都觉得不习惯 想到流量 萧露立马打了个电话 让她过来办公室喝茶 流量没过一会儿就来了 看见萧露在等她 她立马过来 坐到茶几边的椅子上 萧总 您找我有事吗 流量一边问着 一边暗自揣测着 萧露找自己的原因 心中不禁有些七上八下 萧露看着流量 那略显紧张与慌乱的神色 不禁心生疑惑 暗自琢磨起 她这几日来的异常表现 略做思考后 萧露决定 以一种较为婉转的方式 开口询问 流量啊 你最近 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事情呢 我怎么觉得 你有点心不在焉的样子 话音刚落 流量的脸色微微一变 但很快便恢复了正常 她深吸一口气 故作镇定地回答道 萧总 还是您观察入微啊 其实也没啥大事 就是我老婆 她最近身体不太舒服 搞得我这一阵子 也挺累心的 不过 您放心 我会尽量平衡好家庭和工作的 绝对不会耽误工作进度的 萧总 请您相信我 流量说的斩钉截铁 信誓旦旦 仿佛在向萧露立下军令状一般 然而 萧露压根没想跟她讨论 工作方面的问题 眼见流量误解了自己的意思 连忙轻声解释道 你别多想 我并不是担心你的工作状态 只是看到 你最近总是恍恍惚惚的 心想你 或许是碰到了什么难处 如果有的话 不妨告诉我一声 只要是力所能及之事 我一定会尽力相助的 萧露的话一说完 流量的脸上浮现出感动的神色 她想说些什么 但是最终什么都没说 萧露见她不说话 主动问道 流量 你是不是经济上有什么困难 要是有困难的话 你告诉我 我让张姐给你支点钱 流量文言 猛地抬头盯着萧露 嘴角念诺了几下 始终没说出口 萧露见自己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流量还是没表态 再说下去 未免有冒犯人家的嫌疑了 有的人甚至可能会觉得 自己看不起她 既然流量没说缺钱 那应该不是经济上的问题了 只是萧露跟流量不太熟悉 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问题 只是上次她拉化肥的时候 提到过这个事 说是工资不够家用 两个人说完这个事 就相对无言了 萧露又嘱咐了几句 业务上的事 就叫她走了 没想到她这一走 就隔了好几天都没来工厂 萧露觉得有些奇怪 想到她前两天说是老婆病了 萧露觉得 说不定出了什么急事 只是这都三四天了 萧露觉得 就算再急 也应该来厂里请个假吧 她去业务部晃了一圈 只有新来的小张和小刘在里面 看见她来了 两个人都很热情地打招呼 萧总 早 你们早啊 刘经理今天又没来吗 萧露随口问道 小张这个小伙子 脾气性格好 人也生得好 见萧露询问 立刻回复道 萧总 刘经理没来 她是不是请假了 我还有些问题想问她呢 今天已经是第四天了 萧露有些纳闷 不知道她到底干什么去了 但是员工面前 她也不好直说 笑着问道 有什么不懂的 问我也行 小张和小刘文言 立刻都拿着本子 走到了萧露跟前 三个人在桌前讨论了一会儿 萧露给他们讲了下他们不懂的内容 总算是两个人都了解了生产原理 讲完之后 萧露就准备走了 小刘 却是神神秘秘的 看着萧露 犹豫不决的 萧露看她这表情 以为她刚才没有听懂 立刻笑着问道 小刘 你是不是没听懂啊 我再给你讲一遍也行 小刘立刻答道 萧总 我听懂了 我我是有其他的 她吞吞吐吐半天没说出来 萧露见一旁埋头的小张 笑着说道 小刘 去我办公室一趟 小刘像是没听懂一样 抬起头看着萧露 萧露眼神 瞟了一眼小张的位置 示意她跟上自己 小刘 这才领会她的意思 跟在萧露身后出去了 两个人出来之后 并没有去萧露的办公室 萧露带着她 走到了场子外面 站在围墙边上 萧露看了下 四下无人 这才问她 小刘 说吧 你刚才想跟我说什么 萧总 其实 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 我说了 你可不要说是我说的 小刘这副样子 看得萧露想笑 她还真的是个小孩子的性格 萧露爽快地答应道 什么事 你说吧 我肯定不会说的 萧总 其实前两天 我有次下班没走大路 走的以前那条小路 我看见刘经理 被几个人堵着 再再要账 要账 你听清了吗 萧露心头 有种不好的感觉 说话的时候 声音有些大 听起来有些严厉 小刘以为萧露生气了 立刻保证道 萧总 我说的都是真的 那几个人堵着刘经理 问她什么时候还钱 我当时就在这后面 本来想换条路的 又怕刘经理尴尬 所以我等 他们走了 才出去的 小刘的话 让萧露心里一击灵 她拍了拍她的肩膀说道 行了 我知道了 这是 你不要告诉别人 回去上班吧 第195章 公安来了 小刘走了之后 萧露心里那股 不祥之感 越来越浓烈了 她三两步 就跑进厂里 一直到了财务室门口 才停下脚步 慢慢地走了进去 张姐见萧露来了 以为她来查账地 立刻拿出账本说道 萧总 你稍等一下 昨天的账还没出来 萧露觉得这个事 只是自己心里的想法 不能让别人知道 她随口问道 哦 没事 卢小姐 那一万块钱到账了吗 今早上查还没到呢 不过那边说的 存根倒是有的 只是钱还没到 萧总 这个事儿 我记得 昨天跟你说过来啊 张姐有些好奇地问了一句 萧露脸上表情有些尴尬 啊 昨天问过了吗 我忘记了 你整天事儿那么多 忘记了 也正常 张姐笑着说道 萧露思来想去 还是委婉地问道 张姐 销售部最近的业绩如何 款度到账了吗 张姐拿出另外一本账 仔细地看了看说道 销售部最近还不错 业绩比前几个月提升了不少 我们的塑料膜 这个月也比上个月多卖了两吨 货款都到账上了 萧露听完之后点了点头 她又问道 销售部的工资都发了吗 萧露东问一句 西问一句 张姐也品出些味儿来了 她疑惑地问道 萧总 你到底想问什么 直接问吧 销售部的工资都按时发了 而且都是你签过字的 是不是有人到你面前说什么了 要是觉得有什么问题 大可以直接来财务部核对啊 犯得是这样吗 张姐以为有人投诉她了 财务部吗 有人投诉无外乎是钱的问题 张姐觉得自从换了老板之后 自己工作比以前还要认真 根本不会存在错误 眼下萧露这样打探 简直就是不信任她 她的心里也有些不舒服 萧露没想到自己委婉的试探 倒是让张姐误会了 她食指放在唇上 朝张姐比了个静声的姿势 慢慢走到了财务室的门口 不经意地看了看外面 发现没有人注意 她轻轻关上了房门 张姐这下更加疑惑了 不知道 萧露到底想做什么 张姐 我问你一件事 你要保密 不要告诉别人 萧露小声地在张姐耳边说道 财务张姐一听更加纳闷了 但是还是听话地点了点头 萧露斟酌了一下才说道 有人告诉我 销售部的流量在外面欠了债 我想让你查查 她在公司的账上还有欠账吗 萧露话音刚落 财务张姐的脸上也出现慌张的表情 甚至有些大惊失色 她立马拿起一串钥匙 打开了墙角锁住的大柜子 从里面拿出一本账本仔细翻看 萧总 这都是今年的账 我都做好了 只有这个月的流水还没上账 不过刚才那本账我也查过 她没什么问题啊 现在看账上是不欠钱的 听到不欠钱 萧露安心地点了点头 毕竟她是销售经理 权力大 再加上萧露前两个月都在忙 没怎么管场里的事 要是流量真有事 萧露也觉得头大 既然不欠账 就没什么事了 张姐 这个事你保密啊 萧露说完这句话 就准备走 张姐却叫住了她 萧总 你听谁说的这个事 消息准确吗 流量从舰厂就来这里上班了 是个老实啊 萧露刚才不想说 就是这个原因 怕事情不是事实 反而对流量造成不好的影响 不过她失踪好几天确实奇怪 她皱起眉头 沉默片刻后 再次开口问道 张姐 你是否清楚 流量家的具体位置呢 并不是说我对她有所怀疑 实际上 流量已经连续四天 都没有来工厂上班了 甚至连甲都没有请 听到这个消息 张姐同样感到十分讶异 她原本认为 只是萧露听信了外界的传闻 而对流量产生了不信任感 所以才站出来 替流量辩解几句 毕竟流量 从舰厂开始 就在厂里 是一个老员工了 一直以来表现 不相当出色 然而 却万万没有料到 流量居然 真的已经整整四天 都未曾露面 张姐摇了摇头 表示自己并不知晓 流量家的确切地址 不过 她突然想起 技术部门的王谦 曾经去过流量家中做客 两人之间的关系 颇为密切 以前经常一起喝酒 小鲁心想 目前这件事情 尚未明朗 暂时不适宜 大肆传播 既然已经查明流量 并未亏欠常理 任何款项 心中的紧张情绪 便稍稍缓减了一些 她迟一片刻后说道 前些日子 她似乎提到过 她妻子生病一事 也许正是因为 这个原因 导致她耽误了工作 不妨再等待一天看看 如果明天 她仍然未能前来 那我就安排王谦 去她家里问问情况 萧璐想得周到 张姐也觉得 这件事可以这样做 万一到时候 真的是误会 这样大肆宣扬了 搞得常理人尽皆知 那流量以后 怎么开展工作 萧璐准备要走 张姐又想到了什么 她开口说道 萧总 销售部的报表 都是半个月交一次 下半个月的还没交上来 你要不要 去销售部看看 毕竟 他们出了货 都是直接收货款 回来上交的 我担心 张姐话没说透 萧璐也想到 这个可能性 万一流量拿了货款 跑路了 那可真是害人啊 萧璐觉得厂里 确实太乱了 她财务上 也没有自己人 有时候实在是力不从心 处理完这事 她必须尽快找人了 她大步走去销售部 找到了销售报表 看了一遍又一遍 账都显示没问题 货款也和张姐那边对得上 萧璐悬着的心 这才放下来 流量 一直到下午都没出现 萧璐晚上下班 还是没来 萧璐心头的不祥之感 更加强烈了 她决定 明天早上一早 就去找王谦问问 晚上萧璐回到家 刘英已经在炒菜了 萧璐先去看了孩子 孩子还没睡着 萧璐抱着孩子 玩了一会儿 嫂子就叫吃饭了 萧璐抱着孩子 往餐厅走去 一路上和陈芝 都在聊着孩子的变化 嫂子炒了一桌子菜 几个人吃得正欢 外面忽然有人在敲门 这么晚了 谁来了 刘英疑惑地看向萧璐 萧璐也不知道 是谁来了 她回忆了半天说道 我没约人 会不会是大哥来了 刘英听见这话眼睛 里立马散发金光 她站起来说道 我去开门 片刻之后 刘英的大喊声传来 萧璐 不好了 公安来了 第196章 四处欠债 刘英一声大喊 让屋里的几人都吓了一跳 隔壁的干爹干妈 听到动静都又出来了 刘英开门 几个派出所的人走了进来 萧璐连忙走出去迎接 同志你好 我们是保定公安 请问你是萧璐吗 我们有点事 需要找你了解下情况 你看方便吗 一个民警对着萧璐说道 刘英和陈芝 这辈子都没和公安局的人打过交道 尤其是刘英 不明白萧璐摊上什么事了 人家都找到家里来了 刘英觉得腿都骂了 方便 我们去客厅谈吧 萧璐带着两人去了客厅的方向 院子里几人都很紧张 大眼瞪小眼 面面相觑 只是了解情况 应该没什么事 沈教授一脸镇定地安慰着众人 但其实他自己心里也没有底 陈芝也跟着走过去 但是不知道里面在聊什么 他也不敢偷听 干妈又想到 那些年他们挨批斗的时候 心思七上八下的 萧璐带着两个警察来的客厅 他觉得 估计是刘亮的事 他这个不祥的预感 已经持续一天了 这下子总算是应验了 警察同志 你们找我了解什么事 萧璐给他们倒茶 他们都不喝 刘亮是你们厂的员工 萧璐心想 果然如此 警察同志 他是在我们厂里 他在业务部当经理 萧璐有问必答 你知不知道 他在外面借了很多钱 现在他人不见了 你知道他的去向吗 这几天 他去厂里了吗 警察接着问道 我今天才听说他借钱的事 他已经四天没来厂里了 我也不知道他在哪 萧璐做梦 也想不到 刘亮借钱这事 竟然闹到了派出所 不禁感到十分讶异 他战战兢兢地开口询问 同志 请问他到底借了多少钱啊 怎么还闹到要报警吗 具体金额尚不清楚 目前还有不少受害者 尚未现身报案呢 据我们所知 至少已经有三千多元了 听到这个数字 萧璐暗自私存着 尽管三千多元 在现在算得上是一大笔款项 但并非完全无法 筹措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然而 令他困惑不解的是 刘亮为何会突然销声匿迹 萧璐同志 我们之所以找到您 是因为刘亮在外四处宣扬 自己是塑料厂的老板 并借此名义四处借钱 因此 可以遇见那些债主 很可能会前往工厂讨债 希望您能多加留意防范 警察的一番话语 犹如一道晴天霹雳般 击中了萧璐 让他恍然大悟 怪不得那天 不管他如何追问 刘亮始终难以启齿 萧璐顿时怒火中烧 倍感愤怒与冤屈 他实在想不通 刘亮为何要做出这样的事情 心情愈发激动难平 警察同志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不瞒您说 当我得知这个消息时 便立即去查看账目 但结果显示 刘亮并无任何异常之处 那他为何还要借 如此巨额款项呢 这实在令人费解啊 萧璐面露疑惑地说道 根据我们掌握的线索来看 似乎与他妻子有关 据说他身患重病 且难以治愈 治疗费用相当高昂 尽管你这边的账目没问题 但仍需留意他是否在外 以你们工厂的名义举债 事实上 他在化肥厂 还欠下了一车肥料的钱款呢 听闻此言 萧璐顿感头痛欲裂 如今流量已经潜逃无踪 所欠钱款数目不详 又缺乏证人 倘若有人前来讨债 势必会对场里的业务 造成不良影响 这可如何是好 好吧 非常感谢你们 特意前来提醒 若有任何新情况 定会及时与你们取得联系 那就先不打扰了 慢走 两位警察表明来意后 随即转身离去 萧璐则心情沉重地送行至门口 此事屋外聚集着一群人 对于方才发生之事一无所知 眼见警察走了 众人纷纷簇拥而上 七嘴八舌地询问道 萧璐 公安局的人 怎会找上门来 找你究竟什么事啊 面对众人关切的目光和疑问 首先发问的 还是干爹沈教授 萧璐 快给大家说说 到底怎么回事 萧璐现在 只觉得内心烦躁不已 众人询问 他一时尽不知从何说起了 他领着几个人走到客厅 一路上一言不发 几人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 担心得很 尤其是陈芝 他这一年多以来 还没见过 萧璐像现在这样沮丧 一时间担心不已 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大事 竟让萧璐情绪变成现在这样 萧璐 出了什么事 你说说吧 是不是场子出什么问题了 你别怕 有什么事 我和你一起担着 陈芝这句话 引得众人抬头 萧璐看着媳妇也觉得感动 陈芝看着大家的眼神 也有些尴尬 他找不说道 我们是两口子 有福同享 有难自然要同当了 芝芝 谢谢你 不过场里 没出什么事 萧璐解释道 那你刚才那副样子 公安局的人 来找你做什么 刘英总算是 忍不住了 大声地问询 对啊 萧璐 有什么事你说出来 咱们大家 来想办法 干妈声音很低 嗓音轻柔 温声安慰着萧璐 萧璐本来也没想瞒着 只是在想 怎么跟他们 解释自己的担忧 我们场的流量 你们知道吧 上次满月酒来过 咱们这里 他在外面 到处借钱 现在人跑了 他跑了跟你有什么关系 钱又不是你借的 警察找你做什么 刘英有些不明白 这件事 跟他们的关联 自然地反问道 萧璐此时 心里憋屈得很 嫂子一问 他竟然有些怒气 想要发泄 声音有些大的回答道 那小子 在外面说 自己是塑料厂的老板 警察说 那些债主 很可能来厂里要账 众人听完脸色一变 气愤不已 尤其是刘英气的破口大骂道 那个龟孙子 倒是真敢想 他也不看看 他自己是什么货色 就能当塑料厂的老板了 骂完他也反应过来问道 萧璐 那他说 自己是老板 那些人就相信啊 萧璐担心的就是这个 他正没说道 我倒是不担心 他欠的外债 都是个人名义 就是害怕厂里的经销商那里 不知道 他是不是卷了钱 此话一出 沈教授的表情 也严肃了不少 他正色道 萧璐 不管如何 真的在经销商那里 有欠款的话 厂里的名誉 都会受损 这关系着你厂里的生意 不能马虎 要谨慎处理 萧璐严肃的 对着干爹点了头 一群人忧心忡忡 第197章 去他家 萧璐躺在床上 辗转反侧 彻夜难眠 脑海里不断回想着 白天发生的事情 如果这件事 传扬出去 势必会对厂里 产生极为恶劣的影响 毕竟他作为厂里的 一名员工 竟然在经销商那边 收钱却不发货 如此行径 不仅会令厂里 遭受沉重一击 更关键的是 人家找上门来 根本无法抵赖 这情形 简直如同 身处现代社会 一般荒诞可笑 假设有人前往 银行存入500万巨款 待到取款时 银行竟宣称 钱款已被贵员 私自转移 而那名贵员 也早已离职 面对这般匪夷所思之事 恐怕任何人 都不会选择 去追寻那位 消失无踪的贵员 而是直接将矛头 对准银行本身吧 此刻的销路忧心忡忡 万一消息 不慎传播开来 而又便寻 不得流量踪迹之时 那些债主 必然会蜂拥而至 向自己讨要说法 届时岂不是百口莫辩 死无对证吗 想到此处 销路对流量 可谓愤恨至极 次日清晨 天色尚未大亮 销路便迫不及待地 赶往销售部门 并找上两名 初来乍到的销售员 吩咐他俩竹门 竹户地走访各个经销商 仔细核查 是否存在付款后 未收到货物的定班 小张接到任务后 毫不犹豫地 立刻转身离去 小刘则若有所思地 停留在原地 他想起昨晚 与销路谈论过的事情 心中不禁涌起一丝不安 于是 他故意放慢脚步 落在后面 萧总 您今天安排 我们调查这件事 是否与刘经理那边有关呢 小刘敏锐地察觉到其中 可能存在某种关联 直接向销路发问 销路暗自惊讶于小刘 如此迅速 而准确地推断能力 对于小刘 能够通过直言片语 猜测出大致原因 感到颇为赞赏 同时 他联想到之前小刘提到 曾听到刘亮 与债主之间的谈话 心中暗想 或许小刘知晓 一些重要线索 观察四周确定无人后 萧路压低声音 对小刘说 昨晚警察来到我家 告知我刘亮在外欠下 巨额债务 如今四处 都有人在寻找他的下落 你上次碰巧听到他们的对话 有没有获取到 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呢 小刘听闻此言 同样惊愕不已 他努力回忆当时的情景 但摇了摇头 无奈地回答道 当时情况匆忙 我并未听得太仔细 此刻回想起来 似乎并没有找到 特别有用的信息 言语之中 流露出些许惋惜之情 萧路再次向小刘详细地 讲述了一下大致的情形 小刘这个人十分精明 头脑灵活得很 听完后 立刻笑着回答道 萧总 我了解了 马上就去处理 小刘啊 千万不能让他们 得知流量的事情 就告诉他们流量 请了假 由于工作 没有交接清楚 所以你们并不知晓 具体情况 可以过去询问一下 明白了吗 萧路一脸严肃地叮嘱着 小刘心领神会 露出一副领悟的神情 对萧路说道 萧总 我晓得该怎么做 紧接着 萧路神情专注 且郑重其事地补充道 切记 一定要详细做好 相关记录 萧路把这些事物 都妥善安排完毕之后 刻不容缓地前往车间 寻找王谦 此时此刻的王谦 还误以为萧路 找他是为了模具的事情 满心欢喜地 跟随其后而来 萧总 你找我来是不是想知道 新产品的事 我们这两天 做了好几次测试 做的样品也拿去实验了 很快就有结果了 王谦笑眯眯地 看着萧路说道 萧路现在 根本不在意那些事 他思索片刻 委婉地说道 王谦啊 听说你和刘亮关系不错 你知道 他家在什么地方吗 王谦没想到老板 找自己是问刘亮的事 他有些疑惑地问道 萧总 你找刘亮家做什么 可以直接问他 萧路小声说道 刘亮五天没来厂里了 也没有请假 不知道 他家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我想着 让你带我去看看 要是有什么事 还可以帮帮忙 王谦听完 也觉得吃惊 他看着萧路 点头答应道 萧总 我去过他家好几次 我可以带你去 他老婆 这两年身体一直不好 你说 是不是他老婆出什么事了 萧路一听王谦 也知道他老婆身体不好 看来外面的传言是真的了 刘亮很可能 是因为他老婆的事 欠了这么多钱 他带着王谦往外走 一路上都聊着刘亮的事 王公 刘亮和他老婆 感情好吗 王谦没想到萧路竟然关心这种事 八卦之心立刻燃起 他看了看四周 笑着说道 萧总 没想到 你竟然喜欢听这些事 王谦的回答让萧路一头雾水 他疑惑地看着王谦问道 这些事是什么事 咱们不是简单聊天吗 王谦还以为老板知道那些传闻 没想到 是什么都不知道 但他的八卦心已经被勾起了 此事不吐不快了 他谨慎地看了看四周 没有认识的人才笑着说道 萧总 你不知道吧 刘亮的老婆比他大五岁 以前是他嫂子 什么 萧路吓了一跳 不明白自己随口一问 竟然听到惊天大瓜了 哎呀 萧总 你别喊这么大声啊 王谦小声说道 原来刘亮道不是不手里的人 他大哥比他大九岁 结婚没两年 煤矿出事 被埋在下面了 矿上赔了点钱 刘亮的爹妈拿着了 嫂子拿了一份 过了一年 嫂子的爹妈想让他改嫁 刘亮以前就觉得嫂子对他好 舍不得他改嫁 说是嫁给别人 还不如嫁给他 他对他肯定好 嫂子不同意 刘亮苦苦求了两年 嫂子同意嫁给他了 但是这件事 在他们那儿来说很丢人 刘亮的爹妈 把哥哥赔的钱给了刘亮 让他们俩出来 找个地方单过 这才这里安了家 萧路倒是没想到刘亮 竟然还有一段 这么复杂的感情 不过敢爱敢恨 倒也不是什么丢人的大事 只是娶了自己的嫂子 在村里来说 确实被人戳几两骨 毕竟谁也不知道 他们到底是 哥哥死后好上的 还是以前什么时候 这要是在前些年 都得挨批斗 两个人感叹着 刘亮的家就到了 萧路看过去 对面是一个 两间的小平房 看着很老旧了 从外面看 就知道 里面也没多好了 只是两人过去了 门上上了锁 他们也没找到人 第198章 找到人了 王谦将身子紧贴着门 透过门缝向里张望 左瞧一下 右瞄眼 过了好一会儿 才开口说道 萧总 里面一个人影都没有 肯定不在家 萧路听后 并没有立刻回应王谦 而是先盯着门上 那把锁看了几秒 然后又将目光 移到王谦身上 心中不禁产生一丝疑虑 如果屋里有人 为什么还要在门外上锁呢 难道王谦真的 如表现出的一样单纯 想到这儿 萧路感到一阵无语 沉默片刻之后 萧路决定 去问问邻居 是否知道情况 还默等萧路开口 王谦便主动请应道 我去找邻居打听一下吧 话音未落 他便转身离去 完全没有给萧路反应的时间 看着王谦渐行渐远的背影 萧路暗自私存道 看来做技术的人 确实比较单纯 他们似乎并不在意 职场中的那些复杂门道 正想着 只见王谦已经从隔壁房间 钻了出来 他正热情地 与隔壁的大娘打招呼 那附属人的样子 仿佛他就是住在这里的 本地居民一般 若不是萧路认识王谦 恐怕会误以为他 就是这屋子的主人 此时此刻 萧路意识到自己之前 对于王谦的了解 实在太过肤浅了 萧路面带焦急地询问道 怎么样 有打听到什么消息吗 萧总 我特意询问了隔壁的大娘 她说 大概就是前几晚吧 深更半夜时 刘亮带着媳妇 匆匆忙忙地离开了家 但具体去哪里 却并未提及 不仅如此呢 那位大娘还补充道 刘亮媳妇那时 看上去状态非常不佳 似乎身体有些不适 王谦一口气 将自己所探听到的消息 全盘拖出 然而 萧路听完之后 并没有从中 获取到太多实质性的线索 不过 当听闻刘亮媳妇身体抱恙时 萧路脑海中 突然闪现出一丝灵感 她兴奋地喊道 如果她媳妇感到不适 那么他们 极有可能前往医院就诊了 王谦对萧路这番推理 深感认同 并由衷钦佩地赞叹道 萧总啊 您脑子可真聪明啊 面对这样的夸赞 萧路心中暗自苦笑 这种称赞 实在太过空洞无误 想当年灵红在位之时 王谦始终未能得到 充分的重视与任用 如今看来 原因显而易见 毕竟像他这般情商欠家之人 确实少有啊 你先回去吧 我去医院看看 要是真在那 我看看能不能帮把手 萧路刚才在路上就看出来了 王谦是个大嘴巴 心里藏不住事 所以 现在支开她是最好的选择了 王谦听话地回了厂里 萧路一边走 一边回忆城里的医院 想着流量可能会出现的地方 没想到在城里又碰到小刘了 看见萧路来了 小刘也很惊讶 他捏着手里的本子 跟身边的小张笑着说了两句 小张就自己走了 看见小张走远 小刘才朝着萧路的方向走来了 萧总 我们刚才已经在城里都走了一圈 你看看 小刘说完 拿上手里一堆单具给他 萧路打开一看 只觉得头顶冰凉 一堆单子都是采购订单 上面还盖了公司的业务专用章 萧路看完 只觉得头大不已 他镇静地问道 有多少 你算了吗 小刘沉稳回答道 萧总 加起来五千多块 钱倒是不多 只是不知道 还有没有其他隐藏的了 萧路现在反而觉得事情简单了 盖章的单子拿过来他认 其他的没有依据 他就不认了 毕竟流量跑了 也没个认证 不能让别人说多少就是多少吧 看着小刘年纪不大 处事却是很沉稳老练 萧路看着对面的医院大楼说道 小刘 你跟我一起去吧 流量很可能藏在医院 萧路在王谦那里 知道了流量老婆的名字 叫王贵芬 两个人一到医院 萧路就去找了护士 护士 你好 麻烦帮我查查王贵芬在哪个病房 你们是他什么人 这是病人隐私 护士 我们是他丈夫厂里的领导 听说他住院了 我们过来问问一下 萧路笑着解释道 那护士听到了之后 也没有再为难 立刻翻开本子 查看了许久才说道 王贵芬是在这里住过 但是现在已经出院了 他做了手术就走了 手术 麻烦问一下 他做的什么手术 萧路有些好奇 他到底是什么病 在护士那打听着 护士看着他们二人 疑惑地问道 你们不是他爱人的同事吗 怎么不知道 他切除了子宫 萧路和小刘听到这话 都是疑症 眼见找到了线索 却又晚了一步 萧路心里不是滋味 小刘机灵地说道 萧总 他切除子宫也是大手术 肯定还要养很久 不在大医院 可能是没钱 会不会在一些小诊所休养 小刘的话 给了萧路信心 他仔细一想也是 就算是做了手术很成功 但是 总要输几天 抗生素消炎阵痛吧 两个人 在城里各个小医院 和小诊所穿梭着 到了下午的时候 总算是在一家小诊所 找到了王贵芬 萧路寻着医生的指引 看到了孤零零地 躺在病床上的王贵芬 一时之间 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这个王贵芬受的 只剩皮包骨 整个人没有一丝生气 眼神涣散 面色发黄 一看就是久病之人 萧路不知道 他是否清楚刘亮的事 要是不知道 自己贸然找过来 怕是会造成什么不良影响 没想到小刘 竟然先一步进去了 床上的王贵芬 看着他们二人 眼里尽是疑惑 你们是谁啊 找谁啊 嫂子你好 我们是刘亮厂里的同事 她已经五天 没去厂里了 我们打听到 你在这里休养 这才找来的 听到他们二人 是丈夫厂里来的 王贵芬的眼神 立马有些暗淡 整个人 都像是泄了气一般 两久之后 她才开口问道 她是不是做了什么事 都是因为我 你们抓我去吧 萧路看着床上 这个像人干一样的女人 有些不忍说出事实 嫂子 刘亮卷了厂里的钱失踪啊 你知道 她去哪了吗 小刘不管不顾地 说出实情 萧路想要阻止 已经来不及了 第199章 王贵芬 王贵芬听到 小刘的话之后 眼泪刷的一下 掉了下来 紧接着开始猛咳起来 萧路见状有些心急 着急上前说道 嫂子 你别急 现在只要找到刘亮 把事情 好好解决了 就没什么大事了 你知不知道 她去了什么地方 王贵芬 可得死去活来的 萧路本想 给她拍拍后背 但是男女有别 她上手 实在是不合情理 两个人 只能站在原地 无措地看着 你们是做什么的 不是让你静养吗 怎么可成这样 来了一个护士 一边给她拍背 一边对着萧路二人训斥着 萧路本来看见 王贵芬的样子 就有些同情 现在护士 问话更加理亏了 她想着叫上小刘走了 再想想其他办法 没想到 王贵芬先开口了 他们都是我丈夫 常理的同事 来看看我 那你们注意点 别让她情绪过于激动 不然伤口会裂开的 护士说完就走了 留下萧路二人 手足无措 你们快坐吧 王贵芬指着病房 角落里的凳子说道 她这个病房里 有四个床位 但是都是病人 临时输液用的 没有人会在这种小诊所住院 王贵芬在这里 想必也是没有钱了 萧路和小刘 端着凳子 坐在病床前面 王贵芬没有说话 他们也不敢说什么 直到王贵芬 缓和了一些 才慢慢开口问道 刘亮他欠了多少钱 没多少 事不大 只是他人不见了 比较麻烦而已 萧路拿着想要开口的小刘 对着王贵芬笑着解释 王贵芬的眼神里 明显有些愧疚 脸上也全是心疼 最后慢慢从眼角滑出眼泪来 萧路见状 也不知怎么安慰 早知道带上财务张姐 一起来了 好歹是女人 知道 这时候该说什么 王贵芬隔了一会儿 才缓缓开口说道 我那天做完手术 她说 让我在这里等她 她去挣钱 然后就一直没回来了 萧路不知道她说的话 是真是假 不过她这个样子 实在是惹人同情 萧路也没办法质疑 眼见她也不知道 刘亮的去向 萧路想着拉着小刘出去了 王贵芬又开口道 她欠钱都是为了我 早知道 我还不如死了算了 她在这里 交了很多钱 我不治了 你们去退了吧 拿去还账 王贵芬一口气 说完这么多话 还有些气虚 有些大喘气的样子 萧路怕她真出什么事 心里担忧得很 毕竟现在 只是几千块的事 可别为了这点钱 伤了一条人命 萧路劝慰到嫂子 你现在病得这么严重 好好医治吧 既然你也不知道 她去哪儿了 我们就先走了 萧路说完就要走 王贵芬哭着 叫住他们 别走 别她欠钱 都是因为我 前些年我就发病了 是女人的病 医生那时候 让我把子宫切了 可是我还没给他们 老刘家生的孩子 他哥哥 父母都对我那么好 我怎么忍心 我叫刘亮再找一个 可他不愿意 对我一心一意的 王贵芬说的声泪俱下 萧路和小刘两个大男人 看得也有些动容了 只是不知道 该如何安慰他 两人只好坐得笔直地听着 我没生孩子 切了子宫以后 就不算个女人了 他也不愿意找其他人 他让我去做手术 我不愿意 这几年就这样拖着 我想着怀的孩子 生下来再去 可惜这几年一直没怀上 这些年 我一直是个病秧子 家里家外全靠他 日子过得苦哈哈的 他也没有怨言 亲戚朋友的钱 都被他借了个遍 见到我们都绕道走 前些日子 我病得非常严重 甚至到了需要住院治疗的程度 医生明确表示 如果不尽快进行切除手术 将会面临生命危险 最终 在他的坚持下 我接受了手术 然而 我没想到 他竟然走上了歧途 早知如此 我宁愿选择死去 也不愿面对这样的局面 肖露对他们的遭遇 深感同情 毕竟他们共同经历了 那么多风风雨雨 却依然相互扶持 这种深厚的感情 令许多人艳羡不已 王贵芬通过刚才与肖露的交谈 已经察觉到 他是厂里的领导 他泪流满面地问道 领导 请您诚实地告诉我 他究竟欠下了多少债务 肖露看着他 悲痛欲绝的模样 心中犹豫不决 不知道是否应该 如实地告知他真相 目前已知的欠款 就已经超过八千元了 我们厂里 有五千多元 而外面还有 小刘是个 年轻气盛的小伙子 与肖露 并非同一代人 在他的观念中 这么大一笔钱款 绝对不能仅仅因为对方可怜 就轻易放弃追逃 肖露毕竟是现代人 八千块 对他来说不是什么大钱 而且对于现在的他来说 他也能承担得起 所以他比较担心 王贵芬的状态 王贵芬听完后 果然露出绝望的神色 八千对于现在的他们家来说 简直是一笔巨款了 他一时之间 也想不出来怎么办 该如何筹措 小刘这时候 还雪上加霜地说道 嫂子 你最好让刘亮 尽快出来解决了这事 现在公安局 已经找到厂里了 如果刘亮一直不出现 以后说不定会坐牢的 王贵芬文言心神俱疲 他绝望地对着 肖露哭诉道 领导 我也不知道他去哪了 你让公安局的人抓我吧 抓我进去坐牢 他都是为了我了 他的哭声 犹如文银般轻微 整个人仿佛失去了生命力一般 本就没有多少精神气的身躯 此刻显得愈发违离不振 肖露心中担忧不已 生怕他会出什么意外状况 于是连忙轻声安慰道 嫂子 您可千万别太过忧心了 其实事情远没有他说的 那么严重夸张 等刘亮回来后 您就让他 直接来咱们厂里一趟吧 把问题 好好地解决 处理一下 您跟他讲 这笔钱呢 我可以先帮他垫覆着 就算是暂时借给他应急用的 不过话说回来 他毕竟是个堂堂 男子汉大丈夫嘛 遇到困难麻烦 总得勇敢地站出来 去坦然面对才行啊 否则的话 如果让外面那些人 得知了这个消息 没准他们 会趁机趁火打劫 到那时候 咱们可就难以分辨 真假虚实了 说不定这件事 还真有可能会被闹大呢 听完肖露的这番言辞 小刘不禁深感 惊恶震撼 他做梦都想不到自己的老板 居然会如此大方慷慨 愿意为一名普通员工 付出这么多金钱 此时此刻 他简直觉得 自己仿佛打开了 新世界的大门一般 大开眼界 获益匪浅 与此同时 他对肖露的钦佩敬仰之情 也如潮水般涌上心头 久久不能停息 第二百章 感动 王贵芬听完肖露所言后 原本暗淡无光的眼眸 突然间绽放出一抹 令人动容的神采 仿佛在黑暗中 看到了一线曙光 犹如溺水者 紧紧抓住最后一根 救命稻草那般 充满希望和期待 他毫不犹豫地 迅速拔掉插在手上的 书页针管 这突如其来的举动 让一旁的肖露惊恶不已 接着 只见王贵芬动作 敏捷地下了床 然后毫不迟疑地 贵芬在肖露身前 泪水顺着他的脸颊滑落 他气不成声地说道 老板 真的非常感谢您 您对我们夫妻俩的这份恩情 如同再生父母一般厚重 我们将来一定会报答 您的大恩大德 说完 他重重地在地上 磕了好几个响头 肖露想要阻拦 却根本来不及 望着眼前这位 宛如蒲尾般坚韧不屈的女子 肖露内心深处 被深深触动 感动之情 溢于言表 如今这个时代 又有多少人为了区区一点小钱 而丢了性命呢 肖露心想 既然自己有能力去帮助别人 那就尽可能地多帮一些吧 至于未来会怎样发展 那就不必过多考虑了 只需秉持善良之心 做好当下每一件事即可 于是 他轻柔地将王贵分扶起 并小心翼翼地 把他重新安置到病床上 过了许久 肖露才缓缓开口 嫂子 你跟刘亮转达我说的话 我叫肖露 说话算话 还有你也要养好身体 将来你们两口子 还要一起 还我的钱呢 王贵分眼含悉悸地看着肖露 重重地点了个头 肖露和小刘没在这里逗留 两个人出了诊所 往城里走去 一路上 小刘看着肖露 欲言又止 反复几次 肖露也有些不耐烦了 他看着小刘说道 小刘 你想说什么就说吧 小刘的内心 充满了不安和疑虑 他声音颤抖地向肖露 表达着自己的看法 肖总啊 实际上那个女人 肯定清楚刘亮的去向 我们只需要把问题说得更严重一些 他一定会毫不保留地告诉我们一切的 那么 你又为何要答应帮助流量偿还借款呢 对于小刘所说的话 肖露又何尝不了解呢 假如流量借钱适用于赌博 或是其他不良行为 他绝对不会心词手软 而是会果断将其送往警局 接受应有的惩罚 然而 流量借钱的目的 仅仅是为了拯救他 至亲至爱之人的生命 而且 这笔金额对于肖露而言 并非巨大数目 那他为何就不能伸出援手相助呢 他用饱含深意的目光 凝视着小刘 缓缓解释道 小刘啊 难道你没有注意到 他妻子当时的模样吗 倘若我们继续逼迫下去 恐怕他会承受不住压力 而选择轻生 相比之下 区区八千块钱 怎能与一条宝贵的生命相提并论呢 我同意 借出这笔款项 不仅是为了救助流量本人 更是为了给予他的妻子 一线生存的希望 小刘倒是真的没想到这个方面 毕竟他们的上一辈都是吃苦过来的 从小对他们灌输的思想和肖露完全不同 他是真的没想到 肖露竟然这样处理这件事 他相信 换做任何一个老板 肯定会毫不犹豫地报警处理 更别说帮忙还债了 老板 您不仅救了流量 还间接救了他老婆 您太伟大了 小刘油杆发 由衷地发出敬佩之声 肖露听了 肉麻得很 他看着近在指使的家门 对着小刘说道 小刘 你先回去吧 今天的事跟谁都别说 知道了吗 流量欠的那些货 你都安排发了吧 好的 肖总 我现在就回去 小刘说完就走了 肖露看着自己家的路 心里也有些感慨 不知道自己做的这个决定是否正确 刘英和陈芝正在门口看着摊子 肖露走近 发现有两个人在里面试着鞋子 他没说什么 从陈芝手上接过孩子 就进了屋 两周里见他今天回来的这么早都有些担忧 不知道昨天的事情处理得如何了 客人一走 陈芝就找了进去 刘英见状 也有些担忧地跟上了 肖露正在院子里逗孩子 两个月的孩子偶尔会笑了 肖露逗他的时候 他还偶尔会回应 看得肖露开心不已 肖露 昨天那事 怎么样了 陈芝看了一会儿 忐忑地问道 肖露听到声音回过头 缓缓望着陈芝 笑着说道 他欠了八千多块钱 我决定给他还了 听到肖露的话 站在后面的刘英 一个剑步冲上前来 对着肖露说道 肖露 你怎么这么糊涂 这八千多块 要赚多久啊 你不报警 抓他就算了 咋还帮他还了 陈芝也看着肖露 满脸不解 想必他和刘英 今天在家里 已经商量了一天这个事了 只是没想到 最终结果 会是肖露承担了这笔钱 肖露看他们情绪激动 也知道他们不理解 正想着解释 干爹干妈 听到声音也过来了 看着院子里 站着这么多人 肖露觉得 也不是个办法 把人都带到了客厅 仔细解释了一遍 方才发生的事 陈芝听完肖露说的 也非常感动 她微笑着对肖露说道 肖露 我觉得你做得对 这时候的人命不值钱 咱们缺了这八千块 只是一时困难 要是真的报警 抓了刘亮 想必他老婆 肯定活不了了 刘英原本是不赞同的 可是听完肖露的解释 也感叹道 这也是个可怜的女人 不过他男人 对他也不算差 要是真的出什么事 估计他 一定会很愧疚吧 肖露看了眼干爹干妈 对他的决定 也没什么意义 都露出赞赏的笑容 肖露知道 这次自己的决定 是非常正确的 他笑着说道 我也没说 这钱是无偿给他的 只说是借的 还让他媳妇养好身体 到时候两口子 一起赚钱还我 想来他媳妇 应该不会想其他的了 几个人听完都点了头 就连刘英也如是重负般 长输了口气 肖露就知道 自己的家人 都是善良的人 肯定会同意他的做法 肖露 通过这次的事 就可以看出来 你的厂子管理混乱 你还是得好好整顿一下才行 重新制定规则 肖露也是这样想的 朝着干爹 郑重地点了点头